定 又升了99级 每天都自动升级 简直不要太爽 神宠时代 灵犬的宠物吃饭睡觉都能自动升级 定 宠物进化至史诗状态 定 宠物自动孵化技能 焚化宇宙 定 宠物领悟完成 化成人形 定 宠物自动释放静咒能力修炼完成 定 吞噬对方神宠 听说你们的宠物很多 不好意思啊 我的更多更强 第一章 系统来了 灵犬 看看 这是什么 站在教室门口的金兽少年 用弹幕的眼神 瞟向说话的胖子手中的认证书 有个屁用 通过精神测试 也才刚入门 还差得远了 胖子咧开嘴 笑呵呵地说 我呢 也不是炫耀 有了这玩意儿 就不用参加高考了 以后呢 咱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胖子指高气昂地走了 灵犬朝教室里看去 就还剩下加他一共六个倒霉蛋 负责测试的老师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收拾其摆在讲台上的黑色测试面板 叫上六人一起 回办公室 3021年 经历过两次灵气复苏 一次大灾变的蓝星 世界早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神兽 妖兽 玉兽师 格斗舞师 甚至妖兽和人族的混血 也就是俗称的异族 才是主旋律 精神力的强弱 决定着人的命运 从出生到高考前 一共会面临五次的精神测试 分别是出生时 幼儿园升小学 小学生初中 初中升高中 以及高考前四个月 一旦精神测试通过 就会根据测试结果 分配到不同的班级 进一步的学习 在深入专业学院 经过系统训练 分别成为玉兽师 格斗舞师等等 玉兽师能靠灵魂与妖兽签订协议 从而成为操控妖兽的存在 一旦签订协议后 妖兽即变成神兽 格斗舞师则能通过身体修炼 强壮某一部位 精通武技 当然 大多数人穷极一生 也只会是一阶玉兽师 一阶格斗舞师 那也比普通人强多了 无论是收入待遇 社会地位 那都是天壤之别 为了抵抗城外的妖兽 不安分的一族 都需要他们 光靠武器 在数百年前就吃过大亏了 一颗青蛋打下去 九阶妖兽连毛都不带掉的 武册都没过的话 那只能走上最悲催的高考一路了 大学只能上三本 之后平平凡凡地做个普通人 连考工都不行 我是真没想到啊 我带了十几届了 武册都还过不了的 也就你们几个了 林全伸了个懒腰 避开飞到眼前的唾沫星子 刘老师 你不也没过吗 要不怎么来教文化课 刘明依的嘴角抽了下 陈生道 别给我细皮笑脸的 我告诉你 今年还有一次机会 三天后的最终测试 你们要还没过的话 你就准备高考吧 林全麻木地点点头 多出一次测试 还不是因为前些天 十几支冒险队 被城外不知什么 妖兽给一国会了 需要补充心血 城主特意追加的 那是都上新闻了 还听说 不单城主发了悬红 两大家族都追加了悬赏 谁要能解决掉那只妖兽 就能获得一千万联盟币 刘老师着重点名林全 你上点心吧 老大不小的人了 刘老师也上点心吧 都三十四五了吧 还没成家 想要留家绝后吗 你 你给我去打扫七月市 剩下五个家伙 在那眼嘴偷笑 连老留着老年单身狗都敢对 不是纯粹找死吗 林全面无表情地提着扫帚 打亮着七月市地上的残枝断壁 顾名思义 七月市就是通过精神测试 被带来此地 尝试与妖兽签订灵魂契约的地方 成功者自然就带着神兽 欢天喜地地走了 还会附赠一张一阶预售师的证书 不成功的妖兽就会爆炸 碎得满地都是 林全把门眼上 拿出个口袋 在地上挑挑拣拣 找了一些能用的扔进去 回头卖给材料商店 也能赚几天的饭钱 可惜 七月市里的妖兽 都属于品质极低的练手货 要是中高阶的妖兽 那就好了 咦 这是什么 一只模样古怪的妖兽 躺在地上 体型大约就是巴掌大小 长着克隆一样的脑袋 背上还有一对翅膀 只是几乎被撕碎了 他还没死绝 正在痛苦地抽搐着 林全立刻把他抱了起来 脑中快速地想着 低阶妖兽的目录 丁 恭喜触发自动进化系统 第二章 深渊火龙 什么 系统 这种好事 也会落到我头上 慢着 一般情况下 系统激活 不应该马上就能报复吗 不应该马上就继承百万亿家产 不败家 就要完蛋吗 再不继 也得来一套顶尖5G 遇见飞行吗 最次也得来个强杆弱枝啊 增大增长啊 不 最后那个我不需要 我本来就很强 自动进化系统 什么意思 脑海干巴巴的声音 在提醒着灵犬 你需要选择一样生物 进行绑定 进化 那它将自动变成 全宇宙最强大的生灵 你如果考虑好了 请选择开始 我 我要成为玉兽师了 我可以选择任意生物吗 灵犬脑中 浮现了几种残暴的妖兽 精灵吞心兽 剑齿奔雷虎 能变身的美女蛇 开始 对 好 宿主选择开始 你有十秒时间 选择绑定生物 必须身边的活体 超时的话 系统会马上解除 你马 十 九 八 七 灵犬纠结地瞧着手中 快重伤不至的妖兽 就塌了 定 绑定成功 玉 好险 灵犬擦了擦汗 看着掌中原本奄奄一息的妖兽 又恢复了生命力 一对翅膀竟然复原了 还飞了起来 绕着它脖子在转 宿主绑定成功第一只生物 获得新手大礼包一个 一接复活药水 新耗一 一接增幅药水新耗一 中程满点药水新耗一 随机技能药水新耗一 系统有对应的商店 可以让绑定生物 获得各种不同技能 商店的意思是 要花钱 没钱 能不能以工代钱 勤工俭学 我有个特长 算了 灵犬打开系统商店 商店中琳琅满目 除了一到九阶的复活药水 增幅药水 技能增幅药水 解读完生接药水 进化药水 风雷火冰等各系技能药水 玉兽师的玉兽秘术 也应有尽有 传说中的玉兽酒饰 竟然也在里面 看得灵犬心花怒放 可一看价格 直接粘了 一接各种药水还好 每瓶药水需要几万到十万联盟币 二接则要五十万 三接需要五百万 荆棘需要两千万 四接需要一个小目标 九接以上的圣 神 先三种药水的价格是 灵犬倒吸了口凉气 先看看妖兽的原生能力吧 深渊火龙 种类 龙族 等级 白板 绑定序号 一 战斗力 一 战斗技能 烈焰喷剑 烧毁一切固体 战斗适应性 全地形加持 可进化部位 口腔 翅膀 爪子 毒性 皮毛 潜力 什么 龙族 深渊火龙 这不是最高阶的龙族妖兽吗 潜力的意思 无限大 等等 皮毛也能进化 战斗力 一是什么意思 龙族有战斗力一的废柴妖兽吗 再看自己吧 灵犬 种类 人族 等级 白板 战斗力 一 战斗适应性 五 可进化部位 头 五只 脖子 毛 潜力 X 我和深渊火龙的战斗力 都是一 好吗 一对难兄难弟 哎 对了 不是说自动进化吗 系统 宿主呼吸达到五百次 绑定生物自动进化 钉 进化部位 口腔 灵犬震惊了 呼吸就能进化 赶紧捧起深渊火龙就看 好像嘴是大了些 要不试试 烈焰喷剑 就看深渊火龙绕到灵犬的身前落下 猛地再飞起来时 嘴一张 一团火焰烧掉了地上一半的妖兽残体 连他整个身体都强壮了许多 肌肤上的光泽也鲜艳了许多 好像个头都大了一圈 可以啊 以后要看谁不顺眼 直接让他毁容 你可以给他取个名字 加强他的忠诚度 哦 对了 怎么刚才没有显示他的忠诚度 第一只绑定生物取名后 永远不会背叛宿主 那就叫你 小伙吧 深渊火龙欢喜地停落在了灵犬的肩膀上 灵犬轻轻地用手指摸了下他的身子 他还高兴地抬起了头 伸出了脖子和下巴 需要赚钱的话 系统中有信息栏 可查看悬赏信息 好耶 还真有够人性化的 提示 按你所处城池方位的现况 即将会有一场大灾难 大灾难 南地城 你不会觉得 你的地方很安全吧 灵犬摇头 从小到大的教育 都是不要出城 城外都是妖兽 哪里安全了 算了 天塌了有个大的顶着 轮也轮不到我 城主不是牛皮哄哄的九阶玉兽师吗 灵犬暂时把担忧放在一边 重新查看小伙的属性 小伙 种类 龙族 深渊火龙 等级 白板 一阶神兽 进度20% 绑定序号 1 战斗力 100 战斗技能 烈焰喷剑 烧毁一切固体 战斗适应性 全地形加持症10% 可进化部位 口腔 已进化至一阶 翅膀 爪子 毒性 皮毛 潜力 第三章 二级悬赏 灵犬宁神联通系统中的信息栏 又花了大约两个小时 才找到合适的悬赏 二级悬赏 任务概述 采摘四叶菊五株 一种能合成一至二阶妖兽修炼单的材料 菊花下方有四个类似褶子的大叶 任务地点 城外的公墓 二号墓区附近 风险 有可能会遇上一族 提示 今晚九点 四叶菊营月绽放 采摘的最好时机 赏金 五万 一族 那些混血咋种 灵犬朝窗外看去 天已经黑了 先领了任务再说 想着一些别的悬赏 大几千万上亿的都看到了 可那些远超能力范围 什么单挑一个御兽师家族 什么踏平雪狼格斗无管 那不纯粹找死吗 而且 领取高等级任务 需要一些权限 系统可以破解相应的权限 却需要 联盟币 先得提升小伙的实力再说吧 现在只能眼馋了 都过去两三个小时 怎么还不进化 晚上八半点 南地成功墓 灵犬指向铁门 小伙伸出爪子一挠 铁门就多了三道 长长的找痕 灵犬在将门一推 整扇铁门硬生倒下 若目所及 就是一片密密麻麻的 大理石墓碑 和一个个堆积起来的坟包 上面还长满了野草 二号墓园都是无主之墓 无法辨别个人信息 或者是无人祭祀的 走进来就感觉阴风阵阵 灵犬嘴里连忙说了声 打扰了 眼睛却不停地到处寻找四叶菊 按书本上学的 四叶菊的花朵成放射状 开花实惠 一同盛开四朵 每朵下面有一片叶子 还会带着一股淡淡的臭味 失那了 找了半天 终于发现在角落里一处坟包的上面 正长着一层四叶菊 少说也有十七八株 他立刻兴奋地赶过去 把准备好的布口袋拿出来 用手挖了就塞进去 小伙 你说 咱也俩运气好不好 这就完事了 小伙翘起尾巴 在那滑圈圈 也是很高兴的样子 正当灵犬将所有四叶菊都挖走时 突然从身后传来一声惨叫 灵犬当下汗毛倒数 谁 凭直觉惨叫声 离他就不到五名远 灵犬立即感觉不对 深更半夜的 还是二号墓园 除了他 还有谁会来这里 风景 撤 灵犬背上布口袋 头也不回 朝另一个出口奔去 我 我爸死得好惨啊 他是被人给咬死的 我妈更惨啊 十几个男的围着他 靠 管我屁事啊 那声音越来越近 突然一下又从后面绕到前面 猛的一个身影 就出现在他跟前 离他就两米不到 他差点就直接撞上去了 等他看清楚后 差点隔夜饭都拖了出来 那人穿着一身校服 舌头从嘴里伸到外面 快垂到地上了 一双手也是一样 拖在地上 眼睛鼻子和嘴 都还在流浓 腰后还别了条 砍了一半的胳膊 一看就是一足 强忍着不试 灵犬连喘了好几口气 才定下神来 兄弟 大家萍水相逢 我走都我路 你流你的浓 个不相干 就没必要 操 长手一足一甩 舌头就直接往灵犬脸上舔去 灵犬连忙就地一滚 地上就多了一个小坑 这舌头能长能短不说 还能打动 天赋一禀啊 我爸爸 我妈妈 今天是母亲节 我想她 长手一足双手一撑地 居然跟个星星似的 跳起来就扑上来 灵犬魂都快没了 这要被扑上了 死活不说了 弄一身的脓怎么办 灵犬感觉身体都在微微发抖 他瞟了眼停在肩上的小伙 心下烧鞍 差点把你给忘了 提示 杀掉一足 可得悬赏五十万 临时任务 烈焰喷剑 嗯 长手一足一愣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道火光猛然升起 将他整个人都给盖住了 等他往旁边一闪 半个身子一眨眼 就成了碳 地上更是多了一道十多米长的烧痕 连附近的坟包都烧掉了几座 长手一足 这才看到看小伙 什么东西 龙 龙 还想跑 看到长手一足 掉头就靠着舌头和双手撑地转头逃跑 灵犬大手一挥 小伙就追了上去 你要不要追得这么紧 杀了我有什么好处 你不是个普通人吗 那条龙是谁给你的 难道说 你 你是玉兽师 摔在一座坟包上 长手一足尖叫道 会好好说话 装神弄鬼干什么 杀了 等等 长手一足 双手举过头顶 大叫 你是个普通人 谁找你来的 我不知道 你也无非就是求财吧 他们能给多少 我就能给多少 不 我加呗 我的钱都在旁边的坟包后面 你打开它 全都给你 灵犬让小伙盯着他 找到了个手提箱 好吗 光拖出来 就知道沉了 打开一看 里面都是金条 数一数少说 也有四五十根吧 金条都归你 你放过我吧 你也是被人利用的 你想吧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杀了 我有什么好处 不如结个善缘 江湖路长 日后好相见 你身后的胳膊 是活人的 长手一足一叶 灵犬拖起手提箱 走出十几米 才下达指令 小伙 给我杀他 啊 完成刺杀任务 获得悬赏五十万 救命啊 又来 还是个女的 俗话说得好 乱管闲事死得早 灵犬正想快步离开 休的一下 从他跟前跑过去一个身影 一袭深红色为主的高中女校制服 在月光照射下 短裙飞扬 显得格外恶挪多姿 还带着一阵香风 金红一瞥 长得还不赖 女鬼 紧跟着一道金色的影子 又从他眼前窜过 妖兽 金银长着张鼠脸 身上长着金毛 拖着一根长长的尾巴 摆明就是二阶妖兽金毛长尾鼠啊 灵犬动心了 活得金毛长尾鼠能卖二十万联盟币 死的也能卖十万 就是那身皮也能卖五万 尾巴能卖两万 都是能入药的好东西 小火 灵犬心头一动 小火飞过来 钻进他外衣口袋 一路跟了上去 你不要过来啊 你不要过来 女孩大声喊道 眼睛不停地朝身后一片青草地 矮小的草丛中 好像藏着个什么东西 金毛长尾鼠 站在五米外就停下来了 一双米粒大的眼珠子 不停地乱转 长长的尾巴 是他的攻击性武器 一下摆成S型 一下摆成B型 是你在叫救命吗 咦 女孩愣了下 刚才似乎是有个人站在铁门呢 她以为看花眼了 结果真是个人 还跟上来了 二阶妖兽金毛长尾鼠 不好对付啊 还好你遇上我了 林泉微笑着说 对于英雄救美这种事 她一向不在乎 她在意的是那金毛长尾鼠 你也知道是二阶妖兽啊 你就不了我的 你赶紧走吧 怎么能走 让你孤身一人留在此地 让你被她用那泥丘一样的尾巴 弄得开膛破肚而死 该死 这家伙要干什么 搭上她一条命不重要 坏了我的好事 那就完了 我说你快走 你叫什么 我叫叶小蝶 你快走 叶小蝶 我就定你了 上 还有别人 叶小蝶一愣 突然一团火光闪起 金毛长尾鼠大惊 刚要跑开 全身就被火焰吞没 等火一消失 地上就只剩下烧干的躯干了 一阶增幅药水这么强吗 怕烈焰喷溅不够用 就让小伙喝了一瓶 就直接把二阶妖兽秒了 还想喷个半死 能多卖点钱呢 叶小蝶看见了小伙 翘脸一沉 咬着嘴唇就说 你是玉兽师 林全瞧着从土堆里 爬出来的毛茸茸的小家伙 笑了 你不也是吗 哼 千辛万苦准备的陷阱 结果 让个自作聪明的家伙 打乱了计划 叶小蝶气得快要掐死他了 救命之恩 就不用一声相许了 再见 林全捡起金毛长尾鼠的尸体 快速地消失在了夜幕中 红毛锤耳兔 跳到叶小蝶的腿边蹭着他 安慰他 阿红 我不会逞强犯傻 他腰上挂着星河冒险团的徽章 又带着龙族神兽 绝对是比我强大的御寿师 就是 母亲的仇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线索呀 叶小蝶拿出半块奉行玉佩 紧紧地握住 第四章 卑鄙的老姐 回到公寓 算算进账了五十万联盟币 四夜局还得送到指定地点 才能收到赏金 金毛长尾鼠 也要去材料商店卖掉 才能换钱 宿主呼吸超过一万次 净化 爪子 小伙的爪子锋利程度增加了近百倍 一爪子能划破一栋四层高的小楼 宿主步行超过一万步 净化 翅膀 哼 翅膀大了一倍有余 看起来微风凛凛的 重要的是速度 速度提升十倍 宿主存活超过十小时 净化 毒性 喷火后能附加毒性 烧不死 也能毒死鸭的 宿主超过十小时未睡眠 净化 皮毛 小伙的皮毛硬度增加十倍 防御提升为0 皮毛 要你何用 灵犬再看它属性 小伙 种类 龙族 深渊火龙 等级 白板 一阶神兽进度99% 绑定序号 1 战斗力 987 战斗技能 烈焰喷剑 烧毁一切 战斗适应性 全地形加持症99% 可进化部位 口腔 翅膀 爪子 毒性 皮毛 以全部进化之一阶 潜力 爽啊 只要我活着 小伙就能不断进化 商店里的技能药水先买了 增幅药水 也必须要买 还有复活药水得备上 50万的联盟币 不知不觉就花光了 还有许多药水还没买 还没试用 只能想办法 把那一箱金条卖了再说了 你哪来的金条 一个柔梅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林泉却像被针扎了 从椅子上跳起来 客厅里那张半星不救的皮沙发上 盘腿坐着个穿着背心 长得去参加玄美 都毫无悬念 能拿第一的标志美人 他腰上还盘着条细长的青蛇 舌头从他胸口处探出来 吐着杏子 他那鲜鲜玉手 还在脚趾缝里搓着 老姐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林玉盘拿起手指秀了下 懒洋洋地说 我一直都在 金条是捡的 这不是房租快交不上了吗 运气好 林泉摸摸脑袋 警惕地将箱子盖上 推到桌子底下 捡的 你那深渊火龙也是捡的 好小子 通过了精神测试 也不告诉你老姐 让老姐替你高兴高兴 林玉盘一闪身 就到了林泉跟前 将他脖子一夹 掐着他下巴就笑道 能耐了 正说呢 林泉的脸被撞得晕乎乎的 老姐 你放过我吧 我年纪还小 吃不消的 找隔壁老王 他是二阶格斗武师 身体壮 他呀 就是个外强中单的样子 或 林玉盘松开了手 抬起如心的眸子 似笑非笑地说 说吧 哪来的 我在城外见了个一族 一族 林玉盘脸色微变 什么类型 长手流浓的 长之族 南地城附近不多啊 你从他手里弄来的 对 我帮你保管 唉 林玉盘提起箱子 又将林泉腰上的 星河冒险团徽章取下 严肃地说 你知道 咱爸咱妈死得不明不白 不要带着他出去 小心惹祸上身 林泉挠挠头 将徽章放进了抽屉里 当初林泉的父亲 林长江 母亲梅杰 可是南地城赫赫有名的 星河冒险团正副团长 手下十几号人 都是四阶以上的御寿师 十三年前 一次受潮来袭时 二人带着冒险团 出城反击 本来是万无一失的 结果回来时 只剩下两具冰冷的尸体 连二人的神兽 都不知去向 城主查了十年 只查到是被某种 强大的妖兽所害 连类型都不知道 成了南地城的 一桩无头公案 徽章别带着 玉佩 你可以天天拿着 林玉盘看见了 抽屉里的半块玉佩 当初咱爸给你订的娃娃亲 听说对方 还是玉兽师家族的女儿 就不知是哪一家 你这半块是龙 她那半块是凤 合在一起 就是龙凤城祥 要你遇上了 咱家的苦日子就到头了 行了吧 老姐 你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拿着 林玉盘把玉佩 塞进了林全的口袋里 你不想改变命运 我还想呢 走了 天都亮了 林全看金条都没了 也只能苦笑 老姐肯定又去城东 那些爸妈的老部下 家里扶贫了 算了 先去把四叶局交货 再把金毛长尾鼠 卖了再说 好在交货地点 和材料商店 都在步行街 都是同一家 也不用绕路 爹 一家画着一套 铁锅铁铲 号称百年老字号 马家的材料商店的大门 被林全推开 里面正在说话的 伙计和掌柜 都抬起头来 一看 是老熟人 掌柜就挥手 让伙计过去招呼 林全啊 又拿了什么来换钱呢 你们学校那契约室 就没个好东西 都是些一阶妖兽的零件 上次你还拿 黑血松鼠的脚来 你不知道他有脚气吗 金毛长尾鼠 林全一放在桌上 那伙计就愣了 我说林全 你这叫金毛长尾鼠 这都烧得连他亲妈 都不认识了吧 这你就外行了 烧过得特别香啊 别废话 看特征 有伟长超过 身长五倍的妖兽吗 伙计比划了一下 你可别玩拼街啊 要不要 不要我找对面里加了 放下 伙计瞪大眼说 谁说不要了 还有别的吗 交个任务 四夜局 掌柜在几个柜台外听见了 一脸疑惑的过来 我说林全 你还读高中吧 精神测试不还没过吗 怎么做起赏金猎人了 我帮我老姐交任务呢 玉盘姐姐的呀 那长之族 也是玉盘姐杀的 干净 利落 伙计连忙换了张嘴脸 林全也习惯了 这条街的单身狗 看着林玉盘就掉口水 没一个好东西 再问你个事啊 刘哥 你们这儿收不收 生结单生结药水一类的东西 伙计老刘低声道 玉盘姐弄到的 几节的 就问你收不收吧 收就给个价 普通品质的一接一万 二接三万 三接五万 行了 别说了 林全拦住了他 还想吃个差价 谁知道马家收的 比系统卖的还贵 你们这收尸体吗 腰瘦大 第五章 生结药水要不要 哎 林全扭头就看见了叶小蝶 叶小蝶也看见了他 他就想要换家店卖了 叶小蝶 你先等等 林全拿了钱 追着他到了门外 昨晚走得太快 有话没来得及跟你说 你要说什么 叶小蝶绷着脸 你的神兽 是不是红毛锤耳兔 会炸毛的那种 还用问吗 就在肩膀上蹲着 伸出前找洗脸呢 林全扫了眼 红毛锤耳兔的信息 全都出来了 红毛锤耳兔 阿红 种类兔足 等级 一阶 二阶神兽进度90% 变异 无 忠诚度90% 战斗力 277 战斗技能 炸毛 战斗适应性 草地加持症20% 可进化部位 牙齿 耳朵 眼睛 皮毛 潜力 六阶 你 你怎么知道的 我知道的可多了 林全眨眨眼说 你叫他阿红是吧 他还没变异是吧 他就差一丁点 就能升二阶了是吧 我跟你说吧 我有那个 阿红也不洗脸了 睁着双红眼睛盯着林全 你有哪个 一阶升二阶的灵丹妙药 啊 升阶丹 比那东西好多了 林全把叶小蝶 都带到了街边转角没人的地方 一手撑在墙上 一手在那笔画 钻石品质的升阶丹 不还有50%的失败率吗 我这 嘿 失败率为零 好好说话 必懂我干嘛 叶小蝶从林全的胳膊下绕出去 一脸正经的说 你卖假药的吧 找别人去吧 小蝶同学 过了这村 可没这店了 我呀 是看我们俩昨晚有缘分 这才大发辞呗 要不然 算了 好心没好报 林全掉头就走 叶小蝶咬着腮帮子 犹豫了一会儿 才喊 你回来 成功率真有100%吗 骗谁也不能骗你啊 我可是你救命了日啊 再说 你这神兽待了几年了 一阶三年内 不能升二阶 就得自动脱离解除契约了 多可爱的小玩意儿啊 你瞧这门牙 啃胡萝卜 都不带费劲的 这正是叶小蝶担心的地方 还有三个月 阿红就到三年期限 就会自动脱离了 你得要多少钱 谈钱多上感情啊 叶小蝶脸色大变 他不谈钱 要谈什么 也就15万联盟币 你 我 我没那么多钱 林泉早瞧出来了 叶小蝶虽然穿得干净整洁 极其动人 可这是校服啊 还是女校的 但也掩饰不了他的身材面容 走在街上都属于回头率百分百的类型 他也没想着能从叶小蝶手中赚多少钱 就想找个人试试生结药水 大街上随便找个人也不行啊 跟叶小蝶怎么说也有一面之缘吧 林泉为难地歪着脑袋想了半声 才说这样吧 我善心发作 看你年纪小 可怜你 可以先欠着 我免费给你用一次 什么年纪小 你看着也跟我差不多啊 叶小蝶绝了绝嘴 却着实心动了 你有现成呢 怎么可能 必须购买材料 然后再练制 你还是单师 叶小蝶吃惊地张大了嘴 能塞下个拳头 当然 林泉甜不知耻地挺起胸膛 跟我来吧 哎 去哪啊 林泉拉着他 就在步行街上乱转 一会儿跑进药材商店 一会儿跑进材料商店 一会儿跑进饲料商店 买的都是价格低廉的东西 加一起也不到500联盟币 像是什么恶魔的果实 名字好威猛 就是晒干的小番茄 提着一大袋材料 林泉把它带回了家 叶小蝶一脸警惕地扫射着四周 靠墙的书柜都快要塌了 沙发前还有一堆的脚皮 真脏 书桌上的杂物 堆得乱七八糟的 还有一瓶喝了一半的肥宅快乐水 天花板上的吊灯八个灯有七个都坏掉了 剩下那个还在不停地闪着 大白天开灯干什么 能把你照得更漂亮些 林泉咧嘴一笑 露出满嘴白牙 马上就从桌底拿出一袋的妖兽残肢 这才是关键 都是中阶 就是四阶以上妖兽的躯体 升阶药水的调配并不简单 你看我在街上买些普通材料 以为我是个骗子吧 叶小蝶也认不出 都血肉模糊的残肢 是哪一种妖兽的 看我的吧 林泉把材料和残肢都倒进了锅里 用铲子在里面爆炒 又加水 加油盐酱醋 盖上锅盖黄焖 再等半小时就行了 叶小蝶保持着和他三不远的距离 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吗 还有我老姐 她一天到头在外面 经常不回家 林泉始终不明白 当年堂堂的南地城精神测试前三 能保送去七福 三生两大御寿师学院的天才 怎么就拿了一阶御寿师证明后 就辍学了 之后就成天在街上瞎混 成了个名副其实的精神小妹 叶小蝶心不在焉地听着 眼睛不时地往炉子方向看 不用注意吗 不会糊了吧 还早呢 对了 往家躺了 得提先 还得下鸡精 你确定是升阶药水 你放心吧 林泉早算好了 二阶升阶药水 要三万联盟币 他咬咬牙还能买得起 等出锅时倒下去 再让阿红吃了就行了 第六章 精神六测 糊了 叶小蝶惊叫道 他都闻到胃了 都怪你 光顾着跟你聊天了 林泉跑过去 就把火停了 把剩下不多的汤汁倒在碗里 又快速地将升阶药水混进去 拿勺子搅了几下 再一看 一碗里全是深褐色的 还真有模有样 这就成了 叶小蝶疑惑地问 我说成就成了 你还有一问 我有一大片的疑问 叶小蝶心里狂呼着 你这不是在煮菜吗 单师是这样练单的吗 你是厨师 还是单师 我也不怕跟你说 别看年纪小 我呢 是资深单师 林泉让他一百个放心 要出了岔子 我陪你一只二阶妖兽 叶小蝶听他提到妖兽 就想起林泉昨晚带着的小伙 那可是龙族啊 怎么服用 这是液体 喝就行了 还要嚼吗 阿红 红毛捶耳兔 跳到叶小蝶的怀里 在那不安地扭动着身体 这小家伙还怕呢 不用怕 一闭眼一睁眼就过去了 林泉可不管那么多 掐住阿红的脸 就拿着碗往下灌 你干嘛呀 温柔点 我这不是第一次吗 什么啊 你不是资深单师吗 没亲手喂过呀 阿红被叶小蝶抱得紧紧的 一双后腿却不老实 蹬得他胸口都肿了 才终于灌完了 把他放在地上 阿红就绕着房间乱跑 跟有什么怪物在追他似的 这就完了 没变化吗 有个时间差的等等 林泉心里也没底啊 升级药水又没说明书 混了那些材料的汤汁 有没有副作用也不知道 他就跟叶小蝶一样 紧张地注意着 突然 阿红跳到空中停住 浑身的毛炸开 一对耳朵缓慢地生气 就听着他发出一阵刺耳的叫声 门牙都翘起来 顿时 整个房间都在颤抖 啪啪几声 窗户玻璃裂开了几条缝 又哒的一声 一团皮毛落在地上 是阿红掉的 就看阿红身上的毛色 变深了许多 体型也大了一倍 耳朵在不停地扇动着 居然能靠耳朵飞起来了 更夸张地势 他朝着地板一震 数百根兔毛就扎在上面 每根都没入地面 要扎人身上 马上就得变成刺猬了 叶小蝶开心地冲上去 就抱住阿红 在那脸碰脸揉着 玉兽师和神兽 可是有心灵感应的 阿红升阶成功 他第一时间就感知到了 灵犬在看阿红的数据 也不一样了 血红刺针兔 阿红 种类 兔足 等级 二阶 三阶神兽进度0% 变异 无 忠诚度 95% 战斗力 977 战斗技能 万针刺血 战斗适应性 草地加持症40% 可进化部位 牙齿 耳朵 眼睛 皮毛 潜力 六阶 进化还能提高忠诚度 二阶的阿红 还不如一阶不到的小伙 种族差距 可真够大啊 谢谢你啊 叶小蝶真心诚意地说道 为自己先前的怀疑感到羞愧 灵犬淡淡地摆手 我看你也不容易 我这种干大事的 能提鞋 一下就提鞋一下了 叶小蝶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才扑斥一声笑道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大师 我叫灵犬 灵大师 我先走了 还好没出事 升阶药水 果然成功率100%啊 不对 好像每阶会递减1%的成功率 不过这不重要了 1%而已 以后发家致富有门路了 喂 你饿了也不能吃那些啊 感知到小伙处于饥饿状态 一回身 看他直接就把那锅剩下的糊糊干掉了 连忙拿出那待气约是剩下的残肢喂他 看他吃得满嘴是血 脑中却接到通知 灵犬吗 精神测试提前了 明早9点 灵犬进来教室时 刘明义明显没睡好 两颗熊猫眼特别突出 黑得跟拿探笔图似的 他站在讲台那 手边就放着测试用的金属板 除了他嘴里灵犬那六个不成才的废物 还来了不少通过测试的同学 都是来看他们笑话的 老刘这表情 色轻爹吗 别问了 今天不周六吗 昨晚他不定去哪里快活了 都给我安静点 你们一个个上来 刘明义喊了声 就指向刚才说话的男生 你先来 男生一副担心的模样 走到金属板前 双手一按 就从板子上方 跳出一个字母 G 行啊 破纪录了 刘明义讥笑一声 外面围观的同学 更是哄堂大笑 这是第几个字母 第七个 比三岁小孩还不如呢 吃少药一才算通过呀 哈哈 男生满脸通红 走了回去 林全 到你了 刘明义对林全深恶痛绝 要不是他是劣势家属 早就把他开出学籍了 哪能容忍他到现在 看他还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就更加不满 六侧是城主法外开恩 你要抓住机会 别不当回事 林全还真没把六侧当回事 有了系统 通不通过精神测试 一样能做预售师 就是没证而已 等于无罩驾驶 但他也想看看 自己在有系统后 精神力是不是增强了 就在系统商店里找了找 还真让他给找着了 有个测试精神力的工具 可惜要十万联盟币 他现在穷得叮当响 哪来的钱啊 就只能先放一边了 我知道 咱班上就差一个人 通过率就能达到百分之九十 老刘你就能凭上仙境教师了 不慌 有我在呢 你 心思被戳穿 刘明一满脸通红 话都说不出来了 还有你呢 你能行吗 这五侧跟六侧就隔了两天 你还能上天了 就是 指望你 还不如指望一头猪呢 脸都不要了呀 被围观的同学嘲笑 林全丝毫不在意 双手往金属板上一放 叮铃铃 叮铃铃 突然之间 金属板铃声大作 一团金光跳了出来 从中爆出一个字母 S 愣了一会儿的围观同学 有人就说 S是第几个字母 我数数啊 ABCDEFGHIJK 你是不是傻 A上面才是S 林全是精神力爆表的天才 什么 刘明一都傻眼了 不敢置信地看着林全 难难道 六侧也能出S 能出个B就不错了吧 真是天才三侧之前就该出现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全淡然地摆手道 老刘 我说 有我在没问题的 你看 小菜一碟吗 第七章 三生学院 什么小菜一碟 就短短两天 你就由字母都显示不出来变成S了 看着教室内外引起的骚动 林全坦白了 我以前怕被太优秀了 让大家面子上过不去 眼看都六侧了 没办法 我不隐藏了 刘明一头上不多的毛发 都快要搓霉了 合着你以为是在闹着玩是吧 你知道一所学校 出个A有多难吗 出S那简直就是中彩票啊 老刘 怪我 这三年来 我一直都藏得很深 我怕大家接受不了我 林全拍了拍刘明一的肩膀 差点把他肩周炎怕出来了 好好 非常好 刘明一想通了 他不管林全是怎么回事 先得把情况上报到学校 一个精神测试S的学生 他做班主任的 颜面有光 十分钟后 校长 教导主任都来了 还拿来了一块新的金属板 林全又再测了一遍 依旧如故 好了 十八钟整个疯了 林全身边更围上了一群 平时不待见他的同学 都在拼命地讨好他 整个南地城建成以来 也不超过五个S 每个都成了传奇人物 林全的未来 可想而知 虽说都是高中生 可也不是傻子 都想要跟林全 建立深厚的友谊 特别是几位班花 都在那娇生娇气地 叫着林哥 校长费了老大劲 才把人赶走 带着他 就去把材料准备好 上报到南地城主 和两大学院 你先回家等消息 我想很快就有通知 哦 对了 这是你的证书 一接预售师的证书 上面盖着南地城城主的印章 你有神兽了吗 有了 你这孩子啊 藏得太深了 校长笑着摇头 想当年你父亲 跟我可是过命的交情 可不是吗 六册才发现 五册才隔了两天 五册发现不了 四册三册 二册一册呢 至少在三册时能出个B C吧 精神测试还没通过 就有神兽 林全不是天才是什么 不用等通知了 现在就去三生学院报到 三生 七福 南地城两大学院 只接纳B级精神测试合格者 林全在校长的带领下 赶到三生学院门口 就见里面已经挤满了人 都是年纪相仿的学生 都由家长带着 在那签字报到 排在前面的两位 应该是大一大二的学长 在那指挥着 身后还各带着一只神兽 一直是鬼面桃花蝶 超大的扑棱额子 赤斩快有两米了 至少两阶 一直是独角老王八 体型也颇为巨大 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稳如老狗 偶尔一抬头 那一米左右 如利剑般的脚 都快顶到排前面的学生胸口上了 队伍中 也有几位带着神兽来的家长 多数还是什么都没带的普通人 都是五册六册过来的 全程大约有两百人左右吧 其中一百就被分到了三生学院 但多数都不达标 人家只收B以上的 校长在那感叹道 林全你就不用担心了 林全好奇地看向前面一个胖子 哟 你这死胖子还是个B 难得呀 行 你那边站着吧 胖爷我就是个B 怎么 还不能是个B 胖子走到一旁 大咧咧地往那一站 就从他口袋里爬出只神兽 粉红六耳猫 那胖子叫张大力 东北商会会长的儿子 家里有钱 在三中就很出名 老惹是 是有名的刺头 你进学院后 别招惹他 校长好心地提醒 那个 他怎么才进来 就看右边队列里一个衣着滑贵的少年 身后跟着织兵暴戏的神兽 浑身散发着一阵寒气 不少人都离他远远的 就一个高大的仆人模样的中年人 跟在他身后 林全一扫他信息 马上就认出来了 三眼兵甲兽 种类 爬行类兵戏 等级 二阶 三阶神兽进度0% 变异 无 忠诚度 65% 战斗力 999% 战斗技能 冰封血脉 战斗适应性 雪地加持症50% 可进化部位 牙齿 耳朵 皮 四肢 潜力 五阶 校长 他是谁 他叫叶小宝 叶家家主叶一千的小儿子 二侧时就是B了 按成长来说 现在极可能到A了 是叶家公认的天才 按理说 他早就 该进学院了才是啊 叶小宝 怎么跟叶小蝶 就差一个字 不过叶家嘛 在南地城 可是大名鼎鼎啊 跟城主的赵家 并称两大家族 手下御寿师 格斗武师人数众多 组成了树枝冒险团 袭断了不少中阶材料来源 可说是有才有势 小少爷 您怎么来了 带独角老王八的学长 谄媚地问道 在家待着没意思 老爷子 让我来上的学 好让城里的年轻人 长长见识 呵 好大的口气 可一看那学长 跟那些家长 认出他来的 都是理所当然的样子 那您那边请吧 人数快速地减手 校长才终于等到 他要找的人 严主任 我跟你提过的 这位 我们十八中的天才 六册S的灵权 一个身穿着黑袍的教官 皱着眉上前说 就他 你要不信 你可以再测测 我可是测了两次了 当然要测 严德法手一晃 黑色金属板就出现在手上 灵权是吧 把手放上来 所有人就都看了过来 六册S 开什么玩笑 叮铃铃 一个硕大的S跳出来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连叶小宝和张大力 都瞪大了眼 卧槽 活的S 第八章 挑衅者见 操场上立刻一阵哗然 不会是作弊吧 怎么作弊 金属板从未出过错 那他前五册怎么过来的 五册六册 才隔了两天啊 校长看着面出 亚瑟的言德法 溺爱地攀着灵权的尖 笑着摇头说 这孩子啊 从小就深藏不露 怕天赋暴露太早 被人盯上 说不定就被人绑架了 你父母呢 严德法问道 我父亲母亲过世了 他爸妈都是烈士 严德法恍然道 是了 从小失货 难免对人有戒心 我能理解 好好 S自治几十年没见过了 你一定会成为强大的预售师 来 你也过去等着吧 校长又勉励了几句 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行啊 林哥 S啊 我就是个B 张大力挨上来就套近虎 等完事了 晚上咱们去活动活动吧 快活林 快活林 那可是南地城有名的萧金窟 林全腼腆地说 那怎么好意思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宿局 要完婚的也行 都看林哥的意思 张大力搓着手 几眉弄眼地说着 他那粉红六耳猫 也在那发出一朵朵 淘心泡泡 恶心 叶小宝翻了个白眼 你妹的才恶心 装什么假正经 谁不知道 你们叶家是清一楼的幕后老板 清一楼是南地城另一处高档消费场所 号称吃喝睡一条龙服务 全套全包 张大力 你他妈想干架是不是 叶小宝 老子干你怎么了 来啊 林全抱着胳膊 乐呵呵的站在一边 打呀 打呀 都给我安静 严德法瞪了这俩一眼 想打架出校门再打 不看看什么地方 二人瞅着他脚下一条体型硕大 吐着舌头 全身冒泡 流浓的黑铃巨蟒 石去地闭上了嘴 你也不要笑 给他们拱什么火 林全也挨了一句批 队列快速地减少 直到剩下为数不多几个人时 又从校门外 过来两名少女 堂堂我真不骗你 那位林大师 真是自身单师 我的阿红 不是他就要自动脱离了 是吗 南地城可没听说有单师啊 人家是高人 大隐隐于世吧 那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见呢 我也想见见高人 有机会吧 人家忙得很呐 你想吧 单师 每天求他的人得有多少 两人都穿着红色的女校制服 一人扎着单马尾 一人扎着双马尾 一个海拔高 一个矮的 只有一米五 那就不好办了 得预约排长队呢 苏唐 大师啊 不是说能见就能见的 也对哦 对了 小蝶 转校的事 我帮你办好了 以后 我们就在一所学校了 真好 叶小蝶说着话一抬头 正好对上林全的目光 不由得一阵慌乱 糟糕 刚跟苏唐说 很难找到他 他就在三生学院 难道说 他是学院的教官 这妹子可以啊 小圆脸胖乎乎的 跟我有夫妻像 张大力没脸没皮地盯着苏唐 叶小宝的表情 却异常阴沉 林全刚准备开口 叶小蝶就几步走上来 恭敬的行礼 林大师 您在这里教学吗 我和苏唐 是今天转校过来的 还请您多照顾 说什么照顾不照顾的 你跟我有缘相见 就是前生锁定 自然要帮你 林全还没说完呢 叶小宝就一声冷笑 你要照顾他 叶小蝶这才看见叶小宝 刚才注意力全在林全身上了 是你 看见我很意外 叶小蝶你这个贱货 我告诉你 想进三生学院 没门 严主任 叶小宝大不留心 带着三眼兵甲兽 走到严德法身边 耳语了几句 严德法就扭头看了看叶小蝶 小少爷 事情不好罢 转校事情上面发话的 连叶老爷都不能管 他一个贱货 也配进三生 你管不了 我去找院长 我说小少爷 我刚可说明白了 叶老爷也管不了 不过嘛 他就是来了 要是出点什么状况 也上不了几天学 要不 咱们学院有个规矩 随时都可以单挑 叶小宝眼睛一亮 回身指向叶小蝶就说 我要找你单挑 你别欺负人 苏唐柳梅倒数 鹤翅中多了几分阴气 一点都不软萌了 我找这个贱货官你什么事 你要帮他强出头 小心一块收拾 叶小宝冷冷地拍拍手 三眼兵甲兽身上 就多了一层冰霜 苏唐大为忌惮地说 你就不怕 我找院长吗 严德法淡淡地说 三生学院随时可以单挑的校规 就立在门口 你们进来时没看见吗 那好吧 我找他单挑 灵拳站了出来 你不是教官吗 叶小蝶一脸诧异 他是今天刚报道的学生 什么 叶小蝶和苏唐 异口同声的惊道 林大师竟然还是个学生 还是我的同学 这个 三生有幸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叫他林大师 你们是不是吃错药了 不过 你要英雄救美 那正好让你见识见识我的 什么 灵拳不等叶小宝说完 懒洋洋地一招手 小伙突然冒了出来 冲着三眼兵甲兽 就是一口烈焰喷剑 龙卓 这小子的神兽 居然是龙卓 还是火系的 专刻我的冰屑 叶小宝惊魂未定 耳中就传来三眼兵甲兽的一声惨叫 不但他他身上的一层冰霜 全化成了水 连身上的肩胛 都冒出了一个个的水泡烫伤 叶小宝心疼地抱起他就跑 你们等着瞧 事情没完 没完 出招我都接着 刚得罪林哥 你小子完了 张大力怒吼一声 就舔着嘴唇说 林哥 咱这神兽还有亲戚 还有富裕部 给俺也来一发吧 没了 限量版 第九章 超级富二代 快货零酒号包厢 张大力一口气 来了十瓶的皇家礼炮 二十一年 牛叉 绝对的牛叉 我张大力瞎了眼 再难递成十年了 也不知道林哥的存在 真是白活了 来 我敬林哥一杯 我不喝酒 给他喝吧 小伙钻进酒杯里 就一口气喝了个金光 叶小蝶和苏唐 看得都眼睛直了 带龙族神兽的御寿师 精神测试S 放哪座城池 都是前途无量的天才啊 还是资深丹师 这从头发丝到脚毛都在发光 就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 必须拉拢 张大力和苏唐 都涌起了相同的念头 林哥 有加入冒险团吗 我家里有十只冒险团 编号为001-010 007还没满园 也常住在南地城 不如我们都进007 林大师 我和小蝶 都是红星冒险团的成员 我排行十三 小蝶排行第九 要不你也加入红星吧 不对 我们最近改名了 叫小番茄 林全学弟 我和几位学长 也组建了冒险团 是几个冒险团合并的 全称叫三生联合冒险团 简称三连 不如你加入我们吧 谁都看出来了 林全不担天赋高 还是极战力啊 三眼兵假兽 是二截神兽 直接就被他的神兽给秒了 这放哪都是抢手货 桌上摆着三块徽章 都是铜制的 按冒险团的实力 分为铜 铁 银 金 钻武等 从徽章材质就能辨别 叶小蝶没吭声 他见过林全的冒险团徽章 铁制的银河 林全伸出手 在三块徽章那绕了一圈 看得桌旁的人心 都提到了嗓子眼 结果 他一块都没拿 我暂时还不想加入冒险团 别啊 林哥 我们团福利好 待遇高 一周一次三温暖 半个月一次按摩 都是免费的 你要不信 我带你上十三楼去看看 张大力可不想白来一趟 今天说什么 也得把林全拿下 我想好好学习 嗯 你都资深单试了 学习什么呢 叶小蝶无语的低头喝酒 我明白了 你想单单 一位学长叹气道 你想做赏金猎人是吧 赏金猎人只能干小事 干不了大事 想要干大事 还得进冒险团 得团队合作 林全咧咧嘴 把叶小蝶叫到门外 干嘛 阿红这两天 没什么异常吧 喂 你的生结药水 喝了 有后遗症 叶小蝶暗想 早知道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事 天底下哪来满大街的好心人 就问问 你跟叶小宝有仇 有 仇大了 叶小蝶满脸 深仇大恨 一提名字 就要将人活寡的表情 传说叶一千那老混蛋 年轻时爱在外面找女人 你不会是他私生女吧 他不会对你妈 使乱中气吧 我靠 真的 叶小蝶都快成怨妇脸了 林全猜都猜出来了 你准备杀了叶一千 我妈是被城外的妖兽杀掉的 我先要找到那头妖兽 再跟叶家算账 林全顿时升起了同情之心 想起了自己的父母 我家也一样 叶小蝶压抑地抬起头 如湖水般湛蓝的毛子 看向林全 阿红 给我抱抱 林全不想再提伤心的是 手一绕 就从叶小蝶的肩上 把阿红给拎下来 体型大了一倍 快跟头猪一样了 抱起来软绵绵地非常舒服 我还有净化药水 能帮阿红的几个部位都净化了 就是这次不能免费了 要多少钱 有多少 我要多少 张大力钻出来了 一脸兴奋地嚷着 手里还抱着粉红六耳猫 在那用脸揉 一个个淘心气泡飘在空中 看得林全快吐了 不过妈 张大力是个超级富二代啊 东北商会会长的儿子 肉都能卖几百万一斤啊 林全的眼睛立刻眯了起来 你这小猫比较特殊 我那金花药水吗 说说 五十万一瓶 小看我了不是 我给一百万 林全 给我先拿两瓶 林全精了 乖乖的 还有网上还价的 叶小蝶也精了 他听都没听过那么多钱啊 林全说的进化部位 又是什么 这道理很简单 在没能升级之前 可以单独进化神兽的某一部位 让他单独强化 张大力黑黑一笑 什么部位都行 只有特殊部位 我懂 我懂 那 林全打算狠狠宰他一刀 不然明天 就得交房租了 那房东大姐 可不是好惹的 左青龙又白虎 老牛在腰间 龙头在胸口 从小就练铁布山金钟罩 是南地城东南一带 声名显赫的格斗武师 这是制作费 材料费我还没提 我列个单子 你去帮我把材料买过来 我晚上回去帮你做好了 张大力一惊 攀着林全的肩膀 就低声问道 林哥 你莫非是传说中的单狮 别张扬 低调 我懂 叶小蝶斜眼看着两人 哼了声进包厢去了 金金虎的门牙 九头鸟的羽毛 雷电吞火兽的尾巴 这都是二阶妖兽啊 你想想吧 净化药水 可不得用二阶的吗 你的粉红六耳猫 是一阶妖兽吧 张大力明白了 马上招手叫人去办 等半个小时后 张大力的人 就提着一大袋东西进来 林全要的东西都齐了 你就安心等着吧 明早我就给你净化药水 得嘞 就等林哥的好消息了 林全瞧着镜仗 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一阶净化药水 在系统商店 也就卖个三万 转手卖了个一百万 还捞了一大袋的二阶妖兽材料 转头还能拿到材料商店卖了 算算也能值个几十万 真是太爽了 第二天一早 林全睁开眼 就看见小伙趴在地上 把那一大袋二阶妖兽材料 给吃了个干净 第十章 四大凶徒 喂 你也太能吃了吧 这都是钱啊 林全掐着小伙的脖子 拎着他就摇 摇半天也没见他吐出点东西来 气得林全都快翻白眼了 叮 宿主怒气值达到一万点 净化 一见 嗯 嗯 碰 就听到一声震翅声 小伙跳在空中 全身蔓延出一团火焰 薄如纸覆盖余身 快速地在他身上缠绕着 过了不到三秒钟 小伙从嘴里冒出一团烈火 喷响天花板 那早就支撑不住的吊灯 直接融了 化成铁水掉在地上 地板立刻多了一些被烧热的痕迹 一片黑暗 再看小伙 他体型竟然一下大了数倍 快有一只老鹰大小了 外皮也多了一些深红色的光泽 一双眼睛更是熠熠生灰 像在发亮 更可谓的是 他那脑门上多了一个小脚 威风了许多 小伙 种类龙族 深渊火龙 等级 二阶神兽 进度0% 绑定序号 1 战斗力 3128 战斗技能 烈焰喷剑 烈焰缠绕 战斗适应性 全地形加持症 299% 可进化部位 口腔 翅膀 爪子 毒性 皮毛 潜力 终于一阶了 灵拳抱着小伙 就掐他脖子 就算二阶 你也不能乱吃东西啊 小伙委屈地把翅膀搭在脑袋上 好了 下不为例 灵拳心想 得买个收纳袋了 要不带出去太造谣了 南地城又不是什么太平地带 眼红的家伙肯定不少 一番系统商店 好家伙 最便宜的 能收一阶神兽的 都要50万 稍微好些的 能收三阶以下神兽的 直接要200万 绝对是奢侈品啊 仔细一想 买了 省得以后再换了 看着扣掉200万后的余额 灵拳都想哭了 这赚钱永远没有花钱快啊 灵拳 灵玉盘 听到敲门声 灵拳连忙将小伙 装进收纳袋里 徐姐 我姐不在 我姐 明天回来 再给你房租吧 明天 行 那就明天 明天我一样早上过来 要晚一个小时 我就把你们姐弟俩给拆了 咦 徐姐这么好说话 灵拳听着远去的脚步声 才敢去学院 张大力早就等得着急了 身旁的烤鸡腿 都吃了满满一大盘子 看人来了手也不擦 跑上去就问 弄好了吗 放心吧 两瓶 灵拳把精华药水递过去 就看叶小宝 站在几个生面孔的学生中间 都不是昨天的新生 转校生 跟叶小蝶苏唐一样 我怀疑是 针对你来的 你得小心点了 张大力捧着精华药水就走了 小蝶你别担心 有我在 叶小宝就算吃了雄心豹子胆 都不敢动手 苏唐啃着玉米棒子 双马尾一摇一晃的 魂不把叶小宝放在心上 你们真不担心 一位同学说 那四人号称 欺负学院的四大凶徒 那满脸长了青春痘的叫杨冲 他那神兽 可是二阶的疾风魔狼 吃人不吐骨头的 那长手长脚的叫甘泽 他的神兽 是风系的青风猴 那矮的跟个石盾一样的 叫荼痘 他带的神兽是赤火鞋 能喷火的 另个同学接过话说 还有那个看起来 嘶嘶闻闻的叫马懿 他的神兽也是二阶的 叫金贝铁现瘾 被咬一口 能让人痛不欲生 他们啊 在欺负学院都读到大三了 还转到三升学院 摆明就是来帮叶小宝撑场子的 你们都得小心 这个你们 把站在叶小蝶身边 一脸平静 在想着 是不是在接个任务 去城外赚点钱的灵权 都包括在内了 他们过来了 几位原来站在一起的同学 都跟碧温神似的闪开了 五人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跟螃蟹一样 欺负那四位 还穿着欺负的校服 你就是那个S 杨冲上来就挑衅得冲灵权喊道 看起来不咋地嘛 还以为有三头六臂呢 就是嘛 长得也就一个凡人的模样嘛 土斗跟着说 甘泽冷笑道 鬼才知道他耍了什么花样 马一则笑呵呵地说 不管人家玩什么手段 他那条火龙可是实打实的 怎么 不拿出来 让几位学长见识见识 几双眼睛都盯在灵权身上 好啊 你们原来是冲着他的神兽来的 你不知道 就算杀了他 那条火龙不会跟你们签订契约吗 苏唐仗义直言道 神兽一生只认一个主人 那倒未变 马一笑道 就是啊 我们想长长见识嘛 怎么 林全同学 不敢拿出来吗 我 不敢 我怕拿出来太大了 吓死你们 林全朝叶小蝶打了个手势 他见过的 你们问他就好了 慢着 杨冲冷着脸伸手一拦 有没有点规矩 学长没让走 你就敢走 听说你是欺负的学生 跑来三生指手画脚的 喂 楼上的学长 三生的来欺负人了 林全朝楼上一喊 一眨眼功夫 就飞出二三十只神兽 在空中冷冷地盯着下面 四大凶徒立刻脸色一变 你马 还会叫人了 他们已经转笑到了三生 就不算欺负的人了 叶小宝盲说 学长们 快把神通收了吧 一个冷冷的声音传来 叶小宝 冲你叶家的面子 先放过这四个草包 下次要再装大尾八郎 我保证他们连一根刁毛都不会留下 除了单挑 你们要撕斗 去外面 撤 一瞬间 神兽们都飞了回去 叶小宝狂擦汗 指着镇定自若的林全喊道 放学后学校对面杂货铺建 敢不敢 傻叉 林全朝他一束终止 就听到一声轻壳 严德法沉声道 没完了是吧 你们都是五册六册才进来的 都边境预备班 有我带课 一个月后再分班 今天先解散 第十一章 人脸无功 严德法一走 叶小宝就冷笑道 今天没课上 要不要去外面练练 林全也是一声冷笑 你们都在杂货铺等着 我撒个尿就过去 行 马一四人大喜 就怕你不来呢 叶小蝶一愣 苏唐就摸出根玉米棒子分给他 我们也过去看看 不去了 不说要出城吗 苏唐也想起来了 老大叫我们过去呢 林全撒完尿 就翻墙出了学院 找到了个合适的任务 三级悬赏 任务概述 清除城外黄蜂岭 一街妖兽 任务地点 黄蜂岭 风险 有可能会遇上二街妖兽 提示 妖兽以一街为主 大部分是爬行类 白天行动减缓 晚上风险增大 赏金 五万一只 触角为凭正 小伙白板的时候 就能干翻叶小宝的二街神兽 三眼兵甲兽 一街那还有什么问题 至于黄蜂岭 林全心头一沉 当初父亲林长江 和母亲梅杰 去的就是黄蜂岭后面的银交山 也许还能找到线索 出城往东北走 公墓 再走二十公里 前方一座山市险峻的布满黄沙 风一吹就风沙阵阵的 就是黄蜂岭了 林全抬头秀了秀 从风中就传出浓浓的血腥味 南地城的人很少会来这里 也许是妖兽之间互相残杀吧 至于人脸蜂蜂的资料 早在系统里查到了 这种妖兽体型在三米左右 靠喷出的毒物捕猎 习惯群居生活 往往会有五只左右 在一个巢穴里 经常都是一王四缝的配置 会在秋天产蛋 一胎能生产一百枚上下 而往往母蜂蜂 蜂蜂会把其中九十九枚蛋都吞掉 当成是做月子的营养品 剩下一枚孵化出来 再养到一岁 才会驱赶出去 让它独立 捕猎方向 则是攻蜂蜂为主 以别的妖兽或活人为食 登到半山腰 就看到一些碎裂的妖兽尸体 都是只剩下下半截 肠子都流出来了 非常的恶心 林全都不敢大口吸气 只能将小火放出来 打起精神往山上去 人脸蜂蜂的巢穴 一般建在靠近山顶的地方 以天然的石洞为主 那么 靠 林全一抬头 一只人脸蜂蜂就在他四米外趴着 那对大大的触角就在那竖着 不等他叫小火 一口啄气就从人脸蜂蜂的嘴里喷出来 竟敢玩偷鞋 林全立即往左横跳 人脸蜂蜂又喷 林全立即又往右横跳 人脸蜂蜂再喷 林全直接跳开了 就瞧他原来站着的地面 一下就成了屎黄色 好可怕的毒 再一看 那人脸蜂蜂一击不中 掉头就跑 林全哪会让到手的钱跑了 小火 追上去 在他的指令下 小火翻动翅膀 在后面紧紧跟着 显然人脸蜂蜂 是对小火有着天生的恐惧 小火逼得越紧 他就爬得越快 没多久就来到一处石洞前 再往前一钻 直接就进去了 这就是他的巢穴了吧 里面肯定还有四只母的 林全笑意满满地走到洞口 是一小火来一喷 借着火光往里一看 看清后差点就尿了 这哪是一公四母 这里面少说 也有二十只以上的人脸蜂蜂啊 一只鸭一只的 堆在一团 叠罗汗一样的了 还全都在那发抖 被小火给压制的气都不敢喘 林全抬起手 正准备让小火 把他们全都干掉 突然那些人脸蜂蜂 集体掉过头 张大嘴 他下意识就叫道 不好 狗急了还会跳墙 何况是蜂蜂 一团黄色的毒物 就从他们的嘴里 集体喷出 林全边跑边喊 给我喷他们 烈焰喷剑 好 小火嘴一张 对着洞里 就是一团火焰烧去 林全里 马上传来一阵凄苦的叫声 但他更担心的是小火 那毒喷到他身上了吧 他毒抗不知多少 会不会出事 一看他还活蹦乱跳的 就放下心来 再等了一会儿 毒散去 才走进洞里 就看到人脸无功的触角还留着 就欢喜地拍拍小火的脖子 行啊 知道分寸了呀 乖 要全烧干净了 那也没法拿触角去叫任务啊 林全将触角都掰断 扔到收纳袋里 这玩意儿 不单能装神兽 也能装别的东西 再找找 看还有没有 刚从洞里出来 林全话还没说完 一个人影就冲到他面前 张嘴就喷出一团毒物 他反应也算快了 手一抬就掩住嘴鼻 身体也跟着往后一仰 摔在草地上 一股难闻的臭味 弥漫在空气中 林全一看那人模样 就想要骂娘 任务提示说 有可能会遇上三阶妖兽 可没说会遇见异族啊 眼前的人 长着一颗人脸蜈蚣一样的脑袋 头上还顶着一堆触角 身体却是人的 一看没把林全喷死 蜈蚣人立刻摸出把刀 朝着林全就扎下去 任务提示 杀掉蜈蚣人 赏金一百万 又是临时任务 林全先来不及多想 翻身往洞里跑 小伙呢 跑回洞里 才看见小伙在啃食着人脸蜈蚣 一双爪子还在扒拉着 想要打包带走 还吃个屁啊 赶紧把外面的人干掉 林全朝着小伙的屁股 就踢了脚 小伙一脸郁闷地转过头 林全就听到 外面有人在喊 是蜈蚣人 他经常会出现在 人脸蜈蚣的巢穴附近 大家小心 第十二章 小番茄冒险团 林全示意小伙先别动 带着他慢慢地站在洞口 朝外面看过去 就见蜈蚣人被朝着十洞 面朝着那八个人 他们都是学生的打扮 也都带着神兽 大概都是 一阶御寿师的样子 胸前还都挂着徽章 似乎在哪里见过 林全想了想 对了 昨晚苏唐拉我进冒险团里 摆在桌上的 就是这样的 一颗小番茄 两根南瓜藤三把长剑 名称就叫小番茄冒险团 还不乖乖蹲下 让我砍 还要我费力气吗 一个长着张娃娃脸的御寿师 乃声乃气地说道 这家伙是白痴吗 团长 悬赏上没说要杀乌工人 我们还是先把人脸蜈蚣 干掉再说吧 一直能赚五万呢 一个脸上有块黑斑的少年 大声说 你懂什么 我们是在意那些赏金吗 我们在意的是名声 只要我们能一炮而红 把名声打响了 就会有许多的追随者 许多的粉丝 到时我们再出些周边产品 让他们加入我们的粉丝俱乐部 每个月的会费 就够我们花的了 现在 把他杀了 回城里 我们就是英雄 强子 蜈蚣人突然动了 一晃就到了黑斑少年的面前 按着他的胳膊一喷 黑斑少年应声倒地 眼看着抽搐几下就不行了 上 剩下七名少年 都是悲痛欲绝的神情 分散开呼唤神兽上前应战 三只神兽 先被蜈蚣人 直接一口毒物熏倒 神兽的主人们 心急火燎冲上去观察 也随之倒地不起 其余四人一看简员太快 简直没给他们反应的机会 顿时心里凉了半简 这时 那四人的神兽也靠过去了 眼见蜈蚣人身上 陡然生出黄色毒物 还一下扩散到三米直径之内 四只神兽也无一例外地被毒翻 在地上动弹不得 好在有了前车之剑 剩下四名少年 虽然痛惜不已 也不敢轻易上前 那团长更有了打退堂鼓的打算 玉兽师的进战格斗能力极差 靠的就是神兽 你们先断后 我再想办法 团长一喊 三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他推了一把 瞬间被毒物笼罩 人也随即躺平 老大 老大在上面吗 此时从山下传来声音 林全抬了抬眉 他俩怎么来了 七妹 十三妹 你们可来了 我们就快成功了 你们快上来吧 团长喜行余色 叶小蝶和苏唐 带着各自神兽跑到他身旁 就看见了躺在地上 人世不省的少年们 他们怎么了 团长一脸自责 那个蜈蚣人干的 我拼了老命 也没能保护他们安全 蜈蚣人 叶小蝶一惊 瞅着那浑身毒雾的蜈蚣人 心下发出 别怕 他已经被我打成重伤 只要你和苏唐上去最后一击 必定能大功靠成 是吗 苏唐疑惑地看向满地的同伴和神兽 千真万确 我那神兽的毒液 已经喷在他身上了 你看他外表没事 其实有了内伤 可惜我家二哈 拼死一击未尽全功 你们快动手吧 团长说着 看蜈蚣人动了 连忙一推二人 朝山下就跑 阿红 万真刺险 叶小蝶大惊 肩上的阿红奋力一跃 身体膨胀了两倍 炸出一团红毛针刺 苏唐也将收纳袋里装着的神兽扔出去 居然是只鬼火蜥蜴 这玩意儿不光能喷火 唾液还有剧毒 一落地就快速地爬向蜈蚣人 灵犬扫了眼烈火蜥蜴 就微微一愣 鬼火蜥蜴 种类 爬行类 等级 三阶 四阶神兽进度13% 战斗力 1828 战斗技能 焚烧大地 剧毒狂喷 战斗适应性 平地加持症99% 可进化部位 口腔 四肢 毒性 潜力 九阶 竟然有九阶潜力 要知道神兽 能达到九阶的 可是凤毛麟角 还不说这只蜥蜴 竟然是三阶 蜈蜈人显然也 深知鬼火蜥蜴的危险 闪避着阿红的针刺回身 竟想往洞里跑 苏唐指挥着说 啪啪 小心点啊 他们还在地上 叶小蝶却看万针刺血 只有树根扎中了蜈蜈人 也很着急 叫着阿红 别跑太快了 慢点 蜈蜈人推到洞口时 猛然发现不对劲 一抬头 就被小伙一口喷了个当面 啊 他捂着脑袋 就原地惨乎 连绕了好几个圈 才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叶小蝶和苏唐都愣住了 林大师 你怎么也在这里 你的火龙又大了好几倍啊 我听说此地有妖兽为祸 特地前来为民除害 叶小蝶不客气地说 你是不是看见了 金灯酒吧的悬赏 举手之劳 谈不上什么悬赏不悬赏的 这一窝的人脸 蜈蚣我都除掉了 回程你们千万别大声宣扬 我这人 不好名不好立 叶小蝶都不好说什么了 指着一地的同伴 你早就来了是吧 为什么不出手帮他们 都怪事情发生得太快 我以为他们人数众多 一个无辜人算什么 结果一分钟不到 全躺下了 那个团长还把同伴 推出去挡枪眼 自己跑了 我正打算出手 就遇上了你们 叶小蝶伤心地走到同伴的身旁 一一检查 中毒都不清 都是中毒昏迷 送回去 也不知能不能活过来了 苏唐就问 林大师 你有办法能救他们吗 刚才有人说我见死不救 我看 我真没办法 苏唐就拉着叶小蝶过来 小蝶 你给大师道歉 你要能救他们 我就跪下给你磕头都行 那多不好意思 这地也挺硬的 林全坏笑着说 看叶小蝶快气炸了 才摸出十几颗解毒丸 人和神兽都一样 一人一颗 十分钟就没事了 谢谢 叶小蝶一把抓过 赶紧给同伴服下 林全提醒他们 附近不安全 等人醒了 你们就赶快走吧 那你呢 林全淡淡地朝天看去 玉兽师 以涂灭妖兽 荡平天下为己任 除恶物尽 不能半途而废 我再去四周看看 第十三章 无耻 小伙 把这片树林烧了 小伙 给我往下了 小伙 刚才我是不是 把那俩小丫头骗子震住了 小伙 你说叶小蝶 就算是叶一千的私生女吧 叶一千的老头 也应该给她不少钱吧 怎么老穿着那一套 女校制服 天这么潮 不会都有味了吧 小伙 那苏唐哪来的鬼火西医 一阶玉兽师 最多只能带二阶神兽啊 除非加了静咒 他好像还挺有背景的 连叶家都不放在眼里 言德法都怕他 小伙 张大力那死胖子 是不是看上苏唐了 昨晚在快火灵 我可见 他想灌酒来着 结果让人苏唐一蒙妹子 给喝趴下了 小伙 小蝶他的腿快 跟我老姐一样长了 还有那前面 是打棚大计的 一人一兽在 黄蜂岭山顶 四处找着妖兽 小伙就不能说话 只能摆些姿势来反应 例如 他刚才用翅膀比了颗心 呸 我看上叶小蝶了 你瞎了吧 我是想帮他 他看着也挺不容易的 林全深深地叹了口气 叶小蝶母亲死于妖兽手里 叶一千看上去 也没帮他什么忙 叶小宝又冲着他来的 让从小父母双亡的林全 有些同病相怜的感觉 至少我还有个不靠谱的老姐 勉强还能吃饱饭 生日还有人送蛋糕 他可能就 靠 好不容易发现一处石洞 面积比刚才的还在 里面却都是人脸无公的尸体 快有上百只只多了 每只都被掰去了触角 一定是由赏金猎人提前了一步 五万一只 一百只就是五百万 林全心脚痛 捂着胸受不了 换成进化药水 生接药水 卖给张大力那傻子 那就是几千万 小伙也感受到了 在空中抓狂地扭动着身体 你说是不是 我要发财了 我不给你买好吃的 上等的寿粮 精致的寿粮 纯净的山泉水 优质的营养液 我特么还能给你找一亩的 弄个童养席是不是 小伙点头如捣蒜 是哪个孙子抢在我前面 你嚷什么呢 猛的 一句带着甜蜜芬芳 熟悉又让林全毛骨悚然的声音 在洞里响起 就瞧那一堆人脸无公里 爬出个靓丽的身子 单手拖着个麻袋 腰上盘着条青蛇 翻着白眼 直视林全 林全张大了嘴 老 老姐 怎么了 我竟然识他们就死了 我知道有悬赏 就把他们的触角都掰下来了 谁知还有余毒 我就被熏过去了 躺了老半天了 林玉盘伸了个懒腰 将他的曲线 毫不遮掩地 晾在林全面前 这个 林全又不是三岁小孩 能那么容易糊弄过去吗 可要说林玉盘 能干掉人脸无公 就一两只还差不多 一百只 他除非吃了大力丸 你跑黄蜂岭干什么来了 你想靠你那破龙 也过来撞外快 林玉盘冲小伙一指 小伙就不满地 摆动着尾巴抗议 林玉盘的青蛇 就昂起身子 在那轻蔑地朝小伙音笑 老姐 明天得交房租 那位徐姐今天就来拍门了 你要不留些触角 给我去换钱 我把房租先交了 林全跟谁狂 也不敢跟青姐姐嚣张啊 一副好商量的模样 这些触角不能给你 昨天慕容书他家出事了 他家熊孩子 把叶家的斗兽厂给点了 烧了好大一片 少说也得赔个几百万 不然就得要慕容书一家抵命 高叔叔家 也穷得快接不开锅了 准备把他家小女儿卖了 他小女儿长得挺周正的 要不我买来给你做老婆 得得得 老姐 您请吧 林玉盘拖着口麻带出了洞 又走出数十名院 才说 小青差点就露线了 青蛇居然开口说人话 姐姐 全根他变了许多 那头深渊火龙可厉害得很啊 再厉害也不如你 你是变一种 就是 哎 我说你不是看上他了吧 青蛇把头一钻 缩进林玉盘的口袋里 不说话了 这时从树林里冒出几个人 都是御寿师和格斗舞师 大姐 刚才谁这么放的火 差点把头发都烧没了 就这一片 还能藏身 帮你免费剃头 还不满意 林玉盘翻了个白眼 冷酷地说 先把这一麻袋的触角交了 准备好 明晚就进山 是 几个人充满敬畏的抱权 他们的目标是 黄蜂岭后面的阴郊山 你说我倒八辈子大霉 才探上这位姐姐吧 她洗澡不关门 老爱抠脚 还常带各种莫名其妙的男人 回来过夜 那条青蛇也古利古怪的 有时我盯着她看都发慌 好像通人性一样 林玉盘说着 就看见了叶小蝶 你没跟苏唐 带着你们同伴下山吗 她叫人过来 把人送回去了 吃了你的解毒丸都没事了 那你是想 过来看看 有没有便宜站 叶小蝶脸色微变 这话属实有点扎心 我是收到通知 明早七点就要去学校 我想 你还没走远 就过来告诉你 哼 叶小蝶一扬马尾就走了 七点 学员正常上课时间都是八点 提前一个小时 搞什么鬼 第十四章 商店的消息 林泉起来的大早 看六点淋浴盘还没回来 赶紧先下楼跑了 省得跟房东大姐撞上 先跑到马家 把任务交了再说 手里没钱 心里就慌 干掉蜈蚣人的一百万 早就花光了 解毒完都花了快四十万 每颗都要一万 当时就给了叶小蝶二十颗 拍什么呢 伙计刘哥还没睡醒 把门板给搬开 就接过一麻袋的触角 你姐昨天不是叫人来过了 也是教的人脸蜈蚣触角 咋还有剩的 你也知道我姐那性格 大咧咧的 这是忘了蜡家里的 也是啊 玉盘姐就是有个姓 我喜欢 伙计刘哥笑着把林泉带到柜台前 最近城外不安生 你要没事少出点城 林泉一愣 刘哥听到什么风声了 上次不是死了十几只冒险团吗 都是在黄蜂岭后的银礁山 听说 刘哥压低声音 那地方有四街兽王 四街妖兽 还是兽王 林泉惊到 多少年南地城附近没出现过了 那可不是 城门那贴了不够 谁能把那兽王杀了 就能得到这个数 两千万 林泉听得心动不已 只是四街妖兽 小伙有没有能力挑战 他还不知道 还是先等等别的冒险团的消息吧 你别跟林泉说这些 马掌柜提着牙刷和杯子出来说 他要头脑发热 出了事 你单待得起吗 刘哥憨笑道 不就当闲聊吗 我说林泉 你就一普通高中生 不会想要去银礁山吧 我通过精神测试了 现在在三生上学 我去 可以啊 刘哥喜道 果然是玉盘姐的亲弟 林泉长的儿子 当初你解二测试 可是拿了A的呀 嗯 A有个屁用 还不是成天带着条废蛇 少说两句 没人把你当哑巴 马掌柜拿牙刷 敲了下伙计的脑袋 林泉 你就是来交任务的吧 营养业有吗 顶级的 给我来几款 顶级的 玉盘姐的小蛇 要吃这个 一管五万 你抢钱吗 那要不要 来五管 林泉刚走出材料商店 马掌柜就骂伙计 你疯了吗 林玉盘的事 跟她说什么 要她知道了 谁把你当变形金刚拆了 我一时嘴快 你说 玉盘姐她会不会带团进山 谁知道 她那个疯压头 马掌柜摇摇头 手一晃 一条黑壳马黄 从柜台后蹦出来 跳到她的背上 林泉跑到操场上 正好赶上点头 再晚一分钟 就得算迟到了 二十多位预备班的同学 都站在那排成几列 脚旁 蹲着站着各种神兽 严德法和一位相貌堂堂 一脸正气的中年人 站在队列的面前 这位是你们的技能教官 姓叶 大名叶寒光 是一位三阶御寿师 又是姓叶的 叶家的人 叶小宝在那得意的 朝旁边的说 这我七叔 我们叶家三大冒险团 之一的副团长 教官这是奸的 林泉 尼玛 昨天敢放我鸽子 林泉祈祷 咦 这可怪了 我晚上九点过去的时候 你们不在啊 叶小宝怒道 谁特么等到晚上九点啊 那谁说了晚上九点不行呢 操 言得法沉声道 都给我安静 叶教官 你来说两句吧 叶寒光微笑说 我看有的同学还没有神兽 这样吧 我们先去契约室 按理说 精神测试一过 就要去本校的契约室练手 至少会有一只白板神兽 可显然有部分同学没来得及 大家就跟在叶寒光的后面 来到了综合教学楼 一楼就是契约室 大约有数百个平方 外面就能听到一些嘶吼声 林哥 我只能跟您说 牛叉 张大力过来了 刚才站得比较远 没能说上话 林全看他那粉红六耳猫耳朵 成了桃心状 就乐了 这死胖子 净化的是耳朵 还有爪子 张大力抱起粉红六耳猫 把他毛茸茸的小手一按 哼 那伸出来的小爪子 闪着银色的寒光 林哥 还有精华药水吗 再给我来俩 这玩意儿得优着点 不能老喝 得等半个月 这叫缓冲期 得 都听您的 您可得给我备着 材料到时宁发话 我给您找你备齐了 还有件事 算了 改天再聊 林全点头答应 前面就看叶寒光 站在一个个的笼子边上 契约室里 都是白板或一阶的妖兽 也有部分二阶妖兽 大家既然来了 就都过来试试吧 没有神兽的心来 一位天生就瞎了一只眼的同学 上前就说 叶教官 能随便挑吗 看中谁就挑谁 你七月数学了吗 学了 试试吧 一只眼看中了一条白毛铁齿鱼 属于一阶妖兽 叶教官就手一拍 笼子立刻震碎 白毛铁齿鱼从里面窜出来 四爪在地上一扣 就冲着一只眼狂吠 一只眼大气都不敢出 连忙咬破手指 在地上划出符文 太慢了 叶寒光喊道 快点 不要让妖兽有反抗的机会 正说着 白毛铁齿鱼 冲着一只眼就扑上去 七月过程瞬间被打断 眼看就要扑到身上了 一道银雷从叶寒光的身后打出 将白毛铁齿鱼 打成了一团黑炭 一条断了尾巴的白铃雷胶 趴在叶寒光的脚边 懒洋洋地看着一脸震惊的学生们 第十五章 学院契约是 白铃雷胶 种类 类龙族 等级 三阶 四阶神兽进度95% 战斗力 7858 战斗技能 深水炸弹 一发七响 战斗适应性 水域加持症299% 可进化部位 口腔 毒性 潜力 七阶 灵犬瞳孔一缩 七千多的战斗力 类龙族 三阶神兽 好强啊 比小伙还强 其余的同学也被深深地震撼了 叶教官好帅啊 那头娇也好帅啊 我可是头回见戴娇的御寿师啊 要不是叶教官 一只眼早就死了 他也太废材了啊 叶寒光拉起瘫倒在地的一只眼 你精神测试什么等级 B 是了 叶寒光笑道 你们都是五测六测才通过的 精神测试等级都偏低 七约数的施咒时间也就长一些 我把这忘了 我给你道歉 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 七叔 可不是谁都低啊 我们这里可有位天才 叶小宝 洋冲阴阳怪气地说 就是 人家可是S呢 别说南地城了 整个南方 也是独一号啊 蚂蚁也阴嗖嗖地说 这不是有二阶妖兽吗 让人家试试 甘泽斜眼道 我看二阶妖兽也不成 要有三阶妖兽就好了 嘿 土斗放声嘲讽 要不直接让他契约四阶妖兽吧 嗨 这五人连带几个跟他们混的同学 都在那疯狂地笑着 一阶御兽师能契约 诸二阶妖兽就是传奇了 正常情况下 S也比A精神力强大一些 狮咒的速度快 神兽的忠诚度高而已 你们够了 苏唐指着他们说 有本事自己上 说什么风凉话 我们都有神兽了 哦 对了 他也有 还是一条龙 叶小宝极度地说 叶寒光立刻来了兴趣 龙 有一阶的龙吗 你拿出来我看看 在他的认识里 龙族最低都是五阶妖兽 还是天蚕地区的那种 稍微全虚全脑的 那都得是八阶起 一不小心就九阶了 放家里了 没带 灵犬给叶寒光来了个软钉子 叶寒光眼里闪过一丝不满 淡淡地说 那就试试你的契约术吧 这个怎么样 他指的是一只血鬼换狼猪 这玩意儿能让人产生幻觉 吐出的丝 还有极强的攻击性 在二阶妖兽中 都属于极难对付的角色 体型也不是一般的大 快跟饭店的圆桌差不多了 就是平常的二阶玉兽师 也不敢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跟他定下契约 苏唐为灵犬说话 叶教官 这有点难为灵犬了吧 叶小宝冷笑道 他不是S吗 他不是牛叉吗 龙都能契约住 一只血鬼换狼猪怕什么 苏唐提醒道 但一阶玉兽师只能契约一只妖兽 你们忘了吗 这个 叶小宝一时雨色 可他不会放过让灵犬出球的机会 七叔 我听说神兽有种假托力状态 叶寒光点头道 对 只要神兽跟宿主的距离超过十公里 就会形成假托力 可以在这种情况下 对别的妖兽进行契约 听见了吗 你住哪里 叶小宝喜道 灵犬一番眼皮 我住你家里 昨晚跟你妈睡的 我身上还有你母上的体香 你特么找死 叶小宝狂怒 身旁的三眼兵假兽 更是极其暴躁 就是他那被小伙烧过后 伤势未愈 一半皮还是黑的 有些滑稽 叶小蝶听得心花怒放 他对叶小宝的母亲 可是半分好感都没有 被赶出叶家的 叶一丘 本来是想接济他们母女俩 要不是那位正房从中作梗 也不至于连口饱饭都难吃上 来啊 过来啊 林全招手 打我呀 快点啊 叶小宝何尝不想揍他 可他也不傻 越是这样 越觉得其中有诈 杨冲 你上 小少爷 看我的 杨冲的疾风魔狼 做好了攻击态势 数把封刃在他身旁浮现 每把都有手掌大小 足足有七八把之多 叶寒光这才开口 林全同学 你还是试试契约助血鬼换狼猪吧 也好给同学们做个榜样 假脱离状态 对你的神兽不会有影响 只要距离回到适应范围 后契约的妖兽 就会自动脱离 林全在系统中注意着自己的数据 林全 种类 人族 等级 一阶 战斗力 258 战斗适应性 平地 可进化部位 头 五只 脖子 毛 可契约数 二 潜力 X 似乎多了一条数据 战斗力方面 也在成长 应该是跟神兽的成长正相关 但林全并不想跟血鬼换狼猪建立契约 他实在是太丑了 丑就是原罪啊 带出去一点都不拉红 个头还这么大 也没地方养 我不想契约他 我干掉他行吗 叶小宝狂笑道 不带神兽干掉二阶妖兽 你当你是格斗武师吗 笑死人了 我看他是想死 二阶妖兽 就是二阶格斗武师 都要小心再小心 他一个御兽师 人家可是S 我们能比得了吗 那就让他去送死 张大力吼道 你们这些拉结 林哥说能干就能干 要没把握 他敢说这话 少拿你们跟林哥比 叶小蝶都担心了 林全虽然很讨厌 也不想他死在这里 你没问题吧 不是有叶教官在吗 要出事 叶教官还会袖手旁观 叶寒光微微汗手 就是目光扫过叶小蝶时 隐隐有些不快 他母亲当年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离开叶家时 把叶家可搅得鸡犬不宁 对他这女儿 自然也当贱货处理 那就让咱们的林全同学上啊 我们可要大开眼界了 叶小宝拉着洋冲说 让你的魔狼准备好 不管林全成不成功 趁他不注意 给我把他干了 成 林全大步走到 血鬼换狼珠的笼子前 契约求的就是快 所谓的顺发即达 强大的预售师 能将契约数的 史数时间减少到一秒以内 九阶的预售师传说 能达到0.0001秒 是真正的秒发 林全通过精神测试后 没有试过契约数 小伙是捡来的 之前呢 施数时间是一分钟 开 血鬼换狼珠从笼子里钻了出来 冲着林全就吐出一团蛛丝 第十六章 洋冲被干了 我闪 林全往旁边一窜 直接站到了叶小宝的身侧 你特么过来干什么 叶小宝一惊 将他往前面一推 林全就往空中一跳 居然跳到了快三米高 蛛丝险些粘在叶小宝的身上 好在叶寒光 及时让雷胶轰断了 吓死我了 靠 原地跳这么高 林全一看 距离楼顶还有四五米 高估了自己的跳跃能力 眼看蛛丝又飞过来 只好接招 不能直接打蛛丝的顶部 那地方太粘了 被沾上甩都甩不开 只能 林全改全围长 一把抓往顶部下方 十里米外的部位 用力一拉 血鬼换狼珠居然被他拉动了 这玩意儿 可有几十斤重啊 这他妈是御寿师 还是格斗武师啊 哪来的力气啊 他不会传说中的双修吧 滚蛋 我打听过了 在十八钟他就是个路人 屁的双修 叶小宝气急败坏地骂着 苏唐握了我叶小蝶的手 冒汗了 你也在为他担心 你不说他是个混蛋吗 叶小蝶没回他 只是咬紧了嘴唇 汗珠从他的鹅角滑落 林阁牛叉 干死那大蜘蛛 晚上 我们继续去快活林 这次 我把台珠给您准备好 一准让您舒服满意 张大力也在喊着 林全落在地上 血鬼换狼珠跟着 就上前喷毒 一团淡红色的毒物 都退到门口 独有之唤醒 叶寒光带着学生 都往契约室外退去 叶小宝给羊冲使了个眼色 羊冲就偷偷地贴着门站着 手按在疾风魔狼的背上 魔狼身旁的锋刃又多了几个 转速也快了一倍 林全也不敢碰那毒物 急退几步 就听到身后传来杂乱的吼叫声 他都到了妖兽的笼子边上了 被关在里面的妖兽 都被毒物惊醒 在那疯狂地叫唤 好在毒物的时间不长 很快就散开了 比那蜈蚣人还差得远了 只是好景不长 血鬼换狼猪 像是注意到 林全对毒物有所顾忌 就又是一喷 这次毒物的面积和浓度 都提高了不少 小心 林全 苏唐大叫道 叶寒光也在皱着眉头 看林全要怎么应付 突然 他瞳孔一紧 这小子 怎么往毒物里冲 他以为毒物只有置换性 毒性才是最可怕的 哄 一声巨响 一拳打在毒猪的脸上 又抬起腿一踹 脚面硬生生地 砸中毒猪的面门 差点让他脑袋 都缩进腹部去了 血鬼换狼猪也猛了 这特么 是玉兽师 格斗舞师 都没有这么不讲理的好吧 还让不让人活了 就在他发愣的瞬间 林全已经抄起了一旁的扫把 直接冲着他脑袋就扎下去 一团毒液 从血鬼换狼猪的身体里 爆射出来 洒得一地都是 叶寒光惊了 他也带过好几介学生了 没见过这么猛的 他哪知道 林全直接磕了三颗解读完 就在这时 林全稍有些松懈的时候 十多枚锋刃冲到他身前 干 林全一翻身 快速地躲过几枚 身体又往后一躲 躲在织闭眼棕毛猴的笼子后 才总算逃过一截 但很快 疾风魔狼就冲到了身前 洋冲也跟在后面 他一吹 又是十多枚锋刃 分成不同的方向冲过来 洋冲 你行啊 老子不发威 你当我是纸糊的 小伙 碰 早就按捺不住的深渊火龙 从收纳袋里放出来 张嘴就朝着疾风魔狼和洋冲一喷 手下留情 夜寒光大惊失色 白铃雷胶的连续七颗雷球 挡在小火的烈焰喷溅之前 但还是晚了一步 疾风魔狼被烧成了肉干 洋冲也被烧伤了半边身子 毒物这才散尽 看清空中的小火和地上洋冲 疾风魔狼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冲哥 土斗冲过来 就抱住洋冲的身子 哎呀 特么赶下杀手 我要弄死你 甘子的清风猴发出一阵阵的强风 还带着丝丝的清响 荼豆和马翼 也都让神兽做好战斗准备 叶小宝尖声道 叶教官 他敢杀人哪 这可是契约事 又没提前约斗 我要求学院把他开出学籍 赶出去 苏唐冷笑道 是洋冲自作自受 想要偷袭灵权 大家可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灵权这是自卫 是吗 自卫就能把人杀了 那至少也是个防卫过当吧 七叔 叶小宝想借此机会 让灵权滚出三生学院 没了系统性的学习 灵权的天赋再高 上线也最多能到四阶 叶小宝 你还要脸不要了 叶小蝶终于气不过了 你这个贱货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别看你我都姓叶 收拾完他 我再收拾你 你等着被我卖到清一楼去接客吧 叶小宝对他 可一点不客气 张嘴就骂 叶小蝶气得面色发白 浑身都在颤抖 你们想要对付我 有胆就一起上马 灵权朝叶小宝走过来 小伙就在他背后摇动着翅膀 眼睛冷漠无情地盯着 叶小宝顿时心里发毛 你不说你没带神兽吗 我忘了不行吗 卧槽 七叔 你说怎么办吧 叶寒光冷着脸 压着内心的波动 淡然道 你们还不送洋葱去医务室 真想让他死吗 叶小宝这才和马逸 土斗 甘泽一起扶起洋葱 离开契约市 临走前还说 七叔 不要让他再待在三生了 他就是个祸害 这个蠢货 S级的精神资质 神兽还是火龙 赶他走 七夫马上就会把人抢过去 你以为南地城是叶家说了算吗 我一个教官 我也做不了主 院长说什么也不会让他离开三生 出事了 严德法文训赶来 听说了事情经过 点头道 杨冲是旧游自取 今天的教学到此为止 明天早上 我们在城外的公墓集合 进行户外教学 一部分同学暂时先不去 各自回去等通知 目的地迎娇山 什么 林犬猛地抬起头 第十七章 前进 迎娇山 林哥 我给您写个大大的福字 我大力活了十八年 可没正经服过谁 您是头一份 您看 这些都是快活灵性来的 这位可是北国来的金丝雀 金发 闭眼 腿长 腰细 嘿嘿 我还特地让人把他的臭线拔了 香喷喷的 快活灵的一号包厢里 张大力指着站在墙边的女生说道 稍微有点 那个啥 林犬比出个相框 从中间透过去看 这个 林哥的意思是 要的就是那体臭 你把臭线拔了 不够胃啊 林犬摇头叹息 那 林哥 要不要试试一族 还有一族 林犬一惊 张家业务范围够广广的呀 当然有 您不知道吧 南地城这达官贵人就好这口 张大力拍着大腿说 哎 你们东北商会怎么跑南方来了 不得全面发展吗 经济重心难移啊 可话说回来了 要是在东北 金丝雀算什么 那叶小宝又算个屁 我伸伸手指头就能让他隔屁 张大力吹嘘着说 口水都快喷到菜里了 林犬笑道 你今天约苏唐没约上 哎 林哥别提了 一提他名字 我就揪心啊 张大力捂着胸口装疼 慢慢来吧 急什么 林犬安慰了一句 就看进来两人 一人背后带着对小翅膀 一人还拖着条长毛尾巴 蝴蝶人和狐狸人 怎么样 林哥 有猫尔娘吗 这个 难抓呀 缺货的姐 咱家 就在东北有一位 林犬大手一摆 那算了 蝴蝶都是粉 狐狸又太胃了 这时 林犬和张大力 都收到了通知 两人就对看一眼 要去荧郊山了 林哥 升街要水你 每天能配多少 一天就三五平吧 那我先订二十平行吗 没问题啊 公墓门口 叶小蝶想起了那晚的事 就将校服拉紧了些 风大 心寒 你要不换套衣服 都进三生了 还穿着中学的校服 林犬 从收纳袋里 掏出两套衣服 塞他手里 一套古风套装 下面是短裙 都短到胯上了 上面是肚兜 还有张金巨脸 一套空姐套装 上面还有神鹿搬空的标志 连帽子都配齐了 你适合居心 人靠衣上马靠鞍 每人还得要靠穿 没别的歪念头 拿着 叶小蝶还犹豫 苏唐就帮他放进背包里了 小少爷 你妹妹不会跟林犬 谁他妈我妹妹 你妹妹 那就是个贱货 贱种 贱臂 贱骨头 老子看他 就想起那老贱人 还好他死得走 要不老子 也得弄死他 叶小宝粗暴地 打断了甘泽地话 他和甘泽 马懿 土斗都接到了通知 杨冲还在医院躺着 人基本是废了 就是救回来 也不能干什么了 搬砖都费劲 两把人分开站着 严德法和叶寒光来时 就直接说 正好 一边四人 林犬你们跟叶教官 叶小宝你们跟着我 分两个方向进山 叶寒光叶小宝先走 林犬就问 严主任 户外教学 直接就去银礁山 不好吧 你听说什么了 严德法 扭头问他 叶小蝶 苏唐张大力 也都竖起耳朵 我听说 银礁山出了四阶兽王 我们会不会去送死啊 张大力惊道 四阶兽王 四阶妖兽中的顶级存在 一直能抵十只 普通的四阶妖兽 严主任 我长言犯了 我能不能先回去 叶小蝶和苏唐 也都相顾失色 拔苗助长 也没这样的呀 一群一阶玉兽师 跑去挑战四阶兽王 那不跟飞蛾扑火一样吗 就是灵犬 也是心里打突 四阶兽王 不光本身实力超群 还是统领一群妖兽的存在 我们呢 也不会到银礁山的深处 就在外围 按正常来说 兽王的地盘 会是从外道内 妖兽逐步增强 靠近银礁山 和黄蜂岭的交界处 一般都是一阶妖兽 严德法得话一点没起到 安慰作用 大家想的都是 那万一跑出来了呢 哎呦呦 我肚子好痛 我先去拉个屎 严主任别等我 林哥 要不一起吧 你特么又不是女生 上厕所 还要拉着手去吗 那我先去了 张大力捂着肚子 就跑了 十分钟后 林全说 别等他了 他不会回来了 严德法 无奈地说 耸祸 你们别学他 来到黄蜂岭 严德法就说 前两天 有冒险团 把整座黄蜂岭的人脸 无功都干掉了 我们才能 安然通过 说起来 还不知 是哪支冒险团 任务完成后 也没见名字 林全感叹道 试了福一去 深藏公寓名 高人呐 叶小蝶深深地 看了他一眼 也不算什么高人 就是一般的一街妖兽 城里的御寿师 和格斗舞师 都不感兴趣 看林全挠头 叶小蝶 九言嘴偷笑 问个是 严主任 那十几只被干掉的冒险团 都什么级别的 只有一只铁牌的 剩下的都是铜牌 但影响很坏 铁牌冒险团 可是城里的中间力量 对于妖兽的活动范围 也比铜牌要理解的深 不会轻易犯险 这就让人怀疑 是不是有妖兽 超出了应有的范围 小心点 严德法拉住了苏唐 就见地上有一团黑色的枯枝 上面还有刺 被动型的植物系 腰兽乱缠腾 虽然是一阶 但踩下去了 腿都能给你绞成碎肉 苏唐惊魂未定 连忙将鬼火蜥蜴喊出来 严德法居然对他 能带三阶神兽 一点都不意外 连看都不看一眼 林全心想苏唐 到底是什么背景 叶小蝶的阿红 就扣在他脑袋上 两只耳朵 在那摆着 一脸惬意的样子 只有林全没把小伙放出来 还拿着几根胡萝卜喂阿红 阿红 快吃 不够胖啊 再胖拾巾 就更可爱了 别喂了 水分太多 容易拉泻 拉你头上吗 就知道 你没安好心 下来 叶小蝶才抱住阿红 前方就传来一阵 稀疏声 大家都注意点 是五眼红蛇 都是群体活动 一接妖兽 被他们沾上 就会钻进身体里 五腹六脏 都会被吃干净 第十八章 果然有鬼 突然间五眼红蛇 就从树林里 钻出来了 灵犬都吓了一跳 你马 着实有点太多了吧 整个地面 差不多都铺满了 入目之处都是 少说 也得有个上万条 这玩意儿体型 还非常小 说是蛇 也就跟蚯蚓差不多 要一个不注意 我靠 还能飞 它是靠强大的下肢力量 把身体抛起来 留神 严德法一声轻贺 居然拿出一把 土黄色的长剑 喂 你是玉兽师 不是格斗武师好吧 严主任 你的神兽呢 叶小蝶焦急地喊道 先试试我新学的剑法 这不是试剑法的时候 好不好 灵犬都不想吐槽了 本来挺稳重的严德法 怎么临时起义了 上 烧死他们 鬼火蜥蜴 踏着急促的步伐 如一头小巷般地 冲了过去 苏唐咬着棒棒糖 一点都不在意 一接妖兽而已 有什么好怕的 叶小蝶也指挥着 阿红去炸毛 灵犬就站在后面 眼中露出一丝警觉 事情不对劲 严德法有鬼 这次什么户外教学 原本就大有问题 哪怕说 是在银礁山的边缘 也万万不能开学 没几天 就带着一堆 一街玉寿施过来吧 他到底要干什么 冲着我 还是冲着叶小蝶来的 灵犬注意着 冲到五眼红蛇中的 严德法 剑法倒是不错 也着实斩掉了一些 可后面爬上来的 红蛇越来越多 好像无穷无尽似的 喂 你的火龙呢 苏唐喊道 先等等 灵犬一把拎住他的后领 把他放到身旁 就看他原来站的地方 落下了几条五眼红蛇 好险 苏唐一惊 连忙让鬼火蜥蜥烧快些 可言德法 就站在一群的 五眼红蛇中间 鬼火蜥蜴 也没办法 总不能连他一起烧吧 三街妖兽 对付一街妖兽 竟然也束手无策 阿红快躲开 叶小蝶看见几条 五眼红蛇弹起来 就冲阿红而去 就看阿红一对长耳朵 往他们身上一拍 拍落了几条 可还是有一条 往他耳朵里就钻 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阿红就往后一翻 身体掉了下去 叶小蝶急得要冲上去 灵犬比他还快 急步飞奔 将阿红一抱 一个悬身 就焕出小火 将数十条弹起来的 五眼红蛇烧了个干净 给我往山下喷 一条都不能剩 别管言德法 灵犬说完就手掐住 快要钻进去的 五眼红蛇 往外一扯 摔在地上 一脚踩扁 抱着他 你站后面 才说着话 就看言德法往后一退 小火的烈焰喷剑 将在地上的五眼红蛇 烧得七零八落 只是山下 还源源不断 有五眼红蛇爬上来 速度也越来越快 他们是来抢地盘的 这里的人脸 无功死绝后 势力成了真空 就在言德法说到一半时 一个身影 从山下奔上来 红蛇人 灵犬大叫道 那人下面就跟五眼红蛇一样 一双眼珠子 还都是翻白 果然跟猜想的一样 这附近的妖兽 都跟异族合作了 每群妖兽 都有一族统领 尼玛现在才说 灵犬头皮发麻 把小火先叫回来 指着那些 还在地面烧着的火焰 暂时五眼红蛇 不会过来了 红蛇人呢 叶小蝶担心地说 又抱住阿红 在那检查他的状况 虽然没被钻到身体里 阿红的情况也不好 快要昏过去了 五眼红蛇钻入身体 是要啃食血肉 他的耳朵一定被咬伤了 严德法扔出一瓶治愈药水 先给他用吧 灵犬扭头看那红蛇人 带着数十万的五眼红蛇 站在那里疯狂地叫着 要没有火焰阻挡 他一定冲过来了 严主任 还不把神兽放出来吗 严德法苦笑道 我的神兽受了伤 还在妖兽医院治疗 我以为这次过来 不会有危险的 哎 我大意了 灵犬微微一皱眉 也猜不出 他说真的假的 哪有御寿师不带神兽 就跑到迎交山黄峰岭 这种地方的 别怕 有我的鬼火蜥蜴 和你的深渊火龙在呢 苏唐毫不担心地说 灵犬可不放心 看那鬼火蜥蜴 在吞噬着五眼红蛇的尸体 就看到红蛇人像 被激怒了一样 在那不停地跳着 不好 红蛇人猛地 往空中一跳 弹出了十几米高 越过了火焰 直接朝夜小蝶冲来 小蝶 灵犬将他一拽 掉头就带着小火 往石洞里跑 你跑什么 你的火龙呢 颜德法大喊道 苏唐被红蛇人跳过 他就急忙让鬼火蜥蜴回来 可那鬼火蜥蜴 似乎对五眼红蛇 吃上瘾了 死活都不听号令 你这个笨蛋 你快给我去帮小蝶啊 苏唐拖着鬼火蜥蜴的尾巴 可他那个头力气 哪里拉得动啊 红蛇人跟着 追进了石洞里 灵犬这才将 夜小蝶的胳膊松开 低声道 你先别出声 最好躺平了 躺下干什么 好办事 灵犬一声宁笑 吓得夜小蝶抬腿 就踹了他一脚 喂 别动手啊 你看这些是什么 夜小蝶一扫四周 魂都下没了 都是些没了触角的人脸无功 这个石洞 就是先前灵犬 遇见灵域盘的那个 你躺在里面 那红蛇人认不出来 然后呢 我找他聊聊 灵犬纵身一跃 跳到了在那全神颈备 站在洞口 不远处的红蛇人面前 先等等 你是一族 会说人话吧 你想留下什么遗言 是谁让你来黄蜂岭的 哼 我只想拿下黄蜂岭 你们挡了我的道 莫人收买我 好吗 这不全都交代了 灵犬也没底 只想炸他一炸 是夜家的人吗 还是别的人 夜家 哼 不是 我不认识夜小宝 夜家那么多人 你就提夜小宝 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那好吧 好什么 你可以去死了 小伙喷出一团深红火焰 直接将红蛇人吞没 第十九章 过河 上岸 沿德法正好感到 看到这一幕 眼神微变 浩强的火焰攻击 比刚才在外面还强大十倍 就是我也要小心在意 到底是哪里来的深渊火龙 能让一阶玉兽师带的龙族 需要施下好几种静咒 压制住他的兽性 光是一个静咒施放的价格 就数亿以上 加上神兽本身 至少得要上百亿 这个灵犬 是哪里冒出来的 三生学院 对于每位有前置的预售师 都会登记在案 到达入学年龄 就尽量招揽 灵犬却如同一张白纸 他的家世背景 严德法一无所知 严主任都听到了吧 红蛇人说是 叶小宝收买的 灵犬和叶小蝶 从石洞中走出来 我没听见 来得晚了一步 严德法摆明 不想掺和他们之间的事 将长剑一收 就说 我们赶紧去银礁山 刚收到叶教官的消息 爬爬你这个混蛋 不听话是不是 我要把你煮了喂大郎 苏唐抓着块红砖 不停地 朝鬼火熄的脑门上拍 喂 走了 灵犬喊了声 就跟在严德法的身后 冷冷地盯着他的后背 翻过黄蜂岭 眼前就出现一条河 大约有十几丈宽 地图上说是叫流沙河 可哪里看得到黄沙 河水清澈见底 水下的水草摇曳不停 绿如青罗带 对面就是银礁山了 山势雄浑险峻 如一条扼胶盘在地面 外面还立着一个木制的牌子 写着生人物近四个大字 完全无路可行 只有铁牌冒险团才敢过去 我们的活动范围 就在流沙河和山脚 不能再往前走 怎么过河 叶小蝶问道 阿红好些了 他也放下心来 有了精神 有百度人 严德法吹了声口哨 就看一艘小舟 缓慢地摇过来 操奖的是个满头银发的老汉 在周围还做着个在里菜的小萝莉 脚边放满了一堆掐下来的菜梗子 严老师来了呀 上来吧 四人陆续跳到周上 老汉就摇着讲说 上次我在人渡河时 十几号人 可只有三人回来 希望你们运气好些吧 话说的林泉直冒寒气 想必上次那些冒险团来的时候 就是老汉渡过去的吧 你这娃娃 也不用担心 他们胆大 直奔山腹 不死才怪脸 你们看着就是学生 在山脚下转悠 应该出不了事 林泉咧嘴一笑 就听到小萝莉说 姐姐 你的兔子好可爱啊 能让我摸摸吗 她受了伤 现在不能动 我这些螺心草 正好治伤啊 你让她吃一馅 马上就能好了 叶小蝶将信将疑地 把阿红抱过去 小萝莉就拿起菜梗子喂阿红 眼看喂了就十多根吧 阿红就又活蹦乱跳了 林泉和笑道 严主任的治愈药水 还不如小妹妹的菜梗子啊 螺心草植长在流沙河的中流更深处 是难得的疗伤家品 不是普通蔬菜 苏唐歪着头说 林泉你不是资深丹师吗 你不认识螺心草 林泉正色道 我当然认识螺心草 只不过嘛 我在考考严主任 严德法哼了声 这个林泉 又是什么资深丹师了 那 你的证书呢 能给我看看吗 苏唐伸出手问 叶小蝶也回头看来 他也一直怀疑林泉 出门在外 资深丹师的证书 乃能随便带在身上 要万一遗失 补证岂不是很麻烦 说得也对啊 苏唐收回胖乎乎的小手 看向对岸 哎 叶教官他们先到了呀 叶小宝也看到 小桌上的林泉四人了 草 草包啊 红蛇人拿了我十万联盟币 居然还让他们 活着过了黄蜂岭 荼斗把胸口拍得啪啪作响 放心吧 过到了黄蜂岭 也不能让他 活着出了银礁山 我呸 就靠你们三个废材 还能拦得了他们 七说 你说怎么办 叶寒光从烧烤架上 拿下一条烤鱼 冷冷地说 就一些五眼红蛇 一个红蛇人 也能挡得住颜德法 他可是四街御寿师 对 把他给忘了 叶小宝懊恼得一拍脑门 七说 你不说颜德法 也拿了家里的钱吗 逢年过节收些礼物 都没少他那一份 毕竟三生七福 是城中的两大学院 都有用处 叶寒光撕下一块鱼肉 塞进嘴里 慢吞吞地嚼了几下 才继续说 但他也不会帮你 把灵犬干掉 可要不杀了他 他那条龙怎么脱脸 怎么才能收了他 叶小宝自从三眼兵 假受受了重伤后 就盯上灵犬的深渊火龙了 我跟你爸谈过了 就是杀了宿主 你也契约不住 到时先将那条龙困住 再想想怎么收他 那灵犬呢 还有那个剑火 他们嘛 都必须死 叶寒光一踩地面 一只石像鬼出现在他身后 他这神兽 竟然是罕见的鬼系 除了白铃雷骄 他竟然还有第二只神兽 到了 跳上岸灵犬 就朝叶寒光喊道 叶教官 你们不是从后面走的吗 我们想分散不如集中 人多力量大 就绕过来了 张大力呢 他有事先回去了 耸包 叶小宝鼻地说 你这件货怎么没回去 叶小蝶脸色一变 咬了咬牙 也不理他 抱着阿红低头跟苏唐吃东西去了 苏唐变戏法式地 从收纳袋里 拿出一堆灵嘴 辣条 肉松面包 小焕熊干脆面 鱼子酱 连老干妈都带了 灵犬蹲在烧烤架旁 不客气地拿起烤鱼就吃 这是我们的 我不能吃 想打架 叶小宝被瞪得气势一现 你要吃 也得先说一声吧 跟你说个屁 你算哪根葱 灵犬的话 让荼豆三人瞬间冒火 纷纷站了起来 是可杀不可辱 那把你们杀了 人是有底线的 你们算人吗 都是一帮畜生 败类 叶小宝的走狗 奴才 靠舔他腿毛过日子的 你 灵犬朝叶寒光竖起大拇指说 叶教官手艺不错 辞职的话 可以去摆烧烤摊 不愁没收入 叶寒光微微一笑 我不工作 也能不愁吃穿一辈子 就是要说一件事 这次我们虽然在银礁山山脚 我怕出事 还是请了些人来保护我们 什么人 黑蛇冒险团 第二十章 单狮 灵犬拍手道 厉害啊 不愧是叶家 连家族里的冒险团都请出来了 听说黑蛇冒险团的团长 是位四街御寿师 在南地城都排得上好的 叶小宝挺胸道 无非是想让大家安全系数高险 怎么 你羡慕了 羡慕死了 人呢 晚些才道 那我现在弄死你 还来得及 灵犬突然长身一跃 小伙猛地出现在身前 吓得叶小宝等人手忙脚乱 满地乱爬 狼狈不堪地四散逃窜 叶寒光也一愣后 冷声道 灵犬 你要干什么 开个玩笑吗 你看看 这几个家伙 怕成什么鬼样了 喂 我们是同学啊 有同窗之意 怎么能打架呢 靠 叶小宝一头冷汗 你这么晚会吓死人的 甘泽 土斗三人 也都疯狂地擦着汗 叶寒光瞅着小伙 在那摆动翅膀 停止空中傲然昂首 心中充满了嫉妒 等到晚上 她就不归你了 还要过夜 严主任你早说啊 我卸妆水也没待啊 苏唐搓着圆圆的脸蛋 在那埋怨 堂堂 就一晚上 将就吧 叶小蝶可没什么化妆品 她就素面朝天 也是惊鸿绝艳 灵犬吃掉整条烤鱼 就挑了个离他们 有十多米远的大石头躺下 看他们拿着帐篷撑开 便抬头看着星空 爸妈就是在这附近出事的 十三年过去了 始终忘不了 老姐说要去查 她能查出什么 实在太不靠谱了 辣条有那么好吃吗 小伙子绕着苏唐转 苏唐喂她一根辣条 她就跟个火鸡似的 铺棱翅膀 一点节操都没有 等到大家都睡了 灵犬把苏唐和叶小蝶叫醒 别睡了 我们现在就走 叶小蝶愣道 去哪里 你是真蠢 还是装蠢 等黑蛇的人来了 我们还能有活路吗 他们不是来保护我们的吗 保护个鬼 是来催命的 灵犬将二人从睡袋里拉出来 一看叶小蝶还穿着校服 就问她怎么不换上那两套 你想看 做帽 再看苏唐 好吗 穿着个连身带帽 还有耳朵的狗狗睡衣 过了几分钟 他们才偷偷摸摸地跑到河边 叶教官跟叶小宝是一伙的 那严主任 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吧 至少不会帮我们 黑蛇老大是四街御寿师 灵犬可不想跟他对上 那我们怎么走 没有百度人和也过不去 阿红不是会飞吗 你抱着他 我拉着苏唐 坐在小伙身上 有人 灵犬一手一个 把两个妹子抱着蹲下 就看一辆冲锋舟开到岸边 从上面跳下来八个人 脸都遮在斗篷之下 胸前挂着徽章 是一条黑色的蟒蛇 当头的那看 体格应该就是格斗武师 不知精通哪类武技 哪门兵器 接着 几个人都是御寿师的身形 后面一人又是格斗武师 二六的配置 属于小型冒险团 要是六九的话 算中型 蛇老大 一个小小的一阶御寿师 就算带着龙宠神兽 也最多是一阶神兽 还要我们亲自过来 哼 家主下的令 怕那小子发狂 把小少爷给伤了 老七也真够废物的 要是我 在学院里 就把那小子干了 他是教官 学院里动手影响不好 还有那个叶小蝶 主母说了 不能放了 得要抓活的 回去让他老人家 好好折磨几天 叶小蝶当即色变 要再晚几分钟 就撞上他们了 我们上冲锋周 林泉深吸了口气 让叶小蝶把阿红抱在怀里 苏唐把啪啪收了 小伙也收进了收纳袋 一米 两米 慢慢地靠在了冲锋周旁 林泉手拖着他们 让他们先爬进去 他在一个翻身 拉开发动机 快速地朝核心奔去 草 还有偷船呢 别管了 可能是那个百度人 那老头来历不小 专爱干这种事 我们先把正式办了再说 一到核心 林泉就放了一半的心 但还是快速地 操舟驶向岸边 等脚踏到岸上的土地 他才真的放下心来了 我们快走 趁他们不注意 先回城再说 什么东西 林泉说着 脚就一半 差点摔在地上 是 是人 苏唐惊道 叶小蝶忙把他的嘴捂上 人 林泉借着光线一瞧 就吓了一跳 哪里是人 是一句干尸好吧 都快成木乃伊了 区别就是身上眉缠着绷带 好像也是冒险团的人 这个徽章 星河 你也有 林泉一愣 把徽章拿到手中 翻过来一看 眼神陡然大变 上面写了什么 是人名 星河冒险团的徽章背后 都会有主人的名字 这人叫罗法夏 是团里的格斗舞师 记得小时候 林泉还见过他 身材跟只棕熊差不多 都有两米多高了 眼前的干尸高度还在 却缩水成了一根甘蔗 这里靠近河边 湿气重 怎么会变成干尸 叶小蝶奇道 不会是妖兽干的吧 能吸干人血肉的妖兽 有二十多种 还能保持表面不烂的 也就八种 活动范围都不在 银礁山黄蜂岭一带 苏唐低声说着 用手戳了下 这一碰 干尸立刻像被戳破的气球 一下成了一层皮 那么的 刚才不是百度人偷的冲锋舟 是那几个小子 赶紧过河去追 灵泉脸色一变 快走 第21章 超低中程度 阿红靠两只大耳朵 飞行能力够呛 最终都爬到了小伙的背上 可终究面积不够大 三人只好挤着 苏唐在前面 灵泉在中间 叶小蝶在最后 哎呀 这是什么 水泡 怎么还破了 谁让你给他吃那么多辣条 上火了 苏唐抱着小伙的脖子 就喊 你抱紧一点 灵泉回头 对叶小蝶说 摔下去断手断脚 我可不管 被他们抓回叶家更惨 叶小蝶被他一下 抱着他腰手都帮应 靠 他们也有飞行类的神兽 灵泉回头一瞧 就看到三只神兽在空中飞着 速度还挺快 黑蛇那八人 要团长是四阶御寿师 那剩下七人 至少是三阶御寿师 或者格斗武师吧 叶小蝶说 黑蛇除了老大 剩下都是二阶 你怎么知道 我一直在调查叶家 我手里有他们的资料 眼看飞出黄蜂岭了 再过了公墓 就接近南地城了 哄 一道雷电从后方射出 在夜空中 划出个耀眼的长线 直奔三人而来 小火 灵泉一喊 小火立刻往空中 一阵急声 才躲了过去 苏唐大叫 轮飞还是雷电系的妖兽 是雷光鼠 快 小火 吃了那么多辣条 还没力气吗 小火脸都黑了 他也是第一次在人飞行啊 还一次就三个 都快累得吐舌头喘气了 实在不行 苏唐你和我店后 让小火先送小蝶回城 那怎么行 叶小蝶和苏唐同时喊道 你没了神兽 能挡得住一只冒险团 我光靠爬爬 也抵不住四街御寿师啊 听见了吗 还不快点 灵犬一掐小火的后背 脑中就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叮 背负宿主 飞行超过十公里 进化 翅膀 哼 就一眨眼间 小火的翅膀 陡然增大了一倍 速度提升了二十倍 后面黑蛇帽险团的人都傻了 靠 还带膨胀呢 这眼看就要追上来啊 让他们服下增强单 老大 吃过增强单 虽然五分钟内能增强一部分能力 但对神兽的身体伤害太大 过后中程度会大幅下降 先追上去再说 让他们进了城 一切都晚了 好吧 突然之间 三只飞行神兽 速度猛然增快五十倍 一转眼就追上了小火 灵犬心下一惊 三道雷光从前方爆炸 他大叫不好 按着小火就落在地面 人也从背上摔下来 撞在一棵树下 苏唐和叶小蝶也摔得七落八速的 眼貌惊心 四个人影从空中落下 三名玉兽师带着各自神兽 一名格斗武师掐着手掌 冷笑地看着三人 跑啊 你小子是想跑进城里 好让我们有所顾忌吗 黑蛇团长阴森地说道 他手中还有一根法杖 似乎是能增强精神力 格斗武师冷笑道 他在狡猾 还能逃得过老大的五指山 那是自然 老大算无一策 在老大的带领下 我们黑蛇排名 都快进南部五十强了 黑蛇团长满意地朝灵犬一指 你是自动将龙宠脱离 还是要我动手 灵犬朝着那三人的神兽扫去 雷光鼠 种类 雷系蜀足 等级 二阶 三阶神兽进度20% 战斗力 1858 战斗技能 雷光剑 战斗适应性 空域加持症99% 可进化部位 口腔 翅膀 潜力 四阶 忠诚度 40% 白头旧 种类 鹰足 等级 二阶 三阶神兽进度30% 战斗力 2258 战斗技能 神力抓捕 战斗适应性 空域加持症99% 可进化部位 爪子 翅膀 潜力 四阶 忠诚度 35% 金铜妖符 种类 蝙蝠足 等级 四阶 五阶神兽进度30% 战斗力 88658 战斗技能 声波攻击 小嘴撕咬 战斗适应性 空域加持症1299% 可进化部位 爪子 翅膀 嘴部 潜力 六阶 忠诚度 28% 可怕 竟然真是四阶妖兽 可是 忠诚度太低了吧 给了你一条活路 你听不懂人话是吧 让你把龙宠脱离 解除契约 格斗武师掐着手喊道 我也想 可我跟他一锦锁定 就无法解除 黑蛇团长拦住格斗武师说 是谁给你的龙宠 这是得问明白了 要不然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就算得了龙宠 也得不偿失 林全低头沉阴片刻才说 事到如今 我也不想隐瞒了 黑蛇团长朝三位同伴递了个眼神 看吧 我就说 不是普通人 苏唐和叶小蝶也都全神贯注 侧耳倾听 我是联盟首脑的清点 什么 黑蛇团长震惊了 林全苦笑道 别看我长得年轻 实际上 我已经历练九次轮回了 我生下首脑后 为了能够修行 我把精神力全部压制 偷偷来到南地城 打碎肉身 重新修炼 上一世 我登陵宇宙之巅 俯瞰万界 却无人相伴 这一世 只愿不负如来不负清 真的假的 苏唐憨头憨脑地问 别听他胡说 叶小蝶摇头 你小子在拖延时间吗 想让陈卫队赶过来救你 你在做什么春秋大吗 黑蛇团长这才知道被耍了 顿时勃然大怒 从木杖里窜出一团亲戚 你不信吗 那也没办法 要不我走过来 给你看样东西 证明我的话 谁信呢 谁信谁脑子有包吧 金铜妖服中程度达到30%以下 是否绑定 绑定几率80% 绑定距离5米以内 要是让他脱离 不绑定的话 几率能否提升 脱离几率100% 距离需要在3米以内 好吧 那就再靠近点 第二十二章 契约解除 黑蛇团长冷笑 任由灵拳靠近 一个毛头小子 还能翻出天来 老夫四阶玉兽师 黑蛇冒险团团长 叶家的中间 再难递成 也算得上一号人物 他就是精神测试S又怎样 带之龙又怎样 我掐死他 还不跟掐死只蚂蚁一样 我的金铜妖服 可是四阶神兽 吹口气 都能把这帮小子给吹没了 何况 他走得太近了吧 灵拳在一米开外站定 我知道 你们图的是我的神兽 那我人呢 要不要 黑蛇团长宽言道 你肯加入叶家 那倒是装好事 各大家族都需要好苗子 灵拳资质出众 自然是招揽的重点 要不是他跟叶小宝关系太僵 还一粒维护叶小蝶的话 早就找人去问他意思 对于优秀的潜力股 叶家一直舍得下本钱 我不但愿意加入叶家 我这条龙 我也可以让给你们 苏唐暗教不好 灵拳要投靠叶家 那怎么行 叶小蝶神色一暗 他终还是屈服于叶家的势力下了 也对 南帝城里 除了城主的家族 谁还能跟叶家抗衡 哼 石区 你这小子前途无量啊 蛇老大 我看那 还是您出面 他才肯臣服 别人来 那都不行 那可不是 蛇老大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这小子 也是个聪明人啊 他不低头 就是死路一条 不过 光是嘴上说说 那可不行 不如你把那叶小蝶 见货抓过来 我们才好相信你 这叫投名状 几双眼睛都盯着灵拳 小蝶你过来 别过去 苏唐大喊 叶家 算个鸡毛铲子 你要想找后台 找张大力就行啊 东北商会 比叶家强多了 可张大力不在啊 灵拳无奈的怂怂间 我总不能看着大家团灭吧 那你也不能 把小蝶交给他们 苏唐一喝 啪啪 鬼火蜥蜴弹出地面 吐着舌头 阴森地看向黑蛇冒险团的几人 你一个一阶玉兽师 怎么能带三阶神兽 黑蛇团长一愣 这几个小子 什么来头 带龙的带龙 越阶带神兽的带神兽 我就能带 我在家的话 还能带四阶五阶神兽 卧槽 五阶神兽 苏唐一跳 就坐在啪啪背上 你们死了这条心 今天说什么都不能让你们把小蝶带走 叶小蝶也将阿红抛到空中 阿红立刻膨胀 鼓成了一个圆球 咕噜噜的转圈 姓林的小子 你总该表现表现了吧 林全叹气道 我突然又不想加入叶家了 我总觉得啊 叶小宝不是什么好鸟 嘴又臭 长得还跟着拖把似的 叶家的人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怕进去啊 降低了我的素质 你什么意思 出而反而 拿我开涮吗 那你打我呀 来啊 找死 黑蛇团长一招手 金铜妖符正式一冲 小嘴撕咬 让他们慢慢死 叶 是否解除对面忠诚度 低于30%神兽契约 是 就看冲到半路的金铜妖符 突然就不动了 原地转圈 在空中迷茫地看着地面 怎么 怎么搞的 黑蛇团长脸色大变 他那几个同伴 还弄不清楚状况 可他跟神兽建立契约后 可是有某种心灵感应的 出大问题了 蛇老大 蝙蝠他怎么了 不听指挥啊 回头饿他三天 让他好好听听话 叶小蝶和苏唐也一脸疑惑 但他俩都还神经绷紧了 紧张地看着天空 四阶神兽 直接能把三阶 及三阶以下神兽秒掉 阿红和爬爬远不是他的对手 你还不告诉他们吗 灵拳大声道 你的神兽 跟你已经解除契约了 什么 蛇老大 怎么回事 他说的是真的 不会吧 他肯定是在胡说八道 就看金铜妖符猛的一扬脑袋 像是发出嘶吼 可偏偏没听到任何声音 雷光鼠 白头就硬声倒地 血从耳朵里流了出来 快跑 黑蛇团长大叫一声 掉头就朝银礁山的方向跑去 只有跟团里其他人会合 才有办法逃生 是声波攻击 灵拳也吓了一跳 带着叶小蝶和苏唐就逃得远远的 不要过来 快跑 黑蛇团长捂着耳朵 夺路狂奔 剩下几人却运气不好 全都躺在地上 跟那两只神兽一样 耳朵冒血都没气了 解除契约后 神兽会攻击主人 多半都是因为 主人在契约时期内 没有好好善待他们 苏唐缩着脑袋说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解除契约 可后面发生的事 他倒见过几次 原来是这样 还有 四阶神兽也好 妖兽也好 身上会有金盒 是用来制造丹药的好材料 市面上买都不好买的 灵拳心念一动 那老家伙 应该不止一只神兽吧 正常情况下 会有两三只 就像夜教官一样 走 追上去看看 要能减个便宜 何乐不为 就是地上那两只神兽的尸体 灵拳也都收了 拿到刘哥那卖了 也能值个几十万 别看黑蛇团长老了 可跑起来一点不慢 应该是每天早上 晨跑锻炼的缘故 或者是金铜妖符 想要慢慢折磨它 竟然一路跑到了流沙河畔 你这死蝙蝠 我对你哪里不好了 居然还要反噬我 好 那就让你死 路上尝试了几次重新契约 完全没用 黑蛇团长也下了狠心 虽说培养一只四阶神兽 并不容易 更不能把命丢了 出来吧 一条硕大的金色蛤蟆 跳在他身前 灵拳远远一瞄 金鸽大鸽 种类 两栖类 等级 四阶 五阶神兽进度10% 战斗力 72258 战斗技能 毒液喷洒 战斗适应性 水路加持症399% 可进化部位 舌头 毒性 潜力 五阶 忠诚度 66% 老头的神兽 忠诚度都不高啊 上 给我弄死那蝙蝠 第二十三章 同归于尽 金鸽大鸽马 冲着金铜妖符就一吐 一团绿色毒液 飞向天空 金铜妖符二话不说 往旁一飞就躲开了 然后张嘴就朝地面一吼 金鸽的蛤蟆浑身一抖 却没像白头救他们一样 耳朵冒血倒地不支 看来四阶神兽对四阶神兽 防御力相当 就是空军打陆军 优势不要太大了 苏唐问道你说谁能赢 最好两败俱伤 叶小蝶说道 灵权 解除契约 是不是你干的 你还真是冰雪聪明 苏唐就吃惊道 你怎么做到的 我的独门绝学 不传之密 叶小蝶和苏唐眼中 都是震惊之色 这也太诡异了吧 灵权咧嘴一笑 就看见金鸽的蛤蟆 突然蹦了起来 还一下就蹦出二十多米高 这蛤蟆 是装了弹簧吗 它的后知力量太强了 蝙蝠要是不小心 就会被它 哎 金鸽大哥妈跳得高就算了 金铜妖符也逼出了十多米远 谁知它嘴一张 舌头竟然一弹出去 就又是二十来米 直接粘在金铜妖符的翅膀上 再一缩回来 金铜妖符被它一下拉到地面 空军坠机 必死无疑啊 金鸽的蛤蟆二话不说 张嘴就喷出绿色毒液 可金铜妖符也在做奋力一搏 它一打滚 就张嘴咬住了金鸽的蛤蟆的下巴 胖大的下巴被咬伤后 痛得它满地打滚 金铜妖符就不停地用翅膀抽它的脸 打你呀的 两头神兽 居然都放弃了自身优势 变成了肉搏战 黑蛇团长不住的肉疼 这可都是它的宝贝疙瘩 这一打 就算金鸽的蛤蟆能活下来 也要进医院治豪长一段时间了 一定是那姓林的小子 搞得鬼 那家伙不知用了什么邪门手段 让蝙蝠解除了契约 我找到它 我要杀了它 怒气冲天的黑蛇团长 还在想着灵犬 突然就听到一声闷响 金鸽的蛤蟆整个腹部炸开 一团绿色的粘液流了出来 金铜妖符也不好过 被金鸽大鸽一口咬住头部 半个身子都吞进了肚子里 想必是吞下去的时候 金铜妖符发动了小嘴撕咬的技能 咬破了金鸽大蛤蟆的腹部 在同时 毒液又将金铜妖符整个堵死了 我的天啊 黑蛇团长心如刀脚 他这维尔的两头四街神兽 居然同归于尽 他都快哭出来了 可还没等他心碎完 一个拳头就打在他脸上 把他人打得撞在地上 痛得他快晕过去了 你 我杀了你 看到动手的灵拳 黑蛇团长奋力爬起来 又被灵拳一脚踩中胸口 小蝶 过来抽他的脸 嗯 叶小蝶还没反应过来 他们不是要活捉你回叶家 让那老巫婆 好好折磨你吗 你还不出出气 对啊 小蝶 快抽他 黑蛇团长快要气炸了 被你阴谋诡计玩弄 输就输了 老子输得起 但是你让这贱货 啪 叶小蝶挪圆了胳膊 重重地抽在他脸上 你这个贱货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 哎呦 又是一把掌 打完左边打右边 打得老东西 整张脸都肿了 阿红 你也来 阿红就没那么容易了 上来就伸出爪子 在老东西脸上留下了三道爪痕 你们这些小畜生 知不知道叶家 你少拿叶家来吓唬我 我不是吓大的 林全冷着脸 就伸脚踩在他头上 再说 我把你杀了 再把你往流沙盒里一扔 谁知道是谁干的 黑蛇团长又惊又怒 你 你小年纪 怎么如此狠毒 一点也不遵老阿佑吗 你家里没老人吗 你爸妈吗 我爸妈早就死了 林全脚一踢 就把老东西踢晕了 转头让小伙 把两颗金盒挖了出来 一颗绿油油的 一颗金光闪闪 金盒只有三阶以上的 妖兽神兽才有 要不是苏唐提一嘴 他都忘了 这东西少说 也值五百万以上 两颗那就是一千万 而且质量高低看的 不是色泽光泽 看的是重量 手一颠 重量还行吧 收了 啊 还在想 怎么处置老东西呢 一回头 帕帕直接把他吞了 他怎么什么都吃啊 饿了啊 一夜没进食了 苏唐撑着圆姑姑脸颊说 吃了也比扔到流沙盒里好 拉出来就谁也查不到了 哎呀 帕帕还没吃够 把那蛤蟆也吃了吧 林全一看 也就剩下蛤蟆了 蝙蝠让小伙 给啃了一大半了 还剩下条腿 阿红也饿了吧 阿红两只大耳朵 摇得跟风车一样 他可不想吃这有毒的东西 我们 回去 叶小蝶小声地问 林哥 张大力的声音 三人都以为唤听了 谁知就看张大力 在河边不停地招手 你不是使盾了吗 看林哥说的 我是林阵脱逃的人吗 我那是真急了 我那是肠造症 一紧张就想拍线 别往下说了 叶小蝶都受不了了 那跑这边来 没去找严主任 张大力录着粉红六耳猫小声说 我来晚了 不敢去找严主任 不就想找到你们再说吗 结果 让我发现他们半夜就走了 就剩下几个空障吧 河边还有几个陌生人的尸体 吓得我心肝颠 就想先回去再说 然后就看到你们了 林泉一愣 尸体 在对岸 既然是张大力不认识的人 就不会是严德法 叶寒光他们几个 那会是谁 对 林哥 我们还是回去吧 过去看看 张大力一咬牙 吹了声口哨 就见十多个人跑出来 扛着一艘冲锋舟 一个中年人上来就拱手道 林大师 二位小姐 少爷 请上舟 张大力这家伙白天肯定叫人去了 就是那中年人 一身短装 一看就是格斗武师 苏唐拉着叶小蝶说 走吧 叶寒光他们人不在了 还怕什么 第二十四章 叮 宿主太弱 是黑蛇冒险团的人 林泉一走到尸体边就认出来了 胸口都还挂着徽章 就是 人在这里 神兽的尸体呢 谁他妈跟我一样 有简师的爱好 少爷 你看 这地方的塌陷很规划 应该是力量系二阶神兽留下的 你看这些树叶都结成冰了 应该是冰霜系妖兽留下的 中年人指着现场说道 大力 你这保镖可以啊 他姓点 我叫他老点 大名叫 点位 林泉一惊 你该不会玩双几吧 略知一二 张大力凑上来说 玩什么 林泉 这有张纸条 叶小蝶从帐篷里钻出来说 是有变故 提前进山 如有后来者见此字 请回城中通知三生学院院长 反请学院冒险团前来接应 谁写的 苏唐和叶小蝶都摇头 他俩也认不出自己 什么声音 林泉猛然抬头 就看前方一排紫色的藤条 突然动了 那原本就垂在山前的 看上去普普通通的植被 大家小心 是血鬼藤 种类 植物类 等级 二阶 三阶妖兽进度10% 战斗力 1885 战斗技能 强力捆绑 战斗适应性 无 可进化部位 全身 潜力 四阶 咻 数十根藤条 就直挺挺的 如一根根长枪似的 当面就刺上来 苏唐和张大力 都离得远 连忙跑得更远了 林泉只好拉着叶小蝶 在地上连滚了数圈 把他压在下面 就赶到后背上方 树根藤条 刺了个空窗过去 一阵背脊声寒 阿红 叶小蝶喊了声 就拉住阿红的兔腿 先从林泉怀里钻出来 飞到了远处 林泉抓起地上的石子 就扔向藤条 只听到啪啪的乱响 打在藤条上 跟打在铁上一样 他马上准备 让小火喷火烧掉藤条 谁知又有树根藤条 直接从下方冒出来 旋转跳跃成螺旋状 要将它缠住 老点 点位一声怒吓 跑得跟滚动的车轮似的 扑上来 就一拳打在藤条上 暴徒拳 就这一招 就把藤条打断 反手再一抓 居然不怕藤条上的道刺 一手扣住 想要将藤条 全部从地下扯出来 这就是格斗武士的本事 太猛了吧 林泉借此机会 大声喊道 小火 喷他压的 好 就看一团烈焰 从小火的嘴里冒出 冲着藤条铺天盖地的喷剑 凡是被火碰到的 瞬间就烧成了灰烬 剩下的人都惊呆了 这就是龙族神兽的实力吗 点位也满脸一样地 看了眼小火 叮 宿主太弱 不符合平衡 强制强化身体 一股燥热从身体中冒起 将整具身体完全笼罩 让林泉双眼冒火 有种按捺不住感觉 叮 宿主表皮达到黑铁程度 防御力加999 叮 宿主领悟战斗技能 全打南山 叮 宿主领悟 御兽师技能强制绑钉 我靠 林泉愣住了 这也行 我也自动进化 全打南山 强制绑钉 林泉在干什么 叶小蝶被林泉瞄了眼 竟然有种被看了个通透的感觉 苏唐猜测 林泉可是大师 他或许是在思考下一步怎么办吧 林哥肯定 卧槽 突然之间 对面那嗜血鬼藤后面 一团凸起 往前一晃 冒出一棵流着银水的大树 那树干直径 至少得有个五六米长了 树枝跟人手一样在晃动着 每根树枝还有分叉 就跟鱼叉一样 大家小心点 这事是血鬼藤的进化版本 三界妖兽人形术 点位大喊一声 把张大力挡在身后 我的佛祖菩萨 可救救我吧 张大力抱着粉红六耳猫 一边揉一边 就往后退 哄 人形术一下 蹦到林泉的跟前 挥舞着树枝 就朝他脸上拍去 林泉 苏唐大声示警 叶小蝶也心下一景 林泉在那发什么呆呢 碰 一声闷响 大家都傻眼了 人形术的树枝 竟然整根断落 林泉的脸上 只留下几道白印 林泉好牛叉 这就是传说中的厚脸皮吗 点位星下经的翻江倒海 这特么是御寿师 就是三界格斗舞师 也不能拿脸去挡人形术吧 苏唐惊呼道 莫非林泉练了是传说中的脸皮 硬化神功 我呸 哪有那种神功 叶小蝶松了口气 催了声道 人形术也猛逼了 他这一扇 别说是御寿师了 就是块太和金 也得留下一道伤口啊 打人不打脸 上来就删我 你很得意吗 林泉摸着脸颊 一点都不痛 甚至有点凉快 这就是黑铁程度的防御力吗 能轻松挡住三界妖兽的攻击 人形术被激怒了 他疯狂地捂动着树枝 地上一下就多了树道拇指粗的划痕 但这对林泉来说 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他一脉不一探手 就抓住了人形术的树干 然后 拳打南山 哄 一声巨响 一拳下去 人形术的树干上 顿时多了一个大洞 所有人都倒吸了口凉气 直接用拳头 连小伙都不用 还以为他会让神兽 把人形术给烧成灰烬啊 人形术低头看向树干 痛苦的一阵抽搐 紧跟着就倒在地上 林泉矮身一摸 就从树干里摸出一样东西 不是妖兽金河 而是树星 人形术特有的产物 是配置某些药物的上等材料 林泉 你还是格斗舞师 苏唐骑着爬爬跑上来就问 玉兽师 滋身单师 还是格斗舞师 这是天才 这是天才加800吧 不好意思 我又隐瞒了 我其实偷偷练了些格斗舞师的技能 林泉谦虚地笑了笑 我们要进山的话 我还需要一些东西 什么 钱 第25章 免费进化 林泉向张大力借了500万 就借着营地留下铁锅 把树星分成几份 又拿出些收纳袋里存着的材料 扔进了锅里 阿红是二阶神兽 大力的六耳粉红猫也是 爬爬是三阶神兽 想要升阶不大可能 但我可以让他们进化某些重要部位 我们再进去 也保险一些 林泉把用意一说 叶小蝶就问 要钱吗 免费提供 谁让大家都算生死之交呢 叶小蝶放心了 他可没钱 连一千都拿不出来 要钱也没关系 我帮大伙戳 只要林哥能帮我们就行 张大力大气地说 各种材料在锅里冒着热气 林泉不时地搅动着锅铲 以免糊底 盐要两勺 多了就咸了 起锅时要加糖 提鲜 酱油嘛 就一勺就够了 还得上老抽 得着色 味精嘛 也就适量 也是起锅时才加 蚝油是必备的 再加点南乳 这就色香味俱全了 张大力祈祷 林哥 这怎么跟做菜一样 林泉泰然道 治大国如烹小仙 这句话没听过 炼制丹药也一样 别看就是混在一起 加些佐料 可步骤一步都不能错 错了就会有剧毒 张大力一惊 那林哥得看着点 放心好了 叶小蝶哼道 装神弄鬼的 香气在营地里 慢慢地浮出 悬绕不绝 闻起来就可口 可要看到 刚才林泉扔进锅里的东西 所有人都没有胃口 好在是神兽吃 不是人吃 好了 有碗吗 拿几个碗来 我这有 张大力的一个随从 拿出了十几个碗 林泉就每个碗里 扔进去一瓶精华药水 再加一勺子锅里 做出来的糊糊 阿红就来三碗 爬爬也是三碗 喵喵两碗就够了 把装好的碗分过去 阿红二话不说 一口气 就将三碗都喝了下去 猛的 阿红一双眼睛 像涂了一层油 一下变得极其害人 一对大门牙 更是大了一倍 都快抱起来 磕到下巴上了 他那皮毛 也同时闪出一层 更深的红光 试试 万真刺险 阿红听到 叶小蝶的号令 冲到前方 十多米外 一下炸毛 数以千计的兔毛像 是一把把镖枪刺在地上 每一根都没入地面 刺出一个个的小孔 苏唐连忙按住 啪啪的脑袋 还不快吃 鬼火蜥蜴 也把三碗 净化药水吞了下去 才过了几秒钟 他的四肢 就陡然大了一倍 一脚踏下去 四周竟然裂开了 再一喷出毒液 前方的一些植物 瞬间就化成浓水 然后又是一团绿火 烧得连石头都炸开了 喵喵 粉红六耳猫 也吞下了最后的两碗净化药水 然后 卧槽 大猎 你这猫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他的耳朵变长了 弯起来 两只合起来成了一个星形 那尾巴也绕成了一个个的圈 每个圈也都是星形 粉红六耳猫 种类 猫科 等级 二阶 三阶神兽进度60% 战斗力328 战斗技能 少女泥男 星形病毒 战斗适应性 凭地加持症199% 可进化部位 耳朵 爪子 尾巴 潜力 五阶 少女泥男 是什么鬼 星形病毒又是什么鬼 战斗力也太弱了吧 这哪里是什么神兽啊 可爱死了 张大力抱住就狂倾 喵喵从嘴里吐出一个个星形泡泡 这就算了 还伸出前肘比了个星 哇 妖怪啊 苏唐跳起来抢过喵喵 就掐她的小脸蛋 可爱吧 想不想跟她一起玩 那下次我约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答应我 林拳摇着脑袋 走开了 摆明就是狼有情 妾无意 苏唐根本就看不上张大力啊 一看那边叶小蝶 也在那揉着阿红的耳朵 就说 休息会儿吧 等天亮再进山 折腾一夜了 也只能睡一两个小时 点位指挥着 张家随从们 把帐篷重新之后 又让人放哨 还亲自坐在河边 盯着河水 老点 河里有东西 这条河以前出过寿王 五街的 后来不明不白死了 被人掏了新窝子 挂在了岸边 打那时起 就有个传说 说是这河上 有位五街的格斗武师 还带着孙女 在百度 呃 那个百度的老头 和他孙女 我想要有机会 会一会他们 要能收我做徒弟 就更好了 那你等吧 我先睡了 天一亮 林拳就被张大力叫醒 准备进山 点位一夜未眠 还精神异异的 张大力也差不多 我昨晚做了个梦 梦见我和苏唐 嘖嘖嘖 啪啪啪 嗯 没听懂 我和他 一起去了变庄舞会 他化妆成了兵长 你俩聊什么呢 点位喊道 这边有情况 老八发现了血迹 叫老八的随从带路 一行跟着绕着 银礁山的山脚 走了快有四五公里 来到一处茅草屋旁 屋门前的血迹 呈水珠状 特别明显 里面还传来沉重的呼吸声 里面是什么人 没进去看 就在外面盯了一会儿 就马上找点哥和少爷了 老八笔划了一下 拿出把尖刀 我现在去开门 灵犬让小伙在外面守着 他跟老八一起进去 灵哥 你得小心点 要万一是那个兽王的话 说话间 里面的呼吸就一停 灵犬大叫不妙 就听到一声闷响 前面的老八人还在门前 就人随门板一起被撞飞 谁打扰老子青梦 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门口 灵犬愣道 严主任 一手握拳 一手握剑的严德法 也愣住了 你们怎么回来了 叶小宝那混蛋 暗中和叶寒光勾结 找来黑蛇冒险团的人 想要把我们都干掉 我们只好连夜逃走 黑蛇 他们不是来保护你们的吗 严德法脸色一变 你们怎么逃过他们的毒手的 我们 灵犬笑道 那黑蛇老大的 两头妖兽自相残杀 把他也给弄死了 我们才侥幸逃过一劫 严德法心想 这倒不无可能 听说那蛇老头 被神兽极其刻薄 好吃好喝的都不给 还没事就拿鞭子抽 我们过来时 还看到几个黑蛇的成员尸体 就在营地 严主任 没遇见他们吗 没有 昨晚心神不宁 跟他们一碰面 就告诉他们 要先走了一步进山 后面的是 空中骇然传来一阵尖叫 一个身子被扔了下来 第二十六章 白灵雷骄归我了 是屠豆 这家伙本来就矮 一落地 双腿一折 整个成了陀螺 马上就断气了 所有人朝空中一看 就都愣住了 天空中的不是妖兽 竟然是个长翅膀的人 那人还长着一个 老鹰一样的脑袋 鼻子也跟老鹰的一样 就是有手有脚的 是鹰飞人 异足 严德法神情易紧 握紧长剑 深吸了一口气 本就不该听夜寒光的话 带着预备班的学生 来搞什么户外教学 那家伙心怀叵测 想借机 把灵犬和叶小蝶除掉 由得他去胡来就是了 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谁知连黑蛇的人都召来了 简直是丧心病狂 自己的神兽又还在住院 又想要摸清山里 那四阶兽王的情况 凭自己偷学的一些 格斗武士的技能 应该不成问题 等把踪迹摸清了 再带着神兽过来 这大功还不是我的 哪想到会遇到 鹰飞人这种一族 这可完全不是二戏啊 他们擅长在空中飞行 速度奇快无比 抓着人到空中再扔下来 再厉害都得摔死 那兔兜的惨状就在眼前 光靠这几个孩子 不行的 打他 叶小蝶一喊 阿红摇着耳朵就飞上去了 不行的 你这神兽不是 哎 阿红猛地一抖身子 毛一炸 千根兔毛同时扎上去 鹰飞人骇然失色 这么多 怎么躲 就想要往高空飞去 谁知小伙早就在那等着了 张嘴冲他就是一喷 鹰飞人立马变成了烤小鸟 巴唧一声 四巴平稳地摔在地上 张大力抱着喵喵冲上去 就一脚踩在他脖子上 威风扒面地说 看你还牛不牛叉 喷就喷得七七八八了 再摔了个半死 再被他这一脚一踩 脑袋一歪就挂了 严德法都看猛了 这几个预备班的学生 有点太猛了吧 就算自己带着神兽 也不能这样当极力端 快速解决吧 那死的是 你们的同学 鹰飞人一般不会离开巢穴太远 两三百米之内就能找到 你们还有别的同学吗 可能就在巢穴里 哎 看着说话的点位 严德法想 你又是哪位 那我们快过去看看 林全打了个手势 小伙先去探路 他就带着剩下的人 叫上严德法 往鹰飞人的巢穴赶去 林全 你不怕吗 怕什么 鹰飞人吗 他不是一下就死了吗 这个 严德法无语了 一个鹰飞人 和一巢穴的鹰飞人 是一样的吗 鹰飞人的巢穴 一般建在靠近山崖的山洞里 不会太大 他们也都是一公一母的生活 死的那是公的 剩下的就是母的了 点位解释了两句 这也是他放心 跟着林全他们过去的原因 果然 小伙就在一个山洞外徘徊 等林全一到 他才跳在地上 朝里面嗷嗷叫了两声 知道了知道了 你没乱喷 林全摸摸他脑袋 往里走了两步 就先看到了甘泽和马亦的尸体 他们脑袋上都有个大洞 应该是被鹰飞人给啄的 再往里走 就看到一只凉透了的母鹰飞人 在最靠里的地方 还有叶寒光和叶小宝 两人在那半死不活的了 浑身是伤 让林全眼前一亮的是 叶寒光的白铃雷骄 也受了重伤 躺在那死活不知 还他的十像鬼 在那忽明忽灭地闪着 生命力也所剩无几 你们别进来 有危险 林全突然一声大喊 洞外的人都停下了脚步 张大力伸着脖子喊 还把苏唐也给挡住了 林哥 是什么危险 你们在外面就是了 叶寒光喘着气 看向林全 想要大声呼救 提不上气 只能断断续续地说 你要 你要杀了 我和小宝 我不会做这种蠢事 你不是御寿师吗 你有几只神兽 两只 你要干什么 林全冷笑一声 那你一只都不剩下了 强制绑定 御寿师的契约妖兽 和灵全的强制绑定 完全不是一个技能 在妖兽神兽残血的情况下 灵全至少能超出三阶 进行绑定 可惜他现在只能带两只妖兽 他也没想过 要把白灵雷胶收下 想的是 转手卖掉发笔小财 就看白灵雷胶全身一震 就被灵全收进了收纳袋里 石像鬼就没那么好命了 灵全一拳将他打得魂形聚散 了无生机 你 你TM的做了什么 老子 啊 听到叶寒光的惨叫声 严德法大叫不好冲了进来 可他还是晚了一步 叶寒光的双腿 被灵全一脚剁断 在那痛苦地抱着腿翻滚 灵全 你干的 他自己断的 关我什么事 我进来的时候 他就很惨了 可惜 没能把叶小宝的腿 也给踩断 严主任 是他踩断我的腿 我要跟院长报告 报告 啊 哎呀 这里太黑了 不小心我又踩到叶教官的腿上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跟你道歉 你还用手掐我腿干什么 我是在帮叶教官查看伤口 好用药啊 你这个畜生 你快放手 叶小宝被惊醒了 一脸惊恐往里缩 怎么会落在他手里 他怎么还没死 我是在做梦吗 小宝同学 你终于醒了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你别掐我肩膀 我肩膀快碎了 叶小宝大叫道 好了 灵全 你先出去 严德法满头大汗 这要再弄下去 叶寒光叶小宝 非死在灵全手里不可 那就交给严主任了 我 灵全起身要往外走 突然看着墙壁不动了 你怎么还不走 墙上有一行熟悉的字迹 应该是用硬质的物体画下来的 我们的死 跟叶一千脱不要干系 这是灵长江的字 灵长江死的时候 灵全还小 但灵长江留下了 星河冒险团的任务日志 他没事就会翻看 想从中找到线索 对于父亲的笔记 灵全早就看熟了 严德法沉着脸说 你不会想在我前面 杀了叶寒光和叶小宝吧 灵全悄悄将自己抹掉 快步走出了洞穴 第27章 找我要预约 我们必须要将叶教官和叶小宝送回城 户外教学到此为止 严德法一手扛着一个走出来 叶寒光还没晕过去 眼神充满怨毒地看着灵全 两只三阶神兽居然被他一毁一抓 叶寒光几乎成了废物 他要不是不能动手 都想把灵全弄死了 那我们 张大力挠头说 你们也一起回城 严德法心想 这次出来死了那么多学生 还不知怎么交代 至少报告得写上好几十页了 叶小蝶和苏唐还想说什么 灵全就说 行 也没什么好玩的了 我们也回城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渡河回城 一进城门 严德法就让大家解散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伤了叶寒光 叶家人一定会登门找你 你要想想怎么应付 实在没办法的话 你去金灯酒吧找我 严德法给了灵全一块硬币 正反面都是一样的 是个没穿衣服的男人 这个老不休 我和小蝶也要 老七 十三妹 一个人在那挥手大喊 灵全一瞅 哎 这不是小番茄冒险团的团长 那个毫无节操 把同伴扔到后面送死的团长 别不理人啊 我现在重新组团 以前那些人不行啊 以后 老七 你就是排行第二 十三妹 你就是老三了 苏唐和叶小蝶拉着手就跑开了 他们都听解读后的同伴说了 团长那天干的好事 哪还敢跟他来往 团长甘笑两声就对灵全说 我认出来了 那天你在黄蜂岭大显伸手 救了我一命 我十英雄中英雄 你以后就跟我混吧 他那天没跑远 就在山腰那 看着灵全和苏唐 叶小蝶救人 还要考虑吗 行吧 我在祈福 你去祈福说 找赵公子就行了 这都什么人呢 还赵公子 跟你混什么时候被你卖了都不知道 刘哥 林全一进来就喊 在柜台 那招呼客人的伙计刘哥 抬头看了眼 就朝旁边的凳子上一指 林全只好先在那等着 我说八爷 咱也不是华家的人 可您这些东西 来路不明 要万一主家找上门来了 我们小商店可耽待不起啊 哼哼 小刘 你别跟我打马虎眼 想要压架 别人不知 我还不知道 你们马家什么底细吗 要不要我把话都说透了 得 对 白爷 给您个面子 这些货我收了 钱啊 回头我转您账上 嗯 那客人一起身 林全才认出 居然是流沙盒的百度老头 你也来卖东西 赚点零花钱 百度老头白爷 笑着出去了 刘哥 那白爷来卖什么 想看吗 刘哥神秘兮兮的 往柜台上一扔 一堆的二阶妖兽的尸体 一些冒险团的随身用品 还有几块染着血的黑蛇冒险团的徽章 林全一惊 黑蛇那些人 是死在他手里的 点位说的话 难道是真的 你嘴给我眼点 黑蛇这次全军覆没 连那里黑蛇都死了 说不定就是白爷下的手 我懂 你来卖什么 活得三阶神兽 林全一拍收纳袋 白铃雷胶就光的一下 落在柜台上 哼 你小子哪弄来的 我老姐给弄的 我哪来的本事 这倒也是 哎 不对啊 这还是契约状态啊 这怎么骂 马上就解除了 你先等等 刘哥从后面拿出个铁笼子 好吗 上面横七竖八十好几处的静咒 林全就让白铃雷胶进去躺着 再解除了绑定 预盘姐能耐越来越大了 连三阶神兽都能搞定 则则 这也算是卖掉我们这儿最高级的货了 那给个数吧 林全眼巴巴地看着 他就指望发一笔横财呢 八百万 再多也没了 行吧 我还有两颗四阶妖兽的金盒 卧槽 预盘姐是抄了中阶妖兽的老窝吗 林全将金戈大哥骂 和金童妖妖妖的金盒摆在上面 马掌柜这就走出来了 你姐姐真把这些东西交给你来卖 千真万确 马掌柜 要不是我姐 我从哪里弄来的 一颗六百万 有点黑心吧 卖不卖 卖卖 两颗四阶妖兽金盒 一只活的三阶妖兽 一共卖了两千万 林全顿时觉得走路有风 连脸皮都有了光泽 一位穿短裙的小姐姐走过时 她还带着胆子上去要默默 你看看我的余额额额 多少个零 我不是说 哎 别走啊 小伙从收纳袋里露出脑袋 在那嘻嘻地笑 你笑个屁啊 你主人失手 你还有脸了 知不知道 什么叫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啊 回去 用力将小伙一塞 就看一辆马车停在面前 一个冷酷的脸孔露出来 叶总请林小哥去一趟叶家 哪位叶总 叶一千叶总 哼 我跟他很熟吗 预约了吗 不知道我有多忙 学习任务有多重吗 先找我秘书预约了再说 那人都愣了 叶一千啊 南地城两大家族之一的叶家家主 请你去见个面 你还要预约 看那人握紧拳头 林全就冷笑道 干什么 光天化日 想绑架三生学院高材生 不怕被成为队抓走吗 你嘴很贱啊 那人压抑着怒火道 你管得很宽啊 你有那闲心 怎么不去让叶一千 好好管管他的宝贝儿子 提到叶小宝 那人就更是火大 叶寒光和叶小宝一进城 就被叶家人接过去了 叶小宝自然添油加醋地 将事情说了一遍 叶一千这才派人来找林全 老七的神兽呢 我拿果汁鸡搅碎喂狗了 你 三阶神兽 还是罕见的类龙族 不是普通货色 当初可是花了好些代价才弄到的 居然拿去喂狗 下次找我先找我秘书预约 你秘书是谁 林全似笑非笑地眨了眨眼 叶小蝶 第28章 兽朝来袭 碰 林全一拳打在书桌上 不好办啊 叶家全是滔天 在南地城跺跺脚 都能掀起风浪 双亲的死跟他们有关 那就得从长计议了 莽是不能莽的 先要斗智 斗智不能再斗力 所谓上兵伐谋 旗下伐城 何况 刚回家的时候 家里被翻了得底朝天 不用说 肯定是叶家的人干的 南地城他们的眼线众多 加倍找到 也是可想而知的事 就是 老姐怎么三天没回家了 她不会出事了吧 要是 她被叶家的人抓走 别怪老子豁出去蛮干 还有一个问题 老爸留的字说 跟叶一千有关 要是叶一千动的手 她就应该直接说 叶一千煞的了 你家怎么没饮料啊 苏唐打开冰箱 里面清一色的水煮鸡肉 加白开水 我最近在增机去吃减糖 饮料楼下超市有卖 让我看看成果呗 林全把背心一扯 苏唐上来 就用软乎乎的小手按 小蝶 你也来摸摸 好硬啊 叶小蝶坐在沙发上 老僧入定 不动如山 我才不摸呢 那好吧 苏唐收回手 我是叫小蝶 跟我来向林大师求 升接药水的 进化药水 只能单纯进化某一部位 整体进化 还需要升接药水 叶小蝶不想来 又被她缠着不放 只好洗了个澡 连衣服都没换 就赶过来了 你一接御兽师 能带三接神兽 就是奇迹了 还想让爬爬升四接 我有我的办法 你只要帮爬爬 再升一接就行了 你要报仇的话 我一定满足你 林泉心思不在这上面 就摇头说 有风险 我不能答应你 风险 我可以自己承担 我怕砸了我的招牌 林泉瞧像在那打闹的 爬爬和小伙 这俩倒是玩得开心 我说了 他不会轻易帮忙的 叶小蝶冷着脸说 我们还是走吧 爬爬 苏唐和叶小蝶先走了 林泉却还在想 老姐你干什么去了呢 银礁山深处 大姐 兽巢来了 那四接兽王 居然能操纵兽巢 不好罢 林玉盘蹲在地上 目视着前方 黑压压一片的妖兽 冷声道 让大家先后撤到 黄蜂岭一带 是 等人走后 青蛇才说 我不下的毒液 也只能杀伤一部分 其余的妖兽 踏着死者的躯体前进 毫无办法 要不通知陈卫队 吊众泡过来 陈卫队顶个屁用 一帮拿黄粮 站着毛坑不拉屎的废物 林玉盘遥望前方 要是白板 或者一阶道不怕 来的都是二阶妖兽 青蛇叹气道 还有十多种不同的妖兽 混合在一起 我们挡不住的 擎贼先擎王 要能找到那四阶兽王的所在 就好办了 说着 林玉盘喊道 通知陈卫队 兽巢来袭 让他们吸引住兽巢 我们去找那四阶兽王 是 林玉盘带上青蛇 如意到白光 冲向城里 哪里蹦出来的混账小子 连老夫的面子都不慢 叶一千满脸怒气 一巴掌就扫翻了 放在桌旁的慈悲 老爷不要动怒 我听说那小子 跟叶小蝶那件人走得近 说不定是被他给蛊惑了 帮他出头 一位中年贵妇在一旁站着 双手抱在胸前 冷冰冰地说 那贱货跟他母亲 长得有七八分相似 都是骚透了的狐狸精 一个小伙子 拿紧得住他的诱惑 就跟你当年一样 叶一千尴尬地咳嗽道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还提他坐身 怎么不能提了 要不是你当年 管不住你那东西 哪会有今天的事 小宝怎么会受重伤 中年贵妇话中都是怨气 他就两个儿子 一个再独成 一个就是叶小宝 也是他最疼爱的 谁知一次 简简单单的户外教学 还有叶寒光看顾 叶寒光还把黑蛇冒险团 请去了 结果全都死了个金光 寒光和小宝的账 自然要找他们算 黑蛇倒未必 是他动的手 那灵泉就是个孩子 趁寒光受伤下 应手他行 要说他能一个人 干掉李黑蛇那些人 说笑话呢 叶一千想到黑蛇冒险团 他就心疼 养一只铁牌冒险团的开销 可不小 一个活口没留下 简直匪夷所思 那寒光怎么说的 他把寒光的石像鬼杀了 还把白灵黑胶解除了契约 这是一个正常的少年 能做到的 中年贵妇奸声道 我不管怎样 一千你一定要给家里一个公道 要那灵泉血债血肠 要那贱祸死无葬身之地 好好 多一年 叶一千恼火地挥手 让他先回房休息 那先前去请灵泉的人 才走上前说 那小子狂妄得很 跟他父亲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你确定 他是灵长江的儿子 千真万确 叶一千终于打消了 拉拢灵泉的心思 那就万万留他不得 要他知道了当年的事 等他再过几年 一旦成长起来 必成心腹大患 那大哥的意思是 我找人把他做了 那小子有点鬼门道 他那条龙也得防着点 这样 老五你亲自带几个格斗武士过去 不要让他有放出神兽的机会 直接把他格杀 是 老五一抱拳 正要走出去 叶一千又叫住他 你先去一趟小蝶家 让他出城去避避风头 这些钱你拿给他 告诉他 这几年是我亏欠了他 我也是身不由己 知道了大哥 两人才方说完话 警灵大作 叶一千和老五都是一脸错愕 一级警灵不会轻易通知 除非是 受潮 大哥 那我 你办你的事 让老三老四 赶紧去城墙上看看 第二十九章 女孩的心思 你怎么还没走 林泉到超市买盒饭 在楼梯口就看到叶小蝶了 莫非他对我早就暗生情愫 一直冷淡 无非是少女脸皮薄不好开口表白 刚才苏唐在场 他也无法一速中场 于是等在此处 来吧 我刚换了新床单 鸳鸯细水的 被套也换了 两只黄黎明翠鸟 等等我们就一行白路上青天了 你 你想什么呀 龌龊 叶小蝶将他手一摔 就说 是不是叶家人找你麻烦了 你怎么知道 你除了叶小宝 还得罪过什么人 只有叶家 才有能耐查到你的住处 叶小蝶认真的说 我看你家有被翻过的痕迹 你不怕会出事吗 林泉抱头痛哭 我担心死了 叶一千啊 大佬啊 商界巨子 六街玉兽士 伸出根手指头 都能把我戳下 我 我这不正想逃吗 要不 我们私奔吧 什么鬼 叶小蝶用力地掰开他 捂在脸上的手掌 一滴眼泪都没有 你装哭 你 你真就天不怕地不怕 林泉淡淡地说 怕还来得及吗 怕也解决不了问题 事情都到这种地步了 投降也没用 叶小蝶气得咬牙 那总要想个法子 你在担心我的安危 你先担心你自己吧 我在洞里 本想杀了叶寒光和叶小宝 弄成是阴非人干的 但被严得法快了一步 打乱了步骤 错过了机会 叶小宝肯定跟叶一千告状了 不光是我 你也得小心 叶小蝶想到叶小宝的母亲 打了个寒颤 叶一千对他言听计从 百依百顺 叶小宝出了事 他满腔怒火 定然会洒到他和林泉的头上 你通话气响了 叶小蝶一听 手都在发抖 我家被火烧了 你家 你住在哪里 东城的贫民窟 那里说是起了场大火 十几户都烧没了 叶小蝶的嘴唇都在哆嗦 他知道 他活着是叶小宝的母亲 故意放他一马 好看他活得有多苦 他越苦 那老巫婆就越开心 现在涉及到叶小宝 他哪还会手下留情 你先在我家住下来吧 林泉买了两盒烧鹅饭 拉着他上楼 就听到警铃大作 是受潮 从小就经过了训练 每种警铃代表着不同的意思 两人连忙起身走到窗前 城墙上的烽火全部点燃了 每两百米一处 城卫队全体上城 重炮的炮衣也全被揭开 露出一个个硕大的炮身 朝着城外 所有的城卫队的士兵 严阵已待 街道上不停有城卫队的士兵 吹着急促的口哨 让人赶紧回屋 不要在外面逗留 一辆辆以妖兽拉着的马车 载着隶属于南地城的格斗武师 奔向城外 不时还看着穿白袍黑袍的玉兽师 骑着神兽紧随在车旁 上次寿巢 还是十年前吧 林泉的记忆 同叶小蝶如出一辙 对 上次是读小学 怒官宏伟些来袭 权窥城主在城内 靠一之力 将就将兽巢图灭干净 事后 还不少人跑到城外 捡妖兽肢体 城内材料商店的价格大跌 菜价暴涨了三套 连奶茶都翻了一番 叶小蝶一愣 你还挺关心物价的 都是苦孩子 得精打细算过日子 叶小蝶沉默了一会儿说 上次你说 你爸妈在你小时候就过世了 林泉将她带到书桌前 从抽屉里 拿出星河冒险团的徽章 我爸爸就是林长江 前任星河冒险团的团长 我妈妈是副团长梅杰 叶小蝶惊道 二十年前南地城排名第一的星河冒险团 赫赫有名的夫妻团长 是你爸妈 我还骗你吗 林泉苦笑道 我还发现了一件事 银交山鹰飞人的山洞里 我发现了 我爸在墙壁上留下了的一行字 他们的死跟叶家有关 叶小蝶皱起了眉 他心细如发 清楚林泉跟他说这些 不会没有原因 我没听叶一千说过 跟星河冒险团相关的事 我小时候就被赶出去了 咦 叶小蝶伸手在抽屉里 翻出半块龙形玉佩 心跳陡然加速 这是从哪里来的 我爸留给我的 说是什么只赴未婚的娃娃亲 估计人家嫌我太穷了 人都找不到了 林泉拿过玉佩 扔进抽屉里关上 寿巢来了 叶家也一定会上城墙防御 家中一定没几个人 不如我们去叶家看看 叶小蝶还没从发现 玉佩的震惊中回过神来 她就是我的未婚夫 什么啊 是了 姓林 年纪也对得上 可是没那么巧吧 喂 小蝶同学 你不要沉浸在我的美色中 不可自拔 失态了 我告诉你 沉溺可以 但千万不要误了正事 我们还是同学 一切以学业为主 早恋是不可取的 叶小蝶这才脸颊一趟 你胡说什么呀 要去叶家 你不知道叶家防备有多严密吗 那地方里三层外三层都是御寿师 还有专门防备外人的神兽灵猫来欠 几十米外 都能嗅到陌生人的气味 叶家是常年作恶多端 怕被人报复吧 那我们先去城墙看看 总不能在家里待着吧 要万一你把持不住 突然对我动手动脚怎么办 我还是清白之躯啊 不能白白便宜你了吧 叶小蝶脱口出 谁不是一样啊 两人大眼瞪小眼 叶小蝶先脸红了 林全就咳嗽几声说 原来都是初学者啊 要不就 碰 碰碰 谁大白天敲门像在砸核桃啊 徐姐 房租不是让她找老姐了吗 来了 林全走过去 手一按在门坝上 轰得一股俱力迎面袭来 一只手臂直接穿过门板 打在她胸口上 紧跟就又是一掌 拍在她的左肩 连续两记中招 连城府门口的石狮子都能打烂 来人原来信心满满 可看到林全连晃都没晃一下 顿时愣了下 你妈 这是御寿师 老子堂堂二阶格斗舞师 一拳一掌 他连毛都没掉一根 人死了吗 没死我来不到 门口走廊一个人 说着提刀过来 看林全还没事 就也愣住了 他开门站得很远 不是 林全突然一记拳打南山轰了过去 第30章 出城简陋 太快了 那二阶格斗舞师 连抬起手臂格挡的机会都没有 就整个人被一拳轰趴下 嘴一张 就朝空中喷出一团鲜血 后面执刀的格斗舞师 一愣神的时候 一拳倚到他面前 他仓促间往前一刺 长刀冲着林全的胸口就捅去 林全一缩负 另只手就抓住刀背 就差几厘米就扎上了 黑铁程度也不知能不能防住利刃 林全也不敢冒险 但他另一手的拳头 还是直轰到了那人的脸上 啊 那人痛叫一声 连退两步 还不等他回头 又是一拳 打在他的脖子上 他哪经得住拳打南山 脖子整条断裂 脑袋一歪 人也摔倒余地 在楼梯那抽烟的老五一听到动静 还以为事情搞定了 可随之而来的骨头碎裂声 让他觉得不对劲 几个剑步跑上来一看 脸就陡然变色 没有神兽 他光平一双手 就打死了两个二阶格的武师 这尼玛是人吗 老五把烟一掐 瞧着 朝他走来的林全 竟然不由地汗毛倒树 老子不去找叶一千 他还阴魂不散 找上门来了 预约了吗 问没问过我秘书 林全冷冷地朝着老五一挥拳头 老五吓得浑身一哆嗦 掉头就跑进楼梯 跑 你能跑到哪里 老五还没跑到下一层 眼前猛然出现一头猛兽 他差点没杀住车 撞在那猛兽身上 等他看清了 魂都没了半解 骇然就是林全的那头火龙 你 你得饶人出气饶人 我是叶一千的武帝 我们叶家在南地城可是 可是什么 林全慢吞吞地从楼梯上走下来 是鱼肉百姓的无良商人 还是全是熏天的恶霸 又或者是杀害忠良的匪徒 你 你在说什么 我 我不知道 我爸叫林长江 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 林全走到了老五的面前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林长江我也不认识 我今天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叶一千叫你来灭口的 林全一拳轰过去 重重地击在老五的胸前 老五被打得胸骨下陷 强忍着才没吐血 可以已经在那狂喘着气 有点站不住了 你别跟我打马虎眼 当年的事 你们叶家有份 我只想知道真相 林全掐住老五的脖子 轻轻在他手臂上抱起 想到双亲的死 他就压不住火 林全 叶小蝶大声喊道 你杀了他也没用 你不想问出真相吗 哼 林全手一松 老五就跪在地上 身体不停地抽动 你最好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要不然我这神兽可是个吃货 尤其喜欢从下面吃起 不好 就瞧老五突然嘴里泡沫 眼一翻白 死了 林全已经很快地 将解毒丸塞进他的嘴里 可还是晚了一步 叶家的人 还真特么够严闷 服毒自杀这种事也有 这还是叶一千的亲弟弟啊 怎么办 叶小蝶看着地上的尸体 脑子里一片混沌 先把尸体扔回房里放着 我们 出城再说 出城 叶小蝶愣住了 城外可是兽巢来袭啊 跑出去 那不是找死吗 你真笨 不管是几阶妖兽的兽巢 只要有妖兽 我们就能大赚一笔啊 要钱不要命了 你怕什么 有我和小伙子在 阿红也是二阶妖兽 我们出不了事 大不了就跑回来就是了 叶一千百名不顾你死活 家也被烧了 你就不想赚些生活费吗 学费的事还没着落吧 你余额还有多少 叶小蝶低下头说 余额还有三百 华拜还有四千额度 那连阿红的饭钱都不够吧 白板妖兽减条腿回来 都能卖好几千呢 走了 林泉一拽他身子 就跑到楼下 这里实在不安全 先出城再想办法 赚钱也是大事 这是增幅药水 三瓶 你拿着 要万一我顾不上你 你就让阿红喝下 他的技能一下增强数倍 这是复活药水 阿红是挂了 你就给他喝这个 这是 叶小蝶愣愣地 接过林泉地上来的药瓶 我们一起出城 得做好万全的准备才是 街道上都进空了 连城卫队的人都看不见 想必都跑到城墙上去了吧 只剩下警铃 在不停地发出声音 犹如催命一样 两人跑到南边的一处城墙脚下 就被城卫队发现了 你们来干什么 年纪轻轻地别瞎凑热闹 我们是御寿师 前来驻站的 林泉和叶小蝶 连忙拿出证书 一接 也好 去二号城门那边吧 南边一共有四道城门 林泉两人过去后 就被安排到城外五百米处的战壕守着 一位指挥官模样的男人 叼着雪茄 上来检查过二人的证书后说 你们到那边去 他手一指 那地方全是御寿师 各种不同的神兽 都在御寿师的脚旁趴着站着 也有几只在空中翱翔 一个年纪很大 留着白胡子的老头 在那说话 我呢 上次受朝来时 一共杀了四百二十八头妖兽 也算是立了大功了 你们呢 这次也有机会 只要能守住城池 就能得到城主的奖赏 林泉和叶小蝶 小心地靠过去 这次来的是几阶的妖兽啊 根据前面的探子打听到的消息 大约是二阶妖兽 下面的人一众哗然 二阶 我们可都是一阶御寿师啊 不行不行 我妻子临盆在即 我得回去陪她 我爸年纪大 连走路都打摆子 我要死了 就没人照顾她了 我老娘才刚新婚 我可不想她白发人送黑发人 我还是先走了 哗啦啦的人走了一大半 林泉这才找到机会说 我们先去看看 大家等消息吧 第三十一章 想简陋的不少啊 二阶妖兽的寿潮 比上次还要猛啊 看看 人家年轻人多勇敢 你们这些懦夫 一个个光吃饭不干事 要是寿潮入城 你们家里人还有活路吗 老头的话从身后传来 林泉弩弩嘴 就和叶小蝶绕到旁边一座小山后 二阶啊 林泉 要不咱们回去吧 来都来了 还打退堂鼓 那多没面子 也没人知道我们出城了呀 命比面子重要啊 叶小蝶紧张地说着 手就被林泉握紧 回去也不安全 叶家老五死了 叶一千会不会再派人过去 林泉的话 让她心头一紧 那就一直躲着他们 我也暂时没想好法子 我们先收集更多的妖兽尸体 发一笔财 回头去找城主 叶小蝶明白了 南地城两大家族 城主赵友方的赵家 跟叶一千的叶家 名争暗斗数百年 想要逃过叶家的毒手 只有去找赵家 用赵家来制衡叶家 让叶一千不敢再按下毒手 总要给赵家送一份见面礼 人家才肯帮咱们 那你也不用一直握着我的手吧 握出感情了 一时不舍地松开 叶小蝶白了她一眼 倒也没将手摔开 心中只是想 她还是算我未婚夫吧 虽然她未必知道就是了 好可怕 灵泉突然喊道 就看远处天空地面密密麻麻 如同蝗虫过境一般 到处都是妖兽 那空中的都有三对翅膀 长着蛇一样的脑袋 身子却像是豺狼 嘴里喷着蓝色的火球 地面的体型都在三米开外 也有三种之多 有的是两颗脑袋 跟蝎子似的身躯 有的则是浑身表皮 浮出一层的冰霜 每爬几步 地上就流出一道的冰痕 摆明就是冰霜系的妖兽 另一种则树木不多 身上有着一圈圈的花斑 上面还有些绿色的粘液 肯定是带毒的 二位也是来简陋的 从身后高处 传来一个声音 林泉一抬头 就看十多个身着 五管道服的男人 在那站着 大家是格斗舞师 对 我们是语文道场的 语文道场 在南地城大有来头 听说老大是都城退役的 八十万进军教头 你们二位呢 我们是御寿师 林泉和叶小蝶 登上山顶才发现 后面还站着数十个人 也都穿着一样的服色 胸前都绣着语文二字 御寿师 这么年轻的御寿师 就算打娘胎里练起来 也最多不超过二阶吧 面对二阶妖兽 一点毛用都没有 大场面哪 一个男的感叹道 都是二阶妖兽 这次可算是等到了 唉 就怕是有钱赚没命花 一人满面愁容的男人说道 钢弹 你说什么呢 我们是有备而来 那些妖兽 再多又怎样 还挡得住 副教头的拳头 可双拳难抵四手啊 这么多 我们就算带了毒水 也不够用吧 你是不是傻呀 钢弹 我们先等着前面的城卫队上了 跟妖兽打得差不多再上去 坐收渔翁之力都不知道 想得倒挺美 哄 城墙上的重炮 开始轰击 一颗颗炮弹滑出抛物线 越过小山 直接砸在兽巢之中 叶小蝶赶紧捂住耳朵 灵拳的表情也变了 低阶妖兽 还是挡不住现代武器啊 不说炮弹上 还写满了各种静咒 一颗下去 足以轰掉几十只妖兽 就是 空中的怎么办 成百头的飞行系神兽 猛地从守城的阵营里飞出 直扑向空中的妖兽 无数的电闪雷鸣 双雪满天 火光四箭 妖兽的队伍乱成一团 但很快地就发起了反击 一头个头明显要大出一截的妖兽 扑上去就干掉了四头神兽 冰霜系和火系的神兽 对他一点伤害都没有 看得小山上的人都瞠目结舌 那三翅飞狼怎么如何凶暴 怕是变异的了 不对 他只是体型比较大 三翅飞狼 种类 狼族 等级 二接 战斗力 1828 战斗技能 疯狂撕咬 远地飞行 战斗适应性 空中平地加持症199 可净化部位 无 潜力 四接 灵拳瞧着那头三翅飞狼的数据 只是头平常的妖兽啊 难倒是饭量比较大 吃太多了 个头才变得巨大 还等着干什么 让你们的神兽都冲上去 白胡子御兽师激动地喊道 数十头 神兽如出戎猛虎 直接扑向了潮水般的妖兽大军 两方接战后 副教徒就喊道 我们折往B点 二位保重 真是萍水相逢 生死无关啊 这么快就跑了 灵拳也立马和叶小蝶 跟着他们一块跑 小山处马上就要变成接战区了 站在这里 死都不知怎么死的 哼 你这神兽有点意思 副教头瞧着被叶小蝶放出来的阿红 伸手想摸 差点被大门牙给咬伤了手 他任主怕生 你还是别碰了 灵拳说了句 就看副教头 一脚将一头花斑绿毒鼠 一拳轰退 他的全径太强 隔着还有一米多 就打上去了 这才是真正的格斗武师 全境外放 至少得有个三阶吧 前面就是B点了 钢弹喊着 一跳就窜出十多米远 眼看就踏上了那块平地 突然从地上窜出一头妖兽 直接将它一口咬成两节 所有人都惊住了 双头黑背 种类 犬科 等级 二阶 战斗力 1328 战斗技能 同步狂咬 疯狗病毒 战斗适应性 平地加持症169% 可进化部位 四肢 口腔 潜力 三阶 钢弹 副教头一声大喊 一闪身 就到了双头黑背的身前 一手一个抓住狗头 往下一按 就按在地上用力摩擦 跟上来的语文道场的格斗武师 也都拿出冰刃 瞬间将双头黑背分尸 就看他体内 滚出深红色的毒液 还带着极强的臭味 让灵犬都想吐了 闪开 叶小蝶正想推到灵犬身后 灵犬将他一抱 一脚踹翻一头双头黑背 就将他一扛 狂奔向远处的目的 第32章 闭门疗伤 他是御寿师 副教头瞧向地上 被灵犬一脚踹得半死的双头黑背 我们要不要过去 那女娃被双头黑背咬伤了 无药可疑 那地方又在受潮的攻击线内 她就算再厉害 也死定了 我们没必要为了帮他们送命 灵犬一脚踢开守木人的大门 将叶小蝶放在床上 就拉他的短裙 我浑身发冷 可你也不要趁人之危啊 你先吞下解毒丸再说 灵犬在他嘴里塞了颗解毒丸 就看着大腿处的伤口 犹豫不决 牙印很明显 血都成了黑的了 不知道解毒丸能不能有用 算了 我吃点亏 你忍着点 灵犬实在不忍心 让叶小蝶就死在这里 俯下身就张嘴靠上去 你干嘛呀 你别夹住我脑袋 我再帮你把毒吸出来 你 你 我头好晕啊 要是毒没有直接进入 血管还好 解毒丸能立刻起效 可这都快到骨头了 不吃点亏也不行了 就当是啃莲藕吧 这腿也跟莲藕一样白 灵犬奋力一咬 把受伤地方的肉都撕下来 再戳了几口 也不管毒会不会进入到他嘴里 反正他吃花生一样 连吃了五颗解毒丸 啊 叶小蝶痛叫了声 那是肉啊 一块都被咬下来 他就是再晕 也立马就感受到了 你叫什么 还没到点呢 灵犬决定 再来一口伸的 咬都咬了 一口也是咬 两口也是咬 不怕多 要不然 看到那受伤的地方 都变黑了 要再不处理 只能截肢了 叶小蝶 以后就成了毒脚仙了 连续咬了七八口 腿上被咬开了个晚大的伤口 才终于见到活血 毒也总算是被止住了 灵犬也像是经过一场生死大战 满头是汗 让你小心 你都不注意脚下 亏得我击免 要是再来一口咬到你胸上怎么办 阿红也终于放下心来 要不然他跟过来时 一直在那扇着耳朵乱转 也是急死了 见你毛用用 灵犬抓住阿红 就在他身上拔下一射毛 直接给捂在叶小蝶的伤口处 系统里有没有快速生机活血的药 生机活血粉 一瓶一千万 靠 抢劫呢 灵犬 你不要抛弃我 我 我好痛啊 叶小蝶的脸 都由于疼痛而变得扭曲 汗叶也将他的制服浸透了 灵犬咬着牙医狠心 买了 老子就是不想让你死 你得给我好好活着 我还要靠你把叶一千那老不死的弄垮 啊 好痒啊 生机活血粉倒了半瓶上去 血立马就止住了 机体也在快速地复原 就是跟一般的窗口一样 在生机的时候 肯定会痒 痒也得忍着 别用手去挠 嗯 叶小蝶答应一声 竟然就睡着了 这个没良心的 我在你腿上咬了半天 还花了一千万联盟币 你就这样暴打我 说什么 也要忍着疼痛亲我一下吗 要不然 我就快腊肉 都比救你好 瞧着他那细长的睫毛 洁白的脸颊 如血一般的肌肤 灵犬擦了把汗 正打算出去看看 轰的一声 整个房间温度 瞬间冷了二三十度 一头冒着寒气的妖兽 闯了进来 寒冰鳄鱼 种类 爬行类 等级 二阶 战斗力 一千三百三十八 战斗技能 冻结空气 凝结血液 战斗适应性 两栖加持症 百分之一百七十四 可进化部位 口腔 四肢 潜力 四阶 灵犬一吸气 牙都发酸 这也太冷了吧 自动行走的空调 屋子里 都要变成零下十几度了 哦 寒冰鳄鱼 张嘴就喷出一口寒气 灵犬倒还好 他怕叶小蝶 直接要变成冰棍了 就上前一记 拳打南山 靠 皮太厚了吧 谁想打在寒冰鳄鱼的身上 他就原地打了个圈 根本就没出血 内伤有没有 灵犬也不知道 小伙 收纳袋里的小伙 早就等不及了 跑出来就冲着寒冰鳄鱼一喷 一瞬间 寒冰鳄鱼就成了鳄鱼烤肉 肉香弄得整个屋里都是 香死了 妈妈 我要吃烤串 灵犬愣愣地看向叶小蝶 这还在说梦话呢 我知道家里穷 可是 我想吃啊 我不吃了 妈妈 你别生气 小蝶以后不吃了 灵犬听的心里一阵酸楚 看到阿红捂着叶小蝶的身子 就带着小伙走到门外 轰 轰 轰 重炮的声音不绝于耳 无数的雷光在地面炸起 妖兽被挡在了 离南地城 还有一公里的地方 御兽师的神兽死伤也不小 但在格斗武士的冲锋队 加入战斗后 阻力明显减弱了许多 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下去检陋了 副教头大笑一声 挥手带着数十名语文道教的格斗武士 从侧翼冲了进去 由于距离只有几十米远 灵犬就冷冷地看着 他们早有准备 每人都备好了收纳袋 将被轰掉的二阶妖兽的肢体 都扔了进去 一些死掉的神兽 他们也不放过 每五个人为一组 有人负责挡住妖兽 有人倒出毒水 有人专则检尸 摆明是操练过的 滚开 一头寒冰鳄鱼 他伸手抓住鳄鱼的心脏 直接从身体中扯出来 这一招太过血腥 连一些妖兽都吓得不敢上前 哈哈 副教头仰天大笑 二阶妖兽算什么 老子打的就是精锐 秀 一道冰箭穿进副教头的左胸 钉在他的身上 也就一眨眼功夫 他就成了一块冰雕 但是除了灵犬无人发现 宇文道场的人都还在疯狂地解尸 灵犬大惊失色 想要上前去看 就感到地面一阵摇动 天空也随之黑了下来 他扭头一看 一头十几米高的巨兽 浑身都是寒霜 冰箭正如落雨般地 从他身上飞出 不好 副教头 终于有人发现 副教头出事 大喊一声 就被冰箭扎了个头心凉 一时间 宇文道场的人乱成一团 注意到了巨兽 纷纷逃窜 灵犬吸了口寒气 钻进屋里 就将叶小蝶背起 冰霜巨兽 种类 类人足 等级 三接 战斗力 6338 战斗技能 万箭齐发 寒箭穿星 战斗适应性 陆地加持正385% 可进化部位 躯干 四肢 潜力 四接 好强悍的三接妖兽 战斗力竟然比 叶寒光那头三接的 白灵雷胶还要强 小伙就算有种族优势 一接就有3000多的战斗力 还是不够看啊 此时不跑 更待何时 第33章 冰霜巨兽 灵犬被地面的状况惊呆了 大地上浮起了一层薄冰 霜气从弥漫在四周 就跟走进了冰雕斩里一样 更让他惊恐的是 那冰霜巨兽才三接 那四接兽王会有多强 看着他已经过了目的 再朝着城墙走去 就如同碾压似的 前方的御兽师 格斗武师 如意排排的青草倒下 任何想要对他发动攻击的神兽 也都死在地上 最可怕的是 他连妖兽也不放过 在他方圆20米的范围里 妖兽也死了一大片 先把收纳袋都捡了再说 灵犬当即立断 跑到宇文道场的人身边 捡起收纳袋 又将全须全已的妖兽神兽 都扔进收纳袋里 但他很小心地保持着距离 不走到冰霜巨兽身旁20米之内 轰他 树枚炮弹 炸在冰霜巨兽的身上 等烟雾散去 就看炮弹 全被凝结成了一颗颗的冰球 三接妖兽 怎么可能挡得住 指挥官颤抖着身子说 城主呢 叶一千带着叶家来了 但他似乎并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 手里还捧着个紫砂壶 城主去了都城 人还没回来 叶老板 靠你了 叶一千冷笑道 我可不是城主 靠我 说什么笑话 你 指挥官的脸都绿了 现在还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吗 小小的三接妖兽罢了 三生七福 都有四接的御寿师 和格斗武师 你们城卫队最高指挥官 也是四接御寿师 赵家的大职士 还是五接御寿师 对付三接妖兽 轻而易举的是 还用得着我 叶某人出手 叶一千的冷嘲热讽 让指挥官想要吐血 要不是这些人都不在城里 哪容得那冰霜巨兽放肆 城主的直属冒险团团长呢 他也不在城内 不在 指挥官腮帮子都咬疼了 三生和七福的院长呢 在外地做学术交流 那传说中的冷黄冒险团的团长呢 他 他神龙见首不见尾 活人都找不到 还指望他 指挥官深吸了一口气 抱拳道 叶老板 你们叶家在城里的产业也不少 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冰霜巨兽 攻入城内吧 还请你大人有大量 援手相助 哼 我叶家就是家大叶大 怎么了 不怕被砸碎几个房子 叶一千喝了口茶 坐在仆人拿出来的凉椅上 我就是来看个热闹的 你 你还是不是人 怎么说话呢 叶家老三音策策地说 守城可不是叶家的职责 要是城破了 城主回来 第一个就得找你 可找不上我家大哥 一句话堵得指挥官心头一慌 实在不行 只能用导弹了 咦 那冰霜巨兽转头了 他难道不想入城 林全完全没注意到 冰霜巨兽 一双冷漠的眼睛 在高处看着他 他还在开心地解尸 花在叶小蝶身上的一千万 一定要赚回来啊 好不容易成了千万富翁 还能倒退了 到时再问刘哥 买件上档次的礼物 再找城主 把叶家压下去 等查清真相后 要真是叶一千 那老东西下的手 再把叶家毁了 我要他血债泄肠 林全突然感到 身后有双眼睛 在盯着 一回头 一道冰剑就直冲着他刺来 冰剑在距离身体 大约十米时 就有一股寒气冒出 让人行动变得僵硬 林全大害之下 只能勉强横移几十厘米 冰剑就从他的身侧 刺在地上 好险 瞧着地上 还在摇动着的剑尾 林全惊魂未定 就将叶小蝶放下 好啊 还真不肯放过老子 本来你走的你的阳关道 我发我的横财 谁也不爱着谁 偏偏 卧槽 一道身影 猛地扑向冰霜巨兽 连续冲着他的脚踝 联机三下 那是头爬行类的神兽 长着一双异常尖锐的前肢 如同削尖的大钳子 只是 那指挥神兽的人 竟然是小番茄的团长 赵公子 林全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贪生怕死的家伙 会这么勇敢 退 小番茄团长一声轻贺 就将那只神兽收走 人如一道青烟 快速地跑远了 冰霜巨兽 一点感觉都没有 胸膛一挺 数十道兵剑射向林全 我靠 这是超负荷打击呀 连躲避的地方都没有 小火 烈焰缠绕 一道红色的火焰 从小火的嘴里喷出 将所有的兵剑瞬间包裹住 连绕了数圈 兵剑也立刻全部融化 龙 是龙 谁的神兽 远处的城墙那 拿着望远镜的城卫队 有人发现了 在那大喊着 叶一千蹭的一下 从梁椅上跳起来 那个姓林的还没死 老五怎么办似的 老四 你去看看 是 一种不祥的预感 在叶一千的心里生起 带着龙族神兽的御兽师 他肯定能把冰霜巨兽干掉 拯救南地城的英雄要来了 我的老天啊 不能再死人了 希望他赶紧把兽巢结束吧 冰霜巨兽死死盯着空中的小火 来自于种族的恐惧和体系的克制 让他充满了警惕 既然无路可退 那就干吧 林全纵身跃起 一下跳在小火的背上 烈焰喷剑 一路的火焰从嘴里一直喷向冰霜巨兽的身体 光是掉在地上的火星 就砸出一个个的火坑 把原来被冻住的一些妖兽尸体给烧烂了 让完全还没来得及捡的林全 心里一阵阵的肉疼 这可都是小钱钱呢 远处黄蜂岭附近的一处黄土山顶 在那 躺着扯呼的林玉盘 被青蛇缠着脖子叫醒 姐姐 是拳根 嗯 你看公目方向 在跟冰霜巨兽搏斗的是拳根 林玉盘睡意顿时消失 那个小王八蛋 哪来的本事 他吃错药了吗 又要老娘去救他 不对 那冰霜巨兽顶不住了 要跑了 哎 三十一世纪奇观啊 冰霜巨兽被连续树刀烈焰喷剑 逼得连退几步 终于掉头跑向黄蜂岭方向 追 等等 我把小蝶给烧上 第三十四章 变异 雷动九天 抱着叶小蝶骑在小火背上 就觉得 他那身子异常的香 一定用的是原生态的沐浴露 别看他穷 还是个讲究人 叮 宿主经过生死劫难 和绑定生物配合无间 领悟技能雷动九天 叮 绑定生物产生变异 灵犬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看到小火的肌肤柔软了许多 有一层薄薄的金色光泽 摸着舒服极了 这就是变异 那雷动九天又是什么 哄 小火领会了他的意思 张嘴就吐出一团火雷 这一下可要命了 直接轰在了冰霜巨兽的身上 空中瞬间落下树道霹雳闪电 由于距离并不远 雷声就震得林犬耳朵快聋了 雷光又闪得他眼睛快瞎了 更难受的是冰霜巨兽 他被一轰 身体轰然倒下 砸得地面来不及逃走的二阶妖兽 全都被压扁了 小火就扑下去 用他的巨爪 按住冰霜巨兽的脑袋一拧 咔嚓 好家伙 脑袋都给拧下来了 剩下的二阶妖兽 顿时做鸟兽散 连一头一只敢留下来的都没有 空中的妖兽 也立马逃得远远的 无疑不再想 这头龙是哪里来的 不躲远点 要招惹了他 非得把命送了不可 小火骄傲地顶起肚皮 在林犬的脸上蹭 行了行了 立大功了 回头奖励你一包辣条 听到辣条 小火就手舞足蹈地 转起了圈圈 林犬头疼地瞧着冰霜巨兽的尸体 这在刘哥那保准能卖个高价 就是体型太大了 收纳袋完全装不下 就看小火一喷 冰霜巨兽身上的冰熔成了水 露出一个两米高的圆身 竟然是个人一样的妖兽 又不是一族 真够怪的 是了 累人足 林犬将尸体收了 想回去得找刘哥问问 他见多识广 说不定能知道先门道 哈哈 又见面了 小番茄团长跑过来了 刚才见老哥把冰霜巨兽 都给干了我真是服了 你要进团 团长让你干 不干 我说 你刚才在让神兽挠他脚踝干什么 我听过一个传说 就是这种巨人 是不是叫阿迪达斯之种 砍掉他就完了 那是他的弱点 林犬都听傻了 大哥 那叫阿卡留斯之种 对 好像是我这记性 我不是大哥 你才是大哥 你要不愿意入团 要不留张名片吧 没名片 我有 你拿着 以后来欺负完的时候 我给你介绍几位女同学 要知道 我们欺负别的不出名 就女生名声在外 个个都是盘量调顺 温柔体贴的精品 事过都说好 林犬看了眼名片 赵多多 哎 这小子 怎么跟拉皮条一样 我就不打扰大哥了 我去捡个漏 满地的尸体 不能浪费了呀 赵多多打了个哈哈 小不快跑就不见了 林犬也不耽搁 谁知那四街兽王 什么时候跑出来 赶紧把全须全已的 活得死的妖兽 都装满了收纳袋 小哥 你从那边来的 看见那位指挥火龙 击杀冰霜巨兽的 御寿师大人了吗 没见过 哎 就看到个模糊的身影 但那他玉树林峰的身姿 那逐而不群的风范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是啊 他可救了大家的命啊 为什么不过来 跟大家见一面呢 我想他一定是个 品德崇高 生性低调 不爱虚名的人 他不想太招摇了 做好事不留名吗 问话的士兵一脸的崇敬 他是我的偶像 林峰笑不入耻地点了点头 背着叶小蝶进了一家酒店 一间房还两间房 前台小妹斜着眼问他 明知顾问 你看我是干什么的 当然是一间房 套房 大床 你不会是把人灌醉了吧 废话太多了吧 管得着吗 扛着叶小蝶进到房里 林峰就检查他的伤口 要说冰寒鳄鱼和冰霜巨兽 这两头冰霜系的妖兽 有什么好处 就是减缓了他的血流速度 但坏处就是让生机活血粉的效果也减弱了 必须要换药 你干什么 你把我裙子放下 叶小蝶醒了 看着趴在他腿上的林峰就喊 你用了什么牌子的沐浴露 你 你先放开我 林峰举起手中的瓶子 你都忘了吗 你被双头黑背咬了 中了毒 要不是我 你早就见阎王了 想起来了 叶小蝶掐着裙边 你能不能让我自己来 哼 你知道我配的这瓶药 成本多少吗 多少 一千万联盟币 什么 叶小蝶惊了 一千万联盟币都能在市中心买套房了 我为了你 我都豁出去了 钱算什么 身外之物 哎哟 林峰把剩下半瓶药都倒在他腿上 帮他抹匀了 就顺着他腿往下一滑 在他小腿上一拍 你这个混蛋 故意的吧 这叫活血 我还有一套祖传的按摩手法 能帮助你快速地去毒生机 特别是胸肌 要不要试试 你 登徒子 臭流氓 怪不得跟张大力混在一起 老天真是瞎眼了 让我摊上这么一位未婚夫 我真是命太苦了 哎 你怎么哭了 我说着玩呢 怕你老想着伤口 林全扯了几张纸巾递给他 今天收获不少 我杀了一头三阶妖兽 收了上百头二阶妖兽的尸体 回头给你也分红 真的 叶小蝶一下眼泪就没了 睁大了眼 你怎么装回来的 那些宇文到场的人 被冰霜巨兽杀了 我就把他们的收纳袋都捡回来了 用来装妖兽尸体 林全指着床脚堆着的几十个收纳袋说 叶小蝶也高兴得不得了 可他立刻注意到不对劲 我们不在你家吗 在酒店 我开了间房 酒店 开房 叶小蝶不禁失色 你别想歪了 你就是头怀送抱 我不一定要呢 林全淡淡地说 就是家事暂时不能回了 叶一千肯定还会派人过去 等过几天你伤好了 我们就去找城主聊聊 第三十五章 尊重下格斗武师吧 叶小蝶洗澡时 掰过腿一看 差点晕了过去 大腿出的伤口触目惊心 像被人用刀子挖出了个洞 又用力搅了几下 那双头黑背的毒 也太可怕了吧 要不是林全 我这条腿都保不住了 真得好好感谢他呢 可一想到林全张嘴就咬 就浑身一颤 好不容易小心翼翼地 洗完澡出来 想要好好跟林全 开诚不公地聊一聊 把玉佩的事也说了 看他是怎么打算 谁知 外面空无一人 林全不知跑哪里去了 我说刘哥 你就别跟我来这套了 我知道你路子眼 上回你不说 城主家有个女丫鬟 是你老乡好吗 还把人家肚子搞大了 你就让嫂子帮我个忙 引荐一下 林全笑呵呵地提着一盒糕点 这是刘哥最爱吃的桃花酥 在步行街另头的张继买的 我说林全你这小子 找城主干什么 城主他老人家日理万机 哪有闲心见你呢 你到底是捅了多大的篓子 林全低声说 我也不敢瞒着刘哥 我看上城主的孙女了 卧槽 你胆也太肥了吧 这你还敢登门 不怕城主把你拆了 还是你是数了高的 拆了还能拼回去 这话说的 我就真心诚意 想上门求婚 我呸 你说实话 林全苦笑道 我得罪了叶家 得找赵家赵着 马掌柜出来说 早说嘛 小刘 你让你想好的给打声招呼 看城主哪天回来 就让林全过去 但是 林全啊 你就打算空着手去 这不也想找马掌柜 刘哥问问 有啥东西能做个见面里 能入得了城主的法眼 刘哥黑笑道 城主可是九阶玉兽师 一城之主 又是赵家的家主 家族在南地城都 好几百年了 什么东西没有 要一般的物件 他还能看得上 那该怎么办 马掌柜皱眉道 从城主身上 想办法是不行的了 但他最疼他那孙女 一直想给他孙女 弄之三阶神兽 可他那孙女 也才刚入门 一阶玉兽师 这月阶带宠的事 极其麻烦 就是城主 也没有好办法 你要能解决了 别说是帮你摆平叶甲 就是你真做他孙女婿 那是不可能的 你别做梦了 林全心想 越界带宠 这是得找苏唐问问了 那孙女在哪能见着 他在神山小学读小六 马上就出中了 还是个小学生 刚才还说 看上人家要提亲 还有别的事吗 就一批二阶妖兽 我姐让我来卖的 林全从一个收纳袋里 拿出几十个收纳袋 好几百具尸体 还有活的 里面说话 马掌柜使了个眼色 就有人在店里喊 先等等 小子 你这些收纳袋哪来的 林全回头一看 是两个胸前 绣着宇文二字的格斗武师 宇文道场的人 我呀 在城外捡的 这批收纳袋 都是我们道场定制的 是我们道场的东西 不属于你 一位格斗武师 上手就要夺回去 林全一抬手 就把收纳袋 都扔进了柜台后面 然后指着门外说 怎么 捡的也不行 你们副交头 可是死在我面前的 还有那钢弹死得更惨 那人一惊后怒道 别他妈跟老子废话 出来练练 练练就练练 马掌柜踢了刘哥一脚 还不跟过去看看 一出到门外 那两位就掐着手说 看你穿着 是御寿师吧 林全穿的是一件灰色的斗篷 把头照一戴 就能混入人流中 叶家就是眼线再多也看不见 就算是 看他年纪 能到一阶就不错了 一阶神兽 在我们兄弟眼中 就是废物 副教头 这次带着几十人 都死在了城外 他们的收获 哪能还落到你手里 让你占了便宜 我告诉你 今天你把收纳袋 都交出来 再赔道场几百万 事情就算过去了 要不然 林全笑了 要不然怎样 你们的人 又不是我杀的 他们死的时候 就没捡几具尸体 都是我后面捡的 怎么 还不讲理了 在我们眼中 全都就是真理 你真不怕被我的神兽 一口吃了 哈哈 开什么玩笑 我们相隔不到四面 以我们的速度 你还没把神兽放出来 我就能把你骨头掐碎了 两人放声大笑 一些路过的城民 也都摇头 玉兽师跟格斗武士干架 第一点就得拉开距离 要不然近身的话 只有死路一条 四节玉兽师 甚至无法在十米内 跟一阶格斗武士开干 这是原则问题 这小子 看样子 要被打成猪头了 可惜啊 看起来还人模人样的 要混容了 刘哥嚼着口香糖手 掌握着根末香飞鱼的骨头 又吸又尖 靠着墙 在那看着 林泉这小子 可真能惹事啊 但也不能让他死在这里啊 别说我们兄弟欺负你 最后给你一个机会 交不交收纳带 赔不赔钱 林泉笑着摇头 到手的东西 还能交出去 做什么梦呢 那就别怪我们了 哄 两人同时一跺脚 脚踏的地方 轻石都碎了 再几乎同时冲上来 太欺负人了 格斗武师打玉兽师 在四米以内 竟然还以多起手 那少年要玩了吧 就看电光火石之间 突然伸出两条胳膊 一左一右 按着两人的脑袋 就用力一搓 哎呀 哎呦 两名格斗武师 被按得身子往后一仰 头顶一阵发凉 无数的头发 撒在地上 两人又惊又羞 再一摸 居然被搓出了各地中海 你不是玉兽师 你也是格斗武师 不 我是玉兽师 那你怎么呢 我从小就爱体育锻炼 从不缺席早操课间操 第98套广播体操 非常擅长 这就是第一式伸展运动 我呸 周围的人 发出阵阵哄哮声 指着二人的头顶 就在那嘲讽 二人面红耳赤 回溜溜地走了 留个琢磨 来琢磨去也没想明白 只得先把灵拳 叫到后院 让他把收纳袋都解开 第36章 药水合成器 整个后院堆满了 二阶妖兽的尸体 一层又一层的 快有好几座小山高了 活得也都关进了笼子里 差点笼子都不够用了 看得连马掌柜都只稀奇 玉盘姐这些收获不小啊 算是发了笔横财啊 我老解她本事不大 减便宜的能耐不小 也就趁着那冰霜巨兽 在跟飞龙法师战斗之时 将战场上的尸体都收了 南地城的几家报社 很快就将兽朝的战斗 写成了新闻 印刷出版 林全过来时 好些暴童都在叫卖 他也买了份 上面的标题 就是飞龙法师大战冰霜巨兽 一己之力力退兽朝 拯救全城百姓 飞龙法师 名字也还过得去 那可能是路过的预售师 带龙的 多半是都城的世家 马掌柜微微点头 也算是全城百姓命不该绝啊 就是啊 林全 刘哥握着算盘说 这简师的不少 二阶妖兽的价格 铁定会崩盘 你想吧 事情过后 打扫战场的城卫队 从城里跑出去的老百姓 功过于求啊 那刘哥说吧 值多少 刘哥拨动算盘珠子 一一得一 一二得二 三七二十一 这样吧 我给你一千六百万 林全经道 几百具尸体加活兽 才一千六百万 刘哥 你心也推黑了吧 那你说该给多少 我这是有情价了 马掌柜微笑道 这样吧 林全 我先给你一千万 剩下的看几天后的市场价格情况 再给你 也行吧 林全叹了口气 瞧着道账的联盟臂 总算把就叶小叠花的钱收回来了 走出商店 就想去系统那再进一批货 眼睛立马就瞪圆了 一阶的药水 无论是净化还是升阶 都涨了几十倍 二阶的 也同样翻了几番 上面浮动的对话框显示 行情波动 靠啊 这也波动 这不是坑人吗 你这系统 还有点良心吗 林全正发愁 突然发现在商店的角落里 多了一个药水合成器 这是什么玩意儿 就看合成器里有数个小矿 上面有一些公式 只需要将各种材料放进去 就有一定的几率 合成出各种药水 系统要关上一扇门 会就给你打开一道窗口 先看一阶的净化药水 大概需要四叶菊两朵 蜂蕾草三猪 黑马蜈蚣三条 单货 开山甲的鳞片十五块 成功率是百分之八十 一阶的升阶药水呢 五猪火鬼疼的腾心 九颗黑零食 七七瘦的演艺队 地形蟹的尾巴四条 白铃雷胶的鳞片十块 成功率是百分之七十五 林全你咋又回来了 刘哥 给你列个单子 你给报个价 四叶菊 蜂蕾草 你要这些干什么 你给开价吧 刘哥算了算说 上面那单子是四十万 下面单子是六十万 还行吧 卖给张大力的净化药水 是一百万 还能赚个六十万 不对 材料也能找张大力出啊 林全还是要了个两副材料 花了两百万 肉都疼了 想着回头再试试药水合成器 看能不能合出药水 要不然光一颗净化药水 就要两百万以上 先找苏唐吧 问问他那月接待神兽的事 你说你不爱吃辣条就算了 老爱吃冰淇淋干什么 辣得一路都是 苏唐在用手戳爬爬的脑袋 路人看到都躲得远远的 光就爬爬那模样 身上还冒着一团鬼火 谁也不敢招惹他 爬爬委屈地低下头 舔着地上的冰淇淋 好了 让你吃 吃个饱吧 苏唐 林全 苏唐用力地摆动着胖胖的胳膊 笑着眼睛都不见了 给你带的辣条 你家小伙子最爱吃这个了 谢谢哈 我找你问件事 你不是一阶玉兽师吗 爬爬是三阶神兽 你怎么能带的 苏唐眯起眼 摇着双马尾 舔了口冰棍才说 是我爷爷帮我弄的 听说是在契约时 用了许多敬咒 这就麻烦了 总不能让苏唐爷爷 也帮着契约吧 那可不行 我爷爷忙得很哪 那有别的办法吗 在林全眼里 苏唐就是本百科全书 肯定也是哪个大家族出来的 就是南地城没有姓苏的玉兽师家 还真有 林全 你想要三阶神兽 我帮个小女孩 那她精神测试是多少 我也不知道 要是地狱壁的话 那就放弃吧 要是壁上 那就好办了 我有一种要 能让三阶妖兽 在一阶玉兽师 在契约的时候 为她服下 然后就能契约上 缺点就是 你说啊 无法发挥三阶妖兽的实力 只能当一阶妖兽用 林全晨音后说 也能凑合吧 城主估计是想哄孙女开心吧 能不能用得上 上不上得了战场 那都是二话 人家城主九阶玉兽师 还用得着孙女去战斗吗 喂 你老实说 你是看上谁家闺女了吗 林全脸红了 刚跟刘哥那胡说八道 只听说城主有个孙女 也没听说人家孙女才读小六啊 叫哄得小女孩开心 才小六呢 哇 你这么无耻 同养习吗 苏唐 你正经一点好吧 林全带着苏唐 来到神山小学 离放学还有十几分钟 外面早就停满了各种豪车 有用二阶神兽拉的 也有直接有着护兰的飞行神兽 有几只也是蜥蜴类的 背上还有马鞍 林全就注意到 城主赵家的徽章 一头黑色的蛟龙 那是一头两米高的蓝色大鹅 背上有个抓手 还有两个能用脚踩住的地方 小姐 站在大鹅旁的人挥手喊道 一个粉雕欲拙 满脸婴儿肥的女娃娃就跑过来 一巴掌拍在鹅脸上 爬上去就掐住鹅脖子再摇 快 演唱会要开始了 再晚就来不及了 大鹅啪啪啪的就往前跑 那仆人模样的男人连忙跟上去 林全心想 这特么是个熊孩子 第37章 斗兽场 快啊 赵橘子双手掐着鹅脖子 不停地摇 大鹅跑起来还真不慢 都快赶上普通的马车了 林全和苏唐都坐在爬爬背上 倒也不费劲 就远远地追着 小学外太多人了 得找个没人的地方 把赵橘子给绑了 再帮他把三接妖兽契约好了 再去找城主 秀 大鹅一转 转进了一条小胡同 林全记得那里没什么人住 是属于老城区 爬爬快 鬼火蜥蜴加速奔跑 飞快地冲进了胡同里 谁知道大鹅停了下来 赵橘子一转身 就抱着额脖 大声说 你们跟着我干什么 我知道你想要一头三接神兽 我能帮你 哼 你骗谁呢 我又不认识你 钱叔 赵橘子一喊 一道身影从后面冲上来 一拳就轰向林全 林全回身一接 顿时感觉不好 一股电流从钱叔的拳头中 蹦射出来 让他瞬间就骂了 嗯 能接我一拳 小子是格斗舞师 那这神兽 就是这小姑娘的了 小姑娘 苏唐笑眯眯地说 我可比他大多了 啪啪 啪啪翻身 张嘴就吐出一团火焰 地上溅出无数的火花 让钱叔都暗暗吃惊 这是三接神兽 这小姑娘 是二接 还是三接御寿师 但他反应神速 一个翻身 就跳上二楼阳台 林全却也跟了上去 他的手臂也不大麻了 拳打南山 光听到拳势 钱叔就微微一愣 好强劲的拳风 这小子 还是二接格斗舞师 钱叔一翻身 身发轻盈地 从空中落下 就脸色一变 剧毒狂喷 一团绿色的毒液 从啪啪口中飞出 巴巴巴的锁落之处 一片灰黑 钱叔当即知道 这要碰上 不死也得脱层皮 他就急速冲到 赵橘子的身旁 将大额一抄 要带他先离开 钱叔是吧 我们都是三生学院的学生 我们并没有恶意 就想帮城主一个忙 什么意思 听到三生学院 钱叔才脚步一停 赵橘子也睁大了眼 你见识过了 我这位同学 一阶玉兽师 能带三阶神兽 他有法子 能让赵姑娘也一样 你从哪听到的消息 马家 钱叔的表情 又放松了一些 你是马家的朋友 我打小就认识马叔了 钱叔这才将 抱住的大额放下 你怎的不早说 也没有我说话的机会啊 钱叔 你信他们 老马认识的孩子 赵橘子不会是坏人 再说 城里也没人敢对你动手 赵橘子高兴地摇着额脖 那就是说 我有机会能带三阶神兽了 先要找到三阶妖兽再说 还有一件事 你精神测试是多少 A 赵橘子挺着小胸脯大声说 在城里手去一指 不对 要不是一个姓灵的王八蛋 我现在还是南地城第一 苏唐斜眼朝林全暗笑 林全咳嗽两声说 那就行了 要用我们的法子 精神测试必须是A以上 那 前书能找到三阶妖兽吗 实在不行 我去找马叔买 不用 你们跟我来吧 赵橘子一路上话就没停 不是说话就是吃东西 那个姓灵的家伙 好可恶啊 我明明被认定是天才 他测试出S 谁都看不上我了 我要见到他 我一定要掐死他 要掐不死他 我就要让我爷爷拍死他 林全狂擦汗 这熊孩子 嫉妒心太强了吧 不就是个精神测试吗 至于吗 两位哥哥姐姐 你们叫什么啊 我叫林全 他叫苏唐 你也姓林啊 对了 那个混蛋 好像也进了三圣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林全朝前面指道 那是斗兽场 哎 怎么到这里来了 斗兽场可是南地城 最热闹的地方 里面豢养着各种妖兽 定期就会举办斗兽大赛 城里的人都会过来下主 这是城主开的 里面的妖兽 也是城主和城中的 一些家族寄养的 有三街妖兽 当然有 从后门进去 就有人过来迎接 将人引到了后面的寿篮处 林全远远就听到有人在说话 这头刺激 黑兄你说个价 我买了 什么不卖 我出一辈的价钱 还不行吗 你连这点面子都不给我 你知不知道 我是谁 张大力 林全就瞧着张大力 再跟个人再说着 点位还站在一边 叶家养大 那算了 我也就看他可爱 你瞧着毛茸茸的鼻子 还流鼻涕呢 我就爱这号的 大力 张大力一瞧 马上跑了过来 哎哟 林哥 你怎么跑斗兽场来了 帮人办件事 你来干什么呢 哎 别说了 兽朝一来 我老觉得不对劲啊 毫无安全感啊 光靠老点一个人 也保护不了我呀 要万一来的妖兽太多 四面八方都是 我光靠喵喵也不行吧 我就想再找只妖兽 你一接御兽师 能带两只妖兽 嘿 这不就想试试吗 死飞猪 你做梦吧 赵橘子在那一喊 张大力就卷起袖子道 哎 你这小孩有没有家教 谁家孩子 我爷爷叫赵友芳 张大力快速地尾了 难怪这么可爱 原来是城主的孙女啊 死肥猪 不要你排我马屁 钱叔 我叫那头 赵橘子来过好几次了 早就有新属的妖兽 他看上的是一头雷鹤 被关在兽篮里 他依旧高昂着头 全身都有一层薄薄的雷光 在那细长的腿上 还绕着一圈的绿色电光 这绝对是雷电系的妖兽啊 雷鹤 种类 鸟类 雷电系 等级 三阶 四阶神兽进度1% 战斗力3510 战斗技能 雷鸣电轰 战斗适应性 空中加持症385% 可进化部位 双足 翅膀 嘴部 潜力 四阶 林拳瞧着数据 心想就是成长性差一些 四阶就到头了 把他放出来吧 橘子 你会七月术吗 哼 我三岁就会了 赵橘子跳下鹅背 大鹅明显松了口气 一路被掐得脖子都肿了 第38章 城主的回复 雷鹤一出寿篮 就想要振翅高飞 可他被早就有准备的钱书 一掌握住了命运的咽喉 他也很快就低头 要去捉钱书的手 那一层雷光 更是一时暴涨 无数的电光 从他的身上浮起 整个寿篮区域 就像被笼罩在一层层的 电闪雷鸣之中 钱书却根本不怕 他也是修雷电系的格斗武师 张大力大叫 老点 你也去帮忙 点位一跨步 就到了雷鹤的身前 从腰后摸出一块毛巾 掐住他的嘴 就要绑住 他必须要让苏唐为他吃药 真麻烦 点位抬手就按住雷鹤的下颌 还不赶紧的 苏唐摸出颗蓝色的小药丸 扔给灵拳 张嘴 给我咽下去 雷鹤极不情愿地吞下了药丸 身上的雷光立刻减弱了一半 橘子 苏唐一喊 赵橘子立时蹲下在地上 快速地画出契约咒 几道光柱 就从地面扑向雷鹤 所有人都紧张地注视着 好像没成功啊 不对 你赶紧把大鹅给解除契约 大鹅不是我的神兽 那你的神兽呢 不在附近应该能够假契约啊 我没有神兽 赵橘子也急了 就在此时 轰的一声 雷鹤低下了脑袋 身上的光泽完全消失 成了 赵橘子狂喜地拍着小手 过来 雷鹤听话地走到他身边 半蹲在地上 他就爬到雷鹤的背上 太开心了 我终于有三阶神兽了 张大力看得口水直流 林哥 你是帮他弄的 那是什么药 给我也来几颗吧 苏唐的药 张大力就舔着脸 跑到苏唐身旁 唐唐 给我来磕吧 你吃吗 我吃也行啊 你把我契约住 我就跟在你身边 滚开了 林泉拉着他小声说 苏唐这办法能契约住 但神兽的实力 只能等同于一阶神兽 要来没用 张大力明白了 你们在哄小孩呢 赵橘子不就是小孩吗 前叔走过来说 小姐她是城主的心肝宝贝 你们帮忙必定是有事相求吧 我想跟城主见个面 嗯 他不在城内 过几日再说吧 我住在红韵酒店 就等前叔的消息 前叔点头答应 让人送他们先出去 明天斗兽场有比赛 林哥来看吗 学院那边停课了 说是要清理城外战场 老师都没空 斗兽场呢 听说抓了一批二阶妖兽 这一周都有比赛 没兴趣 那太遗憾了 林全回酒店了 心里还想着苏唐说 他家的药丸叫清洁丹 在系统里都查不到类似的 只能先放一边了 叶小蝶在床上坐着 阿红跟个球一样 被他荡成了抱枕 双手都插到他耳朵下了 林全从收纳袋里 放出两只白板妖兽 叶小蝶就吓了一跳 你干什么 我做试验 资深丹事是那么容易干的吗 林全拿出从药水合成器里 合出来的生接药水 乱跑的黑皮香猪 张开嘴就给他灌下去 80%和75%的成功率 还是挺高的 四副药都合出来了 就怕跟买的药水药效有差 路上顺道买了两只白板妖兽 就拿来试试 是什么药水 一阶的生接药水 你挺舍的呀 为科学献身吗 好像献的是黑皮香猪的身吧 叶小蝶附斐着就蹲下去看 黑皮香猪服下生接药水后 就翻了个身 露出白花花的肚皮 在那动都不动了 似乎不大妙啊 白板便一阶都有问题 那二阶的生接药水还能要 支 突然 黑皮香猪一番 发出咔咔的声响 阿红全身都鼓起来了 根根兔毛榨起 跟豪猪似的 就眼睁睁地瞧着黑皮香猪 慢慢地变大 没多久就变成跟家猪差不多了 更可怕的是 他的身上 还多了一层油光赠亮的光泽 嘴也变得又尖又长 如一个锥筒 等他终于不动了 林拳才连忙查看 黑甲蛮猪 种类 猪类 等级 一阶 二阶妖兽进度0% 战斗力 228 战斗技能 蛮猪冲撞 战斗适应性 平地加持症99% 可进化部位 四肢 嘴部 潜力 三阶 成了 合成出的药水 跟购买的药水一样有效果 哎呀 叶小蝶一声大叫 黑甲蛮猪冲着他 就用嘴拱 差点就刺穿了他的小腿 阿红一时大怒 一团兔针扎的黑甲蛮猪直接挂了 晚上吃烤猪吧 剩下那只黑皮香猪 瑟瑟发抖 还没事你呢 净化药水一样有用 林拳终于放心了 打算将剩下的两瓶药水 卖给张大力 先回本再说 在酒店待了五天 林拳习惯了 每天叶小蝶在浴室里 磨磨叽叽的 半天才洗干净 叶小蝶也习惯了 林拳睡了另半边床 晚上打呼噜 原来还怕他爬过来 头两天晚上睡不好 后来看他老老实实的 就放心了 可是今晚 叶小蝶的嘴 突然被捂住 别出声 嗯 放心 我不是想要 你脸红什么 有人过来了 我那是 被你弄得憋气憋的 林拳松开手 翻身下床 就将小伙放出来 凌晨四点 会不会是叶家的人 林拳 我是钱叔 城主说 知道你的事了 也知道你想要他帮什么忙 叶家的事他会处理 林团长的事 他会继续查 林姐不是失踪 也没被叶家绑架 你放心好了 叶小蝶也暂时不用 担心会被追杀 晚安 林拳用力拉开房门 就看走廊那空荡荡的 钱叔的影子都没有 好快 第39章 女人都不好惹 终于回家了 叶小蝶也跟着回来了 他无家可回 家被烧成金光 只能暂时住在林拳家 就是家比上次翻得还乱 什么东西都撒在地上 叶家老五那三人的尸体也不见了 觅着 林拳这是什么 别乱捡啊 你哪来那么多块硬盘啊 都是用来存放重要的学习资料 学生啊 当然以学业为主了 什么公开课 外语啊 电子书 我都有看有学 那这本画册是什么 南洋风的 别动 那是我姐的 你家被太多卷筒纸草纸了吧 你用得完吗 消耗是有点大 有备无患啊 林拳扔给他一把扫把 先把垃圾扫出去吧 门还得找人来修 花了一上午 才总算把家清理好 林拳就指着隔壁的客房说 你睡那边吧 要想跟我睡也行 反正几天下来 你都适应了 没闻到我的男子汉气息 你都无法入睡是吧 你脸皮越来越厚了 叶小蝶刮着脸颊说 我等会儿要跟苏唐去逛街 买两身好衣服 我上次送你那两套 放你房里呢 看门关上 林拳才把扫把一扔 尽心思索 他住在家里 叶一千早晚会派人过来 城主也压他不了多久 到时就能抓住叶家的人问个清楚 所谓的引蛇出洞嘛 何况 家里多了他 也能赏心悦目一些 门开了 叶小蝶换上了空姐制服 林拳比血都快喷出来了 酒店的洗衣机不好用 我那套校服还是湿的 你眼睛能不能看我脸 可 都好看 我说小蝶 你还真是人间角色啊 叶小蝶见他甜不知耻地乱说话 将换下的衣物 冲他脸上一扔 就跑出去了 嗯 还真是湿的 谁 林拳骇然转身 就被从沙发上爬起来的淋浴盘 吓了一大跳 老姐 你怎么神出鬼没的 那也比你强 行啊 才上个预备班 就知道带女生回来同居了 颇有你老姐当年的风采 你没事吧 这几天跑哪里去了 林玉盘能说 跑到银礁山 追那四节兽王的是吗 他抠着脚皮说 你姐给你找了个姐夫 帅得惊天动地的 在酒吧里认识的 他会跳钢管 那肌肉 泽泽 硬个跟钢盔差不多 改天带回来让你摸摸 林拳黑着脸说 兽巢来了你 还有心思跟男人鬼混 兽巢又怎么了 城里大大小小的御兽师 格斗舞师 城卫队 冒险团 不都有他们在吗 我们老百姓 能干什么呢 林玉盘打了个哈欠 你也别瞎操心了 家里的事还轮不到你 我要先去洗个澡 林拳一愣 细细地琢磨着 他话里的意思 喂 不要在客厅 当着你亲弟的面就拖啊 你能不能进浴室再拖 林玉盘就穿着背心热裤 还背着深冲林拳摆了白手 叮 感受到宿主情绪波动加快 绑定生物所有部位 一同进化 林拳狂喜 翅膀已经进化过了 剩下的还有口腔 爪子 毒性 和皮毛 叮 口腔进化后 喷剑速率提升 范围增大 一次可喷出十吨烈焰 低剑范围300米 叮 爪子进化后 撕力拉力大幅提升 可提起十吨重的物体 撕掉密度大于7.86克 每立方厘米的物体 叮 毒性进化后 可烈焰中将带着致死率达20%的火毒 叮 绑定生物全体部位100% 达到二阶零界点 确定性别 子 母 女 嗯 小伙是母的 林全将他拎出来 盯着他看了半天 你抛媚眼干什么 你是条龙啊 正经典行不行 等等 母的 胎生还是诞生 要不要考虑下一代的问题 把我把毛巾拿过来 林全走过来 赶紧无眼 关门啊 老姐 我在浴缸里 上面都是泡泡 你看得见个毛 行了行了 摊上这位 算是上辈子 残害太多两家少女了 林全抚摸着小伙的脖子 蹲在那想 要下蛋 也得找个弓的吧 不可能雌雄一体吧 你老实吃辣条吧 小伙惊恐地竖起翅膀 林全就拿出辣条喂他 正思考着培养下一代 门铃响了 他走过去一开门 就看到赵橘子的脸 上来就冲他脸上要扇 干嘛呢 林全抓住他胳膊 提着他 就扔到沙发上 钱叔在后面 面无表情地牵着雷鹤跟进来 打亮着屋里 这就是那女人的家 你骗我 那不是三阶神兽 雷鹤连雷都不放 他是不是三阶 你问钱叔就行了 至于能不能放雷吗 我怀疑你御兽的本事不够 你说什么 你怀疑我的御兽能力 赵橘子张嘴就要 咬林全的手 你属狗的吗 怎么还要人 林全手一缩在一身 就一把将他摁倒 赵橘子四肢都动了起来 双手乱挥 双脚乱踹 打死你这个王八蛋 骗子 按这个小六声也不好 林全就松手说 怎么 要我陪你一只妖兽 才不要 妖兽我家多了 赵橘子眼珠子转个不停 林全心叫不妙 我知道你就是那个精神测试S的家伙 我听爷爷说 你本事大着呢 要不你做我家教吧 做你妹的家教 你看我有那闲工夫吗 想赖着我 门都没有 你 你不怕我找人打你吗 你信不信我塞你一嘴叉烧包 赵橘子一脸茫然 钱叔 这 很厉害吗 钱叔淡淡地说 会撑死的 赵橘子惊道 好可怕 你竟然打算撑死我 林全脑瓜都疼了 这熊孩子打也不能打 骂也不能骂得太过分 那 你能帮我赢一场比赛吗 什么比赛 斗兽场啊 你上次不去过吗 我的大鹅已经进四强了 就还剩下两场就赢了 你帮我赢了 我以后就不找你麻烦了 林玉盘在浴室里说 帮他好了 我也要去斗兽场看看 第四十章 小赌一把 再次踏入斗兽场 走的是正门 老走后门也不行 也不是去兽篮那边 正门口到处都是人 快把大门都给挤破了 林全就伸头到处看 想找到张大力 这不还有一瓶 合成出来的进阶药水 一瓶进化药水没卖呢 果不其然 张大力就在大门那等着 这位是 张大力先看到 林全身旁的淋浴盘 眼睛陡然一亮 好漂亮的姐姐 那腿根本就不是人长的啊 长得都快跟长颈鹿一样了 更兼得一身肌肤白里透红 一双眼睛 哎呦 小胖子 看够了没 信不信我把你扔到锅里练油 这我姐 清姐 你不用看了 我姐只喜欢帅哥 瘦的 张大力连忙说 林姐 我跟林格纳可是过命的交情 打今儿起 您就是我清姐 我亲生的大姐 林玉盘不搭理她 拉着赵橘子的小手 就往里走 也怪了 赵橘子在她面前老实得很 一点也不胡闹 前书就冲张大力点点头 也跟着进去了 我这又练出来一瓶金花药水 一瓶生结药水 都是一阶妖兽 能用的 就是价要掌点 你先拿着 林拳把药一塞 就奇怪地 看着走过来的叶小蝶和苏唐 你俩不是逛街吗 小蝶不还要买衣服吗 怎么跑兜售场来了 苏唐英拉着我来的 说是四强赛有看头 还说能下主 说不定还能赚一笔 叶小蝶还穿着空姐制服 往门口一站 那简直就叫鹤立鸡群啊 让搂着几位肥的 流油的大款的美女们 都极度地盯着她瞧 你说她是不是制服垫出来的 哪有出场了 还穿着制服的 不会是真的空姐吧 南地乘机场早就炸没了 哪来的飞机 张大力朝他们吼道 哪个场子出来的 有点眼力架没有 赶紧滚蛋 哎 你怎么说话来着 快走 那是东北商会会长的儿子 号称东北四少 上次跟人在北黄城争风吃醋 骑着一头 妖兽跟另一位大少飙车 把人撞得不说 还让妖兽把人咬伤了 林拳算是看出来了 那几位大款 也是东北来的 我订了包厢 林哥 堂堂 小蝶 我们过去坐着看热闹吧 走的还是贵宾通道 不用跟人挤 连门票都免了 这是城主大力支持的 在寿朝过后吗 城里的百姓都得放松放松 弄个娱乐活动 也让人转一下注意力 张大力说道 你们还不知道吧 这次寿朝 城主和叶家都发了大财 林拳心想 还能比我发的才多 光就叶家跑到城外 他们手下那两支冒险团 加上一些周边的势力 一共捡了快上万头的妖兽尸体 草 抢钱呢 一头二阶妖兽的尸体 就算跌价再分 也得几万联盟币啊 这不得好几亿了 城主呢 叶小蝶问道 城主就更多了 城卫队的人可比叶家还多呢 我怀疑剩下的尸体 他们都捡走了 少说也得有个四五万头 林拳气得浑身发抖 这可都是钱呢 我拼了老命 把冰霜巨兽干掉 便宜了你们 真塌压的不东西啊 就有个是奇怪 都说兽巢是四阶兽王发动的 可前后都没见着四阶兽王出现 那冰霜巨兽一死 城卫队的指挥官就带人冲出去了 这不怕半道遇见那兽王 全都完蛋吗 林拳一愣 张大力还有点脑水啊 不全是猪油 那要不捡就全被叶家捡了 叶家也冲出去了 城卫队还能落后 叶小蝶倒想得单纯 总之 这是透着谷不对劲 张大力走到一个窗口前说 大家也别干干热闹 要不买一把吧 林拳桥纳窗户上写着四强的资料 荒原冰狼 二阶妖兽 拥有者叶一千 技能 冰雪覆盖 冻结成冰 战绩 十战七胜 赤红怒蛇 二阶妖兽 拥有者雷霜 技能 赤燕满地 战绩 十战九胜 独角独巨蝎 二阶妖兽 拥有者养百万 技能 独暴雷雨 战绩 十战八战 蓝矛大鹅 二阶妖兽 拥有者赵橘子 技能 咬不松手 战绩 十战五胜 哎 怎么都是二阶妖兽 这当然了 要不怎么斗呢 你看林哥 你跟赵橘子在一起 他那大鹅 原来就是一阶 不会是林哥帮的忙吧 林拳摇头 我没帮他 我遇见时 就是二阶了 张大力祈祷 那就怪了 怎地一下就成二阶 奇怪个毛 人家爷爷是九阶玉兽师 还能弄不到升阶药水 升阶单一类的东西 再说 那天在学校门外 大鹅就是二阶 胖子 那怎么还都是实战呢 赛制的关系 都是从下面打下来的 这可不都是实战 那胜局怎么不一样 有小组赛 然后出现在打 还有主客场制 就到四强了 就没写平局 还主客场 不都在斗兽场吗 就是谁先动手 林哥 买点吧 苏唐和叶小蝶 在那看赔率 显然 荒原冰狼和赤红木蛇 最被看好 都是一赔二 接下来就是独角独巨蝎 是一赔五 蓝毛大鹅 最没希望 一赔十五 我买独角独巨蝎吧 买个五百 叶小蝶从小穷惯了 得省着钱过日子 那边单子 就打好了 苏唐买了一万 张大力买了一百万 都看好荒原冰狼 林全直接就买蓝毛大鹅 买了二十万 再买了个串子 看好荒原冰狼 和蓝毛大鹅进决赛 又是二十万 林哥就那么看好 蓝毛大鹅 说不上看不看好 就是那丫头 让我帮她 我买蓝毛大鹅 一千万 张大力拍着窗就喊 有林全出手 蓝毛大鹅 铁定能赢啊 林全 你快过来啊 大鹅要打了 赵橘子跑过来 拉着他 就去准备驱 第四十一章 驱向向天歌 蓝毛大鹅 在那挺着大肚子 摇着屁股 很得意的样子 前书再给他梳毛 还给他喂了一袋血饼 他吃的满嘴都是饼干碎 林玉盘在一边懒洋洋的 斜躺在沙发椅上 就这破鹅 还想夺冠 我看 不如早点输了 拿他去做个清蒸大白鹅 晚上也能吃饱 蓝毛大鹅一惊 在那不安地抖动着身子 他瞅了眼 在那探着身子的青蛇 死也不敢靠近林玉盘 想吃鹅肉晚上 我们去酒楼吃 老姐干嘛要吓它 林全进来 刚好听见 就摸摸额头说 他这下巴倒是挺大 做个鲁额下巴还成 大鹅张嘴就要咬 林全手一翻就掐住他嘴巴 哟 还敢咬人 等你上去咬那赤红怒蛇不好吗 赵橘子喊道 你快松手 你帮不帮我呀 帮 怎么不帮 说了帮你就帮你 林全摸出瓶增服药水 净化药水成本太高 给大鹅用不划算 对手也是二阶妖兽 差不了太多 从技能看 那赤红怒蛇应该是火系 大鹅是雾里蟹 这算是香客了 就等于是玉兽师和格斗舞师 只要能在开场的时候 抢个先机 快速地拉近距离 那就迎面大了 钱叔 等开闸的时候就给他喝这个 喝下去他就猛了 一个钟都不带软的 你这是给男人用的 钱叔笑呵呵地接过 不是熟悉的牌子 还是特制的 想什么呢钱叔 你也年纪不小了吧 满岛带的龌龊呀 我这东西叫增服药水 能让神兽也好 妖兽也好 在短时间内将技能效果最大化提升 甚至有可能达到越阶的效果 钱叔神色一动 好家伙 增服药水 这不是给格斗舞师用的那种 强心担忧的东西吗 不会有后遗症吧 铁定没有 那男人能用吗 我靠 钱叔 你不会也想来一口吧 钱叔笑而不语 看了半天 又问 市面上没有这种东西吧 你哪来的 找丹师给配的 钱只是有所不知吧 我灵哥就是丹师 还是资深丹师 张大力 他们也跟过来了 一进来 就一副骄傲的模样 灵犬想给他一脚 暴露我的机密 还得意 你是个猪头吗 资深丹师 钱叔不动神色的 看了眼灵御盘 狗屁吧 灵御盘给他的吧 他哪知道灵御盘 也在那想 这小子哪来的这种药水 真没副作用 那可不得了啊 快准备好 一分钟后 就进场了 斗兽场的人 跑过来通知 药效的时间是 十分钟 最快一分钟 就能解决战斗 钱叔一掐大鹅的嘴 把增幅药水 灌了进去 赵橘子 就喊着大家回包箱了 里面两张长椅 都是用的天鹅绒包裹的 还有张小桌子 上面 摆着各种精致的点心 和茶水 赵橘子 伸手要灵犬 抱着才能坐上去 坐好就张嘴开吃 不一会儿 就满嘴残渣 典型的吃货呀 酥糖也不落下风 吃起来 那叫一个风卷残云 就几十秒 就吃掉了一盒 提拉米苏伊和老婆饼 叶小蝶 就比较矜持了 咬着块绿豆糕 在那慢慢品尝 灵犬一边 把淋浴盘的腿 从身上给扳下去 一边就瞧着 进场的赤红怒蛇 哼 那蛇体型 也推大了吧 那光是半径 都得有半米了 长度也少说 在二十米以上 这哪是寻常的 二阶神兽啊 这摆明就是个变异种啊 赤红怒蛇的身旁 还有个人站着 在他身旁 显得极其渺小 那边呢 蓝毛大鹅一比 就完全小多了 完全不够看 压都能压死他了 钱叔就站在他身后 不时地摸着他的脖子 安抚他 你来得晚没见着 我这赤红怒蛇啊 是我找预售师 专门培育的 在生二阶的时候 经过了一次变异 体型一下就大了十倍 从左边的包厢 传来一个声音 应该是雷霜吧 那他的技能呢 也同样强化了呀 这可花了我不少钱啊 可那蓝毛大鹅 是城主家的 你多少得给个面子吧 这你放心 绝不会要了他的性命 不过呀 他还是趁早投降的好 赵橘子抓起 吃剩下的蛋糕 就砸过去 雷老头 你说什么屁话 我家大鹅 肯定能弄死你那破舌 呦 橘子 你就在这边坐着呢 来 快让雷伯伯抱抱 抱你家那黄脸婆去吧 抱 赵橘子一点面子都不给 雷霜只能干笑两声 朝着下面的御寿师 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你个小辈 就算是城主心爱的孙女 也不能当着 我朋友的面 直接骂娘骂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开始 赤红怒蛇抬起上半身 吐着杏子 朝蓝毛大鹅冷笑 一只大鹅 正好做晚餐 呦 还冲上来了 送死也没这么快的吧 正好 老子一喷就 不好 蓝毛大鹅来得太快了 他全力冲刺 就像一道蓝色的闪电 莫等赤红怒蛇低头喷它 他就到了身下 啊 所有人都站起来了 蓝毛大鹅竟敢主动攻击 这就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还一下就咬住了赤红怒蛇的小腹 这更让人意外了 赤红怒蛇身上 可有一层薄薄的鳞片 那也是他变异时 生出来的 在前几场的时候 一般的物理系的神兽 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赤红怒蛇赔率 能跟荒原冰廊一样 是有道理的 斗兽厂的管理者 也不是傻子 不可能做赔本买卖 啊 蓝毛大鹅的尖嘴 往里一钻 再往外一拉 就看到团绿油油的东西流出来 是蛇胆 张大力大叫道 赤红怒蛇的蛇胆破了 打蛇打七寸 要不就得打三寸 一是心二是胆 赤红怒蛇也是蛇 他被咬破蛇胆 一下就不行了 身子整个砸下来 那带着他的玉兽师 差点被他砸扁了 连忙躲开 才逃过一劫 蓝毛大鹅挺着脖子 像是得胜归来的大将军 在那走来走去 裁判马上宣布 胜者是蓝毛大鹅 操 这也能说 我特么可买了十万啊 还以为稳赢的呀 完了 得上天台了 斗兽厂里九成的人都 买了赤红怒蛇 现在都愤怒不已 有人还想要过来找了一双算账 第四十二章 兽朝元凶 我可以走了吧 林泉看着 在那狂拍小手 手都快拍肿了的赵橘子 不行 你得帮我连决赛都赢了 我要拿冠军 赵橘子 伸出都是奶油的小手 抓着林泉就说 要不 要不 你帮我赢了 我答应 跟你出去单独约会 噗 叶小蝶一口茶 喷到前面去了 这娃娃满脑袋都是什么东西啊 小六就想着约会了 我还有事呢 你答应 我要帮我赢的 你要不帮我 我就告诉我爷爷 林泉冷笑 我只答应帮你赢一场 你也少拿你爷爷 来吓唬人 我帮你是心情好 你威胁我 门都没有 赵橘子嘴唇哆嗦着 猛地一扭头 苍天啊 你这个负心汉 我对你千一百顺 为你洗衣做饭 为你忙里忙外 你却在外面找别的女人 我怀里的孩子 你还要不要了 卧槽 越来越离谱了呀 他哪学来的这些词 小橘子 我跟你说吧 他不帮你 让他给你留几瓶增幅药水就行了呀 林玉盘的办法倒挺好 赵橘子一下就不喊了 那好吧 怀里的孩子 我先不打掉了 你把药水给我 我要三瓶 林玉盘黑着脸 将药水递给他 你看着点用 不能让大鹅喝太多了 要不他会变傻的 他本来就傻不拉几的 林玉监业小蝶他们还不肯走 估计是想着 能继续吃免费点心 就先跑到寿篮那边去看看 蓝毛大鹅还在那转圈 钱叔在不停地给他喂雪饼 看上去 他就爱吃这个 你们听没听说 后面那批妖兽出事了 出啥事了 好像是不明不白就死了几头 二只是正在找人看呢 那批妖兽 可都是城主大人亲自去带回来的 噓 小声点 林玉盘心念一动 什么妖兽 还要赵友芳亲自带 就看那两人 走到后面一扇黑门呢 开了门进去了 他也跟了过去 那后面是一个马就式的寿篮区 两旁也都关着几十头二接妖兽 赵城主 我可是按你说的办的是 钱你可得一分少不了我的 在前方寿篮区的尽头 一处大门外传来一个尖锐的声音 哼 你事也没办好 就想要钱 是我办了 可中间出了变数 那也跟我无关啊 你驱动的三街妖兽冰霜巨兽 连个矛头小子都打不过 矛头小子 你知道 是谁杀了我的寒霜巨兽 哼 我心里有谱 只是此番引动兽巢 是想要将叶家人引到城外 削弱他们的势力 也好动摇 他们在都城的根基 你想得倒霉 那叶一千又不是根棒锤 提起来想怎么动就怎么动 他精明得很啊 死活不肯出城 我也只好催动兽巢假意攻城 谁知那人带着头火龙 硬将我那冰霜巨兽杀了 那也是你遇事不周才造成的 跟我无关 赵城主你说得轻巧 此番引动兽巢化了我不少丹药 你若是不肯报销的话 我定然 灵犬脸色一变 一翻身就跳进兽篮里 一头紫皮野猪正睡的香 被他一弄 吓了一跳 拿着猪嘴就拱他 他双手用力 笨住猪头 才让他没发出声 心中却是震惊无比 兽巢竟然是城主干的 不说恭不恭敬城内 光是城外 就死了不少的御兽师格斗武师吧 那都是自告奋勇 守在第一线的 就为了要对付叶家 这老头也推狠了吧 还把那帮他催动兽巢的人 也杀了灭口了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突然赵友方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像是冲着斗兽厂的人说话 小姐听说城主来了 就让我们请城主过去 说是他的大鹅要夺冠了 行了行了 我这就过去 哎 这孩子就贪玩 等外面都没了动静 灵犬松开手 再一看 那紫皮野猪被他摁死了 翻身出了寿篮 灵犬不敢在斗兽厂多停留 马不停蹄地赶回家中 难怪我帮赵橘子抓住雷鹤 他就答应帮我 以他的眼光 难看不出来 那雷鹤有毛病 原来不过是顺水推舟 叶家还跟都城有联系 他们在都城还有后台 也对 要不然赵友方九阶玉兽师 在南地城唯一无二 要弄死叶一千 跟玩似的 灵犬在客厅里 越想越害怕 想到父母的死 这里面可能藏着更大的阴谋 只能慢慢地查了 先活下去再说吧 玉兽八数 最重要的就是契约术 你们的速度 还是太慢了 等正式入校 要赶不上进度的 新来的教官在传授着契约术的心得 下面所有预备班的学生都在专心听着 最重要的就是快 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顺发极致 孙教官掩饰了一遍 他不到一秒就契约住了一头三维火壶 你们都来试试吧 几个月的预备班时期很快就过去了 明天就是正式开学 林全早上就被叶小蝶叫起来 给他送来了三生学院的校服 深蓝的外衣 在袖口那有三枚金袖扣 胸前有三生的徽章 背后有三道找痕 男生穿的是长裤 女生则是白褶短裙 林全看他早就换好了 就让他转个圈 你有病吧 我没病 我希望有风 最好是从你脚底吹起来的 你去死了 叶小蝶抓起枕头就砸上去 他终究没把玉佩的事告诉林全 免得他得寸进尺 但也没离开叶家 还是睡在客房里 昨晚小伙闹得太厉害 强烈了条缝 你找人补一补吧 你故意弄烈的吧 我要故意就把墙都拆了 我是那种人吗 叶小蝶没证据 林玉盘又不在家 没人给他撑腰 他只好说 开学典礼完了 回来叫人吧 第43章 土石的天才 院长说完话 就等于是大一了 林全瞧着入校的 除了预备班的 还有一批人 其中还有个扎眼的家伙 叶小宝 他伤势全好了 又活蹦乱跳了 哎 好像我们学院里 年纪很乱啊 苏唐拿着棒棒糖 分给叶小蝶和赵橘子 赵橘子也进来了 他资质够高 又开了后门 带着雷鹤和蓝毛大鹅 跑到林全这边站着 精神测试B以上 年满15 就能入校 大四的 都有比我们年纪小的 张大力没有棒棒糖 就在那伸手讨要 你这么胖还吃 不能老往横向发展啊 我这几个月减肥了 一斤也算减 林全瞪他一眼 院长挥手让个班带回 严德法就过来说 预备班生过来的 先跟我来电教室 孙教官就也挥手 让大家跟过去 老孙他老婆 好像挺漂亮的 上次来的时候我见过 张大力挤到林全身边 比划着说 那球球 这么大 林全想不起来了 师母好像没来过几次 他都没注意 苏唐抬脚就踹他 成天想些什么东西 没看橘子在吗 我都懂 照橘子装成大人模样 你们别把我当小孩 来到电教室 就看讲台那 摆着块金色的测试板 林全瞬间明白了 这是要重新测试精神力 之前的五测六测 那都是前置 再是的话 是现在的精神力 御兽师靠的 就是精神力强弱来区分 能契约几头妖兽 也看的是精神力 只有精神力越强的 才能契约住越多越强的妖兽 否则就算勉强契约住 忠诚度极低 没几天就跑了 还会有施主的情况发生 张大力 老孙拿着个本子在点名 叫到的人就上去 我先来 我给大家打个样 得了吧 胖子 你赶紧的 还打样 不就是放上去吗 叶小宝阴着脸在一旁抱着手 他身边还有个单眼皮的女生 那帮人就是你的死对头 金姐 我说句实话 要不是老头子说 这段时间得收着点 那姓赵的盯着咱家 我早就把他们弄死了 谭晶晶妩媚的笑了笑 都交给你金姐 我出手 叶叔不会怪你 那就全靠金姐了 叶小宝在他腿上拍了下 草 还是个B啊 你就是个B命 你还指望能跳出来 哈哈 胖子 你不行啊 老孙说道 都静一静 测试板调整了数据 B CE就是一阶预售师 S A的话 要换证了 预备班的学生们一阵骚动 那就意味着是 二阶预售师了 二阶预售师 就能带三阶神兽 同时还能拥有两头神兽了 力量 C 刘道华 B 郭豪诚 B 张喜友 C 叶小蝶 灵犬示意他别慌 就是个测试 就算是个B 也不影响升学啊 我知道 叶小蝶沉住气 走到测试板前 这个贱货 叶小宝瞧见他就来气 老舅那把火 怎么没把他烧死 听说他还跑到灵犬家住了 一对不要脸的狗男女 B 不对 A 叶小蝶瞧着从测试板上跳出的字母 他高兴地跳了起来 恭喜恭喜啊 就是学院大四的学生里 也没多少二阶预售师 老孙换了张证书给他 欣慰地说 叶小蝶兴奋地跑到座位上 仰着手中的证书 给灵犬和苏唐看 不就是个二阶证书吗 了不起吗 谭晶晶的声音刺耳地传过来了 叶小蝶看他衣领上抽着的两朵铁玫瑰 还有他身边的叶小宝就没说什么 大二的 早上起床没漱口 还是你妈睡了个野男人生的你 没爹叫你说话 灵犬一脚踩在前排的椅背上 冲着谭晶晶就骂 你嘴好臭 看样子你才没漱口 敢骂学姐 你知不知道 学院里学姐学长说了算吗 三生学院的学长学姐治非常严重 大一级让学弟学姐洗衣做饭都是小事 体罚也是常见的事 就是被学长学姐的神兽咬伤 也不少见 被逼退学的人 每年都不少在数 算个屁 林全竖起终止 你也少摆架子 老子一眼就看出来了 你是典型的残花败流 让叶小宝给完成渣了 怎么 他成了缩头乌龟 你还要帮他出头 那你不成了 那什么头了 赵橘子听得心花怒放 好带感啊 突然听不明白 就问苏唐 什么头啊 我也不知道 苏唐翻着白眼 给他嘴里塞了块蛋糕 好啊 你小子牛叉是吧 等着我就让你好看 谭晶晶背弃的蹊跷声音 远响他出来 一个大义的心声 还不是乖乖听话 哪知道是条疯狂 上来就咬人 还满嘴的脏话 难怪叶小宝都吃憋了 叶小宝看他出去 也没跟上去 揣着手再看着天花板 张大力跳出来补枪 你家残花败流走了 你怎么不追上去啊 你特么少管闲事 小心我一把火把快火灵烧了 不敢惹林全 还怕张大力 叶小宝相跟炮胀 马上就着了 你TM烧啊 不烧你是王八养的小王八 老孙看不下去了 这帮小子 怎么上来就泼妇骂街 都消停下 林全 到你了 林全一走上去 下面的人就在议论 不会再出来的S吧 难说 你看林德他信心满满的样子 精神测试跟信心有一毛钱关系 I S和A有区别吗 不都是二阶预售师吗 S比A要强 精神力强一节 带的神兽技能 就能发挥出更高的水平 忠诚度也更高 老孙对林全很看好 这小子学得快 八大御兽技能学会了半 还很勤奋 经常在公共澡堂看到他 多半都是自己 给自己家练后 出了一身汗才去的吧 就是他喜欢走另一头 绕过女澡堂 才到男澡堂 林全从容地将手 放在测试板上 飞快地就跳出了个S 果然是S啊 林哥牛叉 欲备班之光 林全淡淡地说 天才就是如此朴实无华 第44章 四位学姐一起上吧 苏唐和赵橘子的测试也是A 两人都拿到了 二阶预售师的证书 老孙就让所有A以上的学生留下 等着另一边教室的新生测试完后 合并为二阶班 至于张大力那样的 就只能去一阶班了 可笑啊 张胖子 你这个B就白白了 同样拿到A的叶小宝 发出嘲笑 你等着 老子找关系 马上就能去二阶班 林哥 等我 大约过了十分钟 二十多个新生过来 加上林全他们十多个人 一共三十五人 组成了大一二阶班 所有人中 只有林全测试 出现了S 他再次出名了 但并没有上次那样轰动 毕竟那是潜力 这次只是患症而已 那女的是 长顿冒险团团长的女儿 苏唐快成了包打听了 叫谭晶晶 是个十足的浪货 他估计是看上叶小宝了 长顿 男方排名不高啊 一百多位吧 他们老大原来跟叶家混的 后来出来 单干组了个冒险团 去年才生的铁牌 苏唐味啪啪吃了块肉 就坐他背上说 要不我们一起 过去会会 就一个女的 还要大家一起上 我都先丢人呢 林全和他们说着话 走到操场那 就看到了谭晶晶 和另外三个女生 清一色的两朵铁玫 都是大二的学姐 姿色也各有千秋 不相上下 都可称得上是斑花级的 一人还牵着一头神兽 林全一扫过去 就一阵牙疼 铁柱王八 种类 爬行类 等级 二阶 三阶神兽进度50% 变异 无 忠诚度90% 战斗力 1024 战斗技能 铁齿铜牙 战斗适应性 两期加持症120% 流金影西 种类 爬行类 等级 二阶 三阶神兽进度30% 变异 无 忠诚度 66% 战斗力 1088 战斗技能 狂喷脏水 战斗适应性 杀地加持症160% 常为火灵恶 种类 爬行类 等级 二阶 三阶神兽进度90% 变异 无 忠诚度 78% 战斗力 1589 战斗技能 尾部摆动 地面喷火 战斗适应性 两期加持症170% 铁甲大头盔 种类 爬行类 等级 二阶 三阶神兽进度80% 变异 无 忠诚度 73% 战斗力 1688 战斗技能 缩头入甲 咬住不放 战斗适应性 两期加持症150% 都是二阶神兽 谭晶晶他们 还都是一阶御兽师 灵犬想查查他们的数据 眼睛一扫过去 哎呀妈 视线一花 差点透视了校服 赶紧收了神通 不再多看了 你骂我 你知不知道 骂学姐 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灵犬叹气道 我知道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是要我躺下 还是你躺下 谭晶晶大怒 你什么意思 你还敢调戏我 哎 我以为你是这一套呢 你不是学院里 有名的交际花吗 听说你刚进学院一年 就交了85个男朋友 哪有那么多 灵犬张嘴就来 谭晶晶就算脸皮厚 也招架不住 一年365天 85个 那都要变成脸偶了 你少给老娘 我身上泼脏水 就17个 17个 知道吗 叶小蝶在后面摇头 17个也少了 就是 我们一个都没交过呢 苏唐羡慕地看着谭晶晶 我交过三个 赵橘子竖起三根手指 就三个 最后那男生人挺好的 就是不给我买蛋糕 我才分手的 苏唐和叶小蝶都愣了 还不如小学生啊 佩服佩服 学姐果然经验丰富 我甘拜下风 那就再见吧 回来 怎么能让林全走 答应叶小宝 要帮她出口气 你们都大二了 应该都是二阶玉兽师吧 怎么还带着二阶神兽 谭晶晶还面不改色 可她有两个同伴 就脸颊发烫了 我知道了 三阶妖兽难找啊 就是有卖的 潜力未必好 价钱还很高 自己带着的呢 升阶太难了 就只能先将就了 不过 不过什么 谭晶晶喝道 林全笑起来 向着老实孩子 二位学姐 不是你 姓谭的 那二位 我要告诉你们 能帮你们把妖兽 升到三阶呢 你说什么鬼话 不要信她 我又不收钱 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位胳膊上 还有手工杀的 就叫你公学姐吧 那位脖子上 有个朱雀刺青的 就叫你去学姐吧 二位要想让神兽升阶的话 就来找我吧 公学姐和雀学姐 交换了个眼色 带着流金影兮 和常微火灵鳄 推到一边去了 你们俩 好啊 一个新生的话 你们也信 公学姐笑起来 眼睛像一轮弯月 晶晶 她可不是普通新生 我早听说过她了 她前几个月 六册可是S呢 对啊 却学姐也笑了 她笑着有两颗梨窝 她的神兽 还是条龙呢 我可不想送死 谭晶晶心就 猛的一跳 龙 叶小宝怎么没说过 你怕了 你怕了 我也不帮你啊 谁怕了 王八 上 铁柱王八 快得跟装了发动机一样 冲上来就张嘴咬 林拳连忙避开 要被王八咬中 那甩都甩不掉啊 就见铁柱王八一下没咬中 生气地冲着旁边的水泥台阶 一嘴下去 好吗 瞬间就成了一堆水泥块 她还张嘴嚼了起来 跟炸熟的花生一样 嘎嘣脆 二阶神兽林拳 也见识过不少了 这种德性的 还是头一回 果真跟主人一模一样啊 别吃了 咬它 谭晶晶催促道 铁柱王八 这才转头 又吃溜一下过来了 林拳一愣 这回跑得更快 连腿都没见动的 像是滑的 她就看准了跳起来 一屁股坐在王八翘上 这下好了 任那铁柱王八脖子 再长也绕不到背上 就看她那脖子 在那不停地乱转 都快伸出二十多厘米来了 可她那王八壳子也不小 死活绕不过来 谭晶晶就急了 冲过去 抓着她脖子就扯 哟 业务熟练啊 熟练什么 你他妈想死吧 谭晶晶一怒 手一用力 直接把王八身子 从壳子里拉出来了 哎哟 没穿衣服的王八 还第一次见啊 赵橘子 就在那拍手大笑 谭晶晶大叫不好 手中的铁柱王八不停地抖动 没了壳子 她也活不了了 这可是她唯一的神兽啊 第四十五章 太多前男友了 谭晶晶哭得梨花待雨 本来眼睛就小 直接就没了 我的规规 你死得好惨啊 杜贵那个灵犬 灵犬也不管她 活该她受罪 就和叶小蝶先回班上去了 教室 是在一号综合教学楼的一层 二阶班一阶班都一样 就是一阶班分出了四个阶 二阶班就一个 二楼是大二的 三楼大三 四楼大四 一整楼都是御寿师 对面就是格斗舞师的教室 过来就看几个鸡肉男 在那冲着叶小蝶吹口哨 摆弄着鸡肉 又没叶姐姐的大 显摆什么呢 赵橘子嘲笑着说 嗯 是没她大 她就行了 你说什么啊 叶小蝶不满道 灵犬看那二位学姐 也跟过来 就听下脚说 等下课再说吧 那行 我们晚点来找你 却学姐抛了个媚眼 柔思思地说 老孙上的是解剖课 上面摆了只紫皮野猪 讲解着她的技能 和攻击她时要注意的地方 以及体内跟一般动物不同之处 上完课 还不忘把猪肉带走 连下水都没留下 开学就上课 一点都不耽误 但也只够上一节的 开学典礼 占了很长的时间 下午也就一节课 等都上完了 灵犬就被二位学姐 带到了附近的旅馆 你真有升阶单 二阶升三阶 就是用升阶单成功率 也只有30% 多吃几颗都不行 我们都没钱 你说免费帮我们 那要怎么办 灵犬笑了 我的本事 是那种普通单试能比的 也不瞒二位学姐 我认识一位高人 她有独门秘方 研制出的药水 比升阶单的成功率高多了 升阶药水 能达到90%的成功率 却学姐惊喜道 真的假的 你别骗我们 我们经不起骗的 心脏都有问题 你放一百万的信 我拿那位高人的药试过了 百试百灵 公学姐就靠上来 挽着灵犬的胳膊说 真能升到三阶 那你就是我们的大恩人 一定重谢你 你们不是没钱吗 除了钱 我们还能给你别的 却学姐也靠上来了 灵犬就嗅到一股异样的香味 脸色也红润起来 到底是学姐啊 经验老道啊 也舍得下本钱 你现在带了药水吗 帮我们试试吧 我带着呢 那就试试 灵犬舔舔舌头 转头拿升阶药水时 心下冷笑 一转头又露出憨厚的笑容 就喝下去就行了 早就配好了 万无一失 却学姐和公学姐 就把升阶药水 喂到流经隐烯 和肠尾火灵鳄嘴里 然后 两头神兽突然翻身抽搐 哪里有升阶的样子 像是马上就要登仙了 你 你这药水不对啊 我的流经隐烯 好像要完蛋了 我的肠尾火灵鳄也一样 她好痛苦啊 灵犬盼着他们的香肩说 安心了 他们死不了 就是体内的能量被抽空了 以后 只能算做普通动物了 什么 却学姐惊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公学姐也尖叫道 你疯了吗 她是我唯一的神兽 灵犬咧了咧嘴说 外面的人进来吧 隔着门等着什么呢 房门被一拳击碎 两名格斗武师 三名御寿师走房中 最后面才是谭晶晶 谭姐 我的流经隐烯 谭晶晶冷冷地盯着灵犬 她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本想借此机会等 流经隐烯和常围火灵鳄声 到三街后 才由雀学姐和公学姐 在房间内动手 她带着人冲进来 在操场时 那二位学姐觉得 胜算不高 就暗中和她商量好了 可没想到的是 铁柱王八 被谭晶晶自己毁了 你们不是打算陪我吗 灵犬说着 那二位学姐 就跟触电似的 冲到谭晶晶身后 你这小子 就是 你害死了晶晶的王八 你一个新生 也太狂了吧 哟 你是晶晶学姐的 前男友 灵犬抱拳道 失敬 那这四位是 我们都是晶晶的前男友 灵犬惊了 一脸佩服地看着谭晶晶 手段可以啊 分手了 还能帮她打架 这可不是普通人 能办到的啊 绝对是情场高手 欲人可比欲兽 难得多了呀 她可真斗厉害的 晶晶学姐 我算长见识了 五位学长 加上学姐 正好两桌斗地主 大家平时是怎么 安排时间的呢 一位格斗武师学长怒斗 我们又不是同时教的 你少他妈跟我们废话 今天你不跪下 跟晶晶磕头认错 你就别想走 灵犬吃惊道 磕个头认个错就没事了 我可害死了三头神兽 对 你还要陪他们神兽 一头二接神兽算一百万吧 你拿个三百万出来 谭晶晶喊道 新买的妖兽 契约成神兽 战术配合 技能配合 都要时间磨合 她还得多赔些钱 把这忘了 你就再多赔一百万吧 灵犬瞧着这八位学长学姐 叹气道 加一起才四百万 我还以为很多呢 我这都准备了一千万 谭晶晶马上说 那就一千万 要是少一分 我们就不放过你 早就知道 她想稀释宁人 可惜了那流金影熙 和常为火灵鳄 应该把她骗到旅馆房间 就冲进来 她就是神兽式条龙 被堵在狭窄的空间里 二接御寿师 还能上天了 意外的是 她竟准备了一千万联盟币 长顿冒险团出城一次 也才能赚回几十万 我这就转账给 是转给晶晶学姐呢 还是几位学长 哎 你们谁拿多少说过了吗 一位格斗武师学长就说 先全转到我账上 我们再分 凭什么转你账上 转我账上不行吗 你个穷逼 转你账上 你还能吐出来 你他们说什么呢 老子早就 看你不顺眼了 你说什么 来啊 动手啊 玉兽师牛叉士吧 把你神兽叫出来 林全笑着走到阳台 一翻身就跳了出去 第四十六章 虫甲巨蟒 十楼啊 他就跳下去了 谭晶晶冲到窗前 一个黑影正从下方升起 他看清后 吓得退到床边倒下 龙 龙 小伙拖着林全 朝房间里张嘴 不好 快跑啊 草 哪来的龙 这姓林的神兽是龙 五位前男友 加上公学姐 却学姐夺跑狂奔 但一下太慌张了 都挤在门口 半天也没打开门 喷塌 哇 一团火从窗外喷向房内 谭晶晶这才大叫不好 连滚带爬地翻到床底 就感到头顶一片滚烫 等他抬起头 后背一阵凉爽 再一摸 背上的衣服都烧没了 那整张床也烧成了灰烬 林全满意地摸着小伙的脖子 精准发射 练习得差不多了 预备班的学习 一共两个半小月 原定是一个月 由于各种原因延长了 才正好拖到学院开学 林全也没闲着 除了上课外 放学就带着小伙到城外练习 如今的他 有十足的把握 干掉三阶御寿师 三阶妖兽 挤在门那 眼看着房间烧了的通透 自己也差点完蛋的学长学姐们 都吓得脸色大变 他 他 他还没完 我们这是招惹了个什么怪物啊 都怪谭晶晶 分手了 还要给我们惹事 林全在窗外咳嗽声说 晚上准备好一千万联盟 我去操场收 少一个子 一千万 那些人全都贪了 这特不去哪里弄啊 抢啊 谭晶晶 钱的事 你自己想办法 要是交不出钱 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 下次就喷到我们身上了 谭晶晶 你就不为我们 也得为你着想啊 谭晶晶呆若木鸡 手都在发冷 他哪想得到 会变成这样 林全落到地面 才将小伙扔进收纳袋里 一帮笨蛋 也想要额我的钱 还把我骗到房间里 就不怕我把门锁死 跟他二位学姐谈完人生 心情愉悦地走到家门口 一看门没关 林全就喊 老姐 长点心吧 不怕有贼吗 低着头一走进去 林全就马上赶到不对 猛地抬起头 就看沙发上坐着的男人 手捧着个茶杯 对面则是叶小蝶 秀眉紧重 在客厅的角落里 还站着两人 一人穿着黑色的斗篷 胸前 绣着只张牙舞爪的老鹰 一人则穿的是深蓝色的短衫 冷冰冰地 瞧向林全 最让林全心惊胆战的 是在沙发旁那条四米多长 盘成了蚊香的巨蟒 巨蟒浑身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铠甲 每块都发着黑色的光泽 眼神同样极冷地扫向他 六阶神兽 重甲巨蟒 他是叶一千 林全倒吸了口凉气 光那巨蟒躺那不动 就有种莫名的压迫感 更不用说 他扫了一眼他的数据 重甲巨蟒 种类 类龙足 等级 六阶 七阶神兽进度70% 战斗力 155 3128 战斗技能 致命吞噬 毒物笼罩 血腥缠绕 战斗适应性 水路加持症1299% 可进化部位 毒牙 灵甲 潜力 九阶 忠诚度 99% 居然是九阶潜力的六阶神兽 跟叶寒光那白铃雷胶一样 也是泪龙足 你在那站着做什么 这是你家 不过来坐坐吗 叶一千微笑着招手 林全有种被蛇咬了一口的感觉 他深呼吸 慢慢吐气 叶叔要过来也不说一声 我也好准备啊 叶一千极为欣赏地笑了 这个小子 果然不一般 杀了老五 害惨了老七 见了我还能如此淡定 哪里像个十八岁的少年 林长江游子如此 也算死得安详了 有什么好准备的 我来见我女儿 事先也没通知你 我就是个不速之客 你TM知道就好 林全走过去倒了杯水 就说 小蝶跟我没事 芬芳睡的 叶叔要放心不过 可以去丹药店买一颗验针丸 给他吃了试试 你要死啊 叶小蝶大怒 叶一千反倒愣住了 我是为这个来的吗 你定了一项极好 小蝶虽然对我是清心相熟 可我吻得住 能够做到色即是空 说到这个啊 我小时候遇见过魏高僧 他说我有佛缘 传授给了我几门养生法门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不敬女色 林全说的口都干了 看叶一千还在那笑 就心下一领 我对小蝶 也不能说一点感情都没有 就是呢 我们俩发于情指忽理 万事都遵从着自然法则 不到万不得一 我呢 也就心如骨井不波 人如干柴不着烈火 叶小蝶瞪他好几眼了 他还说个不停 他都想过去掐死他了 有完没完了 所以呢 所以 叶叔要找我麻烦 那可找错人了 我只是 看小蝶身世可怜 无家可归才收留他 我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 不是贪图他的美色 那挺好 叶一千微微点头 少年有你这般心境的 也不多了 那是 我呢 少年老成也实属无奈 早早就父母双亡了 老姐又是个不着家的 别人靠不住 只能靠自己 林泉又喝了口水 中甲巨蟒突然动了 游到他脚下 那股压迫感 陡然上升数倍 他连看都不往地上看 脚在那不停地抖着 手也在敲打着水杯 你倒是有股静气 难得 叶一千终于起身到 你怕我杀了你 叶叔想要我得命 什么时候不行 我就在这里住着 城里都是叶家的人 你知道就好 叶一千笑道 但我暂时还不想要你的命 你能收留小蝶 我也很感谢你 哦 对了 你是不是有一块玉佩 林泉一愣 走到抽屉那一拉 原来是放这里的 找不到了 是有一块 我爸留给我的 龙形玉佩 叶一千看了眼叶小蝶 他也有一块 是我给他的 奉行的 林泉一惊 什么 不会吧 那么巧 开什么玩笑呢 他就是我的未婚妻 你们好好聊聊 我先回去了 叶一千一走 林泉就坐到叶小蝶的身旁 一脸正色道 你早就知道了 第47章 废弃研究室 摸着叶小蝶递上来的 凤行玉佩 林泉看在回避着 他眼神的叶小蝶 有点过分了呀 做人不能这样吧 你就是我等了一辈子的未婚妻 叶小蝶脸颊火辣辣的 你等什么呀 你才十八 还一辈子 林泉摇头 不对 你是不是从哪里偷的 你才偷的 叶小蝶怒了 你是不是觉得 我配不上你 就没别的意思 林泉干笑道 就想着天上掉馅饼的事 也能轮着我 叶家家大叶大的 我这不是发大财了 哎 我看叶叔挺在乎你的 就算你是私生女 嫁妆也不少了吧 十个亿 叶小蝶气得站起身 就指着他鼻子 你还想着钱 林泉摊手说 每天小伙吃喝拉撒开销 都不少 我做药水也要钱吧 再说 不趁机讹你爸一笔 不讹 叶小蝶 本着脸回房去了 林泉这才露出深思的表情 老爸 能跟叶一千结娃娃亲 两人关系应该很近 那爸妈的死 跟叶一千 到底什么关系 两个月了 也没查出什么线索 赵友方那边 也没个消息 死胡同 总得走活了呀 要不借着机会 去叶家走一趟 泽泽 没想到还真跟他有关啊 上个月趁他洗澡 翻他衣柜 翻到玉佩时 还真把我吓了一跳 喂 余额不足 叶小蝶出来了 你买些什么 林泉一看清单 吓了一跳 你买加特林干什么 还有这种雷爆弹 你疯了吗 我要冲进叶家 把那老巫婆杀了 叶小蝶咬着牙 她把怒气 都要撒到叶一千元配身上了 不至于 不至于 林泉安慰道 我回来之前 你跟叶一千聊什么呢 叶小蝶没说 她也想不到 叶一千会上门 一见她 自然要质问 烧掉她家的事 叶一千说是老巫婆干的 她最后才知道 叶小蝶又问她 林长江的事 叶一千也说 不是她干的 叶小蝶让她放过林泉 叶一千正要回答 林泉就回来了 我心疼你啊 林泉叹了口气 母亲死得惨 父亲是个王八蛋 晚上还一个人睡 那房龄空调都没装 吹着个小吊扇 能爱喝吗 不如你过来跟我睡 我 哎 别走啊 叶小蝶又被气跑了 晚上吃什么 叫外卖了 小笼包 还是大闸线 要不来烧饿饭吧 七点一到 林泉就来到操场呢 瞧着谭晶晶站那 唉声叹气的 如同一根被打断骨头的竹竿 晶晶学姐 你 你来了 谭晶晶心跳一快 站起来就说 我想好了 钱我没那么多 这里二十万 是我这些年攒下来的 要不这样吧 我慢慢还你 分期 那多不好意思啊 我要脸的啊 我对大学生不搞这种 林泉说着说着 就靠上去 要不晶晶学姐 教教我课堂上 没学过的事 每授一课 我就少授十万 谭晶晶喜心余色 你要想学 学姐求之不得呢 要不这就去酒店 以我多年经验 总结了一套战法 林泉眼神越过她 看向几十米外的地方 就见叶小宝 鬼鬼祟祟的 往契约室那边走 改天 今天暂时没有心情 那行 对你的 你哪天心情好 哪天就约学姐 都等着你 谭晶晶高兴的 跟中了大奖一样 林泉这天才 只要跟她发生关系 那她就成了她的人了 以后 还怕没有好处 带龙的御寿师男友 多威风啊 叶小宝大半夜的 不在清一楼 跑学校来干什么 偷试卷 最近没考试啊 一路跟着叶小宝 来到契约室 叶小宝走到 最里面的一堵墙上 手一推 那墙竟然动了 还有密室 林泉小心地跟上去 也打开了墙门 里面有一条 闪着灯的通道 旁边都是房间 但都是关着灯的 林泉小心谨慎地 靠上去看 什么都看不清 你们还没弄好吗 叶小宝在那喊着 叶少 这是孵蛋 又不是做菜 那有那么快呢 孵蛋 都两个月了 还没弄好 我可告诉你们 请你们来不是白请吧 拿了我的钱 就得办事 那当然 借了学校 这废弃的实验室 也是因为 你们都是学校的人 我才把任务交给你们 要是办不好 别怪我不客气 我们都知道的 林泉沿着通道走过去 就看到一个巨大的蛋 被一些穿着黑袍的人围着 那蛋的直径 少说也有个七八米啊 蛋壳还是海蓝色的 上面有很细密的纹路 是什么样的奇葩妖兽 能生下这么样的蛋 那些穿黑袍的教员 围着巨蛋 地上还刻有不同的密纹 看得林泉满头雾水 静咒都是抄来的 到底管不管用啊 叶少 我跟您交个底吧 这培育师的专属静咒 得来不易 但绝对没问题 您的钱 也绝对花得不冤枉 叶小宝揉着眉头说 钱是小事 要是这不死 金凤腐坏了 我这番心血就白费了 凤凰 林泉一惊 连忙打开数据框 不死金凤 种类 凤族 不死金凤 等级 战斗力 战斗技能 战斗适应性 可进化部位 变异 潜力 忠诚度 全是问候 是被蛋壳挡住了 还是因为没孵化 凤族可是跟龙族 能相停抗礼的神兽啊 叶小宝哪弄来的 叶一千都未必弄得到吧 叶一千和叶寒光的神兽 都是类龙族啊 林泉顿时动了心思 就是 能把这一屋子的人都放抖 那么大的蛋 怎么拿走 收纳袋都装不下 哎 我说叶少 你哪弄到的凤凰蛋 市面上可买不到啊 买是买不到的 我花了一些代价 从一个朋友的朋友 那弄到的 你别问这个 催产咒不完了吗 特么的一个咒不了 两个多月了 那人忙说 马上就能完事 叶少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 就特么因为是你 老子才不放心 那人黑啸几声 从一个瓶子里 倒了些液体在地上 无牙鬼人的血为引子 无牙鬼人 一族 那人才说完 地面的静皱 就发出耀眼的金光 整颗蛋开始摆动 第四十八章 永恒地宫 叶小宝激动地望着鸟蛋 要成了 有了不死金凤 老子再也不用怕 那个灵犬了 听说品质高的凤凰 从一生下来 就能到三街 正好让我带啊 马上斗虫大会就到了 也正好让老头子 看看我的本事 不对啊 抖这么久 也没裂开一条缝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过了十多分钟 叶小宝就问 这个 应该没问题啊 好不容易才把催产洲给激发了 他应该马上就会 怎么回事 突然 摆动一下加快 地面也随之震动 叶小宝脸色微变 这要引来学院里的教官 可就麻烦了 咔咔 就听到地面几声乍响 猛地裂开数条缝隙 林全新叫不好 这是要塌了 实验室年久失修 早就封存了 哪经得起这般折腾 就看那凤凰蛋晃了黄岛下 地面崩裂出个大洞 跟着地面就随之塌陷 站在上面的所有人都摔了下去 叶小宝更是发出一声惨叫 还带着回声 林全连忙跑去看 就看地下深不见底 地面残留的灯光 根本照不到下面 小火 林全把小火抓出来 骑到他背上 朝下面就飞去 救命啊 飞了大约半分钟 才听到有人呼救 视线也逐渐恢复 能看到静肘发出的金光 在光照下 那整鸟蛋还一点都没事 只是不再摆动了 可抬头一看 距离地面少说 也有个一两百米 林全终于踩到地面 就看见那些叶小宝请的叫员 全被石头砸死了 那唯一在呼救的人 就是他自己 来人啊 救命啊 叶小宝也不顾孵化不死金凤的 是会被人发现了 在那不停地喊着 只是 他背对着林全 完全没注意 林全已经下来了 林全也不管他 只是看向四周 看了没几眼 他就倒吸了口凉气 此处是个巨大的宫殿 在四周有四根硕大的柱子顶着 每根柱子上都画着不同的神兽 一头是长着八对翅膀的龙 正张着前找挺着胸 傲然注视前方 一头是后背 全是手掌般大的钩刺的猛虎 嘴里喷着一口白烟 一头则是浑身长毛的乌龟 看体型也着实不小 尾巴还朝空中竖着 有着如同蝎子般的钩 另一头是翱翔空中的凤凰 唯一与印象中的凤凰不同的是 他长着九颗脑袋 全身冒火 林全走到最里面的墙壁处一看 更加震惊 上面绘着一些战斗画面 要猜得不错的话 是几百年前的妖兽与人族的大战 人族是由一位手持着长盾 带着一头火龙的御兽师带领 妖兽那边则是柱子上画着的四大妖兽为首 第一幅是双方在对峙 第二幅则是交战了 看得出人族完全不站上风 被压制得死死的 连那带龙的御兽师也没办法 一浮浮地看过去 最终人族还是胜利了 是在一位突然出现在画面中的年轻御兽师的攻击下 那四大妖兽全部变成了他的神兽 他带着神兽反击 才结束了战斗 之后 他就将四大神兽封印了 留在最后的画面里的是四块封印的条石 林全心面一动 难怪那四根柱子就是条石 他连忙跑到柱子那去看 来人啊 快救救我啊 我是叶小宝 是叶一千的儿子 我有的是钱 谁救了我 我有重线 不是封印条石 林全摇头 柱子上没有那年轻御兽师留下的封印尽咒 还有 这些柱子也太长了 看比例也不像 倒是那御兽师 有可能将四大神兽封印在了不同的地方 林全又走到另一块墙壁那 就看到上面写着永恒地宫四个字 永恒地宫 高二教科书上有提到的那个 那次大战被称为终结之战 从那之后 妖兽轻易不敢踏到人族的领地半步 就算有兽巢 也不到会摧毁城池的地步 就像上次 要不是赵友芳故意引动兽巢 他要是在城中的话 一位九阶御兽师 足以抵挡六阶兽巢 每座城池 都有一位八阶或九阶御兽师坐镇 也从来没有超过五阶以上的兽巢 而终结之战前 南方诸城拥立了一位皇帝 他建造了一座行宫 位于南地城的地下 就叫永恒地宫 南地城为什么叫南地城 也是因为那位皇帝的缘故 几百年来 从没有人发现过永恒地宫 终结之战 也将数百座城池摧毁了 许多城池 都是在废墟上建立的 也没人有兴趣 去挖掘历史遗迹 那么的 老子腿啊 男人啊 叶小宝在那哭丧似的喊着 林全就从他身后走过去 一块巨大的石板 压在他的腿上 让他连转身都困难 更不用说 把腿从石板下拖出来了 确实有点倒霉有点惨 可跟我有一毛钱关系 我没上去补刀就不错了 林全哪有心思管他 眼前落下的应该是正殿 应该还有偏殿和寝宫吧 转了一圈 还真就没别的出口 要说有机关的话 也没找到什么能启动的地方 这么大的洞啊 谁砸出来的 不会是老马那头 爱流鼻涕的巨像吧 巨像怎么砸的 用脚还是用鼻子 要不下去看看 怎么下 我们也没飞行类的神兽 等老李过来再说吧 头顶传来说话的声音 这么大动静 果然引来了学校的教官 毕竟有部分单身教官 就住在离弃约 这栋楼不远的公寓里 救我 我在下面 我是叶小宝 谁救了我有重险 真够烦的啊 要不打晕他好了 上面的教官听到了呼救声 哎 叶小宝 叶家那个少爷 老孙他们搬的吧 把格斗武士系的教官叫来啊 让他们下去救人 不能让他们看见 我在下面 小伙 林全骑着小伙 飞到半空中 正想往上靠一些 突然那鸟蛋重重的一晃 蛋壳轰得炸开 向四面八方弹去 其中有七八片 朝着林全就刺过来 第49章 眉毛的鸟 小伙 雷动九天 九道闪电击中 那八块蛋壳 全都成了胶状 还发出阵阵的香味 剩下的全都击向不同方向 有的 直接就刺进了柱子里 可见 那爆炸的威力有多大 更惨的是叶小宝 一块蛋壳碎片 直接扎进了他的后背 他痛叫一声 人也晕了过去 乔纳血冒着炮流出来 林全也不敢上去救他 时间非常紧急 等格斗武士系的教官来了 马上就会发现下面的情况 必须要把孵化出来的 不死金凤带走 否则 无论是落在叶小宝的手里 还是教官的手里 都白白浪费了 只是那蛋壳炸开的同时 原地就出现了一阵浓密的白雾 根本无法看清楚 那不死金凤的模样 用你的翅膀扇开 林全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拍拍小伙的脖子就喊 小伙如今已经一盏快有三米长了 飞到白雾的附近 用力一扇 竟然带着一股子的烟味 把身后烧焦的蛋壳上的浓烟 也带了起来 老弟你可来了 老张也来了 二位 下面太深了 我们也不敢下去 都没飞行系的神兽 没啊 老陈他们也不住校 那交给我吧 林全看白雾还没扇开 格斗武士系的教官却快来了 一咬牙冲了进去 那不死金凤吗 他原想着 要按夜小宝说的 至少是三阶妖兽 那少说 也得有个两三米高吧 可什么都看不见 不管了 林全闭上眼 用精神力感知着四周 同时快速地进行强制绑定 第一 恭喜宿主绑定第二头神兽 不死金凤 种类 凤凰族 不死金凤 等级 三阶 四阶进度0% 战斗力13500 战斗技能 浴火重生 震翅成兵 战斗适应性 全地形800% 可进化部位 翅膀 双爪 眼睛 尾部 皮毛 潜力 史诗 忠诚度 80% 史诗级的进化潜力 转翻了 林全大喜过望 他立刻感知到了 不死金凤的下落 就在前面两步远的地方 咦 林全低头看着脚边的玩意儿 实属无语了 这不死金凤光秃秃的 也就一只鸡大小 连一根羽毛都没有 真像是菜市场刚处理好的肉鸡一样 还在那冲着林全张嘴叫唤 嘎嘎嘎 你特么不是只鸡 是鸭吧 不管了 林全听到远处传来落地声 立刻将不死金凤扔进收纳袋里 跳上小伙的后背 贴着墙壁飞到空中 叶小宝 人呢 落下来的马教官喊着 可叶小宝哪还说的的话 人都晕了 这物是哪来的 还有这些蛋壳碎片 特么的 这些人在地下搞什么 地上还有催产咒 还是特别针对胎生妖兽的 乱七八糟的 这特么是卵生的好吧 马教官骂骂咧咧地 拾起一块蛋壳 从蛋壳分析 这体型不小啊 什么妖兽 能有这么大的蛋 黑羽沙雕 喂 老马 发现叶小宝了吗 没呢 人没动静了 我还在找 你们也赶紧下来看看吧 再等老陈呢 他马上就到了 林泉耐心地在 等着教官们都下来后 他才好从洞口飞出去 又过了十分钟 老陈你可来了 我们下去吧 好 一头白色的红鱼雪鹤 在这御兽师教官们 全都从洞口飞下去 林泉听到上面没声了 连忙让小伙 背着他出了洞 真是怪了 这看造型 可能是传说中的永恒地宫啊 南地剑的吗 不是说 永远不可能被发现吗 先找到叶小宝再说啊 要不叶一千 不会放过我们的 哎 这些助理教官 怎么也在下面 是啊 小红他们 哎呀 都不行了 林泉跑出契约室 就看附近 也有不少学生 在围观 他连忙将头罩一拉 快速地跑出了学校 回到家中 叶小蝶人也不在 林玉盘更是神龙剑 手不见尾 他放心地 把不死金凤放出来 他立刻用那眉毛的翅膀 不停地挥动 表示抗议 小伙也被放出来了 就在那蹲着 用好奇的眼神 打亮着新的同伴 大概是饿了吧 林泉拿出一瓶 高级的营养液 放在地上 吃吧 吃了 就不饿了 不死金凤摇摇晃晃地走上去 张口就连瓶子都吞了下去 呵 胃口还挺好 就是这模样磕沉了些 估计是那些教员干的好事 催产之后也没弄明白 就胡乱用上了 搞得有点早产 要不要搞个育婴香 医院里早产 不都要放里面吗 还得检查一下 林泉抓起不死金凤 就将他翅膀抬高 去看他嘎吱窝 要万一有夜毛呢 这上面看眉毛 后面呢 哟 还卓人 差点被盯了口 林泉赶紧放下他 就看他在屋里到处乱转 还挺精神的样子 肯定是那营养液 吃下去的效果 得给他取个名字吧 不死金凤 那就叫金金 不行 太土了 那叫小金 也不行啊 叫你凤凤吧 林泉对取名 着实没什么心得 想着随便取一个 叫多了 也就顺口了 第一 第一次取名 忠诚度提升10% 90%的忠诚度 暂时够了吧 林泉就试着招手 将凤凤叫过来 终于有点听话了 就是 这特么又饿了 林泉算明白了 只要凤凤那眉毛的翅膀 在那乱摆乱摇 就是表示饿了 好在营养液够多 一个小时后 你也太能吃了吧 食品营养液了 都赶上小伙一个月的口粮了 就算是刚生下来 正在长身体 也不用这么夸张吧 算了算了 想到凤凤一万多的战斗力 林泉豁出去了 想想一般的三阶神兽 哪有这么强啊 龙凤二族 还真是不同寻常啊 哎 我才出去一会儿 你就带了 制拔了毛的活鸡回来 叶小蝶拿着一盒炸鸡翅 呆呆地瞧着地上 在那打滚的凤凤 这可是凤凤啊 你骗鬼呢 有没毛的凤凤吗 呃 第五十章 巨人的眼泪 林泉盯着凤凤在那琢磨 要救他的食量 早晚得把他吃穷了 他在干什么 叶小蝶惊道 凤凤抓着一对 哑铃在那上下的举着 这凤凤有点不对劲吧 还用他说 林泉早就看出来了 早吵不会伤了脑子吧 你说叶小宝 哪弄到的凤凰蛋 你问他去吧 他还在医院躺着 一夜过去 叶小宝的消息也传出来了 按学校的说法就是 他私自和教员 在废弃的实验室里搞实验 最终弄得实验室爆炸 永恒地宫的事 倒是谁都没说 凤凰蛋的事 也都给瞒下来了 估计也没人知道吧 光看蛋壳 也猜不出是什么妖兽 叶小宝人也没醒 就是醒了 也不可能交代啊 那些教员又全都死了 真是死无对证 凤凤 吃不吃辣条 叶小蝶拿着根辣条 在那晃着 凤凤高傲地一扭头 跑到林全的腿边 用那眉毛的身子再蹭他 小伙极度地冲上去 将辣条叼走 飞到窗边蹲着吃掉了 喝了多少瓶营养液了 50瓶 林全叹气道 一瓶营养液得要5万 10瓶就是50万 50瓶就是250万 小学生都算得出来 这还就一晚上 不吃也不行 饿着肚子 早晚忠诚度要降低 说白了这种神兽 就不是一般人能带的 难怪许多预售师 都是家财万贯 我得去马家不点货 你要去学校帮我请个假 林全把小伙 凤凤都扔进了收纳袋 放家里实在不安全 叶小蝶就摸了摸阿红的耳朵 上学去了 老子就不信那个邪了 一进店里 就听到刘哥在呐喊 不就是证吗 我还考不上 刘哥考什么证呢 林全好奇地问 没听说刘哥是预售师啊 没什么 你小子跑来干什么 又有东西要卖 还是要寄售你那些药水 你不是不信我吗 我也不好意思拿出来 林全动过把生接药水 和进化药水 寄售在店里的意思 但马掌贵信不过他 他就继续卖给张大力 我是来买营养液的 这次要1000瓶 你带的什么神兽 蜀猪的吗 不知道营养液有保质期吗 一周就过期了 那你就别管了 有货吗 刘哥摇头 店里就200平 说了有保质期 马叔也不敢进多了 那就200吧 林全瞧着1000万联盟币扣除掉 心都揪了下 要不看能不能合成营养液吧 打开系统里的药水合成器 找到合成公式 10朵金鸡花 20升6指十一兽的血 32块灰金石 6两独眼巨人的眼泪 一次性可以合成100平的营养液 你要这些东西吗 金鸡花和六指十一兽的血 都好弄 也都便宜 灰金石呢 算是有点稀有 但店里也有存货 就是独眼巨人的眼泪吗 刘哥皱眉 独眼巨人就一只眼 还是三街妖兽 肿群又稀有 只有银礁山靠近黑木崖的地方才有 那种妖兽又接近一族 生性很辣强悍 打死了都不会哭 哪那么容易找到他们的泪水 我说你小子 你是要做什么药 你不是御兽师吗 认识了一位丹师 他让我帮找的 那行 先把别的东西 给我来五分吧 两百万 我说刘哥 都老熟人了 还抢钱呢 嘿 爱要不要 灵泉出来后 就直接出城奔往荧郊山 没能买到县城的 只能去找独眼巨人了 反正三街妖兽 他也有把握能搞定 到达黑木崖 按刘哥给手绘的地图来看 大概就前方一百多米的地方了 灵泉开始不行 想着一般的三街妖兽 就一千多到几千的战斗力 凤凤一万多 也太夸张了 好 没走到地方 就从树林中传来一声怒吼 一个十多米高的妖兽 低头怒视着灵泉 都说这独眼巨人 对地盘特别看得紧 果真如此啊 独眼巨人 种类 类人足 等级 三街 战斗力 1228 战斗技能 大力猛杂 战斗适应性 平地加持症 199% 可进化部位 四肢 眼睛 潜力 四街 看那只竖着的眼睛 正冷冷地盯着自己 灵犬把小火放出来 喷他 别喷死了 烈焰喷剑 从独眼巨人的脚上 一路往上烧过去 独眼巨人 一下就被烧得大叫 脚掌上多了好几个窟窿 竟然转头就跑 可没走几步 就摔了下来 压倒了一大片的花花草草 灵犬连忙跑上去看 要流眼泪 也不一定要动感情啊 在受到刺激的情况下 太痛了 也会刺激到泪线 还真是条硬汗 一滴眼泪都没流 眼屎倒有几颗 不好 独眼巨人拔下几颗羊柳 冲着灵犬和小火 就没头没脸地砸下去 还别说 这大力猛砸 还真的挺危险 一时间沙土飞扬 大地摇晃 连灵犬都险些被砸倒在地 那树枝更是往地上一扫 就跟扫把似的 连扫断了好几根大树 地上的沙石 也被扫得一干二净 好在他腿受了重伤起不来身 要不然 还真不好对付 灵犬就朝小火示意 喷 烈焰缠绕 数条火蛇 直接将独眼巨人的两条胳膊给绑住 火在他的手臂上 不停地烧灼着 让他再也无法持稳杨柳 等到杨柳都落下来 灵犬才放心地走到他脸庞 你不要再反抗了 我来就是为了你的眼泪 你要肯帮我 我就放过你 还帮你把伤治好 独眼巨人惊道 你不是为了我的心脏来的 你的心脏 不需要 我还以为 你要我献上我的心脏 只要眼泪是吧 那你找个东西接着吧 灵犬将早就准备好的大桶 放到他的眼瞼下 哇啊 哇 我的妈妈呀 死得好惨啊 我的爸爸呀 也死得好惨啊 都是被冒险团杀死的 他们都是为了我们的心脏 眼泪哗哗地滚落 没多久 一桶就装满了 好了 好了 要在这里 你自己擦吧 灵犬放下小半瓶的火伤药 下次 我有需要再来找你 还来 第五十一章 斗宠大会 非常完美 灵犬将十瓶的营养液 放在地上 凤凤就跑过来 一口一瓶地喝光了 剩下四百九十瓶 先放冰箱里存着 算算 除了独眼巨人的眼泪 其他的材料都用光了 但眼泪足够再做几十次了 每次都能合成一百瓶 吃饱喝足的凤凤 在那坐着俯卧撑 灵犬就一脸猛逼 心想这不死金凤 怎么跟个格斗武士一样 你能听懂我说什么吧 你跟我心意相通 小伙能听懂 你也应该能听懂吧 凤凤抬起头点了下 又继续接着做 那你告诉我 你的毛该怎么长出来 凤凤停下来 跳到沙发上 扭了几下屁股 又用翅膀指着脖子 再指指胸脯 灵犬就纳闷了 真就早产等于弱智 这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要先长脖子 再长胸口 那怎么长呢 你说你是凤凰吧 带出去人家也不信啊 走路像鸭子 全身还没一根毛 是不是需要吃点什么别的东西 凤凤疯狂点头 是了 早产收于营养不足的关系 这才需要放到芸香里 一般都是小胳膊小腿的 但这凤凰要吃什么补充吗 灵犬发现 这事的问苏唐 看学校还没放学 他就打算去一趟三省 操场上几个二阶班的学生 在那围着 听说了吗 晶晶学姐吃憋了 吃啥 吃了王八 王八停补的呀 不是那意思 他被林天才给制服了 制服 哪一类的制服 晶晶学姐眼睛是小 可一小就妹啊 他交过那么多男朋友 经验也丰富啊 不知道他会不会看上我 你是说 林天才把他给嗡嗡了 制服 纯字面上的意思 不说这个 昨晚上契约室里面 炸出个大洞 你们知道吗 叶小宝搞的 他人也被炸伤了 还在医院里 叶一千听说发了脾气 要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院长不在晨会上说了吗 是叶小宝自作自授 不对 事情没那么简单 苏唐和叶小蝶 罩橘子走过去 真的假的 还有帝宫呢 林全说的 他说 昨晚他就跟踪叶小宝过去 一炸开口子 他就发现了 永恒的宫 苏唐想到了什么 瞥了眼罩橘子 就没说 叶小蝶也没提不死惊凤的事 我爷爷说过 永恒帝宫 藏着四大神兽的秘密 谁要能解开 将成为联盟最强大的御寿师 赵橘子啃着苹果 低声说 你们想进去看看吗 想啊 那晚上 我带你们进去 集合了 老孙在那拿着点名簿 把人都集中在操场 自然是有事 大家知道 一年一度的斗宠大会马 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学校 二阶班三阶班都要参加 这是跟欺负的荣誉之争 下面顿时议论起来 斗宠大会 这都是延续两百多年的传统了 可不是吗 三生原来就是欺负里 分出来的一批教官剑的 大家都不服 又不能真的动手 就办斗宠大会 来比试一下 老孙轻轻嗓子说 今年特别关键 大家知道 我们学院已经连续八年 没有夺冠了 要今年再说的话 就要超过欺负原来的记录了 欺负原来也有八年 没有夺冠 院长发话了 今年谁要帮三生夺冠的话 要奖励一头真正的神兽 二阶班的学生瞬间就惊了 龙 凤一类的 才算真正的神兽吧 院长能拿出龙族凤族的神兽 来奖励学生吗 会不会是类龙族类凤族 那也不错了呀 就是自己不要 拿去卖了 也值好几个亿啊 妈 你知道一头龙 凤二族 或者类龙 类凤族的神兽 对于寿施 有多大的价值吗 连苏唐都动心了 更不用说叶小蝶和赵橘子 院长既然下了血本 那谁都想要得到奖励 七福那边也会挑选出精英 参加斗宠大会 整个时间 为期一周 将在斗兽场举行 我们呢 由于是新生 就算是二阶班 也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参加 那谁有资格啊 孙教官 老孙翻开点明宝 我先点几个人 苏唐 你的神兽 是三阶妖兽里的鬼火蜥蜴吧 对 好 你算一个 苏唐的小圆脸 顿时笑开了花 叶小蝶 你也算一个 还有张家辉 梁家辉 老孙点了大概六个人 就问道 林全呢 在这呢 林全举手道 他刚来没多久 就听到了后面一些话 斗宠大会 他当然感兴趣 你也算一个 林天才 那一点都不意外 我呢 赵橘子不高兴了 凭什么 谁都能去 他不能去 他那雷鹤和蓝毛大鹅 也不弱呀 橘子 你要不先跟你家里商量一下 不用商量 我就要去 你不让我去 我让我爷爷揍你 老孙狂冒汉 这特么动不动就搬城主出来 是要吓死人吗 好 好 赵橘子也算一个 好野 等人都散了 苏唐就跑到林全身边 小声问 凤凤凤呢 这么多人 能放出来吗 小蝶跟你说的 他就我一个朋友 他不说的憋死他 林全就朝校门外一指 等会到外面说 你想办法 把赵橘子弄走 乃用苏唐想办法 赵橘子跑回家去了 他要跟爷爷 想想怎么夺冠 楼上就有三接班的 大三大四的学生 在看着操场呢 林公子 你说 谭晶晶带着几个 前男友找茬 被吓破了胆 那小子还真有几分能耐 宁震霞冷着脸不吭声 说话的人 也是谭晶晶的前男友之一 只是当初是被骗了 还交往了快七天 至于宁震霞 他就是那天叶小宝 带着四大凶徒来时 发话镇住的四大凶徒的人 他是整个三接班里的最强者 就是这次斗宠大会院长 开出这么高的价码 我看 一定是宁公子的了 宁震霞 这才面露微笑 不露齿地点了点头 斗宠大会的冠军 必然是我宁震霞的 谁也抢不走 第五十二章 天才云挤 也太光滑了吧 不对 还是有毛孔的 苏唐摸着凤凤的身子 搞什么呀 一根羽毛都没有 实在是太难看了呀 有法子吗 苏唐歪着头想了半天 没 我找人问问看吧 林全在系统里都找不到 本来希望他能帮忙 这下也落空了 叶小蝶喝着酸奶 把阿红给抱在腿上 就羡慕地瞧着凤凤 哎 斗宠大会 你要能得到神兽 能不能转让给我 我满 苏唐想着斗宠大会 林全绝对是热门人选啊 他有小伙凤凤 百分百能拿到院长的奖励 哪那么容易呢 林全摇头 到时再说吧 行吧 苏唐也没意见 我得出诚意堂 明天晚上回来 斗宠大会后天开始 还来得及 林全心想 苏唐他家到底是做什么 小伙依偎着苏唐送他到门口 嘴里就叼着几根辣条 乐呵呵地回来 林全 你别小看斗宠大会 欺负就不说了 你也听说过 他们那边的九大强人吧 听说过 九个很厉害的御寿师吧 那我们三生的 七英杰你知道吗 林全一愣 七英杰 以宁镇侠为首的三阶班 七英杰 特别是宁镇侠 号称实力不弱于普通的教官 林全只听过宁镇侠 他是大四的吧 明年就毕业了 陈卫队那边想请他过去 让他做冒险团的副团长 其实是城主想招揽他 城卫队的冒险团 也属于城主 叶小蝶早就养成了 收集情报的习惯 那是为了对付叶家的母叶叉 和查清母亲死亡的真相 城主有两大冒险团 一叫洪水 二叫隆重 都是铁牌的 在南方排名都在八十名之内 林全吃惊道 这么强 宁镇侠一去 就能做副团长 他实力比老孙还强 不会吧 老孙可是四阶御寿师 宁镇侠也是吗 他还有三头神兽 一头是飞行系的 剩下都是陆地的 但都很特别 林全表情变得宁重了 斗宠大会 没想象中的简单啊 三生都有宁镇侠 还几年都被欺负压制 欺负那九大强人 也比预想的要厉害吧 晚上就光喝酸奶 是想减肥讨好我 我实话说 我喜欢微胖款 你现在就挺好 叶小蝶瞪眼道 正经典 说正事呢 反正嘛 我就不信了 还有神兽能挡得了 小伙一盘 林全把手搭在 叶小蝶肩上 苏唐想要院长的奖励 你想不想要 我要赢了 我不卖给他 我送给你 叶小蝶手中的酸奶瓶子 都落地上了 真的 谁让你是我老婆呢 我别的长处没有 就是唐老婆这点特别长 一点正经都没有 斗宠大会如期举行 斗兽场被封闭了起来 普通百姓无法进入 来的都是三生 和弃福的老师学生 再加上以前的毕业生 其中不乏一些 很刺眼的人物 成卫队的总指挥官也来了 他不是格斗武师吗 他是三生格斗武师系毕业的 也算是三生的学长 那位身上 背着一把银色长剑的 不会是 那位赏金猎人吧 你是说剑雪 对 还有那位 那不是长顿冒险团的团长 谭超越吗 哇 连城主都来了 城主孙女也参加了斗宠大会 他能不来吗 那位 金字招牌的前掌柜 哼 他老人家来干什么 咦 语文道场的语文浩荡也来了 他可总算回来了 这小半年 语文道场 可有够惨的了 那 那位 不会吧 白老 哎 听说白老不是在流沙河那带百度吗 一身猴老牌 玉寿世家的周老爷子 千金不坠杨家的杨老太爷 培育所的赵所长 他可是资深培育师啊 你往那边看 那几位穿红袍的 都是单师吧 好像是 南地城几乎没有单师 都是都城来的吧 林泉跟在严德法的后面 身旁就是宁镇霞 他能感受到宁镇霞不善的目光 也不知什么时候得罪过他 想也想不起来 或许是把他当成潜在的竞争对手吧 除了三阶班的七英杰全部出动 加上几位三阶班的和二阶班的学生 三生一共派出了16人 七福也对等派出16人 这就是斗宠大会的32人大名单 接下来就是抽签 学生将会被打乱 按学院分两两一组 不对学院对决 再分成上下两个半区 最终16强 8强 4强 决赛 也就是说 想要夺冠 必须要连赢五场 还有可能会遇上同一学院的人 你们都要小心些 七福为了让我们难看 这次派出的是精英中的精英 好在 那信送的已经转校去读城了 我们这次的机会很大 严德法嘴里的信送的 就是连续三年压得三声喘不过气的超级天才 连宁正侠都被他吃得死死的 今年最大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了 严德法拍着宁正侠和林全的肩说 宁正侠敌意很浓地扫了林全一眼 林全朝他一笑 混蛋 他敢嘲笑我 林全见他变色 心想我这是表达善意好吧 用不用这么转 严德法看在眼里 就不知说什么好了 学生之间有竞争是好事 可这一见面就视同水火 就怕出事了 生死状 上了斗虫大会 生死无关 严德法事先已经跟大家都提过了 所有人都在上面签字画鸭 对面就走过来一群人 都是白色的校服 灵口上的校灰是梅金色的星星 胸口前则是的盘腿 坐在地上的御寿师形象 那应该是欺负的创办者 数百年前的一位强大的御寿师 老颜 这次要不干脆认输好了 我们也省点功夫 玩事好去快活林喝几杯 楚村夫 你少做梦 这次斗虫大会 我们学院一定会赢 好 一定赢 哪回不是这样说呢 楚村夫咧嘴笑道 可结果呢 别硬撑了 欺负的学生也都狂笑起来 林全就看到赵多多也在里面 不由得一论 就这祸 来凑数的吗 第五十三章 狂喷脏水 抽签在斗兽场内举行 包厢里坐着的大佬们 都留意着下面的学生们 斗虫大会 不单三生欺负比拼实力的场合 在数年前就成了各大组织 林选人才的地方 叶一千也来了 他面色阴沉地靠着椅背 叶小宝受伤后 家里那母老虎吵个不停 非说是林全干的 让他报仇 但根据那天在场的教官叙述 跟林全并没有关系 只是那颗蛋就有问题了 叶小宝哪弄来的凤凰蛋 还没查清楚吗 叶老三苦笑 少爷他是在轻衣楼里认识的一个商人 从那人手中得到的 那人给了少爷凤凰蛋后就消失了 再没在南地城里出现过 叶一千闭目铭想 一千万就卖了颗凤凰蛋 那蛋绝对有问题 孵化过程又是乱来一通 乱用催产咒 连生没生下都不知道 学院那边也含糊其词 其中定然还有隐情 那老家伙 还连现场都不让我看 开始抽签了大哥 一个临时搭建的台子上 赵友方从一个纸筒里 不停地拿出折叠好的纸签 七福 张上纯 三生 张家辉 七福 莫牵手 三生 叶小蝶 林泉瞅了眼叫莫牵手的 确定是九大强人里的 就将几瓶增幅药水 递给叶小蝶 有备无患 你递药水 为什么要掐我的手 七福 龙上游 三生 宁镇侠 宁镇侠冷酷地盯了那龙上游一眼 七福 赵多多 三生 苏唐 苏唐咬着棒棒糖的嘴一听 老团长啊 那好办了 七福 海兰菜 三生 赵橘子 赵橘子跑包箱那去了 他根本不在意对手是谁 来了就让大鹅咬死他就行 七福 柳真子 三生 林泉 女的 林泉朝对面看去 一个长相甜美 表情妩媚 眼神一眯起来 能把人勾死的女生再朝着笑 学姐 你矜持点行吗 一个瘦弱的光头男生 拉了拉柳真子的衣角 那可是林泉啊 你没听人提过吗 新生里他排第一 六侧S的天才 那你也不能抛灭眼啊 学着点 这叫迷惑敌人 林泉摸着下巴 注意着上面的出战顺序 公学姐也在上面 他排第一 第一场就是三生徐欣然 对七福高又胜 等抽签完毕 场地就被清空了 只剩下二人 斗兽场的裁判走到正中 手举着一个铜铃 就看二人将神兽都放了出来 公学姐徐欣然的刘金 尹熙趴在地上 背上的金刺都竖了起来 不时吐着长长的舌头 要说 包括谭晶晶在内那四位学姐的神兽 也不算一般货色了 二阶神兽 能达到三阶下层的实力 都有一千以上的战斗力 苏唐的鬼火系一出见面时 也才不过一千八百十八 现在进化了一些部位 应该有两千多了 却学姐的常为火灵鹅 就有一千五百八十九的战斗力 灵犬再度打开数据框 流金引息 种类 爬行类 等级 二阶 三阶神兽进度30% 变异 无 忠诚度 66% 战斗力 1088 战斗技能 狂喷脏水 战斗适应性 杀地加持症160% 潜力 四阶 培育次数 二 原来如此 进行过培育了 培育次数跟等级成正比 二阶神兽二次培育就到顶了 二阶的话 每次培育按培育师的能力和手段 应该能提升数百左右吧 灵犬没动过要将小伙 拿去培育的心思 过早培育会影响到神兽的成长性 再看对面高右胜的神兽 急动黑狐 种类 犬类 等级 二阶 三阶神兽进度30% 变异 无 忠诚度 76% 战斗力 1076 战斗技能 急速双化 战斗适应性 平地加持症150% 潜力 四阶 培育次数 1 竟然也培育过了 二者神兽的战斗力 还不相上下 有得看了 叮叮叮 同龄一摇 裁判飞速退到场边靠墙的地方 高右胜傲慢地说 你长得倒挺好看的 不如磕头认个书 晚上我带你去快活灵消费 想炮我 先把你打成残废再说 上 流金影西张开四脚 飞快地冲向急冻黑狐 你的也是二阶神兽 高右胜不慌不忙地一拍急冻黑狐的后背 给我冻死他 一道寒气就从急冻黑狐的身上冒出 然后他一具拢寒气 一口喷向流金影西 小心 流金影西往左一晃 竟然躲开了一大半 不过 他身上很快就有了一层薄薄的寒冰 但流金影西依旧没有停下 等他冲到急冻黑狐的三米外时 他高高跃起 胸口一阵鼓掌 猛的一张嘴 一团黑水喷了过去 急冻黑狐也冲着黑水 就是一口寒气 谁想那寒气并没将黑水冻住 还是见到了高右胜和他身上 高右胜立刻闻到一股臭味 有毒 徐欣然冷笑道 不错 流金影西并未就此罢休 他得逞后 继续不停地喷着黑水 距离也越来越近 臭味弥漫在空气中 让下面第一排的观赛者 都捂起了鼻子 什么神兽啊 也太臭了吧 比热香还臭啊 就跟臭豆腐 混了榴莲一样 赶紧结束吧 这两个混蛋 林全知道那黑水 不光有毒 也不光是难闻 流金影西的技能 既然叫脏水 就还有别的意思 不好 高右胜和 急动黑狐想要逃开 谁知身子 却被粘在地上 低头一看 斜上脚上 都是黑水 使足了力气 也挪动不得 徐欣然大笑道 哈哈 流金影西的技能 叫狂喷脏水 黑水是由 他体内的黑暗元素 转化而成 一旦沾上 就是格斗武师 也动不了 还能让人 发疯 发疯 高右胜猛然扭头 急动黑狐露出獠牙 口水也顺着口腔流出来 你 你不要 老黑 你 啊 一团寒气 喷到高右胜的脸上 他立刻被冻成了冰雕 裁判 楚村夫喊了声 裁判大叫 三声 徐欣然胜 立即就从欺负学院的人群里 冲出个人来 看服色应该是欺负的格斗武师教官 手掌中 发出一团爱光 将高右胜的身体爱化后 又为他吃了一颗药 才将他扶回去 第五十四章 学姐请矜持 学姐威武 几个大一二接班的学生 在那鼓掌 手都拍痛了 徐欣然不像谭晶晶 风评还不错 手臂上还点着手工纱 不错呀 叶小蝶有点意外 看上去他的阿红是最弱的妖兽了 完全没经过培育 他那手工纱是假的 速堂低声说 他那是刺青 靠 这也行 这不是欺骗大家感情吗 张大力非常失望 林全就瞪了他一眼 怎么 你成天在快活林里 还讲究这个 可 物以细为贵吗 此时裁判唱明道 三声 林全 七福 柳真子 提前了 加油啊 林个 林全你得小心啊 那个柳真子 有点邪门 林全笑呵呵地走上去 那就是林全 谭超越问 站在身边的女儿 谭晶晶 对 就是他害的我 他那条龙 你可看清了 我后背还有伤 那还有假 谭超越舔了舔嘴唇 露出一副吃人不吐骨的表情 林全啊 听说是精神测试S的天才 你们这次夺冠的大敌 楚村夫叮嘱着学生们 比那个宁震霞 还值得关注 柳学姐搞不定他 不好说 前掌柜玩着手中的原型两颗金盒 眯着眼瞧着林全 老马说 值得一看的年轻才俊 就是他了吧 林玉盘的弟弟 有趣 总教头 那个林全跟我们可算是有深仇大恨 宇文浩荡冷声道 我知道 先摸清他的底再说 培育所的所长跟身后的几位 培育师交谈道 市面上出现的那几种 生结药水 进化药水听说就是从这个林全那流出的 有传闻 他是新派的资深丹师 爷爷 你说他很厉害 真的假的 白老摸着孙女的脑瓜道 你爷爷可从不会看错人的 林全打了个哈欠 凤凤折腾的他睡眠不足 得快些结束战斗才行 柳真子戏妹的长眼迷成一条缝 你可是三生最被看好的学生 要是被我打伤了 那可不划算 林全瞅着他抚摸着的一头巨狼 睡意更浓了 宁牙魔狼 种类 犬类 等级 二阶 三阶神兽进度10% 变异 无 忠诚度 99% 战斗力 1376 战斗技能 扑倒乱咬 毒素注入 战斗适应性 平地加持症180% 潜力 四阶 培育次数 一 忠诚这么高 难道他平时对他有特殊的照顾 林全充满恶趣味的说 柳学姐不会没事就抱着神兽睡觉吧 嗯 他全身皮毛松软舒服 冬天时连电热毯都省了 抱不得 我就知道嘛 一族怎么来的 传闻就是 人跟神兽胡搞瞎搞生出来的 柳针子柳梅倒树 眉间划过一道煞气 但他很快就妩媚的一笑 你似乎比我的小狼更舒服呢 呦 张大力拍着栏杆喊 林哥 这骚娘们欠收拾 弄他 三生其余的学生也都狂笑起来 这哪里是斗宠 这完全是在打情骂靠吗 欺负的学生们 就有点脸色不好看了 柳针子搞个毛啊 都什么时候了 他还在那发烧 他那是天生的 忍都忍不住 我怀疑 他是想要让林全放松警惕 好趁其不呗 那有那么多算解 裁判问道 林全 你的神兽呢 我怕放出来太大了 吓着大家 就先藏起来了 什么玩意儿 欺负一位学生 瞧着自家那十几米高的神兽 心想还能比我的大 柳针子眼睛迷得更小了 那我更要看看 有多大了 学姐 请矜持点 不是说看就能看的 裁判扶我摇灵 行了 别斗嘴了 看真本事吧 开始 宁牙魔狼挺了起来 光就四肢趴着 那身高也足足有两米 身长更高达五米 要再培育一次的话 战斗力和体型 他都会再度变大 林全却笑着走了上去 你还要靠近 你就不怕我的小狼一扑 就把你咬成碎肉 我不靠近 怎么能闻到学姐身上的香味呢 嗯 是枝子花呀 柳针子神色不动 在猜想 林全搞什么鬼 他的神兽 多半是放在收纳袋里 从收纳袋放出的时间 最少也要零点五秒 三米之内 小狼有足够的时间 在他将神兽放出的一瞬间 将他击杀 哪怕他的神兽是龙也扳不到 除非 隐形 不会 就算是龙族 也不会有那种超长的变异体存在 大姐 你弟弟似乎有点拖大 那可是宁牙魔狼 你看他那牙齿 跟魔过的长剑一样 咬一口身上 就得多个窟窿 一个壮汉在斗兽场的楼顶蹲着 朝一边躺在瓦上的淋浴盘说道 哼 那小子从小就诡计多端 他不会有事 那就行 哎 那赏金猎人的事呢 敢在金灯酒吧发出悬赏要灵权的命 还真有人敢接 闲死的不够快 会是那件血吗 淋浴盘朝下方看去 冷漠地说 盯着他点 柳针子看他 已经到了两米以内 宁牙魔狼都要按捺不住了 口水哗哗地落在地上 成了一小滩水蛙 要不是他还按着魔狼 他早就扑上去了 够近了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不希望你死在我手中 林全终于停下来了 没想到学姐还有一丝怜悯之心啊 那好吧 我也放你一马 放我一马 柳针子一愣 突然脸色大变 小狼 林全猛然往前一窜 人如一颗梨塘的炮弹 一下抱住宁牙魔狼的脖子 重重地往地上一顿 这一摔 就将宁牙魔狼摔了个头晕脑胀 还不等他反扑 林全手肘一抬 挤在他眼眶里 令只手更是快速地拿出一把小刀 沿着宁牙魔狼的脖子 就转了一圈 一团血花从脖尖飞出 林全再一脚踏下去 一手踢着宁牙魔狼的头颅 就站了起来 所有人都待住了 第五十五章 鬼脸蜘蛛人 这特么是斗虫大会 这是御寿师 这林全确定不是格斗武师吗 他这手法之娴熟 就是正常的二阶格斗武师 都比不上吧 好好 此子不错 老院长 要不等他毕业 就让他来成卫队吧 成卫队的总指挥官 看中了林全 血还在从脖梗处 不断地滴落地面 柳真子呆若目击 他完全想象不出 林全居然会用这种手法 将他的神兽直接斩首 要早知 对手是格斗武师 他是绝不会让对手 靠近十米之内的 可偏偏这是斗虫大会 双方都是御寿师啊 更让他绝望的是 宁牙魔狼是他十岁 就契约的神兽 从白板到二阶 再到培育 一共花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这就是他最重要的财产 如今却成了两节 包厢里的大佬们 也都满脸一色 御寿师还能学格斗武师的技能吗 不是没有 就是少 这个林全 倒是处处让人惊喜啊 七伏那里 却炸开了锅 裁判 格斗武师 也能参加斗虫大会吗 斗虫斗虫 他都没有神兽 怎么算斗虫 对啊 必须判他失格 组委会呢 我们要抗议 楚村夫也满脸婴云 走到裁判身前说 这不是胡闹吗 有这么弄的吗 御寿师不带神兽 那还像话吗 这直接就完音的了 成竹 裁判朝包厢上方看去 赵友方拍拍手 让现场安静一下 林全御寿师的身份 有证书为证 我想三生方面 也能证明 至于他用什么手段 那是他的事 你们欺负的学生 也太大意了 真正到了战场上 还容得你们考虑 对方是御寿师 还是格斗武师吗 我看这场 林全胜得毫无问题 既然他都发话了 楚村夫也只能认栽 带着失魂落魄的柳真子 走了回去 柳学姐莫慌 晚上我请你 去金灯酒吧喝两杯 萧萧 柳真子一抬眸 眼神中 哪还有魅色 一片死气沉沉的 那学弟也说 不下去了 小儿科嘛 林全拍着手 走到同学中 就这种货色 我连神兽都不带用的 一个琴拿家滚刀 完事 张大力大声说 就是那柳真子 我看着挺可怜的 等会儿 我得去安抚他 受伤的心灵 苏唐不客气地 给了他一脚 安抚你妹 马上就是小蝶了 林全在叶小蝶的耳旁 说了几句 他深深地点了点头 叶小蝶 听到裁判的喊声 深吸口气 带着阿红 走进了场中 对面是欺负的墨前手 他身后是个浑身 包裹着绷带的人形神兽 连脸都没露出来 估计是长得太难 看不好见人 林全却是眉头一皱 连忙查看 鬼脸蜘蛛人 种类 异足 等级 变异 无 忠诚度 36% 战斗力 战斗技能 战斗适应性 潜力 培育次数 三 怎么搞的 跟凤凤当初一样 都是问号 培育次数三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三阶神兽 不对 一族 林全站了起来 绕到斗兽场的一边 靠得近了一些 林全那个墨前手 父母都是培育师 他带的不是神兽 是一族 白老在后面告诉他 果然是一族 小蝶可得小心啊 开始 叶小蝶拍拍阿红的屁股 阿红就挥动双耳 飞到空中 那是你女儿 叶一千默默点头 她来做什么 那墨前手带的一族 身上绑的绷带 都有尽咒 家里着实下了不少本钱 不是她这红毛兔子 能对付的 我希望你能知难而退 我不想伤害你 墨前手难难地道 下了场 还有后退的可能吗 你不要小瞧我 叶小蝶一声娇喝 万针刺血 阿红猛然膨胀一倍 数百根红毛炸开 全都刺向了墨前手 叮 叮 墨前手头顶 突然飞出数道绷带 一道细薄的黑光符 在上面 兔毛全被弹开了 有人就看清了 没了绷带的人形神兽 不由师生道 鬼脸蜘蛛人 灵犬瞳孔一缩 鬼脸蜘蛛人 种类 一族 等级 三阶 变异 无 忠诚度 百分之二十六 战斗力 两千六百五十八 战斗技能 束缚全身 八足撕裂 战斗适应性 全地形 加持百分之三百 潜力 六阶 培育次数 三 终于能看清数据了 灵犬却头皮发麻 那鬼脸蜘蛛人的脸 也太可怕了 跟被什么啃食过的一样 长着八条腿 还长满了细细的绒毛 叶小蝶也被吓了一跳 你这不是神兽 你怎么能契约一族 墨牵手难难道 都是我爸妈干的好事 我也不想的 你还是认输吧 认输 叶小蝶一声大喝 刺 阿红树根兔毛化成一体 形成一根巨大的长枪 他再一晃耳朵 长枪就直冲下去刺去 我说了 你认输好了 墨牵手一抬头 树根绷带 硬生生地将长枪绕住 那绷带就是 鬼脸蜘蛛人的蛛丝 灵犬一喊 叶小蝶才恍然大悟 看绷带 又有树条飞向阿红 他急忙喊道 快躲开 阿红用力地坠在地上 变成一颗肉球 咕噜噜地滚回到叶小蝶的脚边 但很快就有几根绷带 冲到叶小蝶的身前 将他双手一捆 就看鬼脸蜘蛛人 也瞬间就将他拉进了机密 他也跟着冲向他面前 不好 灵犬脸色微变 随时准备出手相救 什么斗虫大会的规矩他才不管 碰 鬼脸蜘蛛人手掌 重击在叶小蝶的身上 他痛得浑身难受 一口血喷了出来 阿红一急 跳起来就咬住鬼脸蜘蛛人 不停地用门牙撞他的身子 可那鬼脸蜘蛛人 就像毫无痛觉 任由阿红咬他 继续用手狂揍着叶小蝶 所有人都不忍心看了 叶小蝶被打得鼻青脸肿 眼看就要不知了 大哥 叶老三沉声道 小蝶怕是不行了 先别急 叶一千让他沉住气 灵犬翻身 跳进场中道 小蝶 让阿红吃药 叶小蝶抬起肿胀的眼皮 无力地喊道 阿红 服 服药 第五十六章 药不打包带走 碰 阿红陡然胀大了数倍 体型竟超过了数米 他伸出前肘 就抓住了鬼脸蜘蛛人的脖子 张口猛地咬上去 硕大的门牙 一下就刺进了鬼脸蜘蛛人的脖子里 再往外一扯 血如喷泉般洒出 就算他没有痛觉 对叶小蝶的攻击也变得迟缓 墨牵手或得抬起头 张了张嘴 又将头低下 阿红抓住鬼脸蜘蛛人的胳膊 就往外一撕 哗 整条胳膊被阿红扯落 服药 服的是强心丹 几位红袍丹师在那焦头接耳 强心丹的话 忠诚度下降太快 而且也没听说能膨胀体型啊 那他吃的是什么药 阿红用力将绷带扯断 把鬼脸蜘蛛人一巴掌拍在地上 跳起来就用后腿不停地踩 所有人都病住了呼吸 这兔子特别也太暴力了吧 这都快踩扁了吧 地上不停地飞溅出无数血花 阿红还没完 他踩得差不多了 又趴下去 不停地撕咬着鬼脸蜘蛛人 他那身上的红毛一时也变得更加的血量 也不知那是血 还是他本身的毛色 够了 楚村夫看不下去了 裁判看他眼说 我没叫停就没完 阿红把鬼脸蜘蛛人的脸都踩碎了 才突然一转头 朝莫牵手扑去 站在原地不停喘息的叶小蝶 想要叫住他 却连开口的力气都嵌 碰 一回找 莫牵手的身上就多了几道抓痕 血也飞溅出来 叫停吧 培育所的所长起身喊道 他跟莫牵手的父母都算老相识 实在不忍心看他死在这里 又是一招 莫牵手的脖子快被抓断了 他呵呵地笑了几声 倒在了地上 停 叶小蝶胜 裁判这才喊道 灵犬一个剑步就冲到叶小蝶身旁 楚村夫狂奔道场中 连塞了几颗药到莫牵手嘴里 看他还没气绝 才充满怨气地朝叶小蝶凳去 看什么看 抱着叶小蝶的灵犬大怒 不服气 你要不下场试试 信不信老子今天把你们欺负的人一个不胜 一波全带走 你好大的口气 欺负的学生们全都冲了出来 你特么牛叉是吧 来啊 动手啊 别给我狂 你们三生输了八年了 还狂得毛啊 十几头神兽也在那疯狂地咆哮 灵犬却在低头给叶小蝶上摇 死不了也落不了疤 你还是美美的 嗯 叶小蝶应了声就晕过去了 灵犬拦腰将他抱在怀中 走回去后 让苏唐看好了 转头就走回场中 什么斗虫大会 也不用一个个鄙视了 我呢 今天心情很糟糕 给你们一个机会 全部打包带走 灵犬刚说完 就听到一声闷响 地上多了一头神兽 仲甲巨蟒 用冰冷的眼神扫视着场中 欺负那边的学生们吸了口气 顿时没了声音 灵犬也不知声了 胃压太重了 腰都快折了 我呢 说句话 叶一千走了出来 人没事就行了 你们哪年斗宠不得死几个人 真要坏了规则 那就直接判书就好了 要不 就都给我滚回去 老老实实地待着 楚村夫拱手道 叶老板开口了 那没话说 大家回去吧 你呢 灵犬咧嘴一笑 我听叶书的话 场面暂时稳住了 大姐 你弟弟行啊 敢挑一群高材商 林玉盘斜眼一瞥 行个屁 就是个莽夫 赵友方身后的黑衣人说 想起来了 那是林长江的儿子 永恒地宫的事 跟当初林长江的死也有关系 地宫突然出现 未必是好事 赵友方冷冷地说 当初星河冒险团出城 就是为了找永恒地宫的线索 谁知会出那么大的纰漏 三生 苏唐 欺负 赵多多 赵多多一走道场中就喊道 我认输 靠 欺负那边就骂起娘来了 我说不要带赵公子吗 他那耸祸 不就是只鬼火蜥蜴吗 三街神兽啊 我也打不过 那也不能认输啊 总要过几招啊 苏唐甜甜一笑 你还挺识趣的吗 赵多多一甩头 不打无把握的仗 第一轮过后 叶小蝶才醒来 一旁的阿红都急得要哭了 耳朵一直大喇着 看他醒了 才连跳几下 在那用钱找搭在他身上 不停地叫唤 没事了 伤不大 有我在你死不了 就是啊 要落下点病根 啊 什么病根 走路得用拐杖 我没伤到腿啊 叶小蝶惊呼道 连忙低头拉起裙子看腿 哪里有伤啊 明明一点事都没有 你等下别伤了 阿红喝了增服药水 也暂时不能再喝了 十六强的对手都很厉害 你就休息会儿吧 我的对手是谁 命阵侠 叶小蝶一愣 场地里还有人在打扫 刚才宁震侠和龙上游那一场 跟被飓风扫过一样 到处都是碎石 龙上游也是真正第一个 死在场内的人 他好很多啊 柳真子想着刚才的场面 游自心惊 宁震侠那神兽 趁龙上游不备 直接一口寒气 将他冻成冰棍 再一下撞成碎片 连个全尸都没留下 他一直被宋学长压制 早就心怀怨气 想要报复 赵多多担心地伸出手 要搂住柳真子 滚一边去 老娘没空搭理你 没事 没事 柳真子沉声道 大家都要小心 那个宁震侠 怕是会不断下重手 你们对上他 实在不行就认输 楚村夫也点头认可柳真子的建议 除了方尚义 被点名的男生 伸了个懒腰 靠在一头 岩石铸成般的狮子背上 龙上游的仇就由我来报吧 对了 宁震侠的下一个对手是谁 是三生的自己人 刚才把小莫打成重伤的叶小蝶 柳真子朝场中看去 见裁判拿着话筒说了一句 叶小蝶弃拳 三生宁震侠进入八强 下一场 灵拳对方上意 第57章 那是什么鸡 苏唐 你看着小蝶 我下去走一圈就回来 一分钟 宁震侠那边几个人 都冷眼看着灵拳 宁老大 这个灵拳有点太嚣张了吧 他不知道 那方上意 是现在欺负最强的御寿师吗 就是 刚才还帮叶小蝶出头 说要把人都一波带走 草 他以为他谁呢 刚抢宁老大的风头 真不要脸 宁震侠冷冰冰地盯着灵拳的背影 他有十足的信心 能干掉灵拳 只可惜 两人碰不上了 方上意 他那刚古言心诗 可不是好对付的 就是我 也要费一番手脚 毕竟那是一头三阶神兽 刚古言心诗 种类 暴足 等级 三阶 变异 无 忠诚度 86% 战斗力 4124 战斗技能 全身刚骨 岩石冲撞 战斗适应性 平地草地加持290% 潜力 五阶 培育次数 三 培育三次 4000多的战斗力 灵拳之道 碰上了厉害角色 你不用想着接近我 我知道你有格斗武士的本事 方上一轻笑一声摸着如同花钢岩般的神兽 连那一根根的毛发都像被雕刻出来的一样 整个就是块石头疙瘩 更不用说它那体型庞大 比一般的狮子要超出一倍 每踏一走 地面就扬起一片尘埃 听说你的神兽是龙 不如拿出来看看 不单是龙 每天早上还会龙抬头 就是 我不习惯拿给男人看 哼 你看不起我 我说过 你们要打 就一起上 一个个的来 那多没意思 要不是叶老板出面 我都不想浪费时间 好狂妄啊 简直目中无人 前掌柜玩着手里的金盒 伸头朝叶一千看去 叶老板 这小子 莫非看上你家小蝶了 那我可不知道 叶一千嘴角 露出一丝微笑 赵友方双目冰冷 心中自然想起从前的事 林长江跟叶一千 原本可算得上是生死之交 刚古言心诗 就是用咬的 也要崩落牙齿 一般的物理攻击 对他一点作用都没有 经过三次 连要害都强化过了 这可是老夫亲手培育的 培育所所长 自得地笑着说 你也休要太自信了 做他生前的百老笑道 那小子记住百出 说不定有能破掉 刚古言心诗防御的办法 要是百老自然没问题 但他就是格斗武士的 体术修炼再好 也无济于事 除非他的神兽 哎 林全在收纳袋里摸了半天 终于将神兽放在了地上 嘎嘎 啥玩意儿 一只光秃秃的眉毛肉鸡 就在那跳来跳去的 绕着林全转 两个小时没进食了 凤凤摆明就很不满啊 吃吧吃吧 林全翻出十几瓶营养液 摆在地上 凤凤一口气 就连灌了好几瓶 鸡还是鸭 他竟没把方学长放在眼里 拿这种东西来敷衍 管他是鸡还是鸭 他估计 还想用格斗武士的体术来获胜 太瞧不起人了吧 他那龙吗 难道传言是假的 柳真子咬着牙响 一定是假的 是三声传出来吓唬人的 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谭超越都猛了 他一看刚古言心诗 就血压一高 想要等着乔林全的龙 晶晶 他还有第二头神兽 我也不知道 谭晶晶也一副呆呆的样子 就算有第二头 林全既然第一头是龙 那应该也差不了多少 哎 林哥啥时候弄的肉鸡啊 这是个什么神兽 张大力都傻了 凤凤终于把十几瓶营养液都喝光了 打了个宝格就躺了下去 喂 别不做事啊 林全将他拎起来扔过去 就对面那狮子 看见了没 给我把他跟那男的一块弄死 凤凤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冲着林全就嘎嘎地乱叫 太瞧不起人了吧 方尚义大怒 老子的可是刚骨炎兴师 防御力在所有三阶神兽中 可说最强的 你拿只肉鸡来战斗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柳真子喊道 方尚义 干死他 既然他看不起你 就不要让他活着走出去 好 你狗眼看人爹 那就让你死个痛快 上 刚骨炎兴师跑了起来 看得出他体重太大了 跑起来速度并不快 但他没跑一下 地面就在轻微地晃动 那威势也让看台上的一些人 都站了起身 都在暗自衡量 自己要是对上的 刚骨炎兴师 可有几分胜算 凤凤 你给我打起精神来 林全喊着 凤凤才摇摇晃晃地 靠着翅膀 保持平衡站好了 只是他那体积 跟刚骨炎兴师一比 就像是一头大象 和一只小白兔 就要撞上了 炎石冲撞 刚骨炎兴师 化成了一颗炮弹 陡然增速 低头就冲凤凤撞去 不少人都想到了 血界满地的画面 可是 咻 哄 什么 刚骨炎兴师 整个飞出几十米外 重重地砸在地上 爬都爬不起来了 骨头都要散架了 有人看清了经过 凤凤轻轻地一挥翅膀 就把刚骨炎兴师 打飞了出去 赵友方都瞪大了眼 确定自己不是老花眼 刚骨炎兴师 虽说只是三阶 可是培育过三次了 体重少说 也有两三顿 那只鸡 是什么鸡 黑衣人眼珠子 也快从眼眶里掉下来了 恐怕不是鸡 就轻轻地一击呀 夜一千 谭超越那些大佬 也都站在了栏杆前 但也都是一脸不解 以他们的见识 竟也弄不明白 那肉鸡是个什么品种 我也没见过 培育所所长不停地摇头 连他都没见过 那就奇了怪了 新品种 凤凤在那嘎嘎地叫着 用翅膀朝方上翼一指 就坐视要冲过去 方上翼已经脸色发白了 连刚骨炎兴师都挡不了他 他还有个屁用 裁判 我认输 方上一说完 就连滚带爬地跑了回去 刚骨炎兴师都顾不上了 此时就听到哗哗几块 刚骨炎兴师 居然碎成了一块块石头 怎么可能 楚村夫一惊 回来了 还跑什么 灵犬逮住凤凤 将他扔进收纳袋里 冲着欺负那些学生就冷笑 跑得挺快嘛 下次就没那么好运了 第58章 苏唐VS谢草精 场中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不少大佬都在想 这次斗宠大会 太有意思了 楚村夫却脸色阴暗 龙上游一死 方上一的刚骨炎兴师 又被打死 人也输了 如今士气低落 怕是想要赢是很难了 最可恶的是那宁镇霞和灵犬 一个下手狠辣无情 一个 花招太特么多了 好在这两人都在上半赛区 就让他们窝里斗好了 我看哪 我们趁早认输 也好过死扛 赵多多一说话 就被喷得满头口水 你特么是三生的人吧 就算输 也不能输得沃囊囊的呀 要战斗到最后 就是 我们还有不少人 都在下半赛区 他们下半赛区 又没有灵犬 又没有宁镇霞 我们还能进决赛 进决赛然后呢 还不是说 赵多多惋惜地说 我是不想大家死在这里 这话一说 所有人都低下了脑袋 还没毕业呢 要是就这么死了 多不划算 那倒未变 一个人走进了他们中间 手里拿着一堆的药丸 这是精致强心丹 你们九大强人的神兽 多少都培育过一两次 服下他后 也有机会能赢得了 灵犬和宁镇霞 储存夫脸色微变 强心丹会大幅降低中程度 随时可能解除契约 是战场才会用到的军需品 我们这里不是战场 不是战场吗 那怎么会死人 你没听我说吗 这是精致的 中程度下降的部分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战斗力却能提升十倍以上 十倍 柳真子 马上一等人惊呼道 对 十倍 那人微笑道 要有了他 你的刚古言心师 也不会输了 马上一握紧拳头一挥 是啊 刚古言心师 要能提升十倍的战斗力 哪有可能输 光是防御力 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你是 那人掀起红袍 就见袍脚有个要炉的图案 但是 我是从都城来的 请相信我 拿着 柳真子抢过精致强心丹 塞进了剩下的几个 进了十六强的同学手中 都打起精神来 谁要赢了 就能跟我约会 好 楚村夫想了想 也没阻止他们 三生 苏唐 七福 谢草精 老谢 加油啊 老谢 给我们扳回一局再说 林全用脚碰碰叶小蝶 谢草精 你刚没看见 他带的是 红尾珠丝雀 叶小蝶吐出几个字 你忘了 我和苏唐 都是从七福转校过来的 虽然我们 只带了半个月 但谢草精是九大强人里的佼佼者 我们见过他 他是不是追过你 叶小蝶一愣 毛子翻白 你胡说什么呀 洗把脸吧 不是啊 你乱说什么呢 新买的毛巾 我就刚擦了擦衔 那你还让我洗脸 先搓一把呀 红尾珠丝雀 种类 鸟类 等级 三阶 变异 无 忠诚度 77% 战斗力 1984 战斗技能 低频声波 低空冲击 战斗适应性 空中加持192% 潜力 五阶 培育次数 二 苏唐 你也算在我们七福呆果 我也不想让你太难看了 你确定你那没经过培育的鬼火蜥蜴 能战胜我的红尾珠丝雀 谢草精还记得苏唐 他个头很矮 又带着蜥蜴 算是当时极受注目的新生 谢大学长 谁说我的爬爬没有培育过 灵拳一愣 鬼火蜥蜴 种类 爬行类 等级 三阶 四阶神兽进度66% 忠诚度 97% 战斗力 5828 战斗技能 焚烧大地 剧毒狂喷 战斗适应性 平地加持症 299% 可进化部位 口腔 四肢 毒性 全部进化三阶 潜力 九阶 培育次数 二 好啊 苏唐偷偷把爬爬 拿去培育了呀 这下吻了 你说你 让你 去培育你就不肯 培育又不是绝育 你怕什么 张大力在那掐着喵喵的脸 在嚷着 喵喵嘴里吐出一颗颗的 红心泡泡 把肚皮一翻 朝着张大力就撒娇 亏得是只猫 要是女人 谁受得了 谢草精愣道 体型怎么没有变化 培育方向的问题 我的重心在技能上 又不是物理攻击 为主的神兽 为什么要看重体型 空中的红尾蛛丝雀 也体型不大 也就一般老鹰的大小 哼 那你是不肯退了 谢学长不是坏人 我也不会要你的命 你怕什么呢 我怕你 笑话 就算你以前追求过小蝶 我也不会杀了你的 林全斜眼就说 你看吧 看你的大鬼头啊 叶小蝶把脸上的血 都擦干净了 将毛巾就扔在林全手里 他就约了我一次 我没答应他 你解释什么啊 叶小蝶气得要掐他脖子 林全就一跳跑道场去了 声波 谢学长坏透了 默默地欺负人 苏唐看 爬爬扭了下身子 就气到 爬爬 打他 爬爬立刻扭动着长长的尾巴 爬爬爬地冲向蟹草精 斗什么宠 把玉兽师干翻就行了 地面戏对飞行戏的神兽 好处就在于这点 只不过 低空冲击 蟹草精大喝道 红尾蛛丝雀 瞬间朝着苏唐冲去 如一道红色闪电 这是要换家啊 拼的就是谁快了 林全快速在心中计算 爬爬的速度是40千米每小时 红尾蛛丝雀是80千米每小时 爬爬距离蟹草精是20米 红尾蛛丝雀距离酥糖是30米 不好 爬爬要慢一些 红尾蛛丝雀会抢在他前头冲上酥糖 喷 一团绿色毒液从爬爬嘴里喷溅而出 又快又猛 蟹草精明显没计算好 只能狼狈地在地上连滚数圈 那可是鬼火蜥蜴的毒 碰上就麻烦了 就在这时 红尾蛛丝雀眼看就冲上了苏糖 他的小手在空中一滑 一道无形的盾牌竖在空中 红尾蛛丝雀硬是撞了上去 头晕脑胀的差点坠机 叶一千瞳孔一震 看台上有见识不凡的大佬就失声道 防御禁咒 第59章 大佬出手 瘦 苏糖小手一挥 竖道强光暴露在视线里 一个由光线组成的铁龙 将红尾蛛丝雀死死困住 蟹草精完全呆住了 那可是 他从小带到大的神兽啊 为了不破坏体型 进行培育时的开销 就多出别人一倍 这还没完全发挥出来啊 红尾蛛丝雀在铁龙里拼命地挣扎 不停地飞腾着 可想要逃出去 却根本做不到 根本连让他服下精致强心丹的机会都没有 灵犬都傻眼了 这就是静咒 能由静咒 化成一个无形的兽龙 台上几位大佬 在那一脸严肃地看向下方的苏唐 不大像啊 不会是那位聚老的亲人 那是谁家的孙女 我说宋院长 你也不知道吗 三生学院的院长如老僧入定 紧闭双眼 一声不吭 这些三生的心声 也太特么诡异了吧 包括大姐 你那弟弟啊 壮汉说着就一招手 从后面屋檐下 跳上来个苗条的少年 你说那静咒 是随便能用的吗 我哪知道啊 我就见过三次静咒 还差点把命丢了 你不问大姐 哎 大姐人呢 长大见血去了 哄 鬼火蜥蜴 如一头蛮牛 撞在了蟹草精的身上 等蟹草精弹起时 他伸出前掌一挥 就在蟹草精的胸口 留下了深深的爪痕 啊 蟹草精被撞得七落八速的 落下地 还咳嗽了几声 才骇然抬头 看向身前一米外的鬼火蜥蜴 我 我认输了 你控制住你的蜥蜴 把我的红尾 蛛丝穴还给我 苏唐兮兮一笑 你说 还就还了 让我玩几天吗 我最喜欢玩鸟了 他手指一勾 静咒兽龙 竟跟在他身后 缓慢一动要回三升的阵营 宁哥 他好变态啊 宁震侠也在皱眉 除了灵犬 这个苏唐 也不好罢 原以为他就是个充数的 跟那个叶小蝶差不多 就算带头鬼火蜥蜴 那也只是三阶神兽 不足为奇 可他这一手静咒 玩得可真够炫的 你还给我 谢草精忍着剧痛 亮腔地跑过去 要将红尾珠丝雀抢回去 这可是他的神兽 没了神兽 他跟个草包 有什么两样 你这人烦不烦啊 我都说了 晚几天吗 啊 你还不还 枪 谢草精居然从怀里 磨出一把手枪 颤巍巍地指着苏唐 三升那边的学生 都惊住了 言德法更是喝道 把枪收起来 你不要命了吗 子弹虽快 可在众人的神兽 围攻下 谢草精还想活着离开吗 老钱 赵友方喊了声 钱叔就跳道场中 林泉却抢在他前头 挡在苏唐身前 你作死吗 这么短的距离 你子弹还能快得过格斗武师 谢草精一惊 末地回头 就被一把按在手掌上 钱叔因着脸 将枪夺下 随手就揉成了废铁 你够过来 谢草精还想反抗 就被掐住脖子 动也动不得 不就是只破鸟吗 还给你 苏唐也不想要了 手指一弹 静皱消失 红尾猪丝雀 快速地飞到 谢草精的肩上 停着 没事了 回去我给你喂好吃的 他摸着红尾猪丝雀的羽毛 柔身安抚 这个疯子 要不是钱叔来得快 我要把他 脑袋都拧下来 林泉摇着头说 他可准备好了 等子弹击出的一瞬间 就冲上去 将谢草精打倒 唐 你看这是什么 张大力拿出一把小刀 我打算上去拼命的 我拿刀扎他的眼睛 切 欺负那边的人觉得 好丢脸啊 斗宠大会 还有拿枪出来的 士气更加低落 十六进八笔完 八强中 欺负还剩下三个人 也实在没有争贯的希望了 楚村夫无奈地说 能进决赛 就能保住面子了 你们都再努力一把吧 林泉瞧着上半赛区 他下一场 要对的是宁镇霞 好在苏唐 排在下半区 赵橘子 要对的是徐欣然 他俩倒要先上 三生 赵橘子 三生 徐欣然 那个徐欣然是你闺蜜吧 嗯 他运气挺好 好 谭超越冷笑道 赵橘子 是赵橙主的孙女 他赢 还是输都不行 赢不行 输也不行 谭晶晶愣住了 放水都不行吗 别看赵橘子才小六 哦 不对 他进了三生了 他那性子 一直很古怪 你要让他打不过瘾 他也不舒服 这样啊 谭晶精进性上场的不是他 徐欣然听到 林响后说 我认输 你说认输就认输啊 我还没打呀 大鹅 咬他 蓝毛大鹅摇着屁股 冲了上去 徐欣然一惊 他怎么连认输都不行 他早就想好了的 上半区四人 都是三生的 他又打不过林拳 和宁镇霞 早输也是输 晚输也是输 输在赵橘子手里 也好给台上的城主 一个好印象 哪知道 人家不领这个情啊 别上 徐欣然摁住 蠢蠢欲动的流金影席 打伤那只大鹅 说不定城主 还要找他麻烦 眼看几步 就到跟前了 徐欣然咬牙响 让他咬一口也没什么 好了 一个红钟般的响声 就看一个身影 出现在两人中间 蓝色大鹅被掐住脖子 滴柳得一双脚掌 还在那划水 就看赵友方 将大鹅一扔 才说 认输就行了 再打下去 也没意思 爷爷 赵橘子 哪声哪气地喊道 我想打一架看看啊 你别拦着呀 什么拦不拦着的 你给我回去 赵友方牵着他的手 把他带回到了包厢里 爷爷 你是不是怕我打不过徐欣然 不是 那是为什么 我想提前看宁镇霞 和凌全打 等会儿爷爷 还有事要去办 赵橘子 这才不生气了 站起身 趴在栏杆上说 爷爷看好谁呢 不好说 就听到裁判喊道 三声 凌全 三声 宁镇霞 出巢 宁镇霞朝 在掏着耳朵的凌全看去 终于到我们了 第六十章 带三头神兽的学长 两人无疑是斗宠大会 最受瞩目的星星 特别是凌全 宁镇霞还好 前几节都参加了 好 让他们窝里斗 最好斗个两败俱伤 死一个才舒服 柳真子阴阴地说 柳真子别这样嘛 说得 好像跟你前男友一样 赵多多 你给我闭嘴 哎 我说那宁镇霞长得 也算一表人才啊 要不柳真子 你去跟他要个号 回头聊一聊 你特么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空气 柳真子怒道 那边场中 灵全先把凤凤放出来 又摆了十来瓶营养液 宁镇霞就愣住了 这特么是个什么神兽 每次都要吃十几瓶营养液 一般的神兽 两天一瓶就够了 这种精致的营养液 可要好几万一瓶啊 慢点吃 别噎着 灵全拍拍手 一抬头 对面宁镇霞 头顶脚下身后 站着三头神兽 鬼面血尸 种类 爆类 等级 三阶 四阶神兽进度78% 便易 无 忠诚度 86% 战斗力 4088 战斗技能 大力扑倒 急速双化 战斗适应性 草地加持症180% 可净化部位 牙齿 四肢 寒冰属性 潜力 四阶 培育次数 二 铁背黑熊 种类 熊类 等级 三阶 四阶神兽进度10% 便易 无 忠诚度 68% 战斗力 6088 战斗技能 疯狂拍打 重力压迫 战斗适应性 树林加持症180% 可净化部位 四肢 潜力 四阶 培育次数 二 火焰雷鸟 种类 鸟类 等级 三阶 四阶神兽进度14% 便易 无 忠诚度 43% 战斗力 3088 战斗技能 幻影分身 急速冲刺 战斗适应性 空中加持症180% 可净化部位 翅膀 口腔 火属性 潜力 五阶 培育次数 二 可以啊 都培育了两次 还有两头是带着冰火二种属性的 有一只是带着置换性的神兽 这差点把海陆空都聚集齐了 难得的是 这都是三阶神兽 那宁镇侠果真是三生着力培养的天才啊 三阶御兽师最多只能带三只神兽 他都带满了 我怕其中 还有四阶神兽 那倒没有 不过二次培育过的三阶神兽 战斗力不下于四阶神兽 那林泉就拿只暴力肉机 能不能打得过 林泉看凤凤终于吃完了 刚要张嘴 那边拧阵侠仙说话了 你我本无仇无怨 大家又都是三生的学生 放你一马也无妨 只是你太嚣张了 不把我这学长放在眼里 你是想说谭晶晶的事 晶晶学姐吗 我让给你好了 你想复合吗 好事 我成人之美 什么鬼东西 宁镇侠眉毛一挑 怒了 还成人之美 狗屁啊 柳真子恍然道 你们听见了吗 你们男生啊 就是用下面思考的动物 容易被女人迷惑 那可不是 我呢 就不轻易上钩 赵多多凑过去说 谭晶晶我知道 三生四大公交车之一 升行浪 柳真子冷冷地将她推开 你倒什么都知道 君子不夺人所爱吗 林泉还在那大放厥词 我跟晶晶学姐 也是误会一场 她被叶小宝利用了 叶小宝那种烂货 跟她嘛 也算是天生一对 就是啊 叶小宝也未必看得上她 她帮着叶小宝出头 我估计 叶小宝也就是利用完她就算了 也不会给她什么好处 谭晶晶的脸都绿了 谭超越 更是一脸阴森 这小子 嘴巴真是太臭了 我不管叶小宝和谭晶晶的事 你真就拿只肉机来对付我 宁镇侠总算等林泉换气的时候 打断了她 不是 宁学长 你刚也说了 我们都是三生的学生 内斗有什么好呢 徒增孝儿 让七福他们看笑话了 不如 学学工学姐吧 徐欣然 宁镇侠微微点头 你想认输 也不是我 你想吧 你都参加斗宠大会三年了 三年啊 三年三年又三年 你做出什么成绩了吗 哪次不是被七福打的脸都没了 我心疼学长啊 宁镇侠的脸 瞬间阴得能凝出水来 这特么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 所以啊 要往年学长都不行 今年肯定也不行啊 那我呢 只好勉为其难 代替学长收拾那边七福的兔崽子了 叶小蝶都听得头都大了 没见过嘴皮子这么利落的 林泉业余时间还干过主播 带过货 你一张嘴说够了吗 够了就打 我是不会认输的 那也好 大家谁强谁弱 也要见过真章不是吗 靠 你偷袭 你不是人 宁镇侠铁青着脸 看着跑过去的铁背黑熊 正面攻击也算偷袭 谁他妈才不要脸 你还愣着 吃都吃完了 还不干活 明天断你凉了 凤凤一听 才挺着圆鼓鼓的身子 弹到半空 所有人都在看着 这来历不明的神兽 铁背黑熊 二次培育 就是老钱 你也经不住他一掌吧 东北那边的老话 一熊二猪三虎 我是打不过他的 钱叔摇摇头 那肉鸡怕也不行 他一说完 哄 场地里扬起十米高的灰尘 一个硕大的黑影 被掀翻在地 所有人的眼睛都瞪圆了 那肉鸡竟然一翅膀 把黑熊掀了 这尼马是什么东西 宁镇侠神色不动 他原就没想过 铁背黑熊 能一拳就把灵圈杀了 可马上被反杀 他也愣了下 急忙挫止在唇边 吹了一声口哨 空中火焰雷鸟 顿时张嘴 喷出一道 又细又长的青色雷焰 直冲着灵圈而去 根本就不管凤凤 好啊 问我来了 我 哎 不对啊 叮 感受到宿主心跳速度奇快 步行时长达到六十天 绑定序号唯一的生物 进行进化 叮 深渊火龙 进化为二阶 这时候进化 收纳带一时鼓掌 装不下了 灵圈一看不好 手一提 就将小火扔了出来 哄 就看雷焰打在小火的身上 他回身就一喷 宁镇霞脸色大变 眼睁睁地看着深红色的火焰 将火焰雷鸟喷成了灰烬 第六十一章 太大了 藏不住 我的天哪 那就是龙 那头火龙 好夸张啊 难怪他一直不用 这也太吓人了吧 足足十米长的身子 一盏也超过了十米 头顶上的角炉打磨过的 跟刀锋一样锐利 那双眼睛充满了上位神兽 对下位者的不屑 凡是眼神扫过的地方 大多数的神兽 都畏惧地低下了头颅 除了叶一千的重甲巨蟒 他好像感受到了什么 兴奋地昂起头 挑衅地朝空中的火龙望去 安静点 叶一千按着他的脑袋 眼神游离不定 都是真的了 灵泉真有一条深渊火龙 看状态 好像已经进化到了五阶 不对 灵泉如何能带五阶的神兽 培育所所长 发出惊人的感叹声 我还没培育过龙呢 要是让我出手的话 他肯定会成为南方最强的神兽 爷爷 那龙好威风啊 赵橘子推着赵友方的腿 我想要 这个 赵友方无奈地说 那是人家的东西 不能抢过来吗 不好的 白老也跟孙女在那说着话 龙是最稀有的神兽 也是神兽中的皇族 哪怕是再独成 也未必能见得到 我们这次来是大开眼界了 灵泉还真行啊 那天干掉冰霜巨兽的 真是他了 应该是吧 有人也想起来兽朝来的那天 可谁也不会把这条龙 跟那天的龙脸想在一起 这条龙比那天的体型更大了 淋浴盘咬着根烤肠 一边盯着剑雪 一边听着青蛇在说 姐姐 进化好快啊 那次见到时还是白板呢 不会有问题吧 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 也是他的事 龙族最傲慢了 凡是宿主的情况也最多 你就不怕灵劝他 他的福获他自己承担 小火 深渊火龙 种类 龙族 等级 二阶 三阶神兽进度1% 变异 一次 战斗力 18828 战斗技能 焚烧大地 剧毒狂喷 雷动9天 战斗适应性 全地形加持症499% 可进化部位 口腔 翅膀 爪子 毒性 皮毛 潜力 培育次数 零 卧槽 比凤凤的战斗力还高了 凤凤果真是个早场啊 瞧着小火那身上 烧得极望的红色火苗 灵拳转头看向宁震霞 我说你学长 我说过不要打 你硬要打 你看 好端端的 你那火焰雷鸟城没渣了吧 宁震霞本来就正正地看着天空 有点不知所措 铁被黑熊爬不起来了 被那肉鸡就打了一翅膀 那鬼面雪石身上的雪花 都要融化掉了 哪还像是狮子 在那瑟瑟发抖 跟狮子狗差不多 这还打个屁啊 宋疯子就是个疯子 这个灵拳 完全是个恶魔啊 谁他妈带这么大条龙出来的 我们还是 学生好吗 您学长 说句话 老这么干瞪眼 也不是个事吧 欺负的同学们 你们说呢 我们 我们说个屁啊 柳真子吓得花蓉失色 早就要晕过去了 剩下那些欺负的学生 也全都在那牙齿打架 想到林泉先前说的话 真就一搏打包带走 人家可没说大话呀 赵多多难难道 又大了 好可怕呀 连楚村夫 都被深渊火龙的气势 压得抬不起头 我要脸的 宁震霞终于开口了 他小声地说道 这个嘛 要不我打轻点 不打脸 宁震霞面色发白 这个混蛋 我的意思没听懂吗 故意的 给个台阶下行不行 好了 大家都是一个学校的 你就认输 这场就不比了 林泉大度地摆摆手 听在宁震霞的耳中 却格外刺耳 认输 我宁震霞是不能认输的 要不以后还怎么做人 别的台阶没有吗 这台阶太高了 下去会摔死人的 我想林学弟 我们还是打一打吧 要不然 大家也看不过去吧 看不过去 林泉朝四周看了几眼 这有什么看不过去的 我家小伙都出来了 赢你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大家也都会认同吧 我打算 你怕什么 鬼面雪狮 在那抖得跟触电似的 任宁震霞怎么发号施令 他都不动 连神兽都控制不住了 要不要我帮你 帮我 什么 突然赶到 鬼面雪狮的契约被解除 就看着鬼面雪狮夺落而逃 跑到不见了 是你搞的鬼 宁震霞疯了 铁背黑熊 现在还没爬起来 火焰雷鸟被喷成了渣 鬼面雪狮也解除契约跑掉了 他的三大神兽 完全毁了 他都快要吐血了 什么 我不知道啊 鬼面雪狮的忠诚度本就不高 在小伙出现后 忠诚度又下降了15% 林泉轻易就强制 解除了绑定 我说宁震霞 你特么不要给脸不要脸吧 老子想杀了你挥挥手的事 你还不认输 是真想要我下狠手吗 小伙冲着天空 喷出一团火焰 宁震霞无力地举起 抖动着的手臂 我 认 输 三生 林泉胜 林泉摸着列出一条缝的收纳袋 心想得买个新的了 还得能装得下小伙的 系统里找了一圈 脸都黑了 能容纳小伙体积的收纳袋 竟然要一个亿 真拿联盟避不当钱啊 两个多月 也就攒了一个亿 这就要花出去了 哎 带密码锁的 这倒好 就是丢了被人捡到了 也打不开 还有另一个好处 五阶以下的神兽都能带 只是照现在的情况 小伙要再进化一阶 那还得了 体型又得打一圈了 瘦 林泉将小伙和凤凤 都收进新款的收纳袋里 眼瞅着余额 心都在流泪 攒点钱不容易啊 穷人家的孩子想致富 难度太高了 林泉你看 那裴所的所长 宇文道场的宇文浩荡 连赵友方身后的黑衣人 都盯着你 张大力直指包厢的方向 没办法 我也不想让小伙露面的 林泉认命了 太大的藏也藏不住了 那就堂堂正正地拿出来吧 你可别自满 他们手段阴着呢 要不我让点尾这几天跟着你 那也没必要 你还是让老点保护你吧 林泉看向那几个红袍丹师 他们提前出去了 第六十二章 暗杀 我认输 我也认输 赵橘子认输 苏唐进了决赛也认输 林泉就被赵友方 亲自授予了冠军 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当然 变态肉鸡 深渊火龙 谁也不是傻子 哪怕是台上的大佬 都不是人人都有胜算 被赵友方握着手 又递上了奖杯 林泉就矜持地说 全靠宋老院长 严大主任 孙教官的栽培 我猜有今天 这个奖杯属于我们全校师生 宋院长微笑拍手 老孙深知林泉性情 就哭笑不得地想 这小子干嘛呢 你跟橘子是朋友 没事可以来家里坐坐 赵友方拍拍林泉的肩膀又说 你父亲的事 我查得差不多了 他的死跟叶一千大有关系 改天我会让前叔好好跟你聊聊 林泉一脸感激地说 谢谢赵爷爷 等一转身 林泉就牙疼地将奖杯递给苏唐 走开了欢呼的三生学院的人群 他才一脸沉思撞 都特么不是好鸟 赵友方和叶一千 都是属狐狸的 他们的话只能信三成 就是自己也查不到线索 就怕被他们给耍了 什么人 林泉才想走回人群里 一道剑芒 就从他的侧后方袭来 要不是他伸手快 一剑就得把他穿个窟窿 但剑尖依然刺进了身后的墙里 往下一把石 整块墙壁被划开了的大洞 那人还在往前靠近 保持着跟林泉不到三米的距离 林泉想要离远些 却根本无法拉开距离 好强的体数 三阶格斗舞师 四阶格斗舞师 你休怪我对付你 我拿钱办事而已 叶老板的妻子说了 要先杀了你 再把叶小蝶带回叶家 林泉一惊 那个泼妇终于动手了 看他沉寂这么长的日子 以为他忘了 看来 他是永远不会忘记 叶小蝶母亲的事了 至于自己吗 叶小宝前几天出事 他恐怕要算在 我头上了 你是在哪里接的任务 徐清华亲自找的你 他在金灯酒吧挂的悬赏 秀 一件鬼魅般的刺来 林泉不是格斗舞师 系统强化了他的身体 但他的格斗技能 约等于无 在对付御兽师时 出其不意还有用 对上真正的高手 那马上就出现了破绽 他勉强一躲 手臂上还是开了个口子 从左臂一直到手腕处 被划了一件 血开始冒出来 滴在地上 疼痛还是次要的 眼前的敌人 让林泉倒吸了口凉气 他根本没有机会 将神兽放出来 手只要一动 剑就会刺上来 我叫剑血 宝剑的剑 人血的血 在赏金猎人 南方榜上排三十六 你应该很高兴才是 死在我手里 你可以不用受罪 前面的那些疯子 可不是说笑的 他们无论是 杀妖兽还是杀人 都喜欢慢慢来 一点一点地 将人折磨至死 林泉感到生命力 在不停地消失 不由得大口地吸气 缺氧了 人在临死前 确实会有这种感受 不过吗 很快你就什么都感受不到了 靠 一看眼前的 剑分成十几把 一时分不清 哪把是真哪把是假 林泉骇然失色 也不管了 低头就蹲下 往地上一滚 就朝着严德法 他们的方向跑 你来不及了 剧痛从腿上传来 林泉小腿 被削掉了一块肉 他一下就摔翻在地 不由得大喊 苏唐 阎老师 快过来 外面吵杂一片 大家都还沉浸在夺冠的喜悦中 连续八年的屈辱啊 一招洗干净 太爽了 这里离那场地 还足足有好几白迷远 谁也没注意到这边 我有时候也喜欢慢慢来 一寸一寸地 将妖兽身上的皮甲 给包下来 收藏在我的小木屋里 剑学手持着长剑 坐在林泉的背上 玉兽师啊 虽然很强大 可惜啊 天生就跟格斗武士相生相克 剑尖刺进了林泉的后背 一点点地往下捅 操 林泉猛地一翻身 手握住剑刃 一脚就踹向剑血 还想反扑 不错 有骨子血性 我喜欢 剑血一抽剑 林泉一声痛叫 手掌松开 快被剑刃给割断了 整只手掌里的肉都翻了出来 全都是血 我呢 最讨厌的就是玉兽师 不能靠自己的能耐 就以着精神力强大 带着不知所谓的妖兽 还美其名曰叫神兽 人啊 就要靠自己 剑血说着 突然转过身 低头就见一条细长的青蛇游过来 急忙举剑一划 那青蛇却猛地消失了 谁 等他反应过来 就感到脖剑一痛 头整个晕乎乎的 有毒 青蛇从他身上滑下 快速地游回不远处的女人身边 我的小青有十三种毒 释放方式有七种 每种都能让人瞬间毙命 你 你是 冷 冷 剑血浑身抖动着 慢慢地变矮 化成一滩黑水 凌玉盘走到一分钟前 就晕过去的凌全身旁 没好气地说 还真是个废物弟弟啊 小小的四街赏金猎人 你就让他无声无息到你身边 你那什么体数 也就吓唬吓唬学生 青蛇吐着心子说 姐姐 好像伤得挺重的啊 要不要送他去找医生 找个屁 让他尝尝记醒 看 有人过来了 凌玉盘身上冒出一团青烟 人和青蛇都消失了 啊 凌哥 张大力到处找凌全 这看到人 就吓得六神无主 一边把凌全叫醒 一边就朝三生学院那边喊 宋老院长和叶小蝶 一前一后赶过来 剑伤 是格斗武士干的 叶小蝶心头一阵烦乱 拖着凌全的脑袋就问 我没见人 宋老院长瞥了眼一旁的黑水 人已经死了 毒死的 你们跟着我 抱起凌全 先回学院去再说 还没走出斗兽场 那帮红袍丹师救上来说 我们可以救他的命 不需要 你们也不要打坏主意 回去告诉大丹师 我宋青阳说的 红袍丹师都退到一边 希望那小子能活下来吧 第六十三章 养伤 凌全睁开眼 感觉头顶着的地方很软和 就伸手摸了摸 你醒了 你乱摸什么 叶小蝶差点把他推到地上 我以为是枕头 哎 那我摸到什么了 你 你自己躺着吧 凌全就看在一边 笑呵呵的苏唐说 你们救我回来的 不是我 是小蝶和宋老院长 谁动的手啊 凌全还提不起气 苏唐也不够高 就叫进来一个人 扶着凌全靠到枕头上 是个叫见血的赏金猎人 什么南方榜排名三十六 趁我不备 偷袭 无耻小人 凌全刚挪挪身子 就还痛得 忙买了一瓶活血生鸡粉 让苏唐 唐好帮换药 老院长找医者给你上的药啊 是从丹师那拿的 那也没我这要管用 一瓶一千万 苏唐掩珠子都掉地上了 那件血是你杀的 凌全摇头 人死了 不是老院长干的 老院长和小蝶说 过去的时候 人就化成一滩黑水了 凌全一愣 那谁救的 做好事不留名 颇有我的风采啊 那为什么救人不救到底 难道是因为暗恋我 怕暴露了身份 苏唐将绷带解开 看上面还都是血 沾得紧紧的 撕开时 凌全都抖了几下 你以前蝶小蝶也用过这种药吧 我刚想起来 还说呢 就一败家娘们 活血生鸡粉一用上 整个人都舒服多了 一阵阵凉爽舒适的感觉 林哥 张大力跑进来就喊 老院长说了 你和苏唐 小蝶 橘子 都进了三生冒险团 三生冒险团 就咱们学院自己的冒险团 团长就是老颜 副团长原来是宁镇侠 我看他也没脸做了 多半要落在你头上了 林全抱着臂膀想 算是好事 未必吧 堂堂 这种患药的粗活 我来吧 你跟林哥身体接触不要太多 你大手大脚的 干不来这种戏活 我来 我来 我以前经常给我家狗子患药 他老摔断腿 林全黑着脸就将他踢翻 特么的 我算是狗啊 那当然不是 哎 小蝶 你来吧 叶小蝶回来了 手里端着盆水 既然林全醒了 就得给他擦擦身子 要不知睡着都两三天了 身上都是汗 听见没有 小蝶 要给林哥擦身子 我们先出去吧 换药的事 也交给小蝶 人都走了 林全就被安排着 趴在床上 轻点轻点 谋杀亲夫 也不带这么用力的吧 至少也得喝口热的呀 毒药得放碗里 叶小蝶咬着嘴唇想笑 你以为你是大狼呢 我不是大狼 你倒比金脸还美 呸 林全背上手臂腿上 都是剑伤 都还挺身 最深的就是 背上那一剑 都快刺到胸腔里了 这是学院的医务室 对 也不敢送你去别的地方 几天下来 老院长还亲自守在门外 你的收纳袋 我也没让人碰 林全微微点头 要说细心 还得说叶小蝶 就是老院长 也是个好人啊 对了 老院长说 蒋瓶等你好了去哪 是一只泪龙族的三阶神兽 送你了 嗯 你说什么 我说奖品送你了 叶小蝶差点撞翻旁边的水盆 又惊又喜地捂着嘴 真送你了 你跟我分什么彼此 我有小伙 在要投泪龙族的神兽干什么 还能比小伙还强吗 话虽如此 但就是拿去卖了 也值个一两亿啊 你要真感谢我 就 叶小蝶抱着他 就在他脸上亲了下 又马上就红着脸警告他 你别胡思乱想 我心如止水 古波不惊 你诱惑不了我的 林泉笑着坐起来 换好药 我们就回家 叶小蝶也不想在这待着了 医务室都是消毒水的味道 还老有人在外面往里瞧 看他在守着林泉 眼神都不对劲 谁想 家门口也守着人 一个穿白色斗篷的 就站在门外 我是培育所的培育师 我们赵所长 想请林同学过去参观 没兴趣 林泉拉开门 就立马又关上了 林玉盘正在沙发上躺着 背心有一大半 都跑脖子上去了 就参观 没别的意思 林同学 这是我们培育所的地址 我们所里有好些好玩的东西 你要来了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留下名片 培育师就走了 我说老姐 睡有睡相 坐有坐姿吧 你这像话吗 林玉盘擦了擦嘴角的唾沫 又翻了个身 脸冲里面了 手脚都抱着靠枕 你说 我家就没个正常人呢 扶我回房里吧 林泉靠在床上 叶小蝶就跑出去了 他还得准备晚饭 虽然他那厨艺不咋样 点外卖也行啊 培育师 哼 盯上老子那条龙了吧 参观 进了培育所 能不能活着出来 就二说呢 不过培育这是 林泉翻阅着系统里的信息 正常培育师的成功率 大概在2%至40%之间 一次培育成功率较高 二次培育成功率 不会超过15% 三次培育成功率 大约在5%上下 四次培育 没人会封到四次培育神兽 系统里也有培养名 但是 需要绑定生物 达到三阶才能启用 是指的所有的绑定生物 才刚进化到二阶呢 小伙离三阶还早着 至于你 把凤凤放出来喂食 看他那模样 林泉就无语了 多少长几个毛吧 不穿衣服不冷吗 凤凤抬起脑袋 一脸疑惑地张望着 算了 说了你也不懂 不过 有些账 也该算一算了 林泉抬起头 眼底露出一抹凶芒 四天后 林泉身上的伤好了八成 他就一个人来到了 叶家外的树林里 叶家几百年的大家族 家族的房子 盖了一圈又一圈 最里面才是叶一千的 如同城堡般的别墅 但他要等的 并不是叶一千 而是叶一千的女人徐灵花 要得到徐灵花的信息很简单 只要在金灯酒吧 查找到他相关的悬赏就行了 想杀他的人可不守 第六十四章 绑走徐灵花 徐灵花 四十八岁 精神测试二测A 格斗武师世家徐家长女 走的是御寿师的路子 十六岁进七福学院 大三十跟叶一千成亲 婚后负责叶家 在南地城内的三间会所 十家饭店 两家酒店 一家酒庄 仗着叶家的名号 作威作福 跟他做生意 没有不吃亏的 传闻大约是三阶御寿师的实力 但一直都跟他二弟在一起出没 很少有亲自出手的机会 徐游天 徐灵花二弟 三阶格斗武师 首能释放雷霆之力 原七福学院格斗武师系助教 动手烧掉叶小蝶住宅的 就是徐游天 一次要对付两人啊 但应该不吃力吧 林全在脑中回想着 关于徐家姐弟的资料 要没错的话 他们每天下午三点 就会去叶家聚集点的 一家面包店喝下午茶 一块提拉米苏 一杯原味奶茶 就是徐灵花雷打不动的生活 出来了 一对相貌相似的中年男女 缓步走出来 进了林全所站的 树林前方二十米处的面包店 小宝的事真跟那林全无关 徐灵花坐在他熟悉的座位上 就是他不在 那座位也会一直为他留着 查过了 是小宝弄了颗凤凰蛋 想要催生 才暗中收买了一些教员 在三生学院废弃的实验室 搞的小动作 哪知动静太大 将地板震碎 直接砸出了个地宫 徐游天朝店员打了个响指 照旧 那凤凰呢 应该是自行走脱了 我还在调查他的下落 按医者的判断 小宝也快醒了 到时就知道了 徐灵花说着 瞳孔俱阵 死死地盯着走进来的林全 她来做什么 有奶茶吧 不要珍珠 正经人谁要珍珠 嘉宾 奶绿就行了 带走 三杯 林全手撑在柜台上 朝徐家姐弟看去 然后哀哑一声 就走上前 徐游天警惕地伸出手掌 一团灰色的雷暴 在掌心聚拢 这不是徐阿姨吗 我跟叶叔熟得很啊 徐阿姨没见过我吧 我叫林全 是叶小蝶的未婚夫 林全大咧咧地 拉开椅子坐下 周围就有人 在那小声议论 怎么说 林全也算是个名人了 林全 那个三生学院的天才 带龙的那个吧 牛叉得很啊 他来找母叶叉干什么 噓 小声蝶 叶小蝶 徐灵花一听这三个字 就怒从心头起 跟暗中了开关一样 你是那贱人的未婚夫 跟我有什么干系 干系大了 林全笑道 你特么不是找人杀我吗 不好 徐游天一惊 手中雷暴往前一打 桌子整个被掀起 历时从中被雷暴 劈成竖片 谁知林全却直接 从碎片中穿了过来 竖根手指 就直接戳向徐游天的眼睛 徐游天掌中 闪出一团雷光 往头一挡 就痛叫一声摔倒 林全一脚 就踢中了他的当 无限之格斗术 他才没精神 跟徐游天缠斗 根不会和他讲什么武德规则 他上来就拼命 哪还有什么阴不阴险的 店里的人都双腿一架 看着都痛 不等徐游天站起来 林全又是一脚踏在他脖子上 徐游天就算是三阶格斗舞师 也没遇见过这种小人 脖子一痛 骨头都裂开了 林全蹲下去 又朝他眼睛一插 啊 踢当 踹脖子 插眼 这什么人啊 徐灵花远想帮他 可一看这阵势 吓得他夺门而出 别跑啊 徐阿姨 你不想杀我吗 我送上门来了 你怎么还走了 林全一声冷笑 就听到外面徐灵花发出惨叫 龙 火龙 深渊火龙 庞大的小伙 挡住了徐灵花的去向 他一翅膀 就将他扇翻在地上 还在他的腰上留下了个口子 让他根本就爬不起来 打干上了 林全出来就注意到了 小伙黑黑直笑 也够赢的呀 打人不打干 打干必有内伤 还吐血了 嘖嘖 林全瞧着徐灵花嘴里的血字 一把将他提起 冷声道 跟我走一趟吧 他纵身一跃 跳到小伙背上 拍着他 就往城外飞去 一直飞到了银礁山 他才将徐灵花 扔在阴飞人的洞口 你要杀就杀 别折磨人 你找赏金猎人杀我时 就没想过我会报复 徐灵花哪里想过了 他想的就是杀不了林全 也不怕他找上门来 他可是叶一千的老婆 你这个小兔崽子 你杀了我 一千不会放过你的 你要是偷偷摸摸的就算了 你明目张胆把我掳走 一千一定会找过来 啪 林全举手 就给了他个大嘴巴子 徐灵花愣住了 他从小到大 都没被人打过脸 哪怕是叶一千 他也治得服服帖帖的 城里又有谁不给他面子 连骂都不敢骂他 你 你打我的脸 打不得 林全反手又是一巴掌 你 啪 你再打 啪 林全下手极重 没多久就把徐灵花脸 打得又红又重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要说死 他怕 可还没到这种地步 几个巴掌下来 他气得浑身颤抖 这种羞辱比直接杀了他 还让他难受 我爸林长江 怎么死的 徐灵花捂着脸 默不作声 你想装死吗 银礁山中有一只异族 特别喜欢卢走女人做老婆 他们身上都有厚厚的鳞片 生活在沼泽里 又脏又臭 还带着好几种寄生虫 天生就有各种选病 还长着一种细长如蛇尾的器官 我要把你扔给他们 你敢 徐灵花惊道 我不敢 你倒可以试试 你烧了小蝶的家 派人杀我 要是你 你会怎么做 徐灵花越想越怕 脸色连变了几次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说了的话 我就送你回叶一千身边 徐灵花当然不会相信林全 可想到那种一族 他就全身发了 你想知道林长江的死事吧 好 我告诉你 第六十五章 摁头灌水 赵有方 他引动兽巢 是为了对付叶一千 我爸的死也是因为他 不至于坏到流浓吧 九阶御兽师啊 难度太大了 对付他 是个难题 御兽师和格斗武师 都是三阶一个大段位 四阶和三阶 实力差不多有十倍以上 三阶妖兽 和四阶妖兽也同理 九阶就等于 跨了三个大段位 林全想着就头痛 林长江当初为了查清 永恒地宫的下落 带团进长生山脉 找神秀乙 赵有方 怕被他发现 永恒地宫的秘密 于是叫人 将他引到雷泽斜兽的地盘 害得他带着整团的人 一路边打边退 来到此处 已经受了重伤 不然 就几个鹰飞人 也想伤得了 星河林长江 徐灵花冷冷地说道 一切都是赵有方 在幕后操纵 要怪就怪他 你别跟我说 这事和叶一千无关 林全不会轻易相信他 一千提前知晓了赵有方的阴谋 但位于赵有方的势力 没能通知林长江 一直心里有愧 哼 叶一千本身实力 是不如赵有方 可要说畏惧他 那也谈不上 赵有方也不敢明着 对叶一千动手 要不就不用发动 受潮引他出城了 啊 你干什么 林全提着徐灵花头发 拖着他走到山下 将他脑袋浸在溪水里 你 咕噜 你松手 老娘我 啊 林全摁着他 快喘不过气了 才把他提出水面 你嘴里有几句是实话 你自己清楚 我没空跟你好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那些沼泽里的一族 还在等着老婆 徐灵花吓得老脸一抽 我 我说 我都说好吧 林全又往他嘴里 灌了好几瓢水 林长江发现了一千 在培育能契约一族的预售师 他警告一千 要不把实验品都毁掉 就要去都城告发一千 一千才不得已 请他去长生山脉拿一样东西 别 别打我 拿什么我也不知道 就是 就是那时动手的不是一千 莫牵手的鬼脸蜘蛛人 也是叶一千的实验品 对 连莫牵手也是 想要契约一族 需要特定的敬奏 一般预售师承受不了 长生山脉 又是长生山脉 那里 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父亲出事那天 一千在我身边 其余人都不是你父亲的对手 他 他去的那一带 也安全得很 我 我和友方时候猜想 可能是赵友方知道了契约一族的事 找他商量 他不答应 所以 啊 我们都是猜的 你 你放过我吧 小蝶他母亲的死呢 徐灵花低下头说 他和叶小蝶日子过得很苦 为了赚钱 孤身一人跑到荧郊山狩猎 遇上了一窝红牙豹蚁被咬死的 凌拳一拳 把他打晕 朝着对面喊道 出来吧 叶老三噎着手走出来 你早就发现我了 你天马白天穿黑衣服 谁看不见 叶老三皱眉道 你不打算杀了他 你要我杀了他 叶老三叹气 我一直很烦他 叶家人都很烦他 你杀了到省事了 活着交给我 我回去也不好办 林泉足足愣了三秒钟 才说 那是你的问题 看着林泉跳上小火飞走 叶老三就琢磨 要不真就 扔到沼泽那边去吧 就看他身后冒出一个铁皮人 他带的神兽 竟也是一族 还是带回去吧 大哥对他 还是念着几分旧情呢 你把徐灵花给咔嚓了 叶小蝶听到消息 拍门闯进林泉的房里 一问完就急忙无眼 天气热 电费太贵了 只能穿少点凉快 那你也不能 哎呀 你把徐灵花怎样了 没杀他 就打了他一顿 问了他一些事 林泉穿上裤子说 你妈是死在 红牙暴雨手里的 地方是在 长生山脉和银礁山的交界处 黑月沼泽附近 叶小蝶对南地城周边的地形 了如指掌 一下就想起来了 只是骤然得知 母亲的死因 跟徐灵花无关 像是被针扎破的气球 无力地靠在墙上 要没他逼迫你们母女 也不会死 放心吧 他活着也不好过 你干什么了 林泉抓起斗篷说 先去学院吧 老孙说等着我们 老孙言得法都在 就等他俩了 特别是林泉 你们新编入三生冒险团的 立刻跟严主任进山 去长生山脉扫荡妖兽 这是城主的手练 这次行动叫春雷行动 林泉凑上去一看 就纳闷到 城主能指挥学院吗 说能也能 说不能也不能 老院长卖他的面子 我们也只能听指挥了 老孙怂怂间 指着林泉说 你就做个副团长 带A组 严主任带B组 任你自己挑吧 那就 小蝶 苏唐 公学姐 够了 一组八个人 我们学院的冒险团 是十六人的编制 那就 宁镇霞 在那满脸颓色 就剩下铁背黑熊了 他完全没了兴起 宁镇霞 嗯 他愣了一下 大力 你也来吧 张大力黑黑地笑着 抱着喵喵过来了 他不知走了什么后门 硬给几进冒险团里了 又把七英节里的两人点了 凑够了八人 上来 我带你们到地方 老孙挥挥手 就从空中招下一头 金翅雷鸣青嘴鸟 大家都看得一愣 这鸟张开翅膀 能把头顶都遮黑了 等阶不高 就是运输方便 从城卫队借来的 孙教官 城卫队也有预售师吗 当然有 还不少呢 这次去的冒险团也极多 大家可能还会碰上一些民间的冒险团 希望你们 不要跟他们发生冲突 要按民间的说法 你们是学院派的 他们是野鹿子 两边都相互瞧不上 其中有一只叫冷黄的 更要小心 孙教官又叮嘱了林全 一些注意事项 地图上标注的地点 也都画了重点 有几个地方 让他们切记 不要靠近 飞过来时 就看到有好几只冒险团 也都搭乘飞行神兽 奔向长生山脉 还看见了两张熟悉的面孔 谭超越和谭晶晶 第66章 沼泽底有东西 别管他 他连叶老板的老婆都敢抓 他这是在自掘坟墓 不用我们动手他就完了 谭超越提醒女儿 我原本也是三生冒险团的成员 铁柱王八没了 谭晶晶哪还有资格加入冒险团 只能跟着长盾的人 过来契约新的神兽 你一个女孩子 带个王八也实在不好看 这次就让爸 帮你找个更好的神兽 爸 老孙拍着金翅雷鸣青嘴鸟的后脑勺 为他吃了一瓶营养液 让他补充能量 才对林全他们说 近山的路线 你们都知道了 划分的片区 就按地图上的 千万不要越界 剩下就交给你们了 眼瞧着金翅雷鸣青嘴鸟离去 林全就被张大力拉到一旁 我打听过了 城主那边是说 发现了上次受潮的余孽 才把冒险团都派出来了 余孽个毛 他自己就是余孽 鬼才知道 他心里打的什么说主意 左右都没安好心 我们去的地方叫则肩带 位于两处沼泽的中间 要对付的妖兽叫爪气鼠 二接妖兽 他们全身都是爪气 要小心不要放火 不然会爆炸 林全把地图收好 就带着大家往前面走 金翅雷鸣青嘴鸟停下的地方 要跨过青森沼泽 听说这地方 以前经常有人过来自杀 沼泽里都是人的尸体 就是现在黑乎乎的一片 也看不清 就是有 也沉到了沼泽里 好臭 苏唐挥着手 把臭味想删掉 可越删那味道越浓 是沼气吗 不对 沼气不是这个味 是谁 徐欣然盲说 不好意思 我放了个屁 忍着点吧 昨晚吃的什么呀 从青森沼泽中间穿过 来到两处泽肩带 就看到一旁的树顶 停着不少乌鸦 都在那乱叫 哪来这么多乌鸦 长生山脉都是妖兽 不怕给吃了吗 谁知道呢 林泉示意大家 把妖兽放出来 流金影兮 铁背黑熊 粉红六耳猫 红毛锤耳兔 鬼火蜥蜴 金刚长牙虎 三手绿眼豹 肉鸡凤凤 就是凤凤出来时 那些妖兽 都怕怕得离他远远的 都去搜一搜吧 那沼气鼠 喜欢在树下打洞 林泉喊着 就和叶小蝶 走到青森沼泽的一边 拿着老孙给的几张柿纸 放在了沼泽里 变红了 还有两条杠 不会吧 你拿的什么试纸啊 就老孙给的掰 我看他说明 嗯 一条杠表示沼泽里 没有妖兽能量 两条杠就是下面 有二阶妖兽 三条杠就是三阶 林泉说着 突然就往后一跳 顺手还拉了叶小蝶一把 一个血盆大口 正好咬在他原来蹲的地方 你找巨齿鱼 种类 鱼类 等级 三阶 战斗力 1328 战斗技能 巨口咬头 快速游动 战斗适应性 水域加持症99% 潜力 无 吓死我了 这种鱼上不了岸 你找巨齿鱼 不甘地摆动尾部游回去了 看它体型 也快接近两米了 扑腾起来 沼泽里都是水花 想必沼泽中 也不一定全是淤泥 它可以生活在 泥少水多的地方 就是吃什么呢 青森沼泽传说中 自杀的人的尸体 那是什么 叶小蝶一指 在沼泽上面 浮起了几块徽章 好像是冒险团的 你看那徽章 是铁制的吧 还是个龙爪的形状 那是龙爪冒险团的徽章了 叶小蝶说着就吃惊到 他们失踪了好几年了 怎么会死在这地方 铁牌冒险团 绝对有超过三阶的御寿师 这青森沼泽一带 能画给三生冒险团 就是因为 附近没有三阶以上的妖兽 被人追到这里掉下去的 张大头抱着喵喵问道 可能吗 灵拳摇摇头 那些御寿师 还不能从沼泽里爬出来 冒险团都还有格斗舞师的呀 三阶格斗舞师 一拳就能把泥沼拒齿鱼抱头了 那是被人暗算了 有人躲在沼泽里 等他们过来时 突然跳出来 一剑刺到当里 灵拳被张大力说得下方一凉 靠 有那么夸张吗 那灵哥说是咋回事啊 把那些徽章捞出来再说 灵拳找了根树枝 伸过去 就把徽章都拔到岸边 再用手捞上来 有七枚啊 一个冒险团才八个人 是了 是起内讧了 一个人把剩下的七个人杀了 猪脑子吗 实力相差不大 怎么杀 相差太大 也不用在这里动手吧 宁振侠扭头收回 看向灵拳他们的目光 烦他们 徐兴然问道 宁振侠被灵拳 打得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在学校里 还被人笑话 不烦 他是副团长 都得听他的 徐兴然冷着脸说 那就行 不然你就不该来 宁振侠哼了声 以前徐兴然见了他都低着头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现如今 倒拽起来了 找气鼠 吴明阳一喊 就见从地洞里 钻出个大脑袋 快速地窜到地面 身上覆盖着一层找气 体型都快赶上中型犬了 拍死他 宁振侠喊了声 铁背黑熊 双手一握 往下一打 找气鼠 就被打成了肉泥 他想把怨气 都发泄在了这一击上 徐兴然一脸恶心地 看着裤子上被剑到的碎肉 走到沼泽边要洗一洗 腿还没站稳 突然从沼泽里伸出一只手 将他脚踝一握 就把他整个人拖进了沼泽 他只来急叫了一声 有东西 快 沼泽里就冒出几颗水泡 连离他不远的宁振侠和吴明阳 都没反应过来 这是什么东西 张大力才说着 就看一样东西浮出水面 是徐兴然的身子 只有上半身 不是下面不见了 就是折成了九十度 又看到水花一晃 徐兴然的下半截 从十多米外浮了出来 所有人都冲到一边狂吐 第67章 一烧一大片 徐兴然是没救了 林全后悔也来不及 站在沼泽边上愣了几秒 就让大家先退后两步 把龙放出来 烧干沼泽吧 吴明阳大声说 烧不干的 这一片沼泽 至少有好几百亩 林全否定了他的建议 先得把徐兴然的遗体 弄上来再说 啪啪 你下去 鬼火蜥蜴 在苏唐的命令下 前进了沼泽里 他本来就是两栖妖兽 半个脑袋扶在上面 静止就游到徐兴然的上半身处 用嘴咬着胳膊 把人给拖到了岸边 又接着把下半截也拖了过来 林全就注意到 腰部的地方 是被一种锋利的器具给削开的 不是用牙咬的 张大力原来怀疑是鳄鱼类的妖兽 我看是用手抓着他下去的 吴明阳说 应该是一族吧 沼泽里的一族 林全想到了下徐林花的话 难道真是蛇尾披甲人 那些人不都在银礁山的 丰饶沼泽才有的吗 活动范围跑到青森沼泽来了 不管是什么 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宁震霞要让铁背黑熊下去 徐兴然死在他面前 让他太没面子了 黑熊下水 实力要减半 还是让爬爬 苏唐说着就指向水下 所有人都看见了 一个人脑袋在那冒出半截 眼神如死灰般地盯着岸上众人 弄他 搞他 三手绿眼抱脑袋一摇 树根冰箭从嘴里喷出 直冲那水底的人 没打中 冰箭穿下去就消失了 那人也游走了 会不会是错觉 水里产生了折射 不会吧 倒是沼泽里真脏 都是污水 不好 突然从身后的树下 钻出数十只的沼气鼠 到处乱冲乱撞 大家都连忙让神兽冲上去 金刚掌牙虎 一口咬住一只沼气鼠 又用爪子奔倒两只 撕咬几下 就一滴的血 凤凤更是一翅膀几只 就直接扇飞了 阿红飞到空中 滚动起来 万针落下 刺穿了十几只 但这一来 还是让大家有点手忙脚乱的 地面也全都是一层沼气 弥散在整个空间里 灵泉突然想到什么 小蝶 苏唐 大力 你们都退到外面 花银刚落 从沼泽里喷出一团火光 冲到沼气中 一瞬间整个地面都烧了起来 灵泉推得极快 左手拉着叶小蝶 右手拉着苏唐 一下就跳到了沼气的外围 可就顾不上张大力了 他护着喵喵 就大叫一声 老点 一个强壮的身影 冲到他身前 手掌一划 就将火给删掉一半 又提着张大力 跑到灵泉的身边 就张大力的人是点位 他天生怕死 早就把消息传给点位了 让他在这里等着 宁镇霞 吴明阳和郑子浩就惨了 骑上各自的神兽跑出来 个个都被烧得面目全非 宁镇霞头发都快烧光了 连忙抹了一瓶纸血膏 才总算止住疼痛 可那样子 跟刚做过除毛手术一样 连那斗篷都烧得只能脱掉扔了 那铁被黑熊也烧成了黑毛黑瞎子 吴明阳和郑子浩也差不多 金刚掌牙虎 三手绿眼豹 也都是不停地挠着被烧伤的地方 沼气鼠是受那沼泽里的人指挥 夜小叠顾不得嘲笑他们 既然都在A组 那就是同伴了 多半就是 吴明阳恨恨地说 这个一组狡猾狡猾低 要把他从沼泽里逼出来才行 宁镇霞冷静下来 摸着没剩几根头发的脑袋 一副聪明绝顶的模样 火系妖兽都不能用了 林泉注意到 沼气开始不断地从树洞里飘出来 沼泽上方也布满了沼气 小伙要来个烈焰喷剑 死的就是他们 要想别的法子 但也不能拖太久了 沼气再向林泉他们飘过来 看上去 那一族是想要把人都逼退 林泉他们也不敢冒险 只能不停地往外走 退到了附近一座石山的山腰处 这里已经离开了 他们划分的范围了 在上面看 沼尖带和青森沼泽上 全是沼气 只要一根火柴 就能让下面爆炸 张大力说着 林泉就眼睛一亮 我们再退远一点 退到山顶 你是想看沼气 能蔓延到多远吗 不是 林泉带着众人跑到山顶 沼气显然速度慢了许多 连山腰都到不了 有火机吗 有 吴明阳摸出了同志的打火机 林泉试了试 还是防风的 就咧嘴一笑 大家把耳朵捂上 你是打算烧死他们 宁镇侠最快反应过来 在沼气之中放火 自然不行 可远离了沼气 烧的就是那些 沼气鼠和沼泽里的异族了 对 林泉手一扬 点燃的打火机 扔进了沼气中 哄 一声巨响 整片沼尖带和青森沼泽 都烧了起来 火光一时冲天而起 沼尖带中间的树都烧着了 数百只的沼气鼠 鬼哭狼嚎地跑出来 又马上被烧得全身冒烟 连那地面的杂草也都烧成了灰烬 那边搞什么呢 谭超越回头看了眼 肯定是林泉那浑蛋 让深渊火龙喷火了 谭晶晶哼道 这一把火要在长生山脉烧大了 会惊动一些高阶妖兽的 这帮蠢货 哗 从沼泽里冲出个全身 带着绿藻的人形生物 身上还冒着火 直接就往山上冲来 准备好了 七头神兽都做好了冲锋的准备 等那一族再快到山腰处时 他才发现不对 一抬头 就被金刚掌牙虎一头撞中 离了水 他明显不中用了 撞得他一翻在地上 就从身后摔出一把镰刀一样的东西 竟然是他的尾巴 金刚掌牙虎张嘴就咬中他的肩膀 三手绿眼豹则一找 就将他的镰刀尾巴扯断了 正让吴明阳和郑子浩在狂喜之时 灵拳猛地冲上去 一拳打在那一族的头上 抓起一把土就塞到他的嘴里 再一脚把他踏晕了 此时大家才看见那一族的口中正在冒烟 喷出的是一股淡淡的黄色烟雾 是毒烟 他是找底连尾人 叶小蝶喊道 第六十八章 都是来打白宫的 灵拳在叶小蝶的示意下 把一族猴杰处的毒囊摘走 扔到一边 凤凤就乐呵呵地跑过去吞了 靠 什么都吃啊 生冷不戒 算了 想想小伙也是百毒不清 还留他活口干什么 宁震侠冲上来 就让铁被黑熊双手一拍 把找底连伟人的脑袋拍扁了 还想问龙爪冒险团的是 你太冲动了吧 灵拳不满地 把铁被黑熊一拳打翻 宁震侠敢怒不敢言地扶起神兽 你他妈不早说 你们搞什么呢 放这么大的火 要烧山吗 放火烧山牢底坐穿 不知道吗 一个城卫队队长制服的人 带着十多个城卫队的士兵 冲了过来 上来就怒道 张大力不以为然地说 我说小队长同志 你没注意 附近都是沼泽吗 烧也烧不到山上的植被吧 烧不烧得到你说了算 要是烧到了呢 长生山深处 有高阶妖兽的巢穴 惊扰了他们 你负责吗 你们是哪里的冒险团 徽章呢 宁震侠 吴明阳 他们三人斗篷都扔了 徽章都攥在手里 看着跟野队差不多 林全就将斗篷上的徽章亮出来 小队长口气稍稍好了些 但依旧瞪着眼 三生学院 你们教官呢 我们是A组 没有教官 由我带队 林全把徽章记好 就说 要是烧了山 一切由学院负责 好 我看看你们的划分区域 小队长拿出张地图 仔细地找了找 就抬头说 这么大的火 找气鼠都烧死了吧 正好 跟我们来吧 前面有一片区域缺人手 你们既然本事大 就帮帮他们 也不管林全答不答应 他转身就带路往另一头走 什么人呢 拽得二五八万似的 苏唐吐了吐舌头 做了个鬼脸 不就是个小队长吗 还以为是总指挥官 张大力也非常不满 林全还低调地跟在后面 不时拿出营养业位凤凤 心想春雷行动的划分 早就安排好了的 各支冒险团的实力 成为对那都有备案吧 怎么会突然缺人 也不知是哪支冒险团 干 宇文化吉 一脚将之白文猎妇员 一脚踩趴下 再用砍刀补了一下 那白文猎妇员 才算死透了 我们是格斗武师 就玩一样的 注册了支冒险团 也要把我们派过来 那个赵友方 也太能利用人了吧 宇文浩荡冷声道 他是酒劫御寿师 又是城主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大哥 你倒是忍得下这口气 我看他就是 消耗掉城里的人力 好让人不敢反对他 也有人不鸟他的 叶佳 宇文浩荡 朝南地城的方向看去 叶佳就没拍冒险团出城 那叶一千跟赵友方 还是有差距的 真不怕赵友方灭了他 叶佳在独城有后台 赵友方也得顾忌 一只白文猎妇员又跳出来 直扑向宇文化吉 就看他一吼 浑身的毛都炸起来 张大嘴 那牙都带着血丝 不说被咬中 就是擦破个口子 就要马上躺下 那牙可是有着剧毒的 宇文化吉一刀将他劈倒 嘴里还不停地说 那我们就带几个人出来 不会出事吧 出不了事 我跟城卫队说了 我们人手不足 他们说去调人了 嗯 人来了 小队长带着林全等人赶到地方 宇文化吉就一论 林全 这些人是三生冒险团的A组 他们是三生学院的 都是预售师 跟你们宇文道场的格斗舞师 正好互补 三生的 你们帮他们把白文猎妇员 都清理干净 就可以走了 宇文化吉笑眯眯地说 林同学呀 欢迎 欢迎 欢迎个屁 林全也想不到 会遇见宇文道场的人 宇文浩荡也在 他可是在斗宠大会 能坐进包厢的大佬 据他听说 那些大佬不单有地位 实力也都很强 至少都是四阶以上 现在距离又太近了 要是宇文道场的人突然动手 他们就跟送死一样 握手就不必了 我们去那边 林全示意大家 先拉开距离 叶小蝶就和苏唐 先带着阿红 和趴趴推到安全距离外 宁镇霞也感受到 林全和宇文道场的人 之间有问题 紧跟着就和吴明阳 正子号退开了 剩下林全和张大力 还没动 你倒是不怕死 宇文化吉舔着刀上的血说 斗宠大会我也看了 你以为就你那几下子 能跟真正的格斗舞师比吗 宇文浩荡 管管你小弟 别让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宇文化吉应笑道 你倒还真够狂的 以为带条龙就天下无敌了吗 把龙放出来 让我再见识见识 小队长脸一沉道 你们够了没有 来这里是执行城主的 春雷行动计划 你们有什么私愿 事后再了结 林全怂怂间说 我没问题 就怕我们在清除 白文猎妇猿的时候 有人下黑手 那你放心 他们要赶下黑手 我会上报城主 城主不会放过他们 那要是我们下黑手呢 你们也不行 小队长翻了个白眼 什么人呢 暗起葫芦又起瓢氏吧 两边都不是省油的灯 他干脆把这片区域再画了两半 一人一边 谁都不要过节 你瞧瞧那宇文道场的人 个个都斜着眼盯着我们 我说林全 你什么时候得罪他们的 吴明阳就好奇问道 林全才升到三升学院 还能得罪这帮格斗武师 他们就是嫉妒我 有次还找我打架 被我打趴下了两个 就恨上了 哪能说寿朝那天的事 不说道场的人吧 陈卫队还真够黑了 张大力朝那边抬抬下巴 就看被宇文化戟批翻的 白文猎妇猿被成卫队的人捡走了 我靠 这还减湿 连点钱都不让赚 打白宫啊 那可不是 这帮人黑着呢 说着 一只白文猎妇猿跳下来 一口就咬在金刚长牙虎的胳膊上 金刚长牙虎一巴掌就把他拍下来 跟着就被毒翻了 口吐白沫 浑身抖个不停 第六十九章 不是冤家不巨头 灵犬给他塞了颗解毒丸 无名羊在那集的 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他就这一只神兽 要死了 他就什么都不用想了 没事 解毒丸能解百毒 实在不行 我让凤凤帮他把毒吸出来 肉鸡 他不怕毒 灵犬就看被拍死的白文猎妇猿 白文猎妇猿 种类 猴类 等级 二接 战斗力 828 战斗技能 牙尖剧毒 战斗适应性 山地加持症99% 潜力 无 就二接妖兽 那宇文浩荡还杀不了 就算此地面积有点大吧 是石山加树林的复杂地形 那边宇文道场可有六个人啊 那宇文化己 看着实力也不弱吧 喂 给我留下 张大力喊着 要捡走白文猎妇猿的成卫队士兵 我们负责清理战场 所有的妖兽收获 回去清点完了 会给你们分一半 仿佛早就猜到 张大力要问什么 那士兵马上回了局 那 好吧 张大力挠挠头 成竹也没那么黑吧 谁知道是暗示场价 还是什么价 林全看着白文猎妇猿那肚子 像被人用刀给割开了一样 身上还有一圈圈的白色纹路 难怪叫这名字 树林地带话给我们了 白文猎妇猿多半都生活在里面 这一片大概有一百亩 多的话 能生活好几百只 上千只也有可能 叶小蝶如数家珍般地告诉大家 烧了吧 林哥 烧了省事是吧 成卫队不得骂娘 林全朝树林看去 树林倒没怎样 可天要黑了 天一黑 就怕宇文浩荡 他们不安好心 先冲进去杀一批 回头出来山边露营 用玉兽八树里的神魂树 警戒范围一百米 神魂树是专门防范 被人偷袭所用的 靠的是玉兽师强大的精神力 布下一道巨大的防护网 在一定范围内 只要有风吹草动 就会马上警觉 但作用跟精神力的强弱 以及距离有很大的关系 背眠很浅容易造成神经衰弱 林哥 要不神魂树的话 不如让老点守着 哎 除了老点 我还带了一些人 那把他们都叫出来吧 出来吧 十几名玉兽师从山后跑出来 带着各种二阶神兽 那边宇文浩荡都皱起了眉 这帮小子什么来头 除了那灵圈 那死胖子根本这么多 环青一色都是黑眼圈白熊 林哥 你卖我那些精华药水 生结药水 我没卖多少出去 都给他们用上了 好吗 张胖子 这是在打造自己的班底 黑眼圈白熊 种类 熊科 等级 二阶 三阶神兽进度99% 忠诚度 75% 战斗力 1328 战斗技能 卖萌 疯狂嘶吼 大力撕咬 战斗适应性 竹林加持症299% 可进化部位 耳朵 四肢 毒性 全部进化三阶 潜力 四阶 培育次数 5 变异 5 好家伙 灵犬直呼好家伙 都快进化到三阶了 那这些都是二阶玉兽师了 就等灵哥给我三阶生结药水呢 张大力不要脸地说 要他带着一堆的三阶神兽 那谁还敢招惹他 这就是东北商会的力量 钱的力量啊 等着 回去就给你弄一批 一言为定 宁镇霞看得直摇头 这算什么 自己不行 就带一堆打兽 那还等什么 让你的人先冲进去 把白文猎父员都弄死一批再说 好 老典 让他们进树林 吴明阳和郑子浩 也兴奋地跟着冲了进去 那负责检士的程卫 对士兵也傻眼了 愣了下 才跟着跑进树林 不多时 就听到树林里 传来白文猎父员的惨叫声 这下难办了 大哥 人有点多啊 宇文化戟提着刀说 就算能前行到身边 也一下杀不掉那么多神兽啊 把林全干掉就行了 宇文浩荡冷冷地说 其余的都是打头 仇事跟林全结的 没必要过多杀戮 天一黑 林全就让老典把人带出来 准备扎营 大家在收纳袋里取出帐篷 就看着林全 直接拿出了一座木屋 还是带壁炉烟囱 沙发酒柜的那种 都看呆了 买了这么大的收纳袋 光就装着小伙 也太浪费了 林全就装了好些 实用的东西在里面 都进来吧 叶小蝶一进木屋 就睁大了眼 指着壁炉上方的油画质问道 那是什么 油画呀 我问你画的是什么 油画上一男一女 抱在一起 穿着婚服 男的有酒分像林全 女的简直就是叶小蝶呀 我也不明白 人家给送的 你 看吴明阳和郑子浩在那窃笑 他就想踹死林全 这才正经多久啊 酒柜还是冰的 林哥 可以啊 张大力喜道 取出一瓶冰啤酒 递给苏唐 自己又拿了瓶 爽 林全喝着果汁 给凤凤也来了一罐 他舔了几下 就一脸嫌弃地跑到酒柜 给自己开了一瓶红酒 刚才统计过了 杀了148只白文猎妇猿 经过我的观察 树林里大概还剩下525只 明早就能清除干净 点位朝窗外看去 要小心的是那些人 宇文浩荡那边 升了一堆火 搭着行军床 格斗武师的体魄 实在强于御寿师太多了 就是石头 他们也能睡得很香 宇文浩荡 听说是都城的禁军教头 几节格斗武师 张大力说 四街吧 听着唬人 也就那么回事 林全也就放下心来了 四街 是很强 但还不至于团面 晚上睡得正香 外面突然传来一声惨叫 把人都惊醒了 那些睡在木屋外的张家仆从 更是带着黑眼圈白熊 都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警戒 林全和叶小蝶也冲出了木屋 就听到地面传来嘎嘎的声音 林全一愣 靠 地震了 是吸血蟑螂 我的天啊 好多 什么玩意儿 林全抢过一人手里的火把 一扔过去 吓得脸都绿了 就看地上密密麻麻 布满了一种绿色的蟑螂 正如潮水般向人涌过来 第七十章 吸血蟑螂 宇文化戟一连砍了几下 都砍不死一只 吸血蟑螂虽然只是二阶妖兽 可防御都点满了 背甲坚硬地跟强化过的进军铠甲一样 他把刀收起 一掌拍出一团寒霜 毛用没有 不单吸血蟑螂的速度 没减慢半点 还越来越快了 宇文浩当看着刚被吸血蟑螂吸了一口 就惨叫倒下 马上毙命的弟子 挥手让大家先向灵泉那边退去 张大力怒道 你们跑过来干什么 不知道中间有分界线吗 瞒着他们 几个仆从指挥黑眼圈白熊扑上去 宇文浩当就冷哼一声 一掌拍出一道蓝色的火焰 直接把黑眼圈白熊烧得满地打滚 老点 点尾身子一晃 一掌化成团火 也对着宇文浩当拍去 两人一队掌 中间就燃起一道火线 烧向地上的吸血蟑螂 哪知这四阶格斗武士的体火 他们也不怕 苏唐都心里发毛了 这吸血蟑螂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吸血蟑螂 种类 虫足 等级 二阶 战斗力 三百二十八 战斗技能 黑铁背甲 致命毒液 战斗适应性 地下加持症百分之二百九十九 可进化部位 背甲 吸管 变异 一 灵犬瞳孔一缩 竟然变异过了 变异的妖兽 凤凤 眼看快的吸血蟑螂 已经离这边不到五米了 灵犬喊道 凤凤冲上去 一翅膀就拍飞数百只 但他竟也无法直接干掉吸血蟑螂 更可怕的是 那些吸血蟑螂 在半空竟然飞了起来 靠 灵犬骂了句 突然心想 背甲那么硬 那腹部呢 他一把将靠过来的 语文化解的长刀抽出 对着几只吸血蟑螂的下腹就一次 立刻从他们的身体里 喷出无数的粘液 掉落在地 就不再动弹了 他们的弱点是在腹部 先把他们打飞 再攻击腹部 铁背黑熊 就奋力一击地面 无数吸血蟑螂飞了起来 金刚掌牙虎 就用爪子划破吸血蟑螂的腹部 爬爬也有样学样 他一个人就能击飞吸血蟑螂 再用爪子抓破腹部 很快就阻止住了吸血蟑螂的攻势 但他们实在是太多了 灵犬就猛然想到阿红 把他从叶小蝶怀里抱过来 拎起他的耳朵 说了几句 阿红就磕着大门牙 三半嘴笑得都合不拢了 小火 哄 深渊火龙突然冒出来 把点位宇文浩荡 多吓了一大跳 就看小火一扫地面 数千只吸血蟑螂飞到空中 阿红就往地上一滚 万针刺血 兔毛炸开 一根根地刺进吸血蟑螂的腹部 等他们落下时 全都动弹不了 好 宇文浩荡都不禁叫道 灵犬懒得管他 让小火和阿红继续配合 足足花了快半小时 才终于将吸血蟑螂都干掉 张大力的蒲丛 也折损了两人 那边宇文到场更惨 除了宇文浩荡兄弟 别的人都死了 吸血蟑螂 一般都不会靠近这一带 除非是他们的巢穴出了事 宇文浩荡说着 猛然拔地而起 带着宇文化脊 就冲向长生山脉深处 灵犬和叶小蝶对看了一眼 就将木屋收起 上龙背 小火载着树人 一到空中 灵犬就瞳孔一阵 就看数百里外的地方 一到清气冲天起 画成一条灵蛇的模样 那样子 还特么有点熟 最要命的是 那里好像 被什么巨大的力量给震塌了 大约有几里的范围 整个陷了下去 这是谁弄的 城里哪位御寿师 恐怕如斯 穿着双拖鞋 踢着牙的淋浴盘 扯了下肩带 伸出脚趾 踩在头被打得下半截 都成了肉泥的清灵火焦头上 赵友方给了你多少好处 让你听令于他 好好的交往不干 配合他暗算本淑女 淑女 你特么跟淑女 有一毛钱关系吗 清灵火焦吐了口血痰说 光为了你吗 还有别的冒险团 七八只都上了名单了 这次要你们出的来回不去 那可惜 你要先死一步了 灵浴盘一踩 就将他脑袋踩碎了 青蛇张嘴 就将清灵火焦的尸体吞掉 姐姐 灵犬要过来了 我们先走吧 灵浴盘手一摇 青蛇体型变得如同一条巨蟒 他就躺在青蛇的背上 青蛇快速朝山脉 更深的地方游去 小火一落地 灵犬就察觉出不对劲 地面都是血 可一具尸体都没有 那是长盾冒险团的徽章 还有巨斧冒险团的 夜火冒险团的 他们都出事了 叶小蝶看着散落在四周的徽章 惊到 不对头 小火 你把小蝶和苏唐送回去 老蝶你也送大力先走 灵犬越来越感到不安 能一同 把三只冒险团干掉的妖兽 绝不是他们能对付的 那你呢 叶小蝶担心道 我有凤凤在 不会有事 宁镇侠等人 黑着脸看向肉鸡 你们要走 也跟小蝶他们一起走 我们不走 宁镇侠傲然道 我不怕 吴明阳和郑子浩也不走 于是 小火在这叶小蝶和苏唐先离开了 张大力也在点位等人的护送下走了 林全这才吸了口气说 我留下有我的原因 长生山脉跟我父母的死有关 你们没必要跟着我 我们是想多击杀一些妖兽 林全你不知道吧 不知道什么 击杀妖兽的数目是有学分的 一只二阶妖兽算0.5分 三阶妖兽算3分 宁镇侠竖竖起三根手指 我们还差几百分就能提前毕业了 好吧 你们跟紧我 不用 你没了火龙 你自己小心吧 明阳 子浩我们走 林全黑着脸看他们走开 就把地上的徽章收起来 人死了 徽章也要带回去 啊 就在身后几十米外 突然传来的惨叫声 让林全汗毛倒树 他带着凤凤冲进草丛 就看到了躺在地上 衣衫不整的谭晶晶 是 是骄 类龙族的妖兽 他 他 好可怕 谭晶晶说着 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林全伸手想把他扶起来 猛的一缩手 就瞪大了眼 谭晶晶整个人裂开了 第七十一章 谭晶晶裂开了 卧槽 这什么鬼 林全往后 就蹦出五米远 眼睁睁地看着谭晶晶的脑袋 从中裂开 跟着脖子 身子 腿 人一分为二 或者说是 变成了两片 奇特的是 他居然中间没流血 还有些肉粘在一起 跟拉丝一样 这特么什么七星种 死就死了吧 你说 你还裂开了 好可怕呀 那 那胶 好大 靠 现在不是纳娇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吧 林全看看四周 也没有人 连那些安排检视的 成卫队也不见 莫菲也都死了 也没什么声音 安静地放个闷屁 都跟打雷一样 但越安静 林全就越感觉不对 林 林全 你救救我 救你 怎么救 你死就算了 你别害人 你怕他 嗯 林全猛地一回头 吓了一大跳 我说老孙 你不是回城了 你别神出鬼没的 我心脏不好 下出病来你负责 老孙摸摸脑袋 指着另边的石山说 我被严主任叫回来了 说是那边有情况 我路过这里 发现不对就停下来了 是不对 你看看谭晶晶 她像很对的样子吗 别说是玉兽师 就是个瞎子 都能看出问题来啊 谭晶晶左半边 还倒下去了 那粘在一些的肉 拉得更长了 跟拔丝苹果差不多 右半边呢 还想往前走 她怎么来的 她不是跟谭 超越在一起吗 估计全军覆没了 她都这样了 也没看见谭超越 长段的徽章 我都收起来了 整整八枚 一枚不多 一枚不少 林泉正想 把徽章拿给老孙看 谭晶晶的右半边 突然也倒下 再往前爬 她是死后中了猎头鬼虫 一种专门能进入尸体里 控制神经 产生跟活着的状况 相同效果的妖兽 林泉一愣 难怪老孙这么淡定 原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你特么不早说 猎头鬼虫怎么弄死 你想就谭晶晶 没救了 要把他尸体带回去 等我们回来再说吧 你们A组剩下的人呢 分开走了 那你也不用跟着我了 我去那边跟严主任会合 老孙说完就骑上 一头白羽犀牛走了 林泉左右琢磨着不对 严德法的御兽养好伤后 他还怕长生山脉里的妖兽 B组的实力也不弱呀 要说出事一点动静也没听到 林泉 叫 叫我 师姐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就不要老缠着我了吧 大晚上的 你猎成两半在这里爬 很吓人的好不好 林泉又退了几步 也不知猎头鬼虫 会不会钻进活人的体内 既然叫虫就没多大吧 数据框都打不开 什么状态也不知道 啪 凤凤猛地跳过去 伸起爪子就在弹晶晶的 两半边脑袋上抓下去 抓完左边抓右边 一看脑袋都要扁了 林泉连忙喊 轻点 凤凤又一低头 就咬出一条蚯蚓一样的虫子 抬头就吞了下去 猎头鬼虫 种类 虫类 等级 二阶 战斗力 228 战斗技能 潜入体内 操纵神经 战斗适应性 尸体内部 加持症99% 潜力 无 够恶心人的了 林泉瞧着死得不能再死的谭晶晶 也没心情帮他收尸 捡起他的收纳袋就翻 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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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衣 礼衣 裤子 裙子 我说学姐 至于吗 出来清除妖兽 你满收纳袋 都是这些东西 哎 日记本 林泉翻开就看 爸说这次清除妖兽行动 非常异常 长生山脉中 有部分妖兽 是连四阶玉兽师 都无可奈何的中阶妖兽 除非是城主 亲自带队 或者是叶伯伯等人带队 不然出来的冒险团 能活着回去的百中无一 白天遇见了林泉 那个混蛋好讨厌啊 傍晚的时候 爸将所有的成员 都集中起来 说要回去 城卫队的指挥官来了 说不完成任务 谁都不许走 爸跟他距离力争 差点打了一架 最终还是没走 跟几支冒险团合作 来到了清零树林附近 听人说清零树林一带 妖兽并不可怕 最多不超过三阶 爸说要有三阶妖兽 帮我抓一只 还要带我去找赵所长 帮我再培育两次 我真的好开心啊 我一定要让林泉看看 我谭晶晶 不是他想的那种人 遇到袭击了 是娇 好可怕的四阶妖兽 我们完全没办法抵抗 梁叔一个照面 就被击杀了 球叔和陈叔的神兽 吓得动都不敢动 我们一路退到滚石山的附近 爸说可能挡不住了 他把分身甲体骤给了我 让我先逃出去 我把所有的东西 都放在了甲体身上 甲体 林泉朝那谭晶晶的尸体一望 就注意到他背上 并没有烧伤的痕迹 是用的静咒吗 谭超越从哪里得到的静咒 谭晶晶没死 林泉把日记本一盒 把收纳袋挂在腰间 清灵树林是吧 地图上标注的地方 是在滚石山的侧后方 大约五公里外 左边是燕鬼山 右边是石龙水库 清灵树林倒了一大片 看得出有过交战的痕迹 地上全是血 但也跟之前 在滚石山看到的一样 地上并没有尸体 那头胶有吞食尸体的习惯吗 都说了 我们还是小心点好 你才七月星的神兽 没多久 要出事了多可惜啊 赵多多 闭上你的乌鸦嘴 信不信我把你扔进石龙水库 喂王八 我说柳真子 我是在关心你啊 好话听不进去 林泉看着从树林里 走出来的一行人 前面就是赵多多和柳真子 后面则是楚村夫等人 全都是欺负的师生 林泉 柳真子一惊 十多人顿时放出神兽 一瞬间 十几头神兽 将林泉包围起来 你在埋伏我们 一个欺负的男生喝倒 埋伏 要对付你们 还用得着埋伏 你们也是被城主派来 清除妖兽的吧 对 你是三生冒险团的成员 你同伴呢 林泉一脸沉痛地说 都死光了 什么 第七十二章 练个蛆虫药 林泉捂着胸口说 我们遇上了小型兽巢 是由吸血蟑螂组成的 大半夜被偷袭了 等我回过神来 几乎没留下火口 欺负的人 震惊的嘴都合不拢了 林泉可是带着深渊火龙的呀 还有那能把三阶神兽打飞的肉鸡 他还能被团灭 赵多多怀疑到 吸血蟑螂不至于吧 吸血蟑螂是小事 后面还有一头胶 还有一族 一波又一波 最后我们被迫逃到此处 你们看这胶战的痕迹 他们连尸体都没了 柳真子看林泉痛不欲生的模样 就上前说 你也不要太伤心了 身为御寿师 就要有牺牲的觉悟 哎 你吃过饭了吗 没 我这带了些牛肉干 你吃些垫垫肚子吧 谢谢 林泉把牛肉干收好 就拱手道 楚教官 我还要赶回去 就此分手吧 你先等等 你说的胶 是哪一种胶 能把地面陷下去 带着洪荒之力的胶 楚村夫神色一变 莫非是那阵地翻身胶 不对吧 那种五阶妖兽 怎会在长生山脉出现 鳞片是深褐色的 头上有一排的肉脚 还长着四只脚 越说越过分了 灵犬怕漏线 快不要走 突然就听到空中一声嘶鸣 一头硕大的飞行妖兽 朝着欺负狮声就扑过来 是夜行火销大家注意 楚村夫一喊 就看欺负中一人的神兽 立刻被一团火焰击中 那神兽倒也体型不小 大约有两三米高 肩上还长着两颗肉瘤 也不知是什么特殊品种 一被击中 肉瘤就炸开 一团浓水飞溅出来 孙立明 你想害死大家吗 快让你的神兽滚开 那直立独熊的肉瘤里 藏着剧毒的浓水 不要碰上 谁还顾得了那头神兽 纷纷带着神兽散开 楚村夫就一声大喝 一头长着翅膀的巨兽 冲到空中 跟那夜行火销斗在一起 夜行火销 种类 鸟类 等级 三接 战斗力 1228 战斗技能 火云团 白雷闪 战斗适应性 空中加持症199% 潜力 5 三接妖兽 灵犬又看那头带翅膀的神兽 双翅雷虎 种类 猫科 等级 三接 四接神兽进度11% 变异 5 战斗力 8828 战斗技能 雷鸣虎啸 晴天霹雳 战斗适应性 空地加持症234% 可进化部位 口腔 翅膀 爪子 潜力 6接 忠诚度 85% 培育次数 2 储存傅案里说是四接御兽师 还带着三接神兽 就可知道 双翅雷虎有多强悍 8000多的战斗力 也比一般的四接神兽 要强多了 那夜行火销 完全不是对手啊 你怎么不吃牛肉干 灵犬斜眼看向柳真子 你是不是加了料 能释放男人的活力 有什么不好 靠 果然有问题啊 还好老子谨慎 你团里的人真都死光了 死了几个 还没死光 我就知道 柳真子指着灵犬就想说 你不也没句真话 突然就感到脚下有东西在动 一低头 翘脸一白 刚要呼救 灵犬就将他一把扯开 凤凤 凤凤张嘴 就叼起地上的猎头鬼虫 一口吞掉 什么玩意儿 赵多多也吓了一跳 猎头鬼虫 能让人一分为二的东西 不过专门钻尸体 活得应该不 啊 欺负的学生里 有人一声惨叫 灵犬就看他脑袋开始裂开 他那旁边的同学 还在愣神 猎头鬼虫 不对 是猎头分身虫 储存傅一把按住那学生的脑袋 往他嘴里塞了一颗定心丸 才制止了继续裂开 就是 那学生的脑袋顶部 已经裂了大约一两厘米了 看上去很恐怖 猎头分身虫是猎头鬼虫的进化版本 活体被钻了 也能裂开 储存傅说了声 空中的夜行火销掉落在地 双翅雷虎跑了回来 那彭彤怎么办 柳真子急到 储存傅也没办法 储存傅也没办法 再想着实在不行 只能带彭彤先回城了 但是城里的医者 对猎头分身虫也束手无策 我有办法能驱虫 但需要一些东西 灵犬在系统中找到了一种驱虫药 专门针对三阶以下的虫类妖兽 你说说看 彭彤站在跟傻子一样 要不治的话 就算有定心丸 也撑不了多久 要金河 四阶妖兽的金河 陆地类型的 最好是蛇类的 要几颗 救人要紧 储存傅也顾不得许多了 一颗就够了 还要些别的材料 灵犬开了单子 欺负的师生们 就开始翻收纳带 凑一凑 勉强够了 看灵犬把锅支起来 开始操作 嘴里还念念有词 起锅生单 万物皆有灵性 一丹可解万般愁 储存傅吃惊道 你是丹师 我小时候从山上跌下去 碰见了一位白胡子老爷爷 他被困在一个山洞里 只有一个拳头大的洞口能透气 我就通过小洞 把吃的扔给他 他就教了我一些炼丹术 从此 我就成为了一名合格的丹师 柳真子疑惑道 那你怎么不用炼丹炉 锅有铁性 丹炉一般是铜的 不能中和药性 我也有炼丹炉 这是根据不同的丹药 用不同的炼丹术 储存傅和柳真子都不吭声了 隔行如隔山 这专业方面 明显灵权要强啊 好在身上捡了些三阶妖兽的尸骨 要不然都凑不起 帮蓬师兄驱虫的丹药材料 多怪那成卫队的家伙 连尸手都不留下 他们也是拿回去交差吧 要怪就怪城主 赵多多他们在一旁生了堆火 派出几个人去警戒 就在那等灵权的驱虫药 柳真子倒是兴致颇高 在一边蹲着看 夹炎是又是什么道理 炎为佐料之手 不放炎吃了 容易得低那血症 那鸡精呢 总要讲究口感吗 你为小孩吃药 不也得弄点甜呢 灵权把五十万买来的驱虫丸 扔到锅里 一起煮化了 才让柳真子为蓬桐喝下去 哦 蓬桐一吐 一条金色的长冲掉在地上 凤凤扑上去 就一口吞掉了 第七十三章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蓬桐神志还未清醒 人还在恍神 就是头顶的裂开处和尚了 我带蓬桐回去 你们在这里不要走等着我 灵权 你帮我照顾他们 也不管灵权答不答应 楚村夫抱起蓬桐跳上 双翅雷虎飞走了 剩下的人除了赵多多外 都冷冰冰地看着灵权 敌意虽然减少了些 可终归斗宠大会 才过去没多久 也不可能静消 喂 跟你说个是吧 清零树林的传说 你听过吗 柳真子撩着火堆 指着身后的树林问道 灵权摇头 要是叶小蝶肯定知道 他就不清楚了 清零树林跟地宫有关 永恒地宫 对 还有别的地宫吗 灵权这才来的兴致 地宫不是在城里吗 这里离城里几十公里远了呀 柳真子笑了 你怎么确定地宫就在城里 我告诉你吧 南地城方圆一百公里 都是传说中地宫的范围 清零树林嘛 传说是地宫的守宫人居住的地方 还有守宫人 对 地宫入口的守宫人 外号就叫清零居室 他一直掌握着地宫入口的秘密 居住在这附近 灵权朝树林里看去 总感觉背后有点毛毛的 凤凤在那拿头顶他 他才拿出营养液为他吃 你这肉鸡也太能吃了吧 柳真子吃惊到 就待着一小时 就吃了几瓶营养液了 他长身体呢 发育期不得吃多点 柳真子无语了 继续说清零树林的事 清零居室原来住在城中 有一位青梅竹马的女友 后来呢 女友在附近的山崖失足坠落 摔成重伤移动不了 他就在树林里盖了一间茅草屋 陪着女友 花了整整数年 也没救好 女友终究还是去世了 他也就再没离开过清零树林 赵多多接着说 一直有人过来找 也没找到清零居室 也没找到茅草屋 一个听得专注的气负声说 都几百年 人都死了吧 不好说 清零居室是格斗武师 体术练到极致 寿命比一般人长着呢 放在火堆上烤的一些食物好了 柳真子就给大家分发 林全瞧出来了 他在这帮欺负声中地位最高 年纪也最大 估计九大强人都输得太惨了 神兽不是死就是伤 人也不死就重伤 像是那墨牵手一样 这次派出来的冒险团 都是预备队 叶小蝶和苏唐没事吧 趁着分食物的间隙没人注意 赵多多才问 没事 他俩回城去了 那你还留在这里 我想再看看 林全说着 就听到远处一声巨响 扔下手中的烤鱼 就带着凤凤跑过去 柳真子看有人也想动 就喊道 都不要走 等着楚教官 我和赵多多跟过去 两人一牵一牢带着神兽 也赶紧跟上去 赵多多 你估算一下距离 从声音传播的速度 加上地形 大约有700米外 林全已经站在 出世的地点了 地上是一头巨兽 跟巨兽搏斗的 竟然是语文浩荡 暗夜急行暴 种类 暴科 等级 三接 战斗力 3228 战斗技能 闪电扑咬 急速狂奔 前行靠近 战斗适应性 陆地加持正269% 潜力 无 3000多战斗力的三接妖兽 林全瞳孔一缩 没经过培育的 天然妖兽这么强 夸张了点吧 语文浩荡的肩上 都是伤 按理说不该啊 对了 技能是前行靠近 他是被 暗夜急行暴 给偷袭了 暗夜急行暴 也好不到哪里去 被上中了一掌 被烧掉了一块毛 想不到会遇上 你这种畜生 也算是我拖大了 语文浩荡猛地 往前一冲 速度之快 眼睛都跟不上了 语文到场的总教头 柳真子和赵多多 这才跑过来 哄 就是一掌 那蓝色火焰 就从掌心冲出 直接轰在 暗夜急行暴的头颅上 暗夜急行暴 被打得往后一跌 想要爬起来 又被一掌拍翻 这就是真正的 格斗武师的实力 林拳暗暗吃惊 凤凤不以为然地 挺着肚皮 在林拳脚边蹭着讨吃 暗夜急行暴 竟然也不后退 跟着语文浩荡 当对了一掌 就听到一声闷响 暗夜急行暴 掌布都烧了起来 难受地发出低吼 语文浩荡 竟也被打得浑身一抖 但他极快就恢复正常 继续冲上前去 打不过不应该跑吗 困兽游斗干什么 赵多多自言自语地说了句 林拳心头一领 就猛地将柳真子的身子一按 低声道 趴下 一条身影如毒蛇出洞般地窜出 无声无息地 来到了语文浩荡的身后 轻轻一掌击出 谁 语文浩荡大惊失色 全身经脉都被一掌击碎 他含着鲜血转过身 就被又一掌拍在头顶 脑花都被打出来了 柳真子要不是林拳提醒 肯定要叫出声来 赵多多都面无人色 趴在那洞都不敢动 就看那人捡起语文浩荡的冒险团徽章 又在他身上摸了几下 拿出一块赏金猎人徽章 取下收纳袋 快速地消失在了夜色中 太可怕了 那是什么人 语文浩荡可是八十万进军总教头 他少说也是四节格斗武师吧 两掌就解决了 林拳也吓得够呛 但他猜想 那偷袭的人 未必比语文浩荡强多少就是了 要不然也不用偷袭了 光明正大 就能干掉语文浩荡 只是身法诡异 没出声就靠上去了 真像条毒蛇 可能是赏金猎人中 擅长暗杀一类的杀手 林拳想到了剑血 点点头 就是那人脸上 还戴着恶鬼面具 在晚上就更吓人了 先回去再说吧 才说完 欺负声那边就传来怒吼声 林拳暗叫不妙 将小伙放出 一拉柳真子和赵多多 就看到清零树林的方向 反射着月光 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冰块 紧接着咔嚓几声 冰块碎裂 那些欺负声所在的地方 整个倒塌下去 柳真子诗声叫道 熊超 蒋梦生 李长吉 吴海涛 刘碎碎 第七十四章 面具后的人 小伙停在半空 就能看见一个 同样戴着面具的男人 领着头雪白的狐狸 在下面站着 欺负声连带他们的神兽 全都死绝了 被冻成了一整块 再击碎成冰块 拼都拼不回来了 空中看 还不是普通的冰霜系神兽干的 吹出来的是雪 树上还挂着雪花和冰灵 绿岩雪壶 种类 犬科 等级 三阶 四阶神兽进度10% 变异 无 忠诚度 73% 战斗力 4376 战斗技能 深含冰剑 吹雪急动 战斗适应性 雪地加持症170% 潜力 五阶 忠诚度 68% 培育次数 二 柳真子想跳下去 被灵犬一把推了回去 你发疯吗 20米高啊 不要让那人跑了 戴面具的御寿师 扭头就带着绿岩雪壶 要往山里逃窜 小伙 烈焰喷剑 火焰追着那御寿师的步伐 就喷上去 火系对冰雪系天生克制 绿岩雪壶下得跑得飞快 那御寿师步子就快不了 本身御寿师移动 就靠的是神兽 但体型小的神兽 是无法在这御寿师移动的 小雪 御寿师低换了声 绿岩雪壶 扭头冲着空中一吹 温度骤降至少20度 一团雪花 直奔灵犬他们而来 赵多多冷得直打哆嗦 这还没喷上来呢 柳真子也好不到哪里去 靠着灵犬崖都在发抖 烈焰缠绕 灵犬一边喊着 直接就从小火背上跳到地面 如一股疾风般地追向那御寿师 火蛇将巨大的雪团缠住 瞬间就吞没了雪团 灵犬极快地追上了御寿师 看绿岩雪壶转头 就咧嘴一笑 啪 啪 凤凤跳上去 一左一右两个耳光 直接把绿岩雪壶拍猛了 哪里来的肉机 还不等他反击 凤凤双翅摁着他脑袋 就直接踩到地里 御寿师脸色一变 手在收纳袋里一摸 好 一头巨兽 突然就横跟在灵犬面前 冰原巨像 种类 象科 等级 三阶 四阶神兽进度17% 变异 5 忠诚度 78% 战斗力 5376 战斗技能 冰霜极光 席地而坐 战斗适应性 雪地加持症190% 潜力 五阶 忠诚度 59% 培育次数 二 竟然又是冰雪 寒霜一戏的 灵犬一拳轰上 那大象稳如泰山 毛都没掉一根 跟着就从象鼻子里 喷出一团寒光 灵犬哪会跟他来应的 看那御寿师想跑 马上号令凤凤干掉大象 啪 凤凤一翅膀就把巨像扇倒 看得空中的柳针子 眼睛都直了 这肉鸡也太强悍了吧 那巨像少说也有七八米高啊 十几吨重啊 可怕的是 呃 怎么还戳眼睛啊 冰原巨像被凤凤戳中了眼珠子 在那痛苦地翻滚着 凤凤在他背上扇着翅膀 嘿嘿地坏笑 灵犬也不看身后的战况 光从战斗力来说 那冰原巨像也绝非凤凤对手 他要追上御寿师 因为这一夜太长了 事情没有想象的简单 先是他们遇袭 再到长顿那几只冒险团团灭 宇文浩荡被恶鬼面具的格斗武士暗杀 这御寿师连欺负的学生都不放过 摆明就是有人在幕后搞的鬼 一定要抓活口 灵犬终于追上去了 他一拳击中御寿师的后背 哇 御寿师吃痛 往前猎切地走了几步 就拱着被转过身 从面具里射出两道冰冷的眼神 你不肯放过我 欺负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楚教官把他们托付给我 我不能让他们白白送死 楚村夫 哼 他也死了 你还管他 灵犬一惊 楚教官也死了 你们到底有多少人 我只知道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灵犬猛然心头一动 人就往左边一移 一道掌风从他的后脑勺划过 一阵剧痛让他差点吐血 就瞧见恶鬼面具格斗武师站在身后 跟上来又是一掌 灵犬哪会给他机会 心头一喊凤凤 人就往地上一滚 一掌击空 没想到第二掌还击空了 那格斗武师一愣 就感到被什么重物猛的一撞 人也像沙包一样飞了出去 御寿师看得心里拔凉的 早知这肉鸡变态 竟然一翅膀就把他扇飞了 格斗武师爬起来 半边身子都抹了 他脸色大变 张嘴就要吞下强心丹 可凤凤比他想得更快 扑扔着翅膀过来 就是一拍 连人带强心丹 全都打飞到空中 小伙也不甘寂寞 张嘴一喷 那格斗武师 竟然直接被烧成了炭 咚的一声摔在地上 御寿师心都凉了半截 手插在收纳袋里 轻轻发抖 还剩下一头四阶神兽 却怎地也不敢拿出来 冰原巨像重伤 绿岩雪狐也死了半截了 就算拿出四阶神兽 也挡不住那深渊火龙 和变态肉机啊 把你的面具摘下来吧 老孙 御寿师浑身一震 你 你怎么发现的 晚上遇见你 我就觉得不对头 你妈好端端地跑回城了 还跑过来干什么 老颜需要你帮忙 开什么玩笑 孙人院很小心了 冰原巨像和绿岩雪狐 都不是他在三生学院用过的神兽 但他的身高是无法改变的 声音尽管做了些变化 还是让林全听出来了 孙人院将面具摘下 苦笑道 何必呢 你也算是我的学生 没必要走到这一步吧 你是三生的教官 落地的柳真子手握着一根铜笛 怒不可遏地走上前 他脚旁还跟着一头小狗模样的神兽 也在呲牙咧嘴地冲着孙人院吠 林全 你看怎么办吧 杀了我 事事不大好吧 孙人院勉强露出笑容 你们是城主指派的 城主 你想到哪里去了 这样吧 我们做个交易 我可以告诉你真相 你放我一条生路 柳真子怒道 林全 你别答应他 他杀了那么多人 还想活下去吗 我答应你 你说 孙人院这才把手收回去 长生山脉中有一只异族 跟城里的一些大家族有合作 跟城主也有来往 他们请城主清除妖兽 借此机会就把 话说到一半 一团金光从他体内爆出 砰的一声 整个人炸成碎片 第75章 太草率了 一节肠子啪击一下砸在柳真子的脸上 他连忙扯下来 吓得脸都白了 赵多多反应神速 从收纳袋里取出把伞撑起来就挡掉了 林全则一晃身子就跑到了五米开外 莫非老孙肚子里还装了感应炸弹 心神累的 敢知道他要全盘拖出就立刻爆炸 特么的高科技啊 要不就是静咒 金光倒像是静咒多些 呸呸呸 脏死了 这姓孙的 怎么突然就炸了 柳真子拿着手帕擦脸 又疼惜地看着身上那套浅紫色的斗篷 这可是定制的 得花不少钱啊 不想让他说完话吧 哎 一族 你知道长生山脉里有什么厉害的一族吗 我知道 赵多多朝最深处的地方只去 那里有一座峡谷 叫浪人峡 里面生活着一批黑面人 他们精通玉兽巴树 原来就是玉兽师的后代 精通玉兽巴树的一族 林泉着实愣了下 才说 多半就是老孙嘴里的幕后主使了 我们去看看 还是别去了吧 柳真子怕了 连孙人院这种玉兽师都能轻易收买 那黑面人是好惹的 怕什么 有我在呢 要不你们就自己回城 楚教官怎么还不来呢 真被杀了吗 按时间算早该回来了 双翅雷虎的飞行能力 比一般的运输用的飞行系神兽 还要快点 柳真子望着伸手不见五指的远方 还有四个小时才天亮 他咬着牙说 那就跟你走 但你要保护我们的安全 死不了 林泉拉着他和赵多多上了小火 距离稍微有点远 要飞半个小时 他就让柳真子和赵多多先休息一会儿 出来一趟 人都死了 回去也不知怎么交代 柳真子哪睡得着 裹着毯子在那嘟嚷 赵多多倒想得开 你也别担心 要是连楚教官都死了 回去学院也不能说什么 唉 柳真子叹了口气 扭头就扯过林泉的腿 躺了上去 把我腿当枕头了 脸还朝里面 你有点太草率了吧 林泉看他很快就睡着了 也就由得他去了 半个小时过去 林泉让小火停在浪人峡边上 就举头看那高耸入云端的山壁 这少说 也有个数百米高了吧 四周也没什么植被 都是光秃秃的 峡谷也不知有多长 要往里走 可得小心点了 揉着被睡妈了的大腿 林泉就听到一声轻响 一扭头就看到 宁震一声是血地走出来 你怎么在这里 我倒想问你 宁震侠擦了擦脸 也弄不明白 林泉怎么和欺负的人在一起 吴明阳和郑子浩呢 都死了 刚才遇上了两头金眼神狗 上来就把他们的脖子咬断了 宁震侠一仰手 飞过去两枚冒险团徽章 我一路追着那两头金眼神狗 终于在附近把他们干掉 听到动静 看见是你才走过来 林泉握着徽章 心头不大舒服 欺负的人死是一回事 吴明阳和郑子浩 可是三生的学生 我们要往里走 你跟过来吗 不了 我太累了 准备回城 宁震侠扭头就走 身后还跟着一拳一拐的铁背黑熊 林泉往里走了大约两百米 就看到有十多座木屋 出现在视线里 他当即冲了过去 太草率了吧 柳真子一惊 看赵多多也跟着 只好硬着头皮走在最后 那摆明就是黑面人的住所呀 不得先摸清楚状况吗 林泉冲到一座木屋的门前 一脚将门踹飞 直接冲了进去 没人 木屋不大 一眼就能看得清楚 他立刻又冲向第二间木屋 十几间木屋的门都被踹开 都没有半个人影 可能都跟那姓孙的一样 出去偷袭冒险团了吧 一个看家的都没留下 林泉不相信 要不就是废弃的老屋子 屋里可多有人生活的痕迹 有间屋子里 还有剩菜剩饭 那 人都到哪里去了 柳真子说着 心里有点发毛 这走进浪人侠 就感到身后凉意满满 林泉也有同样的感觉 他不由将神魂术展开 精神力随之铺满几十米的范围 只要有风吹草动 立刻就能预警 还要往里走吗 柳真子一问 林泉就猛地一回身 一拳轰向赵多多 你干什么 赵多多进一退 就躲开了林泉的攻击 你说 你跟那些黑面人 是什么关系 你胡说什么 赵多多怎么可能认识黑面人 林泉朝还在那 笑得赵多多一指 是他说 黑面人住在浪人侠 他引我们过来的 赵多多低下头轻笑了声 一拍手 从黑暗中走出来六个人 全都穿着土黄色的斗篷 将林泉和柳真子围在正中 啊 柳真子惊叫道 他们的脸 看清那六人的相貌后 林泉也是一惊 每个人的脸颊上 都有一道斜长的胎记 由左到右 从眉角到下巴 不存在什么黑面人 我们这一组有个名字 叫记号人 赵多多往脸上搓了几下 亥然也出现了一道胎记 你也是一族 对 我一直将记号隐藏 就是为了打入你们人族的内部 将人族一网打尽 赵多多宁然道 可惜的是 孙人愿他们没办好事 那只好 由我们来办了 他手往背后一伸 竟然将脊椎抽了出来 往地上一摔 就啪啪作响 发出一道闪电般的光滑 那其余六人也一样 每个人都提着一条脊椎 先等等 林泉喊道 你们有点不地道吧 七个人打我一个 难道还给你机会单挑 那倒不是 就是 我说赵多多 你以为我什么都没准备吗 嗯 赵多多一愣 背后一阵剧痛 一只翅膀从他的胸前刺出来 肉 肉鸡 第76章 收手吧 外面全是 叮 不死金凤 杀戮到达一定树木 生出羽毛 战斗力提升50% 翅膀上出现一层七彩羽毛 绚丽夺目 林泉看得一阵欣喜 却听到一声怒吼 那六个穿土黄色斗篷的记号人都冲了上来 好快 他拉都没拉住柳针子 退到一半 就听到他嗡的一声 倒在血泊中 立刻朝空中大叫 小火 烈焰喷剑 就这一喊的当下 就有两人冲到身前 林泉只能抬手一挡 脊椎劈在他胳膊上 他痛叫一声 感到手臂骨折了 闪电更随着胳膊 一路朝他头部追来 林泉神色大变 记号人全是四阶格斗武师 我被系统强化过的身体 超强的防御力也挡不了 一阵触电般的麻木 让林泉差点跪倒在地 幸好凤凤来得及时 一翅膀将那记号人打翻 林泉就看清了 凤凤长毛后的模样 靠 有长半边的吗 就瞧凤凤的右半边身子 带翅膀 长满了七彩羽毛 可左半边 还是光秃秃的 他来不及多想 空中滴落的烈焰火球 一下将峡谷照得通明 可也很危险 要被滴中 也得受伤 就急忙退到柳针子身旁 看他还没弃绝 硬生生地将他一把抱住 太软了吧 不管了 现在也不是讲究姿势的时候 逃命要紧 烈焰喷剑 逼退了三个记号人 剩下两人 一人拿着脊椎 再跟凤凤周旋 凤凤一时劲也打不到他 最后 那人就追着林泉过来 老兄 我跟你往日无冤 今日无仇 没睡你家女人 又没抢你家东西 何必呢 少说屁话 老子今天要弄死你 不要口出恶言啊 你以为我怕你吗 林泉说归说 跑得也不慢 但心知肚明 抱着柳针子那脱油瓶 被追上是迟早的事 他怕 猛然听到一声娇和 林泉就惊喜万分地朝前跑去 马上就看到苏唐 在那啃着辣条 鬼火蜥蜴冲着记号人 喷出一团毒液 记号人哪想得到还有援军 一下被喷得满身都是绿水 人也随之尾盾倒下 你不跟小蝶回去了吗 回去多没意思啊 苏唐舔舔着辣条 就问林泉 你怎么跟他在一起 你不爱小蝶了吗 什么鬼啊 是讨论这种事的时候吗 林泉把柳针子放下 拿出活血生鸡粉 一把将他衣服撕开 那有乾坤 乾坤很大呀 伤得也太不是地方了 没办法 救人要紧 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只好委屈自己了 把活血生鸡粉一用上 再拿出绷带 把柳针子的胸口一缠 太紧了吧 苏唐看不下去了 这都缠成男人了 要减少血液的流通 谁让他肉都长在不该长的地方 处理好伤口 那边有了啪啪加入 林泉又离远了 小伙能放手干 记号人被干掉了不少 只还剩下一个了 留他活口 草 话还没说完呢 那人就体内放出金光 马上就炸开了 唉 自闭型的静咒 苏唐叼着辣条 一蹦一蹦地跑上去 用手就在尸肉里翻 林泉都看不下去了 脏不脏啊 不是 林泉 你看 这根骨头 苏唐拿起根肋骨 还在那摇 肉还在上面粘着 一晃一晃的 稍微讲究点吧 你是女孩啊 林泉从赵多多那撕下快步 把肋骨一包 嗯 上面刻了字 外文 上古文字 静咒用的 直接要刻在肋骨上 字必咒才有用 林泉想到刻咒时 那不得把肚子切开 孙人院也是肋骨上课了 喂 你们俩 食府动物啊 一族也吃 节制点行吗 小伙和凤凤 在那口地 咬着记号人的尸体 爬爬离他俩远远的 根本不敢靠近 一族很少会用到静咒 掌握静咒的 都是大师级的人物 是比九阶玉寿师 还强大的静咒师才会用 苏唐都心里一寒 林泉 我们还是快走吧 背后的主谋太强大了 想走 从头顶传来一个声音 在空旷的峡谷里回荡 林泉和苏唐都脸色一变 就看着一个身影 从数百米的高空落下 重重地踩在地面 这些记号人都是你们杀的 深渊火龙 不死金凤 呵呵 小子 行了 年纪不大 玉寿本事不低 带着两头龙凤二族的神兽 难怪赶在长生山脉横行 那人穿着件金色的长袍 衣领高高竖起 身材极高硕 长得倒是不赖 就是那眼神冰冷如死人 带着一股生人无尽的气质 林泉知道糟糕了 她能一身看破 小伙和凤凤的来历 还能如此冷静 表明她有自信有实力 能对付得了小伙和凤凤 你这小丫头呢 倒有几分古怪 带着这鬼火蜥蜴嘛 居然还有几重静咒 你家中长辈也会静咒的 林泉也想知道 苏唐能靠静咒月集 带鬼火蜥蜴 在斗宠大会 还能施展防御静咒 对静咒的了解 也远超常人 来历肯定不同寻常 穿着金袍 还这样骄傲 你不是判出世门的 那个家伙吧 金袍人一震 眼睛眯成一条缝 我给你一个机会 林泉突然说道 举手投降 那我们可以交个朋友 你脑子抽风了吗 金袍人痴笑道 要我投降 林泉叹了口气 收手吧 外面全是我们的人 你已经被包围了 你不知道吗 老夫纵横天下数十年 从没见过你这样疯癫的小子 哪来的人 还包围我 除了你们俩 还有别人吗 降虎老夫 你还欠点火候 金袍人纵声狂笑 林泉就朝他身后一指 要没人 那是谁 金袍人也不回头 冷笑道 想趁机逃走 我告诉你们 今天你们俩都得死 那一龙一放 我全要收了 哄 一声冲天巨响 一只拳头猛然砸在金袍人的背后 一团金光直冲天际 一块无形的金色巨盾 竖在他身后 但极快的 金盾马上就裂开 一头白发的老头又是一拳 再度轰向金袍人 第77章 黄雀在后 林泉 我们快走 但白老他怎么办 这是几十万战斗力级别的决斗 整座峡谷都撑不住 我们不走都要陪葬的 林泉就将苏唐和柳真子 都扔上小伙的后背 你拖着他们走 林泉 小伙震驰高飞 苏唐只能抱紧他脖子 万分星焦 也无可奈何 一道静咒余光冲出峡谷 直接刺中宁镇侠的后背 他大叫一声 全身化成了血水 一道剑行静咒 在峡谷上方盘旋了数秒 朝四周射开 所过之处 所有御寿师和格斗武师 无疑幸免 一道雷撞静咒 连披下数十道天雷 把半个长生山脉 变成了火海 白老一拳轰下 无数水波纹 从他的全径中震出 将金袍人震得 如在金涛骇浪中一般 你的体数是水系的 哼 杀了你再告诉你 杀我 老夫不是被那老不死的封印了 超过一半以上的静咒 你早就是个死人了 林全如在巨浪中的一夜偏周 听着二人的对话 心头更是惊骇不已 苏唐说 静咒师能超过九阶御寿师 白老能有九阶格斗武师的战斗力 应该不对 白老要跟传说中的一样 也就是六阶 那金袍人说的 被封印静咒的话 就一点没错了 凤凤在那被吹得东倒西歪的 依旧挺着胸 昂首如荆棘独立 实际上往地上一瞧 他都尿出来了 别装了 林全抱着他 贴着山臂往后退 那小子要走了 你不是要杀了他吗 杀了你这老皮肤 再去杀他 哄 数十道金伦 从金袍人的头顶冲出 直入天际 将黑夜照得金光灿灿 林全暗暗叫苦 留下来凑什么热闹 小心把命都丢了 小心 白老一喊 林全就感到一股热浪冲来 他集中生智 把凤凤一扔 金伦记在凤凤身上 疼得他在地上打了个滚 才跳起来 爬到林全的背上 还很不满的 用嘴去啄他 行了行了 下次不扔你了 终于来到峡谷口了 林全深吸了口气 瞧着回来的小伙 一翻身就跳上去 快走 轰隆隆 空中落下数百道惊雷 砸向地面 整座峡谷都在地洞山摇 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白老从嘴里吐出一口鲜血 老匹夫 看你还能撑得多久 金袍人喘着粗气喊道 他那袍子早就裂开了 长时间用各种不同的静皱 更让他的精神消耗太大 也撑不了多久了 好在白老更如强弩之末 比他更惨 他撑得了多久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你要完了 一条青蛇突然冒出来 一瞬间变化成巨蟒 张嘴就咬住金袍人的身子 一口将它吞掉 林玉盘懒洋洋地走出来 手里还握着半块烧饼 这不是白老爷子吗 伤得挺重的啊 要不要聊伤样呢 林 林玉盘 你特么在旁边看了多久了 白老七的胡子都抖了起来 也就半个小时 打得可真精彩啊 老爷子老儿迷奸 名不虚传 这个李武子嘛 也不愧是苏氏 静皱一门的高徒 要不是他被封印了一半的静皱 我都怕怕呢 说是怕 林玉盘哪有半点害怕的样子 要呢 快给老夫佑 别急嘛 我原本还想老爷子要死了 我就把你那孙女收养了 给我弟弟做个童养席 你 你这狗日的 要 林玉盘笑呵呵地扔过去一个瓷瓶 老字号同家的直血散 一千万联盟币 回头去渡口找你要 无耻 白老说归说 张嘴就吞了半瓶 剩下的又撒在受伤的地方 皮鞋都别吞了 你怎么跟我那笨弟弟 带得两个废物一样 青蛇把李武子全部吞下去后 吐出一双鞋 才甜甜嘴唇说 姐姐 好难吃啊 都是静咒 我怕消化不良 把那些静咒都融化就行了 林玉盘将烧饼一吞 才抬起如星空般明亮的毛子说 回城吧 要出大事了 老爷子 你要还死不了 也尽快回城看一看 说不定那就是最后一眼了 最后一眼 白老一惊 这话什么意思 林玉盘趴着跟条死狗似的 连动都不想动 那场战斗 给他留下的后遗症 就是一闭眼就想起来 心里后怕得很 要不是严德法说 学校要让他去做总结报告 他来都不想来 郑子浩 徐欣然 吴明阳 明镇霞 A族死了一半人 林玉盘默然抬头 明镇霞也死了 峡谷方向的战斗停了两天 城卫队去收集战场 找到了宁镇霞的冒险团徽章 地上还有一滩黄水 他应该是阵亡了 严德法咒媚道 你没收到我传递的消息 B族发现情况不对 全体撤退 要求A族也撤回城内 你们还莽撞行事 没收到 林玉盘摇头 徐欣然死得太快了 后来我就让小伙带大家都回城 宁镇霞 吴明阳和郑子浩 要抢学分 就擅自留下来了 你是说他们的死跟你无关 一旁在翻着报告的一位教官 眼神冷利地盯向林玉 他是带宁镇霞他们般的教官 宁镇霞的死 对他来说是重大打击 你说呢 林玉反问道 我能把他绑了硬拉回来吗 你是A族的团长 你有责任把每个团员带回来 说话跟放屁一样 你要是遇上同样的情况 早特么尿裤子了好吧 你什么态度 你又什么态度 你又不是负责我的教官 你跟我装什么装 那教官气得拍案而起 好啊 现在的学生了不得呀 别特么阴阳怪气的 老子倒想问问你 你教的宁镇霞 连团长的话都不听 是不是你没教好 你的责任呢 那教官气的脸都绿了 院长 我认为林玉的事 要上审判庭 要让城主来判 审判庭 宋老院长闭上了眼 那就交给审判庭来判吧 第七十八章 审判庭 审判庭就在城卫队的指挥所里 由城主 总指挥官 三生学院院长 七福学院院长 业一千五人组成 林玉被戴上了手铐脚镣 压到了现场 参加审判的 还有一些大佬 但只有围观的份 没有投票的权利 应该把收纳带脚了 你怕他把神兽召唤出来 你不怕 他那可是龙啊 可就是收了收纳带也没用 御寿师一个念头 就能召唤出御寿师 那得四阶以上的御寿师才能做到 他才二阶啊 那是证书上写的 可他是精神测试S的天才 又带的是龙 不能用常理判断 观众席上议论不停 几个负责压着林全的城卫队格斗武师 也都小心得很 看过了报告的叶一千等人 则在那个怀心思 不动声色地看向林全 除了城主 剩下四人都到了 据说城主 又被叫到都城去述职了 要一个月后才回来 顶替城主参加审判的是 金字招派的钱掌柜 你说城主不在吧 总指挥官一人带两票也行 把钱掌柜一个商人叫来做什么 你不知道 钱掌柜也是御寿师 跟城主很早就认识了 是吗 几节的 钱掌柜搓着两颗金盒 满脸假笑地跟着叶一千等人打招呼 总指挥官手指压在报告上问 老钱你就别来这套了 报告你看过了 怎么说 要是毫无虚假的话 我认为啊 林全没毛病 他还带八人出城 只回来四人 还没毛病 欺负院长 显然对林全成见很深 我说你们欺负那批人的死 你也要算在林全头上 赵多多是记号人 你做院长都不知道 欺负院长冷着脸说 那赵多多 我在学院就见过一面 他平时打了很深的粉底 把胎记都挡住了 平时与正常人无异 换成是老宋 他也猜不中吧 宋老院长呵呵一笑 也不回他 先听听林全的解释吧 总指挥官悄悄桌上的醒目 林全 对于你失职一时 你怎么说 报告上都写了 此次出城清除妖兽 有极大 可能是城主被人蛊惑 记号人暗中要清理冒险团 才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我妈 一个十八岁的三生学生 第一次带团 也没经验 再有责任 也算不到我头上 来旁观的大佬 可没见过报告 听到林全的话 不由得都神色微变 这小子有点桀骜不驯啊 连城主都敢编排 总指挥官立声道 你说你没错吗 我当然没错 要说有错 那也是城主的错 错在他把所有冒险团 都派到城外 没料到会有贼人暗藏祸心 暗中埋伏 大胆 你左一句城主 右一句城主 是想把罪名都撇清吗 林全贪首道 我是实话实说 再说了 就我一个团长有责任吗 别的团长呢 欺负院长怒道 都死了 除了你和冷黄的团长 一个不胜 言得法呢 那就三个 林全精道 不至于吧 城内一支冒险团都没了 宋老院长说道 那倒不会 你们是第一批出城的 第二批第三批还没动身 只是 哎 第一批是最强的 其余两批打酱油都不够格 确实损失惨重 城防光靠城卫队 是远远不够的 冒险团一直都是补充力量 南地城如此一来 城防减弱了一大部分 像长盾 巨斧 夜火 都算是老牌的冒险团了 还不说在减市的城卫队 也死伤惨重 你说 那跟金袍人战斗的是白老 对 刘沙河的白老 我们派人找过白老了 他人不在家 那估计是死了吧 旁观洗礼一片哗然 白老的实力有多强 在场的大老都清楚 连他都赢不了那金袍人 那人什么来头 要像林泉说的一样 城主此次作为是被人怂恿 那些记号人背后 是那金袍人 那人要是冲进城里来的话 那还有谁能挡得住 欺负院长冷声道 谁能证明你报告中 写的都是真的 有没有水分 掺了多少料 我能证明 一个俏丽的身影走进来 叶一千抬手看了眼 就皱起眉来 他来做什么 你是谁 我叫叶小蝶 是三生冒险团的A组成员 也是林泉的同学 从头到尾我都在场 我能证明 林泉报告里写的每一个字 都是真的 欺负院长翻了翻报告 冷冷地说 他说 在中途就把你送回城了 后半段你也无法证明吧 我可以做林泉的人格证人 林泉朝叶小蝶识眼色 让他不要掺和 这帮老东西 就觉得这次是太丢人了 要找个替死鬼 你来做什么呀 人格证人 你倒新鲜了 你凭什么能证明林泉的人格 我在他家住了几个月了 他的一言一行 我都看在眼里 欺负院长笑了 我记得你是叶老板的私生女吧 你很小就离开家了吧 从小就在外面也 怕也没接受过什么正规教育 你能证明什么 叶小蝶面色苍白 用力咬了下嘴唇 看着那些不怀好意 在那指指点点的大佬们 抬起头说 林泉连碰都没碰过我 他在某方面绝对有洁癖 这样的人 不会在报告上动手脚 什么 叶一千默默地低下头 点了根烟 总指挥官也神情怪异 不知是该笑 还是该说什么 宋老院长轻轻地敲着桌面 钱掌柜乐呵呵地说 好了 我看报告没有问题 人家不还救了你们 欺负一个女生吗 总要留人一条活路吗 钱掌柜 这里的事你不懂 你还是别插手的好 那我就要插手呢 我坐在这里 就代表的是赵友方 你是想不让我说话 那我也劝道院长一句 天每天都会黑 天黑了走夜路 要小心点 别撞到些东西受伤了 欺负院长脸色一变 投票吧 叶一千轻了亲孩子说 林泉对团员的生死 不用责任 我同意 宋老院长举手道 钱掌柜也笑着举起了手 老钱我也同意 欺负院长愤怒地低吼了声 你们这些混蛋 第79章 墙里有双手 你对我爱得太深沉了 林泉靠在沙发上 胆慨地说 不过安危 跑到审判庭为我作证 就不怕陈卫队驱赶你出去吗 少来了 我是不想你被禁锢精神力 凡是上过审判庭 被判决有则的御寿师 会暂时戴上禁锢头罩 无法使用精神力 那也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 林泉将她肩膀一搂 就是啊 你用人格证人那一招 对我的声誉不大好 说的我好像某方面有问题一样 我出于无奈 只能证明 你别跑啊 叶小蝶瞪了她一眼 跑去厨房 看熬的粥去了 林泉这才干笑一声 眼神一灵 审判庭上那些说 那些大佬中 有几家表现倒不一样 杨家 陈家 洪家 他们应该就是孙人院说的 跟记号人合作的吧 叶一千倒没为难我 听说徐灵花回去后就自闭了 关门在房里 连出都不出来 难道是灌几口水 嗯几下头 就弄出了精神问题 叶一千难得清静 果真跟叶老三说的一样 还不如杀了她 白老失踪 她那孙女呢 也不见了 爸妈的死 到底是赵友方 还是叶一千 徐灵花要说的没错 责任大半 还是在赵友方身上 你想什么呢 喝粥 叶小蝶挤过来 把粥碗一放 揪啊的叫了声 你把嘴挪开点 我受了伤 你得喂我 哪受伤了 心灵 你不信你摸摸看 去你的 叶小蝶憋了一会儿 憋不住了 扑刺一声笑出来 你还想着审判庭的事呢 是我和堂堂商量的 说 要是我实在不够 还要把柳真子也叫上 柳真子 她还在医院躺着吧 苏堂呢 今天在学校没见她啊 她说要出城一趟 那个敬咒师 她说能查到一些东西 还想问她 她说 那敬咒师判出师门 是哪座师门 你快吃粥吧 药不都凉了 太烫了 等会儿再吃 灵犬走到窗前 琢磨着要不要去赵家一趟 要从赵家能查到什么线索 那就好办了 不管是爸妈的死 还是地宫的事 或者这次长生山脉的事 先去地宫看看吧 灵犬快速地喝完了粥 就带上叶小蝶 来到契约室外 契约室里面还是能走的 就是那堵墙 被贴上了封条 只是没人注意 低头绕过去就行了 这下面就是永恒地宫 对 你看看那四根柱子 灵犬带她来 就想让她看看 说不定能有所发现 地上 还是碎石满地 叶小宝和那些教员的血 都干透了 教员们的尸体 也早就不见了 四面墙壁上 还装了阴急灯 打开后照得通亮 哇 还真是终结之战的浮雕啊 叶小蝶激动地用手摸着 灵犬就走到她身后 靠过去说 院长把斗宠会的奖品 给你了吗 你不提我还忘了 这次回来才给的 你看看 叶小蝶拍拍手 一群色彩斑斓的蝴蝶飞在空中 七彩迷魂蝶 种类 昆虫缸 等级 三阶 四阶神兽进度 17% 变异 5 战斗力 2258 战斗技能 深度催眠 蛊惑人心 战斗适应性 空中加持症134% 可进化部位 翅膀 潜力 五阶 忠诚度 77% 培育次数 2 这个战斗力 是指的一群 还是单只 单只 就有点恐怖了 这都有二三十只了 还有竟然是培育过的 院长说是赵所长送的 他认为 我带他们 比带焦要好些 不好说 我估计是价格便宜点 院长不是那种人吧 灵拳瞧着 飞舞在空中的七彩迷魂蝶 比起泪龙族的焦来说 总觉得亏本了 你干嘛呀 别摸我腿 灵拳一愣 就低头一看 一双手 从墙下伸出来 不是我 你看 我的妈呀 什么东西 灵拳蹲下去一摸 那双手又缩回去了 但他还是摸到了 硬绑绑的 应该是木头做的 你刚是不是碰到什么了 我就摸了摸上面的浮雕 叶小蝶又摸了一遍 那双木头手又伸了出来 奇怪呀 灵拳注意到了 是那年轻御寿师的脑袋 不找找 有那御寿师的图 就掰他脑袋 那不行吧 要万一有陷阱吗 先掰了再说 灵拳先掰了几颗脑袋 就看到墙上 不时出现手掌 都在那乱摸 他就心念一动 拿了块石头 塞到手掌里 就看隔了十几秒 那手掌往里一缩 又快又猛 这要是人 肯定的直接 被拖进去了 叶小蝶也注意到了 连吸了几口气说 要都是手 没有按到的话 嘎嘎 灵拳回头就看声音 传来的方向 只见那宫殿正中的地面 一下打开 一口是观声了起来 两人大眼瞪小眼 也不敢马上就过去看 怕有什么延迟的机关 等了快两分钟 灵拳才跑上前 就伸手 把关盖给推开 嗨嗨 一团灰尘 枪的灵拳 连肺都快咳出来了 叶小蝶伸头 就往石棺里瞅 啊 是个死人 你不废话吗 棺材里 还能有活人吗 施育受施 不是南帝 叶小蝶理所当然地想 既然是 永恒地宫的棺材 那铁定应该是南帝才对啊 灵拳就站过去瞧 里面是个 穿着黑色斗篷的男人 看上去年纪也不大态 似是上下巴 胸前带着朵铁做的丁香花 双手插在胸前 眼睛还闭着呢 哎 要是几百年前死的 尸体还不腐化 说不定放了炎炎过了 那你看他的脸 脸也没变形啊 那肉也要缩水吧 嘴里肯定塞了东西 说不定身上还有宝贝 我摸摸看 你小心点 别诈尸啊 灵拳翻身 就跳进石棺里 手就往玉寿尸的身上 摸了起来 末一会儿 就扔出一样东西 一个实质的牌子 第八十章 九阶妖兽的金盒 小蝶给掌掌眼 叶小蝶头摇的 跟风车一样 就光秃秃的石牌子 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没别的东西了吗 衣服要不给包下来吧 不用吧 那我摸摸抖篷下边 灵拳就沿着 那玉寿尸的脚踝 一路摸上去 连裤衩都没放过 嘴也掰开看了 没货 连眼睛都撑开了 眼珠子也不是宝石做的 太干了吧 就这 还弄个机关 灵拳想要翻出来 脚一碰到观炎 就愣了下 手往下边摸了几下 摸出颗有圆形的玩意儿 是金盒 叶小蝶凑上来瞧 光泽都没了 被棺材吸干净了吧 能吸得干净吗 是那尸体吸的吧 就靠这金盒才 让它百年不符的吧 灵拳先爬出来 瞧着能量干合的金盒 也不知是几节妖兽的 正常的金盒 可没听说 能保证尸体不符的 先收着吧 叶小蝶说 他就看着四周 问灵拳 还要再摆脑袋吗 先等等 灵拳想看金盒的数据 背着身扫描 九阶妖兽金盒 能量收敛至最小化 必须经过某种元素的注入 才能重新激发能量 我靠 九阶妖兽 灵拳手都在抖 这样拿到马家 那少说 也得卖个几亿几十亿吧 发财了呀 总算没白辛苦一趟啊 就算没找到爸妈死因的线索 有这颗金盒 也算收获不少啊 就是 需要什么元素能量 暂时无法得知 必须跟九阶妖兽的 原始能量匹配 那是哪一种妖兽 不知道 灵拳头疼啊 这总不能抓着只 九阶妖兽 就拿来是吧 还不说九阶妖兽 有多稀有 蓝芳朱成都没挤头吧 你发什么呆啊 叶小蝶靠过来 用手指戳他 我在想 要不把剩下的头都掰了吧 那赶紧吧 剩下的数十张浮雕上 几乎都有年轻御寿师的画像 全掰过来时 还要小心被手掌抓进去 忙了半天 才终于全掰完 结果就是 再没任何的反应 石棺还在宫殿正中放着 两人就准备先回去再说了 找到几位就想下去看看 你们都是城里学识 特别冤博的学者 周老爷子是老牌御寿师了 叶老板那更不用说 就听叶一千的声音传来 我以为宋院长 想保存永恒地宫的秘密 等着入土 叶老板说笑了 我不是不想告诉诸位 只是永恒地宫设计重大 要是有什么差池 我宋某也不好交代的 城主不在城中 我们还是下去 看看再说吧 林全和叶小蝶跨上小伙 紧张地躲到空中的垫脚里 下来的可都是像叶一千那样的人物 要被发现了 那可不得了 咦 这石棺是哪来的 上次我们下来时并没发现啊 是有人偷偷进来过 不知道 我先检查一遍 几位先看看吧 叶一千背负双手 走到一根柱子前 四大神兽的图腾 可惜光有图腾 他们的下落无人得知 我看那 就算找到了 也没用 谁能驾驭得了四大神兽 连这位林上人都在打完终结之战后 被神兽反噬了 林上人当初年少有为 要不是靠他 整个人族都要完蛋了 可是事后他就失踪了 再也了无音讯 几百年过去 早就成了一杯黄土了 林全和叶小蝶 大气都不敢出 那石棺里不会是林上人吧 站在石棺边上的叶一千摇头说 看那徽章 是丁家的丁前辈 丁夏东 听说当年他门下可有数千人呢 都是些酒囊饭袋 就他实力超群 但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被南帝收入麾下 事后又想在终结之战时反水 被南帝一掌打死 叶一千皱眉道 丁夏东 那时可有圣街御寿师的实力 传言是圣街 其实是酒街 所带的神兽号称遮天 双翅能把天空都遮住 一盏树十里 又有名叫集水大棚 水系的酒街神兽 这棵是那集水大棚的金河 林全心念一动 就让小火悄悄地驮着 他和叶小蝶飞上去 什么人 突然下面的人一鹤 林全汗毛倒树 催着小火赶紧跑 果然是有萧萧跑到下面来 还想逃 一道兵舰 从周老爷子脚边趴着的一头 全身复兵的神兽 背上喷出 再半途就越来越大 飞到林全身后时 已变得如一根长毛 林全哪敢用手击打 召唤出凤凤 就让他挡一下 凤凤一翅膀将冰毛拍了回去 就见下面数十道各种光滑的冰箭 火箭 水柱 喷了过来 林全吓得脸都白了 这些大老带的都是什么神兽啊 叶一千那中甲巨蟒不说了 那周老爷子的又是什么 冰晶林全 种类 犬科 等级 五阶 六阶神兽进度18% 变异 无 战斗力 八万七千八百二十八 战斗技能 万道兵舰 兵毛连发 战斗适应性 陆地加持症 百分之三百三十四 可进化部位 口腔 爪子 潜力 七阶 忠诚度 百分之六十八 培育次数 四 靠 四次培育的五阶神兽 八万多的战斗力 这些老妖怪 跑来这里做什么 林全叫苦不迭 好在洞口就在前方了 小伙拼命一飞 带着他们 直接把契约室撞出个大洞 冲到空中去了 飞行系的妖兽 还能挡得住我神兽的兵毛 什么来头 周老爷子陈生道 怕是城内没有这好人物吧 你是说城外来的 最近城里那些都城来的丹师 不知在做什么 跑到培育所去了好几次 但他们是丹师 不是御寿师 叶老板 你的意思呢 先追上去看看再说 一众大佬全都出来了 就有两位直接朝着林全飞去的方向追去 剩下的也都上了各自的神兽 紧追不舍 一定要查清楚 是谁跑进了地宫 林全哪还敢在城里逗留 让小伙先往城外飞再说 第八十一章 大佬追上来了 飞到流沙河就被追上了 林全和叶小蝶眼看逃不掉 就都从小伙身上落下 是你啊 林全 你小子好大的胆 敢撕入永恒地宫 那石棺是你打开的 里面有什么东西 你私自带走了 一胖一兽两位大佬 眼神冰冷地盯着林全和叶小蝶 他俩共成一头硕大的独角兽 下来时 那胖大佬又召唤出一头 快有五米长的冒着火的鳄鱼 赤红独角兽 种类 马科 等级 五阶 六阶神兽进度5% 变异 5 战斗力 48828 战斗技能 飞天行走 雷霆脚弓 战斗适应性 空地加持症544% 可进化部位 翅膀 脚 忠诚度 78% 潜力 6阶 培育次数 3 石火金刚 种类 两栖类 等级 五阶 六阶神兽进度8% 变异 5 战斗力 48889 战斗技能 火焰满地 石化皮肤 战斗适应性 空地加持症534% 可进化部位 口腔 爪子 潜力 7阶 忠诚度 68% 培育次数 3 灵犬妈了 两头4万多战斗力的 五阶神兽 死都不知怎么死的 怕了 怕了就把东西交出来 跟我们回去 胖大佬伸手道 别说你在地宫里 什么都没发现 那你跑什么 我是怕各位大佬 抓我个现行 要开除我啊 我这才刚从审判庭回来 你也知道 你刚出审判庭 胖大佬招手说 东西呢 交了东西 我们可以既往不救 实在是没东西 盯下东那老家伙 会不带东西就埋下去 林全甘笑几声 拉着叶小蝶 就往后退 叶小蝶的手都是汗 身子也在轻轻发抖 林全怕 他更害怕 那胖大佬叫程非凡 是城里有名的恶人 原来在城卫队里服役 后来被城主嫌弃 将他开除了 可仗着自己 是五阶玉寿师 四处横行 谁也奈何不了他 还特别对女人下手狠 落在他手里的女人 没一个友好的 寿得也好不到哪里去 大名叫马金贵 是放高利贷的 年少时就是有名的混混 后来被一位玉寿师看中 收了做徒弟 几十年下来 越来越臭名昭彰 在东城一带 是有名的惯犯 要来的是宋老院长 或者叶一千 还能打个商量 这两位 那就免谈了 你不交出来也行 把他交给我吧 他是叶老板的私生女对吧 他母亲年轻时我就见过 泽泽 那模样 真是男帝城里头一号 当年没能把他母亲 抛到手 现在可不能连小的没福气 成非凡仰天大笑 马金贵也在那冷笑 我跟老成不一样 我对女人没兴趣 林泉听着 脸色一变 我就要钱 你要能拿出一个亿 我今天放你们一马 一个亿 你不如去抢 二位大佬 一个亿多了点吧 一百万怎样 林泉 你虽说是个天才 可是呢 南地城 天才也很多 那宁镇侠不就死了 天才要是没能茁壮成长 半途就完了 那也是常见的事吧 成非凡宁笑一声 拍着赤红独角兽的背说 最后给你们一个机会 交不交 要不然 我东西也要 人也要 林泉心一横 挡在叶小蝶的身前 冷声道 二位大佬 真要拼命吗 你可以试试 我知道你那条龙狠掉 可是呢 我也不拒 真的 林泉手一晃 十多瓶增幅药水 分别灌进了小伙和凤凤的嘴里 要老子拼命 行啊 要东西 给你们本来也没什么 连夜小蝶都敢动 别怪老子不客气 哄 整片天空都成了红色 小伙身上的赤燕 长了不止一倍 他双眼更是凶恶的 朝着赤红独角兽 和石火金刚鳄凳去 凤凤也炸毛了 长了毛的半边身子 一下变得滚烫 更伸着脖子 朝天空在那嘎嘎的叫 程飞凡愣住了 这火龙比上次在斗宠大会时 还要大了好多啊 马金贵冷着脸说 大有个屁用 重要的是技术 上 石火金刚鳄 冲着凤凤就猛扑上去 林泉和夜小蝶先退后了几十米 就看凤凤一翅膀打上去 石火金刚鳄原地 被拍得打了个翻身 却爬起来 依旧凶暴地咬中了他的翅膀 一时间 两头神兽 近乎不讲道理的肉搏在一起 空中的赤红独角兽 也不断地喷出火球 小火也跟他对喷 火焰剑的满地都是 将天空烧成了 如傍晚时分 晚霞满天一样 小火连喷几口 就直接扑了上去 他体型比赤红独角兽 要大出一大截 赤红独角兽 却宜然不惧 头一低 直接用脚 就去顶小火 一脚就顶中了小火的脖子 血就跟火一样地倾洒下来 落在地上 烧得连流沙河里的水都开了 马金贵和程非凡 震惊地交换了个眼色 二人都知道 神兽就是龙 但灵犬是二阶玉兽师 深渊火龙再强 也就三阶 自己家的 可都是五阶神兽 大出一个大段位啊 那怎么说 也都是碾压的局面 谁知会打得不可开交 不相上下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不对劲 那龙和那肉鸡 吃了什么药 强心丹 肯定是强心丹 哼 说不定还是精致强心丹 我们也没带这种军队用的东西 总不可能输吧 二人心里却拿不准 四头神兽都在不断地受伤出血 也暂时看不到 石火金刚鳄和赤红独角兽 有战上风的可能 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猛地朝二人冲过来 灵犬 好家伙 这小子想打我们的主意 先退 二人往河边走 想着斗宠大会上灵犬的本事 被他追了身 还得了 可也无法将神兽叫回来 这一叫 本来没事的 怕也会出事了 二位大佬 你们跑什么 不是想要东西吗 我从石棺里 拿到的是九阶妖兽的金盒 你不想要 九阶妖兽的金盒 二人一愣 步子一慢 回头一看 脸上就挨了一拳 灵犬先打中成非凡 紧跟着一脚 踹在马金贵的腰眼上 主人被打 赤红独角兽先要跑回来 立刻就被烈焰缠绕绑住身子 他身上瞬间就开始冒出一团团的血火 小火冲上去 一声雷动九天 九道金雷劈在他身上 将他立即打成了一团血泥 第八十二章 他是我老婆 爷爷 小女孩被白老牵着手 站在远处的木屋边上 看着坠地的赤红独角兽 那个灵犬好厉害 他那深渊火龙 不大对劲 吃的是什么药 比金智强心丹还强 白老男男的说着 就拉起小女孩的手说 我们赶紧走吧 这地方没法待了 一老姨哨上了舟 一撑 就往下游驶去 林全 你知 知不知道 哎哟 程非凡的脸都被打裂了 血从脸皮上渗出来 非常的可怕 马金贵也被打断了腿 想跑也不跑不掉 偷眼看石火金刚鳄 竟然被那肉鸡打断骨头 在那啃食着身子 更是痛苦地抬起伤半肩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大佬 那又怎样 你现在连条狗都不如 林全一脚 就踩在他脖子上 用力地踏着 你 你 你要杀我们 你知道 我们都是大佬 在城里举足轻重 啊 少跟老子来这套 我就没把你们放在眼里 林全一脚 又踢断了程非凡的胳膊 你不是说 要动我家小蝶吗 你不是很嚣张吗 她是我老婆 是你特么能碰的 叶小蝶本来觉得 她有点残忍 这时 却心里甜甜的 嘴却撅着 打死也不能承认 不然这家伙 肯定要得寸进尺 我 林哥 林老板 你放我一马 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是说错话了 我没眼力尽 我是个畜生 您大人有大量 别跟畜生计较行吗 啊 林全冲着她的腰子 就一脚踩下去 看着胆汁从她嘴里冒出来 才解气地放过了她 这两人都跟死狗一样了 杀不杀都一回事 林全 你别胡说 谁是你老婆了 未婚妻吗 早晚是了 林全瞧着 在那啃着赤红 独角兽的尸体的小伙 跑过去 看她情况怎样 一次喝五瓶 她和凤凤 怕都要落下点毛病才是吧 好像特别兴奋啊 怎么眼睛 还爆出血丝了 先帮他们把伤治好吧 小伙的脖子 快被刺穿了 身子上也挨了好几下踢 还有翅膀 被烧伤了 凤凤则是翅膀被咬伤了 后背也被咬开了的口子 把最后一瓶活血生积粉 倒在他俩的伤口处 就简单地包扎了一下 凤凤还好 小伙那么大个 绷带明显不够用啊 你这傻大哥 能不能长慢一点 林全无语地 把绷带也用光了 叶小蝶就把收纳带里的 一些旧衣物都拿出来 小伙立马脖子上 绑了几条垒丝边的裙子 看着有点像变态 还有人会追过来 我们先逃进山里 躲几天再说吧 那能一直躲得了吗 要不把那两个家伙灭口 马金贵和成飞 凡魂都下霉了 好不容易捡回一条狗命 没理由这时候丢了呀 二位 我们打死也不说 我们谁要说了 回头你们就找我们 拿了我们的狗命 你们说的 记住了 林全和叶小蝶 来到长生山脉的边缘地带 找了一处没什么人 住一靠西边的平地 先把小木屋放出来 叶小蝶就拿着脸盆去打水 准备生火做饭 林全则在木屋里烧火 等他回来 把水烧着了 就让他先洗 不用洗澡了吧 脏不脏啊 那你这也没有浴室啊 你就站木屋中间洗 我就在一边看书 你想得美 那我先洗 你在一边看书 啊 不要 我出去 林全弄了个木桶 坐在桶里 边洗就边想 丁夏东要真跟南地有仇 被南地干掉 还把他尸体放石棺里做什么 弄得太复杂了吧 还有这块石牌 林全从挂在木桶上的收纳袋里 磨出石牌 想了想 放在水里一净 再拿上来 上面就出现了一行字 竟然是这样 南地当初就有能契约一族的法子 他把其中一部分给了叶家 所以叶一千才学到的 不对 应该是叶一千只有残缺的部分 才会想尽办法去寻找地宫 爸妈去长生山脉 肯定是去的银林树林 是去找银林居士 意外身亡 多半就是叶一千动的手 徐灵花说 那天叶一千都在他身边 没有人是爸妈的对手 那也不对 南地城里没有 南地城外面呢 像那金袍人 也绝对能轻松杀害爸妈 真相快揭开了 林全用力地握着石牌 突然手一晃 石牌碎成了几半 一张羊皮卷掉了出来 你搞什么啊 洗澡还出声 我有重大发现 你要不进来看看 呸 契约一族的秘密在于 一族有一部分是妖兽 要进行契约的话 要尽量寻找到 那一半的精神联系 越是妖兽部分血脉浓厚的一族 越容易被契约 契约后也跟神兽一样 忠诚度有高有低 唯一不同的是 契约术的方式 需要在半秒内将契约术完成 同时除了血之外 还需要眼泪做媒介 也就是说 在释放契约术的时候 泪水要滴落在术法的范围内 太高深了 林全把羊皮卷收到收纳袋里 你可以进来了 我洗完了 啊 你骗我 叶小蝶五卓眼跑了出去 我没说我穿完了呀 你太着急了吧 林全笑嘻嘻地披上斗篷 走到屋外就看他洗眼睛的叶小蝶 早晚都要看的 你怕什么 你混蛋 叶小蝶回头就给他的回旋踢 林全将他腿一按 笑道 就学会打老公了 还要跟我玩体术 松手了 你不松手 我不做饭了 林全就将他打横一抱 不做就不做了嘛 我们吃点别的 你放开我 吃什么呀 我吃你 你吃我 呸 臭不要脸的东西 你快松开手 我偏不 我就 等等 林全神色微变 慢慢地将叶小蝶放下 看他还要闹 就捂着他嘴 朝溪水对面一指 叶小蝶也脸色大变 林全的神魂术 一直都展开着 但把范围缩小到了20米 那东西正好在边上 一条浑身发着 电蓝色光环的蛇 第83章 清白 蓝色水毒蛇 种类 蛇类 等级 三接 战斗力 1528 战斗技能 心跳静止 五孔不入 战斗适应性 水域加持症199% 潜力 5 那是蓝色水毒蛇 叶小蝶认出来了 心跳都漏了一拍 这玩意儿可是有剧毒的啊 一喷之下 方圆数米之下 都是毒物 吸一口就能陷入昏迷 小伙和凤凤都睡着了 他俩还不能用 增幅药水喝太多了 那怎么办 叶小蝶紧张兮兮地靠在灵犬身旁 灵犬就顺手将他一搂 但蓝色水毒蛇有种习性 只要不靠近他 他就不会主动攻击人 对 我也想起来了 我们暂时不要动 等他走了就好了 叶小蝶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任由灵犬搂得紧紧的 你越来越香了 比烤鸡还香 会说话吗 叶小蝶想掐他 又怕他大叫 我也不敢乱说什么啊 他要过来的话 我俩都小命不保 屋里还烧着水呢 要放一泼出来了 他要游过来的 啊 不说还好 就听到木屋里咚咚的响 锅盖在那跳起来了 蓝色水毒蛇就抬头看过来 三脚眼在那发亮 叶小蝶大气都不敢出 别过来 你不要过来啊 谁知 那蓝色水毒蛇像听到了他的心声 一下游进了溪水里 他 他往这边游了 别怕 我等会儿就扑上去 先咬死他 你咬他 你别胡来 灵犬猛地站起身 叶小蝶吓得用力一拉 把他裤子差点拉下来了 你别着急啊 正是晚点半 叶小蝶都想哭了 灵犬就拿起石头一扔 咚 石头落在溪水里 蓝色水毒蛇被刺激了 在溪里昂起身子 你还吓他干什么呀 没事 能没事吗 叶小蝶转身想跑回木屋里 他走了 咦 回头一看 蓝色水毒蛇真有不见了 他才尝出了一口气 你去洗吧 我在四周看看 要万一还有什么妖兽 我先解决掉了再说 灵犬说完走开了 叶小蝶确定他走远 才回到木屋里 把烧开的水倒进木桶 试了试水温 跨到木桶里 舒服地躺了进去 还真没什么妖兽 叶小蝶一下缩地 只露出颗脑袋 你干嘛又回来了 我不说看看吗 看了 没有妖兽就回来了 你也太快了吧 你还没洗完呢 要不要我帮忙搓背 我搓背很优秀的 能保证不搓吐鲁皮 你快出去啊 灵犬搭着条毛巾 笑眯眯地走到木桶边 叶小蝶弄死他的心都有了 你担心收费问题 不要钱 是收费的事吗 这又不是澡堂子 别见外啊 我们谁跟谁呢 我打死你 叶小蝶捧着洗澡水就浇上去 灵犬一个闪身 就到了一米外 你看你 还害羞 就是不肯承认暗恋我一久 也罢 我体谅你 我先看会儿书吧 灵犬真就弄出本 玉兽真经 在沙发上躺着翻起来 叶小蝶动也不敢动 过了好半天 灵犬就说 都泡皱了 谁也凉了 还不肯出来吗 你出去啊 你出去我就出来 好吧 灵犬走到门外 又突然跑进来 叶小蝶差点就中计了 好在他机敏 就怀疑灵犬没那么容易对付 书旺拿了 这个混蛋 早晚要被他弄出心脏病来啊 哎呦 我腿痛 肯定是今天跟那两个王八蛋 打的时候扭伤了 不行 我走不了了 你良心呢 早让狗给吃了 灵犬叹了口气 就坐在门边 这样吧 我把眼睛蒙上 再背过身 你拿什么蒙 你哪来我的裙子啊 给小伙伤药的时候 多了一条 我就留下来了 看着呀 我蒙上了 我背过去了 叶小蝶快速地冲出木桶 往沙发后一跳 就擦干净了 换上了斗篷 再放心地走出来 就看灵犬在那傻笑 那绑在他脸上的裙子上 有两个洞 你 你太无耻了吧 不是 你这裙子 天生就有洞啊 那是裙边的装饰好吧 你怎么绑的呀 叶小蝶气得小脸通红 知道都被他占了便宜 就扑上去掐住他脖子 你还我清白 你还不清白了 你白得很呐 去死了 臭灵犬 洗过澡果然更香了 嗯 死开 叶小蝶气呼呼地抱着手 怎么吃亏的 总是我啊 灵犬手抓着他的旧裙子 笑道 这样吧 我也让你看一遍 你 我才不看 灵犬黑黑一笑 突然就睁大了眼 盯在沙发上 你干嘛呢 这副表情 你别乱来啊 叶小蝶以为他在看着他 吓了一跳 天都黑透了 又荒郊野外的 四周无人 要他真要受刑大发 那可真没救了 老 老姐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叶小蝶骇然转身 就看沙发上斜躺着的女人 一条青蛇在他腰上缠着 很诡异的 觉得那青蛇跟人一样 在笑 我找地方睡觉啊 你们继续打情骂铐吧 谁打情骂鞘了 玉盘姐 你别听他瞎说啊 叶小蝶连忙澄清 林玉盘打着哈欠 头枕在胳膊上 我也不想管你们 就是啊 注意安全 我包里带着呢 要用就自己拿 叶小蝶的脸刷一下就红了 看林玉盘还在那月 就掐了他一下 你了什么啊 没什么 我就在想 老姐怎么跑进来的 我可用神魂术 他连我的神魂术都能骗得过 林玉盘心里充满了疑问 林玉盘整天神出鬼没的不说 就是个破落的垃圾玉兽师啊 带的青蛇也没什么 不对 那条青蛇 九眼青蛇 种类 蛇目 等级 六阶 七阶神兽进度88% 变异 二 战斗力175 8828 战斗技能 比走龙蛇 蛇化为龙 蛇猪雀环 战斗适应性 水路加持症1534% 可进化部位 口腔 眼睛 爪子 潜力 九阶 忠诚度 97% 培育次数 4 林拳 操 第84章 老姐 冷黄大人 老姐带的竟然是四次培育的六阶神兽 170多万的战斗力 老姐不是废材预售师吗 你骗了我十年啊 五阶还是六阶预售师 你大爷啊 无论是五阶还是六阶 房租都叫不上吗 林拳气得浑身发抖 一点信任都没有吗 亲姐弟啊 喂 你别以为把肚皮露出来就完了啊 叶一千的重甲巨蟒 也才一百五十多万战斗力啊 林玉盘瞥了眼林拳 你盯着老娘的肚皮看什么 你放心 你结我一向保障到位 没有怀孕 是怀孕的事吗 林拳充满正义的说 你老占男人便宜 你心里过得去吗 他们心甘情愿的 有什么过不过得去的 那我呢 林玉盘懒洋洋的说 你 我什么时候占你便宜了 叶小蝶扶着额头 这都什么姐弟啊 你们要办事就搞快点 我先睡一会儿 林玉盘面朝礼 心里直犯嘀咕 这小子不对劲啊 我露出破绽了 青蛇也抬起脑袋 看向林拳 小蛇蛇 来跟我玩会儿吗 林拳不知青蛇的二次变异 指的是什么 但神兽的位阶越高 智慧就越高 六阶神兽 完全能理解 人话好吧 青蛇心想 不对 完全不对 林拳大大的有问题 来 我这里有营养液 我特调的 好吃得很啊 要不来根辣调 把我当成什么了 青蛇大怒 想上去就给他一口 叶小蝶也纳闷了 哎 你不说这条蛇 是一节神兽吗 你逗他 你又不是他主人 能听得懂吗 他脑子是不好使 可这上帝 也知道饿啊 你做的菜呢 啊 糊了 叶小蝶冲到锅那一看 锅里的番茄炒蛋 变成黑乎乎的了 不能吃了吧 管他呢 拿过来给小蛇吃 青蛇顿时暴怒 打发叫花子呢 喂狗也没这样的吧 你们这对狗男女 敢不把我放在眼里 林玉盘一拽蛇尾 青蛇才压下怒气 你说 他吃还是不吃 一接神兽 就比动物稍强一些 照单全收吧 林犬把胡萝卜的番茄炒蛋 倒在地上 就在那招手 小蛇说 快吃啊 吃饱了才有力气啊 青蛇一对獠牙 都在那发着暗忙了 真想上去就一口咬死林犬 我就说他不会吃吧 谁说的 你看 贝莲拉了三下尾巴 青蛇咬牙切齿地游到地上 舔了下番茄炒蛋 特么的 这是人吃的东西吗 不想吃是吧 那我就喂你 林犬一探手就掐住青蛇的下额 要将他嘴打开 又是一叶小蝶 把番茄炒蛋扔他嘴里 你够了呀 有完没完 卧槽 林犬和叶小蝶同时一惊 这小蛇蛇会说人话 青蛇一看漏线了 干脆凶恶地瞪着两人 你俩太过分了 老娘是吃这种垃圾的吗 特别是你林犬 你能不能做个人啊 叶小蝶蛙的大叫一声 上前就要抓青蛇 会说话的神兽啊 还是母的 太可爱了吧 蛇呀 哪里可爱了 你刚还怕那蓝色水毒蛇呀 林犬翻了个白眼 才从眼底露出得逞的笑容 不逼你 你就一直给我装饰吧 就是以为你会抱走咬人 喷个水什么的 哪知你的变异之一 竟然是会说人话 老姐 怎么回事呢 你也该说实话了吧 林犬翻身坐起 呆呆地看着林犬 你说什么 我刚睡着了 发生了什么事吗 靠 还装 你这条蛇 怎么能说人话的 哦 这个呀 他天生就会说 变异体骂 林犬盘起腿 手撑在下巴上 一接妖兽也会变异的 很奇怪吗 不要太孤陋寡闻了吧 林犬傻眼了 林家不要脸的功夫 简直是祖传的呀 谁也不比谁差多少 那 林犬猛地一掌切向青蛇 小子 你想招惹老娘 青蛇一悬身 竟半腾空地直立起身子 眼神冰冷地盯向林犬 老姐 我们就别绕圈子了 你这条小蛇蛇 是六阶神兽 叶小蝶一惊 六阶神兽 林玉盘都愣了下 才嘴角一抽说 你发的什么疯 你姐要能带六阶神兽 还至于这么落魄吗 好 你还不肯说是吧 我让小伙喷它 青蛇冷笑道 你那条火龙 你信不信我一口吃了它 你看看 我家小伙可是二阶神兽 实力近乎于是三阶三培育的神兽 就是四阶神兽 也能一战 这小蛇蛇 一点都不怕 不要左一个小蛇蛇 又一个小蛇蛇 我叫小青 你要叫我清俭 林玉盘靠在林玉盘的身旁坐下 老姐 还瞒下去没意思了呀 林玉盘盯着它看了半天 才终于笑了 好 你能看出 小青是六阶神兽 能耐不小啊 那你们也都进来吧 木屋的门被拉开了 进来了五个人 一个背上插着把巨斧 块头块赶上巨人的汉子 咧嘴就笑 大姐 我说这小子行吧 林玉 我叫大壮 格斗武师 这是小道 一个又矮又瘦 很像发育不良的男人 肩上还坐着只白毛老鹰 在那打着哈欠说 玉兽师 老虎 格斗武师 一个精瘦的中年男人 双手按在一把三尺长的重剑上 冷冷地说 小娟 玉兽师 一个长得一双妖媚的眼睛 模样勾人的女生 手指一晃 一朵鲜艳的茶花开在指尖 跟着那花藤 就在她的身上绕了一圈 开满了各种颜色的花朵 湖水 也是玉兽师 最后一人 是个满头白发的年轻人 手上在玩着一个水球 背上趴着两条泥丘 我们是冷黄冒险团 你姐姐林玉盘 就是我们大姐 我们的团长 林泉和叶小蝶 下巴都掉地上了 老姐竟然是传说中的 冷黄冒险团的团长 那她就是冷黄大人了 不对 冒险团的标备 不应该是八个人吗 还有两人呢 第八十五章 要有大乱子 大壮叹气道 上次追猎一头双天凤鸟时 酒鬼和阿呆都死了 暂时还没能吸收新的成员 要不大姐 让林泉和小蝶进来吧 他们不行 还不够格 林玉盘马上就否决了 为什么 叶小蝶愣道 林玉盘直接在桌上 扔出了冒险团徽章 叶小蝶睁大了眼 不再多说什么了 那块徽章是银制的 整个南地城都没有银辉的冒险团 能配上银辉 平均战斗力至少在五阶以上 完成五百次B级 或者一百次A级以上任务 老姐 不地道吧 你都溜接玉兽师了吧 还是冷黄的团长 怎么还老欠房租 我连饭都吃不饱 林玉盘懒声道 我那是为了磨练你的意志 磨练个屁 你就是纯粹的懒 坏 林泉还不知道 他是什么样的人 那 玉盘姐 你们到山里来做什么 有大事 你们不觉得 上次那李无子 跟白巨翼那一仗 打得有点怪吗 林泉想了想才明白 他说的是谁 靠 你别告诉我 那天也在现场 我不在 你要出事了怎么办 那你不早点出来 白巨翼要逞英雄救你 我总要给他发挥的机会嘛 你TRIPLEX的 我奶奶就是你奶奶 骂自己奶奶干什么 林泉气得直翻白眼 摊上这么味清洁 还不如摊上块豆腐呢 至少还能吃啊 叶小蝶和大壮他们 就在一边看热闹 也不敢乱插话 那你知道 叶一千七月一组的事吗 知道 你知道爸妈当年就是因为这件事死的吗 我也知道 那你还不把叶一千干掉 因为叶一千背后的人 我还没查出来 林玉盘终于不再一脸眷容 当初害死爸妈的人 叶一千有责任 但动手却是一头谦虚狐狸 六阶妖兽谦虚狐狸 叶小蝶失声道 啥玩意儿 林泉愣了下 大壮说道 六阶妖兽中 智慧最接近人族 最狡猾 也最难缠的谦虚狐狸 这次大姐把我们叫到长生山脉 是因为发现了她的足迹 她就在这里 林泉惊道 要是小娟算得不错的话 她的巢穴 最近出现在了靠近黑木崖的地方 黑木崖 那我跟你们去 谦虚狐狸不好接近 我怕你去的话 大姐 林玉盘起身道 带上她吧 省得她回去成天跟我牢牢叨叨的 现在就走 黑木崖最近出现了一道静咒 我们都飞不过去 只能不行 赶过去正好天亮 林泉把小木屋收了 小娟就笑道 小娟弟弟 你还挺会享受的呀 出来不带帐篷睡袋 还带个小木屋 劳一结合嘛 小娟姐姐要喜欢 回头我送你一个 小木屋 那就不必了 要不你送我个你那种款式的收纳袋吧 想得美 林泉跟叶小蝶走在最后面 朝着黑木崖的方向看 还至少有十几公里 大壮和老虎都还好 剩下的也都坐在神兽身上 就是瞧着青蛇变得体型巨大 林玉盘躺在上头 林泉就还是愤愤不平的 玉盘姐真是为了你好呢 好个屁 我为了一日三餐 成天去七月市里捡些残枝拿去卖 好几年都这样 日子好过吗 那也是磨练嘛 你还没嫁过来呢 就帮着她说话 谁要嫁给你了 叶小蝶宁了她一下 林泉就说 黑木崖我上次去的时候 是为了找独眼巨人的眼泪 为了拿来合成营养液 那地方一直给我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你感觉没错 小娟回头说 那里附近一直都藏着中刀街的妖兽 我们也一直都注意观察着 就没想到会是谦虚狐狸 也多亏了小娟 她撒下了一片花种 能跟她那神兽须弥花产生感应 无论再远的距离 也能感知得到 植物系神兽 这倒是厉害了 别听大壮帮我吹牛 距离最多也就一百公里远 那也不得了了 走到黑木崖下 林玉盘才坐起来 盯着眼前的空气 手掌一拍 一道无形的静咒光滑冒了出来 大壮解释道 这要是无意中撞上去 飞行系的神兽 都要头云眼花 不对头 林玉盘皱眉道 上次来的时候 这静咒没有这么强 又有人强化过了 能布下这种大范围静咒的人 不是一般人吧 那当然 至少得是大师级的静咒师 大姐 要是静咒师在警告我们 我们还是先等几天吧 林玉盘摇头 指甲在掌心一滑 几滴血珠就洒在静咒上 玉兽八术中的乌星术 林犬也算开了眼界 乌星术一般是用来 减弱妖兽的心神 以达到更快契约的目的 林玉盘 这是要将静咒乌化 破掉整个静咒 破不掉 只能打开个小口子 我们走吧 林玉盘改为不行 她在前方带路 大家就跟在后面 小娟 走了数百米 林玉盘就喊道 就在前方崖底的乱石堆里 谦虚狐狸垒食为学 应该错不了 小青你先过去看看 青蛇再度一变 画成一根麻绳般大小 游了过去 林犬这才想到 它能大能小 能长能短 这估计就是第二种变异了 也不知极致在哪里 要能无限变大的话 那可太恐怖了 谦虚狐狸狡猾得很 小青要是打草金蛇怎么办 小刀低声道 我也跟过去看看吧 过去吧 小心点 小刀带着白毛老鹰 快速地追上小青去了 老姐 是不是有人要抓谦虚狐狸 才不下的静咒 抓那狐狸 用得着这种阵仗吗 这摆明 是要对付更高阶的妖兽 林犬心头一惊 还有更高阶的妖兽在这里 再高也不会超过七阶 你有什么好怕的 就听到前面一声音效 林玉盘马上喊 找到了 都过去吧 第八十六章 冷静点别慌 白毛老鹰整张翅膀展开 林犬才发现 他个头不大 可一展就太夸张了 都超过十米了 白毛鹰王 种类 鹰科 等级 五阶 六阶神兽进度71% 变异 无 战斗力 878898 战斗技能 英机长空 声波震荡 战斗适应性 空中加持症458% 可进化部位 嘴巴 翅膀 爪子 忠诚度 80% 潜力 七阶 培育次数 三 竟然也有快接近一百万的战斗力 属实夸张了点 就看一头盒下长满了长须的红毛狐狸 被小青和白毛鹰王围在中间 那乱石堆中有一些用石子累成的窝 里面还有一头在那探头探脑的小狐狸 原来是刚生下柚子 这才显形了 老虎冷冷地说 湖水阴阴地说 那要饶了他 还不是一样要杀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还有什么好吃的 上 大壮一鹤 手持巨斧就冲了过去 灵犬眼睛都花了 就看到一个巨大的身影冲向千须狐狸 等看清人影时 巨斧已经劈下去 本来灵犬以为这一斧 至少得要千须狐狸半条命 谁知他爪子一抬 竟抬住了巨斧 千须狐狸 种类 犬科 等级 六阶 战斗力 75万2228 战斗技能 极形千里 机智百出 疯狂私咬 战斗适应性 陆地加持症699% 潜力 无 好像千须狐狸 除了战斗力高一些 也没什么别的技能 就是 野生的野兽没有培育 居然也有这么高的战斗力 难道是物理系的 蹭 千须狐狸爪子一晃 将巨斧一下挪开 张开血盆大口 就朝着大壮的脖子 咬去 空中的白毛鹰王 当即发出一阵长啸 声波攻击 千须狐狸 不由得被打得一阵 头晕眼花 青蛇就猛地一滑 游到他身后 突然变长变粗 缠在他身上 他自然不肯 被束缚住 低头就咬住 青蛇的身子 聂绰 还要负于顽抗 老虎一声爆喝 踢桌重剑 就一塌步子冲上去 高高跃起 一剑就斩向 千须狐狸的脑袋 那剑在空中 就发出一阵霜冻之气 连远在十几米外的灵拳 都不由得打了个喷嚏 看来老虎修的是 冰夕的体术 这要被斩中了 那千须狐狸 就是多两个脑袋 都不够砍的 谁知他硬是把头一缩 那一剑 差点就斩在青蛇身上了 老虎 长没长眼睛 青蛇骂了句 就看着从身子 下滑出来的千须狐狸 一围扫过去 他也太难缠了 湖水 大壮一喊 湖水就一抖身子 从背上射出两条泥丘 一落地 泥丘就一左一右 快如箭矢般地游过去 灵拳都没来得及 看他们的数据 就听到扑扑两声 泥丘就从千须狐狸的 耳朵里钻了进去 历时 千须狐狸痛叫一声 捂着脑袋跪在地上 淋浴盘就拿出把刀 浇在灵拳手中 杀了他 灵拳也没任何慈悲之心 想到爸妈的仇 冲上去一刀刺在 千须狐狸的胸口 就看血花从动脉里喷出 喷满了灵拳的双手 但他依然没死 生命力之强 令人惊叹 张嘴还想要反咬灵拳一口 灵拳低声召唤 就见凤凤跳出收纳袋 一翅膀将已经失去 大半战斗力的 千须狐狸山倒在地 灵拳喘着粗气 看着地上的谦虚狐狸 大仇得报 终是对得住双亲了 让他先喘几口气吧 叶小蝶要上去扶他 灵御盘按住他的胳膊说 我也要缓缓 不管背后是谁搞的鬼 灵长江眉睫 终是死在谦虚狐狸手中 星河冒险团也因此解散 剩下的团员全都颓废中日 全靠灵御盘接济度日 这一下 才算是了结了一桩心事 打得死了 小的怎么办 小娟问道 也留他不得 老虎一见麾下 小狐狸被砍成两劫 灵犬一愣 他还想把小狐狸拿去卖了呢 既然事情办完了 大家先回去 灵御盘末地抬头 看着黑木崖上方 神色大变 一团黑气正在快速地聚拢 产生着极其罕见的威压 还在不停地旋转鼓掌 就跟憋了一晚上的尿 快要爆开一样 大壮他们也察觉到不对 大姐 那妖风好不正常 看着威压 至少是八阶妖兽 我们万万不是对手 那还不撤 灵御盘大叫一声 灵犬也不管了 叫出小伙 带上叶小蝶 又抓起小青 抱着凤凤 等灵御盘和小娟跳上来 看其余的人都上了白毛鹰王 就让小伙快飞 一龙一鹰 快速地朝长生山脉外飞去 等过了黄蜂岭 灵御盘才叫灵犬先停下 这 这黑风到底要变成多大 连灵御盘都失色了 那黑木崖方向的天空 完全被黑风所遮盖 如同扯了一块黑布 一种不祥的预感 在所有的人心头涌起 你的花泥 须弥花有没有感知 没 他们 他们全都死了 小娟满脸惨白 就算是八阶妖兽 也不会光瓶威压 就把花种全都压死吧 九阶 九阶妖兽 要是黑风光 就在天空中聚拢就算了 要它乱跑的话 我终于知道那静咒 是要干什么了 灵犬一说 灵御盘也明白了 老姐 你这下害死大家了 静咒 被你用乌星术 弄开了个口子 静咒压制不住了 那妖兽就要冒出来了 那静咒师呢 他应该就在附近吧 妖万一不在呢 所有人都打了个寒战 不好 就看那黑木崖外的妖兽 正在飞野式的 朝这里跑 小刀猛然想起了什么 长生山脉 你们知道长生山脉 以前叫什么吗 你说啊 在几百年前 长生山脉 又叫妖兽丛林 是七大妖兽发源地之一 终结之战时 全靠几位大静咒师 用远古咒术 把这里封印 才几百年来 没有大的寿灾 林全骂了 从脖子到脚都骂了 林玉盘也不开玩笑了 摸出一样东西 直到空中 啪的一声 那东西碎开 射出一道烟火 化成一只凤凰的模样 南帝城中 还在迎着朝阳 准备换班的城卫队 全都惊醒过来 总指挥官 不好 城主给冷黄的玉井烟火 发出来了 第87章 群魔乱舞 城中所有的大佬 全都跑到了城墙上 上次的二阶兽巢 对他们来说 就像是一场玩笑 可眼前那久久 未能散去的烟火 却像一块巨石 压在他们的心头 你确定城主给他的 灭顶之灾才会用 我还有心思骗猪 赶紧把各家冒险团 都带过来吧 能用得上的人都带上 不应该吧 寿巢过后 正常来说 都会有一段安宁气 我的老天爷啊 你们还不信城主吗 我们是信不过那冷黄 谁也没见过他 他那只冒险团 也独立性太强 一直都在地下活动 叶一千冷声道 我知道他是谁 他是林长江的女儿 林全的姐姐 不在老夫之下的 六阶玉寿师 所有人都转头看他 满脸震惊 什么 他是当年那个学院 都不肯进的A级天才 林玉盘 是他 他的话能做得了准 那你们看那边的黑云 是怎么回事 那盘旋在空中的黑雾 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古怪 那也 不对 怎么会有那么多妖兽 二阶 三阶 四阶都有 从流沙河方向 无数的妖兽夺命而逃 哪还管得上什么 寝客间连河中间都挤满了 不少妖兽未接低的 跑得慢的 都被后面的妖兽猜死了 飞行系的妖兽 更是以更快的速度 朝南地城扑来 驾炮 驾弓 把仓库里的导弹拿出来 总指挥官大声喊道 他都快要发疯了 太多了 实在是太多了 多到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仿佛所有营交山 长生山脉里 所有的妖兽都跑出来了 这哪里是小小的南地城 能挡得了的 眼看几只飞得快的妖兽 已冲了过来 一条人影提着长刀冲到空中 一刀就将那两头四阶妖兽 暗火飞鸟击落在地 叶老四 我们叶家能站的都来了 你们周家 杨家的人呢 我马上让他们过来 周老爷子沉声道 今时不同往日 这可是整座城池 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了 老院长 你还不去城墙那吗 城里锦铃大座 送老院长去豪整以侠在那泡茶 严德法都急得跟老婆 要跟人跑了一样 急有何用 挡也挡不住的 严德法惊道 挡不住 那来的是什么未接的妖兽 等到了便知了 你把学生都集中 带他们从南门走 去都城太武地府 什么 要弃城吗 这也太夸张了吧 那老院长您呢 我去打开 藏在地下的诱饵禁咒 诱饵禁咒 欺负学院也乱成一团 欺负院长却在动员全校师生 集体去城墙上 协助城卫队 消息传来了 是高阶妖兽 你们呢 都没什么本事 但是呢 这是我们学院最荣耀的时刻 我们在学院学习 是为了什么 就是要保护城里的百姓 保护家人 这次 就算死 我们也不要 死在城墙上 好 台下发出如雷的叫声 所有的学生 都冲向了城墙 太多了 老姐 灵泉退到了公墓一线 小火喷都来不及了 地上都是烧成灰烬的 妖兽尸体 凤凤野泪的气喘吁吁的 哪还有那平日里的精神头 更要命的是 两头神兽都受伤了 还都喝了太多的增幅药水 还没缓过进来 叶小蝶背靠着他 数十只七彩迷魂蝶 已经阵亡了一半 他心疼得要命 阿红的毛也快刺光了 成了个光秃秃眉毛的锤耳兔 妖兽却像是永远杀不光一样 海陆空到处都是 地上光是群聚类的妖兽 都有七八种 灵泉连数据框都没时间看 管他是什么 先杀了再说 多也要挡着 让城里有反应的时间 我让大壮过去通知城里了 要是城主不在 守不住城 必须把人都转移出去 那要往哪里走 往南 去都城 去太武地府 可是 数十万的城民 要挡多久啊 八个小时 小绝一声娇和 无数的花瓣飞扬起来 每一朵都带着血 在他四周数十米的地方 刺杀着妖兽 你要挺不住的话 你就先回城 草 小绝姐 你敢小看我 灵泉猛地往前一扑 一拳打碎一头妖兽的脑袋 咔的一下 又搅住一头妖兽的脑子 定 感知到宿主 进入生死攸关时期 身体技能临时提升百倍 定 感知到宿主 进入生死攸关时期 防御力临时提升百倍 定 感知到宿主 进入生死攸关时期 攻击力临时提升百倍 定 感知到宿主 进入生死攸关时期 绑定序号一生物 开始进化 定 感知到宿主 进入生死攸关时期 绑定序号一生物翅膀进化 小伙的翅膀 陡然增大一倍 一扇之下 就能击飞数百只妖兽 定 感知到宿主 进入生死攸关时期 绑定序号一生物爪子进化 小伙伸出利爪 在地上一抓 就留下一道一米宽 数米长的爪痕 定 感知到宿主 进入生死攸关时期 绑定序号一生物口腔进化 小伙喷出的火焰 猛然强大了数倍 一道烈焰喷剑 就杀死上千头的三阶妖兽 定 感知到宿主 进入生死攸关时期 绑定序号一生物毒性进化 小伙的火焰 竟还带着一丝悠悠绿光 就是烧不死 也能将妖兽毒死 定 感知到宿主 进入生死攸关时期 绑定序号一生物皮毛进化 小伙身上的皮毛 更增加了数层 防御力直线上升 定 感知到宿主 进入生死攸关时期 绑定序号一生物 绑定序号二生物 恢复全部体力 修复所有伤势 灵犬感受到了 从身体里渊渊不绝 涌上来的强大力量 他冲向一头三阶妖兽 一声狂喝 一拳竟将那妖兽的眼珠子打爆 大姐 灵犬好强啊 小娟注意到后 就惊喜地说 灵浴盘却在微微皱眉 这小子 还能在战斗中成长 灵犬一脚将头四阶妖兽 赤红四角兽踹翻 就心想着 小伙已经所有部位 全都进化到三阶地步了吧 离境阶就还有一步之遥了 哄 灵犬听到一声巨响 就抬头看着一头数十米高的巨兽 出现在眼前 他还长着两颗脑袋 浑身是毛 在那拍打着胸口 亥然就是五阶妖兽双手兴亡 第八十八章 圣阶妖兽 双手兴亡 种类 类人足 等级 五阶 战斗力 二十万零三千二百十八 战斗技能 锤胸顿足 双手拍头 疯狂啃咬 战斗适应性 陆地加持症百分之五百六十九 潜力 五 干 灵犬一阵急退 摸出增幅药水 扔给叶小蝶 还能喝吗 让迷魂蝶喝 叫他们开出一条道 被七彩迷魂蝶 迷住在那原地打转的妖兽也不少 灵犬没蠢到跟双手心 网硬碰硬 小伙和凤凤的伤就是好了 增幅药水 也不能再喝了 只能先退到淋浴盘那边再说 老姐 喊个屁啊 小青 七彩迷魂蝶 喝下增幅药水后 往前开道 灵犬就和叶小蝶 快速地跑到淋浴盘身后 青蛇也随之一声冷笑 灵犬 你还要我帮你 青姐最好了 从小看着我长大的 还能不帮我 回头我给青姐找条公蛇配一配 我配 油嘴滑舌的 青蛇回头就喷出一团氢气 挡着街倒低不起 那双手心亡静也不退 估计是被黑雾下的没法退了 冲上前就要掐住青蛇的身子 扯成两半 青蛇冷冷地张开嘴 就直接咬往一颗双手心亡的脑袋 直接就喷成了绿色的 不等那双手心亡掐住他身子 他又是一咬 就瞧双手心亡瞬间毙命 两颗脑袋 一个还是绿的 一个滚在地上 灵犬冲上去 就割开他后背 摸出一颗橙色的金盒 大姐 她动作好娴熟啊 小娟笑嘻嘻地说 老虎一剑 劈倒一头四接妖兽 也顺手取走金盒 还不是跟大姐学的 你再说一句 林玉盘瞪了眼 老虎就吓得赶紧跑开了 灵犬回头看着不远处 把泥丘不停滞出的湖水 心说 泥丘那么多吗 这家伙兼职 是干女主播的 可她是个男的啊 灵犬 叶小蝶突然尖叫 她脚边突然多了一群的 闪着绿光的甲虫 阿虹已经快没力气了 增幅药水也喝过了 只能靠耳朵去拍打地面 可不管什么用 那些绿甲虫 还是在不停地 爬向叶小蝶的脚 有几只已经上了小腿了 灵犬冲上来 抱着她的腿就扒了 守在她小腿上来回地滑 够了 没了 你还摸 你没注意吗 他们的口腔有毒液 沾了不少在腿上了 哪里 上面点 灵犬把叶小蝶的斗篷都掀开了 钻进斗篷里就说 你骗我 叶小蝶半晌才发现不对劲 生气地将灵犬推开 好了 没事了 灵犬递给她一颗解毒丸 又将她抱住 你干什么 小火 灵犬一喊 小火飞过来 她就将叶小蝶和阿虹 扔到她背上 送她去都城 我不要 灵犬 你发什么疯 我不要走 小火飞快地上了天空 那群七彩迷魂蝶也跟了上去 走 灵犬一脚踹飞一头暗黑犀牛 一拳打倒 一只披甲斑马 却不想 被一头四接妖兽枪 野猪撞中 抹掉嘴边的血 灵犬回头 就抓住枪野猪的长脚 一下斑断 八个小时是吧 老子顶得住 总指挥官拎着大壮的衣领 吼道 全城撤退 你发疯了吗 城主不在是吧 那就由你做主 你快下命令 要不然 死的人都要算在你头上 你一个小小的格斗武师 也敢 大壮冷眼一走 那说话的大佬就被气势压住 你们还没注意到吗 那些妖兽不是要攻击城池 是要逃跑 那空中的妖兽也都在逃跑 地上的也是 都在躲着那团黑雾 大壮朝城外远处指去 黑雾越来越快了 越来越靠近南地城 你们要想活命 就带着家人逃吧 我们算过了 只有八个小时的时间 大壮将总指挥官的手拍开 冷声道 要不然都留下来等死 看着大壮走下城楼 叶一千当即立断 老四 你却将家里人都带走 全部退往都城 叶老板 不是吧 真要跑 我们的家当 可都在城里啊 就是啊 这可是几百年积攒下来的 这一跑 可全都毁了 叶一千冷着脸说 你们没听到那小子说的话吗 要钱还是要命 命都没了 有钱还有个屁用 那 那他们挡得住吗 八个小时 总指挥官 你看呢 总指挥官在那咬着牙 犹豫了半晌 还没来得及下令 城中的警铃声音突然高了八度 又急又醋 全城大撤退 马掌柜翻开眼皮子 朝刘哥打了个手势 走吧 他摸出个袖着金鱼的收纳袋 手一晃 店里的东西都装了进去 和刘哥走到街上 在一招手 一头辉语雷鹤停在身前 两人跨上去 快速地离城而去 数百只金翅雷鸣青嘴鸟 开始在各所学校的操场上停下 操纵着他们的城卫队御寿师 在那等候着 有资格上去撤退的城民 一些闲散御寿师 则带着家人和各自的神兽 潮水般地冲向城门 朝都城逃去 更多的 则是挤上了装甲车 在城卫队的指挥下 拼命地逃离 太累了 林拳浑身是伤 活血声积粉都买不起了 再强大的防御力 也挡不住无数妖兽的风声冲击 飞行系还好 可以不管 他们也没闲工夫管城里的人 可陆地系的妖兽 往城里退的话 就是踩 也能踩死不少人啊 退得差不多了 大壮回来了 落下来 就挥舞着巨斧加入战斗 那我们也 天哪 小娟嘴张德大大的 看着数十米外的黑雾 雾中是一个模糊的影子 有上百米高 浑身满是金色的长毛 模样却像是一头棕雄 只是 他身上都闪着一层薄薄的光 圣 圣街 圣街妖兽 圣光 小娟说着 就被林泉用力一拽 就看他原来站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数米深的大坑 快走 不要打了 林泉大喊一声 就一把 将他斜在胳膊里 跳上青蛇的后背 飞速地朝南地城方向逃去 第89章 入城救人 总指挥官瞧着 欺负学院剩下的几名教官 心如刀割一样 学生都死光了 那可都是好苗子 送老头他 他竟然没过来 欺负院长 一口鲜血喷在地上 再也没醒过来 几位教官悲愤地抱着他的遗体 也下城走了 所有的炮弹都用光了 连导弹都一颗不剩 城外变成了一片 坑坑洼洼的废墟 数不清的妖兽 却还是冲进了城里 他们没有心思坐见城里的百姓 撞毁了挡路的城墙和房屋 就一路 从北门冲出南门 冲过南地城而去 残余不多的城民 还是不时传出惨叫声 总指挥官 却连洞都动弹不了 一头寒冰灵蛇 已经将他冻住 一口咬碎了他的脑袋 但他极快地就被青蛇一围打飞 被灵犬追上去 夺了金河 你还想救人 老虎看灵犬落下时 一个折冲 没有冲向青蛇 而是冲向被砖瓦 压住的一个妇人时 冷冰冰地说 他至少还想救人 小娟想到被灵犬救下时 就一挥手 几朵茶花飞了过去 撑住被灵犬抬起的石棉瓦 阿姨没事吧 我胸口好痛 你别管我了 你们快走吧 灵犬明知救不了他 可要把他放下不管 又实在不忍心 灵哥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灵犬惊喜地看着冲过来的张大力 一拳打在他胸上 你还没走 哎哟 灵哥这力道又重了 看来小蝶没少受折磨啊 别废话 你的人呢 都在快火灵 马上就要撤退了 把阿姨也带上 老点 点位背着个老阿婆 跑过来就提起那夫人 快火灵还有多远 就还有一百多米 哎 灵哥 你波路都不认了吧 打昏头了 灵浴盘朝灵犬点点头 打了个手势 带着冷黄的人先走了 城里还有多少人 没来得及走的 除了我们快火灵的人外 还有几百人吧 都是白身 精神力测试没过关的 他们没资格跟城卫队撤退 灵犬不由地怒道 白身就不是人了 他们做得出来 谁让活在这个世界呢 快火灵的楼下 摆着十多辆防弹装甲车 外面围了一圈的黑眼圈白熊 灵犬把人抱上去 就看四周能救的都救了 再远也无能为力了 到底城外是什么妖兽 灵哥你从城外回来 应该知道吧 圣街妖兽 我擦 张大力拍了下大腿 吃惊地道 点位也惊了 圣街妖兽 怎么会冒出来的 灵犬也不好说是 禁州破坏的事 就说长生山脉原来是七大妖兽 发源地之一的妖兽丛林 我估计是有漏网之鱼 从地下冒出来的 张大力点头道 咱也琢磨是这个礼 要不咋会冒出圣街妖兽 这也太违背天理了吧 灵犬不想谈这个 你们没遇见四街以上的妖兽 三街都没遇上 我们下来晚 就见到些二街的 都不够看的 灵犬一想 那三四五街的都跑得快 二街一街的跑得慢 就落在后面了 停车 张大力突然喊道 那有几个小孩 你们快去把人救了 就见防弹装甲车 左边的一家奶茶店里 几个初中生 被一头四眼红狼围在里面 他们用桌椅挡着 那四眼红狼 又是一街妖兽 一时进也冲不过去 灵犬不等张大力的人出手 他跳下车 就冲上前 将四眼红狼脖子扭断 让那些初中生快出来 你们家里人呢 都 都来不及回家 才在成都就听到警铃 我们就打算买杯奶茶再走 就有好多妖兽冲上了街道 我们也不敢走 就躲在奶茶店里 家里 家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一个女生说着 哇的大哭 上车再说吧 张大力也下来安慰 还犹豫了一下 把喵喵也递给了他们 看着喵喵冒出来的淘心泡泡 他们才破涕为笑 林犬也没空回家拿东西 家里也没什么好带的 就可惜了那些藏品了 想再收集可就难了 可都是几百年前 上千年前的老艺术家啊 由于是最后一拨人了 从城里到城外 路都没堵 就是到城外时 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倒塌声 猜想是城墙塌了 心就一紧 南地城也几百年了呀 说毁就毁了 南方八大城 就还剩下七座了 有人在车上感慨地说 城主要是在的话 也许能就得了我们 就得了 就算赵友芳是九阶玉兽师 他也不能带圣街神兽 照样没戏 九阶网上圣 神 仙 每阶分九段 从九阶到圣街 比登天还难 那些妖兽 可都是桀骜不驯的家伙 没那么容易收服的 林泉想着 才感到全身都在痛 不光是肌肉 还有好多处 都是贯穿伤 问点位要了些药 先擦上再说了 回头到了都城 卖掉收纳袋里的几百枚金盒 也就有钱去系统里 买活血生积散了 想着 林泉闭上了眼 打算先睡一觉 东北商会的车队 稳健地行驶在公路上 从南地城出来 没多久就追上了大部队 几十万的城民 至少有一半 都是坐着城卫队的装甲车 不过跟车队一比 就逊色不少 不说那坐在车顶的黑眼圈白熊 就车身上的长须人身座的标记 也提醒着人们 车队的来历 但中还是因为道路狭窄 也无法开得太快 林泉醒来时 发现才开出了四百公里 离都城还有两百公里 听成卫队的消息 那圣街妖兽 把南地城砸碎了 之后 他就往东北方走了 有些人掉转头开回去了 有的在路上的小城投奔亲近 现在才稍微能快一些 张大力给林泉倒了杯热茶 我睡了多久 十个小时了 我的林哥 哼 林泉揉揉肩膀 睡太久 这肩膀都酸了 好在伤好了些 就是还没完全愈合 点味的疗伤药 比系统的差多了 怎么停下来了 张大力喊道 少爷 前面有接到的 第九十章 三个接到的少年 哦哼 老子的车队也敢抢 没王法了 张大力掀起斗篷 露出毛茸茸的大腿 抱着喵喵就下了车 林哥 一起去看看 哪个王八蛋没长眼 走到最前头 已经有几辆车被挡下来了 都是些普通老百姓的私家车 陈卫队的车都没碰 就瞧见三个少年在那站着 一个撞得跟头牛似的 长得也跟头牛似的 手扛着跟加粗 加大加长的棒锤 一个矮了那么十多公分 瘦长精灵的样子 脚边还趴着 只跟狗差不多大的巨型螳螂 另一个则是个 在抠鼻孔的小女孩 看模样就出二出三 背上则趴着个 只有一只眼的猴 两名御寿师 一名格斗舞师 瞎眼了吗 东北商会的车也敢挡 张大力上来就骂 那瘦子就呸到 东北商会有个屁用 这是南方 你们的招牌不好使 赶紧的把东西留下 人可以随便过去 哟 看你毛眉长齐 还牛叉哄哄的 你家大人呢 让你家大人出来说话 没大人 就我们兄妹仨 你个死胖子 还想跟我们讲书 我们拉风团不讲书 只要钱 老点 你看怎么着 张大力黑黑的笑 叫过点位 是你亲自动手 还是我让兄弟们群殴他们 点位咧嘴一笑 就这几个没断奶的孩子 还要群殴 那伤了怎么办 还是我亲自动手好了 林哥 那你就看着吧 老点他在城里没机会动手 憋出内伤了 这会让他露一手 把这几个熊孩子赶开 我们好继续上路 林全没意见 点位就走到那三个少年身前 招手道 来吧 一起上 还是一个个的挨打 就你 瘦子冷笑道 瞧不起我们是吧 老铁 给我弄他 高个子一声怒吼 跟头牛似的冲上来 举起棒锤 就往下一击 张大力还看不出什么东西 就吃笑着跟林全说 林哥 就这种货色 不用老点 老张我上去 都是一巴掌拍飞 林全却注意到不对 那老铁有点东西 他这棒锤下来时 明显点位的身子 实质了一下 好 点位用尽全力 才把短脊抽出来 双手举起一挡 光 棒锤竟把短脊 直接砸弯了 点位单膝跪地 一副吃力的样子 张大力心头一跳 靠 老点不会吧 继续来啊 瘦子笑了 朝着老铁就喊 给我把这嚣张的家伙砸翻 棒锤又砸下来 这次点位连挡都不敢挡 翻身一跳 才勉强避开 就见那棒锤落在地面 好好的公路 竟被砸出一个磨盘大的洞 来人 把他们围上 张大力一看不对路 连忙将仆从都叫了过来 就看带着黑眼圈 白熊二阶玉兽师 在外面围了整整一圈 那瘦子却连怕都不带怕的 嘴角弯得跟星月一样 那小女孩更是不时地 拿着切碎的苹果 去喂独眼猴子 扎手啊 张大力虽说大大咧咧的 可从小跟着父亲走向闯北 厉害角色见得多了 一下就知道不好 大力 先看老点的吧 实在不行 不还有我吗 林泉这一说 张大力才松了口气 怕个鸟 不还有林泉在吗 点位和老铁继续交手 这次点位收起了轻视之心 也深知老铁有古怪 说不定修的体数 是极其空间的空间系 能让对手反应迟缓 就拉开了些距离 一掌接一掌地拍出寒气 哥 这东北商会有点东西啊 那阿叔居然有四阶格斗武师的水平 老铁不会失手吧 放心吧小妹 老铁还没出大招呢 瘦子信心十足 老铁还没失过手 等老铁渐渐靠上来 点位突然手往后一收 再伸到前面 一团火花爆炸 不好 瘦子大叫一声 这阿叔居然左手修的寒霜 右手修的是热火 双重体数 老铁一下没估算好 被火花炸得满头冒烟 点位跟过去 就一几次向他胸口 猎人斩 一道旋风劈向点位左侧 令他不得不放弃攻击老铁 回首一击 短脊被直接切成两半 跌落在地 那巨型螳螂冲了过来 是铁壁蟑螂 四接妖兽 刚还没看清 张大力脸一沉 狗日的 还敢裙殴 他都忘了点位刚才说的 让那些少年一起上 铁壁蟑螂一过来 就挥动着镰刀 如海浪般 一层又一层地击打着点位 点位一开始没留神 被偷袭了 想要搬回局面 谈何容易 还有缓过气来的老铁 在一边虎视眈眈的 让他不得不分出一些心神去留意 接连击溃几道猎人斩后 点位身前的刀芒 突然一分为二 他神色大变 眼看要被击中 碰 灵拳飞身向前 将他往旁边一拽 才堪堪躲过 紧跟着 就把他往张大力那一推 去保护大力 我来对付他们 换人了 照样得死 兽子冷笑一声 就神色一变 灵拳不顾追着他身子来的猎人斩 冲着他就跑过来 小妹 灵拳速度实在太快了 铁壁螳螂想要回身去就也来不及 兽子指得大喊一声 小女孩就一抖肩膀 独眼猴子跳在空中 那只眼睛里 爆射出一道火光 冲着灵拳的后背射来 灵拳根本就不理那道火花 直接硬扛下来 背后连火花都没冒一点 人就冲到了兽子的身前 将他脑袋一掐 停不停手 看那铁壁螳螂还想过来救人 灵拳手微微用力 兽子连忙大叫 都停手 停手 铁壁螳螂 老铁 小女孩和独眼猴子 都站在原地不动了 那就好 都跟我过来吧 灵拳手一松 推着兽子就说 小女孩一脸佩服地说 阿淑你好厉害啊 连猴子的聚光眼都不怕 谁是你说 叫哥 老子才十八 灵拳没好气地 掐了下小女孩的脸蛋 第九十一章 求求你 收我为徒 三人被带到张大力的车队前 在那搭拉着脑袋 气泄急了 灵拳问什么 他们就说什么 没多久就知道 他们是哪来的了 那兽子叫周紫月 是附近周家度的少年 一侧B 二侧A 是附近少见的天才 可惜没钱交学费 就去不了城里学玉兽术 只能在家上网自学 今年才十六岁 按正常来说 正好是进玉兽学院的年纪 那小女孩叫周紫月 是他亲妹妹 比他小十岁 天赋比他还强 一侧就是A 倒有人可怜他 想收养他 家里自然不会同意 也就跟他哥一样 成了野路子玉兽师 至于那老铁 大名叫铁心男 是周家度的一个小区保安的儿子 修炼体术 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也没上过学 就从小跟他们玩在一起 今年也跟周紫月一样 十六岁 你科么十六 说你三十六度有人信 张大力琢磨着铁心男 这长相 也太显老了吧 活生生就是个天天日晒 雨林甘苦力的出身啊 嘿嘿 铁心男就在那傻笑 靠 脑子也不好使 你那体术修的是空间系的 他修个屁的空间系 他修的是磁力 能把人定住零点几秒 周紫月 还是一副不服输的样子 你俩带着四阶神兽 在这一带收获不小吧 林拳一说 周紫月兄妹 就睁得眼睛直了 你们本身的精神力还不够强 不然你们的神兽 早就有机会升到五阶了吧 你 你怎么知道的 周紫月快跳起来了 这特么神了 我呢 也不吹牛 我就一眼看出来了 独眼神猴 种类 类人足 等级 四阶 五阶神兽进度95% 变异 无 战斗力 8828 战斗技能 聚光眼 无情透视 战斗适应性 树林加持症433% 可进化部位 爪子 眼睛 潜力 七阶 忠诚度 88% 培育次数 5 铁壁螳螂 种类 虫族 等级 四阶 五阶神兽进度98% 变异 5 战斗力 9828 战斗技能 猎人斩 交叉旋风斩 战斗适应性 树林加持症483% 可进化部位 前臂 背部 忠诚度 92% 潜力 七阶 培育次数 5 太神了 阿叔 叫我哥 林全揉着周子鱼的脑袋 黑着脸说 我有那么老吗 阿叔 哥 哎 我有哥呀 周子鱼的脑袋 也不大好使的样子 林全就有点牙疼 你们想不想提升精神力 提升自己的境界 孙子才不想 可我们都是野鹿子 没有人叫啊 张大力一拍林全的肩膀就说 少年们 这就是名师啊 只露明灯啊 你们住的篇不知道吧 我这位林哥 可是南地城的天才预售师 带龙的 哇 龙啊 周子鱼眼睛冒光了 抱着林全的腿 就撒娇 阿哥 哥哥 你的龙呢 让我瞧瞧行吗 你年纪还小 不要瞧龙瞧蛇的 等你长大了 我再让你看 林全说的他一脸猛 周子鱼脑子反应快 顿时跪下去就磕头 求大哥收我为徒 子鱼 你也快跪下 周子鱼不明白 哥哥为什么要叫他跪 但他从小就听哥哥的话 周家兄妹一跪 铁心男也跟着跪 也不管林全答不答应 咚咚咚的磕得地 都快要裂开了 都起来吧 这光磕头 也不行 得进茶 算了 林哥 要不就收了他们吧 林全琢磨了话 想到系统中的一些东西 才点头说 那就收吧 你们以后就跟着我 谢谢师傅 周子鱼开心地拍起小手 紧紧地 拉着林全的衣角不放 周子鱼也神清气爽地挺起胸膛 从今天起 也是有老师的人了 铁心男还在那憨笑 一看就是属于大脑发育迟缓的一类 林全先弄了个精神测试面板 让周家兄妹都测测 都是A 林哥 姐姐的面板 三接 跟我想的一样 他俩都是三接玉寿师 那不是比我还强 林全翻了个白眼 你特别一接好吧 二接班都是走后门上的 抢了多少东西 没多少 就看车队老往这边走 才从家里跑出来的 周子鱼把抢来的财物拿出来 张大力就想笑 我说你们也不挑挑 这都是些什么破烂 你说 你抢存折有用吗 得抢金子 还有 脸盆也抢 家里脸盆被老铁砸了的洞 不得换个新的 那这拖把呢 你家拖把也坏了 真就坏了 林全在那些财物里翻了翻 找到块冒险团的徽章 上面 是一把剑和一朵山茶花 看到茶花就想起小娟 他们应该没事吧 是青茶冒险团的徽章 他们是铜牌冒险团 张大力瞥了眼就说 你家里人呢 我爸妈前几年死了 就我兄妹俩相依为命 老铁也差不多 那要回家拿东西吗 不拿东西 就跟我们走吧 随身的东西 都在收纳袋里 没什么好拿的 林全就让他们都上车 车队继续前行 张大力看起得慌 让几个人去另外一辆车上 林全就注意 有几辆车不光全封闭 连驾驶室都贴着黑膜 搞什么呢 林哥 那都是快活林里的妞儿 有些是一族 不能让人看见了 哎 上次你不说喜欢这口吗 等到都城了 我就让他们伺候你 那多不好意思 狐狸人 哟 还有上次林哥提的猫儿娘 张大力几眉弄脸的比划着 周紫瑜就傻傻地问 什么是猫儿娘啊 小妹 你别问 周紫瑜也连忙捂住她耳朵 张大力小声说 我还让她换了女仆装 都城那也有快活林 我们到时候就 少爷 一个张家的仆人跑过来喊 又有什么事 又有劫道的 你们赶紧解决了 继续赶路 不是 前面有都城的雨林军过来传信 说是从南地城过来的车队 不许进都城 都要转到去鬼门镇 鬼门镇 那得往东南走了 都城那边是什么意思 第九十二章 鬼门镇有脏东西 林全还算好 实在不行 他就带着周紫瑜 他们走过去 就是了 张大力这么多的家当 可没办法逃过雨林军的耳目 你跟那边的刘统领问过了吗 他跟我们商会 一向有生意来往 问过了 刘统领说是宫里 直接下的命令 谁都不能破例 连好些大家族都被挡住了 靠 张大力顿时没了脾气 除了首脑了 南方八成 就那位在宫中的老头说算管用 我看好些家族 都掉头去鬼门镇了 我们也先过去看看吧 点位跑出去打探了一番 回来就见一道 先过去 实在不行再说吧 张大力还是不爽 林哥 你说 这特么叫什么事 就算不能进城 都城南边那几十公里的空地 还不能住人了 我知道的屁啊 老子又不是那老东西 林泉对那老家伙也很不满 圣街妖兽毁了南地城 都城就离了六百公里远 城中那些长老会的人 连屁都没放一个 按理说 就也来得及啊 又不是没有圣街御寿师 谁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林师 鬼门镇面积很大 叫镇 其实是座城 就是 周子月挠挠头说 那地方住的人很少 怎么说 那地方有脏东西 人少就没有还卫工 地价便宜吧 要不过去炒个地皮 林泉佩服地看着张大力 这还炒地皮 一听就是个鬼城啊 林哥 这没见几十万人 都要过去住吗 就是鬼城 地价 也得蹭蹭地涨啊 老点 你赶紧的 先去一步 拿着钱能买多少地买多少 房子也一样 都给我收了 点位开着辆摩托车就走了 要说经商头脑 林泉还真不如张大力 这就眼见翻几倍的买卖啊 林哥 要不如个谷 我没钱 我特么穷得连奶茶都买不起了 林泉也懒得管他 看他在那算账 就问周紫月 怎么个脏法 一到晚上 鬼门阵就没人上街了 什么夜市啊 烧烤他啊 都没 说是入夜就有夜叉寻夜 看见人就逮 特别是女的 抓走就没影了 从来都找不回来 一百多年都这样 林泉就愣了 靠 这夜叉还是个工的 专门喜欢挑女的 男的也抓啊 主要是女的吧 到晚上谁也不敢出门 就没预售使馆吗 都城派人过去查过 也查不出原因啊 最后不了了之了 白天都没事 大家就习惯了 太阳一落山 就赶紧回家 就是没夜生活了啊 张大力问道 没胆大的吗 有啊 胆大的都不见了 林哥 这是玄乎啊 要说这人被抓走没什么 发现尸体也好办吧 按这小子说的 这一两百年 少说也得抓了好几百人吧 得上千人了 靠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不会拿回去煮了吃了吧 林全挟他一眼 你胃口好 哎 不是 林哥 这我不吃人 不代表别人不吃啊 妖兽不喜欢吃人吗 有些异族也好这口啊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林全暗暗点头 或许真就是什么异族吧 鬼门镇人口不超过十万 城墙高达五丈 比南地城 那是大大不如 可城中宽敞 住个五六十万人 还是没问题的 可从入城后街道上的房屋来看 超过四层的都没有 乃向南地城 几十层高的比比皆是 鬼门镇多数 就是带院子的平房 点位先行一步 买下了一整条街 防弹装甲车就过来 把人都安排进去住了 马上就有城卫队的人过来登记 每人给递上一块卡片 证明身份 还请张大力和林泉下午的时候 去市政厅开会 开什么会 就是城主找大家过去聊聊 张绍和林师都是有身份的 算是南地城来的代表吧 林泉让周紫月他们 也住在一个院子里 院里还有张大力 点位就住在隔壁 林哥 要不要去看看孟儿娘 我让她换好衣服洗干净了 喷香的呀 卧槽 服务到位啊 林哥 我们兄弟俩谁跟谁啊 逃难归逃难 得先把林哥你照顾好啊 明天再说 我得去街上走一趟 一毛钱都没了 林泉得先卖几颗金盒再说 她把周紫月也给带上了 到外面 问了材料商店的地址 一听就隔了三条街 急忙就走过去 张师叔为人好龌龊啊 她呀 人挺好的 就是生意人嘛 林泉不想把金盒卖给张大力 买了房后 张大力估计也没余钱了 材料商店的门口 挂着马家的招牌 林泉就愣了一下 才推门进去 一个留着胡子的中年人 在那擦着一根妖兽骨头 来买东西 还是卖东西的 卖金盒 中年人这才抬头 哪种妖兽的 两颗都是四街妖兽 黑牙猛犬和双冷雪鸽 林泉将金盒放在桌上 看那骨头都快盘出光泽了 也猜不出是哪种妖兽的 就看出是根禁骨 估计身高得超过四米了 橙色还行 一颗五百万 林泉心想 真够黑的呀 比南地城的马家还黑 但急着用钱 也没心思还价 那就一千万吧 账号 林泉瞧着余额上的几个灵 才终于有了底气 要不打起来 连活血声积伞都买不起 你们是从南地城过来的吧 那些妖兽身上得到的金盒 对 我在南地城 也经常跟马家做生意 哦 那也是我们的分店 总店在都城 没听马掌柜提过呀 也不知他和刘哥怎样了 逃没逃出来 别怪老夫多嘴 提醒你们一句 天一黑就别出门 到时会有脏东西 又是脏东西 林泉笑着接受了中年人的好意 听见了吧 林师 真有脏东西 那就怕了 你跟着我就别怕这种事 周紫月接过林泉 扔给他的营养液 给你拿铁壁糖尔喝吧 一瓶管他半个月不饿 林泉说着 就看太阳偏西 天要黑了 鬼门阵里 立刻响起了警笛 第九十三章 脏东西出来了 大喇叭在那重复不停的循环播放 还有半小时天 就黑了 所有人必须回家 特别是南地城的难民 谁要在外停留 出了任何事 市政厅不负责任何责任 林泉砸巴着嘴 在旁边的蛋糕铺 买了一盒绿豆酥 才带着周紫月回去 张大力也回来了 幸好林泉你没去 市政厅都是些老头子 七嘴八舌的 也没弹出个东西 就老想着要房 人家这里哪有那么多空房 我就建设他们跟我买 他们还说我抢钱 靠 林泉路上就见到好些在街边搭帐篷的 还有南地城的城卫队 跟这边的城卫队差点干起来了 咋回事呢 还不是仗着人多 连城房都想接管 这是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 上来就越祖带袍 纠战雀巢 总指挥官也在 听说死了 在城墙那就死了 现在的总指挥官 是原来的副总指挥 哎 别说 我还见到叶家的人了 林泉一正 叶一千 叶家老三老四 叶一千不在 还有前掌柜跟周老爷子 其余几个大佬也没见 他们说 咱们老院长带着学生跑得贼快 赶在都城的命令 下达钱就进去了 牛啊 宋老院长 林泉总感觉 他深藏不露 先吃饭吧 都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林泉早闻到饭香了 这就看见个挂着围裙的猫儿娘走出来 提着一口铁锅 他放在火堆上 还冲林泉腼腆的一笑 尾巴就跟着在那摇 这就是我 跟你说的林哥 赶紧陪林哥坐坐 猫儿娘就贴着林泉坐下 周子瑜和铁心男两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周子瑜却想要摸毛尾巴 被周子瑜瞪了眼 才把手缩回去 林哥 多吃点牛肚 林哥 这是快活林的快活酒 多喝点 喝多了才快活 林哥 来 我为你吃块牛舌 林泉都傻了 快活林的服务 要不要这么到位 这简直就是皇帝级的享受啊 你别把尾巴放我身上啊 痒痒呢 猫儿娘看林泉耳朵红了 就痴痴一笑 尾巴才从他怀里滑落 妖精啊 周子瑜看得连菜都没空吃了 等猫儿娘走开 林泉才放开大吃 没想到十分钟后 他又走回来 林哥 我把床挨好了 你什么时候休息 我服侍您洗澡 扑 林泉一口喷得满地都是 张大力连忙擦着脸说 林哥 这是服务不到位吗 我们快活林的女孩 可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 包您满意 这个 不是 我吃饱了 我先出门散散步 消化下食物 不然睡着了容易反胃 林泉擦了把汗 不去看猫儿娘幽怨的眼神 快速走出院子 走了几条街 才猛然想起那脏东西 一看街上 也不是没人啊 南地城的难民 才不管鬼门镇的警告 就当那是个屁 该咋咋地 街边还有一些 从南地城逃出来的小贩 搭起了棚子 架起了锅 架起了烤炉 在那卖着小吃 也没人管他们 反正晚上连城卫队都不会出来 城墙上都没人 何况是大街 老子好不容易跑出来 就想到都城讨生活 谁知被赶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苏洪业那老东西 是活太久 脑子退化了吧 他住在宫里 也就是个领主 当自己是皇上了 你没听人说 苏洪业以前外号叫什么 兽皇 草 畜生皇吧 林泉咧咧嘴 也就在这里 他们敢编排都城领主苏长生 要在都城太武地府 早就被扔进大牢里了 宝石真吃饱了 那茂尔娘喂的可真不少 林泉也就走走看看 没心情买吃的 连走了几条街 还看到不少跟本地人 吵架干架的事 有些南地城的难民 看人家院子里有空房 就想借住 谁理他 这就吵起来闹起来了 白天还有人管 晚上了 人家死活不肯开门 城卫队也不见 就有人翻院子进去 然后干起架来了 林泉在那看热闹 看打得太凶了 想要上去隔开人 就听到远处有人大叫 出事了 真有脏东西啊 快跑啊 切 吓唬谁呢 当老子是吓大的 狗屁脏东西 有本事送我来啊 林泉就看着几个人跑过来 然后就在他眼前 突然消失了 他擦了擦眼睛 确定没看错 就瞬间背脊声寒 这特么有点太诡异了吧 一阵风吹来 空气中都凝结了 不少站在他身旁的人 也都看见了 哇哇大叫 开始乱跑 他就立刻跳到一间房顶 你们这些南地城的狗东西 让你们不守成规 死吧 全都死个干净 那先前干家的鬼门 震人骂了几句 擦着脸上的血 将房门紧紧关上 林泉就眼睁睁地瞧着 一排的小商贩 跟那附近搭帐篷的人 全都消失不见 整条街不到两分钟 有原来的热热闹闹 便成了寂静无声 他都弄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 脸都白了 但似乎那脏东西 不会上房 只会朝着地面的活物攻击 不要啊 我的老天爷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一些闲散的玉兽师 将神兽放出来 却一点用都没有 神兽也不知道要对付谁 格斗武师 更是乱挥着拳头 都打在空气里 恐惧如温一般 随着南地城难民的呼救声 惨叫声 在四周蔓延开 不少人都不管不顾地 冲进了鬼门镇居民的院子里 踹开房门躲了进去 更多的人 却翘无声息地 被脏东西带走了 噓 林全回头看向靠过来的人 做了个手势就问 不会上房 你别出声 那人点点头 就朝远处招手 一个倩影也爬了上来 林全 嗯 小声点 来的一前一后 两人是墨千手和柳真子 看上去伤都好得七七八八了 就是在林全眼中 有点废才帮不上忙 神兽都废了的御兽师 不如拿刀地混混 那脏东西 是要一路扫荡 把所有人都带走吗 估计是 柳师姐你瞧 这街上大约有一两万人吧 已经带走快一万了 咦 周老爷子出手了 第九十四章 老人我也打 哄 整条街都震了起来 周老爷子所带的 刚心铁骨赤尾虎 在那用力地 用尾部击打着地面 每一下就让大地开裂 刚心铁骨赤尾虎 种类 猫科 等级 五阶 六阶神兽进度13% 变异 无 战斗力 288858 战斗技能 钢铁之躯 赤虹烈焰 一尾基石 战斗适应性 平地加持症532% 可进化部位 爪子 四肢 尾部 潜力 六阶 忠诚度 78% 培育次数 三 到底是周家的老大 带的神兽 都是三次培育五阶的 就是 这打在空气里 有个屁用啊 周老爷子虚发皆张 怒不可遏 眼看周家的营地 已经被吞掉了数十口人 他却无法阻止 一种有力无处时的感觉 让他快要憋死了 但这乱拍乱打 还是让那脏东西的速度慢了下来 周家剩下的人 也都跑到了周老爷子身后 可是也只剩下十多口人了 老夫管你是何物 今日敢与老夫为敌 老夫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哄 刚心铁骨赤尾虎尾部一卷 一团烈焰从身上卷向长街的另一边 要是有东西的话 一定会被击中 可是 烈焰一路滚过去 连什么都没碰上 这让周老爷子这等御寿师 都头皮发麻 那脏东西是虚无的 灵犬摇头 虚无这种超变态的技能 不会出现在这里 那要万一呢 灵犬皱眉 柳师姐想太多了吧 不到八阶以上的妖兽 一族 哪来的虚无技能 我还吞噬呢 柳真子哼了声 嘴角一弯 又笑着靠在灵犬身边 哎 你家小蝶呢 我早把她 送到都城去了 那你不走 我办到有事 你八卦什么呀 这女人真够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八卦这种事 真子 莫牵手突然说 我感知到了那东西 你能感知到那脏东西 对 那东西是一族 灵犬猛然想到 莫牵手有契约一族的法子 他对一族的存在 精神感知 可能比他还强 你能知道 是哪一类一族吗 一族的种类 比妖兽还多 不知道 我只能感知到他的方位 那就够了 他现在在哪里 他 他过来了 左边 五米 灵犬一翻身 就一拳轰上去 没想到 一拳打了个空 他二话不说 召唤出凤凤 肉鸡长矛了 莫牵手一愣 就见凤凤一翅膀击出 一个人形的东西 从屋顶摔下去 他要跑了 快追 莫牵手大喊 灵犬就朝他指着的方向 先打开了数据框 叶影人 种类 一族 幽灵系 等级 四阶 变异 无 战斗力 11828 战斗技能 惊吞 战斗适应性 平地加持症634% 生物特性 天生背部生有带囊 能存放数十万人口 以人为口粮 洗食人肉 可净化部位 无 潜力 6阶 培育次数 5 难怪能一路把人弄没了 是把人弄到袋囊里了吧 夜影人 就是夜晚才能隐形了 白天无法隐形 林全终于找到办法能追着夜影人了 那就是不停地读取数据框 只要他在视线里 数据就会浮出来 周老爷子发现了林全 你这小子在干什么 我找到那脏东西了 老爷子跟我来 好 林全追了一段路 就发现夜影人跑得还非常快 他要不奋力奔跑 根本就追不上 周老爷子就差得更多了 只能远远地 让刚心铁骨赤尾虎跟着 墨牵手和柳真子 则早就不见人影了 一路追到城墙边的一座寺庙里 林全就闻到一股臭味 随手扔出一个照明灯 吓得他脸都轻了 寺里全都是尸体 各种人的 手啊脚啊 肠子内脏 墙上地上 连那尊佛像上都是 这就是那夜影人的老巢了吧 夜影人躲在佛像旁 满脸惊骇 连都城派出的圣洁御寿师都找不到我 这家伙是怎么追着我不放的 他那肉鸡也太可怕了吧 一翅膀就把我扇成重伤 不行 我得想办法脱身才是 夜影人悄悄地挪到佛像后 手伸进佛像背后的洞里 要不是为了拿这东西 我就不回来了 直接逃出城外 这次要能逃得掉的话 鬼门真是没法生存了 必须要换一个地方 你还想逃 灵拳一拳打在他脸上 跟上去又是一脚踹中他的腿骨 啊 夜影人一声惨叫 身上冒着一团闪烁不停的荧光 开始慢慢地现行 好 刚心铁骨赤尾虎也追了进来 看见他就冲过来撕咬 灵拳就一踢凤凤 给我拦住他 凤凤插着腰 对着刚心铁骨赤尾虎 就竖起终止 刚心铁骨赤尾虎一脸巨异 夹着尾巴往后躲 你放过我 这是我上百年来收集的宝贝 都给你 你别杀我 灵拳看他手里抓着的是个收纳袋 就匹手夺过 一查看还有密码 就问道 什么密码 139375268 操 试过误后 就听到一声爆喝 周老爷子过来了 还带着他那条兵精灵犬 同样是五阶神兽 一兵一伙 可以啊 就是这个畜生 还留着他干什么 周老爷子 你特别要作死吗 周老爷子顿时大怒 灵犬你这小子 好大的狗胆 敢骂老夫 骂你怎么了 那天我从城里脱身 你特别不还要追着我打吗 今天要不是我 你特别能找到人 你周家全部得完蛋 周老爷子气的呀 兵精灵犬 和刚心铁骨赤尾虎 都在那蹲着 凤凤朝他们指了指 就不屑地昂起脑袋 其实要打 凤凤得要喝了增幅药水 才能收拾他俩 可那种族压制 让他俩一点办法都没有 好 好 我算是成你的情 那这畜生要不要死 你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吗 一族 我呸 是人都知道是一族 哪一类 周老爷子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 我教教你 这叫夜影人 他有个带囊长在背上 今晚吞掉的人都在里面 什么 我不让你杀他 是想让他把人放出来 你根本还给我摆架子 别以为你 年纪大我就得让着你 我告诉你 脾气上来了 老人我也打 第九十五章 还有同伙 夜影人还想讨价还价 立马就被林拳一拳 打得满地找牙 你打死我 他们也要一起死 超过一个小时 他们就活不了了 这次动手的是周老爷子 冰金林拳 将夜影人的双腿都冻住了 极度的寒冷 让他说话都在吐着白气 你想活就把人放出来 要不然 我让你死都死过安宁 周老爷子年轻时 可是个狠角色 此时为了救族人 也顾不得许多了 哼 你杀我 那就让那些人 跟我一起陪葬 林拳看着近来的柳真子 和墨牵手 记上心来 那要是不杀你呢 不杀我 我这位朋友 有本事能把一族契约成神兽 你要不要试试 夜影人脸色大变 你说什么 牵手 墨牵手深吸一口气 咬破手指 在地上一画 契约术 你想成为他的神兽吗 到时 让你想死都不行 我 我 夜影人慌了 瞧着从地上跳跃起的契约光环 连忙叫道 我放 我放人 他一拍后背 就看带囊从背上打开 一道道红光冲了出来 我这是在哪 靠 我的烤鸡翅呢 老子才吃完烤妖子 正要回家去对付那黄脸婆 怎么搞的 一会儿功夫 寺庙里都挤满了人 林拳就将他带到街上 不停地有人冒出来 都是一脸茫然的样子 柳真子就将经过告诉他们 顿时大家都怒了 弄死他 这些一族 就特么的不是东西 是周老爷子救了我们吗 是那位少年英雄 我听说他叫林拳 快谢谢他 不少人都感激地上前道谢 顺便朝夜影人的脸上吐口水 骂上几句脏话 没多久夜影人的脸 就跟从谈语里拎出来的一样了 再过一阵 成为人的人终于来了 就是他搞的鬼 那带队的指挥官 指着夜影人就问 对 他在晚上能隐身 背上的杯囊 能装上万人 碰见人就抓进去 存着做口粮 口粮 指挥官大怒 人都放出来了吗 快了 足足半个小时 才总算将抓走的人都放出来 林拳确定没人后 就将夜影人交给成为队 想必他也活不了了 别磕头了 这位林拳 可是三生学院的高材生 精神测试S的天才 也是我张大力的好兄弟 你们记住他就行了 他呀 一向低调 不喜欢玩虚的 张大力带着周紫月过来了 是他 我听人说过 可是数百年来 咱们南地城唯一的S天才 天生的玉兽师 我也听说过 他的神兽 还是条龙呢 街上的南地城难民 都投来感激的眼神 要莫林拳 他们早就死透了 师父 周紫月走过来小声说 要那脏东西是夜影人的话 他们都是一对一对的 有配偶的 配偶 就是男和男 女和女 这么一对 不是男女 就见一个 会不会是早就死了 要是伴侣死了的话 剩下的活不过三天 你怎么知道的 老铁他做保安的小区 有个退休的老头 他原来是都城档案室的 夜影人是条文银虎的后代 林拳一惊 条文银虎 七街妖兽 能够随时隐身的妖兽 瞧着眼前死里逃生的难民们 林拳有种不祥的预感 城主请林师也去一趟 周老爷子也请一同前往吧 林拳就带上张大力和周紫月 让柳真子和莫牵手 留下照顾大家 跟城卫队的人一起去市政厅 一路上他都心绪不宁 老想着那配偶的事 张大力上来问 你说 这男和男女和女 怎么传宗接代呢 我哪知道 林哥 探讨一下嘛 学术问题啊 靠 我们不是研究这个的呀 倒也是哈 林哥 要万一我们一走 那夜影人的配偶 来了咋办 应该不会出事 莫牵手感应很强 能够提前预警 那夜影人攀爬能力也差 上不了房 到了 眼见就有座衙门般大的建筑 还站着城卫队的人 里面院子里 夜影人被绑得结结实实的 指挥官和一个穿黑袍的御寿师 在说着话 林犬角还没跨过门槛 就眼前冒出数据框 夜影人 种类 异族 幽灵系 等级 四阶 变异 无 战斗力 13828 战斗技能 鲸吞 战斗适应性 平地加持症684% 生物特性 天生背部生有带囊 能存放数十万人口 以人为口粮 洗食人肉 可净化部位 无 潜力 六阶 培育次数 无 不好 那夜影人的配偶 就在这里 他一个急冲 还是晚了一步 飞袍预售师和指挥官 都被惊吞进了袋囊里 连夜影人 也被一口吞没 数据框 也瞬间消失 林犬一惊 连忙朝四周看去 空无一人 院中的其他人 都惊骇地站起来 门外的城卫队 也冲了进去 周老爷子 更是眼睛瞪得跟球似的 这怎么搞的 是那夜影人的配偶 林犬说着猛地抬头 就看屋顶上 显示出一排数据 操 这个能上房接瓦 凤凤 咻 凤凤如离弦之剑 冲到房顶 瞧着怪模怪样的凤凤 夜影人配偶 显然吓了一跳 靠 这什么玩意儿 一半有毛一半没毛的 凤凤就跟个陀螺似的 在那乱挥着翅膀 夜影人配偶 也不敢再逗留了 转身欲跑 哄 冰晶灵犬一声狂吠 数百米范围 全被冰霜覆盖 刚心铁骨赤尾虎 也跳了上房顶 再看几头神兽 都纷纷现身 将房顶包围起来 既然看不见那夜影人配偶 那就让他连逃 都没地方逃 万道兵剑 周老爷子沉生一鹤 冰晶灵犬的背上 突然射出数百道兵剑 朝着屋顶就猛射过去 夜影人配偶 吓得魂飞破散 一脚踩破屋顶 掉到屋里 灵犬赶进去时 他已经撞破了后窗 往街上逃去了 第九十六章 求你用我做试验 羞羞羞 三根冰毛 险些扎在灵犬身上 老爷子 年纪大了 视力不好 去做个矫正手术行吗 最近搞活动有折扣 便宜 周老爷子脸都扭曲了 人一老就越不服老 最怕被人说 老说不中用 灵犬在看那夜影人 数据矿竟变小了许多 就这一耽搁 让他跑出了数十米远 周老爷子 我们也看不见那夜影人啊 看得见那小子吗 跟着他 灵犬回头瞧了眼 追上来的大佬们 也不管他们 都是些傻叉 从市政厅跑到了城外 灵犬速度很快了 那夜影人也不慢 可对于那些大佬的神兽来说 就实在有点不够看了 但他们也不知道 夜影人在哪里 只能耐心地跟着 不会是要去渡口吧 应该不会 两个城卫队的御寿师 骑在一头大象身上 在那说着 渡口 什么渡口 老爷子 那渡口叫死人渡 就在城西北边 张家村的附近 都说那地方 只有死人才能过去 活人走不了 屁话 这你们也信 脑子里都是屎吧 城卫队的御寿师 老脸一黑 看你年纪大叫你一声老爷子 你还对我们训起话来了 等城主和总指挥官来了 看你还敢嚣张 灵犬看着数据矿 站在一艘船前 停了几秒 水面就窜起一团水花 不用他说 冰晶灵犬立时射出数百道兵舰 水面一下炸开 跟往里面扔了一堆二踢脚一样 可血却半点没冒出来 那夜影人应该没受伤 灵犬就在暗头看着数据矿在河里移动 一路一道靠下游的地方 才猛地冒出来又上了岸 狂奔去 他立刻跳过五米宽的河道 紧追不舍 都追上去 周老爷子气得够呛 刚才朝着河里放兵舰 其他的神兽竟在一边看着不动 什么意思 灵犬钻入了一座树林 马上就赶到后面一团火烧起来 周老爷子竟然让那刚心铁骨赤维虎 把树林都烧了 他想藏在树林里 做梦 给我烧 一棵树都别留 老爷子 烧不打 这地方是城主家的地盘 他老人家的祖坟就在这后面 那又怎样 夜影人杀了多少人了 还能留着他 都烧了 火从四面八方烧起来 灵犬一看不妙 赶紧从树林穿过去 追着夜影人不放 其他的神兽也暂时不敢进来 都在外面观望 灵犬就看夜影人也停下来了 显然在为伙事着急 我知道你就在我前面八米的地方 你想跑 跑不掉的 你没见外面的人有多想杀了你们吗 要落我手里 说不定还能活下来 要是他们的话 你肯放过我们 一个身子快速地显露出来 他怀里还抱着一个人 不一定 要看我的心情 但你们不想死 就跟我来 夜影人一咬牙 抱起同伴 跟在灵犬的身后 凤凤 哄 凤凤挥动翅膀 将后方的树木连根斩断 灵犬带着他们 绕到一处烧片的地方 就看到眼前一片坟墓 上面都是一个姓 想必是同族的人 是鬼门镇城主家族墓点 他姓洛 夜影人说了句 灵犬就让凤凤挖开个坟墓 让他俩先躲进去 在外面等了一会儿 树林都烧光了 周老爷子就带着人跑过来 人呢 跑了 谁让你烧的 四面八方都是火 他们还能跑 就那点火 能毛都烧不干净 他们还跑不了 这么的 周老爷子骂了声 又带着冰金灵犬 和钢心铁被赤尾虎 在附近找了一圈 没发现夜影人的踪迹 才不甘心地走了 剩下的人也都回城去了 人都刚吐出来 还得处理好些事 林全这才把坟墓上的土都拨开 谢谢你 不用谢我 我呢 也不能白救你们 他藏了那么多好东西 你呢 原来是想着 我们这些年来的宝贝 好 你只要放我们走 我和钟二的藏品 都可以给你 先把东西交出来 对了 你叫什么 我叫黄焕 黄焕在前头带路 他吃了那么多人 抢来的东西 都藏在张家村的 一座驿庄里 晚上村里也没人 驿庄里更是空荡荡的 除了棺材 就是草席 想必 驿庄除了藏东西 也是他藏口粮的地方 打开一口棺材 拿出两个收纳袋 黄焕就扔给林全 行了吧 你我两清了 我们可以走了 再等等 林全在里面摸了一阵 才满意地说 还有一件事要你配合 什么事 我从一位朋友 那得知 玉兽是能契约一族 法子我也找到了 就是一族难寻 既然碰上了 不如你让我试试 黄焕脸色大变 契约一族 这人想让我成为他的奴隶 不行 他的身影一下消失 可是他却忘了地上的中二 林全一步向前 一脚就踏在中二身上 你想走 不管他了 我听说你们夜影人 都是同性相惜 那么我杀了他的话 你是不是会心痛一辈子 你 你好无耻 你放开中二 黄焕又冒出来了 他人就趴在窗边 正准备跳窗逃走 那你是准备配合我了 我 我配合 你求我呀 我 我求你契约我 黄焕咬牙切齿地 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 这就好 林全以最快的速度 运用契约术 勉强能达到一秒之内 想要进入半秒 他还不够熟练 但他还是想试试 毕竟契约一族的诱惑太大了 契约能否成功 也跟被契约者的精神有关 要是被契约者被打服了 或者残血状态 契约的成功率要高得多 也跟御寿师和被契约者的揭插有关系 揭插大的 成功率就高 黄焕已经同意了 林全有一定的把握 契约术 以一道耀眼的光芒 投向黄焕 一秒后 林全感知到了黄焕的存在 不禁大喜 叮 宿主第一次契约 类人生物成功 身体技能大幅提升 第97章 脱离了高级趣味 林全感觉到 全身都充满了能量 像是跑个一万米都不带喘的 一拳能打破一座山 一脚能踩碎大地 叮 宿主请接收格斗武士技能书 上下起手 靠 这什么鬼东西 这技能一听就不大对劲啊 林全脑中 瞬间就多了一本册子 而且飞快地阅读 吸收完成 把所有的技能都学会了 解扣试 松锦试 点心手 名字倒是很正经啊 要不先试试 喂 你 你干什么 黄焕被解扣试一摸 袍子就落在地上 吓得他脸都白了 你 你别 我都被你契约住了 你还这样 我不是那种人 我也不是 就是试招 松锦试 黄焕想跑了 就算是中二被杀 他也不想 被林全松紧几下 还想跑 忠诚度58% 还不够吗 被拎回来的黄焕 又被点心手 阴之手给试了几招 人都成了腊肉了 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林全这才放过他 你也太紧不起折腾了 大哥 我也是肉做的啊 行了 林全把契约解除 就将凤凤召唤出来 杀了 嗯 你不说放过我们的吗 你们吃了多少人 我放过你 我家凤凤也不会放过你吗 你 你实在太无耻了 是吗 凤凤 把他们的头颅砍下来 啊 市政厅里 洛奇兵在那坐着 冷冰冰地朝下面的那些南地城的大佬们看 前面 还摆着指挥官的尸体 上面盖了一床被子 下面垫着草席 我洛某人也是玉兽师 执掌一成事物 也算见得多了 没想到 你们这些南地城跑过来的人 位居客席 竟然不遵从我鬼门镇的号令 让你们都待在屋里 一个个地跑到外面来 死了人 却连元凶都抓不到 洛城主 那脏东西 为货鬼门镇一两百年 鬼门镇也束手无策吧 叶老三的话 更激怒了洛奇兵 叶三爷 那岂是我们不想抓住真凶 实事无从下手 连都城里派来的圣洁御寿师 都无可奈何 我们又有何能耐能抓得住 叶三爷要觉得我洛某无能 便也是说都城无能 不如去苏黄谈谈 叶老三这才哼了声不说话了 可此次终究是发现了 元凶是何物 那还是让他们跑了 叶隐人 洛奇兵一拍俯手 他脚旁的豹子 就打了个哈欠 吐出一团寒气 你等抓得住倒好 可抓住了吗 还敢把我洛某的祖坟烧了 哼 此事我不追究 可等那两个一种养好了伤回来 岂不是更要惹出大麻烦 我鬼门镇的百姓 还要死多少人 洛城主 要出事 也是我们南地城的人先出事 他们要找 也是先要找我们的人 哦 还不该找你们 洛城主 叶隐人洗尸人肉 实有大鳄 我们总不能放任他们吧 哼 那也要探查清楚 一击必重 像你们这般鲁莽形势 哪里像是什么玉兽师 格斗武师 连个三岁小孩都不如 周老爷子怒道 洛奇兵 你呆怎店 想动手 我告诉你们 你们南地城城卫队的人一过来 就跟我们的人打了好几场 怎么 还想要把我洛某也杀了 前掌柜笑笑说 洛城主多虑了 那时刚入城 那些城卫队的人 着急安置家眷 一时胡来 我跟副总指挥官说了 已经训斥了一顿 不会再胡来了 洛城主也休要说气话 大家都是联盟的人 南方八成同气连之 以苏皇为尊 听苏皇号令 不要在这室内讧啊 洛奇兵这才微微点头 前掌柜说得对 现在必须要做的是 找到那两个夜影人 不然他们回头报复 后患无穷 报复个屁 人都被我杀了 灵犬走进来 将两颗人头一扔 所有人都愣住了 周老爷子急忙上前检查 中二他是见过的 黄幻没见过 可一摸头顶 有些细细地凸起 正是夜影人的特征 确实是那两个夜影人 是你杀的 少年 洛奇兵又惊又喜 你一个人做到的 夜影人也是他先发现的 他是我们南地城三生学院的天才学生 精神测试为S 现如今为二阶预售师 二阶 洛奇兵微微一愣 夜影人少说 也有四阶吧 二阶就能杀得掉 洛成主 这阶差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手段 灵犬竖起一根手指 杀人就要趁其不备 果决果断 往往时机就在一瞬之间 要当即立断 我看这二人进了张家村的一桩 那先前吃了不少难民的叫中二 当时受了重伤 那另一人叫黄幻 就在帮他检查伤口 我就悄悄靠近 一刀先解决了黄幻 剩下中二 那就好办了 洛奇兵听得连连撑起 可这小子是御寿师啊 不是格斗武师 也学过几招格斗武师的本事 像是十八帖 摸黑五什么的 灵犬谦虚地说道 南地城的大佬 都很有默契地没有提灵犬 那头龙的事 又很有默契地抬头憋笑 灵犬这狗日的又在胡说八道了 好 少年英雄 你帮城里把维护百年的凶徒干掉 你就是鬼门镇的恩人 洛奇兵赞赏地说 但是 他很快就话锋一转 中二和黄幻一两百年来 杀人不守 吃人也不守 夺走的财货更是不守 灵犬你就没有收获吗 灵犬祈祷 洛城主这是 怀疑我中饱私囊 查获了他们的不义之才没交出来 洛奇兵 叶老三和周老爷子 都是一副你说那的样子 这可错怪好人啊 灵犬大叫冤枉 我下手太快了 又没留时间跟他们对话 人头落地 我还能从他们身上 问出财货在哪里 这倒也说得过绝 就是 你说过去就杀头就杀头 何况 灵犬昂首挺胸 我是一个脱离了高级趣味的人 不屑干这种没良心没道德的事 灵犬走后 叶老三才猛然想到 是脱离高级趣味 不是低级趣味啊 第九十八章 一城二主 天一亮 点位院子外 就排起了长龙 都是来买房的 张大力在那拿着把大菩萨 边删边说 灵犬 你看看 这就是做生意的手段 地皮一炒 黄金万两 算个屁 老子昨晚出去一趟 收获了三个收纳袋 里面光黄金就一两吨 靠 灵犬 你失去打劫金库了吗 灵犬黑黑一笑 就招手 把周子月叫过来 拿着 去换几身衣服 给子虞和新南也换一身 结果黄金的周子月 都傻了几秒 才大叫一声带着周子月 和铁星南出去了 我说灵哥 我让人去都城打听消息了 估计那边怎么个说法 马上就能知道 苏洪业 他也不是那种无情之人 灵犬不抱什么希望 倒想着这边安定了 就孤身赶去都城 你过来给灵哥暗暗肩膀 灵哥昨天累了一晚上 这肩膀都酸了 茂尔娘听命过来 伸出双手 掐在灵犬的肩头 手法娴熟 力道合适 还非常有节奏 柳真子和墨千手过来了 问起来欺负的师生 几乎全部阵亡 他俩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主要还是一个重伤出狱 没了神兽 一个神兽不给力 就早早离城了 都是英雄啊 等赵友芳回来 我们就一起跟他说 让他安排上锦旗 开追悼会 献花圈 办丧事 要大办特办 再找两个说书的 天天在天桥底下说上一段 大力宣传 张大力在那掐着腿说 人都死了 这些虚名有什么用 也要让大家记住 欺负师生做的事吗 不能白白牺牲 虽然在林全和张大力的眼里 真就是白死 那我先谢谢了 柳真子也说得很淡 你们还买房的 我们想去都城 林全 你办法多 我们跟你一起走吧 林全沉阴片刻才说 等小火到了再走 哎 小火送叶小蝶去都城还没回来 不会出事了吧 那都城的人看到火龙 该不是生起贪念 把他抓走了吧 林全摇头 要抓走了 他会感知到的 都城那边来人了 洛城主请二位去市政厅 城卫队的人过来通报 林全和张大力就起身跟他们走 猫尔娘想跟过去 林全就一掐他尾巴 他就软了 坐在椅子上 满脸羞红 半天动不得 厉害啊 林哥 你咋就知道 那是他弱点 我什么人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市政厅里挤得满满当当的 南地城鬼门镇 稍有点头脸的人都来了 周老爷子 前掌柜 叶老三叶老四 都坐在洛奇兵下边的椅子上 还有鬼门镇的总指挥官 几位鬼门镇厉害的御寿师 格斗武师大佬 但在洛奇兵紧挨着的身旁 坐着的两人 才让林全一愣 左边坐着的是赵友芳 赵橘子就在他身后站着 右边的是个红袍老头 竟是个单师 林全啊 年少有为啊 我都听洛城主说了 干得好 赵友芳一脸很欣慰的样子 林全就点点头 坐到最下面的椅子上了 南地城不单是南方八城之一 也是众最要的城池之一 被圣街妖兽所毁 实在是意料之外 红袍丹师轻轻嗓子说 现如今数十万的难民 挤进鬼门镇 也只是临时做的安排 苏黄已有了计划 将在都城南面千里 靖狼一带安置难民 洛城主也不必担忧了 洛奇兵心情大好 蒋老师这话说的 好像我不欢迎南地城的诸位一样 实在是鬼门镇能力有限 无法容纳如此多人 但是呢 蒋丹师说 想要一次安置完成 也不可能 要分批走 先走一万人 等一年后 再走十万人 分个三五年安置完 洛奇兵的脸就僵住了 还有 苏黄说了 既然南地城的人 还要在鬼门镇待上五年 那么鬼门镇就由赵先生 和洛城主一起负责 什么 洛奇兵疼得一下站起身 蒋老师是在开玩笑吗 一城二主 这还怎么办事 只是权宜之计 五年内 千里靖狼那边安置点建设完毕 人都转移过去 你还是做你的城主 这话说的 好像洛奇兵 现在就不是城主了 张大力面如死灰 这一弄 房价不又得跌下来了 白花花的联盟币啊 洛城主放心 我只管我南地城的人 你我也算是老相识了 此事还请你多担担 你 洛奇兵拂袖而去 蒋丹师就摇头对赵友芳说 他很快就能想通了 你也不要在意 我等会儿去跟他说说 好 大家都走到门口送讲丹师 他却在人群中找了找 走到林全身前说 我听我那几位学生 在南地城参加斗宠大会时所见所闻 说有位年轻的丹师自学成才 我便留心了 今日一见 果然一表人才 我刚听赵先生说 你叫林全是吧 不敢当 我就是瞎弄 瞎弄能弄出比精致强心丹 还强的丹药 在场的人都是易经 我少年时遇见一位满脸长满白胡子的老爷爷 他说他是丹师 我那时年纪小 也不懂丹师是什么 他要教我 我不肯说 他就硬让我背下了几个方子 我稍微长大些了 才想起来 后悔莫及 可方子我是记下来了 那方子可能拿出来 让老夫参详参详 那就不需要了 我怕档次太低 不入蒋老师的法眼 蒋老师呵呵一笑 这个小滑头 你要去都城的话 提我的名字就行了 不少人一脸羡慕 我多带几个人也行吗 你要带多少人 就几百人 嗯 行吧 你就说是我蒋天生的学生 学生 想占便宜 那就算了 蒋天生一下就明白他的意思了 笑了笑说 那就说是我蒋天生的朋友 这样行了吧 谢谢蒋老师 到都城 我请你吃火锅 你这小子 大家别送了 一只浑身冒着雷光的老鹰停在门外 蒋天生跨上去就一拍 人快速地消失在了空中 第99章 进入都城 都收拾好 林哥 带我们去都城了 张大力整理好心情 留下几个人继续卖房卖地 其余的人就跟着他上车 一同随林泉去都城 柳真子和墨牵手也叫上了 周紫月他们当然也都有份 林哥 他就送给你做仆人吧 张大力把毛二娘推过来 我要毛的仆人 这样吧 先存你这儿 有空我就过来找他按摩 那没问题 以后他就是林哥的私货了 附近的人都羡慕不已地 瞧着十几辆防弹装甲车 离城而去 一个骑着蓝毛大鹅的小女孩也追上去 拍开车门 挤到了车上 你跟过来做什么 我才不想在这破地方待着呢 我书在独城 我跟你们一起过去 赵橘子往林泉身旁一挤 就眨眼说 你杀了夜影人 真没拿到东西吗 什么东西 带囊啊 我爷爷说 那带囊能改造成最好的收纳袋 连九阶妖兽都能装得下呢 林泉不动声色地说 开什么玩笑 我怎么没听过 你见识短浅 自然没听过 那你见识高明 你知道是找什么人改造吗 切 看你也不知道 谁说不知道了 那位蒋大师 你见到了吧 他老婆就是改造道具的大师 你找他就行了 柳真子漠不作声地 看着这一大衣小 心知肚明 林泉铁定是把带囊拿走了 车队往都城开 公路都畅通无阻 除了林星的几辆车 再往鬼门镇开 从鬼门镇出来的 除了鬼门镇的商队 再无他人 都城又称泰武帝府 是五百年前 由一代格斗武师 圣洁大师所建 建城后 自称青天泰武大帝 所以才叫泰武帝府 城中有种格斗武师 玉寿师的地位也很高 但比在南地城来说 侧重点不一样 就稍弱于格斗武师 都城内光石道场 武馆就三百座 数十所的格斗武师高校 玉寿师学院 则仅有四所 但其中一所地府学院 是整个南方八城中的 最强学府 里面的科系 不光有教授玉寿师的 还有交格斗武师 单师的 就光是人口 都城就达到了八百万之多 也是整个南方八城中 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从城外看 里面光是数十层高的大楼 都有上百座 最高的一座 就是苏黄的家 号称直达青天的青天居 也是当年太武帝留下来的 除此之外 城里繁华程度 超过南地城数倍 世家大足也是数倍 自然 快活林的规模 也比南地城的大了数倍 楼上八层都是快活林的地盘 我三叔在这里 精英的红红火火的 张大力骄傲地说 我先去找小蝶 回头再找你聊 回头见 柳真子和墨牵手 就先告辞了 他们在城里都有亲戚 林全站在街头一声呼啸 路上的行人都骇然抬头 瞧着体型巨大的火龙落下 纷纷四散而逃 叶小蝶跳下来 就冲到林全身边 一脚踹上去 你敢撇下我 你还是个人吗 说话就说话 别动脚啊 你以后要再敢 让我先走 我就掐死你 周子瑜 他们都看愣住了 这女的谁啊 连师父都敢打 这是你们师娘 你收的徒弟 谁是他们师娘了 你别胡说 我叫叶小蝶 周子瑜傻傻地说 师娘好漂亮啊 林全就笑呵呵地摸着他脑袋 真聪明啊 喂 你们搞忙捏 几个与林军服饰的人冲上来 拿起卷尺就开始凉 是不是外地人 知不知道都城的规矩 御寿师所带神兽 超过五米 就要罚钱 林全猛了 还有这条 神兽体积太大 会影响到城里的交通 影响百姓的出行 你这 靠 还是条龙 一展十米 交罚款吧 与林军私下张单子 一百万联盟币 你这么抢啊 干什么 要洗紧吗 你们御寿师赚钱容易 一百万拿不出来吗 哪里赚钱容易了 真是个土人 你去金登酒吧接个任务 转头就几百万上千万到手了 还不容易 赶紧交钱 林全认栽把罚款交了 把小伙也收进去了 看周紫月都快气炸了 要想动手 连忙劝住他 城里有圣街御寿师 师父 我就是心疼 一百万都能买好大一块地了 那是你们老家 都城 一百万连个厕所都买不起 哎 小蝶 你找到地方住了吗 叶小蝶叹气 我也买不起 那先租房吧 林全租下了两套大富士 本来想让周紫月他们三人住一套 他跟叶小蝶住一套 谁想周紫月硬要住过来 要跟小蝶姐姐睡 老姐也不知在哪里 得去金登酒吧看看再说了 小蝶 周紫月趴在叶小蝶的怀里睡着了 嘘 你先去吧 我等会儿去找你 那行吧 找人打听了才知道 光是都城里 就在三家金登酒吧 林全不光是想去找淋浴盘的线索 也想掌掌见识 要领任务 直接系统就能领 他还想去现场瞧瞧 说不定能撞上冷黄的人 找了最近的一家金登酒吧 就见外面挂着九个金色的灯笼 一个标形大汉站在外面 徽章 嗯 冒险团徽章 林全摸了摸 找出三生冒险团的徽章递上去 铜牌 没资格进去 你搞骑士 小子 侍卫你好 里面都是铁牌冒险团的人 出事了怎么办 不需要 那你进吧 出了事你自己负责 酒吧里伸手不见五指 就一个台子 那有几个女生围着钢管在跳舞 搔手弄姿的 一点气质都没有 林全走到把台 还没说话 调酒师就朝一块彩色窗帘一纸 任务在里面 好吗 窗帘后是个超大的房间 四面墙上都是液晶屏 上面不停地滚动 发布着各种任务 数十个身上冒着臭汗的男人 就在正中的盯着 有人喊道 1052号任务我领了 然后就有人操纵着屏幕停下 帮他做好登记 他就拿着一块小牌子 兴奋地出去了 比起系统来 可真够麻烦的 咦 那不是严德法吗 第100章 注册冒险团 严德法双眉紧簇 蹲在一边 手里拿着个小本本 在那记着 A级任务做不了 赶紧地过去 B级的 冒险团任务不要再放了 我们没团 都是赏金猎人 那些人在那不停地叫喊着 屏幕却还在慢吞吞地移动 赏金猎人都是单独行动 冒险团常规都是八人成团 冒险团的成员 也有可能是赏金猎人 老颜 严德法猛地抬头 手就伸到收纳袋里 看清是林全 才松了口气 是你啊 你也逃来都城了 算是吧 老颜你想接任我 哎 逃得太匆忙了 好些东西都没带在身上 就收纳袋里的一些积蓄 哪够花的 来到都城才知道 连一顿饭都要300连蒙蔽 还就青菜排骨汤 连排骨都见不着 我算着 要这样下去 用不了两年 我那点家底就要花光了 严德法苦笑着说 林全倒不担心 不说从黄焕中二身上 拿到的三个收纳袋里 光黄金是用蹲记的 还有之前在城上 收集到的妖兽金盒 你也是来接任务的吗 你注册了赏金猎人 还是冒险团 我算赏金猎人 那挺好 接个B级任务 也有个几十万吧 就是B级任务出现的少 一出来就被抢得头破血流 正说着 屏幕上出现了三个B级任务 一瞬间 就有十多人冲到屏幕前大喊 我先看见的 我接了 你特么闪开 老子先看见的 出城收集狼人的皮革是吧 我接 你滚不滚开 想动手是不是 老子告诉你 我一拳能把你打出屎来 来啊 出去练练 林全收回目光 问道 老爷你四接御寿师 还不能接A级任务吗 能接 但我赏金猎人是铜牌的 林全这才恍然大悟 铁牌才能接A级任务 就跟冒险团一样 赏金猎人 也是铜 铁 银 金 钻的区分 冒险团平均站立一到二阶 被归在铜牌 三到四阶 则是铁牌 平均站立五阶以上 九阶以下算是银牌 九阶则是金牌 圣阶是钻石牌 对等接受的任务 对等接受的任务也是B级 A级 3S级 5S级 能得到的报酬 也根据任务的难度不同 而越来越多 没有冒险团吗 我没有加入任何冒险团 哦 对了 碰上你 我跟你说个事 我们三生的学生 都会转校进入地府学院 林全一愣 这倒是好事啊 就是有一个难处 那边说的话很难听 说是不能让什么阿猫阿狗都进来 必须要进行考核 林全耸耸间 表示 这并不是什么难事 他们的考核很简单 就是让学生接一个A级任务 完成后就能入校 应该没几个能接A级任务吧 有几个高年级的 是铁牌赏金猎人 冒险团就没有 我看低年级的 像你们这些二阶班的 难了 难 林全冷笑一声 你有办法 你说呢 老爷 你能接A级任务 铁牌赏金猎人 我接不了 可是我会想办法啊 那好 你先跟我去找老院长 颜德法也不在里面待着了 带着林全来到一座公寓楼里 拍开一扇门 就见到了宋老院长 在那里先做了个登记 这样才能在完成任务后 跟地府学院那里交差 你是打算新建一个冒险团 听到林全的想法 颜德法呆住了 我 苏唐 张大力 叶小蝶 赵橘子 再加三个人 勉强能拉到平均三阶的水平 林全算过了 他和苏唐 叶小蝶 赵橘子 都是二阶 张大力是一阶 周紫月 周紫瑜 和铁星南 都是三阶 说是能拉到平均三阶 其实怎么可能 就是直接跟系统接任务 但他也不跟颜德法系说 告辞出来 就先把人找齐了 赵橘子说是没空 地府学院那边 他能搞定 苏唐则是人都不在都城 他跑鬼门阵去了 刚好跟林全错过 张大力倒是好找 人就在快火林 马上就跑到林全这边来了 干 地府学院真特么的 不把我们当人看啊 这样吧 林哥 我让我三叔跟他们打个招呼 看能不能免事 不需要 我有办法 少了两人 林全也联系不上淋浴盘 借冷黄的人也没必要 想想就把柳真子和墨牵手叫来了 我们也接到通知了 真是恶心人啊 管他恶心不恶心 他敢出招 我们就接着 我先帮你们注册好冒险团 叫啥名呢 林哥 就用紫月他们原来的名字 拉风 林全在系统中快速地注册完了 把八人的名字都录入在里面 结果判定自然是铜牌冒险团 又设定好了团灰 是一龙一缝 中间加了一个拳头 边缘则是一圈的蝴蝶 林全从怀里摸出八块徽章 分给大家 你早就准备好了呀 林哥 挺漂亮的 可A级任务怎么接 铜牌冒险团接不了A级任务 这是难倒一大堆学生的问题 但在林全眼里 根本不是问题 他可以在系统里 直接接A级和S级任务 系统是分得很细 1到9级对应的是1到9级的任务 A级就相当于是3到4级 他还直接让系统过滤了一遍 把能符合他们战斗力的任务筛选出来 谁有闲心跑到金灯酒吧 去跟那些汉臭大汉去抢啊 4级悬赏 任务概述 盗取4级金和石梅 任务地点 都城外10公里的一座城堡 风险 可能会遇见4级到5级一族 提示 白天区会安全系数高一些 赏金500万 林全把任务跟大家一说 叶小蝶就担心到 4级5级一族不好对付吧 先去看看吧 接都接了 你怎么接的 我在跟老颜见面的时候就接了 第101章 材料储存站 等到第二天天亮 8人就坐着张大力家的防弹装甲车 来到城外 按任务说的地点 在离那里还有一公里时 大家就下车了 不行过去 林全让大家都把神兽放出来 柳师姐 你这秃狗忠诚度有点低啊 来 给你一瓶加忠诚的药 王莫 你他们不是戴义族的吗 怎么搞的 连神兽都没了 紫月 紫鱼 你们俩也得拿一瓶忠诚药水 先加满了再说 小蝶 你紧跟着我 一友不对 你就抱着我不放 叶小蝶瞪了他一眼 就跟周紫鱼走在一起 远远地瞧着那座城堡 林全琢磨着 要不来的突袭 直接让小火上去就喷 还是步步为营 慢慢地摸过去 发冷枪 咦 那边好像也有一队人 叶小蝶一指 林全就扫过去 那边也是八人 标准的冒险团配置 前面站着个穿着白袍 背后还划着个水晶骷髅头的少年 后面七人也都是一样的服色 其中五人都带着神兽 剩下二人 想必是格斗武师了 长得都跟牛犊子似的 一个任务 还能两个团一起接 林全心想 难道是系统接了 金灯酒吧还能接 林绍 那边有队人在那盯着仓库啊 别管他们 我们既然来了 这里的东西都归我们了 也是 特么的 哪个脑残发的A级任务 要抢铁面人的仓库 不知道铁面人有多结实吗 这不是重点 赏金才五百万 要上交十枚金盒 一枚金盒 就至少能卖五百万 这是把人当成了傻子吗 也亏得老猫注意到了 他接了任务 又马上放弃 告诉了我们 老猫放弃任务 可亏了二百积分啊 没事 老猫咧嘴一笑 就二百嘛 一周我就能赚回来了 可这钱啊 越来越难赚了 哼 还不是南地城那些人 穷疯了似的 跑过来就乱接任务 亏得城主反应快 把人都送到鬼门镇去了 要不然这城里的任务 还不够城里人接的 林绍冷笑着一白手 看那些人的肤色 乱七八糟的 估计也是熬到铁牌的 没什么本事 我们只要等着守卫出来 将他们干掉 亮这些人 也不敢插手 就是 老猫朝林全方向一指 那条火龙 有点威风啊 怕个毛 你不知道 林绍的神兽是什么吗 老猫这才笑了起来 周紫月小声说 师父 要不先把那些人干掉吧 干什么干 就知道干 先摸清楚情况再说 你们等着 我上去打个招呼 林全大步走过去 林绍那些人 就纷纷投来警惕的眼神 诸位 我们是拉风冒险团 是来做任务的 你们是 傻子吧 还真有接了老猫放弃的A级任务 我们是天空冒险团 我是团长林薇 这是我们的团员 伸手不打笑脸人 林绍也笑着说 既然大家都是来做任务的 不如合作一把 我们没接任务 我们是来抢东西的 那就一起抢吧 我们的实力 足以摆平那些铁面人 你们还是在 一边看着就好了 林全摸着脖子 笑了笑说 那你们先请吧 这人还挺好说话的 好说话个屁 他是看我们实力强大 知难而退 管他呢 我们把金河抢走再说 林全回到叶小蝶身边 一帮龟孙 老子给他们面子 还不要 等他们 跟什么铁面人动手 我们就先冲进去抢东西 回头再收拾他们 好 张大力和周紫月 都兴奋地搓起手 叶小蝶却担心说 抢了东西就走吧 不用跟他们打了吧 林全看向那城堡 这地方就建在一处湖边 规模也不大 就两座塔楼 上面也没站着守卫 估计人都在里面 城堡背后是湖 前面是一片草地 非常开阔 极为适合战斗 要抢东西的话 得先对付铁面人 不如 当然会游泳 我们都是渡口边长大的 紫月 你和老铁从湖边游过去 林全安排好了 就也不盯着林薇那边看 什么天空冒险团 想卖力气 那就上吧 这时从城堡里走出来 两个人 脸都是青铜色 一点表情都没有 像是面瘫 铁面人 是铁甲巨兽的后代 身体结实如钢铁 一般的四阶以下的神兽 都对付不了 叶小蝶说道 你看他们带的那几个东西 火眼神虎 种类 猫科 等级 三阶 四阶神兽进度11% 变异 无 战斗力 6828 战斗技能 火眼光爆 战斗适应性 平地加持症334% 可进化部位 眼睛 爪子 忠诚度 78% 潜力 6阶 培育次数 2 三头金被龟 种类 龟科 等级 三阶 四阶神兽进度18% 变异 5 战斗力 8888 战斗技能 金刚护甲 战斗适应性 水地加持症334% 可进化部位 背甲 爪子 忠诚度 88% 潜力 5阶 培育次数 2 黑尾毒蝎 种类 蝎木 等级 三阶 四阶神兽进度28% 变异 5 战斗力 7938 战斗技能 毒针狂刺 战斗适应性 杀地加持症384% 可进化部位 尾部 忠诚度 58% 潜力 7阶 培育次数 2 6足长蛇蛙 种类 五尾木 等级 三阶 四阶神兽进度38% 变异 5 战斗力 4938 战斗技能 快速奔跑 长蛇粘贴 战斗适应性 水路加持症324% 可进化部位 舌头 双足 忠诚度 66% 潜力 7阶 培育次数 2 火焰黑猫 种类 猫科 等级 三阶 四阶神兽 进度58% 变异 5 战斗力 6582 战斗技能 毒火遍野 战斗适应性 平地加持症 323% 可进化部位 口腔 忠诚度 28% 潜力 7阶 培育次数 2 只有五头神兽 那个灵威的神兽呢 那火焰黑猫的忠诚度 也太低了吧 都是三阶神兽 铁牌冒险团了 动手 灵犬还在看着数据框 灵威一声低鹤 就看火焰神虎一跃而起 从眼睛里冒出一道火光 直扑向两个铁面人 第102章 冒牌大佬 什么人 铁面人一鹤 直接拿头去撞火 火光竟被他一头撞飞 火星四溅 老猫也带着火焰黑猫冲了上去 又是一团黑色集火 扑向铁面人 一些反火 也想伤得了老子 找死 铁面人一掌 就击飞火焰 伸手就要抓住火焰黑猫 老猫一惊 这铁面人 跟情报中提到的不一样啊 二次培育过的三阶神兽 竟烧不掉他一根汗毛 灵绍 眼看火焰黑猫被掐住脖子 老猫立刻大叫 来了 慌什么 灵绍一鹤 从草地里跳出一条灰色长蛇 张嘴就咬住铁面人的胳膊 铁面人面无表情的一抬手 就喊道 这蛇有毒 好硬的牙啊 长蛇的毒牙 居然咬破了铁面人的胳膊 虽然只是破了一点皮 可他马上就感受到了 身体在渐渐麻痹 剩下那铁面人 再被其余的神兽围攻 一时也腾不出手来 就朝里面喊 快出来 这一喊 立刻跑出十多个铁面人 老猫倒吸了一口凉气 每个铁面人 相当于是四阶格斗武士的话 那今天难办了 灵绍 灵绍也心头一跳 大喊 注入毒液 灰色长蛇就奋力一咬 毒液刺入到那铁面人的身体里 不到片刻 铁面人应声倒地 就在大家都松了口气时 从城堡里走出个模样 略有不同的铁面人 他脸上都是金色的 叶小蝶低声说 是金色铁面人 一般都是铁面人的头目 有五阶格斗武士的战斗力 身体更硬 刀枪不入 能有多硬 比我还硬 嗯 呸 你去死了 灵全看着战局越来越乱 有那十多个铁面人加入 除了灵威外 光靠剩下的七人 根本不足以摆平 那灰色长蛇倒是有点能耐 灰尾狂毒蟒 种类 蟒科 等级 四阶 五阶神兽进度77% 变异 无 战斗力 六万七千九百三十八 战斗技能 致命毒液 尾部重击 战斗适应性 草地加持症488% 可进化部位 尾部 毒牙 忠诚度 29% 潜力 七阶 培育次数 二 一 居然是四阶神兽 让开 金色铁面人一鹤 冲上去就抓住火焰黑猫 一扭就将它撕成两半 老猫痛苦地叫了声 又召唤出一头迎面长尾鹰 可灵全一看就知道 这头神兽战斗力 比火焰黑猫差得远了 也没经过培育 先收拾那个金色的 灵威大喊道 灰尾狂毒蟒 就冲向金色铁面人 灵全看张大力 想要过去偷袭灵威 就拉住它 再等等 灰尾狂毒蟒的尾巴一扫 重重地积在金色铁面人的身上 却根本带不来任何伤害 就跟用绳子抽在铁块上一样 金色铁面人 还险些反手就抓住它尾巴 让它惊慌不已 灵威却在不断地催促 让它继续战斗 灵全就注意数据框里 灰尾狂毒蟒的忠诚度 在不停地下降 强迫神兽战斗 在忠诚度高的时候 还勉强可行 忠诚度低的时候 只会带来副作用 更致命的是 金色铁面人 用手直接就按住了 灰尾狂毒蟒的脑袋 这让灰尾狂毒蟒的忠诚度 直接下降到了个位数 灵全往前走了几步 个位数的忠诚度 让它能在较远的距离就能够 强制脱离 灰尾狂毒蟒猛的一滑 直接跳进湖里 灵威脸色大变 感知到了灰尾狂毒蟒的离去 如被什么东西 朝着心脏用力一击 更要命的是 那金色铁面人一愣后 就朝着它冲了过去 别看铁面人 全身如钢铁般坚硬 可跑起来一点不慢 灵威还没想通 怎么灰尾狂毒蟒会脱离 忠诚度就算到1% 他也有把握 能控制住挥尾狂毒蟒 眼看金色铁面人就要过来了 他一狠心咬破手指 一道金光冲天起 树道带血的人影 直接撞翻金色铁面人 静咒 叶小蝶吃惊道 柳针子也惊住了 看来都城的御寿师 确实不同凡响啊 灵威冷笑道 那摆明是别人给他用来救命的 用过一次就没法用了 但确实很强 那金色铁面人要输了 血影将金色铁面人摁住 血就一点一滴地流到他口中 不到片刻 就看他浑身布满了血迹 人也在疯狂地抽搐 再看另一边 其余的铁面人稳站上风 天空冒险团的神兽 所剩无几 上 灵犬把握住了战机 一声低喝 带着叶小蝶和周子瑜冲了上去 小火低空掠过 烈焰喷剑洒的一地都是 再一转身 一个雷动九天 又披下树道天雷地火 草地上的天空冒险团和铁面人 全都被烧着了 我草你马 你特么连老子都烧 追点行吗 我们是人 不是一族 我的规规 灵犬哪管那么多 冲上前 召唤出凤凤 如入无人之境一般 就在那些天空冒险团的成员狂怒之时 他一拳打碎了一个铁面人的脑袋 看得那些人都傻眼了 戴神兽的格斗舞师 还是会体术的御寿师 一个铁面人 带着快被烧绒的身体冲上前 又被灵犬一记点心手 插在胸前的双心之上 马上就隔屁了 要命的是 七彩迷魂蝶在叶小蝶的指挥下 将所有生灵都迷惑了心智 就看一些天空冒险团的人 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开始解开袍子 在那傻笑 灵威已看得眼眶暴血了 哪里来的野人 特么的竟敢抢老子的战果 还连活人都不放过 你们给我住手 你说住手就住手 灵犬朝他一挥拳头 灵威就吓得退了两步 拉风冒险团的几位 先救救我的同伴吧 死不了的 灵犬说了声就将一个铁面人 一拳打趴下 一脚就踩得他面目全非 凤凤也击倒了三四个铁面人 他一挥翅膀就将铁面人削成两截 加上他那怪异的模样 看得灵威心惊胆战 静皱终于将金色铁面人干翻 血影也随之消失 灵威这才冲上来 连忙帮着几个同伴灭火 虽然是死不了 可烧伤也不少了 看着他们烟熏火燎的样子 他不禁怒道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你知道蒋天生吗 我是他叔 什么 红袍大丹师蒋大师的叔叔 第103章 我是前辈 草地上一片狼藉 煤帮上忙的柳真子和墨牵手 冲上来就搜铁面人的身 周紫瑜则跑到城堡里 没多久就和提着两个袋子的周紫月 铁心难出来 多少颗 50多颗吧 师父 我们发财了 小钱 灵犬冷眼看向 还在那惊魂未定的灵威 抛出蒋天生的名字 折尸把他给吓坏了吧 蒋前辈 家父跟蒋大师有些交情 我也见过蒋大师几面 想必前辈也是单师 说这话时 灵威的表情很怪异 灵犬能一拳打死铁面人 还带着火龙和一只肉鸡 这到底是个什么人 还请前辈救救我这些同伴 拿着吧 我这活血生鸡散 又叫活血生鸡粉 可是灵丹妙药 这一小瓶就得好几百万 平常都不轻易给人 看你年纪轻轻 还有大好前途 就送你了 谢过蒋前辈 灵威大喜 马上就给老猫他们用上 看到立刻就有作用 他更是感激地 给灵犬赚了三百万联盟币 不知前辈如此威猛 怎么还接A级任务 你没看这些人吗 都是家里的晚辈 我得带带他们啊 总不能让他们 独自过来冒险吧 一想也是这个理 灵威就理解地说 那确实应当 就是前辈 不知你可曾听过家父的名字 姓灵妈 听过 小灵子啊 天生跟我提过 灵威大喜 家父是地府学院的总教官 要是前辈来城中 一定让家父出面 请客吃酒 好说 灵犬准备要带着人走了 灵威又追上来 想要联络号 那就不必了 我知道你家住在哪里 那好吧 灵威有点失落地 送走了灵犬他们 老猫才忍得伤说 我听他们叫他灵哥 怎么又姓蒋 蒋灵 蒋X灵也有可能吗 那蒋大师多大年纪了 还能是他侄子 蒋大师爷爷 要是活得九生的晚呢 老猫无言以对 就是瞧着同伴 很是心痛 天空冒险团八个人 还剩下三人 除了他和灵威 就还有一个格斗武师 神兽呢 全军覆没 最让人揪心的是 特么地跑一趟人死了不说了 连金河也没拿到 灵威也在那心痛 灰尾狂毒蟒跑了 他只还剩下一头神兽 柳师姐 想要四阶神兽吗 你有多大 灵犬手指一晃 灰尾狂毒蟒就趴在地上 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进湖里后 就被灵犬强制绑定 经过系统恢复 现在又恢复了活力 柳震的声音都在颤抖 你能把他让给我 这可是灰尾狂毒蟒 是那灵威的神兽啊 我要来也没用 我解除绑定 你试试吧 一解除 灰尾狂毒蟒 就一脸茫然地抬着头 柳震子立刻用契约术 进行绑定 在他还神志未明的情况下 一举成功 忠诚要水 拿着 先把忠诚度弄满了再说 还有你和千手一人 拿五枚金河 这个 莫千手一脸难为情 我和震子又没做什么 光打酱油了 你还给了震子灰尾狂毒蟒 我们不好再拿钱吧 都是一个团队的 以后就是自己人 一点小钱算什么 拿着 灵泉硬从袋子 拿出十枚金河地上去 再独成生活 也要有钱傍身吗 大气啊 张大力举起大拇指 这才是大哥的模样 还没完 灵泉怪异的一笑 地上就多了个金色铁面人 千手 你能契约他吗 莫千手一惊 五接一卒 我 我 张大力笑道 你什么啊 老莫 你不是不行吧 我试试 莫千手契约术的施法速度 还不如灵泉 连续试了几次也没成功 他就泄气地说 还是算了吧 你不行 那我来吧 契约 金色铁面人 突然在灵泉施术的时候 睁开眼跳起来就跑 凤凤毫不犹豫地 给了他一个巴掌 眼看他摔在地上 灵泉契约术也做完了 成了 没 看来上次对黄幻用的时候 黄幻全力配合 才能签订契约 这 要不再给他来几下 金色铁面人身上的血迹 在慢慢地退去 像是静皱要失效了 凤凤就在他腿上先捅了几下 再冲着他脸 连扇几个大嘴巴 哎 你别光打脸 你朝他肚皮来 要打他胃 打他肝 金色铁面人 都想要吐血了 这特么什么人啊 就跟契约妖兽一样吧 得打到残血 主要还是揭插的关系 要正揭插大的话 很容易契约的 那反揭插的话 那就得下重手了 你看灵泉 都让凤凤打得他 不成人形了 金色铁面人满身是伤 连洞都动不了了 胸口在那一上一下地起伏着 灵泉这又试了下 还是不行 弄得他都有点上火了 不要再打了吧 快打死了 就留一口气 要实在不行的话 就打死他好了 金色铁面人大叫 你特么打死我吧 还能叫唤 再给他来几下 给凤凤补充了几瓶营养液 让他继续 在数十级重锤之下 金色铁面人 还真就只有出气 没有进气了 灵泉第三次再尝试契约 成了 叶小蝶喜道 真的 骗你干嘛 灵泉看 由于系统的关系 金色铁面人就要恢复了 连忙解除契约 打死他 凤凤一翅膀 就将他脑袋削成两半 哎 你不想要 干嘛还要试呢 就想试试看 我契约的方法 和老莫的不一样 莫牵手说 我需要将一族带到培育所 放在培育器皿中 等他跟培育业融合到一定程度 才能契约 刚才我是赶鸭子上架 灵哥才是真的强 张大力凑上来几眼说 除了茂尔娘 狐狸人 还有好些一族天生励志 以后灵哥你要爽翻了 咳 咳 小声点 懂得 懂得 那等我 让人去找到窝点 我们就 嘿嘿 第104章 那是一鸣 地府学院 位于都城东区的天坛附近 占地超过500亩 外面红砖绿瓦 里面金碧辉煌 四大科系分裂四角 玉兽师 格斗舞师 单师 培育师 格斗舞师和玉兽师并重 光是训练场就有十多个 教授体术的教官 更不乏与邻军退下来的指挥官 玉兽师系 自然也非同一般 被称为兽龙的契约楼 里面关着的妖兽 就有五阶的 至于单师系和培育师系 由于师生人数都不多 是学院中最神秘的两大科系 玉兽师系 今日极为热闹 十多个学姐学长 在一楼的大厅里说话 也亏得林老师想得出来 要人家去完成A级任务 不知道那些南地城来的学生 都是废物吗 废物也要卖人家一个面子吗 听说那是赵友芳 亲自找院长说情的 院长以前欠了人家人情 这是还人情 A级任务 至少要三阶玉兽师 才能做到吧 格斗舞师也行啊 三生和七福 听说格斗舞师都是渣啊 那不至于连三阶都没有吧 你觉得呢 南地城那种地方 教学质量垃圾得很啊 我听说他们的教官里 都有三阶的 三阶能做教官 做助教都不够格吧 要不怎么城都毁了呢 一个腿长冒美的教官走过来 瞪了说话的学生一眼 都给我把嘴闭上 要让人举报 我们学院行止不端 你们就等着被罚学分吧 那就没外人的时候说说 人来了 我们就不说了 哎 艾老师 他们有人能通过得了吗 艾青烟低头看着手中的名单 他们有几个值得关注 是吗 林薇想去看 艾青烟手一缩 他才歪歪嘴说 反正就是废物嘛 就算运气好过了 也不值一提 倒是我前几天 遇见了蒋大师的叔叔 蒋天生的叔叔 那不得有一百岁了 人家跟我年纪差不多 可拿手段本事 可强过我太多了 有机会 让你们见识见识吧 艾青烟冷着脸说 见识个屁 带着一团人出去 死得比活得多 除了你剩下的 还在医院里躺着 要不是你爸是总教官 你就等着开除吧 林薇毫不在意地笑道 那是我命好 艾老师你可别羡慕啊 就是啊 我哥请你去快活 林寝了好几次了 你总要答应一回吧 哼 看着都中午了 还一个人没有 艾青烟算是失望透顶了 欺负三生加起来 数千名学生 欺负战死了一大批 可三生都逃出来了 怎么一个给力的都没有 言得法说的那几个人呢 这就看一个少女 骑着头冒着烟的蜥蜴过来了 几个学长正想上去打去 那少女摸出样东西 一把拍在桌上 艾青烟一看 就神色微变 苏小姐来了呀 登个记就进去吧 我等我朋友 那些学长便相互看了几眼 压抑着心头的惊骇 不敢乱说话 调戏少女 没多久就过来一个 骑着大鹅的女孩 双手还各举了一根大葱 我爸叫赵友芳 我叫赵橘子 有你的名字 登记好了进去吧 林薇就直翻白眼 来两个人 好吗 都是走后门的 又过了十几分钟 一个老头 拉着个腼腆少年的手过来 我外生 转校过来的 张所长亲自带过来 那快请进来吧 所有人都在面面相去 这都来的什么人 后台都太硬了吧 张南海 可是都城培育所的所长啊 那乘着蜥蜴的少女就别说了 来头一提要吓死人 其大鹅的赵橘子稍微好些 可赵友芳也是九阶玉寿师啊 再都城也能拍的前二十吧 哎 这些人不会有后台了吧 林薇 叶小蝶 张大力 柳真子 莫牵手都过来了 要不是叶小蝶赛床 被林薇掀了被子才啃起来 早上就该来注册了 林薇惊喜地起身说 那位就是我说的蒋大师的叔叔 那些是他家族里的后辈 他是带他们来注册的 没错了 那些学长学姐就无语了 能不能来个普通人 连让人欺负的都没有 蒋前辈 林薇在那使劲挥手 林全就愣了下 是了 他这年纪 他爸又是总教官 不在地府学院在哪里 小蝶子 蒋前辈 您亲自带人来注册呀 这不是不放心吗 怕有人欺负他们 谁敢 谁要欺负这些学弟学妹 就是跟我林少为敌 林全微微一笑 不需要这样做 谁敢欺负人 我把他挫骨扬灰就行了 靠 你这不更狠 有人就有点不愤 你们通过A级任务了吗 就是 别老想着走后门 林全就指着说话的人 你才喜欢走后门 脏不脏啊 嗯 我们当然完成了A级任务 前天就递交了任务 这位美女姐姐是教官吧 一看就是个知书达理 受过高等教育的 你翻翻吧 上面有我们的名字 爱青烟看他们递上来的冒险团徽章 翻到对应的姓名 先放了叶小蝶他们过去 才问 林全呢 周子月他们呢 我就是林全 林微一愣 蒋前辈不是姓蒋吗 其实啊 我跟蒋天生并没有血缘关系 就是两家是试交 从辈分上说 他得叫我叔 我就给自己取了个一名 一名 蒋天生叔叔 靠 你特么玩我呢 林微脸都绿了 这几天都在跟人吹 自己认识了蒋大师的叔叔 多牛叉啊 玩不起 林全笑道 玩你怎么了 我还玩你妹呢 林微脸色大变 你也是我妹妹的追求者 林哥 这位林少的妹妹 可是都城有名的交际花呢 人送外号 夜不闲 林微怒道 你这死胖子 又是谁 我 老子是东北商会会长的儿子 张大力 快活林就是我家的 一个相貌冷酷的少年冷声道 东北商会算个毛 听过金字招牌吗 我爸就是金字招牌的前掌柜 少爷我叫钱锋 人送外号钱锋子 爱情烟服恶叹气 好吗 都不是省油的灯 都凑一起去了 这下可热闹啊 第105章 世家少爷好可怕啊 老猫他们的伤 一大半要算在那林全身上 林微颇为愤怒地说 那天要不是林全突然插手 吻赢不输啊 还能赚一大笔钱 至少能在快火林逍遥大半个月啊 那又怎样 当着爱情烟的面 你还想杀了他们 前锋冷笑道 不过 这事交给我来办 他既然进了学校 那就由不得他了 龙少 两人正说着 就看一个长得很白净的少年走过来 连忙都围了上去 把今天的事一说 龙征就乐了 弄半天 人家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呀 他说 他是蒋天生的叔叔 你就当真了 我说林微啊 你这20年都活在猪身上了吧 要别人说这话 林微不赏他一巴掌 就得给他一酒 可龙征是谁 整个地府学院有三位大少 龙征就排在第二 他家里可是出过圣街御寿师 和圣街格斗武师的世家 就如今 他爸还是九街御寿师 位居与林军四大统领之一 龙少 也别笑话林微了 那个林拳 带的是火龙 打起来还不输三街格斗武师 一拳 能把铁面人的防御打碎 至少四街 哦 双修 有点罕见 带龙嘛 我家也有一条龙 算个屁啊 龙征连笑几声 你们这是想要报仇 揣着坏 要给那姓林的上演药 要就不干 要干就往死里干 我那条毒蟒没了 我得 我靠 林微一扭头 就看见柳真子 在拿包爆米花 在为挥尾狂毒蟒 他当即就跑过去 你哪来的 这挥尾狂毒蟒 是我的神兽 柳真子连眼皮子 都不带台下的 你说是你的 就是你的 我捡得不行吗 你从哪里捡的 那天你也在 挥尾狂毒蟒 脱离绑定后 就不见了 是不是你们搞的鬼 林微越说越气 伸手要抢过挥尾 狂毒蟒 可挥尾狂毒蟒 不是他的神兽了 一伸手 差点被咬了一口 马上解除绑定 把挥尾狂毒蟒 还给林微 前锋走上来 就沉下脸来 本来看柳真子 甜美可人的样子 还想给他留点面子 但他既然夺走了 林微的挥尾狂毒蟒 那就没什么话好说的了 你们想抢抢我的神兽 柳真子冷笑道 玉兽师最重要的倚仗 就是神兽 上来就抢 这跟要了人的命 有什么区别 一些还没散开的学生 就在那看热闹 虽然柳真子 是跟林全他们一起过来的 可按欺负的学籍 柳真子被安排进了大三 算起来 他还比前锋和林微 要大两年级 他俩得叫他学姐 这本来就是我的 什么叫抢 倒是你抢走我的神兽 你好大的胆子 林微卷起袖子就要干假 前锋也冷冷地说 你出来乍到 别不会做人 得罪了我们几个 别说是学院 就是都城 你也不好混 你有本事就过来抢 想让我解除绑定 做梦 好啊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前锋一声大喝 一个全身都笼罩在一层 风沙中的巨兽 出现在他身后 风沙包裹着 也看不清相貌 可就那身高 就有快十米 在教学楼前站着 吓都能把人吓死 是前哨的风沙明雄 四节神兽中的上品 老厉害了 挥尾狂独猛 绝对不是他对手 我看那个柳真子 还是放手吧 柳真子也察觉到 风沙明雄的威压极强 但他那性子哪能服输 你真想打 灵拳突然走过来 掐着拳头问 你能打碎铁面人 还能打碎我家小熊的防御 笑话 风沙明雄 种类 熊科 等级 四阶 五阶神兽进度41% 变异 无 战斗力 68828 战斗技能 风沙迷眼 尖沙如铁 声名雄效 战斗适应性 草地加持症454% 可净化部位 身体 爪子 忠诚度 47% 潜力 六阶 培育次数 三 看来这家伙自信是有原因的 三次培育 几万的战斗力 那总要试试吧 不如你让他过来 跟我打一架 要是输了 我就把他收走 呸 你想的美 虽说对自家神兽信心十足 可也怕万一啊 这个赌 前锋怎么都不敢 切 赌个神兽都不敢 你还自称什么疯子 胆子让狗吃了 你腿再说一句 我说一百句 也就是两个字 脑肿 前锋气炸了 正要让风沙明雄冲上去 但他压得 龙真开口了 他输了 他的风沙明雄要归你 你呢 你的赌注是什么 我输了 我家小伙归你们 灵犬一声轻贺 小伙的身子就出现在空中 一些御寿失戏的学生 看着多吓尿子 这龙也太腿大了吧 不光大 那身上冒着的一圈火焰 看上去就不是善茶 这个灵犬 难道是四阶御寿失 最多三阶 你别慌 龙真拉着前锋就低声说 就算风沙明雄打不过也不要紧 拿着 精致强心丹 前锋一看就点了点头 龙真他爸是四大统领 弄点军方用的丹药 跟玩一样 赢了 你就爽了 龙啊 都城里也没几家有 这还是深渊火龙 龙真都动了心思 在龙族中都算得上是极品 那还能跑得了 这次先夺了他的神兽 再慢慢收拾他 到时 看他怎么办 有了精致强心丹 前锋就朝龙全吼道 哎啊 我输了 我的风沙明雄归你 你输了 你的深渊火龙归我 龙全张嘴就骂 你特么有病吧 嗯 你什么意思 我问你什么意思 你那风沙明雄 能跟我的深渊火龙比吗 堵住摆明就不对的 除了风沙明雄 你还得拿些别的东西出来 第106章 晚上九点女生宿舍 前锋一脸愈怒 低头跟龙真 临危商量 他也不蠢 要是我 我也不会这么赌 那你说咋办 总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吧 人要干翻 神兽要抢走 就是赌注嘛 龙绍 你能支援一下吗 龙真皱眉道 要支援你们也行 就是赢了 我要带那条深渊火龙一年 一年 前锋一咬牙说 行 精致强心丹也是龙绍你给的 你算帮了大忙 一年就一年 那 把我这头老虎也加上 龙真一喊 一头满头白发 浑身披着黑甲的巨虎 出现在了身后 黑甲白头虎 种类 猫科 等级 四阶 五阶神兽进度18% 变异 无 战斗力48828 战斗技能 坚实铠甲 战斗适应性 平地加持症464% 可进化部位 皮甲 爪子 忠诚度 88% 潜力 六阶 培育次数 三 这样 我这头黑甲白头虎 加上他那头风沙明雄一起算上 要是你赢了 就都归你了 不过吗 不过什么 既然都是赌注 那就让我的黑甲白头虎 跟风沙明雄一起下场 林泉笑道 想二打一 没问题 你这是在找死 前锋冷声道 那是我自愿 我活你了 好 那就 一个身影从楼上跳下来 朝着几个人就喝道 干什么 抽风啊 这是什么地方 不知道学院的规矩吗 晚上九点才能决斗 爸 可是他 可是他什么 林总教官瞪了林微一眼 晚上九点开放决斗 他既然都出面了 龙征都不敢说什么 晚上九点 女生宿舍门口的小树林 谁要不来谁 就是孙子 你要做我孙子我 还嫌你年纪大 操 各自收了神兽散开 柳征子才说 不用你帮我出头 最多我就把灰尾狂独猛 还给他好了 到手的东西还能吐出去 想什么呢 学院让所有的学生都必须住校 柳征子 叶小蝶 苏唐和赵橘子都住进去了 四人还住在一间宿舍里 林泉过去 就被宿管大妈给拦住了 你一个男的 跑进来干什么 谁说我是男的 我留个短发 就是男的了 我比较平坦 就是男的了 你歧视我 宿管大妈愣住了 哎 这是女的 林泉大摇大摆的 就坐电梯上去了 宿舍里还挺干净的 也不用打扫 叶小蝶和赵橘子睡下面 苏唐睡叶小蝶的上铺 柳征子睡 赵橘子的上铺 我也不常住 跟学院说了 我回家住 你家在都城 对啊 苏唐咬着棒棒糖 看林泉的模样 就乐呵呵地说 改天让你们来我家里玩 橘子呢 不去你爷爷呢 我爷爷在鬼门镇呢 我也不常住 就是我叔叔家有点远 周一到周五 我可能的住校 周六就要去叔叔家 赵橘子在那奶声奶气地说 叶小蝶挺满意宿舍环境的 你也回去住吧 我们离学院近 子虞也想让你陪着睡 那 我在这里 也得放一套请具 都安顿好了 每天都在宿舍里住的估计 就剩下柳针子了 林泉连男生宿舍都没过去 让张大力去张楼 他领了一卡通 就和叶小蝶先回去了 弄半天 你也不过去住 就想着我回来吧 家里总要有点女人味嘛 你香喷喷的 每天要屋里逛一圈 连空气清新计都不用了 你这什么话啊 林泉闪开 叶小蝶的手 就走到阳台那 冷冷地想 在南地城没法动手 到了都城 叶小蝶在这里住着 叶一千只要过来 趁他不备就干他 晚上九点 女生宿舍外的小树林里 龙征 前锋 林薇都到了 在他们身后 还跟着一帮的公子打哨 有学院里的 也有学院外的 都是听说后过来看戏的 那小子吃错了药 才敢惹龙征吧 那还用说 肯定是刚来搞不清楚状况 龙家在都城 可是排得上号的 就比苏家杨家李家差一点 说到杨家 老杨呢 杨公子去快活灵了 那边新来了一批的一族妹子 我靠 你怎么不早说 老杨跟东北商会的张三 是老朋友了 这才能吃个头蛋汤 你去也没谢 那倒是 不过老杨这身子骨 天天往快活灵跑 那还撑得住 他上周是不是吐血来着 连吐了五天血 医者来 看过说是没治了 杨叔就才随便他了 最多也就两个月的命 随时可能报病 众人一阵叹息 前锋就说 老杨他那命 真不能治了 他乃是一种病 老杨他那七八种病 加在一起 都快成病窝了 还特么一起发作 要换成别人 这铁铁的就完蛋了呀 亏得他老杨家是 带哥斗武师 他也从小就练过 这才扛下来的 提什么老杨 他们人呢 这不来了 林全 叶小蝶 周紫月 周紫瑜 铁心男 张大力 加上刚下楼的柳真子 人数倒是不少 可在龙真眼里 都是废物 穿一起不如糖葫芦 我跟爱亲眼打听过了 都特么是什么二阶班的 二阶欲寿施 那稳了 林全往那一站 也不叫出小伙凤凤 朝对面一指 就气焰嚣张地说 也别浪费时间了 赶紧的 我还得去吃凉粉呢 靠 太不把前锋 放在眼里了吧 前手 打他压的 让他一个外地人 赶在都城嚣张 前锋也气得够呛 召唤出风沙明雄 又等黑甲白头虎出来 就冲林全喊道 你想死 那就让你死 上 风沙明雄那巨硕的身子 光走起路来就吓人 一跑起来 小树林里种的炮铜树 都被撞翻了 黑甲白头虎也不弱 他就是个肉盾 但他那威势 也一点不下于风沙明雄 风沙迷眼 一阵风沙袭来 卷向林全 这要一般人 估计连看都看不清了 视频内全是沙子 就跟在沙漠里一样 林全却盯着数据框 在那冷笑 想完这一招 早防着你了 跟着 他就飞步向前 一拳轰向风沙明雄的身子 第107章 女生宿舍前的决斗 太硬 风沙明雄 明显比铁面人还要结实 林全的拳头 跟打在一块木块上似的 但风沙明雄 也感受到了疼痛 在那冲着夜空大吼 黑甲白头虎也跑过来了 伸出力爪 就朝林全的头上抓去 林全一台肩膀 硬生生地挡了一击 就看他肩膀上 留下了一道白印 可连袍子都没抓破 卧槽 这小子是玉兽师 瞎了我狗眼了 这他妈是格斗武师吧 就是一般的格斗武师 能挺得住 黑甲白头虎的力爪 老子三接格斗武师 都不敢用肩膀硬扛啊 这小子也太猛了吧 林全反手 想要扣住 黑甲白头虎的爪子 但慢了一拍 风沙明雄 也跟着一掌拍下 他就一滑 从风沙明雄的手臂下滑过去 解扣式 林全双手一并 手指快如弹钢琴般的 在风沙明雄的后背上连弹三下 手指先勾再拉 再用指甲弹上去 这一连串的手法 金属无比 风沙明雄被弹得身子一歪 咦 这有点像是那什么呀 没想到他小小年纪 手法竟然如此精湛 同道中人啊 黑甲白头虎 又在林全想要再弹的时候 又上来了 林全就一脚朝他踹过去 也不用上下起手了 干脆来硬的吧 黑甲白头虎近 被他一脚踹的 在地上打了个滚 嘴角开始冒险 施下精致强心丹 一看不对劲 龙征就暗中指挥黑甲白头虎 好 黑甲白头虎瞬间浑身巨抖 整个身躯快速地膨胀了一倍 虎虎生风地再度冲上前来 张嘴就朝林全的腿上咬去 试用了精致强心丹 林全你小心 叶小蝶发现得早 提前预警 林全就一纵身 跳在了风沙明雄的背上 连续树弹 谈得风沙明雄想要吐血 这特么什么人啊 还怕我背上来了 熊熊 你也吃 风沙明雄 连忙将早就准备好的精致强心丹 吞服下去 林全就感到他身躯一阵 暗脚不好 得赶紧解决战斗了 就连爬几下 到了风沙明雄的肩上 对着他的耳朵 就来了个松紧事 先一压 再一放 全劲全都 透过手掌 灌到他脑中 啊 风沙明雄 还没完全适应 吃下精致强心丹的作用 被这一打 整个脑袋快要爆炸了 他随之发出震天的吼叫声 声明雄笑 林全都感到脑袋里嗡嗡作响 一下从他身上跳下来 还没等他站稳 黑甲白毛虎就扑上来了 一记胡爪 冲着林全的前胸抓上来了 林全躲无可躲 伸手一挡 手臂就一痛 只看上面多了几道爪痕 还以为他是铁打的 原来也紧不住啊 你试试 你要是他 你早就死了 我要是他 我就不接这场决斗了 谁特么单挑两头四截神兽 有病吗 他的那深渊火龙 还不放出来吗 我来就是想看龙啊 黑甲白头虎闻到血腥味 更加兴奋 上来就连灰树找 凤凤 一个半边长着七彩羽毛的肉鸡 用翅膀一挡 就将虎爪挡住 还不等所有人看清他的身影 就看到黑甲白头虎 一下摔出去 增幅要摔 凤凤那半边身子的羽毛 都立了起来 冲向黑甲白头虎 就一阵狂山 噼里啪啦 黑甲白头虎 眉头眉脸的 被打得一阵猛逼 这啥玩意儿 左边脸抽完 抽右边脸 又直接竖起翅膀 就一通乱捅 就看血花镖的满地都是 那边风沙明雄身上的沙子 多了厚厚一层 将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这下不怕灵拳了吧 哼 点新手 灵拳一跃而起 跳到风沙明雄的胸前 就伸出手指 一阵乱戳 就一戳 就带出一片血 风沙明雄 哪想得到自己万玩一失的防御力 会如此脆弱 前锋一阵心疼 也百思不得其解呀 都服了精致强心丹了 还不够灵拳打的 这还特么是个人吗 那肉机也太古怪了吧 你不能光看他眉毛那半边 你看他有毛的地方 看了 我也没认出来 是个啥呀 会不会是七彩织颈机 你家七彩织颈机 能扇倒黑假白头虎 靠 那是个什么东西 灵拳戳了十几下 风沙明雄终于受不了了 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这才看到 灵拳从耳朵里抠出两个纸团 扔在地上 前锋大惊 他怎么知道熊熊的技能 提前做准备的 龙征却一脸阴沉 他担心的是 灵拳赢了 这就难办了 虽说黑假白毛虎 是拿来做肉盾的 在他的几头神兽中 只能算最乳 可那也是四阶神兽啊 这就给他了 但让龙征始料未及的是 你在干什么 不会吧 他赢了 黑假白头虎和风沙明雄 不是归他了吗 他还要杀了他们 不对 他是在 取金河 灵拳隔开风沙明雄 和黑假白毛虎的后背 将金河挖出来 把血擦干了 扔给叶小蝶 收着 前锋眼睛都快爆出来了 这特么是人干的事吗 我赢了 他们归我 怎么处置是我的事 你们不会有意见吧 老子意见大了 可是愿赌服输 前锋就是再生气 也只能憋着 不然 这人就丢大了 你行 你厉害 你掉 你等着 事情没完 前锋转身就走 龙征则鼓起了掌 林全 你真让我意外 可是 我提醒你 这不是南地城 意外只会发生一次 下一次 你就没有好运气了 好运气 我一向不缺 但是 我不靠好运过日子 那就祝你在学校的生活过得愉快吧 只剩下林薇在那犹豫了会儿说 挥尾狂毒猛 能不能还我 林全还没说话 林薇身后的人 就发出一阵哄笑 我说老林 算了吧 你那神兽是自己跑的 还想要回来 你不嫌丢人我都嫌丢人 就是啊 林绍 你家神兽也不少 重新找一个吧 林薇脸都白了 默默地低下了头 叮 临时提升的数值消失 林全全身一阵虚脱 转头就靠在了叶小蝶的怀里 第108章 都欺负老师 喝着叶小蝶给喂的南瓜粥 林全一脸的郁闷 喝着打铁面人 打风杀明熊那么威猛 是临时提升的数值还在的原因啊 上次不是提升过身体机能吗 难道提升在另的地方 林全低头看了眼 没变化呀 喝呀 张着嘴不咽 你想噎死吗 喂 你认真点胃行吗 谋杀亲夫也得讲究原则呀 一句大狼都不叫 那你自己喝 我全身肌肉都在痛 我能动 还要你喂吗 叶小蝶用手指 戳了戳林全的腿 看他哀悠一声在皱眉 就笑嘻嘻地又戳了下 够了呀 你欺负老实人是吧 谁让你逞强的 还一条二 要没缝缝 你就死得透透的了 我那是想镇住他们 才不打算用神兽 林全认真的说 你想吧 他们一来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摆明是想欺胜吧 要我们服软 那之后 他们会怎么对付我们 男的拉去做苦力 女的送到快活林 不至于 张大力吃着饼干 就肥宅快乐水 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话 快活林不接收 靠 是不接收的事吗 我就打个比方 你想吧 我要做缩头乌龟 小蝶啊 柳师姐啊 那还有好日子过 叶小蝶举着南瓜粥 你吃不吃 哪有你说的那么凶险 吃 你放低一点 哎哟 粥这么烫 给我吹几下 吹凉了 吹舒服了再喂我 林全又说 我昨晚就见有好几个人 看你眼神不对劲 那不是爱慕 那是兽性 你要遇上他们 哪有我这么绅士的 铁定得变成凤凤 凤凤 在那喝着营养液 抬头一脸迷茫 就是肉鸡啊 连毛都包没了 叶小蝶摇起一大勺 连吹都没吹 直接塞进林全嘴里 烫死了 我舌头要毁了 以后没办法接吻了 小蝶 你只能重新找个未婚夫了 滚 自己吃 叶小蝶把碗一放 张大力就拿起碗 林哥 我帮你 我来吹 你滚开 你一个男人吹个毛啊 林全想用脚把他踹开 没想到 抬腿就一阵酸胀 这弄得他好生悲凉 估计为了增服药水后的凤凤和小伙 也就这得性了 在家里躺了三天 才总算好些了 林全还不打算去学院 反正请了半个月的假 去也没意思 叶小蝶回来说的 还在上理论课 子虞 师父教你的玉寿八术 都学会了吗 学会了 在玩着乐高的周子虞 连忙试了试神魂术 二楼的张阿姨 又跟牛婶吵起来了 说牛婶昨晚上动静太大 连楼上都听到了 让牛婶 嗯 不要那么了 师父 什么意思啊 林全就瞧他 眼神不对劲了 一般神魂术 都是警戒用的 就等于是画个范围 有威胁的生灵靠近 产生警觉 他还能听到人家对话了 何况还是二楼 这都十几层远了吧 听听四楼那个很骚包的姐姐 穿蓝裙子那个 哥哥说藏了两颗西瓜的姐姐 就他 嗯 他在说 嗯 啊 打死你这个没良心的 周紫月在一边表情怪异的张着嘴 想要阻止妹妹 可林全没说话 他也不好说什么 铁心男孩一脸憨的问 这啥意思 没什么 紫月啊 你天赋很高啊 是吗 周紫月开心的拍起手 叶小蝶回来了 还带着苏唐 你们干嘛呢 继续教他们御寿巴数 哎 苏唐 哪天去你家呢 我看 下个月吧 哦 对了 上课的时候 教官说 下个月初要课外教学 要教团战阵法 要去鬼门阵 林全就呲了呲牙 鬼门阵 也亏学院想得出来 还团战阵法 那地方现在可不安宁啊 昨天颜德法还在联络号上说 赵友方跟洛奇兵都快干上了 还有那么多人族没人保护 不少一族都在往那里跑 那都是他们眼中的口粮啊 叶小蝶吃着绿豆糕 想起一件事来 林总教官在晨会上点名批评了你 说你年少轻狂胡作非为 善杀神兽曲金河 等你回学院 要找你好好谈谈 他是为他儿子出头 就这种老子 才能教出林薇那种儿子 他是有真本事的 跟林薇不一样 我当然知道 哎 他们也就知道 欺负老师 要换成是龙征前锋 不定得拿来做宣传呢 说什么以一抵二 大展神威 少年英雄 林全算是看透了 也不想跟这些家伙 有什么瓜葛 诺 拿着 张大力喜道 三接生接要水 费老大劲了 花了我一批金河 那行 回头就给林哥把钱转上 林全微笑点头 还得去马家走一趟 把剩下的金河该卖的卖 买些材料 继续做营养液 要不凤凤 都没吃的了 就是肌肉还很胀啊 小蝶我得去买些炼丹材料 你扶我去吧 叶小蝶就瞪他一眼 走吧 林全就跟挂在他身上似的 让他都冒出汗了 他在系统里搜索了一阵 找到了几种 能提升御寿师身体素质的药水 其中一种叫强体药水 喝一个月 就能让普通的御寿师 达到一阶格斗舞式的身体素质 你不早说 早给我喝啊 我怕你太强壮 打起我来 更是难以忍受啊 谁没事会打你 还不是你老乱说话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比如啊 比如什么 我一辈会跟你在一起 叶小蝶翘脸一趟 看他脑袋快贴到他胸前了 连忙将他推开 催道 你想借机占我便宜是吧 字字真心 要有一个字假的 就让小伙把我吃了 叶小蝶看他赌咒发誓 才说 好了 相信你了 那你呢 我才不说 哎 你真够沉的啊 该减肥了 这就嫌弃我胖了 还说你不欺负老实人 不是 你站直了行吗 我站太直就痛 胡说八道 咦 前面就是马家了 马家那材料商店的招牌 极其显木 林全一眼就看见了 在外面抽烟的伙计刘哥 第109章 马家扫货 刘哥没死啊 你小子还活着呢 还带护士了 谁说是护士了 我的知心爱人 我呸 叶小蝶和刘哥一口同声地说 你们这是总店 嗯 我和马掌柜都过来了 上面三层地下三层 都是我们的店铺 竟然说话吧 我说你 真受伤还是假受伤 能忍 林全挺起了腰 就揉着肩膀和叶小蝶走进店里 总店到底是总店 一楼就比南地城的大出数倍 里面来逛的人也不少 穿白袍黑袍紫袍的御寿师 穿短胆的格斗舞师 连穿红袍的单师都有 有好些人 胸前都挂着徽章 有赏金猎人的 有冒险团的 还有些是学院的 也有雨林军的 有一两个 还挂着某几个世家大族的家族徽章 马掌柜也没闲着 不像南地城能没事躺在椅子上 站那招呼客人 一见灵犬 他到一点不意外 林玉盘的弟弟 还能死在南地城 又来卖什么 买点材料 卖点东西 独眼巨人的眼泪 南地城没有 这边有吧 有 后面还有一坛子 好家伙 都论坛子的了 都写纸上了 马叔给找找吧 刘哥 这是我要卖的东西 拿出了上百颗 四阶以上妖兽金盒 都是常见的妖兽 比较罕见的 林玉盘就暂时先留着 都是你姐在圣街妖兽 驱赶妖兽时弄到的 还能有别的吗 我姐她太不像话了 麻了我好长时间 我才知道 她是冷黄的团长 刘哥笑说 你才知道 你特么早知道了 喂 你小子别说脏话 我说刘哥 你也太不地道了吧 我们多说啊 你还瞒着我 玉盘姐不开口 我哪敢告诉你啊 她能把店都给我拆了 林玄想到林玉盘那性子 深表赞同地说 那也怪不了你 你们就在南地城杀了一批 后面没追着杀 那些妖兽过南地城后 都成立好些赏金猎人冒险团 都追上去了 玉盘姐肯定不会放过赚钱的机会啊 我靠 难怪联系不上老姐呢 她铁定是去发财了呀 现在还来得及吗 你问你姐吧 金盒数量有点多 鉴定得花点时间 拿材料也得花时间 林玄就和叶小蝶逛逛商店 小蝶 你看这发簪 用紫鱼狐狸的颓骨打磨的 你戴上 绝对没爆了 你再看 这种红与翠鸟做的上衣 跟你那叫一个绝配啊 你要不去试试 小蝶 这种药你喝下去 能大幅提高睡眠质量 一觉就能睡到第二天早上 打雷都醒不了 前两样叶小蝶还感觉挺好 都任由林玄买了 这第三样 她就一脸警惕地说 你想干什么 晚上我睡得跟死猪一样 你好推开门做坏事 林玄大叫冤枉 这不是你晚上老起床 我听得很担心你吗 那是紫鱼 我在你家住小半年了 你还不知道我 林玄暗叹 失策 没上当 把药放回去了 你要的都在这里了 这银铃花特别难找 是那银铃居室 嫁接栽培出来的 其他几样吗 加一起 收你一个亿吧 马说 你打劫的本领 越来越高强了呀 马掌贵乐了 你卖了四百颗金盒 还想我为你省钱 话也不是这样说吧 那行 你挑的那几套衣服 算送你的了 成交 金盒价格 随市场波动 略有下跌 算起来四百颗 也就卖了十亿不到 几乎是 原来在南地城 卖金盒市一半的价格 剩下的黄金灵权 还留着 黄幻和钟二的收纳袋里 还有些别的东西 他还没来得及看 但显然 从马家出来 他腰杆子 一下就值了许多 钱还真是灵丹妙药啊 肌肉都不怎么酸了 还要服 我就想靠着你 感受着你的体温 能让我心神安宁 呸 自己走 叶小蝶说归说 还是扶着他胳膊 还没走出街 就见到一块金色的招牌 写着金色招牌 四个大字 旁边则写有神兽相关 一应俱全 几个少年 就在门口那储着 其中一人 还在那大声地说 老子就是看不惯 灵权那副掉样 老子培育封杀 明雄容易吗 一次培育多少钱 你们知道吗 老爷子又抠门 全靠我省吃俭用 才攒下来的钱 拿去培育 这灵权要是收走了 没话说 可特么他 就直接挖出金盒 他是不是有兵 活得封杀明雄 至少能卖上一好吧 前锋越说越怒 口莫横飞 他是摆明要让我好看 心地非常险恶 钱少 他得罪了你 早晚是死路一条 我们合计合计 怎么想个法子 让他趁早领便当 学院不是要搞课外教学吗 老爷子不是 还在鬼门镇吗 他身边不有个护卫吗 五阶阁斗舞师 让他暗中动手 前锋越想越对 就拍着那说话的人肩膀说 那行 你就去一趟鬼门镇 跟宝叔说一声 等下个月 灵权 哟 这不是钱少吗 怎么 在这揣着一肚子坏水 要埋伏我呢 来来来 我手正仰 赶紧的 前锋下 得带着几个少年就跑 这灵权 能赤手薄熊斗虎 跟他干 还没带神兽 那不是找死吗 叶小蝶问道 听他的意思 他是钱掌柜的儿子 我还以为金字招牌 跟马家一样 有分店总店 南地城的钱掌柜 跟他们说的钱掌柜 不是一个人哪 那你跟钱掌柜认识 课外教学去鬼门镇 你提前跟钱掌柜说一说吧 你担心我 好开心啊 叶小蝶掐着他胳膊上的肉 你开心个鬼 我就不能担心你吗 林全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没事 让他们来吧 还半个月呢 有的是时间 我先帮你把身体素质培养好了 这时 就看一辆医护车 快速地奔向医院 是从杨家出来的 我看杨绍 这次好不了了 他天天往快活领跑 身体能好才怪了 听说杨老发了公告 说是谁能治好杨绍的病 他就将祖传的体素送给他 第110章 都动了心 林全为着独眼神猴喝营养液 凤凤在那很不满地挥动着鸡翅 铁壁螳螂就有多远躲多远 连独眼神猴 都老用他那一只眼去撇凤凤 很害怕的样子 滚开点 谁说营养液 只能你一个人喝了 叶小蝶喝着 被打成草莓奶昔的强体药水 眼睛眯成一条缝 你老惯猴子 喝营养液干什么 你不说的帮着紫月子鱼 提升实力吗 玉兽师靠的就是神兽 得先帮他俩提一提 再说 紫月他俩不是在学玉兽八术吗 等学完再说 林全琢磨着提升精神力的药水 也有那么几种 就是挺费钱 材料算算少说的几个亿 还暂时舍不得 花在周紫月兄妹俩身上 倒是铁心难嘛 得弄几本体术的书让他学选 上下起手 师父 这听着名字不对啊 那先别说这个 这本要不要学 传统中医整骨手法 师父 能有点靠谱的吗 你这憨批 这也不学那也不学 好 你等着 林全肉疼地拿出一本体术技能书 整整花了两千万 在系统里买的 薄浪基石猎骨手 听着就带劲 我研究研究 铁心难含笑结果 跑楼顶去了 你瞧 就他那模样 还研究 他能研究出什么来 那你这师父叫的 都是什么 上下起手 要不就是整骨 你让他学做医者吗 提到医者这事 林全就看向 在一边抱着猫 在那傻笑的张大力 你说那姓杨的什么病 病多了 骨癌 脊椎断裂 还有好几种炎症 加一起 乖乖的 整整八件套 快从头到脚 一个不拉了 张大力摸着喵喵的 淘心耳朵说 你不会是 想帮那位杨绍治病吧 我三叔可说了 都城里最厉害的医者 都找过去了 看了都只有一个字 死 两个字 等死 没治 我就问问 不是小蝶提到医者吗 林全还动了 帮给那位杨绍治好病 能拿到杨家的体术 好让铁心难练的念头 杨家把公告 都贴得满城都是了 谁要能治得了 杨四爷的病 就能得到 杨家的祖传体术 还能得到杨家 一大笔的诊经 据说啊 是这个数 七千万 七十亿 哼 林全和叶小蝶 都吸了口气 杨家不单是格斗 武师世家 早年间 跟着苏家 在终结之战 大放异彩那位御寿师 可是结义兄弟 战后收割了一大笔的财富 这几百年下来 人家家大业大的 张大力低声说 光就一年收租吧 都能赚上百亿 这一比较啊 南地城那些大佬 就真是穷光蛋了 就是大赚了一笔的灵权 都自叹不如 谁让那时都城百费带薪 地价便宜呢 人家光买地 都买了小半个东城 后来 陆续卖了些地出去 现在还有整整九条街是姓杨的 那就没人动心 去接榜吗 街 天天有人街 可谁有真本事呢 哎 我听说龙征前锋那几个二货 也动了心思 他俩能治得了病 这你还别说 龙征他爸是四大统领之一 军方可有不少私货 前锋他呢 金字招牌鬼门道也多 他还能从林威那里 从学院里 弄到好些新研究出来的东西 林全 人就摸着下巴想 能治得好吗 杨家院子里到处都是人 龙征和前锋拿着药 也只能排在后面 龙少 咱们要帮老杨治好了病 那不就发达了 他那并不好治 龙征来之前想过了 拿来的是与林军的特制药丸 有一名字 叫静心无垢 是与林军找好些医者 合理研发出来的 就在军队里用过 不说包治百病吧 至少能让冰死的人 多活那么几个月 也不知杨家 是不是找军方药过了 前锋拿来的 也是前家最新的研究成果 用妖兽的金盒 跟一些罕见妖兽的骨血 混合而成的一种药物 据前锋父亲前掌柜说 这样能专制妖兽咬伤 毒伤 就前家找到的几位 帮杨神超看过的医者推断 多半杨神超的病 跟他一年多前 跑到鬼门镇 去追杀一头五街妖兽有关 回来后就病发了 但几天就恢复正常 就估计病根 是那时落下来的 至于龙征前锋的父亲 为什么不出面 那时怕要不行 到时没面子 让小贝来 那就没问题了 杨伯伯 看见杨神超的父亲出来 二人就在那招手 你们来了呀 进来吧 谢谢杨伯伯 进到屋里 才发现杨神超 就几天不见 全然像被抽走了魂魄 整个人躺在床上 面色苍白 四肢无力 挂着药水瓶 双眼无神地 看着天花板 你们拿来什么药 静心无垢和青妖蛋 新药 是军方和金字招牌 最新研制的 蒋大师说呢 蒋大师 二人这才看见 坐在烧园处 在喝茶的蒋天生 连忙站起身行礼 他俩拿来的药 我都见过 对小杨的病 毫无用处 前锋顿时一脸失望 蒋大师 能不能先试试看吧 在我担药之下 小杨的病 还能拖一两个月 要试了你的药 他立马就得去见阎王 蒋天生冷笑道 你前家做的药 剑走偏锋 下药太猛 药对于一个 还体魄健全的人 还无妨 小杨已是病入膏肓 药一下去 就吃不消了 与林军的药 也是一样 那尽心无够 专门是在战场上用的 不到万不得一 也不能用 龙睁动了动嘴唇 还是不吭声了 医者再强也抄不过丹师 连蒋天生这等丹师都发话了 那杨神抄针 就没智了 杨总管 我倒有一个想法 我认识一位小友 他的丹药我从未见过 不知他会否有法子 能就得了神钞 此人可在都城 应该在的 我这边去找他 第111章 上来就看后脑勺 林全揉着脖子 好酸啊 好胀啊 系统里专制肌肉酸麻的药水 也不大管用 还得再休息几天 才去学院了 叶小蝶也不在 就周子瑜 在那玩乐高 他天赋太吓人了 玉授八术都已经精通了 比周子瑜还强 这才几岁啊 再过十年 那还得了 你哪收的徒弟 林全吓得一击灵 才看到鞋躺在 阳台外椅子上的淋浴盘 我的老姐啊 亲姐姐啊 你可算回来了 林全抱着他 就用力地亲了口 想死我了 脏不脏啊 弄得我脸上都是口水 我问你那小女孩 哪来的 逃难路上捡的 叫周子瑜 隔壁还有他哥 和个傻大哥 都是好苗子 林全又抱上去 淋浴盘就一脚 把他踹开 你手摸什么 想偷收纳袋 可 就想见见老姐的收获吗 还成吧 就杀了些五阶六阶的妖兽 还把赵叔柳叔他们 送进城安顿好了 赵叔柳叔那十几家 都是星河冒险团以前的成员 城破之前 大壮入城提醒城卫队 就安排他们逃走了 咦 老姐有法子把人带进城 不是查得挺严的吗 言个屁 半夜雨林军睡得跟死猪一样 避过几道 静咒就没事了 林玉盘说得轻巧 林全就直挠头 周子瑜走过来 怯生生地站在玻璃推门呢 过来 让我瞧瞧 他这才带着胆子 往前走了几步 就被林玉盘摁住身子 拨开了脑袋后面的头发 疼 疼 林玉盘把手松开 周子瑜就害怕地跑回客厅 果然 姓周 从林全逃难的路线来看 也正好是那地方 有问题 没 我就过来看看 给我留房间 有空我就回来住 晚上我还要带大壮他们 过来说些事 你也听听 行 林全说着 就听到有人敲门 走过去一开 看是蒋天生就愣住了 蒋大师 希克啊 怎么找上门呢 你进了地府学院 住址都有登记 还找不到你 我来是有事想问你 林全给他倒了碗大红袍 一抬头 就看阳台上没人了 林玉盘又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这女娃娃 蒋天生瞄了周子瑜一眼 就愣了下 想起在鬼门镇好像也见过 走上去就摁住他脑袋 拨开他脑后的头发 林全就纳闷了 这怎么一个个的爱看后脑勺 这都什么毛病 果然 操 我也得看看 林全就凑上去瞧 没毛病啊 就正常人的后脑勺 也没见冒金光 没见长得奇形怪状的呀 有问题 没问题 靠 一个个都说没问题 那铁定有问题啊 蒋大师 我们迷人不说暗话 你进来就看我徒弟的后脑勺 莫非 林全眯起眼 一拍大腿 你想抢我徒弟 蒋天生差点一口茶喷在桌上 你多虑了 老夫这几年不收徒了 那还好 那蒋大师登门拜访 不是为了看我吧 杨神超生病的事 你知道了吧 都闹得满城风雨了 但凡想要报复的 谁不知道 我从杨家过来的 光是今天跑到杨家去的 就有上千人 拿的都是什么祖传秘方 都是扯淡 吃了不死人 就算不错了 我呢 听我那几个不孝弟子 提过你的本事 你可有把握 能治好杨神超的病 林全就愣住了 这老家伙老糊涂了吧 他那几个弟子 就在斗宠大会 见过增幅药水的威力 就想到我能治病 这思路 有点天马行空啊 单试一道 旁处泪通 你既能做出 强于强心丹的丹药 必须对于治病一道的丹药 也有涉链 林全想着 系统里能够合成的丹药 确实有那么几款治病的 就是商店里 也能买得到一些灵丹妙药 例如 一千万联盟必一瓶的活血生机伞 但就杨神超那位爷妈 那他妈就是个病篓子 装了八种病啊 这都快把内外客都收集全了 连你蒋天生都无能为力 我还能怎么办 你就试试 我带你过去 你用你的丹药 出事了有我兜着 杨家就杨神超一个儿子 三代单传 老蒋啊 我说句实话吧 我什么时候得罪你了 嗯 你是嫌我活得太长了 非得把我往火坑里推吧 你这小子 要不你把药拿来 我过去给杨神超用 还是说 你怕了 不想想杨家的体数 老杨还拿了七十亿出来啊 林全听得心脏咚咚的跳 穷过才知道 七十亿有多大诱惑 跟我走吧 先见着人再说 林全心想 就算那位杨总管 是九阶格斗武师 跑总跑得了吧 子虞 你在家好好待着 别出去乱跑 知道了 师父 蒋天生神情异样地 盯了周子虞一眼 才带着林全赶去杨家 林全看杨家的院子外 停满了车 都塞了三条街了 院子也不是挺大 就觉得杨家还挺低调的 跟他差不多 杨总管就背着手 站在院子里 来回踱步 一位轻袍玉寿师 就不叮不巴地处在房门前 背后还蹲着头 流光一彩的猛虎 在那舔着爪子 他那袍子上 绣着八颗星星 不用说 八街玉寿师 林全一看就打退堂鼓了 这要出了事 一个九阶格斗舞师 加个八阶玉寿师 不得直接躺平了 他就是你说的后生 林全算是烈士出身 父母都阵亡在对阵妖兽的时候 好 杨总管满意地跟林全握了握手 看他牙疼的样子 就手掌轻轻地掐了 他胳膊几下 肌肉酸胀 对 好几天了 用力过度 亲子 轻袍玉寿师拿出一瓶药 口服十分重见效 谢了 走到屋里 一见躺在床上的杨神超 林全就头皮发麻 这差不多到点要去投胎了吧 谁能救得了啊 杨总管叹息道 药无能为力 那也是神超命理 应当如此 看他年纪都快跟蒋天生差不多了 老来得子也不容易 林全就装作很轻松地说 我先找找有没有适合的药 第112章 是精神问题 蒋天生瞧着林全 拿出个精致的收纳袋 又从里面拿出几个收纳袋 再从其中一个收纳袋里 拿出两个收纳袋 你搁这儿套娃呢 一个清冷的声音响起 从后门走进来个少女 皱着鼻子 看着满地的收纳袋 蒋叔 这收纳袋 还能装收纳袋 能 只要夹起来 收纳袋的存放空间就行了 林全眼睛都没瞟那少女一下 拿出鬼门镇得到的袋囊说 老蒋 你让我来帮杨总管 我也答应了 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 听说你老婆是改造道具的大师 这就麻烦了 夜饮人的袋囊 看来人还真是你杀的 蒋天生接过 就小心地放进收纳袋中 这玩意儿 就是家里那位也很难得到 要制作好了 完全可以替代林全 现在用的收纳袋 毕竟 中二可是用来装了几万人的 杨总管惊奇道 鬼门镇的事是你解决的 算是吧 就两个夜饮人在那作乱 我路过剑了 总不能袖手旁观 顺手就干掉了 杨总管微微点头 这小子还是有点能耐的 蒋天生把他叫来 说不定还真能就得了神钞 这是什么 少女突然尖叫起来 林全从收纳袋里 翻出几块头盖骨 还带着头皮和血 弄得他手都脏了 这收纳袋是夜饮人的 我杀了人 就拿着了 也没仔细检查 快拿开啊 你闭上眼不看就行了 你 少女被气得直跺脚 她在城里可说是地位不凡 家里跟杨家又是市交 进进出出都不用人通报 可哪知林全根本没把她当回事 这又是什么 心脏 没见过吗 少女连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 跑到卫生间半天都没出来 林全 你的单药放在夜饮人的收纳袋里吗 我忘了 没放在里面 蒋天生都无语了 那你找什么呀 林全完全是在拖延时间 他在系统里查找着能包治百病的药 系统都快要当机了 眼睛朝着杨神超看 数据框也打不开 或许因为他是人族的关系吧 但也不对啊 格斗武士林全也打开过数据框啊 莫非是 他太虚了 把收纳袋扔在一边 走到杨神超的身前 就装模作样要给他把脉 你还会医者的本事 略会 谦虚了不是 这把脉可不是谁都会的啊 蒋天生朝杨总管递了个眼色 杨总管对林全现在的表现还算满意 就微笑回应 系统啊系统 你可别害死我啊 别让我丢脸啊 咦 这腿上的血是怎么来的 他有筋血爆裂症 平躺着都会冒血 外伤 那好办了 林全拿出火血声击散 就抬起杨神超的腿 然后马上说 来个人给他抹上 腿毛也太多了 血都结痂了 我才不会帮他涂呢 巴结玉兽师走进来 结果要先闻了下 才把药涂在杨神超的腿上 也就怪了 本来暴涂而起的血管 这一抹上去 就平顺起来了消下去了 小林本事了不得啊 连那些医者都说只能动手术 说是血压太高的关系 可神超哪里还能动得了手术 你这要有个什么名字 老蒋啊 我这要叫活血声击散 光做出来的成本就要两千万 还只能做出一瓶 凡是外伤 只要抹上 没有不马上止血生机的 杨总管接过剩下的药 拍拍手 走进来个格斗武士打扮的人 他就手指一抬 一道微光在那人胸前划过 那人胸口立刻割开的大伤口 他在上前把药一抹 血就立刻不流了 好药 两千万也值得 回头治不治得了神超的病 你这个朋友 我杨某交定了 林全看得直冒汗 好家伙 老杨 还真是九届个斗武士 就这一指之力 换成他 挡都挡不了 而且还挺狠的 直接就拿自家下人 做试验 精血爆裂正算治好了 那剩下七种病呢 林全咳嗽声说 得慢慢来吧 我听说 神超他是在追杀 一头妖兽时受了伤 才产生的病根 嗯 也不好说 有医者 说跟那无关 不过 你既然提到了 说出来也无妨 那五阶妖兽名 为赤眼山围 算在五阶妖兽中 比较难对付的了 林全在系统里 历史找到了 赤眼山围的资料 在技能处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他除了常用的两种技能 化为厉鬼 和排山倒海 一看就是 一式置换一式 物理系的技能 还有一项隐藏技能 精神治病 能靠精神力 让人产生治病的幻觉 从而让人产生 生理上的回应 换言之 就是让人以为自己生病 然后就真的 生出病来了 那杨神超的病 就是出在精神上了 他这不是一般的病 他这是精神病了 我想到一个办法了 说不定能一次 把神超的病根给断了 杨总管和蒋天生 都急忙问道 有什么法子 林兄弟请快说 林全你就别卖关子了 你有法子 就拿出来 老杨答应的报酬 一分都不会少你的 可 看二位说的 我是贪图身外之物的人吗 那林兄弟还请告知 如何救治神超 神超兄弟的病吗 要治 得找一些异族一同思维 手段比较麻烦 但我保证 一旦治好 那就再不会犯病了 异族 杨总管问道 需要哪种异族 天牢里关了136种异族 在培育所也有18种 林全都精注了 这也行 抓着做研究呢 那一般的异族也不行 我要的异族比较特殊 比如 比如什么 猫尔娘可有 这是何种异族 狐狸人呢 这个 蝴蝶人呢 这也少见 蒋天生恍然道 你要的异族 都在快活灵里 林全意味深长地说 老蒋也是快活灵的常客 蒋天生老脸一趟 靠 说露嘴了 不错 我们把神超兄弟带去快活灵 我有办法把他的病解决了 第113章 先催眠再说 张三把人都安排过来了 包厢里的茶几沙发都搬走了 摆上了一张按摩床 蝴蝶人 狐狸人 猫尔娘 兔妹妹 十几个在那围了一圈 林全就在那站着 一身黑色的斗篷 连帽子都拉起来了 你们都听我指挥啊 都听林公子的 猫尔娘叫得最大声 也最激动 我能让你们跳舞 你们就绕着床跳 张三叔 曲子准备好了吗 最新的舞曲 包准能把人跳醒了 那就看我的手势吧 我手一抬 你们就跳 先放歌 动刺打刺 杨总管站在门外 隔着玻璃窗 都觉得耳膜疼 能行吗 他这不是在蹦迪吗 少女一脸鄙夷的说 病都拖多久了 别的医者单师 连神超那精血暴裂症都治不好 他能有个章法 让他试试也好 蒋叔 你说神超哥这病 跟他老来快活灵 有没有关系 这姓灵的 又让那些异族女人跳大神 是不是要借他们 来帮神超哥治病 这就是解灵 还须记灵人吧 不好说 杨神超是病了才跑来 快活灵逍遥 不能道果为因啊 我看他姓灵的就没谱 四大异族美女在那蹦迪 绕着边跳边走 灵泉就站在床边 拿着一瓶药水 滴进了杨神超的嘴里 是神水 用来催眠的 按灵泉的理解 要想把精神治病的问题解决 先要将杨神超的神智 给找回来 最简单的 就是用灵泉强大的精神力 帮他把脑袋中的意识洗一遍 想来五戒妖兽的精神攻击 也就那么回事 要是御兽师 肯定能挡得住 可杨神超是格斗武师 精神力不够强大 就中了招 看他整个人放松下来 进入睡眠状态 灵泉就手掌按在他头顶 御兽八术 洗神术 强大的精神能量 钻进了杨神超的大脑里 不管什么杂物 都一次性清洗干净 等他醒来睁开眼 见到的第一个人 就是他最信任的人 如同是孵出来的小鸡小鸭一样 在杨家就能帮他洗神 可是当着杨总管和蒋天生的面 就显得事情办得太轻松了 必须要搞个大阵仗 等会儿收钱的时候 才能让杨家人心甘情愿 洗到一半 灵泉猛然睁大眼 竟然有一股强悍的精神阻力 在杨神超的脑中 莫非那赤眼山围 是临死前发动的精神攻击 带着巨大的怨念 仿佛眼前有一团黑气 在不停地旋转 想要将灵泉的精神能量 排挤出去 要跟我斗 行啊 灵泉精神集中 在意识里幻化成一把长剑 如长虹灌日 一剑下去 要将黑气刺穿 谁知黑气一转 竟将长剑断成两截 不妙啊 光靠我的精神力 好像还不够啊 这要拖下去的话 那黑气一怒 杨神超怕是连明天的太阳 都看不到了 三叔 帮我去家里接一个人过来 谁 周子瑜 看着张三出来 蒋天生想拦住他问 他就摆摆手 晃晃了车钥匙 快不下楼去了 等了一个小时 才将周子瑜接到 他近来还撅着嘴 在家里差点跟张三动起了手 要不是张三拿了 灵泉的拉风冒险团徽章给他看 他可真把张三当成是小偷了 要用洗神术 对 你跟我一起 帮这位哥哥 把脑中的污污清洗干净 好呀 不过 师父 我想吃冰激凌 等完事了 我给你买圣诞 太好了 就看到意识之中 灵泉那把红色的长剑旁 又多出了一把冰蓝色的长剑 那就是周子瑜的精神能量 红剑比蓝剑还稍短一些 精神力上 周子瑜似乎更加强大 只是 再次进来 那黑气旋转得更快了 也更大了 要拖延下去 真是不好办了 一看多出一把剑 黑气显然动了真火 竟然主动进攻 周子瑜就一声娇和 蓝剑如离弦之剑 奔着黑气就刺过去 灵泉也跟在后面 两剑一前一后 黑气猛地打开个口子 放过蓝剑 然后就一夹 将红剑包裹在其中 可恶 灵泉头上开始低汗 眼睛紧闭着 不敢有片刻分神 蓝剑一看扑了个空 转头就又刺了下去 黑气就是一抖 旋转的速度明显慢得多了 蓝剑就拔开 跳到空中 再次刺下 如是再三 红剑也在灵泉的权力示威下 终于从黑气中脱离 跟着也是不停地刺 过了快半个小时 黑气终于被斩得一丝不剩 化成一团烟雾消失了 这才看见 在不远处 还有一座肉山 上面扶着一排的字 都是杨神超的病名 周子鱼就朝准了肉山 一剑刺下 就看无数的浓水冒出来 吓了他一跳 灵泉就也一剑斩下 两人合力 又花了快一个小时 才终于把肉山都削平了 精神能量 也在这时回归到二人脑中 从杨神超的意识里离开 灵泉累得往后 就一倒 猫儿娘连忙抱住他 林公子没事吧 有事得很啊 你要我靠一靠吧 猫儿娘就蹲在地上 把灵泉放在腿上 周子鱼还稍好些 可小脸也是煞白 张三就把他送到隔壁休息 那些还在蹦迪的一族美女 也都全停下来了 蒋天生和杨总管 急忙走进包厢 神超的病 都治好了 他马上就能睁开眼 灵泉撑着身子来到床边 就看杨神超双眼猛的一睁 是你救了我 恩人 说完 杨神超跳下床 跪在地上 就朝灵泉磕头 灵泉一想到 洗神术是为了契约神兽存在的 那种洗过后的副作用 就裂开嘴肋了 好了 神超好了 哈哈 杨总管大喜 上来就抱住儿子 都快要流眼泪了 你是谁 嗯 神超 你不认识我了 我是你爸呀 我记得我叫杨神超 别的就不记得了 杨总管快晕过去了 病治好了 怎么人还失忆了 第114章 不得了的秘密 猫儿娘在那给林全泡着茶 就依依不舍地走出门外 换了个包厢 林全蒋天生和那少女都坐在沙发上 张三则和八街御寿师站在一边 杨总管在那跟杨神超说着家里的事 想换回他的记忆 我是你爸 是皇宫的大内总管 你忘了 你小时候最喜欢吃唐人了 我不喜欢你吃甜食 你就跟我闹 还把你妈妈最喜欢的零花瓷盘子给砸了 不记得了 杨神超一脸茫然 蒋天生转头问林全 你用什么法子治好神超的病 就一些独门秘方 要是比较猛 我也没想到会失忆 蒋天生也无话可说 杨神超这种情况只能下猛药 人活着就好 失忆嘛 早晚会恢复的 少女凑过去问 神超哥 我呢 你也不记得了吗 你谁啊 长得跟条犹豫似的 少女就是发型比较开朗 扎成了一条条的长辫 脸型也不像犹豫 我 我气死了 少女奔门而出 杨总管苦笑道 啊 神超你还记得什么 我记得我在鬼门镇找到了一处坟丘 上面立着有一块碑 有好些异族在那守墓 碑上画的是一个长着歇尾的乌龟 林泉一愣 歇尾玄规 永恒地宫的四大神兽之一 那坟丘不会是他的封印之地吧 你什么都不记得 就记得这玩意儿 杨总管气得老脸都扭曲了 老杨 还得慢慢来吧 人先就回来了不是吗 杨总管这才点了点头 拿出一本册子 这是我杨家的奇门 九斗翻云腿 林兄弟拿着吧 林泉心想好吗 铁心难有功夫学了 枕金回头 我会让人转到你账上 说吧 杨总管要带着杨神超走 杨神超深情款款地看着林泉 说什么都不想走 要走也要跟林泉走 林泉被他看得背都冒凉汗了 要死啊 怎么睁开眼第一个看见的是我 那要不林兄弟也去我杨家住几晚 这个 我精力消耗光了 要回去补蓝补红 改天再说吧 神超 你跟着杨总管回去吧 杨神超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随父亲走了 蒋天生也说好了一个月后 把改造好的带囊拿给林泉 包厢没别人了 猫儿娘才用手抱紧 把脸贴在林泉的身上 林公子 你好厉害啊 都城都没人治好的病 你一出手就治好了 你要不带我回家吧 我洗衣做饭都会 爱床也会 而且 嗯 林泉一掐他尾巴 就起身说 你就再先待着 等改天我再来看你 带着在隔壁睡着了的周子鱼回到家 天都黑了 林玉盘在那烤肉 大壮 小刀 小娟 湖水 老虎都在 叶小蝶也凑着头 在那专挑鸡翅 靠 有在客厅里烤肉的吗 阳台那么大不去 天台也行啊 怕熏黑了 房子是租的 你怕什么 林泉无语了 谁把房子租给你 算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他就过去 大咧咧的一坐下 就接过小娟递来的秋刀鱼 吃溜一下啃了半条 阳神超的病 你帮着治好了 林玉盘一问 林泉就汗毛倒数 没治好 哪治的好 疑难杂症啊 不治之症啊 蒋天生和都城里的医者都没法子 我一个玉兽是能治好 那才见鬼了 子鱼 周子鱼被林玉盘一喊 就吓得小脸发白 治 治好了的 好啊 你敢骗你老姐 不想活了 哎呦 轻点 林泉被林玉盘圈着脖子 在他屁股上连打了三斤 大壮他们 看得都黑黑的笑 七十一 你说 你拿多少出来吧 这跟老姐你无关吧 见者有份 你们说是不是 是 林泉牙痒痒地瞪了这帮没良心的 都什么人啊 家秧子起哄 来劲了是吧 要不这样吧 我给大家弄一批生接药水 帮大家把神兽都提意见 小娟愣住了 生接丹 我们是五阶神兽 一般的生接丹成功率不到百分之五 我们也能弄到 可都不敢用啊 林泉吃笑道 小娟姐 我的生接药水 一般的生接丹能比吗 我的成功率 能保证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什么 小娟小刀湖水都惊呆了 林玉盘也很意外 你确定 没骗你老姐 我骗你们干什么 操 你别爬我身上 青蛇兴奋地盘到了林泉的腰上 凉嗖嗖地 跟挂了一根面条一样 青蛇姐姐 下来吧 林泉看他 要往裤腿里钻 脸都白了 这还差不多 哎 你真能练出那种药水吗 我骗谁 还能骗得了几位哥哥姐姐 不说哥哥姐姐们 都是我老姐的团圆 跟我也是过命的交情啊 林泉认真的说 我保证能让你们的神兽 都提升到六阶 湖水冷冰冰的面颊 也多了一丝血色 要能成功 你就发财了 百分之九十五成功率的生接药水 市价能卖多少 老虎冷升到五亿以上 这么贵 叶小蝶下巴掉地上了 重点在成功率上 有价无事 林玉盘就问 你从哪学的丹树 别跟我边下话 我是蒋天生的师弟 他师父临终前 将丹树传给了我 也就半年多前的事吧 想到林泉跟蒋天生 还真认识 林玉盘还有疑问 但也没再追问下去了 大壮哥 老虎哥 你们也有好处 拿着 大壮接过侧子一番 一脸惊喜到 杨家的奇门九斗翻云腿 什么 老虎也惊呼一声 真祸 我救了杨神超 杨总管给的 还能有假 对了 你们拷贝一份 回头我还得让铁心男也恋恋 林玉盘懒洋洋扬地说 看来你收获不少啊 这不算什么 老姐 我从杨神超的嘴里 得知了些尾玄规的下落 咦 四大神兽 如假包换 第115章 十点进行吗 鬼门镇 镇围村 林全被编入了一个八人小队 由爱卿烟亲自带队 队中包括了他 叶小蝶 苏唐 赵橘子 张大力和林薇 龙征 前锋 课外教学是整个学院跨系的活动 所有学年的都要参加 编队也是混编 龙征他们就主动要求 加入低年级的队伍 这一次还格外允许带帮手 于是 林全这个八人小队 八十人都不止 林全带上了周紫月 周紫渝 铁星南 再加小娟和湖水 赵橘子则带着个黑衣人 比老钱还要冷峻 苏唐一脸不情愿地 带着两个穿长袍的死鱼眼老头 张大力则带了足足四十人的仆从 包括点位在内 剩下的则都是带黑眼圈白熊的三街御寿师 林薇很让林全意外地 带着那天在杨家遇见的少女 少女穿着胡绿色的裙子 背上插了把方天画戟 前锋也带了三十多号人 都清一色地穿着金色的斗篷 一看就是金字招派前家的人 龙征带着十多个孔武有力 神情冷漠的羽林军 估摸着 也都是三街四街的格斗武师了 爱青烟都想要骂娘了 这都够得上一支中等规模的清扫部队 还不说后面跟着的东北商会的 二十辆防弹装甲车 前家的五辆房车 最过分的是龙征 还弄来了两辆不满静州的坦克车 这特么是要把山都炸平了吗 过了河对面那座飞虎山 就是我们的目标 今晚先在山上的拦惹四过眼 艾交官 坐我的车吧 我车里有空调 艾老师 我那还有冰箱 吃的喝的都有 艾青烟瞪了张大力和前锋一眼 都给我老实点 飞虎山里的妖兽和异族分部 都记住了吧 三街妖兽一共有三种 分别是物理系的雷暴虎 青背巨猿 还有飞行系的突演三赤鸽 四街妖兽两种 冰霜系的冻灵狐 和火系的红皮果子里 一族就一种 四街的嗜血熊人 是嗜血黑熊的后代 艾青烟满意的说 小蝶同学记得好 也就这一个正常人了 剩下的爱咋咋地吧 赶到拦惹四 张大力和前锋 就让仆人把食物都拿出来 把寝具也弄好 林全和叶小蝶 苏唐就在寺里逛 听说寺里 以前出过市 一个书生路过时 借宿在这儿 遇上了女鬼 还跟女鬼谈恋爱了 人鬼殊途 能谈吗 那我是跟鬼谈吗 小蝶你就是个鬼 偷心鬼 去你的 谁跟你谈了 什么偷心鬼啊 叶小蝶说归说 眼睛都快笑得看不见了 咦 这佛像有点怪啊 苏唐一说 两人才把注意力 转移到佛像上 有这种佛吗 怎么穿的长袍 还拿把扇子 不会 是那书生的像吧 那书生结局怎么 好像是死了 那还弄的塑像在这里 吓人呢 三人都有点毛毛的 赶快走出来 外面佛堂里 张大力已经让人打扫干净了 把睡袋也放好了 爱清烟睡在靠门口地方 以防不测 其实也轮不到他 外面几十号人 把拦惹四围了一圈保护起来了 大姐说 小半个月都找不到坟丘 阳神超说的话准不准啊 灵权去找他问过几次 说一定准 方卫就在这一带 要不带我们来干什么 他也是个没谱的 谁说的 我们的神兽都顺利升到六阶了 实力暴涨 还没谱呢 小娟这话倒没错 湖水就摸着发蓝光的泥丘 笑了起来 五阶玉兽师带着六阶神兽 才算合情合理啊 就是正常的话 玉兽师都担心 升阶会出问题 有时会故意压制神兽升阶 灵权过来了 小娟冲他招手 还在手掌那便出一朵月季花来 小娟姐 弄几朵玫瑰吧 我给小蝶送去 你还挺知道 陶女生喜欢 我就逗他玩 四周都不下花种了吧 小娟朝山下指 飞虎山上来的路上 我都不上了 有什么风吹草动 瞒不过我 比神魂术省事管用 那就行 我这就去另一边瞧瞧 要能找到歇尾玄规的墓 我们就算完事了 阳神超一个人 在飞虎山另一面等着 灵权不来 他心急如焚 灵权一过来 他就欢喜地上前要报 靠 走开点 别老这么热情好吗 你是我的恩人哪 那也不能老动手啊 我们俩都是男的 让人看见了 有爱风化啊 阳神超这才挺手 就是楚娜 还委屈巴巴的 不过他迈向好 加上穿着黑色的短打 一看就是四阶五阶 格斗武士的实力啊 弄来当保镖挺好 比铁心男靠谱 铁心男和周家兄妹 也就在十几米开外站着 都在这等着灵权 趁晚上这没人注意的时候 先能找到歇尾玄规的墓 那就好办了 想起来了吗 我这脑袋一想就一片空白 紫月 你牵着他走一走 说不定走到什么地方 就想起来了 师父 飞虎山这后边 可有好几百亩地呢 走到什么时候啊 那你给想个法子 要不你和紫月 搜搜他脑子 能搜就好了 玉兽巴数也没这一招啊 别的精神技能也没学啊 那我牵着他走啊 你听话啊 阳神超 灵权就回头乔寺里 这天要黑了 他看着寺庙 总觉得晚上要出事 可是连小绢湖水都在 爱清烟也不是等闲之辈 苏唐 龙征 前锋 赵橘子带来的人 也都是厉害角色 不会像上次遇见 宇文浩当时一样吧 你就不能用力想想 十点进 我很用力了 我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 可就是想不到啊 那墓碑多大 附近有什么残照物 有树吗 有水吗 哎 有水 好像是有一条小溪 溪里有些发光的石头 师父 周紫月赶忙将灵犬请来 师父 发光的石头 一定是冻灵狐的蛋 冻灵狐不是狐吗 还能下蛋 不是一般的狐狸 专门喜欢在溪里下蛋 借着溪水的温度低 然后孵化幼崽 紫鱼都抓过呢 我们家乡那边也有 前面好像就有一条小溪 要不我们去看看 第116章 一族蒲丛 溪水里确实泛着一层荧光 在天黑下来试看 有点瘆人 手去掏了几下 才摸到一颗颗的蛋 都有拳头大小 很冰 冻的手都快抹了 难怪溪水上还有一层雾气 冻灵狐那都是冰霜系的妖兽 没人看吗 蛋就产在溪里也不管 师父 晚上冻灵狐不管 白天他才紧着 把蛋也捡了 回头拿去卖 一瞧这几十米的溪水里都是 就知道那冻灵狐有多少 估计跟爱青烟说的不一样 不止一两窝 得有一个族群了 还安排铁心男沿着溪水先往上走 不能找到墓碑 等捡了有半个小时 铁心男才跑回来说 找着了 墓碑就在上面三百米的地方 灵犬就让大家先别捡蛋了 先去墓碑那瞧瞧 就在西边大约几米开外的草丛里 一块缺了一角的墓碑立在那 写着些尾玄规之木几个大字 灵犬看周紫月急着要去挖坟 就让他先等等 不说有一族守着吗 多半该是那嗜血熊人了 人呢 好 从草丛里就探出几个身子 个头都接近三米 长着黑熊的脑袋 脸上有一道道的血痕 手臂和身体都跟人一样 灵犬一扫就吓了一跳 是血熊人 种类 一族 等级 四阶 变异 无 战斗力 18828 战斗技能 雄突猛进 利爪撕咬 战斗适应性 平地加持症466% 可进化部位 牙齿 爪子 看起来不好对付啊 周紫月和周紫月 先把铁壁螳螂和独眼神猴放出来 杨神超和铁星男 就做好了干架的准备 你又来了 上次中了精神攻击 还不够惨吗 一头是血熊人 指着杨神超就说 你们是血熊人知道 他中精神攻击的事 他一路追着那赤眼山围跑到禁地 自然要挡住他们 哼 那赤眼山围已经求饶 他还不肯放过 一定要取走赤眼山围的金河 赤眼山围就拼死一击 临死前的精神攻击特别厉害 他能活着回去就不错了 你们此次来 是为了找到金河 嗜血熊人看上去很淡定 其实也很紧张 那次就被羊神超下了个半死 看见他一腿 就把十几棵树一次扫平了 连地面都裂出了个大坑 这次来还带了人 还有玉兽师 他们压力颇大 先把金河交出来吧 嗜血熊人一扔 灵拳啪的结果 放进收纳袋才说 我们来是为了歇尾玄规 什么 你们想打歇尾玄规的主意 我知道歇尾玄规是四大神兽之一 就想来掌掌见识 要他还活着 我还想把他带走 笑话 就凭你 灵拳这几个人 怎么看 其中也不像有圣洁御寿师的 四大神兽 要没圣洁御寿师 活得也没法契约 怎么带走 就凭我 灵拳往前一跨步 突然是极快的手法 用出契约术 脑中却直接喊出 强制绑定 就看那说话的 嗜血熊人身后的同伴 浑身一抖 过来吧 小熊熊 嗜血熊人惊恐地看着同伴 走到灵拳身前 乖巧地半跪在地上 填起了自己的手背 我不光能契约四大神兽 我还能契约一族 不需要你们同意 强制契约 灵拳早就想通了 什么永恒地宫里流传下来的 一族契约术 什么南地城培育 所搞的一族契约术 特么的 都不如系统直接强制契约来的爽 什么截插 都是狗屁 要想契约 四接的 就每次交易一联盟闭就行了 真特么的肉疼 嗜血熊人大惊 你竟然能契约我们 那你莫非是那位灵大师的后人 不错 我也姓灵 你终于来了 嗜血熊人大叫一声 从后面跑出数十个嗜血熊人 跪下来就咚咚磕头 一下把灵犬给整猛了 至于吗 我有那么大的魅力吗 上来就行大礼 灵大师 我们等了你足足十几代人 数百年了呀 嗜血熊人 哭得老泪纵魔 熊脑袋都在那颤抖 师父真是那灵大师的后人吗 妹妹你别说话 周子月捂住了周子月的嘴 你们是寿命在此 守着些尾玄规的墓 是 灵大师对我族人有恩 我们嗜血熊人 就世代奉命守在这里 那我既然来了 就把墓掘开吧 等等 里面是活的还是死的 嗜血熊人一脸诧异 拭目 当然是埋得尸骨了 还以为四大神兽会与众不同 或许还能来得惊喜 活埋在这里呢 嗜血熊人就招呼过来几个族人 一起拿手救啊 封土很硬 可他们的爪子非常锋利 不到十分钟就挖开了 里面是口大约有十米大的圆棺材 瞧着上面的坟土 也没想到棺材这么大 想也能想到 歇尾玄规的身形有多大了 棺材盖掀开 灵犬就看到一具骸骨在里面 更是大失所望 要还有肉身 说不定用复活药水能救的活 哪怕死了几百年也管用 光是骨头的话 先拿走再说吧 四大神兽 至少也得是圣阶神兽吧 圣阶的骨头可值钱了 灵犬还有颗九阶妖兽的金盒 是从地宫中得到的 得找到匹配的能量 才能重新激发 回头找蒋天生问问 那大家就都散了吧 我们嗜血熊人一族 在灵大师后人开幕后 就会按誓约成为您的仆从 这个不大好吧 都城有一族管理条例 一族除了死人 是不允许进城的 带着几十个嗜血熊人 是挺威风的 但一进城 就得被雨林军灭了呀 我有办法 杨神超说 交给我吧 我安排他们走密到进城 我家九条街呢 能找到地方安置 那就交给你来办了 灵犬放心得很 现在杨神超就跟他孙子差不多 你叫什么 灵犬问那领头的嗜血熊人 叫我熊大就行了 那就熊大吧 还有熊二吗 我弟弟被主人给契约住了 嗯 解了吧 正说着 从拦惹四方向 就传来一声尖叫 灵犬等人神色一变 急忙赶回去 第117章 男人会怕女鬼 听声音是叶小蝶的 莫非龙征和前锋 朝他动手了 喝了小半个月的强体药水 叶小蝶也快一接 格斗武士的体魄了 要有防备的情况下 那两个废物是想找死 灵犬走进大殿 就看到一个人形纸片掉在地上 叶小蝶一副面色苍白的样子 苏唐在那啃着辣条说 小蝶说 墙上有东西 我跑过来瞧 那东西突然就掉下来了 于死眼就一拳打上去 结果是个纸片人 堂堂 那纸片人不像是纸啊 好像有血有肉的 灵犬用脚踩了几下 感觉也不对劲 会不会是静咒诗 前锋吃笑道 你见过静咒诗吗 用符的静咒诗 万中无一 我看就是叶小蝶胆子小 被吓傻了 你胆子大 你给老子过来 你特么想动手 老子今天带了人 就你有人 来来来 干一架试试 爱青烟沉着脸喝道 够了 你们俩能不能安静点 没事就赶紧吃饭睡觉 前锋在那招手 爱老师 过来吃饭吧 我只有你爱吃的胡萝卜丝炒肉片 我带了便当 一个省心的都没有 以为灵犬就是自己有点能耐 结果带着两人挂着的冒险团徽章 居然还是银牌的 老实说啊 灵犬 我不是被吓得尖叫 就是诡异得很啊 叶小蝶回到木屋里 就在那笔画 寺里 他是打死不住的了 灵犬带着小木屋多吼 就是人太多了 周紫月铁心男都在壁炉前打地铺 我看他上面有字 好像是古文 我文化水平低 就认出了两个字 哪两个 一个傻 一个逼 不用说 一定是前锋和龙针干的 灵犬让他先吃饭 等晚上再说 既然来都来了 找机会得把龙针前锋都揍一顿 至于灵犬 早就吓破胆了 那纸片人不是你干的 我要干就来大的 弄这种小儿科的东西 吓人干什么 那龙绍呢 我 我在外面 龙针 前锋 灵犬三人都凑在一起 这次课外教学 特地跟他们一个组 就是为了奈把那姓林的揍一顿 最好能把他精神力疯了 你拿到封锁精神力的静咒了 灵犬偷偷地拿出一张红纸 我找刘叔特地给弄来的 说是专门为了对付天牢里的一种异族弄的 异族 异族也能带神兽吗 他们会精神攻击 精神力越强的 反噬就越强 天生就能对付御兽师 所以 城里的静咒师才弄出这种静咒 前锋就搓着手说 那还不赶紧地给灵犬用上 也得等有机会啊 他 特么的 他还弄个小木屋出来 真特么会享受 帐篷再好 能比得上小木屋 他那木屋里 还住了好几个人 得小心点 都是好手 特别是那两个御兽师 前锋和灵薇都点了点头 得等个万无一失的机会 才能动手 要不经咒就这一张 废了 就没用了 不过 苏唐也在木屋里啊 所以就得等他出来再说了 一直等到下半夜 前锋才跑过来找灵薇 他出来了 夜尿 特么一定是膀胱不行 在哪尿 跑寺里去了 我们带上人 赶紧堵他 前锋和灵薇 带着人就走进寺里 爱情烟看了他们一眼 就蒙头大睡 让他们去死 狐狸群少女 也是刚被叫醒 脸还很臭 跟着一路来到茅厕边上 就听到 里面灵薇在自言自语 关尿食人 尿住大而直的 那就是甚好 尿分叉的 就是有炎症 尿要跟花洒一样的 那就得找医者看看了 铁定活不过十年 前锋抬起胳膊肘 鼎鼎鼎微说 说你呢 活不过十年 我呸 我那时特别澎湃 尿精太大洒的 你呢 你还尿黄呢 那是上火好吧 狐狸群少女 瞪了他俩一眼 搞毛泥 灵薇就拿着 封印精神的静咒 悄悄地走到门口 碰 门突然一开 撞得灵薇手一晃 静咒直接贴到他胸口上 一道红光化成光柱 钻进了他脑袋里 干嘛呢 排队上厕所 你 你 灵薇直挺挺地 往后就倒 狐狸群少女抱着他 就惊得手足无措 谁也没有对付静咒的本事 静咒马上就起作用了 灵薇的精神力直接被封印 前锋带着蒲丛 也看傻眼了 这你妈怎么搞的 灵薇就突然一了声 眼神越过他们 直钉在后面的墙壁上 一个模糊的人影 在那墙上浮现 看得几眼就越来越真 还真像是活人 长得还挺漂亮 就是穿着古装 在那摆弄着水袖 想要叫灵薇跟过去似的 女鬼 拦惹四传说中的那位 卧槽 鬼啊 前锋差点吓得一屁股坐地上 他带来的蒲丛 也都从金色斗篷下 拿出冰刃 你胆子也太小了吧 女鬼有什么好怕的 我们是男人啊 女鬼要怕男人才是吧 靠 那你上去啊 上就上啊 灵薇跟着女鬼 就绕过一个弯走了 前锋心惊胆战地说 你们也跟上去看看 我带灵薇去找爱卿燕 看他有什么办法 灵薇在女鬼的导引下 走到了大殿后 又走到了原来和尚住的禅房 月上树梢 朗朗乾坤 你竟然带我到禅房里来 你说吧 你想要做什么 女鬼回头妩媚一笑 那可不行 我清清白白做人 岂能被你占了便宜 不如 你先躺平了 我给你另外找个男人 灵薇说着一转身 女鬼就扑了上来 他邪媚一笑 扭头就是一个点心手 直插女鬼前胸 第118章 以雷霆击碎飞案 女鬼一顿 胸口被击中 立时画成一张纸片 灵薇一愣 蹲下就看 纸片跟女鬼几乎一模一样 画得栩栩如生 连那裙摆的褶皱 都一点不差 就是明明是张纸 怎么会大便活人 你把灵薇怎么了 爱清烟一看 灵薇被静咒 禁锢精神力 上来就兴师问罪 灵薇从爱清烟 那双精致的小腿 一路看上去 直到她那双 跟橙汁一样金黄的眼睛 我说爱老师 虽然嘛 我会练丹药 会体术 会御寿 但我可不会敬咒 你高估我了 爱清烟才不信 那你是用什么法子 把灵薇弄成那样的 她已经无法使用精神力了 那我可就不知道了 我知道的就是 我去小便 她带着人在门外埋伏 我一开门 她就倒地上了 会不会是我尿薇太冲了 爱清烟也没证据 不能光凭灵薇的一面之词 就给灵薇定罪吧 你少给我有嘴滑舌的 我是你教官 你给我正经一点 灵薇立马挺直了腰 那我就正正经经的 告诉爱老师 她就算出事 也是自作自受 跟我一毛钱 关系都没有 你想要讨好灵傲谷 想做她小三 那是你的事 跟我无关 爱清烟气的 想赏她两个耳光 没事了 没事我就回去了 还有 寺里不干净 晚上你得小心便 实在不行 就去我那小木屋里住 人稍微有点多 跟我急急也还行 畜生啊 这帮畜生 一个都不知道 尊师重道 开口闭口 就没好话 叶小蝶也被吵醒了 就抱着阿红在沙发上说 真是纸片人 哪来的纸片人 又不是一族 我猜是不是 寺里有什么宝贝 有人故意设计的机关 灵全琢磨着说 那设计机关的人 也不算什么坏人吧 纸片人也没攻击力 轻轻一碰就化成纸了 就是吓唬人的 堂堂 真不是静咒吗 哪有这种静咒 倒是灵微重的是静咒 灵全你不说出来时 有道红光钻她脑袋里吗 对 就一瞬即逝 那是禁锢精神咒 小型的 专门对付一族用的 灵全精道 还有大型的 对高阶妖兽得用大型的 还得静咒师亲自施法 灵全越看 苏唐越不对劲了 她斗宠大会 就能用静咒 又对静咒如此了解 莫非 堂堂你要是静咒师 你就别瞒着我们了 苏唐咬着辣条的手都停住了 接着哈哈大笑 我猜不是 静咒难学死了 谁有闲心去学啊 早点睡吧 明天还要去后山呢 专门带着满腹疑问 走到叶小蝶的身旁 把毯子一掀 你干嘛呀 堂堂不让我们早点睡吗 分开睡啊 你神经病吗 那多不合适 你不是怕冷吗 我什么时候说 我怕冷了 下去了 一夜无事 清晨爱清烟就来拍开门说 狐狸群少女 送灵威回都城了 灵奥谷有办法能找到静咒师 帮她把静咒解了 弄清楚了 跟你无关 不会追究你的责任 哦 艾老师吃过早餐了吗 我们这里有香肠 火腿肠 大肠 黄瓜 黄扇 爱清烟一听 这都什么玩意儿 不吃 你们也赶紧收拾一下 等会儿就进山 你们先走一步吧 我还有点事 那你们快点 别离大家太远 灵犬等到人都走没影了 才把熊大喊出来 叶小蝶一见就愣住了 好大的块头啊 我新收的小弟 熊大 你去寺里看看 找找有什么机关 看有没有一族留下的痕迹 熊大就挠毛头 勉为其难地进去了 小卷姐 湖水哥 你们在寺里产房 造房都看看 堂堂 你和你这两个死鱼眼 去偏店找 紫月和新南 你们去罗汉店 小爹 你和紫鱼 跟我去大店看 大力 靠 张大力呢 昨晚张大力就没在木屋里睡 他跟点位带着蒲丛 在外面的树林里过夜的 这儿呢 林哥 张大力跑过来 就朝远处一指 前锋走一半就跟龙征停下来了 我猜他们没安好心 别管他们 你人多 你带着人 整个懒惹似都给我踩一遍 墙也摸一遍 成 包我老张身上 老点 把人都叫过来 安排好了 林全才和叶小爹 周子瑜 走进大殿 昨晚过来时 天就有点暗了 也看不大清 这时终于看清几座佛像的模样了 有一座 还真就像是那书生 体型也比较小 跟人比都差不多 最大的自然 还是如来佛的 要不拆了 张大力跑来说 上古时的人盖寺庙 喜欢在佛肚子里藏宝贝 那赶紧的吧 林全手里 立马多了一个铁锤 好家伙 张大力这家伙 实倒是齐全 哄 林全一锤打下去 如来佛像的后背猛地炸开 整个蓝惹似 突然就暗了下来 明明外面还是阳光明媚 可光线到了店门口 就进不来了 窗户那也照不进来一丝光 四顶的几条缝 也不再露出半丝阳光 暗得太快了 林全和叶小爹都愣了下 张大力直接大叫 不好 大白天闹鬼了 闹你个大头鬼 林全手往佛像后一伸 就抓出个活物 还没等他看清 那活物就用力一振 落在地上快速地往寺外跑 凡是他跑过的地方 就是一片黑暗 林全一看不对头 就召唤出小火 劈他 雷动九天 九道惊雷集中在一处 直接砸在活物的头顶 就看一堆黑水 溅得满地都是 那活物还没死透 在那四角朝天 冒着黑烟的抖着 暗夜遮光兽 种类 鼠科 等级 三阶 变异 无 战斗力 8652 战斗技能 遮蔽光线 战斗适应性 平地加持症385% 可进化部位 后背 双眼 潜力 四阶 暗夜遮光兽 叶小爹居然也认识 他所在之处 只要有光就能遮掉 范围有大有小 是种很奇特的妖兽 第119章 留下来玩玩 暗夜遮光兽 挣扎没多久就死透了 灵犬等四里有光了 才看见如来佛肚子里的东西 十几块四阶妖兽的金盒 呈黑红蓝 各有不同 还有一些金条 大约加起来不到十金 两本书 一本是蓝惹寺的历史 一本则是关于歇尾玄规的 便是化为骸骨 若能找到圣洁御寿师的心血 也能复活 心血是个什么 就是心头热血 得找个活着的圣洁御寿师 把他心脏刺破 用血沾到骸骨上 灵犬翻了个白眼 不如死了算了 不过也算个线索吧 书中还提到寺里的纸片人 都是些偏门的静咒玩意儿 也只能算入门籍的 是当初盖蓝惹寺里的僧人 自然见不到 小爹 你这心思不单纯啊 你不也一样 我那是 说着话 外面就传来一阵呼叫 谁偷了我们的蛋 洞灵狐找上门来了 所有人都跑到了寺外 就看山腰处 爬着一堆的洞灵狐 四周的花草树木 全被冻成了冰块 那会说人话的洞灵狐 就气得浑身发抖的潮山上骂 你们人族跟我们妖兽 就算有仇有怨 拿走我们的蛋 还是个人吗 林全就潮山下海 你别冤枉好人 洞灵狐首领 种类 犬科 狐亚科 兵双系 等级 四阶 变异 一次 战斗力 9998 战斗技能 兵器四亿 双冻山河 战斗适应性 平地加持症488% 可进化部位 口腔 四角 潜力 六阶 我都闻到味道了 你还不承认 你这个人族 有点良知没有 我是从西边走过 可我没拿你们的大 就你身上有异味 你还不承认 你身上还有狐臭呢 你 老娘今日非把你们全都杀掉不可 林全注意到 山腰处聚集的洞灵狐越来越多 少说也有近百头了 战斗力也着实不低 就让小伙先飞下来 玉兽师 难怪如此嚣张 洞灵狐首领 神色一变 不单是玉兽师 还是个带龙的 你不能冤枉好人吧 我拿你们的蛋来做什么 孵吗 洞灵狐首领咬牙道 你小小年纪不学好就算了 还拿老娘开涮 真当我们妖兽师畜生吗 当然不是 你们比畜生要强一点 气死老娘了 给我上 兵器四亿 一团白雾 快速地将飞虎山前山 整个笼罩住了 冷得灵犬都快要流鼻涕了 这一头四街妖兽不算什么 上百头一起发动技能 那就跟脱光了 跑进兵库里没区别呀 老点 带人干他 张大力忍不住了 灵犬都动得不行 他就快成冰棍了 点尾握着短脊 带着一群玉兽师 和黑眼白圈熊 就冲了下去 熊大也在那跃跃欲试 紫月 星南 你们下去帮帮他们 周紫月指挥着铁壁螳螂 挥舞着镰刀 加入战阵 铁星南则上去就是一腿 腿上扶着一层黑光 直接把一头白茸茸的洞灵狐 打得原地 倒头栽在土里 但那洞灵狐 很快就翻身起来 张嘴就吐出一团寒气 铁星南就一臂 反过来又是一腿 骑门九斗翻云腿 不过铁星南属实 只是三阶格斗武师 仗着杨家的体术 也只能单挑一头洞灵狐 那边周紫月也一样 靠着铁壁螳螂 最多只能打一头 灵犬看人数不占优势 就让小伙喷塌压的 属性克制 还怕不能收拾你们 一团烈焰沿着地面 就一路烧过去 洞灵狐首领大惊 是火龙 不好 大家快避开 他带着同伴四散而逃 可小伙就在空中 就算跑 也很快就被追上了 凤凤 灵犬让凤凤也加入战局 奔向逃走的洞灵狐 小绢和湖水 也带着各自神兽追了下去 在他俩眼里 那可都是钱啊 活得一千万不止 死的金河也能卖几百万 就是苏唐 也让两个死鱼眼下去了 他就坐在爬爬身上 咬着蜡条 给他俩助威加油 灵犬是没动 那是因为 他临时提升的数据都没了 现在下去也帮不上忙 得尽 得尽啊 张大力哈哈地笑着 送上门来的 还能让他们跑了 可惜 灵犬是过强制绑定 洞灵狐首领 竟然没成功 能说人话的妖兽 多有意思啊 拿去卖 也一定能翻几十倍啊 我们要不要过去 前锋问龙征 那么多洞灵狐 抓一只就转翻了 杀一只也好啊 让他们打个两败俱伤 我们再去捡便宜 高明啊 龙少 龙征哼了声 握了握拳头 杨神超的病都治好了 杨家言而有幸 拿出了七十亿 跟齐门九斗翻云腿 灵犬的光芒 一下就盖过了他 让他一直认为是 地府学院的天之骄子的他 很是不爽 特别是那七十亿 就放龙家 那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对龙征自己来说 那更是想着就极度不已 老实说吧 就灵威那小子惹出来的事 我跟他没多大仇 前锋摸出把瓜子 边嗑边说 老爷子还说了 灵犬跟我家里 也算是点头之交 人家也不是记仇的人 我还想着 等教学完了 请他去鬼门镇老爷子那吃个饭 龙征瞪得前锋遍体声寒 龙少 我就说说 没别的意思 哼 你要不想动手 就先去找爱青烟 别在这里暗眼 哪能呢 我这不还带着人吗 都是好手 生意人的儿子 就特么没意见 龙征暗想 就听到那边 传来一片惨叫声 冻灵狐大败亏书 金河一颗颗被取走 连尸体张大力也没放过 让他的仆从都捡起来 冻灵狐首领急得大叫 我们认输行吗 我们不要淡了 我们走 想走 晚了 小绢一声呵斥 几条花藤就缠住了他的身子 用力一卷 他就动弹不得 放开我 你这个臭婆娘 花藤被冻成了白的 但依然坚硬如铁 六阶对四阶 完全压制 要不留下来玩玩 张大力邪恶地说 冻灵狐首领心里一寒 你们要干什么 凌全摸着他脑袋 温柔地说 你说呢 小狐狸 第120章 围抱虎 爱清烟抱着胸站在四门前 看着被凌全当凳子做的 洞灵狐首领 都不知说什么好了 他不回来也不行啊 这组八个学生 凌薇被送回去了 龙征和前锋也掉头 不知跑哪去了 剩下凌全 苏唐 叶小蝶 张大力 赵橘子 都在这里 课外教学 总不能只剩下 他一个光感教官吧 收拾妥当了吗 那赶紧进山吧 瞧着几十颗四街妖兽的金盒 加上尸首 爱清烟都有点眼热 他也是赏金猎人 也加入了一个冒险团 但收获总是不多 好了 走吧 林全拎起洞灵狐首领的后腿 就扔给苏唐抱着 大队人马 开始向后山进发 前锋难难道 爱清烟也来了 不好办啊 他也没什么要紧的 要他赶帮林全 把他绑了 送给林薇他哥 林薇他哥约了 爱清烟好几回都没约上 把他给挤死了 那他们人多势众 我们如何动手 按爱清烟的计划 先要到雷暴虎盘踞的洛虎西一带 那地方靠近红皮果子里的领地 把他们引过来 到时趁他们乱起来 我们再偷袭 太贱了 不是 高明啊 龙征冷声道 我带来的雨林军 都是擅长阵法的 不是那些散兵游有能比的 那当然 龙少威武 爱清烟在前头领路 张大力就老盯着他 斗篷下边的腿看 这得有一米三了吧 太长了 还白 还嫩 爱老师 有没有兴趣 来一场师生恋 爱清烟险些一个倒头灾 回头就怒瞪了张大力一眼 我就问问 我不是为我自己 我帮 我帮 林哥问的 帮我个屁 爱老师一看就是事业心极强的女性 还兼具优秀的职业道德 别说师生恋了 就是办公室恋情 都不可能发生 要不然 林奥谷早就得手了 爱清烟忍不住了 追我的是林维他大哥 不是林奥谷 唉 那我记错了 就是林奥谷看 爱老师的眼神不对劲啊 爱清烟哪可能不知道 就冷冰冰的说 你们这些小孩 少管大人的事 谁是小孩了 爱老师 我都谈过四次恋爱了 赵橘子 哪声哪气的说 好吧 败给你们了 前面就是落虎兮 到了那里都要小心 林恩人 杨神超猛的冒出来 吓得点位 差点就一几次上去了 我实在憋不住了 草丛里太多蚊子了 我能跟恩人一起走吗 行吧 杨神超就满脸欢喜地 跟在林全和叶小蝶身后 爱清烟想到什么 吃惊地问 救了杨神超的是你 哎呀 小事一桩 救命之恩嘛 时常随手就做 也不算什么大事 不用实实提及 记在心上 像神超这样 硬要跟着我 我也很难为情 怕会引起别人误会 爱清烟哭笑不得 走到西边 用手一摸水就说 雷暴虎头顶会冒烟 那雷暴虎外号叫烟囱 最有雷暴之名 洗水 入水后 水温就异常升高 这附近又是他们 时常活动的地界 大家注意 爱清烟一起身 就伸了个懒腰 在西边仿佛一幅美人出玉图 看得林全和张大力 都眼睛直了 叶小蝶瞪着他俩说 雷暴虎是三接妖兽 都要小心 好 说 曹操曹操就到 一头脑袋上 冒烟四五米长的 黑纹巨虎跳了出来 雷暴虎 种类 猫科 等级 三接 变异 无 战斗力 一千八百十八 战斗技能 雷鸣虎啸 火爆铺击 战斗适应性 平地加持症百分之三百六十五 可进化部位 口腔 头顶 爪子 潜力 四接 一千多的战斗力 林全基本不放在眼里 怪不得要来飞虎山 搞课外教学 就算出事 有爱清烟在 也不会死人吧 我来 赵橘子自告奋勇 骑着蓝毛大鹅就冲过去 空中还飞下来一头雷鹤 两头神兽夹击 雷暴虎直接就来了个雷鸣虎啸 一道黑光汗雷打向雷鹤 同时 整个山林像被惊醒一样 震得回声不断 赵橘子都觉得脑瓜疼 就瞧着那笔老钱 还冷峻的黑衣人 一闪身 就冲到雷暴虎身前 一拳头就垂在雷暴虎的头顶 大家都听到咔嚓一声 雷暴虎直接裂成两半 爱清烟浮额长叹 这特么叫课外教学 老鱼 你干嘛呢 抢我的猎物 大小剑 他欺负你 我不能放过他 好吧 下次你先让我打几下 你再动手 林全就喊 老鱼 要不你让橘子试试招 不用了 在家里试过了 老鱼打不过我 呸 谁姓呢 让着你吧 叶小蝶说 雷暴虎一班三人一组 一攻二母 这头是攻的 纳母的马上就来了 那太好了 等他们来了 我来打 好 好 两头雷暴虎 一脸悲愤地跑出来 一左一右 就冲赵橘子来 老鱼 闪开 老鱼背着双手 站在一边 面无表情地看着 五阶格斗舞师 小军低声跟林全说 赵友方手下的直视 你见过他 才刚想起来 远远地见过一次 林全微微点头 比老钱还强 难怪会顶了老钱的版 蓝毛大鹅和雷鹤 各自对上了一头雷暴虎 一时间黑烟散的西边都是 还不时冒着火花 但跟真正的火系妖兽比起来 还差得远了 估计雷暴虎是物理系和火系搁沾一点吧 蓝毛大鹅 啄了雷暴虎几下 就被拍的羽毛掉满一地 雷鹤也好不到哪里去 但飞行系占了空中优势 他不时地飞上天 带下一道闪电 又猛扑上去 看起来都是半斤八两 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 赵橘子就急了 老鱼 还愣着干什么 上啊 老鱼这才动手 人一晃 就先按住个雷暴虎的脑袋 正准备打下去 突然竖个圆鼓鼓的东西 从地下钻出来 鼻腔里喷出一股红色气体 老鱼眼鼻一退 那些东西就从眼睛里 冒出一道红光 老鱼立刻成了一个火球 第121章 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老鱼可是五阶格斗武师 身上顿时凝出一团寒气 硬将火光熄灭 手掌一收一抬 更是打出树道寒芒 那是红皮果子里 叶小蝶看清了 大声喊道 红皮果子里 一个个地跟穿衫甲一样 缩成了球形 然后身上的皮毛 竟跟叶小蝶那兔子似的 炸开了 成百上千道火针 将老鱼的寒芒刺退 又再刺向老鱼的身体 老鱼见状不由微微一惊 要就是两只还好说 这红皮果子里 一冒出来就几十只 就是它 也一时不能轻易取胜 你们不要带扑从 上去帮赵橘子 爱亲眼喊道 他倒是想起来了 此次课外教学的目的 是为了让学生相互配合 达到初级战争的效果 林全 你占东面 叶小蝶 你占西面 苏唐 你占北面 张大力 咦 张大力人呢 张大力早就跑到 蒲丛中躲起来了 那红皮果子里的火针 被扎一下 不说疼多久吧 至少得留个疤呀 赵橘子看林全他们上来了 就大喜道 你们守着 别让他们跑了 红皮果子里 一看人多 就尖声大叫 林全立时 让大家注意地面 果然 立刻又从地下冒出几十只 每只都快如闪电般的 掘地而出 随之发出耀眼红光 哥哥 那跟我的独眼身后的光好像啊 估计都是一类的吧 周紫月说着 看林全吃紧 上药上去帮忙 就被小娟拦住了 暂时没事 先看看 凤凤一翅膀 就击飞几只红皮果子里 再一屁股坐下去 又解决掉一只 翅膀一卷 还把身后想要偷袭那只 那只给扔到空中去了 林全看叶小蝶那边的七彩迷魂蝶 似乎起不到置换作用 就让小火过去帮忙 小火冲上去 就直接一个雷动九天 刺啦一声 树到天雷落下 打得地上的红皮果子 果阴阴阴的乱叫 四散逃窜 但剩下的 依旧极其顽强 炸开的红针 密密麻麻的 让林全都十分头疼 想要将红皮果子梨 全都解决 绝对需要不少时间 而难免没有张大力守着 有部分红皮果子梨 已经冲出去 冲向了艾青烟那里了 艾青烟一声冷笑 正要召唤出神兽 两个死鱼眼 就走到了他身前 哄 就见其中一个死鱼眼 双手一拍 手腕上的钢环就一碰 树到闪电雷光 从他腕中飞出 沿着地面 一路过去 将所有的红皮果子梨 一概积翻 搞不定啊 龙少 那两个死鱼眼太强了吧 前锋下的小脸煞白 看来龙正的法子不管用啊 不用担心 我还有后手 龙正一抬手 就从山后跳出五个黑衣人 一摆下拖着长长的鳄鱼尾巴 脸虽遮住了 可那身上弥漫着的黄气 一看就是一足 可以啊 龙少 哪找来的 天牢 上 黑衣人夹着黄气如奔马般 冲进了战局里 叶小蝶反应慢了一拍 被一个黑衣人冲到身上 黄气一卷 就闻到一股臭味 他急忙掩住口鼻 却已然中了毒气 一时间头晕脑胀 跳上阿红就朝山的另一侧飞去 小伙这才往地上一个烈焰喷剑 谁知那黑衣人竟然尾巴一摆 将地上的石土扫到空中 把烈焰都击飞了 好强 灵犬一正 来不及去追叶小蝶 就听到苏唐一声大叫 爬爬 鬼火熄的尾部 居然被个黑衣人给一刀斩下 疼得他在那翻滚不停 嘴里不断地吐出绿色毒液 赵橘子一看不对头 立马喊老鱼过来 两个死鱼眼也冲了上去 铜环一碰 闪电打飞了黑衣人身上的外套 终于让人看清了 他们的真面目 一个个都是 长着鳄鱼的脑袋 身上盘绕着黄色毒气 拖着条鳄鱼的尾巴 剧毒恶人 爱青烟脸色微变 这可是五界一族 哪里冒出来的 飞虎山一带 一直都是课外教学的地点 学院对这里 早就查得一清二楚 有什么妖兽什么一族 爱青烟也早就被熟了 五名剧毒恶人 被铜环闪电击中 却纹丝不动 去了外套 却看着更加凶残 小娟和湖水 拦住想要上去的周子月三人 你们不是对手 别去 跟着 二人就各自带着神兽 冲上前狙击 在小娟的一生试一下 无数的花藤从地上涨起 朝着五名剧毒恶人就绑上去 她每到一地 就会快速地布下花种 凡是她视线所及的地方 都是她能攻击的范围 湖水也飞快地 指出两条泥丘 就在半空里 泥丘竟然一变 如同却善斑 张着大嘴尖牙 朝着剧毒恶人就咬上去 灵犬也发现了 剧毒恶人的身份和等级 正想让凤凤上去 一看这边小娟他们也上来了 就照下小火 去追叶小蝶 身后传来剧毒恶人的惨叫声 想必在诸仲高手的围攻下 他们也活不了多久了 就是叶小蝶去哪了 仓皇之下 叶小蝶抱着阿红 沿着飞虎山的背面 一路飞到了一处荒地 他才服下灵犬给他的解毒丸 趴在地上 喘个不停 小蝶同学 你跑得也太快了吧 我和龙少都差点没追上来 叶小蝶惊魂未定 一抬头 就看见前锋和龙征 带着人站在面前 你们要干什么 灵犬那家伙得罪了我们 直接向他动手 在爱青烟面前 也不大方便 不过嘛 我看他喜欢你 要是抓住了你 把你给弄残了 不知他会不会伤心啊 前锋阴笑几声 就要让带来的人 把叶小蝶给拿住 好让他出口恶气 叶小蝶也不是傻子 跃到阿红身上 就要飞走 谁知一个雨林军一闪身 就挡在面前 一拳就将阿红打得头破血流 叶小蝶也摔了下来 想跑 我告诉你 今天就让我和龙少 对你深入了解一下 前锋笑得极其猥琐 叶小蝶一惊 眼看他走上来 猛地跳起身 就一脚踹中他胸口 卧槽 被踹得人仰马翻 一口血喷出来 这贱货好硬的伸手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抓住他 叶小蝶转身就跑 谁知没跑几步 脚下一空掉了下去 几个穿着金色斗篷的仆人 也跟着掉地洞里 第122章 激活九阶金河 龙征和前锋站在洞口 看下面身不见底 也一时不敢下去 龙少 雨林军能人一时众多 不如你叫几个兄弟下去看看吧 哼 我带来的人都是精锐 在不明情况之下 不能冒险 你那些人先下去吧 我这也是家族中精心培养的格斗武师 玉兽师 也不能送死啊 那先掉下去的几个呢 拿绳子来 先探探有多深 话音刚落 一个巨大的影子 就笼罩在他们头顶 灵拳跳下来就说 小蝶掉下去了 那可不是 我们想要救他 就是 前锋的衣领 被灵拳一把扯住 冲着他脸上就是三拳 那些精医随从纷纷大怒 将灵拳团团围住 松开少爷 你再不松手 我们就弄死你 姓灵的 你他妈想死的快点是吧 放手 灵拳斜眼一走 就按住前锋的脑袋 你们再给我啰嗦 我先杀了他 前锋下的腿都抖了 灵 灵拳 你别冲动啊 叶小蝶他是自己掉下去的 这栋突然就冒出来 不是我们逼他跳的 让你们的人都跳下去 嗯 人话不懂事吗 都给老子跳下去 灵拳 下面不知道有多深啊 你们不是有绳子吗 把绳子扔下去 给我爬下去找人 人要就不上来 都给我陪葬 前锋一脸死了轻爹的样子 听见灵绍说的了吗 还不赶紧的 精医随从就把绳子 都拿出来接上后 就扔下去 本来想算算有多深 可绳子一直都碰不到底部 至少五百米了 都到地心了吧 人要在下面 都会被烧死了吧 没绳子了 没绳子 就给我爬下去 听不懂 那我就杀了他 前锋脑袋一痛 吓得魂飞魄散 你们快下去 精医随从们 相互看了几眼 无奈地一个个地 爬上绳子 滑了下去 你们呢 灵拳看向羽林军 龙征冰冷冷冷地说 你杀了他好了 我跟他关系也不算太好 龙少 你不能这样啊 这就把我卖了 我们是朋友啊 我的都是羽林军 军方的人 死一个 羽林军总部不会放过你 那你要死了呢 林犬冷着脸 拖着前锋往前走了一步 龙征脸色大变 几个羽林军 就挡在他身前 你发疯了 连我都敢威胁 你知不知道 我爸是谁 我管你老子是谁 今天夜晓得要少了一个汗毛 我连你爸都杀了 林犬转身就拖着前锋 纵身跳进了洞里 半道上 小火就飞下来了 将他拖住 好在洞口够大 要再小个一两米 小火都飞不下来 借着小火身上的火光 能看到洞壁上 都是人口开凿的痕迹 也不知是谁 在这地方打了个洞 就是吓得很快 那些 还在爬的精一随从 都还没来得及到底 他们就先下去了 精一随从看见前锋被抓着 也不敢又爬回去 硬着头皮继续往下爬 洞底大约离地面有600米 绳子就差了100米的距离 落地后能看出 下面是个平台 右边有一个通道 不知通往何处 也没看见夜晓碟 但洞口只能容易人通过 灵犬就让小火看着前锋 守在这里 那些精一随从下来 有一个杀一个 他这才追进通道里 又跑了十多分钟 就听到前方传来夜晓碟的怒吓 你们要敢碰我 我就咬舌自尽 小姑娘 你这么漂亮 死了多可惜啊 不如从了少爷 到时吃香的喝辣的 多舒服啊 滚开 你们这些畜生 凤凤 凤凤如一刀旋风般的一路飞跑 就在通道里一个拐角处 看到两个精一随从 正一左一右 要将夜晓碟拉起来 他呼呼左右一个巴掌 直接把人给打得 脖子都歪了 凤凤 灵犬也跟着过来了 一看夜晓碟的腿都断了 想到路上的血迹 就要将他抱起来 疼 疼 那我先检查 给你上个药 灵犬把他斗篷一掀 就注意到他腿断的地方 在大腿下方 大约五六公分处 加上血 跟一节脸藕上面 洒了些红糖水似的 就马上拿出活血生积伞 你别摸啊 我去 还讲究这个 这不想用药了 那你手轻点 这也太轻了吧 不能用抚摸的 重点你不疼 能用水先帮我冲干净吗 麻烦死了 灵犬摸出瓶矿泉水 想了想 就让他把斗篷扯上去 再上去不行了 你这个臭流氓 大腿凉嗖嗖的 夜晓碟还拿手去掐灵犬 灵犬也不躲开 用水把伤口清洗干净 就给他抹药 越来越结实了 墙体要水的作用 还是背着我 练剑美操了 怕我嫌弃 你腿不够长 不够均匀 我是那种人吗 我不讲究这个 我真想把你嘴撕了 疼 忍着点 我得抹透了 药力才有效 你拿个东西让我咬着 要不我就咬你胳膊 那好吧 灵犬站起身 双手往腰上一放 你去死了 那咬这个吧 灵犬摸出一样东西 递到他嘴边 九节妖兽 积水大棚的金河 你有病吧 圆的怎么咬 要长得硬的 你看你 这腰就有点过分啊 棒子 灵犬给他嘴里塞了根擀面杖 轻点咬 别把牙咬崩了 以后接吻刮舌头 呸 终于把药上好了 灵犬就帮他 把腿打上了绷带 要扶他出去 咦 两人正要起来 突然都愣住了 就看那积水大棚的金河 猛然发出树道光柱 上面还有几滴水滑下来 这金河 需要九节水系妖兽的能量激活 这上面的水 难道是 两人一抬头 骇然失色 一条银色的蛟龙 倒挂在头顶的石柱上 正死死地盯着他俩 第123章 吞食九节金河 灵犬和叶小蝶都瞪大了眼 脚 泪龙足 能让积水大棚的九节金河恢复能量 那他也是九节妖兽了 靠啊 快跑 灵犬背起叶小蝶就要往外跑 这时 前锋进来了 他卷着袖子 大声喊道 你不是狂吗 老子的人都下来了 这次 我看你特么往哪里跑 十几个精医随从气势汹汹地走在前面 手指长刀 刀刃上散发着一层薄薄的蓝光 灵犬就奇怪了 小伙呢 不是让他看着前锋的吗 这些人明摆着是从绳子上爬下来的 还把前锋给救了 可是不应该啊 他们就是群殴也打不过小伙啊 好啊 你们这一对狗男女 正好一块收拾了 前锋一见灵犬扶着叶小蝶顿时大怒 你先等等 想要拖延时间 等帮手过来 老子没那么蠢 都给我上 一个精医随从猛地冲向前 想要等灵犬抽不出手来时 就把他给干掉 其他的精医随从也是一样的想法 都是格斗武师 可不能让同伴给抢了功劳 树道金色身影 夹杂蓝光快速地冲上来 灵犬低头要唤出缝缝 突然就感到头顶一阵风吹过 好 银娇猛地落下来 直接砸在两个精医随从身上 把他俩砸成肉泥 剩下的精医随从都是一斤 纷纷举刀就往银娇身上斩去 树道蓝光从刀中蹦尸而出 如流水般柔畅 修得竟然都是水系的体数 谁想那银娇一摆尾 一道水柱射在精医随从的小腹上 瞬间就把几个精医随从的身体 都打出一个大洞 以水积水 那洞大的从前面 都能看见身后了 前锋一下抹了 这特么哪来的妖兽 还是投鹰骄 见鬼了呀 剩下十多个精医随从也都抹了 想要转身逃跑 前锋跑得更快 可他还没出洞口 就听到龙征再喊 我也下来了 前锋你们人呢 龙征带着十个羽灵军 还摆着一个验行攻击阵 慢慢地挪向洞口 但他很快就看到 前锋跑出来 灵犬在哪里 龙 龙少 你下来就好了 我 啊 前锋说到一半 身后传来精医随从的惨叫声 他打了个抖 就急忙跑回平台上 龙征一愣 心想就是灵犬发疯 也不至于这样吧 紧跟着他就看见了 追出来的银娇 脸色顿时大变 这种类龙族的妖兽 他见得多了 多半都是五阶以上 极其不好对付 阵 羽灵军精锐 都摸出一把长枪 枪间朝上 对着银娇 放 龙征一声大喝 从枪间钻出数道红光 灼热如火 化成一道火蛇 就直接冲向银娇 这可是十位羽灵军精锐的体内能量 合理发出的体数 就算是六阶妖兽 也挡不住 哼 看我还不把你这孽畜给烧成炭 什么 银娇张嘴吐出一团白色气息 蜜如水雾 一眨眼 就将火蛇吞没 龙征心下大惊 连忙叫道 变阵 与灵军精锐 连忙交叉身形 变换步子 十把长枪挡在身前 锯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网上还凝聚着一团火光 红如赤血 灵犬和叶小蝶 看得都愣住了 这就是阵法 十人小阵 看起来好像 一点胜算都没有啊 荧光水焦 种类 类龙足 等级 九阶 变异 一 战斗力 战斗技能 连珠水炮 横扫千军 水漫金山 战斗适应性 空水加持症999% 可进化部位 口腔 爪子 潜力 九阶 战斗力问候 是超出数据判断 范围了吗 不可能啊 但九阶是无可争辩的了 九阶打这些四阶格斗武士的羽灵军 那不是跟玩儿养 还不说水系对火系 那完全就是五行压制啊 果然 荧光水蛇张嘴就土 一道水气如排山倒海般地倾泻下来 那组成防御阵型的火网 一下就熄灭了 水气透过那些羽灵军精锐 留下了一地的雾气 连人都被蒸发了 龙征这才终于吓得转头就跑 这骄是什么妖兽 七阶 八阶 还是九阶 身上没有圣光 自然不会是圣阶了 特么的 这是个什么洞啊 他拼命爬上平台 就看到前锋在那想办法要爬出洞 找的是他刚下来时 留下的一条绳子 你让开 我先出去 龙少 这时候就别跟我抢了 我受伤重 我先走 你特么让不让 别的是我能让你 这是你让让我吧 前锋急得把绳子往胳膊上一卷 说什么也不肯让 龙征马上就给了他一拳 看前锋满脸是血 他就阴沉地说 信钱的 平时大家一起玩 那是给你钱加面子 你不要把自己当回事 龙少 我的命也是命 你的命也是命 别的是我就算了 这绳子 我 两人正说着 一道水光射向绳子上端 就看绳子断成两截掉下来 龙征心如死灰 回头瞧着慢吞吞爬过来的荧光水浇 抓起前锋就拖到前面 你要杀就杀他 要吃也吃他 我跟你无怨无仇 你放过我吧 好 荧光水浇哪管那么多 张嘴就吐出两道水刃 直接砸在两人胸口 砰的一声 两人倒地昏厥 龙征一看不妙 小伙也不知去哪里了 剩下凤凤和他 哪能打得过九阶妖兽 这地方眼看又没有退路可走 爹 危机四伏 请立刻吞食九阶金河 什么 系统你在捣毛啊 九阶金河是人能吞的 九阶妖兽也不敢吞吧 水光迎娇此刻回转头 看着灵犬和叶小蝶 幽冷的目光 像随时要过来将二人吃掉 灵犬一咬牙 管他妈的 吃就吃吧 张嘴就把集水大棚的金河咬下一块 直接吞下去 叶小蝶梦了 干什么呢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饿疯了吗 还有心情吃金河 灵犬也没注意 这集水大棚的金河 按理说硬的跟石头差不多 怎么一口就能咬开 嚼起来也跟哈密瓜差不多 就看荧光水浇快过来了 几口就把金河吞了下去 第124章 提升至四阶 叶 宿主吞食九阶金河 绑定序号一 序号二生物 自动进化 叶 深渊火龙 进化至四阶神兽 叶 不死金凤 进化至四阶神兽 叶 宿主身体素质 进化至四阶格斗武士阶段 叶 宿主领悟御兽师技能 精神璀璨 叶 精神璀璨 可以瞬间提升精神能力20倍 所有御兽师技能 相应提升20倍 持续时间10分钟 叶 宿主领悟系统技能 低级远程召唤 叶 低级远程召唤 一次可召唤团员一鸣 距离10公里 低级远程召唤 苏唤 灵犬反应极快 他深知 拉风冒险团里的其他成员来了 也是白大 只有苏唤才有用 因为他有静咒 苏唤一脸猛逼 他还骑在爬爬身上 手里握着一朵白色的棉花糖 嘴边还沾了一小块 那荧光水焦是九阶妖兽 有办法能挡一挡吗 卧槽 苏唤下的小脸煞白 手就在兜里摸了几下 再一晃一道静皱 直接扔上去 整个洞穴被照得如同白皱 白色的光滑 劈头盖脸地撞上去 荧光水焦显然没料到 会遇到静皱 被打的身子在空中一歪 灵犬赶紧叫小火 这家伙跑哪里去了 就乔左上方大约十几米处 有一个大洞 小火从里跑飞出来 你这个笨蛋 跑洞里干什么 小火也顾不得被骂 拖起灵犬 叶小蝶和苏唐 爬爬就往洞口上飞 在白光照射下 荧光水焦一时无法挣脱 只能眼看着人要跑出去 他突然发现 地上的龙针和前锋 大怒之下 尾巴一甩 两人就被打得飞起 也直奔洞口 眼看二人飞到身边 灵犬也黑不下心 把两人扔在这里送死 就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抓住二人 扯到了小火背上 等到飞出洞口 才听到下面一声怒吼 一阵爆炸 整个洞穴完全坍塌 荧光水焦 想必一时也出不来了 不敢再在这时逗留 带着大家 就飞回到爱青烟身边 快撤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出大事了 九届妖兽 学院连功课都没做吗 这里有什么妖兽 没个B数 这是 要我们来送死吗 是不是林奥谷故意搞的鬼 爱青烟被骂得满头雾水 可以看林泉那紧张的冒汗的样子 龙针和前锋 又生死未卜 也知道出事了 先离开飞虎山再说 去鬼门镇 剩下的人就坐车的坐车 能飞的飞 赶紧往鬼门镇退去 一个小时后 所有人退到鬼门镇 前掌柜听到消息 就带着人赶过来了 什么 九届妖兽 飞虎山哪里来的九届妖兽 说了你也不信 就在飞虎山后面那一带 地下有个洞 洞里有头娇 娇凶得很 林泉说着 就将叶小蝶扶进了院子里 这是先前跟张大力他们住的地方 现在还留着 你先躺着 等等我就过来 先别睡着了 我还得过来帮你挨床 洛奇兵 赵友芳 他们都来了 九届妖兽 就算比不得那毁了南地城的圣街妖兽 那也是极其恐怖的存在 更让赵友芳压抑的是 林泉竟然在面对九届妖兽的时候 还活着回来了 还带回来了叶小蝶他们 怎么说呢 就是我这个人啊 办法多 智商卓越高人一等 能在危机时刻 想到逃生的路 要不然 老钱 你家前锋就完了 钱掌跪点点头 感激的话就不说了 从今往后 林泉你就是我们金字招派的恩人 不敢当 林泉谦虚地说 以后去金字招派买东西 该给的钱还是要给的 钱掌跪摇头 这小子 骆其兵皱眉道 你说 那是荧光水焦 荧光水焦我倒也知道 此等妖兽 最多也就七阶上限 怎地会变成九阶妖兽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不敢骗骆成主 你和赵成主过去看看 不就知道了 骆其兵心想 我去看个屁 我又不是九阶预售师 赵先生是九阶预售师 不如你带上几个人去看看 骆其兵死也不会叫赵友芳成主 那也好 周老爷子 我们过去吧 周老爷子身子一震 叫我 那 那好吧 二人御兽离去 剩下的人就在院子里等候消息 灵犬此时才有时间查看 小伙和凤凤的数据 小伙 种类 龙族 深渊火龙 等级 四阶 五阶神兽进度0% 变异 1 绑定序号 1 战斗力 十二万八千五百二十 战斗技能 烈焰喷剑 烈焰缠绕 雷动九天 可大可小 战斗适应性 全地形加持症499% 可进化部位 口腔 翅膀 爪子 毒性 皮毛 忠诚度 百分之一百 潜力 培育次数 五 凤凤 种类 凤凰族 不死金凤 等级 四阶 五阶进度0% 变异 零 战斗力 十三万五千 战斗技能 浴火重生 震翅成兵 双翅斩杀 战斗适应性 全地形八百 可进化部位 翅膀 双爪 眼睛 尾部 皮毛 忠诚度 95% 潜力 使尸 培育次数 五 才十几万的战斗力 灵犬一正 看来得想办法从系统中培育两个小家伙了 绑定生物都升到四阶了 系统中的培育功能也能用了 就是升到四阶后 小火和凤凤都多了两个技能 小火是可大可小 凤凤是双翅斩杀 听着技能名称就知道 小火体型可以变化了 这可方便多了 要不然一跑出来就十几米宽 十几米长 那光是脚违章都受不了啊 灵犬 那个龙征也在我家中治疗 你要有 好说 老钱你开口 我还能说不 这是我的疗伤圣药 自己配的活血生机伞 拿着 前掌柜笑道 早就听人说过了 好 我这就给他们用 等他走开 苏唐才凑到灵犬耳边问 你怎么把我叫到身边呢 用的是召唤静咒 那可是最高等级的静咒啊 你哪里学的啊 我呢 就是天赋好 人又帅 还老实 一看就是好苗子 到处都是老师教我 苏唐气道 别开玩笑 说真的 说给你听也没什么 我只会这一种静咒 叫远程传送 远程传送 第125章 都给我变成傻子 灵犬攀着苏唐的小肩膀说 说是静咒也行 就是我从蓝蕾似的佛像背后 拿到的册子里记载的 给我看看 被那荧光水焦一弄 就失手掉在洞里了 太可惜了 要不我也也肯定 没什么 苏唐摸出根棒棒糖 给你的 哟 还给我点甜头呢 谢谢啦 艾青烟在围墙边 拿着联络器 跟林奥谷汇报工作 被骂得狗血淋头 林薇出事就算了 连前锋和龙征也出事 你这个老师 是怎么带的对 别的组就没问题 就你们组有师 你知道龙征他爸 是四大统领之一吗 他要追究责任 我们能承担得了吗 行了 你赶紧把人 从鬼门镇带回来吧 等回学院 我在找你 艾青烟咬的嘴唇都白了 林奥谷就知道推卸责任 九节妖兽啊 要是你 你遇上怎么办 你儿子出事 是你儿子想要埋伏人家 你倒还有理了 倒是他有一句话没说错 龙征出事 那可太麻烦了 那位龙大统领 可是从来都不好对付的 艾老师就这么一战 我要一拍 那放杂志上 都能做封面了 纯粹就是一副 玉兽周刊 顶级模特的水平啊 要啥有啥 盘量调顺 张大力闲着脸说 艾青烟扭头就走 我去看看龙征他们 龙征和钱峰还在昏迷中 两人各躺一张床 身边都坐着医者 手臂上也挂上了水瓶 是中了妖兽的攻击 胸骨折断伤了内脏 造成的疼痛应激性昏厥 应该要不了多久就能醒来 钱掌柜看都上了活血生击伞 伤势也好些了 就暂时只能等着了 那些红皮果子里怎么过去的 是钱峰和龙征引过去的 地上有红皮果子里爱吃的红皮果 我就知道是那两个家伙干的 艾青烟还没进院子 就听到林全和张大力的对话 两人也跟着过来了 他脸皮就一抽 还好他发现得早 把红皮果都捡起来 扔一边去了 我说林哥 你就不该就这两个傻叉 让他们死在洞里多好 那荧光水焦 要不一尾巴抽他们上来 我稀罕就 都到身边了也不就 就顺手的事 那就让他们以后活过来了 再继续找小点麻烦 活 就是活了 也没机会了 哎 怎么说 我过来干什么 你以为真是来看望他们 林全站在屋外 精神璀璨 洗神术 钱峰和龙征都是御寿师 要是不受重伤 人还醒着 用洗神术也没多大用 现在就不同了 精神璀璨加洗神术 就是天才 也能洗成傻子 帆 龙征 他们怎么都起来了 是要醒过来了 钱掌柜一惊 连忙问医者们 这 我们也不清楚 颤抖十秒不到就结束了 钱掌柜这才松了口气 爱青烟一脸古怪地 看着屋外不进来的林全 是他搞的鬼 醒了 醒了 钱峰先醒来 看见钱掌柜就一脸白痴壮 跟着龙征也醒了 抱着那医者就痛哭 弄得一屋子的人 都不知发生了什么 林全哈哈大笑 可张大力买了一堆烤串 就先回去了 晚上 赵友芳和周老爷子回来了 晚了一步 那荧光水焦 撞破洞口逃走了 就老夫和赵城主查到的线索来看 那洞穴 即可能是一位御寿师前辈留下来的 他死前开凿 将那荧光水焦封在洞中 以免他成了无主之物 在外惹是生非 谁知被你们撞破了 吵醒了那邪恶 现在他一路向西 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林全无语了 倒是我们的错了 也都是巧合 不能说是你们的错 赵友芳微微一笑 转身却脸色一沉 背着手就走了 周老爷子也自然不会在院中多留 他一走张大力就骂倒 这两个老家伙 都不是好东西 还用你说 林全脸色微冷 一个疑老卖老 一个心怀鬼胎 小绝拿起串鸭掌 啃了一口才说 我们先回都城吧 爱清烟那边还没 连夜回去 课外教学终止 爱清烟进来 让大家收拾行李 马上就走 叶小蝶好些了 林全还不肯让他走路 一个公主抱 就扔进了防弹装甲车里 张大力弄荡 车中铺着粉色的床垫 摆满了玫瑰花瓣 充斥着迷远的香气 林全就写躺在他身边 他就是卖力 想要成全我们 不知道我都拒绝你几回了 要不是我从小就知书达理 懂得分寸 早就被你霸占了 我呀 就是意志坚定 能抵挡得住 天仙级别的诱惑 要搁别人 怕是早早沉沦了 叶小蝶憋着笑 伸手拉过一个抱枕 放在两人中间 那你就别过来 一个抱枕能挡得住你 你伤的是腿不是手 路上我睡一会儿 你不要趁我睡着了 侵犯我啊 没一会儿 林全就睡着了 叶小蝶瞧着他的睡相 明嘴偷笑了一声 就拿阿红放在林全的脑袋上 扯起一旁的毯子 擦了擦林全嘴角的口水 才安心地睡了过去 林全睁开眼 歪歪嘴瞄了眼他的后背 是要做个证人君子呢 还是做个我被楷模 要不 林全猛地一翻身 死死地盯着窗外 一头巨蟒身上坐着个人 跟车队并行 叶一千 感知到了林全的杀气 凤凤从收纳袋里钻出脑袋 兴奋地爬到他肩上 不行 此处不能动手 要光夜一千亿人还好说 小娟和湖水也在 但他没话说 就是叶老三叶老四 怕也在附近 打起来的话 胜算不会超过三成 还是等机会吧 林全打了个哈欠 就躺了下去 车队终于停下来了 林全睁眼就说 喂 小蝶同学 你自重一点好吗 叶小蝶压了声 也跟着睁开了眼 干嘛 还干嘛 你看看你的腿 你腿都压在我小小腿上了 啊 叶小蝶触电般地缩回去 脸红地跟被人打了一拳 林全痛心疾首地说 大家说好安安静静地睡觉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你不知道我还是吃童子鸡吗 你要负责的呀 负你个大头鬼 艾老师在叫了 我们快下车吧 艾老师叫什么 难道他车上也有男人 第126章 我是单顶派弟子 林奥谷一张脸 臭得跟咸鱼似的 站在图书馆的台阶那 背着双手 看上去随时都会爆炸 艾青烟带着组内的学生 站成一排在下方等着备训 一个老师带八个人 搞个课外教学 是为了让你们以后组团的时候 能够学习利用阵法 在对付有揭插的妖兽时 不说反杀 至少有自保之力 结果呢 先就折损了一人 剩下七人 又重伤了两个 轻伤一个 你们说 你们在搞什么 搞你妹 林全 你说什么 我说林总教官威风八面 气势不凡 马上就要超越苏黄 成为太武帝府的新城主了 林奥谷脸皮一抖 你特么故意的吧 你们这些南地成来的学生 个个都是刺头士吧 我不管你们以前是什么天才 什么学霸 来了帝府学院 就得给我把信子收起来 重新做人 林全拿出张椅子 让叶小蝶先坐着 你又干什么 小蝶同学他腿受了伤 不能长时间站立 你也不知道说多久 我就让他先坐着 难道你不体恤学生 我记得 校规有一条叫尊师重道 老师也爱学生如此 林奥谷脸 当时就冷下来了 那要是林总教官 不想让小蝶坐着 那要落下什么病根 我只能请求上 审判庭了 林奥谷眼睛都眯起来了 行啊 审判庭都知道 看他背对得够呛 爱青烟一时心头大爽 说完了吗 说完了我继续说 哎呀 我跟蒋大师约的时候到了 我得去一趟 要不老头子该生气了 哎 要是他生气 我要怎么说 没办法呀 我们学院的林总教官 拉着我们呢 不让走 我一个学生嘛 也无法不听总教官的话吧 那多不好啊 一点都不尊重市长 我就只能迟到了 林全 你有事你先走 林奥谷的脸 都黑成了墨汁 狗日的 拿蒋天生来压我 张大力他们都在忍着 才不笑出声来 林全扶着叶小蝶 就走 蒋大师让我带小蝶 过来给他看看 你们俩快走 虽然这帮人里 重点就是林全 谁让他害得 林威精神被禁锢了 可林全连蒋天生 都扔出来了 林奥谷也只能放行 真约了蒋大师 还能有假 我骗你干什么 你别靠下来啊 我就算再受得了诱惑 你没事就勾引我 我的心早晚得融化了 到时啊 嘿嘿 你嘿什么 那我就把你 用洗神术洗一遍脑子 让你再也不记得我 你要死啊 两人来到蒋天生家里 在外面就被惊着了 不愧是红袍大丹师 夹带的跟城堡似的 光外面花园 就放了二三十个炼丹炉 在那看炉子的药筒 都有四五十个 忙进忙出的学徒 打扮的就更多了 在外面几个零星小院子里 磨药的 在那备药的 还在后面 有好几块药田 蒋哥 行啊 这阵仗一扑起来 生朝身边的老夫人说 见识了吧 我就说林全这小子 不像一般人 不跟我客气 林全 这我那人 你叫蒋夫人也行 叫杨姐也行 那叫杨姐吧 不然太见外了 杨姐被逗乐了 你倒不见外 你那两个袋囊 我都给你做好了 一个能装一千吨的东西 体积能达到十个足球场 比外面卖的顶级收纳袋 都要强 有个名叫空间袋 你要继续叫袋囊也行 谢谢杨姐 我也没拿什么好东西 就给老蒋杨姐 带了两瓶活血生击散 算你有心了 蒋天生笑呵呵地接过 杨姐就把两个空间袋 递给林全 指着叶小蝶问 你女伴受了伤 林全浮夸地说 被个九截妖兽给打伤了 亏我机智 把那九截妖兽打跑了 才救了他一条命 少吹了 还九截妖兽 我叫你带他来 就是为他腿上的伤 拿着吧 这是生骨丹 扶下去 断腿之处三天复原 蒋天生昨晚就听说了 龙征受了重伤 龙同领收到消息时 人正好在他家里 谢谢老蒋 那我们先走了 先等等 我听说 你还有生结药水 和净化药水 林全身形一致 猜想这事 估计是从东北商会传出去的 就咧嘴一笑 是有 你还骗我就一种单方 蒋天生笑眯眯地说 要不老实说吧 你师父是谁 林全挠头 献鞭是能鞭 可鞭得太出格了 蒋天生也不信吧 我从旁人口中得知你炼药 只见药不简单 那让我猜猜吧 林全一笑 你猜就好办了 神耀宗的神耀上人 大气单道的鬼大师 林全摇摇头 神耀宗他还听说过 是个专门制药的门派 大气单道是什么 莫非 你是单鼎派的弟子 杨姐瞪了蒋天生一眼 单鼎派终结一战后 就再没出现过 林全他怎么可能 林全轻轻咳嗽了一声 你真是单鼎派的弟子 家师就是单鼎派 现任掌门黑粉真人 我在门中有外法号叫一击 我还有个师兄 常年闭关不出 法号红辈 又有位师姐 法号吐司 黑粉 红辈 吐司 从未听过呀 叶小蝶都被过身去了 他实在是怕笑出来 蒋天生还以为自己没猜错 暗暗点头 单鼎派制药练丹 有两种方式 一是出丹 二是出药 但有一事 不知林全你 何时开店 林全一愣 低头不语 单鼎派弟子虽少 可按门规 历来是人一入城 就会开店营业 你来都城越鱼 没有开店的想法 看到蒋天生生了疑惑 林全盲说 这一个月来 光顾着在学院里读书了 就还没顾得上 也看了几处店纸 也没何心意的 就想着先放一边 那可不行 那是你门里的规矩 不能坏了 这样吧 我那还有几个空闲的店铺 你改着跟我去看看 要有合适的 就马上营业 这一下弄得 赶鸭子上架了 第127章 被迫营业 才过去没两天 蒋天生就带着他一个弟子 登门拜访 亲自带着林全和叶小蝶 去找门面房 地府一街 那是顶尖的繁华 我们这铺子 前面卖单 后面是个单房 一些简便的单药 就直接在后面炼制 弟子是三十来岁的男人 穿着红袍 跟蒋天生那件的区别在于 蒋天生那件有金鞭 他这没有 嘴巴极利索 说起来就跟那连猪炮似的 都不带结巴的 您瞧着 这是K房 鞋对面 那几家都是会所 这一排都是饭店 吃的喝的玩的 洗澡都有地方 要晚上想要放松一下 也非常方便 瞧 那鞋对面 还有金字招牌的分店 小五 别说这有的没的 说客流量 那没的说 这地方白天人就不少 晚上人也多 一天光是路过的散客 那都得有个上百人 林全就纳闷了 那为什么要转让呢 这不是一个月前 单炉炸了吗 师父说 风水不好 蒋天生咳嗽声说 别听小五胡扯 我是想着 林全你出来乍到 得要个好点的地方 你看此地合心意吗 那有什么不合心意的 我对风水什么的 根本不在意 老蒋你要肯转让 那我就接手吧 林全想想 也就做个样子 就点头答应了 小五就在那算账 一个亿吧 我把林头给抹了 哼 还真不便宜 这是连地皮带房价都算上了 还包括了里面的装修 林全也不废话 得赶紧把蒋天生这应付过去再说 就把钱转了 回头去订个招牌 我记得 你们单顶派的店都叫药水房 小五你去找人做 这个字我来写 行 都听师父的 那 林全 小蝶 你们看 我们还有事先回去了 慢走啊 要是给了林全 蒋天生就带着小五先走了 把店铺门打开 叶小蝶被挥给呛得连咳了几声 都有段时间没营业了吧 应该是 这前店后院的也算过得去 到时叫紫月 新南白天就过来看铺子 你那有那么多药 够开店吗 放心好了 有钱就跟系统买 连练都不用练 昨天听苏唐说龙征醒了 他爸发了好大一通火 说要抓你呢 让他来吧 龙统领冷冷地瞧着请来的圣街御寿师 你儿子这是被人用洗神术 强行洗了一遍脑子 前四海的儿子也是一样 他二人是御寿师 何等强悍的精神力 才能用洗神术 将他们的神智洗掉 恐怕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龙统领接过家中 直视递来的资料 翻了几页 就眼神变得更冷 那个灵犬精神六测试S 是否能做到 圣街御寿师陈鹰片刻说 精神测试只能表示潜力 不能代表现在的精神能力 那让他再测一次呢 如果他能达到七街御寿师的水平 又在龙征昏迷时下手 倒有几分可能 龙统领冷声道 他从南地城转校来 之前判定不过二街 如何能在短短数月内连跳五街 不好说 有的人真就是天才 扯吧 有劳大师了 不妨 圣街御寿师临走前说 那圣街妖兽 我等一众圣街御寿师 竟也没能追上 不知他去向如何 苏黄让我转告龙统领 加固城防 以防万一 知道了 龙统领看着被圣街御寿师 将洗神术效果清除的龙征 你跟那灵犬到底有何仇何怨 父亲 他来学院第一天就杀我神兽 当众驱走金河 根本没把我龙家放在眼里 我就想敲打敲打他 没想到 你说他有一头深渊火龙 与我们家中那头相比如何 家中那头龙 年纪已大 老卖不中用 他那深渊火龙 虽等级不高 但品质极高 龙统领沉默了一会儿 招手叫进来一个人 中和 你去查查那灵犬 这份资料不够详细 把他的底给我挖 用力挖 是 还有 有机会就把他杀了 把他那深渊火龙 给我夺过来 中和 龙征 都是心头一领 抱拳道 是 灵犬瞧着挂上去的药水房招牌 苍劲有力 就谢过了小五 师父问灵兄 什么时候开业 就后天了 这不刚打扫干净吗 铺子里让周紫月 铁心男打扫了一遍 又把消息告诉了张大力 苏唐 柳真子等人 开业那天 他们都会过来 那行 就有一件事 我得提醒灵兄 对面那巷子里 也有家卖单要的 叫和气单事 你得小心一点 哦 那是我师叔家开的 我师叔那人吗 心胸狭窄 做事很偏见 这店铺原来也开得好好的 就是被师叔带人砸了几次 我师父不想跟他冲突 这才关店的 卧槽 你现在才说 什么风水问题 这才是原因吧 灵犬也不在乎 微微一笑 就让小五等开业那天 也过来庆祝 开业当天 药水房外面摆满了花篮 有快活林送的 有金字招牌送的 有蒋天生送的 还有宋老院长送的 在外面围了一大圈的人 都是来看热闹的 灵犬就让周紫月 放了一串鞭炮 捡了个彩 就算开业了 铺子里摆满了一道三街的 生街药水和进化药水 还有横浮药水和中程药水 以及两瓶活血生积散 当时就有人进来问 你店里的生街药水 和生街单比起来怎样 张大力在那帮忙招呼客人 那还用笔 生街单就是个笑话 哼 这么大口气 知道成功率吗 我们这生街药水的成功率 在90%以上 那人还没说话 就看到两个人进来了 少说大话 牛皮要吹破了 小心把招牌砸了 来的是中和和龙征 第128章 开业当天来闹市 没想到吧 我没事了 龙征满脸阴沉 这是在城里 打起来 他可不怕 那他好了 我们同学一场 我救你回来 我正担心你啊 哎 你是过来感激救命之恩的 常言道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 我呢 就不要你以身相许了 龙征被说得一愣一愣的 铺子里面外面的人 都听得不停点头 龙绍原来是被林老板救了 这救命恩人 他总要表示一下吧 以龙绍的家事 这要表示得轻了 那还嫌丢人呢 看见那位了没 龙家的忠直士 龙绍带他来 肯定是来感恩的 林全白首道 哎 大家不要这样说嘛 我这个人呢 做好事不留名 救龙绍嘛 那也是因为 大家都是同学 分内事 理所当然 我救他时 虽然冒了极大的风险 差点就被妖兽给开堂破度了 但都是应该的 龙绍在学院里 也很照顾我啊 不少人就竖起了大拇指 瞧瞧 林老板年轻有为 这做人做事都没话说 龙绍怎么连一句感激的话 都不肯说呢 龙绍将在那了 要说 是林全救他吧 那绝对没错 可这是上门来找茬的 这怎么能说感谢的话 忠和也是一脸惊讶 这个林全 年纪轻轻的 能用话把龙绍将住 本事不小啊 我这还有别的事 终植事事吧 龙绍 你们俩 要逛就请便 感激的话 也不用说了 能活着从九阶妖兽手下脱身 就回一条命 那也算烧高香了 客人都惊住了 刚说的妖兽 是九阶妖兽 林全带着叶小蝶走开了 终植事 先看看吧 万万动不了手了 要不那些围观的客人 一人一口唾沫 就能把他俩给埋了 蒋天生也带着小五 在铺子里逛 升接药水成功率 真有那么高 千真万确 蒋大师还不信 可惜对应的等级差了点 再高的嘛 我跟大师说句悄悄话 周紫月低声道 我师父那有 可是得定制 蒋天生眼睛一亮 最多能到几间 他也没具体说 这你得问他 林全跑后面院子里去了 原来院子里的 要碾子丹炉都给搬走了 他就在那摆了张茶桌 泡了一茶茉莉花茶 跟叶小蝶在那喝着 你说龙征那是被洗神术洗的 记忆还能找回来 他爸认识城里的高人吧 至少得酒街 或者圣街玉寿师吧 圣街玉寿师 在城里好像有三位 一位是苏红叶 剩下两位我也不知道 叶小蝶把茶吹凉了 还没喝 就被阿红给抢走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养成的毛病 阿红这兔子爱上喝茶了 那你乔神超这样的 杨家不比龙家厉害 杨总管都没找人帮他呢 杨神超就在一边练功 骑门九斗翻云腿 一翻身就一脚朝天灯 直接打出一团黑气 直冲云霄而去 他这修的什么系的元素 越来越怪了 就回来这两天变的 老实说吧 我也不清楚 外面这是一阵喧哗 他卖的药水都是假货 一瓶还要八百万 这不是坑人吗 我买了他的生洁药水 我那神兽生了个屁 马上就挂了 林泉和叶小蝶对望一眼 走到铺子里 一个满脸胡须的男人 在那叫着 你买的是哪一种生洁药水 二阶的 我那神兽跟我十几年了 我都指望着 他能快些生到二阶 一般的生洁单我都不敢用 在城里逛了好几年了 找了好些单药店 也没找到合适的 今天早上一开门 我就过来了 看你们说成功率 能达到百分之九十 我就买了一瓶 结果 你先等等 你叫什么 我叫王达雷 张大力让周紫月 翻翻客人的记录 没你的名字 你再翻翻 我们开店不到两个小时 卖出去的药水 都记录在本子上 一共就食品不到 你少扯淡了 是谁叫你过来的 周紫月翻身从柜台后跳出来 直接召唤出铁壁螳螂 看着他那挥舞着的镰刀钳支 王达雷大叫道 你们卖假药就算了 还要打人 我要叫雨林军了 你叫啊 赶紧叫 你不叫你是孙子 龙真和中和也凑上来看 都是一脸幸灾乐祸 好吗 恶人自有恶人魔 搞事的来了 雨林军 王达雷还真嚷上了 周紫月就想一刀罢 他得切成两截 张大力摇摇头 上去笑说 我说兄弟 你说你神兽死了 神兽呢 你要看尸体 这里 王达雷扔出个连气都没了的三组血兔 看模样 确实是一截神兽 可怎么能证明 他是喝了生结药水死的 这也没法证明啊 要不 谁叫雨林军 一队雨林军进来了 繁华街道 都有雨林军的巡逻队 来的也都是小队长 带的五人组 你们可来了 他们欺负人 我买了他们的假药 害死了我的神兽 我找他们算账 他们还想打人 雨林军小队长 瞪了眼周子月 把你的神兽收起来 凭什么 他是来讹人的 我让你收就收 哪那么多废话 收就收吧 周子月在林全的事意下 把铁币螳螂收了 林全上前问道 你说你买了我们的药水 二阶的升阶药水 确实是八百万 你有没有转账记录 王达雷顿时一夜才说 我是拿现金买的 笑话 八百万 你也不嫌沉吗 这个雨林军小队长就冷声道 我觉得吗 他说的话没错 人家好端端的 怎么会诬陷你们 我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 一是退钱 售价 那就卖一赔十 赔人家八千万 二呢 就是把店关了 等重新检查过后没有问题 才能重新开业 叶小蝶吸了口凉气 这是典型的拉片价啊 一看林全还很镇定 他就放下心来了 林全肯定有办法 第129章 药效拉满 小队长 你是不相信我们的药水吧 不信 市面上最好的二阶升阶单 也不过百分之二十的成功率 你们张嘴就说百分之九十 算不算虚假宣传 那他呢 他说他买了 总要有凭证吧 凭证 这条街上好几家单店药铺 人家为什么就找到你们家 林全骤起没来了 这小队长 是受人指使过来搞事情的 是龙征教来的 那王达雷也是龙征教的 没有凭证 他无端诬陷怎么说 我给你的两个选择 你都不听是吧 封店 小队长一挥手 五名羽林军叫赶人 突然外面有人喊道 我们是来送花篮的 来得晚了 这放哪里 还送个屁 店铺都要被封了 什么狗东西 也来送花篮 小队长骂骂咧咧地走上前 看到花篮上的名字 瞬间就呆住了 是 是苏黄给送的 对 我是从青天居接到的订单 嗯 老板呢 过来签个字吧 叶小蝶也一脸错愕 苏红叶送来的 是给蒋天生面子 蒋天生却也满脸惊诧 龙征倒是想到了什么 一咬牙就想 得快点解决这个林全了 林全签收好了 那小队长就在那头顶冒汗 你还要封电吗 这个 你不是很牛叉吗 一个小队长算个什么玩意儿 我跟你好好说话 你跟我装大的 我告诉你 就是龙征他老子来了 都不敢说疯就疯 小队长讹脚的汗更多了 不过呢 我也不为难你 那个姓王的 说我的药有问题是吧 有一阶神兽吗 围观的人里 就有人伸手道 我有只鬼脸赤足龟 拿出来 大力 你去 拿一瓶二阶生接药水 鬼脸赤足龟 被放在脸盆里 还在那滑水 林全接过生接药水 就对王达雷说 你先把钱拿出来 干什么 你不说我的药水无效吗 要是有效的话 你算不算讹人 这 这也不用我拿钱吧 小队长 他要是讹人的话 那得罚多少 也是十倍 小队长擦着汗说 那他要跑了呢 他背后有人指使呢 指使者也要罚吧 我帮你看着 蒋天生叫小五过去盯着王达雷 我就让大家瞧瞧 这生接药水的妙处 林全一手拿着药水 一手就掐着乌龟的头 把瓶水直接就倒进了乌龟嘴里 大家都睁大了眼 在那流神看着 不到一分钟 乌龟突然在脸盆里翻了起来 嘴里还在吐着红色的泡泡 水一下就被染红了 王达雷大喜 你看吧 我说 他们这生接药水有问题 你们还不信 你们看 这乌龟马上就完蛋了 他该不该十倍陪我 不少人也都在那摇头 确实是有问题啊 本来以为这林老板 是想要证明自己的药水 可这还弄巧成桌了 苏黄送来花篮时 他就该建好就收啊 还多搞这一下干什么 林全淡淡地说 继续看吧 鬼脸赤足龟猛地 一个翻身 在水里一滚 四脚朝天 一动也不动 王达雷哈哈大笑 还看 都死得透透的了 让你看 没让你说话 你知道不知道 打死的都是嘴匠的 鬼脸赤足龟终于动了 他又打了一个滚 就张嘴一吸 把脸盆里的洪水 全都吸了进去 浑身冒出一层淡淡的红光 成了 那名御寿师也感知到了 惊喜地抱起鬼脸赤足龟 大叫道 真的成了 我的鬼脸赤足龟 现在是二节神兽了 围观的人一阵骚动 真的假的 这就成了 你没看见吗 连人家主人都说了 你们仔细看 那鬼脸赤足龟的腿 颜色深了许多 还真是啊 难道说 药水防卖的生接药水 真有90%的成功率 还愣着 赶紧抢几瓶啊 说不定改天就没卖了 给我来两瓶三接生接药水 我来十瓶二接 生接药水 那增幅药水 是拿来干什么的 什么 比精致强心丹还强 用过后 不会下降中程度 中程药水 能一次上升 20%的中程度 来两瓶 一时间店铺时 都是要买药水的人 王达雷就想要趁乱逃走 人还没跨出让店外 一只手就搭在他肩上 他一回头 人差点晕了过去 搭着他双肩的不是人 是一头火狼的前爪 小五的神兽 神眼火狼 小队长 刚才你说的 这个姓王的 跟他的幕后指使 都得罚钱 一罚十 我可记下来了 是 没错 我这就带他回去审问 等等 老夫左右无视 也跟你回去 小队长不满地说 你又是哪位 老夫蒋天生 蒋 蒋 蒋大师 小队长腿都骂了 这特么的 是个什么药铺啊 小五 你先留在这里 等晚些老夫回来 再带你走 你跟林泉也聊聊 是 龙征和中和 都吃惊地看向店里 我们也买一些回去吧 这个 你爸会感兴趣的 中和挤得浑身是汗 才把各种药水 买到了一瓶 余额都不足了 全靠有华呗 才透支了一些额度 把药水买好了 师父 三接药水没了 诺 这有五十瓶 先拿过去摆着 林泉从空间袋里摸出来 放在地上 周紫月笑呵呵地抱上走了 张大力眼红道 林哥 你到底 还有多少存货 不紧着先照顾兄弟吗 照顾你也行 你那都是 卖到东北去的吧 那肯定啊 先前后货 我给你拿一百瓶吧 我得跟我三叔聊聊 各种药水 得有个数 林泉微微点头 就注意到 店外有个穿红袍的单师 在那一脸阴森地瞧着店里 那就是我师叔 匹德景 我猜那王达雷 也是他叫来的 叶小蝶担心到 他不会砸店吧 有苏黄的花篮在那摆着 他不敢 谁送的啊 我叫人送的 嗯 第130章 震惊全城 不单有苏红叶的 城中各大世家的花篮 都陆续送过来了 把店铺门口都站满了 摆不下的 就摆到隔壁去 反正隔壁奶茶店也不敢动 高啊 张大力搓着手说 这一来谁还敢小看药水房 叶小蝶心想 就不怕人家找上门来吗 我原来想啊 有老蒋的花篮 就够镇住一帮小小了 可是转念一想 原来老蒋开着店铺的时候 那个匹德景就赶来砸店 估计还是不够 于是 你就扯几张虎皮 那倒不至于 人家说不定还会感激我呢 匹德景脸 阴得更快要下雨的似的 蒋老鬼转让铺子 转给丹顶派就算了 这哪来的小鬼 竟然跟城里各大势力都有关系 杨家跟波多野家 都快要打起来了 还一起送花篮 陈家跟刘家 那是三百年的仇了 就是马家 还跟三上家联名 怎么回事 那小鬼看起来 连二十都不到 哪里冒出来的 师父 砸还是不砸 从一旁跑过来的 尖嘴猴塞的丹师 小声地问 那几十个花篮 确实太吓唬人了 先观察 你留下 我们回去 记住了 各种药水 也买一瓶拿着分析 知道 那达雷娜 我会想办法 林全翻着张大力 给写的 城里各大家族的名单 波多野家和三上家 几百年前 是不是出过女演员 记不大清了 我逃旧货的时候收藏过 可惜啊 逃难是太匆忙了 没带上 林全扼腕叹息 那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叶小蝶出去帮了一会儿忙 就累得满的是汗 天快黑了 还那么多人呢 通宵开着吧 我们晚上也住这里 房里都换了新床单被子 我先去爱床 等会儿你就进来 谁进来啊 晚上九点 各大家族都收到了消息 立时派人前去调查 等到十点回报时 又让人把各种药水 都买了一瓶回来再说 杨家 老蒋不地道啊 那个林全 竟是丹顶派的高徒 他也一点口风都没透露 他这几种药水 还着实了得 八街御寿师亲子 在那惊叹地望着服下后 效果极佳的神兽 对神兽有用 对我这等格斗武师 就心如鸡肋了 城中御寿师也有不少 我看他光今日就卖了 上千瓶的各种药水 药用在军方身上 杨总管愣了愣 起身道 我这就去青天居 跟苏黄报告 陈家 一个孤独的身影 在月光下跺步 一头锯坐在他身后 两米外的青皮巨员说 主人 那些药水 要真是林全自己炼制出来的 他可真是罕见的天才啊 你的意思 是要关注他 也不知他会不会回关 要不发个私信吧 他关了私信 连落后我也没他的 关注什么 总不能被别人家抢先了呀 刘家 刘统领摸着刚喝过中程药水 中程度满格的酒头火炼蛇 真是不赖 听说 他跟快火灵的老张家 走得很近 一个清秀的 跟就小家碧玉般的少女点头说 他和张三的侄子 大力士同学 特么的 老张太不地道了吧 这种好事 他也不跟我说 张家这大半年来 一直都在秘密出售生接药水 和净化药水 不过只在东北卖 我们就没在意 以为就是一般的生接单和净化单 不行 我得找张三聊聊 这家伙 肯定还在记恨我 苏黄下令 不让南地城难民进城的事 我也没办法呀 波多也加 游戏 大大滴好东西 可惜可惜地 就是木有高阶地 一个穿着和服的老人 把瓶水放在油灯下瞧着 越瞧就越是欢喜 激动起来 还跳起了舞 一个模样周正的妇人在一边说 老爷子 要不要招揽他 当然要地 你改天亲自去找他 一定要把诚意带到 还要把我的低西子也带上 好地 三上家 一个脚有点残疾的中年男人 坐在一张藤椅上 手摸着怀里的生接药水 如此宝物 要是能在终结之战前 出现多好 那我们也不至于伤得如此惨重 父亲 此时也不晚 想那灵犬也不过半大小子 能有什么头脑 不过天赋高罢了 我们只要下重本 他定然会投奔我三上家 中年男人哼道 他这一瓶药水 就卖几百万上千万 你能拿出多少本钱 也未必 要拿真金白银 年轻人嘛 定然受不了漂亮女人的引诱 妹妹淘菜 以年方十八 貌美如花 哪个男人不动心 只要他出马 我想那灵犬多半会吃不消 马上就会加入家中 到时 收他做个上门女婿 那不是一桩妙事 淘菜 中年男人赞赏道 你的想法大大低好 大大低妙 你让淘菜转学去地府学院 要跟灵犬一个班 要赶在别人家前面 把灵犬给泡了 是 父亲大人 我这就去办 青天居 苏红叶面带笑意地 拿着把大蒲扇 在那不停地扇风 扇子上还有一道静皱 轻轻一摇 就有一阵轻烈凉风吹过 比空调还爽 灵犬果真如父亲所言 门道非常 可是 我也未曾见他练过丹 何来那么多的药水 丹顶派的法子 跟别派不同 他们是练的药水 从炉中练化材料 取出一炉炉水 再兑上别的液体 一次就能灌出上千瓶来 苏红叶的小儿子一惊 如此神妙 那丹顶派 为何数百年来没有消息 终结之战 丹顶派死伤惨重 近乎灭门 从那时起 就小心谨慎 不问世事 不过 也并非没有传人 就是灵犬的能耐 放在丹顶派野市 超乎寻常 当年那位丹顶真人得知 有灵犬如此传人 也该明目了 那父亲 眼下该怎么办才好 他那药水 已经轰动全城 晚上前去买药的 怕是门槛都踩破了 城中各大家族 也都上了心了 你怕他投笑别人 苏红叶笑了笑 就看向门外 在那啃着辣条的少女 明天请他来家里一趟 我亲自和他聊聊 小儿子喜悼 那就再好不过了 一个雨林军跑进来说 杨总管来了 第131章 苏黄苏红叶 苏唐递过去 一根辣条 给缩小成狗崽子大小的小伙 可大可小还真方便呢 就是 这个技能维持多久 两个小时 林犬竖起两根手指 苏唐突然说要带他去家里玩 他就特意准备了几件礼物 想到他家长辈可能是静咒师 就想好好请教静咒方面的事 礼数缺不了 阿帖 苏唐搓了搓鼻子 从爬爬身上下来 诺 这就是我家 林犬走路也没注意 听他一说 才抬头看 靠 青天狙 苏红叶是你 爷爷 苏唐笑嘻嘻说 被吓到了 我爷爷挺好打交道的 你别怕 我怕什么 我就是有点吃惊 哎 你早说 卧槽 林犬眼睛一扫楼下的石狮子 那两座石狮子竟然动起来了 钢铁石狮 种类 猫科 等级 五阶 六阶神兽进度18% 变异 5 战斗力 78万8858 战斗技能 石机长空 钢铁雄星 战斗适应性 草地加持症584% 可进化部位 爪子 全身 忠诚度 88% 潜力 六阶 培育次数 三 乖乖的 就是看门的石狮子 都是培育过三次的五阶神兽 碰 林犬一头撞在一块无形的屏障上 苏唐痴痴地笑 傻瓜 这有静咒 一般人进不去 我先解开一脚吧 你不说 不会静咒吗 我会解啊 这算是钥匙啊 这我家呀 苏唐手掌连拍三下 就说 可以了 林犬小心地跟着他走进去 清天狱野防御也太严密了吧 我爷爷说过 这地方要没有人带 连一只母蚊子都休想飞出去 我配 这我太爷爷说的 你太爷爷是不是上一代都城城主 号称女人杀手的苏菲雪 别提他 我太爷爷就是个坏蛋 坐着电梯 直接到顶楼 林犬进来就看到一片玻璃屋子 在阳台那站着一个人 年纪也就比他大七八岁 小叔 苏唐小生说 苏西生 我小叔 心眼特别小 你小心点啊 来了呀 这位就是林犬同学吧 见过小叔 林犬很低调的行李 苏西生就接过他送的礼物 里面全是各种药水 让苏西生很意外 也很满意 先坐吧 苏唐爷爷在里面会课 大概十分钟后就完事了 林犬老实地跟苏唐在那聊天等候 你别怪我瞒着你 我爷爷不许我说 说 让我老实地在外面磨练 我没怪你啊 林犬朝外面望去 青天居可是都城最高的建筑 一览众山小 整个都城都能看在眼里 看着一栋栋的高楼 林犬感慨 到底是都城 比南地城繁华十倍不止 出来了 林犬终于见到了苏洪叶 一个穿着黑袍 袍子上画满了各种敬咒的老人 就是不算他敬咒师的身份 他也是城中三位圣街御寿师之一 是几百年来统治都城的苏家的家主 每踏一步仿佛就跟猛虎一样 人是老了 可那威势却越来越强了 见过苏爷爷 不用多理了 你和堂堂的关系 在我苏家也不算外人了 林犬挠头 说的我跟苏堂睡过一样 坐吧 走进来一个死鱼眼 搬过来两张椅子 林犬啊 既然不是外人 我就问你几件事 苏爷爷请说 你真是丹顶派的传人 林犬心下意灵 微笑抬头 我只是得了丹顶派的一本秘籍 和一批宝藏 说不上是传人 苏宏爷爷对这个答案很满意 从他派人调查的结果 林犬哪有加入丹顶派的迹象 接触的人里 也不存在什么丹顶派高人 那你练出各种药水 都是从秘籍上得来的方子 一半是 一半是我潜心研究的结果 宝藏 就是一些一阶的药水 我研究的时候都用光了 苏宏爷微微点头 第二个问题 这合着之前算一个问题 你在南地城时 可曾见过那圣街妖兽 见过 形容一下 体态如棕雄 长满了金色长矛 身高百米 有一层薄薄的金光 苏宏爷沉阴片刻 让苏西生找来纸笔 写了一行字 苏西生就点头离开了 你对赵友芳怎么看 赵友芳 我跟赵友芳接触不多 他给我感觉 城府很深 老谋深算 南地城毁城一事 跟他有无关系 林犬一惊 虽说赵友芳曾引动兽巢 可把南地城毁了 他从没怀疑到赵友芳的身上 你就直说 从你的直觉来看 不会是赵友芳是南地城主 城毁了 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 好处未必没有 苏宏爷淡淡地说了句 就微笑道 还有一件事 就是永恒地宫 嗯 苏唐都跟我说了 你也不必隐瞒 你还真什么都跟你爷爷说啊 苏唐吐了吐舌头 背过身去啃辣条了 给我看看 那不死金凤 林犬硬着头皮 把凤凤叫出来 凤凤一看苏宏爷 罕见得吓得跟耗子见了猫一样 缩成一团 小家伙不用怕 我就看看 苏宏爷手掌一拍 凤凤就搭拉着脑袋走上去 还真就有些毛病 虽已经四接了 可还是发育未全 也罢 我帮帮你吧 就瞧苏宏爷手掌中 射出几道金芒 笼罩在凤凤的身上 不到片刻 凤凤另一半为长毛的身子 多了一层七彩羽毛 好了 回去吧 凤凤开心地 跳回林犬怀中 张嘴就要喝营养液 升阶药水你每个月能提供多少 六阶以下的话 可以不限量 苏宏爷惊喜道 真假 如有一字虚言 苏爷爷就把我从楼上扔下去好了 那就好 成功率方面呢 都在90%以上 不能保证万无一失 已经够好了 苏宏爷笑了起来 这可帮了 他大忙了 每个月 我需要1000瓶的五阶六阶升阶药水 4000瓶的净化药水 500瓶的中程药水 2000瓶的横幅药水 1000颗的解读完 价钱方面好商量 你需要我提供什么 金盒 五阶要对应五阶妖兽的金盒 六阶也是一样 还有 我想去培育所看看 苏宏爷笑道 好说 我让犀牲带你去 第132章 参观培育所 苏犀牲想着 灵犬光是定金就拿了10亿 还拿走了1000颗的五阶妖兽金盒 就怕他跑路了 10天后才是交货期限 就算灵犬不跑路吧 还得防着别的家族挖角 我说小说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跟苏唐什么关系 穿一条开裆裤的 是会言而无信的人吗 灵犬看出苏西生的担忧 就很无语了 做人啊 一点信任都没有吗 我在都城啊 还能逃得掉 不是我不信你 钱有点多 我只是多留个心眼 我们今天才见面不是吗 我叫你一声小叔 就够清静的了 我管蒋天生都叫老蒋了 我也叫他老蒋 苏西生骑着匹 长着一排尖角的黑铃巨马 灵犬就坐在小伙身上 两人并排而行 路上的雨林军 看见苏家的家徽 也不敢拦 反而避得远远的 这个 小叔 苏家的徽章弄个来吧 你要来做什么 我这光是路上 违章交罚款 都被罚过几次了 不行 那我得找个 课章半假证的了 靠 你这小子 回头我让苏唐 给你带个真的吧 谢谢小叔 两人说着话 就来到了培育所 张南海在门口 等着他俩了 地府学院注册那天 林全就见过张南海 他带着他侄子过去的 苏统领 林老板 请吧 苏西生 也是四大统领之一 关系户吧 培育所极大 各个科室 都是一栋小楼 里面有着各种仪器 还有不少御寿师 格斗武师 不时能看见培育器皿 用各种液体 在培育着不同的神兽 最重要的是 靠罪理的一个实验室 那在培育着的 是一头八街妖兽 是苏红叶 亲自抓回来的 林全就隔着玻璃在看 器皿上都滑着几道静皱 几根管子通向器皿里 灌着不知什么成分的液体 张南海说是培养液 具体什么成分 他一个字都不会透露 那八街妖兽快有十层楼高了 背上长着一堆翅膀 身上还在一层老皮 有退下的皮 更飘在器皿里 要仔细看那身子 有点像是蝙蝠 就是不大正经 脸倒像是个人 也不知是不是静皱的关系 林全无法打开数据框 人面一赤幅 极其罕见的八街妖兽 我把亲自从西部荒原的 一处洞穴里抓来的 林全感叹道 那洞得多大呀 光站着就十层楼高了 能钻进去的洞 那还得了 说是洞 其实是个坑 从坑下去的 一个大天坑 都快有四五百米宽了 深呢 足足有好几公里 这玩意儿 也跟蝙蝠一样掉着 苏西生就笑了 可不一样吗 妖兽都是从动物边来的 好些都没改掉动物的习性 这给他灌的培养液 没问题吗 那静咒也没事 不会培育好了后 他实力大增暴走吗 没事 我把亲手写的静咒 就那人面一尺服算什么 九阶的都试过 灵犬一惊 九阶妖兽 成了 没成 直接裂开了 内脏都流出来了 光打扫培养敏 都花了快一个月 臭死了多 苏西生问道 你到底想来看什么 就随便看看 你要想帮你那一龙一缝培育 老张给你优惠 张南海眼睛一亮 龙凤胎 什么龙凤胎 一龙一凤 深渊火龙 和不死金凤 都是四节 灵犬琢磨 苏西生是几节御寿师 苏洪夜能看出凤凤几节 那是因为 他是圣节御寿师 精神力超级强大 张南海兴趣很高 要不来试试 给我一瓶培养液吧 我自己想办法 苏西生马上说 你小子要有能完美培育 神兽的法子 可别藏着掖着呀 那当然 我跟小叔什么关系吗 苏西生信他才怪了 帮他问张南海 要了一瓶培养液 还看吗 问老张一句 你们这成功率多高 经过几百年的研究发展 我们这里五阶以下 能达到百分之二十 五阶以上 就成功率锐减 不到百分之五 那是什么道理呢 我们也没弄明白 苏西生轻笑道 那肯定是因为 等级高的关系吗 灵犬心想 没那么简单 走出去时 就听到有人叫完了 一头六阶神兽培育失败 苏西生还告诉他 四阶神兽培育一次 大概是一亿八千万 五阶神兽是十八亿 而且 所有风险由主人承担 好家伙 抢钱呢 培育所不得 付得流油了 叶小蝶回来后跟林全说 培育所明面上 是都城的公众设施 实际上是苏家的 那苏家才是都城首富啊 几十亿的财富 跟苏家比起来 那就是九牛一毛 也不知苏西生 那么看紧买药水的钱干什么 你想培育小伙和凤凤 我有我的法子 不用到培育所去 系统里的培育敏 在绑定生物 都达到三阶就可以启用了 林全一直很谨慎 现在四阶 应该可以试试看了 都城比南地城的培育师 成功率高出了数倍 但也比不了系统里的 先看看培育敏吧 系统中的培育敏 也叫培养敏 是个超大的铁皮罐子 光旧高度就达到了数千米 宽度达到了数百米 能一次性容纳 数十头上百头的神兽 进行培育 最最重要的是 能够在商店里买到培养液 林全一看 翻了个大白眼 一瓶2L培养液的价格是一亿 虽然吧 可以兑水 但只能一瓶兑十倍 换言之 要想把小伙和凤凤培养一次 需要的成本就在数十亿以上 因为培养液 得把神兽整个浸泡进去才行 就还剩下几十亿 全砸进去也不够啊 除非 让小伙变小 让凤凤和他挤一挤 凤凤在那喝着营养液 仿佛感知到了什么 回头瞪着眼 就被林全直接抓进系统里 小伙也跟着被扔进了培育敏 林全就把买来的培养液 全都倒了进去 第133章 一次培育 培育敏左右各有一个窗口 能够观察到 培育敏中神兽的状态 在上方还有一个注水口 能够把培养液倒进去 一倒 林全就傻眼了 他算错了一点 培育敏底部宽有数百米 数百升的培养液倒下去 立刻就被摊成薄薄一层 连一厘米都不够 不行啊 这样几十亿都要打水漂 林全想了半天 才想到个办法 他先找到一些普通的水 倒进培育敏里面 然后再拿个桶 把培养液倒满 再把凤凤和小伙 塞到桶里 也不知道行不行 把桶从窗口那扔进去 静静地等候 隔了快一个多小时 也没动静 林全就想 这法子可能不管用 隔着桶 可能培养不了吧 但按理说 起作用的是 培养液才是啊 把桶又弄出来 就看凤凤跟个落汤鸡似的 拎出来时 眼神忧怨地直叫唤 好了 忍着点 等培育好了 你就牛叉了 小伙也受不了 可大可小的技能 都快到点了 林全把它先扔回空间袋里 继续再想办法 得把培育敏的空间变小 把多余的几百米的地方 给填充了 中间就留下 能放凤凤和小伙的体积就行了 弄些砖头 砖缝里 还是会渗水啊 几百米啊 也不知会渗多少培养液 那都是钱啊 要不弄些水泥 试试吧 也不知道能不能在培育敏里 铺水泥 花了快一个小时 终于弄来了水泥 直接就灌到了培育敏里 中间就拿着那桶先放着 别让水泥给灌到了 可转念一想 靠 我怎么那么笨啊 水泥有用的话 那桶也有用啊 都是隔着一层东西 把桶盖给打开试试不就行了 回头一看 小伙技能 CD还要时间 林全就先下楼去吃了个快餐 你说最近那一街新开的药水房 老板是不是过于年轻了 怎么说 还没买二十呢 听说是单顶派的弟子 单顶派还有活人吗 不好说 那升街药水听人说 成功率能达到百分之九十 我这还想着去买一瓶来试试 跪着呢 好几百万一瓶 那也得买啊 神兽生一街 战力翻几倍 升值加薪 不就看这个吗 林全笑着上楼去了 小伙技能CD完毕 林全把他变小后 扔进了培育敏的桶里 凤凤也一并给扔了进去 把培养液再度灌满 一钱一后 花了快四十亿 林全心疼得不得了 钱都快见底了 可想想 系统的培育效果 肯定要远远超过培育所 就一咬牙 钱花了就花了吧 希望能有个好结果 拍了拍培育敏 就听到咔咔的声响 微微一愣 就知道有用了 上次可一点动静都没有 紧接着 林全就从窗口那看到 培育敏的上方 开始打雷闪电 无数的紫色雷电 从顶部落下 砸在桶里 凤凤和小伙 被吓得在那不停地乱动 别跑出来 给我忍着 眼看桶在那东摇西摆的 林全的心脏 也快受不了了 桶摇一倒 那就前功尽弃了呀 终于摇了几下后 凤凤就摁住小伙 两个小家伙 在那挤成一团 瑟瑟发抖 却不再乱动了 紫雷过后 又下起了橙色暴雨 一下就将培育敏的地面灌满了 桶就成了 飘在水面上的一叶小粥 林全看得很着急 千万别翻啊 一翻就要重新来了 那四十亿就白花了 林全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眼睛一眨 都不眨地盯着桶子 那桶是林全 从杂物间里翻出来的木桶 被子雷轰了几十下 怕是都要裂开了 也不知是培养液的关系 还是两个小家伙做了什么 勉强还能撑得住 但在木桶的一侧 已经有了裂缝 要是培养液露出来 或者是盛水浸进去 那就麻烦大了 千万别出问题啊 林全都急得 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了 在那不安地抖着腿 橙色暴雨终于停了 水都快涨到了窗口处了 哄 又是一声晴天霹雳 一道惊雷刺了 一下就砸在了木桶上 桶子终于承受不了 啪的一声碎成几十块木片 两个小家伙 都从桶里滚了出来 凤凤吃力地想爬起来 可翅膀被打湿了 人还在盛水上飘着 抖了几下翅膀 就嘎嘎地叫着 被一个浪头给打翻了 小伙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吃了一口水 呛得他整个身体 都翻到了水下 又奋力地一甩尾巴 跳出水面 跟着就被一道惊雷 打在身上 然后整个肚皮都翻了上来 就在盛水上飘着 一动也不动 林全大叫不好 不是培育不成功 直接挂了吧 凤凤呢 凤凤像是知道小伙危险 就不停地朝小伙游去 浪头一个接一个的 凤凤好不容易 才又到小伙身旁 抬起翅膀 就用力一拍小伙的脸 小伙猛地一个翻身 在那用钱找擦着脸上的水 林全大小侥幸 还好没死 可培养液都完全流失光了 被盛水一稀释 想也别想了 四十一晚了 他顿时郁闷地 跟好不容易爬上了 女澡堂的围墙 结果里面全是六十岁的大妈一样 哄 此时就听到空中颜色一变 落下十几道的银雷 全都集中打在凤凤和小伙的身上 两个小家伙被雷打成了碳 全身一层焦黑 林全一看不行 正想从裴玉敏里 把他们给弄出来 就看到一道金光 从凤凤的身上冒出来 一道红光 又从小伙的身上冒出来 两道光线 刺得林全眼睛都睁不开了 到底成了还是没成啊 过了约末有一分钟 光线一弱 林全就急忙看下去 只见小伙和凤凤的身上 都多了一层光泽 盛水完全消失不见了 裴玉敏又恢复到了一片平静 林全连忙抱住凤凤和小伙 观察他们的变化 除了光泽之外 两个小家伙还多了一层细细的铠甲 小伙的就在他表皮上 凤凤的却长在羽毛下 不仔细看都看不见 成了 第134章 四次培育八阶神兽 小伙 种类 龙族 深渊火龙 等级 四阶 五阶神兽进度0% 变异 1 绑定序号 1 战斗力 628520 战斗技能 烈焰喷剑 烈焰缠绕 雷动九天 可大可小 战斗适应性 全地形加持症 499% 可进化部位 口腔 翅膀 爪子 毒性 皮毛 忠诚度 100% 潜力 培育次数 1 凤凤 种类 凤凰族 不死金凤 等级 四阶 五阶进度0% 变异 战斗力 635000 战斗技能 浴火重生 振翅成兵 双翅斩杀 战斗适应性 全地形800% 可进化部位 翅膀 双爪 眼睛 尾部 皮毛 忠诚度 95% 潜力 史诗 培育次数 1 好家伙 战斗力直接翻了5倍 难怪人人都想要培育神兽 难怪培育所收肥那么昂贵 你干嘛呢 愣那里老半天了 叶小蝶回来都洗过澡了 发现林泉就跟着木头似的 处在阳台那不动 我在想事情 哦 我爸今天来学院找我了 叶一千 林泉瞳孔一缩 心下冷笑 他跑来有什么好事 不过也好 以凤凤和小伙现在的战斗力 也不惧他那头重甲巨猛了 他想问你要水电的事 想分钱 我跟他不熟啊 我也不想帮他 就拒绝了 倒是 他提到他跟龙家很熟 我想你跟龙征的事 要不找他说说 龙家 林泉懒洋洋的说 那也不用他 我都跟苏洪业见过面了 龙征还想搞什么鬼 我直接找苏西生出面 压得他死死的 苏唐他爷爷 真是苏洪业 想不到啊 叶小蝶羡慕的说 那有什么 你未婚夫是林泉 不是更牛叉 滚 林泉心情好 不跟他计较 要不得趁着他刚洗完 全身都香喷喷的 得让他知道知道 什么叫上下棋手 我去一趟药水店 我晚上也要回宿舍住 林泉直接就把凤凤 给扔到肩上了 大摇大摆地走路 去地府一街 那是只七彩锦毛街 是吗 一街妖兽 也拿出来显办 有病啊 不像啊 没机关啊 那你说是啥 七彩羽毛的 难不成 还是七彩双头鹰 你看他有两个头吗 凤凤都想骂人了 老子是凤凰 林泉也不搭理这些路人 不识货的家伙 走进店铺里 看人还是挺多的 一些药水还缺货了 他就和周紫月打声招呼 就走到后面院子去了 就算药水卖得好 他也不过赚了一两成 吃个系统商店的差价 一天下来 也就一两亿的利润 实在不够看 院子里坐着两拨人 还一大半都是陌生人 林泉就认识一个 杨家的八街 青袍 玉寿师亲子 李老爹 亲子上来就热情地打招呼 还用脚踢了下 那头流光一彩的猛虎 猛虎居然也堆出笑容 在那卖好 雷光炫采兽 种类 猫科 等级 八街 九街神兽进度13% 变异 1 战斗力 1580 8580 战斗技能 战斗适应性 全地形加持症869% 可进化部位 口腔 爪子 毒性 皮毛 忠诚度 100% 潜力 九街 培育次数 4 卧槽 1000多万的战斗力 4次培育 疯了吗 用钱堆出来的八街神兽啊 灵犬看雷光炫采兽的眼神都不对了 就像是一堆联盟病 亲子兄 多亏了你 才能让神超苏醒啊 我是带杨大哥过来道谢的 小事一桩 倒是想跟你说 我想到了 能让神超恢复记忆的办法 就是找一位圣街御寿师 用精神力施法 亲子心想 你现在才说 都从龙家那知道了 多谢 另外那拨人 也立马起身 我们是波多野家的 灵犬肃然起敬 久养了 这位我们家的夫人 波多野花子 这是家主的媳子 也就是义子 波多野七次郎 灵犬连忙抱拳 一听就不如反响 厉害厉害 你知道我们厉害就好 波多野七次郎说 我们是来找你合作的 你的 同不同意 这个吗 不同意的 什么 你敢不同意 我们波多野家在都城是大大地有名 你跟我们合作 好处大大地有 青子冷笑道 波多野家就算有点能耐 能跟杨家比 你们还是趁早滚蛋 波多野七次郎大怒 抽出一把武士刀 就如野兽般低吼道 青子君 你低 想死想死低 你这个残废 还敢动刀 老子剁了你爹 波多野七次郎快如疾风般冲上去 嘴里还念叨 风铃火山 快 哎呦 雷光炫采兽一扑 直接把他脑袋咬掉了 波多野花子脸色大变 你敢杀了七次郎 林全也一脸震惊 世家大族都这么疯狂的吗 杀就杀了 你丈夫几百个义子 死一个算什么 好好 波多野花子看林全还在笑 就一跺脚 浑身冒出一团黄烟 人羞的一下就消失了 花招倒挺多 青子兄 这是什么本事 一种奇门体术 障眼法 你要动作快 就能在他放烟的一瞬间 栖身向前 一击结果了他性命 高啊 青子微微一笑 怎样 跟他们不合作 跟我们呢 我可是带了杨大哥十足的诚意 一张地气递到林全眼前 好家伙 直接就给了一条街 林全心脏都受不了 在那砰砰的跳 这个 青子兄 杨家来晚了 什么 你难道答应了陈家 我跟你说 陈家那都是些暴发户 不值得合作 三上家呢 也差不多 实不相瞒 青子兄 我答应了苏城主 苏黄 青子脸色这才一变 苦笑道 那倒是 此等药物 用在军方 实施上上之选 既然林兄弟 选择与苏黄合作 那我回去告诉杨大哥便是 下次有机会再合作吧 一定 哦 对了 有件事你可知晓 嗯 今晚是六月十八 月半过三天 晚上你最好不要去地府学院 青子兄 说话别说半截 月半三天 要死人的 第135章 月光光心惶惶 故弄玄虚 青子走后 林泉想着他说的话 一直心神不宁 干脆跑到女生宿舍去了 小爹 叶小爹 站在楼下扯着嗓子喊了几声 宿管大妈就出来骂道 都九点了 哭丧呢 替你家哭的 你再说一次 你找叶小爹是不是 我记下了 宿管大妈恶狠狠地说 你有儿子吗 有老公吗 有女儿吗 你什么意思 我找到他们 男的打断腿 女的送到快活林 你 宿管大妈气得差点没撅过去 这么胆大包天的学生 她还是头一次遇上 哎 别走啊 月半过三天 是什么意思 啊 今天就是了 你是新生 我的天啊 过九点了 不行 我得赶紧锁门了 林全不让她走 你得把话说清楚了 哎呀 你这人怎么 好好好 告诉你吧 每年的月半过三天晚上九点 传说有一头某位教官之前遗失的神兽 会出来作恶 会把在外面活动的学生吃了 林全顿时醉了 这都什么传说啊 你瞧瞧 外面还有人吗 小树林里优惠的人都没了 这还挺反常的 平时这个点都一对对摸黑在小树林里 轻轻我我的 你也赶紧回宿舍吧 别找人了 林全松开手 宿管大妈就把门一锁 人瞬间就跑没影了 这才看到叶小蝶和柳真子下来 你不是去药水房了吗 你知道月半过三天吗 那个传说啊 谁信呢 要光就宿管大妈在那瞎说 他也不信 可亲子不是那样的人啊 他可是八街玉寿师 会乱开玩笑 要不去你们宿舍躲一躲吧 你做梦呢 宿舍救我和真子两个人 你想干什么 苏唐和赵橘子不是不住校吗 我睡他们床上 还是你觉得怕我寂寞 要硬跟我睡一张床 林全说着 猛的一转头 就感到一阵汗毛倒数 立马听到远处传来一声惨叫 然后有人再喊 出事的是新生 他们不懂规矩 不信邪 还有新生吗 跟我去下面 前锋 你们先回去 我过去看看 你小心点啊 叶小蝶和柳真子也吓得花容失色 连忙进了电梯 林全一路狂奔 就看到小树林边上有一滩血 一个男生躺在血泊中 身体被从中间劈成两半 他就心下一寒 跑得更快了 赶到格斗武士训练馆的门口 才见前锋在那招手 林薇也站在一边 你们俩也住校 我们是来找学妹谈心事的 你赶紧进来吧 前锋一拉林全 林全就感到后背一阵凉风吹过 瞬间一阵毛骨悚然 碰 门关上后 林薇就沉着脸说 你也不知道 月办过三天的事 我刚听人说过 那你肯定知道的不够全面 来吧 我都跟你们这些新生说说 被救过来的新生 大约有十来个 包括了从南地城转校来的林全 还有让林全意外的两名少女 一名就是先前杨家见过 后来跟着林薇的狐狸群少女 另一名穿着和服 前锋轻轻嗓子就站在擂台上说 传说在上百年前 我们学校有一位教官 是六阶御寿师 他的神兽极其特殊 是幽灵系的神兽 下面顿时都叫了起来 幽灵系 那怎么可能 捕捉幽灵系的难度 比一般的要搞出几十倍 就是成功率太低了 而且反噬的可能性极大 忠诚率忽高忽低的 林薇冷笑道 要是难度低 那位教官还不肯收了 我告诉你们 那教官就是我的太爷爷 见校以来的十大 杰出教官之一的林天海 林天海教官 图书馆一楼的校室窗口 不是说他被自家神兽给杀了吗 就是那头神兽 前锋示意大家安静 大家猜得没错 造成当时林教官牺牲的 就是他的神兽 那月半过三天 算起来是神兽的头七 每年的这一天 晚上九点 他就会出来行凶 但只要大家不在校园内活动 就没事 大家都松了口气 气氛也活跃起来了 那前学长 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日出 只要太阳一出来 那神兽 没了主人 只能算是妖兽 那妖兽就无法作恶了 前锋从擂台上跳下来 走到林拳身边 林拳 你就是实力超群 也不要出去 传说中门开了 他也会进来的 林拳点点头 他没有逞英雄的打算 那就是林拳 和服少女 小声问狐狸群少女 救他 一肚子坏水 人母狗样 难道女昌 不像吧 我说阿柔啊 他不还救了神超哥吗 你不是最喜欢神超哥吗 狐狸群少女阿柔咬牙道 就回来跟木头 林拳咧嘴一笑 他早就把神魂术 铺满了整个训练馆 吞食集水大棚酒结金河后 他也能跟周子瑜一样 能听到人说话了 但仅限于十米的范围 再远就只能听到一阵杂音 你说 你把他放进来做什么 他死了不好吗 林威埋怨前锋 我觉得吧 冤家一劫不易解 我们也没多大仇 不要把关系搞得太僵了 他弄那药水房 赚得盆满钵满的 交个朋友不好吗 林威感到牙疼 我和他的仇深了去了 光救团里死的人 我不杀他都没法交代 你过了自己这关就好了 前锋被父亲前四海 拉着训了好一通 他也误了 招惹林全 这种疯子干什么 纯粹嫌自己命长吗 林威想想 也不管这事了 问道 门都关好了 训练馆前后两道门 都是我亲手关上的 绝对一条缝都没留下 啊 林全猛然转头 就看到一架骷髅 出现在擂台边上 那手掌上 还抓着跟流血的胳膊 同样看见的新生 吓得失声尖叫 前锋就抬头一看 暗叫不好 天窗忘记关上了 大家都先过来 林威喊了声 就感到胸口一阵刺痛 低头一看 胸前多了一只手掌 第136章 森罗万象 林威整颗心脏被掐碎 人重重地摔在血中 前锋吓得魂飞魄散 就被林全一拉 扔到了人群里 就看眼前瞬间 多了十多道鬼影 一个鬼影 像是老太婆的样子 抱着个婴孩在那哄着 一个鬼影像是个老大爷 住着拐杖不停地咳嗽 每颗一下就是一地的血 一个鬼影 双手捧着自己的脑袋 脑袋还在那笑 一个鬼影 鞋躺在一堆窟窿上 再摇着扇子 一个鬼影 露着一口黄牙 再啃咬着一条大腿 一个鬼影 戴着墨镜 拉着二胡 头上掌脚 一个鬼影 只有半截身子 在地上爬着 一个鬼影 静在一口油锅里 发出吱吱的声响 一个鬼影 穿着红衣 牵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小女孩 一个鬼影 在那哭天腔地地喊着 无数的指钳 从她的身旁落下 一个鬼影 灵犬倒吸了口凉气 森罗万象 这并非普通的幽灵系妖兽 是能置换的幽灵系妖兽 灵威 阿柔不顾和服少女的拉扯 跑上前就正正地 瞧着灵威的尸体 怎么就一下就死了 她又突然朝灵犬大骂 你干嘛不救她 你有病啊 隔得那么远 事发那么突然 我就是神仙也救不了啊 你就是故意的 你跟灵威有仇 疯婆子 灵犬不停地转着脑袋 想要找到数据框 可就算是扫到鬼影上 数据框也一点反应都没有 但她这动作 更加激怒了阿柔 你什么态度 我跟你说话 你没听见 聋了吗 少废话 我忙着 灵犬唤出凤凤 全神警戒 把神魂术运用到极致 刚才她就有所警觉 神魂术的预警还是有用 能感知到有东西突破防线 从头顶处落下 直奔灵威而去 但由于速度太快 她根本无法做出反应 可无论如何 灵威的死要赖在她头上 她可不认这个账 现在 神魂术又归于寂静 你听没听见我说的话 秀 一把方天话戟 就直接飞过来 灵犬看都不看一眼 伸手就抓住插在地板上 这把所有人都惊着了 前锋也自觉地靠向灵犬 训练管理 只有灵犬才能保护得了大家 还我 把方天话戟还我 灵犬注意着十几个鬼影 看他们几乎就在原地不动 就突然想到 鬼影应该是那妖兽投射出来的 他动鬼影就会动 只要注意鬼影 就能找到他 阿柔勃然大怒 冲上来就一巴掌扇向灵犬 够了 老子人你 试看你是女人 别给我来这套 信不信我把你扔给一族 让他们好好收拾你 手被灵犬抓得紧紧的 阿柔又惊又木 你放手 给老子滚 灵犬手一松 就浑身一紧 鬼影动了 十几个鬼影 同时往左侧移动 一时间 一股森然之气 流淌在训练馆中 吹起了阵阵寒风 令人不寒而栗 就连心声都感受到了寒意 不少人就向灵犬聚拢 和服少女 悄悄地来到灵犬身后 怯生生地拉着她的衣角 喂 你不要这样好吧 挺妨碍我行动的 那 那我不拉了 和服少女羞涩地退后半步 就被阿柔瞪了眼 搞毛泥 要靠她保护 就她那板凳锤子 看鬼影移动到 左侧的卫生间门口 灵犬突然带着凤凤 快如奔雷般地冲了上去 好快 阿柔都看得一惊 凤凤 震翅成兵 凤凤双翅急速煽动 一道冰封席卷而上 一刹那 就将眼前的所有物体 冻结成兵 灵犬跟上去就是一记 点新手 冰块瞬间碎裂 鬼影全部消失 那妖兽呢 灵犬正在想 神魂术突然市井 她连忙就地一滚 就看到一个鬼影 直接砸在她原来站的地方 一个小孩哭泣的声音 就在训练馆里回荡 哪来的小孩 哭得好惨啊 我心跳也跟着变快了 不要啊 不好 就看听到哭声的心声 有的召唤出神兽 在那抱着神兽痛哭流涕 有的格斗舞师 则是不停地挥舞着拳头 阿柔 快把你的镜咒拿出来用吧 和服少女捂着脑袋大喊道 不行 那是我用来救命的 阿柔拼命地 想用精神力抵抗 可她是格斗舞师 精神力差了一大截 眼看她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 一只手就按在她肩膀上 疯婆子 死不了的 灵犬淡淡地说道 精神璀璨 神魂术 震 强烈的精神震撼 直接作用在所有人的脑海里 阻断了所有杂音 小火 哄 深渊火龙骇然出现 一张嘴就喷出一团火蛇 烈焰喷剑 紧接着 无数闪电雷霆 击在训练馆的所有地方 既然找不到那妖兽 那就饱和攻击 要是在校园里 倒是没办法 这里是训练馆 地方有限 还怕你跑得了 一声灵力的叫声 从灵犬的右前方传来 凤凤 上 不死金凤一阵狂奔 挥动翅膀 数十道金光 从他翅膀中挥出 双翅斩杀 地上瞬间就留下一滩血迹 训练馆的墙壁 也被打出一个巨大的破洞 更远处的小树林 一排排的树木被罚倒 太强悍了 前锋惊的嘴都合不拢了 是那妖兽 和服少女大叫道 一个忽明忽暗的身体 就趴在地上 血不停地流出 不等灵犬靠近 那身体突然就炸开了 无数的血肉飞溅到四周 地上只留下一颗暗色的金盒 刺爆了 所有人都没想到 这妖兽如此刚强 连全身都不露 直接爆炸 但总算逃过一劫 大家都感觉走了大运 就是 林薇就倒霉了 威尔 一声怒吼 一个身影从天而降 扑在林薇的身上 就大声痛叫 怎么搞的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威尔怎么会 林奥谷说着 眼神注意到了林薇 不由大怒 又是你 是你害死了威尔 拿命来吧 电光火石之间 他人已到了林薇身前 一拳带着无数红光 用力击下 林薇眼前一黑 一口血吐出 感觉全身骨头都碎了 人接连往后退了几步 靠着墙壁缓慢地滑下 眼睛一闭就晕死过去 第137章 冷热两重天 老子今天要杀他 你们谁敢说出去 我叫 阿柔冷冷地打断了林奥谷 林薇 你要杀人 可以 但我恐怕会走落风声 不如把大家都杀了 林奥谷一震 他刚才没看见阿柔 等他一个个地看过去 前锋是个机灵人 断然不会乱说话 其他的人吗 他怎么也在 哦 对了 他前天转笑过来的 这下麻烦了 三上小姐 和服少女露出张笑脸 怎么 你也要杀我 林奥谷脸色微变 连忙说 不敢 我也没想过要杀人 就是今天的事 你们都不许说出去 林全就不是人吗 和服少女淡淡地说 你可知道 苏黄已与林全签订了供货协议 他那药水房 每月都要供应一定数量的各类药水给军方 你这是要坏了苏黄的大事啊 林奥谷一惊 有这事 药水房的是他也听说了 可根本就把老板跟林全联系起来 在他眼里 这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 那药水房日进斗金 老板还是单顶派的高徒 怎么会是他 我觉得吧 林书杀了林全也不是什么大事 前锋笑呵呵地说 我们就当没看见好了 对吧 对 我们什么都没看见 要谁说出去了 谁就是孙子 说归说 林奥谷也不信过他们 可和服少女那么一说 他哪还有杀心 今天的事先这样 我早晚要跟他算这笔账 林奥谷抱起林薇的尸体 脚一点地 竟飞到了空中 体术已练到能欲空飞行了 再一转身 就从天窗飞了出去 好险啊 前锋拍着胸口 闲 我让他林奥谷 也没那个胆子动手 阿柔冷冷地说 哎 你刚不还穿多他来着吗 我那是试探他 前锋懒得跟他说 跑上前一摸林全的脖子 好家伙烫得跟刚出锅的油条一样 林奥谷一掌之力 他能挡得住 不死就算不错了 先把他送去医院吧 我去叫叶小蝶 林全人看着是晕过去了 眼前还是一片漆黑 意识却还存在 就是身子动不了 林奥谷飞走时 他就想要爬起来 可全身如同 被一根绳子捆住了一样 等叶小蝶过来时 就大叫着 抱着他往医院跑 前锋也跟了过去 说是放心不下 躺在病床上 医者过来做了检查 就叫来了一位丹师 林奥谷打伤的 还是你们学院的学生 学生能挡得住巴结 格斗武士的拳头 丹师吃惊地说着 伸手在林全头顶一摸 立刻喊道 快拿冰块来 叶小蝶在一旁着急的守候 帮忙将冰块放到浴缸里 又拖着林全的双腿 和丹师一起将林全整个身体 都静下去 不到几分钟 丹师就惊愕地 看着融化的冰块 整个浴室里 还都是水汽 这都快把一浴缸的水都烧开了 要割一般人 这还能活吗 就算林奥谷修的是火系体术 又是寒分出手 能把林全打成这样吗 那丹师也无能为力了 要能请到蒋大师就好了 我这就去请 蒋天生赶到医院 浴缸里的冰块 已经换过五轮了 每次都倒下去没多久 就被融化成水 再被烧成水蒸汽 服了双化丹了吗 医院里没有这种丹药 我带来了 你们去拿水呗 一颗双化丹服下 浴缸里终于不冒气了 林全也稍微地降了降温 但拿测温枪一测 依旧还在六十度以上 前锋在那南南道 都烧成烤鸭了 这人就回来 里面怕都烧坏了吧 叶小蝶满面愁容 实在也不知怎么办好 再让他吃一颗双化丹 丹师惊道 蒋大师 双化丹就算能降温 普通人吃一颗就受不了 他吃两颗 身体怕是要冻成冰啊 那怎么办 眼看着他不管吗 让他吃 是 又是一颗双化丹 这下好了 林全突然身上结了一层薄霜 连头发丝都挂上了冰冷 去拿个电烤炉来 给他罩上 蒋大师 我就说不能吃两枚吗 快去拿电烤炉 蒋天生一摸林全 好家伙 刚还是热得吓人 现在直接变成冰棍了 叶小蝶在一旁干着急 他也帮不上忙 前锋就更适了 搓着手在那近说闲话 蒋大师 要不找个修火系体术的格斗武师来吧 蒋大师 还是找头火系的神兽 蒋大师 我觉得吧 近人是听天命 叶小蝶怒道 你说什么呢 前锋干笑说 一定没事的 林全服大命大 蒋天生掐着颗浴火丹 也不知该不该给林全吃 双化丹就是猛药了 不到五阶格斗武师是不能用的 体质差一点 就直接双脚一蹬 见阎望去了 林全还接连吃了两颗 再来一颗浴火丹 一下冷一下热 就是人就回来了 也要变成个傻子 丹师在那说道 好像越来越冷了 电烤炉也不管用啊 旁边的医者 更是手足无措 这么搞下去 人绝对是活不了了 把他嘴弄开 我给他喂浴火丹 不行吧 蒋大师 这浴火丹一吃 人的丹田就如同火炉一般 熊熊燃烧 受不了的 蒋天生哪管那么多 一掐林全下巴 就把浴火丹扔了下去 叶小蝶和前锋 就眼睁睁地瞧着 林全身上的薄冰 全部消失 也没再烧起火来 这就好了 人还没醒 温室降下去了 还得再观察 先送他回床上吧 蒋天生松了口气 总算是把人给救回来了 至于脑子坏没坏 还得再说了 既然林全能吃得住 林奥谷全力一掌 他的体质 就跟一般人不一样 加上他强大的精神力 或许能熬过这一关吧 要熬不过 那就是他命不好 第138章 地府白井 林全意识恍惚 仿佛陷陷入一团迷雾之中 隐隐约约 迷雾里有几个身影 在那走来走去 天牢里的兄弟就不救 前前后后 被雨林军抓了数千人 都关在天牢里 生死不知 总不能眼看着他们死吧 哼 长的都关了上百年了 短的也好几年 还有几个活的 那地方号称人鬼没入 近的来出不去 就是出得去 也得脱层皮 都是我们的手足 能就总得要救 得想的办法 咦 最近有一批嗜血熊人 住进了城里 要不找他们看看 是谁带进来的 雨林军竟然没发现 谁带的不重要 他们那些人长得奇形怪状的 不像我们端正白净 混在人群中 也无人知晓 那又如何 都城是四处都是静咒 我等想要救人也好 搬回一城也好 都难如登天 也是 还不说那三位圣街御寿师 都是难缠的对手 也不怕 我们在城里暗中 布下的机关也不少 等到秦老大过来 便是时机了 秦老大还有多久过来 也就这一两个月 谁在偷听 一道骇人的凶光 从一双三角眼里射出 林全的意识 一飘就离开了 那些说话的人都是一族 我怎么会到他们身旁去了 正疑惑间 林全眼前一暗 居然身处在一个破旧的木屋中 一个老头正拿着钉子修理椅子 铁锤咚咚地敲着 每下都如同砸在林全的心脏上 黄脸婆还不回来煮饭 真要把老头子饿死吗 那幸孙的小子 又不知跑哪里去了 家里连个靠谱的人都没有 还想要做什么队长 我呸 能帮他弄进雨林军 就送了不少里了 指望他养老 算了吧 一个黄脸婆走进屋中 提着一条大鲤鱼说 小孙是你干孙子 你不希望他好 诺 小孙给弄到的 晚上给你做糖醋鱼 还做个球的糖醋鱼 先给我烙两张饼 我这肚皮都饿扁了 这就做 你着什么急呢 就是小孙说了 做队长的是有门了 龙统领发了话 他年轻有干劲 这就提拔上了 哼 那姓龙都能帮他 说笑呢 那有什么帮不帮的 还让他去守天牢呢 那可是个美差 老头冷笑道 天牢里地上地下 十好几层 那地上关的 都是城里的人 地下的话 那可都是一族妖兽 那又咋的 地上有人送礼送钱 让他好好照看里面的人 地下可就风险大了 你这黄脸婆也不懂 我以往在雨林军待过 知道这门道 好好 你都知道 我去烙饼了 你等着吃吧 林全低头深思 那姓孙的 不会是一族安排的卧底吧 就看眼前一晃 又出现了一团黑雾 雾中好像是座庙 几个牛头人和马面人 在那里忙活着 都快点 城皇爷说了 这事情不办好了 都要掉脑袋 城皇爷要求也太高了 就我们几个废材 还能混进城里 没见前几日判官老爷和城皇爷 亲自去挖的地道吗 那得交万无一失 连静咒都能避开 那又怎样 混进去 就我们这几张脸 还不马上就露馅了 先进去再说 林全就见庙中 支着一口油锅 几名少女被扔在油锅里 炸得酥酥脆脆的 两个牛头人 还在那用铲子搅着 一股香味扑别儿来 油炸少女 这都什么玩意儿 等会儿先吃饱了再上路 你要胳膊还是腿 我爱吃腰子 脖子也来两个 我就爱吃腿 什么人 黑雾深处一声大吼 一个穿着官服的男人跑出来 冲着林全就制出几块碎石 林全骇然失色 扭头就躲 不想碎石没打中他 眼前倒又变了景象 那边传话说 是秦老大就快过来了 我们的布置还没弄好吗 几张榻榻米上 两个老头中间摆着一张茶桌 正在那说着 哪有那么快 得趁苏红叶离开青天居时 才有机会 也是 光就那摆在门口的狮子都 不好对付啊 我三上家 和你波多野家 数十年来精心谋划 也不急于一时 就怕还有变数 最近冒出来的那姓林的小子 供应了一批药水给苏家 药都用在雨林军身上 那可不得了 我早注意到了 就让花子去试他一试 谁想那个杨青子 竟然把七次郎给杀了 杨青子好大的胆子 还不是那姓娘的 在后面给他撑腰 哼 好在我一子多 死一两个也不心疼 我听说 你让你女儿也去了 陶菜他还未得手 此事要就得在林全交货前办 要就得等陶菜得手后 再慢慢合计 得看那秦老大的意思了 听说秦老大 是恶魔系的一族 能杀得了苏洪业 就算杀不了 也能让苏洪业重伤 到时我们再动手 便稳当了 好 两个老头碰了下茶杯 林全心头大惊 这要是真的 他们正在和一族计划 对付苏洪业 哪来的狗东西 敢偷听我们说话 一道清光射来 林全下意识地往左一闪 却一脚踩进了一处沼泽里 身体就不受控地陷下去 还不停地往下沉 他想要爬出来 却越动越现地深 无知小儿 一声清冷的声音 从身前传来 林全一抬头 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男人 在沼泽外站着 脸孔看不清 可那一双眼睛 如毒蛇般冷酷 是了 你也不知你的意识随处游荡 看来你是进入了 弥留之境了 穿风衣的男人冷冷地说 那便不需管你了 任由你在沼泽中挣扎 此地号称地狱沼泽 活人都逃不出来 你只会越陷越深 救我 林全张嘴想要出声 却一个字都发不出来 眼看就要眉过眼睛 突然一道晴天巨雷 直披在林全头顶 怎么可能 穿风衣的男人一饿 看着林全被巨雷带走 消失在了夜空之中 第139章 好大的凶兆 你醒了 叶小蝶惊喜交加 按着林全的双肩就问 林全揉着还有点痛的胸口 你轻便 想害死人吗 哼 你没事就好 叶小蝶松开手 又关切地说 我去找医者 还有 蒋大师的徒弟小五 也在外面守着 林全看他走开 才神情怪异地 想着刚才的事 要全都是真的 那三上家 波多野家 都在跟异族合作 在等着那位秦老大 准备动手干掉苏洪业了 那穿风衣的男人 不会就是那个秦老大吧 得把苏唐找来 跟苏洪业提个醒 担心死我了 林哥 我怕你真走了 以后快活灵 就少了个贵客了 张大力大咧咧地 带着猫尔娘走进来 他还哭了好几回了 硬要叫我带他过来 我怕小蝶不高兴 可转念一想 你高兴就行了呀 猫尔娘在那 怯生生地揉着衣角 林全就说 我没事 就中了林奥谷一掌 救他 还想一掌打死我 靠 林哥 牛叉呀 林奥谷说什么 也在城里能排上五十位 能中他一掌不死 还生龙活虎地 说出去就没约信 你也可以试试 死不了人的 我怕死 我就不去试了 哎 就说个事啊 林奥谷这掌 我们要不要算 要算的话 我就把人叫上 就你那些人 还不够人家下饭的 黑眼圈白熊 加上那些三阶御寿师 绑一起 约等于一个 刚进五阶的御寿师吧 林奥谷 可是八阶格斗武师啊 林哥 你别笑 我不行 我三叔认识啊 找几个七八阶的赏金猎人 还不是跟玩一样 林全一听 倒还真心动了 行吧 我就发个悬赏 十秒钟后 系统在金灯酒吧里 发布了针对林奥谷的刺杀悬赏 允许多人接单 赏金十个亿 至顶 一下就炸锅了 都城里的十几家金灯酒吧 瞬间人满为患 林奥谷好像没得罪什么人吧 屁话 他在地府学院做总教官的 不知得罪了多少学生吧 学生有几个能拿十亿出来的 那就不明白了 可这单有人接吗 卧槽 有人接单了 屏幕上的绿灯一亮 所有冒险团和赏金猎人都惊了 敢接这单的 至少是九阶御寿师 或者九阶格斗舞师吧 这下 有戏看了 林犬躺在床上 经过医者和小五的检查 确定除了一些凶闷的症状外 再无他爱 就安排他出院了 一回家 没想到的是 门外站着两个女人 一左一右 隔得还挺开 爱老师 亲自过来呢 进来说 三上小姐也进来吧 爱清烟 三上陶菜 跟着林犬和叶小蝶 走到客厅里 就沉着脸问 悬赏是你发布的 什么悬赏 我一直都在医院里 爱清烟还不放心 你确定不是你干的 什么悬赏 爱老师你心事问罪 也要把话说明白啊 针对林奥谷的刺杀悬赏 十个亿 叶小蝶都吓了一跳 虽然林犬一再否认 可他知道 这是他绝对干的出来 没能得到答案 爱清烟心有不甘地走了 林奥谷上悬赏 不是什么大事 严重的是 有人接了单 说什么 他也是地府学院的总教官 他要死了 那问题就大了 别看我 有外人在呢 想要温存的人走了再说 我呸 叶小蝶红着脸 走进厨房去烧茶了 我说三尚小姐 你和我就见过一面 就急着上门来报恩 我这也挪不开手 改天吧 等我养好了伤就去找你 一定让你报恩报的满意 三尚陶菜一正 就微笑说 我是代表三尚家来请求合作的 药水房除了供应与邻居 还能拿出多少药水 林犬正想拒绝 忽然想到什么 诡异的一笑 一个月各种药水加起来 还能拿出400瓶 400瓶 那也好 三尚陶菜 立刻下定决心 三尚家都要了 价格比林同学卖给雨林军的高两成 好 那你后天来拿货吧 那就一言为定 他一走 叶小蝶就不满地说 你妈要给他干什么 杀人自有妙计 你就别吃干醋了 我们先练两招 等他要报恩的时候 我能不怯场 你滚到阳台上自己练去 唉 自修哪有何练好 男女搭配着工作 不累啊 林犬等叶小蝶捂着耳朵进房 笑容才慢慢收敛 把小伙和凤凤叫出来 你们两个小家伙 主人被打残了 也不动手 在那干瞪眼 都是吃白食的 小伙难为情地夹着尾巴 凤凤则扑扔着翅膀 一点不以为耻 特别是你 白河那么多营养液了 你说我养你容易吗 凤凤被掐着脖子 就使劲地拿爪子挠他 哎呦 还敢反抗 看我不把你毛拔光了 炖一锅鸡汤 好好布布身子 凤凤吓得挣脱林犬的手 满屋子跑 林犬在后面追他 弄得屋里都是羽毛 小伙在一边傻呵呵地笑 一不小心 就被凤凤一翅膀拍倒在地 笑个毛啊 闹得累了 林犬才想起正事 连忙通知苏唐 说要见苏红叶 我爷爷出城去了 旧小叔在 你要不找我小叔 他 也行吧 苏西生亲自过来了 手里还抓着个痒痒挠 什么事 小叔你信不信占卜 占卜 我们丹顶派秘传的一种占卜方式 靠的是精神力 我一醒过来就来了一挂 一看不好 苏西生一愣 皱眉道 说说 我原来是给自己占卜 后来一想 我也得跟身边的人来一挂啊 就帮小蝶和苏唐都补了 好家伙 好大一个凶兆 什么凶兆 苏家要出大事啊 有人暗中对苏家不利 苏西生吃笑道 我以为是什么事 想挑战我苏家地位的人多得去了 恨我们的也不少 但有人敢跟一族合作 要刺杀苏爷爷吗 苏西生脸色大变 哪个王八蛋想造反 不要命了 第140章 家毁人亡 苏西生气势汹汹地 带着数百羽邻军 直扑波多野家 林全就也带上了叶小蝶 跟着去看 有什么便宜站 你卖做什么 站在门口的义子才问了一句 就被苏西生一道敬咒 直接撕成两半 血还没洒完 从里面冲出几十个格斗武师 兜手持武士刀 领头的波多野花子 一脸阴冷地问 苏统领你低 想要干什么 说话别跟我带口验 你波多野家在都城几百年了 还装什么外国人 好 那我问你 苏西生 你带几把好人上来就杀人 是何道理 苏西生一声呼啸 头顶就像被乌云遮住 林全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一头浑身都被水汽盘绕的大鹏鸟 赤斩至少五十米以上 在那盘旋着 光凭威势 就压得四周的神兽伏地喘息 抬不起头来 也就凤凤没拿它当回事 还在那整理着羽毛 估计是种族的关系 凤凰天生就不把别的神兽当回事 集水大鹏 种类 鹰科 等级 八阶 九阶神兽进度13% 变异 1 战斗力 1888 8888 战斗技能 战斗适应性 全地形加持症888% 可进化部位 口腔 翅膀 爪子 忠诚度 88% 潜力 九阶 培育次数 4 集水大鹏 又是四次培育 还都是八 也太猜迷了吧 老子过来就是问你 你们姓波多野的 是不是跟一族在合作 波多野花子一惊 他如何知道 不说 那就是默认了 行 老子今天就是来为民除害 给我摆攻击阵型 追行之阵 数百羽灵军立刻聚拢 前方由格斗武师组成 双侧则是各种神兽 中间是御兽师 最后方是三名禁咒师 阵型一出 波多野花子就急到 苏黄同意你过来的 哼 私通一族 人人可杀之 不需苏黄同意 大鹏 集水大鹏 瞬间喷出一道水网 将整个波多野家的范围 都给盖住 水网之下 一道道水线 正缓慢落下 波多野花子大惊失色 朝屋内就喊 老头子 还不肯出来吗 要出人命了 林全就看到老头 慢悠悠地走出屋子 也就在这时 苏西生才多了一分凝重 这就是波多野家的家主 波多野雄起 苏统领 不知你从哪里听来的谣言 我波多野家世代臣服于城主 从未有过二心 你未经城主同意 私自带与林军前来镇压 算不算公报私仇 林全一愣 还有私仇 我小叔在少年时 曾经跟波多野雄起的 一个义子打过一架 还输了 咦 苏唐 你怎么来了 啃着辣条的苏唐黑笑说 我也是来凑热闹的 后来那一子呢 被我小叔暗中找人给咔嚓了 苏西生从小就这么阴险 死报 我跟你们波多野家有个屁的丝绸 我实话告诉你 我接到线报 你等要暗中刺杀城主 与一个叫秦老大的异族合作 妄图毁城夺权 我今天就要将你等正法 水线终于落在地上 哗 水线一阵 空中落下倾盆大雨 所滴落的地方立刻爆炸 一时波多野家乱成一团 苏西生抓住战机 不再跟波多野雄起废话 只会与灵军冲了上去 哄 灵拳瞳孔一缩 就看波多野雄起 全身一阵 一道金光从体内暴涨而出 他一拳就轰向天空 空中差时多了一道金色光柱 打得极水大棚身体一歪 太特么梦了 都说各大家主 都至少是九阶十里 果然属实啊 叶小蝶都被拳风阵的斗篷飞了起来 露出了一双洁白的小腿 灵拳让他和苏唐站过来 帮你俩治病都很麻烦的 同时治 我得多费体力啊 他趴下的缩成一团 脑袋不停地摇动 跟在蹦迪一样 他那尾巴上次被砍断后 就长出了一小结 颜色都跟身子不同 也吓得在那乱晃 苏西生 你不要欺人太甚 老子今天就是来灭你们波多野家的 苏西生一声大喝 树道黑光从他袖子里飞出 静皱 十方罗刹书芯片 无数的黑色虚影从静皱中飞出 直冲向所有的波多野家人 一刀便了结一人 如幽灵般地布满了整个天空大地 还在跟集水大鹏缠斗的波多野雄起 一看不好 回身就是一拳轰出 碎骨断筋 毁天灭地击空拳 一个个金色的拳影 大如卡车般地冲出 所过之处 黑色虚影 进阶消亡 看得灵犬目瞪口呆 这就是九阶格斗武士的战斗力吗 连静皱都奈何不了他 苏唐笑呵呵地说 安心啦 小叔本事大着呢 跟老子玩拳头 苏西生冷笑一声 凝视着冲进了波多野家的雨林军 就连波多野雄起的拳头 也只能勉强阻挡前进的步伐 但用不了多久 那些义子就会一个不胜 笑 集水大鹏仰头思鸣 水漫金山 从他口中喷出一道水柱 仿佛无穷无尽 将波多野家变成了汪洋大海 更要命的是 水中还不停地冒泡 每一个水泡就冲着人去的 把人给装进水泡里就一炸 波多野花子不停地后退 却也没逃过去 被水泡一包 他就咕噜噜地喝了几口水 波多野雄起看见了 想要过来救他 谁知雨林军也冲上来了 这顾前顾不后 顾头不顾尾的 也忙不过来 就这一犹豫 水泡一炸 波多野花子成了一堆烂泥 波多野雄起大怒 双拳一挥 碎天碎地 轰隆隆 大地裂开了一条缝 水都浸到了缝里 一道金光泉影 直接轰在了集水大鹏身上 他仰头一吐血 就被苏西生紧急收回 老夫今天要杀了你为花子报仇 波多野雄起 扭身就朝苏西生扑来 苏西生脸色微变 正要祭出第二头神兽 猛然心念一动 两道青红光滑 带着数个金色大字落下 一缠一脚 地上只留下了 波多野雄起碎裂的尸身 一个身影就飘在空中 冷漠地看着地上 波多野家剩下的人 都下得伏地求饶 苏洪夜来了 第141章 地下黑市 苏洪夜亲自出手 斩杀了波多野雄起 波多野家 被苏西生带大军剿灭了 积水大鹏重伤 被送到培育所据疗伤了 苏西生被苏洪夜关了紧闭 几天后 关于波多野家的传闻 满城都是 都不知波多野家 怎么触犯了苏黄的逆龄 被连根拔起 连那几百个义子 都死伤大半 剩下不多的 都送进了天楼 林全不管外面怎么说 就紧盯着林奥谷 我让点位找了个高手 每天都跟着林奥谷 要那接了悬赏的人要动手 一定能发现 都三天了 早知道下个期限了 林哥 你在波多野家 没有什么发现 应该是有线索 但苏洪夜接手了 我也没能进去 好不懊恼啊 白凑热闹了 到时那一仗回想起来 就心血沸腾 干得真是痛快啊 那波多野家的地上 还有一个十多米宽的大洞 那都是波多野雄旗打出来的 苏西生的积水大鹏 也很牛叉 不过 要不是苏洪夜来了 那还不好说 锥形之阵 以四街雨林军 金税为班底 加上静咒和强心丹 能勉强挡得住 九街格斗武师 但想取胜 也难度极高 就是胜也是惨胜 最多的 可能就是两败俱伤 苏洪夜也没找我 问占卜的事 估计他也想收拾 波多野家吧 林哥 你真没进去 林全这才翻出一个碟包 小心地打开 八十张光碟 里面肯定有好货 哎哟 上古的玩意儿 那还有错 就是不知道 哪里找个光区 要能找 DVD机就更好了 张大力一拍大腿 林哥 这你可问着人了 我知道地方 那还不赶紧说 都城有个地下黑市 专卖上古的东西 就在西城三上家附近 林全一看时间还走 接着张大力就去了 说是黑市从外面看 跟个菜市场差不多 就是入口都盖着围墙 就留下扇小门 进去的都得叫一百联盟币 到里面再一瞧 沿着墙边 就是两排铺面 卖什么的都有 还没走两步 就有个叼着烟 穿着洗的发白皮夹克的 油头中年人 上来左顾右盼 再一拉开皮夹克 要表吗 都是名表 劳力士 僵尸单顿 不要 起开 油头中年人不肯走 追着说 两位看上去年少气壮 那不要表 要叠吗 你什么意思 叠我们有 有鸡子吗 油头中年人一愣 这特马还投一回遇上 不要叠 要鸡子的 我卖叠的 能没鸡子吗 说句实话 二位小哥 真不要叠 高清的 破解版都有 还有换头的 操 太特么低俗了 我们是那种人吗 林全拦住张大力 先等等 换头的有哪几位 多得去了 要有喜欢的 你拿视频来 我们先换 还是个懂技术 有手艺的呀 我们就要鸡子 你那有鸡子卖 有 二位跟我来吧 油头中年人带着两人 沿着墙边的铺子 走到快到最后面 卖蔬果的地方 就出现了一条楼梯 跟上去到二楼 才发现 二楼全是卖一些家电的 还全是上古的二手玩意儿 他又带到了第三间店铺 就桥里面 围着七八个人 都凑在一个屏幕前 就看精华 快进啊 这前面有什么好看的 你懂不懂 就得要前奏才有情调 情调个屁 我们也不懂外文 张大力一凑上去就乐了 这特么 是十人族的纪录片 废话 不就看吃人吗 前面 还在唱歌跳舞呢 老板 给你带客人来了 来买 DVD机子的 一个平头男人就起身说 那边都是 国产牌子 质量过硬 林泉看墙边的架子上摆满了 各种各样的都有 什么蝴蝶的 带客录功能的 一应俱全 要不是个蝶吧 由头中年人眨着眼说 是我这蝶 包你们看了过瘾 随便拿张风景片来是吧 你那就别看了 多油腻啊 老板黑黑笑说 他那点东西 也就骗骗小孩 卖得还贵 来 我给你们试试 拿着那五蝶 DVD机 老板接上电视 一道清晰的图像 就出现在了屏幕里 是一堆的鱼在海里游 林泉看了几分钟 确定没问题 就让张大力买下来 十万联盟币 你抢吧 尼玛 就一个破 DVD机子 就要十万 上古的 现在找都找不到了 我们都是在废墟遗迹里收来的 你们不要 有人要呢 行 算你狠 十万就十万 张大力扔到收纳袋里 就被由头中年人拦住了 小哥 真不要 我这可都是珍藏啊 好货呀 这样吧 我今天还没开张 五百一张 你要不来十张 你科目给我滚开 哎 你怎么说话呢 不买还骂人呢 林泉就攀住由头中年人的肩膀说 我们今天刚杀了人 心情不大好 要不就买两张 要原版货 不要翻课的 那直接来硬盘吧 我这有十T的硬盘 存货多 够小哥你欣赏一年的了 就八万 那行 拿来吧 张大力看着林泉买了硬盘 就撇嘴道 这过干瘾的东西 就看个热闹 你还真买了 我又不看 我拿回去给别人看 张大力明白了 是要给叶小蝶看的 滚开 我是想让周紫月和铁星男长掌见识 他俩没上过学 缺了这方面的教育 二人走下楼 林泉就打算再逛逛 嘿是吗 总不可能就卖些DVD吧 沿路不还有卖金盒的 林泉来到一家卖金盒的材料商店外 就见里面有人在说 我这生接药水 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从药水房弄到的 可昨天我家里出了点事 急需用钱 就处理给大家了 一共八瓶 每瓶八百万 管不管用 问这个 不知道最近药水房出品的药水 有多火吗 生接药水百分之九十的成功率 你们到外面打听打听 有失败的吗 一个都没有 我要不是家里出事 我会便宜大家 我这可都是三接的 人群中伸出一只手 我要一瓶 一看有人买了 立刻就抢上了 我也要 给我来两瓶 我也来两瓶 第142章 林奥谷竟然是 有金盒吗 六接以上的 林全想到 上次吞食九接金盒 身体产生的变化 就想再试试 九接的不好找 全都城恐怕都没几颗 有的也是一些九接神兽 衰老后病死留下的 能量都剩下寥寥无几 但五接六接的拿来试试也可以 要不行的话 让凤凤吃下去看看 六接的金盒 老板朝外面瞟了几眼 低声说 哪一类的 冰霜系 火系 风系还是水系 都有 一样来一颗 林全心动了 想不到随便走进一家材料商店 都能买到六接金盒 这个 价钱可不便宜啊 你说个价 六接要一亿五千万 哼 林全倒吸了口凉气 四接金盒也才几百万 六接就要一亿五 你是打算抢吗 林哥 你要金盒 我让三叔从东北帮你弄 六接的也就一千万 倒把张大力忘了 东北商会能搞到各种稀奇古怪的材料 要多久 得要两三个月吧 黄花菜都凉了 黄花闺女都生个做妈了 苏洪业那边也会拿一批五接六接金盒过来 也等不了 先来一颗水系的 老板笑呵呵地转头进去拿 那卖药水的男人卖完了 就走过来看了林全两眼 说 来买东西的 买金盒 要生接药水吗 我这还有 林全摇头 他要来干什么 他想要系统商店里多的是 那要种子吗 各种合集 哦 不是 各种花果的种子 都是能拿来做材料的 我看 你是单道学徒吧 光买材料那多贵啊 自己弄快地重啊 林全又摇头 还不如买呢 众多费事费力啊 你就别在这搅和了 你那药水是对过水的 赶紧走吧 要不等人发现了找上你 把你皮都给包了 那卖药水的男人就黑黑一笑 离开了店里 对水能管用吗 管个屁用 他就是赚黑心钱的 别理他 客人 这是水系妖兽 蜀牛飞鱼的金盒 林全手一碰 就感受到了金盒里澎湃的能量 仿佛就在摸着一条大江大河 看来不是病死的妖兽身上取得的 就给了一亿五 收好了金盒 还有些什么稀罕玩意儿 金盒吗 倒有几种厉害的妖兽留下来的 有一种是能够吞食物器的 妖兽血口时气受的金盒 也是六接 价钱就要贵一些 拿来瞧瞧 张大力看老板又进去 就说 你怎么不还价 哪有精力跟他还价 就一亿五 药水房一天能赚多少 那也得还价呀 张大力本着伤人的精命 等老板出来就说 一亿五太贵了 你便宜点 下次还来找你 钱都收了 小哥就别为难老头了 血口时气受的金盒放在桌上 就看整颗都是红色的 红的透亮 有点像打磨过的红宝石 中间还有树道血丝 看起来很是诡异 也不知血口时气受吞食物济食 是不是能转化成能量 反映到金盒里 林全直接扔给凤凤吃了 看他没什么反应 心想完了 白花钱了 林哥 是林奥谷 林全正琢磨着买不到时 张大力忽然说道 他回头一瞧 就看林奥谷 跟着个人 走进了一家商铺 铺子外用黑布遮着 外面也就挂着个圆形的木盾 上面画着两道闪电 那家是卖什么的 那是卖静咒的 什么 林全一惊 静咒也能卖 都是些低级的静咒 是一些偷学的静咒师 私下做成印石拿来卖的 印石 就将静咒封印在特殊的石头里 然后 哄 静咒商铺里一声巨响 林奥谷整个人飞了出来 他胸口上还插着一把短剑 正拉直了 另一端还在商铺里 哪里来的萧小 敢要老子的命 你作恶多端 死气到了 一个干冷的声音 从商铺里响起 林全和张大力 就交换了个眼神 是接了悬赏的赏金猎人 你偷袭 老子算什么好汉 我不光偷袭你 我还要你死在这里 短剑一声脆响 树道雷光从剑尖处射出 林奥谷整个人抖得跟触电一样 神情异常地扭曲 但他连爬都爬不起来 林全吃惊道 这人体术好霸道 能用体术刺杀林奥谷 他应该是九阶格斗武师吧 不等两人走上去细看 长绳一抖 一道黑光又从绳上波动而来 直接就击中林奥谷 震得他整个人弹在空中悬着 就见他浑身颤抖 非常剧烈地在震动 这要震下去 骨头都要散了 轰隆隆 空中落下一道巨雷 咔嚓一下 击中林奥谷 他那身体整个就烧了起来 林全看得心惊肉颤 太强了 就在这时 张大力猛地叫道 林哥 你看他身后 咦 林奥谷的裤子被烧掉后 进入出了一条尾巴 他是一族 不会吧 林哥 那林薇也没见有尾巴 他洗澡 你进去看了 这个 林全瞳孔一缩 心想在城里暗中埋伏的 不知有多少一族 意识飘荡时 也听波多野雄起说过 有一族身居高位 难道说的就是林奥谷 不会 林奥谷就算实力不同反响 也就是一个全城排名 前五十的八阶格斗武士罢了 仅仅一个地府学院的总教官 能调动多少人手 啊 林奥谷发出痛苦的叫声 空中又落下一座电龙 由四面电网组成 这要砸在他头上 那他 直接就得被切成一块块的肉了 林哥 要真跟你说的一样 那林奥谷说不定知道些什么 不能让他死 要把他交给苏红燕 林全往前一冲 凤凤 凤凤如一刀旋风般的冲向商铺 双翅斩杀 左翅右翅一同斩出两道剑行光滑 黑布一掀 就看里面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林全一脸愕然 宋老院长 林全 宋老院长也是一愣 手一挥 轻轻将双翅斩杀击落 手再一弹 空中的电龙消失 再一扯 被那绳子牵着的林奥谷 拖到了脚边 第143章 居然是老相识 宋老院长不是预售师吗 尼玛竟然是个格斗武师 还是九阶格斗武师 也藏得太深了吧 这老家伙 更让林全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苏红燕居然还认识宋老院长 两人在那喝茶聊天 把他和张大力就晾在了一边 有五十年没见了吧 你在南地城可安好 凑合着过呗 还能怎样 前些日子 那圣街妖兽习城 你也没想办法阻止 我哪有那本事 圣街也只有学长 你能收拾得了 学长 林全一口茶 喷在张大力的身上 林哥 我没出汗 不急着洗澡 擦擦 林全被苏红燕眼神一扫 连忙将神魂术收了少许 偷听大佬说话 可不是好习惯 尤其被人发现了 林全那小子在你手下 你就没注意 三生多少学生 我哪能谁都注意到了 等发掘他时 南地城都快没了 宋老院长作了口茶 苦笑道 学长 那圣街妖兽去向不明 终不是好事啊 他能逃得到哪里 哼 苏红燕冷声说 他是往西风城去了 那边有老胡在 上去也是自寻死路 不说这个 你你看 那个林奥谷 是有人相助 才能在城中隐藏多时 学长你跟他见过面 还不能嗅到他身上的气息 定然是有人 在他骨头里刻了敬咒 而且 敬咒实力不在你之下 苏红燕陈音片刻方说 我早知道城里安稳多年 晋疾思变 一些家族 定然想要娶我代之 原以为最多就是驱使 妖兽作乱 没曾想会和异族合作 这个 宋老院长 由于片刻后问道 且不说城中的事 南地城 离都城不过数百公里 为何城破之时 学长未曾救援 哎 告诉你也无妨 那日城中所有圣街战力 都被一个人给拦在了 鬼门阵外20公里处的洛燕山 什么 宋老院长脸色大变 有人能挡得住 所有圣街战力 除我之外 城中其余圣街战力 都是圣一街 而我也不过圣三街 那人却是 圣五街 圣五街 哪里冒出来的 我猜测 应该是联盟里的高手 我们南方八城 也都听命于联盟 但他没有亮出联盟徽章 只是出手阻拦 苏洪夜苦着脸说 我当时得知南地城出事 便带着所有圣街好手 清朝出洞 想要将那圣街妖兽 一举斩杀 未想出了这等事 说起来也丢人 就任由外面人猜想 是我不顾南地城 数十万人的生死 有意为之了 宋老院长长叹一声 我临行前 将地下的静咒启动 也没能挡住那头妖兽 我以为是学长 我也错怪学长了 苏洪夜笑着拍拍 宋老院长的手背 洪文啊 你这样想也不怪你 说完 苏洪夜扭头朝林泉看去 听够了吗 还不过来 林泉吐着舌头跑过去 苏爷爷 宋老院长 林奥谷的悬赏 是你发的 这个 我就想试试 我早就发现他是一族了 别吹牛了 人是洪文抓的 你付钱吧 可 这我要的是死人 老院长给抓了个活的回来 那是不是能打个五折 宋洪文哭笑不得 要不是你插手 他早就是个死人了 行 行 那就十亿 十亿 林泉心在滴血 但交钱倒是痛快 能把林奥谷这眼中钉给除了 也是件好事 终于能在都城买房了 宋洪文看着余额 大笑三声 抱抱拳就走了 你想问我 为什么还不对三上家出手 这 我哪敢问苏爷爷啊 你不要卖要给三上家吗 卖了再说吧 苏洪夜像看穿了林泉的心思 看得他眼神乱飘 才呵呵一笑 让他胆紧滚蛋 林泉和张大力分别后 转头去了嗜血熊人住的地方 在院子里就听到熊大在说 城里不安生 大家都别出去了 那肉怎么办 我们要吃带血的鲜肉啊 每天早上熊二去买 让他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林泉一踏进来 熊大就惊喜道 主人 您可来了 给你们带了一千斤的鲜猪肉 都是带血的 可敬吃吧 万岁 肉从袋囊里一扔出来 一帮嗜血熊人 就跟饿了三天的豺狼 扑上去就在直接啃 阳神超安置他们的地方倒好 非常僻静 周边几个院子都荒废了 没人留意的话 是不知道 这里住着几十头嗜血熊人的 平时就熊大和熊二 轮流出去买肉 只是每天都要吃个上千斤 时间长了 也难免会引人注意吧 原想让阳神超派人送肉的 阳神超自从记忆恢复后 就不搭理人了 想必是想到 先前一只铁灵拳 有点难为情吧 来找你们 是想让你和熊二去城里 打听打听 一族有什么动静 主人 我们身板太大 又相貌奇特 不好出去啊 熊大挠头说 你刚不是说把脸遮住吗 可我们这身高 一看就不是正常人组啊 灵拳抬手就给了他个暴力 你傻呀 晚上出去啊 专门找没人的地方走 熊大一脸委屈 那 那没人的地方 还能打听消息吗 找一族 你们的味道 不是不一样吗 你用闻的 灵拳真想哭了 你不能长的是个熊 就真脑袋 也不中用啊 那不跟大海捞针一样吗 熊二傻乎乎地 抬起满脸 是写得脑瓜问道 捞针也得捞 熊大 不是 熊二 你找一族问问 最近有什么大事发生 熊大 你去天牢 天牢 熊大下的毛都缩起来了 主人 那地方能去吗 那关着好多一族啊 灵拳一脸悲伤地 摸着熊大的脑门 挺圆的呀 怎么就装得全是水呢 我让你去 就让你一个人去 我特么带你去呀 我带你去你还怕不怕 我神经比较大 不怕不怕不怕了 第144章 天牢提审 熊大包成了木乃伊 胆颤心惊地 跟在灵拳身后 你这搞猫妮 一队雨林军 拦住了他们 这我神兽 受了重伤 正要带去医院 各位来 抽根烟 灵拳老道地 拿出包黄鹤楼 个头还挺大呀 哎 你是预售师 灵拳还没换症 还是二阶 递过去给小队长瞧 二阶 还行吧 要进我们雨林军 熬几年 也能混个小队长了 现在还是学生吧 好好加油 谢谢长官 灵拳等人走了 一低头 靠 熊大都尿了 至于吗 就几个雨林军 实在不行 你一巴掌拍死吃了不就行了 主人 我是憋的 我都快喘不过气了 忘了给你留条缝了 灵拳一拍脑袋 上去在熊大鼻孔那开了条缝 跟紧了 前面就是天牢了 天牢光是地上 都快有三个足球场大了 七层高的建筑 地下还有十八层 传说是阎王爷进来都出不去 守门的是一溜的 挂着二阶格斗武士徽章的雨林军 都算是小队长级别的了 灵拳大咧咧地往里走 马上就被人拦住了 干嘛来的 不知道这是天牢吗 通行政 没有 哼 没有还敢往里闯 你胆挺肥啊 为上 那人一喊 十多个雨林军就拿出长枪 枪间冒着熊熊烈火 将灵拳一围 说 哪里来的 我从青天居来的 青天居 什么地方 靠 青天居 那人脸色一变 就看灵拳拿出个苏家的徽章 在他眼前一亮 我是代表苏皇前来天牢替审犯人的 那个灵傲古 在不在里面 在 在 小哥 您看 您这 您是苏家人 您怎么不早说呢 我也是苏统领的兵 咱都是一家人 可别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你们快点散开 我亲自带苏 我姓灵 我带灵大人去地下 那人脸上堆得笑 带灵拳进了大厅 又抬头看了眼熊大 也不敢问 就说 我叫徐凤氏 灵拳斜眼看他 听口音源集是南地城的 对 对 灵大人知道 徐凌花是你什么人 徐凤氏喜到 我得管他叫姑姑 我小时候 他还抱过我呢 我跟他有仇 吓 徐凤氏差点吓尿了 大哥 不带你这么说话的呢 你有仇 你早说啊 其实 其实我跟徐凌花家里关系远着 我们家早几辈就搬到都城了 不算亲 不算 徐凌花说起来 也算是我长辈 仇呢 也算过去了 他已经疯了 我也就不计较 大哥 你早说啊 你们这是不是有个姓孙的小队长 新提拔的 这个 灵大人 我也不清楚 我就负责外面 我送你也只能 送到地下石层 那个灵澳谷就关在石层 再往下我就不能去了 灵犬也没为难他 让他继续带路 来到地下石层 左右两侧都是单间 每个单间外 都守着的三阶与邻军 走到快尽头 才有人过来问话 灵犬把苏家的徽章又亮了下 那人拿过来检查了一遍 才说 提审林奥谷 他现在烧得连他亲妈都不认识了 动都动不了 请了位单师再帮他疗伤 人也不能说话 怎么提审 你不懂了吧 外行 我直接用精神力审认他 那人一正满脸疑惑地 把灰犬还给灵犬 把门拉开 人就在里面 灵犬谷太惨了 手脚都被截肢了 人就跟个球似的 躺在床上 一个红袍丹师 在那调配丹药 一转身 灵犬就喊 小五 哎 你怎么来了 苏黄让我来问话 可这 嗓子都烧坏了 说不了话 不急 我拿来了药 把活血生机散人给小五 让他给灵犬谷抹上 就问熊大 认得出是哪一种吗 九俏狐狸 听名字就不是反品 也不知是不是静咒的关系 灵犬的数据框也打不开 要不早就知道 灵犬谷是异族了 他那静咒刻在哪里 应该不是手上腿上吧 有可能刻在肋骨上 但我听师傅说 灵犬谷是八阶格斗武师 忍耐力特别强 也有可能刻在 某些不可描述的部位 卧槽 这么狠的吗 灵犬让徐凤氏过去检查 就不信了 灵奥谷敢该搞这么大 没有 灵大人 不在下面 小五黑笑说 我早就检查过了 灵犬你检查了没有 灵犬才死没几天 要灵奥谷是异族 他也跑不了 他死那天 灵奥谷就把他火化了 还真是个狠人 灵犬瞧灵奥谷 浑身还在流浓 就问熊大 九俏狐狸有什么说法 九俏狐狸号称心有九俏 实际上是身体上有几个孔 都能冒火藏雷 是九尾妖狐的后代 小五愣道 我怎么没发现 你再摸摸 小五就小心地 顺着灵奥谷的脖子摸下去 先在胸口 那摸到两处凹陷 但像是有东西给挡着了 灵犬喊道 你用点力 小五稍稍一用力 就好像戳破了一层薄膜 一团浓水 直接就喷他脸上了 弄得他一声大叫 跑到洗手池那清洗眼睛 徐凤氏 你拿毛巾擦一擦 看是不是有个洞 徐凤氏一脸苦瓜样 找了条毛巾 上去一擦 还真就两个洞 就是没穿 那磨不是磨 那是皮 也不知是贴上去 还是自己长的 后面估计也有 你伸手进去摸一摸 看有没有静皱纹 不要吧 林大人 什么不要 你要误了苏黄的大事 我看你脑袋得掉地上 徐凤氏哆嗦一下 手一摸进去 就听到一声惨叫 数道金光在洞里 形成了一个螺旋状的网络 将他手一脚 他胳膊立刻成了肉酱 林泉倒吸了口凉气 好强悍的静皱 幸亏老子机敏 没自己去摸 要拿着 自己去上药 回头去培育所 让张南海帮你接一条章鱼手 能绕来绕去 比你现在的胳膊还灵活 能比得了吗 徐凤氏惨叫着跑出去了 第145章 好强的球 小五熄好眼睛 在那还有点后怕 要是他伸手下去 他手也别要了 你看得出个毛了 林泉见他凑上去瞧 就皱眉道 你是单师 又不是静皱师 你去一趟青天居 找个静皱师过来 那 你一个人在这里 啊 我还怕这个球 小五只好擦把脸 先去青天居了 熊大看没人了 连忙把头上的绷带给扯了 大口的喘气 受不了了 憋死我了 这点苦都受不了 林泉取笑了一句 就从袋囊里 拿出根黄瓜放下去 哗哗几下 黄瓜就成了一堆泥 好家伙 跟搅拌机一样 这种静皱 不是人族的 哎 一族也有静皱师 很少 但也有 有几类一族 天赋一柄 生来就会静皱 例如 林泉看他 例如了半天 也没说下去 就给他一脚 后面呢 例如秦文人 他们生下来 身上就刻满了静皱 就是 他们也没法 刻在别人身上 说了等于白说 林泉琢磨着 那金光网络 也不知什么时候才消失 就先出去 让看门的人等小五回来 就去找他 他先随便逛逛 石层关着好几十号囚犯 站门口隔着玻璃窗就能看出 几乎都被蹂躏得不成人形了 你咬牙切齿干什么 吐死狐狈 你跟他们认识吗 就觉得 人族把一族当妖兽处理 很不人道 你们一族 有几个不吃人肉的 这个 几乎没有吧 那不就行了 少来这套 林泉一路看过去 走到一间房外就愣了下 看着里面一个少女模样的一族 一脸的憔悴 连衣服都破破烂烂的了 能遮住重点的布料都不多 雪鹅人 他们天生励志 专门喜欢勾引男人 一旦被勾住了 就会吸光男人的血 再把身子藏起来 充当干粮 守门的羽林军解释说 我们不是 少女嘶吼着大叫 罪犯有几个人罪的 羽林军耸肩道 林泉想了想 也没心思管天牢里的闲事 看熊大鱼心不忍的样子 就瞪他一眼 你别说话 熊大搭拉着脑袋 不敢吭声了 林泉却猛然回头 看向林奥谷的房间 啊呀 从房间里 传来林奥谷凄凉的喊声 林泉急奔过去 还是晚了一步 大门轰的一声 直接砸在了外面的羽林军身上 跟着金光爆射 一个球形的玩意儿冲出来 沿着走廊 就朝林泉滚来 靠 还真把自己当成球了 熊大一声狂吼 一爪子就抓下去 利爪撕药 巨大的爪痕从地面 墙壁一路延伸过去 直接撞在林奥谷身上 但马上就被金光击飞了 四阶一族对上八阶一族 无意以卵击石 林泉都骂了 但这里空间狭窄 想逃都没地方 凤凤 不死金凤出来 就一个双翅斩杀 威力比雄大的利爪 撕咬强了数十倍 震得整个石层都晃动起来 那些羽林军也都惊叫着 躲到林泉身后 靠 你们军人的气概呢 牺牲奉献精神呢 想着这帮或都是三阶四阶 实在没个弹用 也不管他们了 但凤凤的双翅斩杀 依然被金光击退 震翅成兵 一道兵纹就从地上浮起 数十道的兵柱 组成了一道强悍的防护网 可以就挡了几下 兵柱就跟被保龄球打中的瓶子 全都被撞飞了 眼看林奥谷就要到身前了 林泉一声大喝 松井士 冲上去 伸手就想要抓住林奥谷 可这家伙都是个球了 还怎么抓 就在这时 几扇门突然打开 几个异族也跑出来了 他们欢天喜地地 跟在林奥谷身后 想着能逃出升天 一个异族背后 拖着跟鳄鱼般的肠尾 双手如同剪刀一般 一个异族 长着一张猎豹般的花脸 一出来就双手一放 爬在地上 一个异族 从嘴里吐出一根骨头 握着骨头 就在那笔画 四周的锦铃大作 林泉却被金光震得想要吐血 上次被林奥谷打伤的胸骨 又在隐隐作痛 援军应该来了吧 实在不行的话 就用低级远程传送吧 靠 这个距离 谁也不在附近啊 哄 一不留神 林泉直接被林奥谷撞中 整个人都飞到天花板上 又受到二次撞击 再弹在地上 他爬起来 就听到一连串的呼救声 惨叫声 那些与林军 全被画成球的林奥谷给击中 连一个能挡他一下的都没有 凤凤急得不停地挥动翅膀 振翅成兵 双翅斩杀 毫无作用 他也被挤到了电梯口 林泉一咬牙 冲过去 就在他嘴里连灌了石瓶增幅药水 给老子干 也不管增幅药水对人有用没用 他也张嘴喝了石瓶 一股燥热难耐 从他小腹一路蔓延 体内像是积蓄了18年的能量 要一涌而进 他再次冲上前 一拳轰向林奥谷 不好 林奥谷竟然一转 用胸口的洞 接住了林泉的拳头 拳头整个都陷了进去 一股极强的角力 让林泉赶到手 快要被绞碎了 叮 宿主遇险 战斗中的绑定生物 喝下增幅药水效果提升50倍 轰隆隆 凤凤身形猛地增大 背部几乎顶在了天花板上 他双眼冒着红光 连羽毛都充满了力气 敢倒主人 找死 林泉一愣 怎么还说话了 还是个动听的罗利音 啪唧 林奥谷被他一翅膀拍在地上 人也不转了 紧跟着 又是一爪子踩下去 血花似箭 原来是个球 现在成了个饼 叮 宿主临时提升战斗力 别 林泉上次临时提升战斗力 副作用太大了 歇一个月才缓过进来 凤凤都干翻林奥谷了 再提升多余了吧 提升战斗力 至八阶格斗武士阶段 为期三天 三天还好 林泉想着 凤凤一抬脚 血就见了他一脸 他抹着脸悠悠地说 咱们能清点吗 好的 主人 第146章 一起看光碟 剩下四个一族 看到凤凤巨大的体型 目瞪口呆 尸溜一下就回牢房去了 还不忘顺手把门关上 活着的雨林军也没几个 都在那傻愣着 你 过来 大 大 大人 给我把骨头捡出来 林泉朝林奥谷一指 那都成一滩糊糊了 就是胡辣汤都没这样的 这 这 这什么 凤凤一瞪眼 那雨林军吓尿了 爬下去就哗啦几下 开始剪骨 后面电梯半天也没动静 林泉就知道 肯定是坏了 又抬头看着凤凤 这小家伙 怎么还是个萌妹子 主人 你别老盯着人家看啊 人家会害羞的 哇 那个草 你这身板都快五米高 十米长了 还对我害羞 能变小吗 我试试啊 凤凤终于变成人 差不多大了 他就马上挨着林泉在那蹭 你蹭个什么劲啊 浑身是毛 蹭我一身 就喜欢主人吗 喜欢个屁啊 一边待着去 凤凤跑到角落里 背着身子伤心的面壁去了 剪好了 那雨林军总算忙完了 满手都是血 林泉赏了他个饶饼 从袋囊里拿出来的 你也看看 熊大还在那震惊呢 凤凤也太强悍了 比起来他算个毛啊 应该是这几块吧 熊大用脚拨了一下 几块有弧度的骨头 头盖骨 林泉看那几篇 要拼起来的话 应该是 不认识 静骤文是上古的文字 他就算读了十几年书 也一个不识 出事了 电梯响了 从里面冲出来 十来个雨林军 前面的胸前 绣了七颗星星 骇然是个七阶格斗武士 那个林奥谷跑出来了 全愧的这位 我姓林 林大人 要不然 我们就全完了 宁将军一瞧 差点没晕过去 走廊里到处都是尸体 全是守卫这一层雨林军的 电梯口尤其多 十多巨都被挤了一个小山了 林大人是哪个部门呢 青天居的 林泉把苏家徽章一亮 宁将军就肃然道 是苏统领让您来的 是苏黄 宁将军啪的一下来了个立正 林大人好 不必多礼了 你打扫下战场 我这就要回青天居 林大人 那这位 宁将军看向熊大 这摆明也是个异族啊 他就是长得怪 从小生了病 有脸癌 不是什么异族 癌成熊脸了 宁将军也不好管 就看着林泉拎着一头凤凰 带着个熊脸进电梯 林泉也顾不得回去看蝶了 先通知苏红叶 那能隐藏身份的静咒 是在天灵盖上 才去买了几杯奶茶几个盒饭 你得反抗 知道吗 别老让那家伙占便宜 被他给吃的连扎都不省 我每次都让他滚啊 可他脸皮老厚了 林泉一开门 声音就停了 他抬起眼皮子 扫了眼说话的柳真子和叶小蝶 我说柳师姐 你好端端的别教 小蝶有的没的 他已经够泼辣了 再教下去 我以后还有好日子过吗 柳真子咧嘴笑说 你都听见了 我是在帮小蝶 好了 我先回宿舍了 你们没看见张胖子吗 胖子在隔壁 跟紫月他们看蝶呢 咦 这是凤凤 卧槽 让他把DVD机带回来 他倒先看上了 林泉从阳台直接爬过去 就瞧着张大力 周紫月 铁心男凑在电视前 铁心男在那狂流鼻血 张 张师叔 这 这叫啥 啥啊 这都不懂 这叫房主 就是和尚 那 那这个呢 这是二指禅 体术 明白吗 我 我咋没听过 林泉将落地窗一拉 三个人就吓得跳起来 是 师傅 铁心男手忙脚乱地去拿遥控器 周紫月红着脸跑卫生间去了 张大力厚着脸皮在笑 这不没等到林哥你吗 我就转头又去黑市买了几张光碟式机呢 林泉绕过来一看 就黑着脸说 是你妹的鸡呀 这哪来的少林泉术 画面上一个光头 正在那用两根手指戳树 树干 都被戳出了两个小孔了 功力不浅啊 都打发时间吗 哎 林哥你咋地才回来 去了趟天牢 来 看看波多野的光碟 那碟包里的光碟都有序号 就没写内容 至少也来个关键字嘛 什么高画质 余液都没有 只好先拿着序号翼的光碟放进去了 画面一出来 林泉和张大力都睁大了眼 波多野家的体术教材 一个穿和服的男人 在庭院里举着一把木刀在那挥舞 过了十分钟 还是同一个人 招数略有不同 铁心难看的极其专注 林泉就让张大力换蝶 回头你慢慢看这种没营养的东西 一直放到三十多张蝶片 才终于有了新画面 一个和服男人 正跟个全身披霖的异族在交手 那异族极其凶残 一个手刀就将大地裂开 庭院摧毁 光这架势就让林泉吸了口气 乖乖的 林哥 这不得八戒 九阶都像 林泉说着 画面拉近 那和服男人跪在地上 异族则说了几句什么 鸟语 几百年前的外语 得找个会这话的来翻译 林泉想到了三上淘菜 但让他来 他会不会故意胡说 三上家也是跟异族合作的世家 赌一把吧 谅他也不敢 三上小姐吗 我是林泉 过来一起看蝶 对 晚上 林泉看张大力在那几眉弄眼的 就给了他一脚 你带宵夜 行啊 没问题 要去酒店 张大力比划得更厉害了 还做了几个腰部伸展动作 行 我带上DVD击合碟 十点我过去 香格里拉是吧 知道了 林哥 那小娘们 我在学院见过 一看就是个纯物 恭喜了啊 林泉淡淡地说 我是要跟他研究外语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第147章 教我学外语 香格里拉 大床套房 林泉准时拍门进来 手里还拿着杯奶茶 就看三上淘菜 在沙发那坐着 茶几上摆满了各种小吃 还有一堆的烤串 你要的奶茶 谢谢啊 吃了吗 先吃点烤串吧 林泉也不客气 拿起串烤腰子就肯 旁边的猪鞭 韭菜 生蚝 他也注意到了 好家伙 都是大补的呀 想干什么 想占我便宜 鸡子我给带来了 我先连上线 等会我把碟放了 你就帮我翻译 行啊 三上淘菜 想着临行前 父亲和大哥说的话 就撑着下巴 翘着腿 手拿着竹签在那晃着 波多野家完蛋的太快了 连让三上家 想要救他的机会都没有 苏西生带着人赶过去时 三上淘菜的父亲 也带人到了附近 可他一发现苏红叶过来 就连忙退了 这下谋划的事 也不知还行不行得通 更怕的是 苏红叶是不是知道他们 也跟翼族在暗通款区 还有 父亲说那天 跟波多野书在说话时 有人偷听 只是一抹意识 那人又是谁 会是他吗 二阶玉兽师 解好了 灵犬把蝶放进去 按下了遥控器 义父 你不能这样 咦 灵犬了下 三上淘菜也愣住了 靠 肯定是 张大力给换了 这内容有点不可言喻啊 他连忙把画面暂停了 把蝶退出来 一看封面 卧槽 果真不对头 再翻开蝶包一瞧 十多张都被移到后面去了 取而代之的 是快火灵的内部教材 拿错了 三上淘菜心想 你故意的吧 还装 说什么 有光蝶要请教 你就请教这个 无耻 不要脸 真放错了 我平时也不看这个 这盘没错了 灵犬退回到沙发上 咦 三上淘菜看着屏幕 眼神一下凝住了 那跟异族说话的是 波多野家的人 翻译啊 灵犬看他不说话 赶紧催他 学外语呢 你不能装哑巴呀 波多野说 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只要你能放过我 我波多野家愿世世代代 遵你为主 那人说 你现在只需要安安静静的 等要用你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了 波多野说 那我 那人说 你继续做你该做的事 说完 那异族就消失了 灵犬从画面的角度 和清晰度分析 应该是监控录下来的 他就接着放下一张 那异族又出现了 三上淘菜继续翻译 我姓秦 你可叫我秦老大 我需要你在城里 帮我安排一些人 你把他们安置在不容易 被与邻军发现的地方 波多野说大狼一定做到 他是波多野大狼 你认识他 他是波多野雄起的父亲 波多野家上一代的家主 在15年前就去世了 灵犬一惊 那就是说 那秦老大15年前就开始布置了 继续看下去吧 剩下十多张光碟 都是在记录秦老大 跟波多野大狼的对话 通过波多野家的关系 将一些异族 安插在城里的紧要位置 例如天牢和城门 都有秦老大的异族 连一些学院里也有 直到出现一个名字 灵犬才吃惊到 艾青烟也是异族 既然上面说了 应该就没错吧 我得去看看他的天灵盖 其余的光碟 有用的信息并不多 不过 还是出现了一个 让灵犬错愕的名字 龙音波 龙征的父亲 想着那天意识飘荡中 听到的信息 似乎又在情理之中 将名单全都记下后 灵犬准备通知苏红叶 你就这么走了 不想跟我学外语 三上淘菜 不可能放他走 伸手拦住他说 改天再跟你学吧 必须是今天 一道暗影 在灵犬的身后出现 他没来得及转身 暗影就化成一个 血盆大口直扑上来 咬住了他的脖子 是血鬼影 灵犬一拍脖子 伸手看了下 就有蚊子了吗 嗯 那可是是血鬼影啊 五阶神兽 咬他一口 他连一点事都没 三上淘菜傻了 这什么鬼玩意儿 灵犬终于看见 是血鬼影了 伸手一把掐住他脖子 抬手就给了他两拳 是血鬼影 被打得趴在地上 牙都掉了 刚才咬那一口 满口的牙都松了 这再挨两拳 直接做了拔牙手术 靠 腰兽 哪里蹦出来的 吓人不吓人啊 是血鬼影 种类 幽灵系 等级 五阶 变异 零 战斗力 六万八千五百二十 战斗技能 吸血獠牙 近距离附身 夺射 战斗适应性 全地形加持症 百分之五百三十五 可进化部位 牙齿 前肢 忠诚度 百分之八十五 潜力 七阶 培育次数 二 三上淘菜 都吓得心脏 快跳出胸腔了 这灵犬太变态了吧 灵犬看似血鬼影 再向三上淘菜爬去 立刻大意凛然地 一脚踩在他身上 小心点 幽灵系的妖兽 非常难对付 必须抓住了 就得往死里打 说着 就一个点新手 插在是血鬼影的眼睛里 打在他身上 痛在三上淘菜的心里 可他也不能说什么啊 一插就把眼珠子插爆了 灵犬还挺凶蓝 在三上淘菜身前 这是五阶妖兽 非同小可 你本是低威 就不要上去了 看我把他打死 什么鬼啊 这是我的神兽 你把他打死了 我怎么办 心里在呐喊 偏偏说不得半个字 嘴角都在抽动 三上淘菜 有口难言 眼睁睁地看着灵犬 朝着是血鬼影 左一个松紧士 右一个点新手 反复来了几下 终于鬼影 消失得无影无踪 被打得形神俱灰 地上只留下一颗 暗色的金盒 灵犬还不忘牵起来 得意地说 也能卖几个钱 那是我的 三上淘菜气得牙 都咬疼了 看来 香格里拉不安全 下次约再洗来灯吧 还下次 我呸 我看他是创你来的 我也算救了你一命 回头你要想感谢我 我们在一起看蝶 你再叫我外语 你可以去死了 第148章 容易让人误会的治疗 爱清烟住在地府学院 提供的单身公寓里 灵犬赶到门外时 就听到 里面有人说话 你不听秦老大的话 你知道 会有什么后果吗 无非就是死 你有本事 便现在杀了我 好 那就送你去死 一股极细的电流声一响 就听到 爱清烟痛苦的叫声 灵犬一脚把门踹开 一个瘦高的男人 脑门上拖着根长长的触脚 如同活的一般 正刺在爱清烟的腹部 紫色的电流布满了他的全身 他脚离的大约有十多公分 神情痛苦的全身颤抖 灵犬的出现 让那瘦高男人一震 就回手一拳打过去 房间瞬时 像是在一个装满了雷电的笼子 无数的紫色雷电 扑向灵犬 雷霆震日 灵犬竟毫不在意 反身向前 冲到那人身边 反手一摸 解扣是 像是被连点了几下 浑身一阵酥麻 他顿觉不妙 掉头就一下冲出窗户 逃得无影无踪了 灵犬站在窗口看了两秒 直到追不上了 这才抱住摔下来的爱清烟 艾老师 快 快帮我把伤口按住 不然雷雨的电镜 会把我内脏都烧烂了 灵犬马上把他衣服解开 好 壮观啊 真是没想到啊 艾老师居然藏得如此深 都比飞虎山 都要威鹅挺拔了 你看什么啊 赶紧帮我疗伤 我说艾老师 这不大方便吧 我是个证人君子 我呸 艾清烟想吐他 一脸唾沫 就他刚才那看的 狮神的样子 哪里像是什么证人君子 世纪从全 你就别废话了 我都不在意 你在意什么 我怕会玷污了我的清白 好吧 既然艾老师再三要求 我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你碰我裤子戴什么 伤口是在腹部 你穿的是高腰裤 好吧 灵犬一扯 就看血涌出来 他二话不说 拿出活血生积散 就洒上去 一股清凉的感觉 让艾清烟稍稍的舒服了些 他见过灵犬 用活血生积散 知道这种要价格不菲 我哪能跟艾老师要钱 我有病吗 艾清烟大为感动 就是救活你了 你以身相许就行了 嗯 说个笑话 你怎么不笑 你像是说笑话的样子吗 你皮肤挺好的 用的什么护肤品 国货还是进口的 你问这干什么 你的肤色不大像 是普通人吧 白得有点过分了 艾清烟神色一变 捂着伤口 一用力 就浑身一麻 你也说了 那雷雨的体数太强大 你现在不能乱动 静也用不了 怕是神兽 也召唤不出来了吧 灵犬笑盈盈地将手 放在他腰上 将他一抱 扛进了卧室的床上 艾清烟荒了神 你 你是我学生 你要干什么 俗话说得好 有便宜 不占给个皇帝都不干 像艾老师 这么标致的美人 我要放过你了 我还是个人吗 我都成畜生了 你别靠过来 灵犬缓缓地靠上去 手一按他脑袋 艾清烟想用力摆脱他 可一点力气都没有 一使劲就是 被电击后的苏玛 这个畜生 按着我脑袋想干什么 灵犬将他秀发一波 仔细地看了一阵 摸出把挫子 竟然没有静皱 不会要把头皮挫掉吧 你疯了 艾清烟感受到了莫大的屈辱 脸都被摁得贴到 灵犬腿上了 你忍着点 我头上没有静皱 我跟他们不一样 灵犬手一松 淡淡地说 终于承认是一族了 呼呼 艾清烟靠在床头 喘气如牛 胸口起伏 一脸忧怨的样子 恨不得要把灵犬 给生吞活泼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不单知道 你是 还知道龙音波也是 艾清烟一惊 他也是 哎 你不知道 灵犬意外了 这秦老大都跟他们单线联系的吗 不知道 我只听秦老大的 刚才那个雷雨 就是他的心腹 你不用静皱 怎么能忙过雨林军 骗过静皱的 那是因为我的血脉 被稀释了 连续三代 父系都是人族 所以我身上的妖气极弱 艾清烟剑 再也无法隐瞒 干脆就把灵犬的手一拉 挪向胸口 艾老师 你这是干什么 我就是想问得清楚 也不一定要杀了你 你不必收买我 我不是那种人 是这里 艾清烟将他手 放在胸间的骨头上 咦 你这骨头怎么是尖的 一路摸下去 灵犬手就往下滑 直到肚脐眼上 有一排突出的骨头 我们这一族 就是人族嘴里的鱼美人 尾巴呢 灵犬要把他翻过身检查 我说了我往上三代 父系都是人族 尾巴早退化了 胸前的骨头 就是胸旗和腹旗 背上还有一排骨头 那是背旗 直旗 臀旗和尾旗都没了 艾清烟拼命拦着灵犬 早说嘛 我也不是不敬情理的人 那你吃人不吃人 不吃 我喜欢吃麻婆豆腐 喝普洱茶 艾清烟还在微微地喘气 灵犬一副为难的样子 我把名单交给苏红叶了 他会根据名单 把秦老大 布置在城里的一族 都抓起来 什么 你哪里来的名单 这你别管 不过吗 我可以修改名单 艾清烟回避着他炽热的眼神 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想让你做的事吗 你应该也清楚 艾清烟连续地喘了几口气 才说 好 只要你能把我的名字 从名单上画掉 你想做什么 我都配合你 现在也行 我伤还没好 你能不能等几天 不能等 灵犬凶巴巴地说 我得趁热 简直令人发指 难道过两天 我就凉了 那你来吧 艾清烟双眼一闭 摊开双手 灵犬就靠上去 趴在他耳边 小声说了几句 艾清烟脸皮抽动 睁开眼有些错愕地问道 这就是你想做的事 要不然呢 我说艾老师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哪能趁你肚皮 还在流血胡作非为 别的是 要等你伤好了再说吗 灵犬跳下床 有点不舍地转头 看着窗外 外面打起了叨叨惊雷 暴雨紧接着 滑地一声落下 那个雷雨还真强啊 要不是老子现在是 八阶阁斗武师的战斗力 我就得躺下了 从身后 传来艾清烟的声音 我伤好了 你要做什么 第149章 小孙娜的消息 艾清烟换上了一件 开叉紫色的套裙 一双傲人的长腿 若隐若现 加上十公分的高跟鞋 让她走在街头回头率 接近百分之一百 一些男人就不时 偷偷摸摸地看她 眼神在她身上群寻 还有在那偷笑的 该死的灵犬 她竟然让我去干那种事 她要不要脸 她还是不是个学生 还知不知道 尊师重道了 艾清烟来到一处公寓前 轻拍了几下门 谁啊 从门里传出来个声音的声音 我来找孙队长的 他不在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有急事 你去他干爷爷家找吧 他最近不住公寓 好吧 扑了个空 艾清烟下楼时 瞄了眼在不停的拦下人 来搜查的雨林军 凡是被拦下来的 都要求看天灵盖 男的还直接拿推子 把头发都剔了 这是在查静咒 还好我没有刻上 艾清烟想着一抬头 差点撞在个壮汉身上 我是主人派来跟你一起过去的 熊大憨笑一声 是雪熊人 艾清烟一愣 马上想到他嘴里说的主人 肯定就是灵犬 那家伙 怎么能收到了四街义族做仆从 还有 在都城内只要出现异族 那就一定会被抓走的呀 是雪熊人又跟于美人不一样 那张脸一看就是异族啊 他要是收异族做仆从的事传出去 那算是把天都捅破了 就连苏红叶都保不了他吧 想到这里 艾清烟的心脏 砰砰的跳起来 你想去告密 没 没有 艾清烟用力的摇了摇头 把脑子里刚出现的念头给掐灭了 就是告了也没用 灵犬肯定会反咬一口 说他才是异族 那个混蛋小子 不知道是不是得到了苏红叶的许可 才收了这头笨熊 那我们过去吧 我查到那姓孙的 在城西北住着 好 孙家的老头 还在那摆弄着一幅残局 老太婆在外面烧饭 火柴刚升起来 饭还有一些时间才熟 他就朝里面说 小孙啊 你说天牢出事了 真的假的 还能有假吗 我也不敢骗奶奶啊 死了好多人呢 幸好我在十一层 出事的是十层 可我那层 也震得乱天想 宁将军就让我们先回来了 换了一批人 一个干净的小伙子 探出半个身子说 老太婆 你问他这干什么 天牢里的事都是机密 不要乱问 我就好奇嘛 还敢有人去天牢劫狱 小孙笑道 也不算是劫狱 就是里面有一族 突然就疯了 哪种一族 老头倒是来了兴致 林奥谷 他 老头一愣 就示意小孙不要再说下去了 指着棋盘 这是上次在公园里一个老家伙给我留的 要是我能解得了 就去公园找他 他给一万联盟币 你帮我想想 孙队长在家吗 听到有人喊 小孙就起身走出去 你就是孙队长 一瞧爱清烟 小孙眼睛就挪不开了 再看熊大包的 严严实实的 就猜到爱清烟可能是御寿师 你们是宇林军的 我们是地府学院的 来找你问个事 地府学院 小孙跟着爱清烟走到院外 龙统领让你去守着第几层 第十一层 都归你管 哪能呢 我就是一个小队长 那你负责哪一间房 1108 里面是一个脸上都是伤疤的一族 哪一类的 上面没写 爱清烟心头一惊 天牢里房间门外 都会写着一族的种类 居然没有 就那间房没有 我也觉得怪 问过宁将军 他说没事 就这样 我也不敢多问 小孙纳闷地府学院的人问 天牢的是干什么 那你看那一族有什么异常吗 一族有几个人是正常人 看着都不对劲啊 爱清烟和熊大感觉受到了冒犯 就是行为举止 这个嘛 倒也没什么 我调到天牢也没多久 就是他一直都在笑 笑起来很吓人 嘴角能脸到耳朵跟下了 爱清烟还是想不到 是哪一种一族 你能画一画那人的模样吗 这个 我画画不好 美术课都是副粉 那你再仔细想想 那人有什么别的特征 小孙歪着头想了半天 手里就多了一张卡片 我除了在学院做老师 晚上还在快活灵兼职 你拿我的名片过去 一切消费能打五折 快活灵 五折 小孙的目光 在爱清烟的身上绕了半圈 就马上说 我想到了 那人经常背对着墙自言自语 说什么六月二十七天一黑 就是良辰及时 要大家聚在一起办大事 六月二十七 是动手的日子 那龙统领和宁江卷 还有什么别的交代吗 龙统领就说了一句 说是要有人来提审那人 让我尽全力配合 把人送到地面 爱清烟妩媚的一笑 行了没别的事了 以后提一个人的名字 能打三折 谁 林全 林全靠在沙发上 一个喷嚏 差点把湖水的脸给弄糊了 他连忙送上纸巾 快擦擦 你搞什么呢 把我们叫过来 大壮皱眉道 冷黄整团人都被林全叫来家中了 只有联络不上的淋浴盘没来 林全打算把局势跟他们说一说 草 都搞成这样了你才说 一族往我划下之心不死啊 我在路上就见到几个人 鬼鬼祟祟的 肯定就是一族 那林奥谷我见过他几面 他真是一族 我早知道宋红文那老家伙不对劲 果然是个九节格斗武士 哎 苏红爷打算怎么办 就放任他们搞事情 变成球的林奥谷 你也打不过吧 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厉害了 不行 得通知大姐 林全心想 你们话倒是多 可 就不知道他们哪一天动手 我就想请各位大哥大姐 帮着盯着点三上家 和龙音波那边 小刀就冷冷地说 光盯着有用吗 不如今晚就过去抽冷子 杀他们全家 第150章 幽灵系妖兽 太危险了 林全缩着脑袋 注意着前方三上家的别墅 别墅的四角都亮着灯 不时有御寿师 带着灵猫林全在那巡逻 别说是人了 就是只耗子 也很难靠过去啊 冷黄这些人 又都是五街 真不知道小刀哪来的胆子 胆来太岁头上冻土 自己又是抽了哪门子的风 要跟他们过来 你这几位哥哥姐姐也不傻 知道真冲上去 那叫鸡蛋碰石头 林全瞥了眼说话的大壮 你TM知道 可你不是有增幅药水吗 大哥 那东西是巧克力豆吗 能随便吃的吗 就是吃上了 你们这六街神兽 能拼得过那三上家 豢养的八街九街神兽 又不是小伙凤凤 吃了增幅药水 那是有种族优势 翻着背掌的 你不是说 认识三上陶菜吗 把他抓了不就行了 靠 怎么能动人家女儿 再说 抓了威胁 他有用吗 还容易暴露自己 你想打退堂鼓了 杀人全家是杀不了了 你们就在这边盯着吧 小娟姐 你带几位哥哥 去盯着龙音波那边 我先回去一趟 林全还没走出这条街 就碰上了三上陶菜 他抱着一只暗影吞天兽 正在往家里走 小心 林全一窜出来 就把暗影吞天兽给抓住 扔在地上 一脚就踩成了尸体 可怕 这种幽灵系的妖兽 最是无情 有的还有置换性 就像上次我们在学院遇到的 你是不是被他给弄晕了脑袋 还在幻觉之中 以为他很可爱 其实都是一种错觉 林全 我要杀了你 三上陶菜气得发抖 他跑到家中私营的妖兽场里 费了好大一番 力能才契约到的新神兽 居然被林全又弄死了 是血鬼影 才死没几个小时啊 你别太激动啊 还在幻觉之中吧 等幻觉过去就好了 林全拾起地上的四街妖兽金河 三角形的 也算罕见吧 要不你拿着找个匠人 给你打个吊坠挂在胸前 三上陶菜气得嘴唇发白 偏右不能说是他的神兽 人在那块真的晕过去了 要不帮帮你 把你从幻觉中拯救出来 林全按住他肩膀 直视着他的眼睛 林全是个大帅笔 林全是个大帅笔 鬼逃是个小垃圾 鬼逃是个小垃圾 好了 三上陶菜无奈地喊道 我清醒了 谢谢你啊 就你那么多次了 你谢我也是应该的 林全大言不惭地说 他还用手拍拍他的脑袋 你家就在前面 回去吧 哎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来找你啊 我这不是又饿了吗 你买的烧烤挺好吃的 哪家店买的 三上陶菜 一眼就看穿了林全在胡说八道 但莫名有一种古怪的想法 他难道在找借口 其实是来找我的 就在地府一街转角那里买的 要不我带你去吧 那走吧 三上陶菜 朝不远处摇了摇头 一个身子就缩了回去 两人肩并肩 走在夜晚的都城街头 但几乎没怎么说话 林全有心事 三上陶菜 也不方便主动开口 直到快到烤烧店了 林全才说 你是几家御寿师了 四街 林全一晒 果然 数据矿不会骗人 是雪鬼影和暗影吞天兽 都有忠诚度的条目 绝对是他的神兽 想着又觉得好笑 连杀他两头神兽 他还能忍 三上家 莫非以前是格斗武师 忍树留的 大半夜的也别吃了 减肥吧 要不去酒店坐坐 我呢 还想继续跟你谈心事 不用了吧 我明天还要上学 三上陶菜 心里乱糟糟的 根本没心情 林全将他一拉 就低声说 我告诉你 波多爷家不是被灭了吗 我听苏唐说 他爷爷说的 城里好些家族 都在密谋跟一族合作 想要造他苏家的反 你家里有没有 三上陶菜一惊 勉强保持着神色不变 绝对没有 我们三上家 一直都是忠诚于苏家的 那就好 我还想 要是你家里 也跟波多爷家一样 那我说什么 也得救你一命 就上瘾了 三上陶菜一脸感激 我先谢谢你啊 你那赶紧回家吧 放他走后 林全才朝墙角看去 艾老师有消息了 艾青烟扯着裙脚 想挡住腿 可那裙子是快活灵店里的 要的就是高开差显的有文化 怎么扯都挡不全 你说呢 你又跟三上家 那女生在搞什么 偶遇 大晚上的 我见他怕黑 就送送他 呸 三上陶菜 是四街御寿师 会怕黑 那个姓孙的 被龙音波安排好了 等6月27秦老大的人 动手时 他就会把那关在 1108号房的一族放出来 不过 那个姓孙的 被蒙在了谷里不知情 林全点头道 理所当然的是 这种大事 那孙姓知道 吓都吓死了 但这证明了 龙音波也是一族 不一定 但他跟秦老大有联系就是了 那 艾老师饿了吗 我请客 吃顿宵夜吧 艾青烟坐在小矮凳上 衣服的线都要扯开了 他只能双腿并拢斜着摆 你故意的 看林全在校 他有点愤怒地说 不是 我怎么会故意呢 就是艾老师打扮成这样 那个姓孙的 又是个小年轻 哪受得了肯定会被迷住 一五一十就全交代了 艾青烟冷着脸说 你又多大样 那不同 我妈 从小受了很多苦 又是穷人家的孩子 经过大风大浪 一般的雍之俗粉 看不上 艾青烟也不知 他说这话什么意思 艾老师不同啊 这放之四海 那都是顶尖的角色 所以啊 你穿成这样 不能浪费了 艾青烟恶然抬头 这个混蛋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你要不去龙音波 那再走一趟 探探他口风 摸摸他的底 艾青烟脸色一变 龙音波跟那姓孙的 能一样吗 他是九节御寿师 一露馅就必死无疑啊 别担心 我跟艾老师一起去 呃 你也要去 第151章 魏龙续命要不要 龙音波站在寿篮前 瞧着那头老麦的碧波水龙 叹了一声 谁都逃不过一死 就是神兽也一样 龙家连信都来自这头碧波水龙 原来的信几百年来早就忘了 历代龙家家主 也都倚仗着他 成为了城中不可小视的家族 中和 你说灵权能救得了祖宗 他是丹顶派的高徒 我查到的信息里 丹顶派中有一种 能延长神兽妖兽性命的药水 要能给祖宗用上 那说不定 我不要说不定 我要一定 龙音波目中露出一抹狠色 他害征儿如此惨 我不找他算账 他跟苏洪业有合作 暂时不能打草惊蛇 想到苏洪业已禁咒 直接轰杀波多也雄起 他就心惊胆寒 是 那大事的日子就再近期了 要不跟那边说一声 那个人不会听我的 龙音波摇头道 我帮他 也是为了救祖宗 我龙家人丁西伯 靠着祖宗 才能在城里有一席之地 他一过世 我龙家便没了依靠 到时那些 与我家中有仇的 便会如豺狼般扑上来 吃的一块肉都不上 中和岂能不知 也只得抱以苦笑 这不险其 走得我也心惊肉跳 但要是成了 便能保我龙家世代富贵 龙音波按着寿篮边的白玉栏杆 要是真儿争气一些 我也不用走这一步了 家主 有人求见 说是地府学院的 叫爱清烟 他来做什么 都大半夜了 难不成他是来家房吧 家房也没有挑这个点的呀 龙征也不是他班上的学生 还有别人吗 还有一个男的 他说叫林犬 龙音波一正 就带着中和走到前厅 好宽敞啊 在寸土寸金的都城 能弄这么大的房子 有钱 土豪啊 林犬站在正中间 看着古色古香的陈舍 笑着说道 土包子 没见过世面 爱清烟都看有仆人 在那憋笑了 你们来找我 不是找真儿 林犬看见龙音波就抱拳道 龙统领 你在城中威望极高 我是有事来找你谈 要是来找龙征的话 也就不用大半夜了 那定是即逝吧 龙音波示意二人坐下说话 中和就一脸冷漠地站在他身后 中直视也坐下吧 他不用坐 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要是数天前 龙音波才没心思跟林犬说什么 一个学生 在他眼里 就是个小屁孩 可林犬已经是苏红叶的合作伙伴 那就不同了 我想聊聊龙家的碧波水龙 嗯 我听爱老师说啊 龙家的碧波水龙快要完蛋了 就想知道 要是死了 那金河能不能卖给我 中和怒道 林犬 你特么吃错药了 赶来这里乱说话 龙音波的脸 也瞬间就垮下来 好吗 跑来给老子上眼药来的 中归是要死的嘛 不如废物利用啊 要不然多可惜啊 碰 龙音波一掌 就把太师已拍得稀烂 你要来消遣老子 那就给我赶紧滚蛋 龙家不欢迎你 那要是我说 我能把碧波水龙的寿命 再延长一些呢 你说什么 我有个想法啊 碧波水龙不是母的吗 我那深渊火龙是公的 要不配个种 只要是能配上了 我几天就能让他生蛋 到时把蛋孵出来 那你龙家 不是还有一条龙 我就要碧波水龙的金河 做报酬就行了 匪夷所思 龙音波都听不下去了 龙族运期多达数年 哪能说产就产 他没说的是 这条祖宗 可是圣街神兽衰弱下来的 金河介于九街和圣街之间 放在哪里都无价之宝 哪能轻易给林全 再说 林全那话 一听就是胡扯 那可惜了 那要不让艾老师 陪龙统领睡几天 等碧波水龙死了 什么鬼话 中河 送客 不要啊 龙统领 打个伤啊 要不你出个价 滚蛋 艾青烟觉得脸都丢光了 林全这混蛋是在干什么 故意过来 拿龙音波开涮的吗 真不怕龙音波 一巴掌拍死他 林全站在门外 一点都不生气 反而张着嘴在黑黑的笑 你还笑得出来 得罪龙音波 有你好果子吃 你以为我一点 收获都没有 有吗 林全大咧咧地 攀住艾青烟的肩膀就说 第一 我知道龙音波不是一族 你看他天灵盖了 不用看 老子有系统 有数据矿 第二 你觉得秦老大能用什么价码收买他 艾青烟也想不通 龙音波四大统领之一 在网上就是城主了 秦老大能让他做城主 秦老大肯定是有什么办法 能让碧波水龙续命 龙音波才答应的 那光是续命有用吗 听说那碧波水龙 都快不行了 林全灵光一闪 能让他恢复青春 艾青烟吓了一跳 有这种药吗 你不是单顶派的高徒 你见过这种药 应该有吧 林全也拿不准 系统商店里是没见过 我先不送你了 我还要回家一趟 家装叶小蝶也不在 周子渝就跑去跟他割睡了 林全正想开灯 突然听到沙发上打了个宝格 差点没吓死 谁 你老姐 靠 不带这么磨黑吓人的 林玉盘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 九眼青蛇就绕在他身上 你终于啃露面了 你把大壮他们都安排了 我也要过来看看吗 还得告诉你一件事 你在飞虎山上遇见的荧光水焦被人杀了 林全一惊 九阶妖兽说杀就杀了 赵友方亲自动的手 哼 正常情况下 他也杀不了 苏唐的静咒 还是伤了他 让他有机会下手 杀了后 他就将九阶金河 喂给了他的那头火焰雷霆兽 火焰雷霆兽 哼 那是他的两头九阶妖兽其中的一头 正在冲刺圣异阶段 成了 还不知道 他带着火焰雷霆兽 去了培育所 要是成了的话 他的精神力也会暴涨 将会成为圣街御兽师 林全惊道 御兽变强 御兽师的精神力也会变强 林玉盘斜他一眼 你连这都不知道 相辅相成的 第152章 强化某一部位 一遇了 林玉盘摸着小伙和凤凤的脑瓜蛋子 两只小家伙想避也避不开 被他摁得死死的 凤凤还在那拍翅膀 就被他掐住脖子 踢到半空抖了几下 羽毛都掉了十几根 他才终于老实了 你不说 他会说话吗 老姐 你掐他脖子他怎么说 一松手 凤凤就嚷道 你坏死了 我不跟你玩了 讨厌 咦 还真有意思 九眼青蛇游过来好奇道 你走开了 我就烦什么蛇虫书以的了 凤凤拿翅膀轰他 你说 是你为他喝了一堆增服药水后面的 对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很奇怪 以前喝也没事啊 凌玉盘手按在凤凤的背上 轻轻地说 我来试试 玉兽八术 搜魂术 凌玉盘的精神力 完全进入凤凤的大脑 在搜索着他脑中的异常 凌拳就去拿了一瓶矿泉水 来为九眼青蛇 清姐 这妖兽能变成人吗 你这小畜生在想什么 变成人你想干什么 九眼青蛇眼神一冷 一尾巴就扫得凌拳摔在地上 哎哟 就问问 传说圣五就有机会 圣七大概就能化成人形 圣接啊 凌拳死心了 那得多久啊 他就想看一口 罗里音的凤凤 要变成人会是什么样的 好了 凌玉盘收起搜神术 没有异常 大概就是临时突变 就跟一些病症一样 等过段时间就好了 你才有病 凤凤催了一口 跳到冰箱上站着 哟 还敢还嘴 你过来 久不过 凌拳就连忙说 那老姐 你既然回来了 就去帮帮大壮哥他们吧 我先洗个澡再说 你别偷看啊 靠 你是我亲姐啊 清晨都城西北片的一家早餐店里 叶小蝶心不在焉地喝着豆浆 眼神不时往店外看 直到一个人走进来 坐在桌旁 我试着给你留了暗号 也没希望你真的过来 你肯来 那再好不过了 叶一千抬手看着女儿 心中不无愧疚 但现在不是说什么妇女之情的时候 你找我来做什么 我知道灵泉最近开了间药水房 几种药水在市面上都很紧俏 你能帮我弄到一些吗 你 就为了这个 叶小蝶眼中充满失望 最近城里不大安生 山雨欲来丰满喽 你要小心一点 我知道 我试试看吧 叶一千微笑着拍拍她的手背 就直接出去了 叶老三跟在她身后 走出了快一条街才问 小蝶肯帮忙 她性格外表刚强 内在温柔 我求她帮我 她不会不答应 叶老三这才放心的说 那就好办了 不然秦老大那边不好交代啊 叶一千眼神微冷 那性情的不是什么好鸟 我们跟她打交道 要小心一点 那是自然 大哥 我们还是先去城外等着吧 叶小蝶吃过早餐 直接来到药水房 在周子月眼睁睁的注视下 把店里的货拿走了一半 每天店里售卖的各种药水 加起来也就两三百瓶 剩下的都要交到青天居 师娘 不好吧 跟师父说了吗 不用跟她说 叶小蝶瞪她一眼 收起药水就出了店 林全把准备好的四百瓶药水 交给三上陶菜 就看着她身后的黑影都乐了 又弄了一头 你怎么没带神兽 三上陶菜 真想把她脑袋给拧下来 还有脸说呢 你先把药水拿回家 我还得去青天居一趟 三上陶菜心知肚明 她要去送货 就赶紧把药水送回家里 青天居 苏西生带她到楼上就说 我现在连楼都出不了 你肯来送货 再好不过 你准备好了五阶六阶 妖兽的金盒了吗 我爸说 能不能以金盒带联盟币 也行吧 按市价来 苏西生把两千颗 五千妖兽金盒 一千颗六阶 妖兽金盒 放在收纳袋里 扔给灵权 先拿着吧 搜索天灵盖的事 进行得怎样了 你这小子 也多亏了你的情报 全程 搜查出了一千多一组 全都关天牢里去了 还在继续搜查 全程 搜完还要一周 一千多 人可真不少啊 你还想问什么 三上家的事 你别管了 知道了 小说 灵权找了个僻静的地方 把缝缝和小伙放出来 将金盒扔在地上 让两个小家伙直接吞噬 第一 第一次吞食五阶金盒 绑定序号一 绑定序号二 生物进化 第一次吞食六阶金盒 绑定序号一 绑定序号二 生物进化 绑定序号一 生物进化口腔 翅膀 爪子 毒性 皮毛 绑定序号二 生物进化翅膀 双爪 眼睛 尾部 皮毛 感知宿主体质较弱 强化某一部位 灵权大惊 低头看去 万幸啊 再大还得了 那不成大铁锤了 可是 进化的是 什么 林全感觉视力突然变强 一百米外在买奶茶的小姐姐 那腿毛都看得一清二楚 不光是增强 还有锐化功能 再一转 两百米外 一位正在晒被子的大雪女生 真是太豪爽了吧 就穿了个小吊带 三百米外烧鸭铺的老板娘 天气太热了 她在楼上开着电扇 躺在凉席上呈大字形 连毯子都没盖 林全乐的嘴都合不拢了 至于那两个小家伙 还在咔嚓咔嚓地啃着金河 跟在吃糖一样的 叮 宿主初次使用某一部位强化能力 进一步强化另一部位 林全慌张地站起来 别啊 能强化的部位不多了 别胡来啊 你失手了 正要杀死艾青烟的时候 有个人闯了进来 我迫不得已先逃出去了 你知道秦老大的作风 还不赶紧把艾青烟干掉 强化的是听觉 林全扭头就朝三百米外的 一间公寓看去 第153章 老师我来补课 艾青烟请了假 把行李都收拾好了 他打算先逃出都城再说 不管是秦老大 还是苏洪业 他都得罪不起 身份暴露了 不知道麻烦会不会找上门来 必须先找个地方躲一段时间再说 鬼门阵就挺好 谁 是我呀 艾老师 我来补课的 听到林全的声音 艾青烟就跟被踩了尾巴的狐狸一样 毛都竖起来了 他强压着内心的不安 把门打开一条缝 你又来干什么 补课呀 你没听见吗 林全用力一挤 啪的一下就进去了 艾青烟差点被门撞在鼻子上 急忙闪开 你补个头的课呀 白天 外面都是人 我不说补课 人家看我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过来 还以为要跟你干什么 你也知道啊 艾青烟气得蹊跷声烟 没完没了了 你准备跑路 你要我帮的忙我也帮了 留在城里还能做什么 事情还没完 我告诉你 林全就往前走了一步 艾青烟就脸色微变 你别靠过来 不至于吧 光天化日呢 我会干什么坏事 我小学还得过三好学生啊 林全满脸错 我在艾老师的心里 人品有这么低劣吗 你人品有好过吗 艾青烟无奈地走到角落里坐下 你说吧 想要做什么 我先声明啊 我们与美人一族 有些地方跟人不一样 靠 你把我想得太差劲了 我过来是想跟你提个醒 哄 一道电流从窗外积来 林全一抬手就接住了 他如今还保持着八阶格斗武士的体质 三天时间还没过去 立刻就有一个身影 从窗户那爬进来 正是那上次失手的瘦高个 能接我的电流 上次就是你坏了我的事 今天就连你一起收拾了 少说大话 你先保重吧 林全一腿就扫上去 骑门九斗翻云腿 第一是 风卷残云送雪 瘦高一足一正 好快 好强 他双手一挫 竖道电流在他掌中浮出 细密如指网 一拉开 就更像是竹孙了 电云密波 碰 两人一交手 整个房间都不满了电流 爱清烟被电了个结结实实 不由地痛叫一声 门外走过的几位教官 就相互看了几眼 不说爱清烟手身如玉吗 刚有个男的进去 他就开始叫唤了 首个屁的身 就是没有看上眼的 哎 那男的运气真好啊 不对 我记得那进去男人的 是学院里的新生 十声炼 这还了得 我得去找院长报告 砰 砰 砰 又是几声众响 外面的教官都摇起了头 伤风败俗啊 林全腿被架开 他就一个悬身 手如行云流水般滑了上去 解扣是 虽然同样是上下棋手 可速度比平时快了百倍 更重要的是 强化后的双眼 能够看清寿高一族招数中的薄弱点 你怎么知道的 寿高一族惊道 眼看那电网要被林全击中 整个电网就要失效 他张嘴就喷出一团白雾 小心 那有毒 爱清烟大叫 林全快速地吞下解毒丸 手往身后一摸 再一扔 凤凤 双翅斩杀 瘦高一族猝不及防 哪有打到一半扔神兽的 你他妈是格斗武师 还是玉兽师 树道光滑 齐齐袭来 瘦高一族手忙脚乱的 想要再组成电网 就被打得一跌 脸上 身上都多了几道伤痕 惊得他深知 今天又不行了 掉头就冲向窗户 凤凤拿给他机会 震翅成冰 一道霜气将窗户一封 数尺后的冰块 让瘦高一族 撞了个鼻青脸肿 他还想往门外跑 齐门九斗翻云腿 灵犬一个鞭腿 将他扫翻在地 不等他爬起来 凤凤一翅膀 把他脖子切断了 靠 你能不能留个活口 啊 主人你没说啊 那你 哎呀 灵犬气得拎起凤凤 就使劲地朝他屁股上拍去 疼 凤凤疼 下次记住了 下次不敢了 主人 求求你放过我吧 回空间带去 爱青烟瞠目结舌地 看着他和凤凤 几节神兽啊 能说人话 还会撒娇 还是罗莉英 你见到了吧 秦老大不会放过你 我知道 爱青烟苦笑道 对于叛徒或不听话的 他都会痛下杀手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 爱青烟一脸茫然 要逃 又有什么地方可以逃 行李都收拾好了 先去我那边住下吧 我那你也知道 是富士楼 你住楼上就行了 那 那好吧 没辙了 总不能真跑去鬼门镇吧 那里听说 有不少一族在狩猎南地城的难民 要被撞见了 容易被秦老大发现 那时连活路都没了 提着行李 乡下楼 那先前在门外的教官 还没走远 看到这幅景象 顿时炸开锅了 这是 要搬到学生家里住 还是私奔 不至于吧 可能是想换个环境 学院提供的单身公寓不够好 要去哪里 这个爱青烟也太不知廉耻了吧 你刚才还劝我不要上报学院 你看看 越来越过分了 这要传出去 别的学校知道了会怎么看我们 太丢脸了 林全听着他们指指点点 就走上去说 你们吃太饱了是吧 没事干 管闲事 倒挺上心 老子跟你们说 你们要赶出去嚼舌根 那就 轰隆隆 头顶一黑 几位教官抬头一看 吓得膀胱都抽了下 一头冒烟的深渊火龙 正阴森地盯着他们 你 你叫林全 是他 是那个新来的疯子 想起来了 老子杀人从来就不手软 你们要是哪天走夜到摔伤了 那可跟我没关系 要是脑袋掉地上 那就是风筝线太常缠的 还有啊 我是来补课的知道吗 几个教官都打了个哆嗦 勉强笑了声 爱清烟心情复杂地低着头 我说爱老师 你是害羞还是害血啊 走了 林全拉着他一跳 跃到小火背上 飞回家去了 第154章 神兽集体抽风 林全躺在沙发上 连动都不想动 八阶格斗武士的临时战力提升 效果消失 他整个人像被抽空的气球 一点力气都没了 连起身去拿杯水 都有种全身被容默默 拿针在扎的感觉 凤凤 给我拿杯水 凤凤蹦蹦蹦跳跳地 跑到饮水机前 用翅膀一扇 水桶就直接滚到林全腿边 靠 你想谋杀主人吗 他又没手 爱清烟帮林全倒了杯水 就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不像是跟 瘦高一族干架后受的伤啊 爱老师 你不懂 那家伙阴得很 表面上没伤到我 可那电竞 从我汗毛里钻进来了 你看看 我毛都烧掉了几十根啊 那你就躺着 爱清烟上楼去整理行李 周紫月就低声问 师父 这也是师娘吗 这个嘛 你别瞎猜 要等你师娘 回来听到了 非仇你不可 周紫月吐吐舌头说 那师娘什么时候回来 你不说她拿了药水吗 把药水拿给别人 就会回来了 林全冷冷地将水杯放下 叶一千果真耐不住寂寞 跑来找叶小蝶了 城西北 叶小蝶把药水交给叶一千 上面都有标签 各种药水有什么用 都写在上面 没想到我那女婿 还真是个奇才啊 叶一千和和大笑 有了她们 那就好办了 你拿着吧 我要回去了 叶小蝶叹了口气 转身要走 先等等 小蝶 这对手镯 是你母亲当初留下来的 现在我送还给你 一对精致的手镯 一只上面雕刻着龙 一只上面雕刻着凤凰 叶小蝶握在手中 默默地走了 三上家那边 也分得了四百瓶药水 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叶老三走出来问道 不忙 先去龙音波纳走一转 大哥 你是说 秦老大把青春单给了龙音波了 也就这一两日的事了 我们先过去等着 三上家城外的窝点 此处是个村落 里面住着的 都是三上家暗中培植的市里 清一色的御寿师 足足有两三百人 三上陶菜 拿着药水瓶在分发 暗册子上登记的 忠诚度低于40%的 都领一瓶忠诚药水 四街以下神兽的 再领一瓶增幅药水 忠诚药水先用上 三上陶菜的大哥 三上大吉在那喊道 大哥 就一百瓶的忠诚药水 够不够用 先用着吧 这四百瓶的药水 也不够用 要是陶菜 能多从龙泉那买下来就好了 倒是生街药水 有点多余 这些可都是四街御寿师 龙泉卖的 也只有三街生街药水 他卖给苏红叶的 有五街六街的 你问问他 能不能弄些六街的生街药水 进化药水来 大事就在近日了 还来得及 先弄来再说吧 三上大吉说完 大手一挥 试一试阵形 把神兽都放出来 一百名四街御寿师 把神兽召唤到身旁 居然全都是幽灵系的 暗影浮雕鬼 看上去极其恐怖 要是在夜晚 战斗力还要增加数倍 就是再数阴处 也能看得出来 是一只极强悍的精锐之师 布阵 水之阵 一百名御寿师 排成了三列 每一列都站着十六人 四人 站在队列的正前方 然后带着神兽 开始动作 如水一般的 在那上下的游动 好 幻阵 风之阵 御寿师开始分散 如被风卷起的落叶般的 四处散开 看似毫无章法 却又有脉络可循 简直就是专门 为巷战设计的阵法 三上大吉 把自己带的神兽 也召唤出来 一头青眼黑深的暗夜凶鬼 光纳爪子 都跟个墨盘一样大 神形更是巨大 快有两三层楼高了 王纳一站 几乎遮掉了大半的阳光 三上陶菜羡慕地看着 心想自己什么时候 才有能一头七阶神兽啊 你赶紧去找灵权吧 此事 啊 猛地从风之阵中 传来一声惨叫 暗影浮雕鬼 竟然从地上跳起来 一把抓住自己的主人 将他脑袋咬下了半颗 剩下的御寿师 都在稍远的地方 想救也来不及 都一阵错愕 兄妹俩也都愣了下 这幽灵戏 虽说反噬的可能性比较大 可在三上家 从没发生过呀 怎么回事 三上大吉走到那御寿师身旁 看他脑浆都冒出来了 血也躺了一地 跟那火锅里抛着的猪脑差不多 三上陶菜一阵恶心 胃酸都上来了 那暗影浮雕鬼 却想逃走 主人一死 神兽就失去了绑定效果 三上大吉一把按住他 看他还想反抗 就一个眼神过去 暗夜凶鬼就将暗影浮雕鬼吞噬了 就在这时 又从树林中传来一声惨叫 三上大吉 快速地带着暗夜凶鬼赶到 只见地上又是一具尸体 死的同样是一名御寿师 同样是脑袋 被自家的暗影浮雕鬼咬了大半 怎么回事 三上大吉惊道 一个就算了 两个那就不是意外了 就在他静一不定的时候 接二连三地传来惨叫声 四周的御寿师 不停地被暗影浮雕鬼偷袭 还全都是自己带的神兽 地上的尸体越来越多 不到十分钟 就死了近三十人 连三上陶菜都脸色一变 这样下去的话 那用不了多久 这一百人都要死光了 是有人在这里布置了近咒 哪里看见有近咒光滑了 三上大吉阴着脸说 就算苏洪业要对付我们 以他的做派 肯定会亲自上门 不会玩这种阴招 那就是 三上陶菜突然惊叫道 我知道了 他们都是刚喝过 中程药水的御寿师 什么 三上大吉眼神扫过去 也迅速地发现了 其中几人 正是刚刚领了 中程药水的御寿师 兄妹俩顿时咬牙道 林泉那个王八蛋 赢我们 第155章 昨晚操劳过度 不用再去学校了吧 大事就在这几天了 还上什么课啊 林泉揉着块酸麻 到断了的手臂 吃了止痛药也不管用 不想再去找蒋天生 省得被他嘲笑 没想到 被爱清烟和叶小蝶 拉到学院里来了 说什么要教阵法 狗屁的阵法呀 老子就是刚正面 打不过跑就好了呀 要实在不行 传送几个队友 过来做挡箭牌 死到有不死平到啊 反正死气白赖 拿了老姐一块 冷黄的冒险团徽章 让系统做了登记 如今可算是拉风 冷黄两支冒险团的成员了 传送不了苏唐 还传不了老姐 实在不行 大壮 老虎也能做个肉盾啊 我说爱老师 你冒头实在是危险 要来我和小蝶来就行了 你老老实实在家里住着吧 对啊 爱老师 不是有人追杀你吗 叶小蝶回家时 心虚的紧 看爱清烟住进来 就随便问了几句 林全也没瞒她 结果她也没反对 爱清烟住在家里 不有林全在吗 我不怕 爱清烟说归说 撇下他们去教学楼打卡 还真留意着四周 看没人跟着 才进办公室 把教学工具都带了 跑回到御寿师楼 我说林哥 昨晚太过火 伤肾了 张大力没脸没皮的 跑过来问安 伤你妹的肾啊 我这是伤了惊气 昨晚 我和小蝶研究情天酒试 这相互切磋 稍微用力了些 一部小子妖急劳损 林全叹着气 指着满脸通红的叶小蝶 都怪她 我都说停了 她还要继续 我这怎么能不配合 叶小蝶药哥平时 早就一个字滚 两个字滚蛋 送林全千里之外了 可林全不提拿药水的事 她也不好提 就连正眼都不敢看她 哟 林哥 行啊 晴天酒试一听就是好提说 前锋也凑上来了 张大力轰他 去去去 你是我们班的吗 跑过来凑什么热闹 林哥是你叫的 你得叫林业 我转班了 我靠 你不是大三了吗 我主动留级 牛叉 这不要脸的功夫 你高人一筹啊 林全也很意外 前锋这是受前四海的指使 故意来套近乎 吓得本钱有点大了吧 我就想跟林业学习 要跟优秀的人相处 才能进步啊 要成天跟阿猫阿狗在一起 那有什么意思 不也变成阿猫阿狗了 伸手不打笑脸人 林全也游得他去了 那个晴天酒诗 你还打听这个 前锋 我告诉你啊 这都是我们从上古的一套光碟里发现的 那光碟是从波多野家来了 波多野家的体数 你是知道的 我懂 那这有什么名字吗 这个嘛 林哥 你也给大家说说 林全悠悠地说 第一是叫晴天一夜 属时不容易练啊 叶小蝶忍不住了 伸手就往他腰肉上掐了下 哎哟 昨晚还没满足啊 还要去酒店 谁要去酒店了 你 你老实点行吗 林全心下冷笑 你倒是老实 拿了药水 就给叶一千 爱情烟进来了 大家就连忙散开 各回各的座位 我们今天要学的阵法 教艳行阵 军方也用 少的话呢 可以六人一组 多的话呢 六十人也行 林全 叶小蝶 张大力 苏唐 赵橘子 在家 前锋吧 你们六人出来 林全扶着腰 一脸哀伤地说 爱老师 我都快成残疾人了 我就不过来试了吧 爱情烟哪管他 就是要故意折腾他 不行 你们站在外面 几个人来到教室外 林全 你站前面 叶小蝶 苏唐 你们站第二排 张大力 你们三人站第三排 摆好了 说到一半 猛地从空中落下来个人 手一晃 就将在他来的 雷鹤收起来 冷着脸就朝爱情烟喝道 你这死贱人 果然还活着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不说林全他们 就是教室里的学生 都吃了一惊 爱老师什么时候得罪的人 人家都到学院来寻仇了 有学生就连忙拉响了 墙壁上的警钟 一听警铃大作 那人就手一拍 地上猛然出现一条黑色的水蛇 浑着发着黑光 一看就不是好对付的 爱情烟野脸一沉 正要喊出神兽 那水蛇抱起往前 速度奇快无比 连林全的眼神 都快追不上了 还发出刺拉的声响 竟然浑身带着一层电光 那黑光也是电 爱情烟想必都避不开 抬手一挡 黑蛇咬在他的胳膊上 一种麻痹的感觉 瞬间布满了他全身 他歪歪斜斜地就倒了下去 苏唐就娇喝一声 要让爬爬冲上去 干他 林全抓住爬爬的尾巴 将他扔开 浑身就痛得要命 他急忙叫出小火 烈焰喷剑 火焰如滴水般的一路蔓延 朝着那人的身上就烧去 那人却轻蔑地笑了 你就是那个林全 今天先放过你 说着 他身上冒出一团水雾 竟挡住了烈焰喷剑 林全却没在意他说的话 留意着那条黑蛇 暗黑翘蛇 种类 蛇科 等级 六阶 七阶神兽进度25% 变异 一 战斗力 十二万八千五百二十 战斗技能 狮神毒液 迅雷奔进 战斗适应性 平地加持症659% 可进化部位 口腔 爪子 毒性 皮毛 忠诚度 百分之八十 潜力 八阶 培育次数 三 三欲六阶的神兽 好强 最要命的是他的速度 就在林全让小火攻击 暗黑翘蛇主人的时候 他又再度咬中了 爱青烟的咽喉 哼 以我家小黑的毒素 他死定了 你还剩下十分钟 和他先别 那人狂笑几声 一翻身 竟在脚下冒出一团青烟 马上就消失了 林全一愣 这不是波多野家的忍术吗 他也是波多野家的人 波多野家 还有余念 林全 艾老师不行了 你快想想办法 叶小蝶抱着爱青烟 着急地喊 林全看清心不对 就让他掀上小火的脊背 跟着一跳 快速地奔回家去了 第156章 算是遇了个解 没救了 林全瞧着爱青烟 越来越缓慢的心跳 知道 以那暗黑翘蛇的毒性 一切都晚了 真就没救了 不对 要想救他 还有一个办法 林全双手按在爱青烟的额头 又马上挪开 在地上用起契约术 你 你是要把艾老师给 他是一族 只能是一世了 林全一声轻贺 强制契约 一道光环从地上冒出 直接跳到爱青烟的身上 将他全身笼罩 叮 宿主契约一卒 绑定序号三 生物体生命力大幅衰退 立刻进行恢复 就瞧着爱青烟苍白的面颊 开始有了血色 林全松了口气 总算是就回来了 还是老子机智 能想到这一招 要不然 艾老师这长腿美女教官 就得完蛋了 看爱青烟神情复杂地直起身子 盯着林全在瞧 林全就知道 他清楚现在是什么状况 我解除契约 强制解除 嗯 不对啊 怎么没用 强制解除 靠 玩我呢 林全头顶冒汗了 这整得哪出啊 我就想利用系统的漏洞 帮他把伤治好了 不是想契约一个异族啊 我先去买些吃的 叶小蝶扔下两人下楼去了 这个 艾老师 解除出了点问题 你故意的 艾青烟压抑着胸腔的奋火 一副要暴走的模样 他深深地怀疑 林全没安好心 虽然不知道他绑定他是为了什么 可是绑定后 他身体里的一些毛病都消失了 那暗黑翘蛇的毒素也没了 按理说他 还是要感激他的 可他马上就感受到了林全深深的无耻 真解除不了绑定 我也是御寿师 哪有解除不了的 我真没骗你啊 艾老师 你说我好端端的又带个神兽 不是 异族做什么 我怎么知道 艾青烟内心里涌起一丝恐惧 被绑定后 林全就可以把他收到空间带里了 也可以指挥他做一些 他不想做可不能违背主人指令的事 例如 要不你先洗个澡吧 刚才中毒后 你出了一身的汗 衣服都湿透了 你是不是还想我洗澡不关门 天地良心 我又不是没看过 你 艾青烟才不会去洗澡 他就双眼冒火地直视林全 林全都被他看慌了 艾老师 我一身清白 绝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 你也别这样瞪着我看 那你给我解除啊 艾青烟嘶吼着叫道 你特么还不故意 你要怎么才算不故意 林全想哭了 我特么都试了几十次了 就是无法解除 这肯定是系统搞的鬼啊 爹 强制解除 在百日内失效 靠 现在才说 林全妈了 好吗 这还绑定上了一位教官 还是个御姐 这日子还怎么过 你要知道 莲池怎么写的话 你就马上解除 要不 林全也放弃了 破罐破摔吧 反正也就这样了 那你要杀了我 你还想反噬我 要不让主人 好好地疼爱疼爱你 你别过来啊 你别过来 艾青烟一惊 跳起来就跑上楼 林全见笑道 主人晚上一个人 睡好孤单寂寞 不如陪陪主人 艾青烟一阵胆寒 砰得将门关上 就想哭了 这 虽然是救了我一命 可这还不如 让我死了呢 林全这才联起笑容 得看待他的数据 艾青烟 种类 一族 与美人 等级 五阶 六阶一族 进度88% 变异 5 绑定序号 3 战斗力 25856 战斗技能 抽骨划鞭 流泪成珠 无形划尾 战斗适应性 全地形加持症 558% 可进化部位 胸 腿 脸 骨骼 毛发 忠诚度 67% 潜力 九阶 培育次数 5 太菜了 比大白菜还菜 2万多 连我都打不过吧 技能什么意思呢 流泪成珠 就是说 能流出珍珠 淡水珠 还是海水珠 无形划尾 那就是能变得尾巴出来了 有点意思啊 可进化部位 这个就太有意思了 忠诚度有点低啊 我说 艾老师 小艾 你叫我什么 艾青烟勃然大怒 都开始叫上小艾了 那艾姐姐 艾美女 你想干什么 我这有些喝的 你喝不喝 进化药水 艾青烟一正 轻轻地拉开门 你说一族 也能喝你的进化药水 一族也能喝 专门给你练的 你喝下去试试 艾青烟犹豫了一会儿 接过来一口喝掉 她就脸色一变 眼中的灵犬 突然变得高大威猛 帅气多了 好像她说什么 自己要是不听的话 就违背良心 就是犯了天条 你到底 给我喝的是什么 哎呀 我拿错了 这瓶是 中程药水 这两瓶 才是进化药水 你 你这个混蛋 艾青烟喘着粗气 无力地倒在床上 完了 中程度满了 她说什么 我就无法反抗了 喝下这五瓶药水 你就知道 我对你有多好了 我 我不 我喝 不想两个字 都说不出来 结果进化药水 喝了下去 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艾青烟的胸 腿 脸 骨骼 毛发 都发生了变化 腿好像变得更长了 人也高了三公分 头发更加有光泽 连相貌有了轻微的变化 更漂亮了 更致命的是上衣 都快撑不住了 林全乐地在那拍手叫好 果真有用 等改天再帮你培育一下 让你战斗力 有个质的飞跃 艾青烟在床边 不停地喘气 这是战斗力的事吗 你摆明就没存好心 小艾 你也清楚 这城里就要发生大变故了 我怕你 没有自保之力啊 我都是为你好 林全笑起来的时候 露出八颗牙齿 看起来是那么人畜无害 在艾青烟眼中 他就是一个畜生啊 你把手拿开 艾青烟被他攀着肩 真想一口咬死他 你说 我如此对你 你必须得好好配合我吧 你 你要做什么 关于一族 我还有好些不了解的地方 我做深入细致的观察实验 林全还在笑着 大门砰的一声 被人踹开 林全 我草泥马 第157章 精神力异常 三上大吉 带着妹妹三上陶菜 直接就来找事了 他已经疯了 喝下中程药水的 暗夜浮雕鬼集体反噬 将三上家精心培养的 御寿师 全都赶死了 100瓶药水 100个御寿师 将近三上家一半的人手 三上大吉 杀了林全的心都有了 也不跟家里汇报 气势汹汹地杀了过来 我当是谁呢 这不是 你叫什么 三上大吉怒道 我是三上家的少主 三上大吉 难怪跟陶菜有几分相似 就是你没陶菜漂亮 男人要用漂亮来形容 那得多娘啊 三上大吉 虎背雄妖 确实不跟漂亮沾边 但他也无心 跟林全斗嘴 他是来兴师问罪的 你说 你卖给陶菜的400瓶药水 是不是插了什么东西 林全惊道 有人搞鬼 我呸 搞鬼的不是你吗 你少给我装算 你害我三上家 死了100多余寿师 你要如何交代 林全淡淡地说 三上兄 你有证据吗 就是上审判庭 也得讲证据啊 你不能上来 就血口喷人吧 三上大吉 音声道 我的手下的神兽 服侍了你的忠诚药水后 全部反噬 还需要什么证据 你一人说了不算 那这些算不算 地上瞬间 多了十几颗脑袋 都是被咬掉半边的 非常的血腥残忍 林全看了都想吐 这些都是你的手下 那还有假 你三上家手下 有点多了吧 嗯 你什么意思 要是苏承主知道 你三上家暗中培养御寿师 不知会怎么想 哎 我给苏西生先说一声 三上大吉 顿时汗毛都竖了起来 操 来这套 三上陶菜忙说 我们是为了狩猎 才培养御寿师的 那注册冒险团了吗 有团的话 应该有资料的呀 哪来的资料 三上陶菜也慌了神 急忙看向三上大吉 三上大吉 脑子也僵住了 这叫什么事啊 要不你们先回去 把脑袋也带走 我先检查检查 要是药水有问题 那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好好 三上兄妹信信地走了 爱青烟表情冷漠地走出来 你倒是会说话 把人都哄走了 药水是你搞的鬼吧 三上陶菜想要药水 我就卖给他 就是药水里堆了什么东西 过期还是变质 那我就不知道了 他要得及吗 我存货也只有那些 林泉走下楼瞧了眼 明显身体变化许多的爱青烟 黑笑道 我说爱老师 你以前就只能做平面模特 现在能上梯台了呀 爱青烟咬着嘴唇 想上去就一脚 把林泉从楼上踹下去 你怎么会绑定一族的 那是终结之战时留下来的办法 在永恒地宫里发现的秘籍 你到过永恒地宫 爱青烟惊道 对 我不但进去过 还在里面发现了终结之战的秘密 不过嘛 想要绑定一族 也不是说行就行的 需要强大的精神力 爱青烟嗤之以鼻 你一个二阶玉寿师 有多强大的精神力 我也想知道 林泉买了一块精神测试面板 放在桌上 心里还是有点忐忑 许久没测过了 也不知精神力到了什么阶段 你先试试吧 我 爱青烟将双手放在上面 一个A字扶了起来 你这是几阶面板 四阶面板 四阶面板的A 相当于是五阶面板的B 爱老师勉强进入五阶呀 爱青烟自己知道自己的实力 就哼道 你试试 林泉手掌一按 碰 整块面板碎成三半 一股黑烟冒出来 爱青烟惊道 四阶面板承受不了你的精神力 你不会到六阶了吧 这个 林泉也说不好 反正最近起床 就觉得精神饱满 跟喝了一桶红牛一样 又在系统商店 买了一块五阶的测试面板 再次将手掌放在面板上 秀 一个S跳了出来 不会吧 你有七阶预售师的精神力 爱青烟吃惊的 嘴里能放下一个西瓜 林泉笑了笑 他刚用了精神绝朔 再次将手放在面板上 跳出来的是个B字 四阶到五阶之间 爱青烟一样 感觉很意外 林泉转笑过来的时候 不是三升学院二阶班的学生吗 四阶满吧 林泉把精神测试面板收了起来 似乎自己的精神力波动比较大 无法用世俗的标准来判断 战斗力的大小呢 也是靠小伙和凤凤来支撑 体质是到了四阶格斗武士的水准 打起来 也有上下棋手等体术支撑 但依旧 无法跟八阶九阶 甚至七阶的御寿师格斗武士对汉 主人强壮 不是 强大 你也予有容颜吧 嗯 爱青烟回了一句 才骇然抬头 看林泉在校 就五味杂陈的低下脑袋 这等于承认了 他是主人了 堂堂一个异族 被人族给契约 还要被他调戏 这脸往哪里割呀 你放心吧 跟着我 吃香的喝辣的 还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你不负我 我不负你 说的倒是挺好听的 可我是你的教官啊 小蝶去买个快餐 怎么买大半天没回来 我下楼去看看 你在家待着吧 林泉来到楼下 就见快餐店外围满了人 你说那么漂亮的女生 怎么被打成这样了 她还是预售师呢 可那格斗武士也太强了吧 一拳就打得她脸开了花 她还勉强放出了神兽 是只兔子吧 对 长得还挺逗的 就是不顶用 林泉大惊 冲到店里 就见夜小蝶躺在地上 身体还在微微颤抖 阿红伤心绝望地趴在一边 耳朵都无力地捶着 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见到林泉 她就急忙在那跳来跳去的 想说什么 是谁干的 给老子出来 圣怒之下 林泉冲着店里就吼 碰 一个酒杯蹲在桌上 一条硕大的身影冒了出来 这女的打扰老子喝酒 我就揍了她 怎么了 你也想来送死吗 第158章 又多了一堆药水 送死 我看死的是你 轰隆隆 刺啦啦 小火和凤凤同时被放出来 小火更是直接展露原来的体型 一下就将快餐店的天花板给震翻了 凤凤也露出猙獰的面孔 七彩羽毛在那闪闪发亮 给我弄死她 那格斗武师脸色微变 龙 凤 哪个家族的子弟 竟能同时带着这两种神兽 烈焰缠绕 一道火蛇冲着格斗武师而来 将他身子一绕 就要死死的地捆住他 小儿客 格斗武师浑身一震 从身体表面就冒出一道霞光 居然直接把烈焰缠绕给震碎了 灵拳瞳孔一缩 小火可有六十多万战斗力 这格斗武师要能跟他打的话 至少是六阶到七阶 凤凤一悬身 震翅成兵 一道双寒之气 沿着地面就一路扑过去 店里员就四散逃窜的客人 刚被高温给弄得浑身冒汗 一下又像走在了冰原上 几个格斗武师御寿师 急忙退到店外 相互看去 眼中都是惊慌之色 灵拳帮叶小蝶把脸上的伤擦掉 又帮他上了活血声击散 叮 系统商店新药上柜 还请查看 灵拳一愣 这时候来新药 一看后狂喜 竟然出现了十几种从未见过的药水 其中有几种更是急需的 瞬间减轻内外伤 让四阶以下格斗武师御寿师 恢复完全身体技能的疗伤药水 能够提升七阶至九阶妖兽战力的增服药水 进化药水 升阶药水 能够服下后 就忠诚度100%的超级忠诚药水 能够一眨眼 就释放出方圆一公里范围致命毒气 能让五阶以下妖兽一族 失去战斗力的综合毒物 能够替化培育敏培养液的 成功率多达90%的培育单 能够削弱对方战斗意志 让人失去理智的混沌药水 能够 灵犬来不及看下去 先给叶小蝶服下了疗伤药水 咕噜噜 十秒过后 叶小蝶快裂开的脸颊 恢复如初 他睁眼看着一脸担忧的灵犬 心里像是灌了蜜一样 你在担心我 废话 自己老婆不担心 叶小蝶红着脸 听到一声狂吼 就侧目望去 雷动九天 九道惊雷就要激在格斗武师的身上 伸手一拍 一道黑光化成一条黑龙 吞噬掉了八道惊雷 但剩下的一道 还是打中了 让他身子一歪 就纵声大吼 你特么哪家养的龙 龙家还是华家 老子今天管你是哪家的 先斩了你这条龙再说 双翅斩杀 凤凤一扭身子 翅膀如旋风般的击出 不等格斗武师跳到空中 直接先拦住了他 格斗武师更是怒火中烧 一腿踹飞斩杀过来的锋刃 放弃对付小伙 直奔凤凤而来 要是一头神兽 哪怕是龙也好凤也好 他都有十足的信心 可这一龙一凤 配合无间 你来玩了我来 既能如潮水般涌来 就是他三头六臂也吃不消啊 他一顿脚 全身的能量集中在了手掌中 手掌一击出 一条黑龙就从他掌心跃出 凤凤快速地旋转身子 双翅斩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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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一道道长刀般的锋刃 不停地卷过去 黑龙哪遇上这种情况 斩成一节节的 格斗武师神色一变 刚往后退 就被小火再次发出的烈焰 缠绕给捆住了 他正要正开 凤凤如鬼魅般地冲上来 一记双翅斩杀 在他胸前留下了两道伤口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你大爷 灵拳掐着他脖子 就朝他脸上 狠狠地连续击下了十多下 能量已经快耗尽的格斗武师 就算本来实力在灵拳之上 也无法抵挡得住 没几下 就鼻梁断裂 颧骨塌陷 人也几乎没了力气 身体还在烈焰烧着 眼看就是个废人了 放了他吧 就是啊 他多可怜啊 他就是打了人 也不至于死吧 围观的客人在那求情 灵拳顿时暴怒 刚才你们去哪里了 看见女人被打 一个个做缩头乌龟 现在出来冒充好人 你们这么好意思帮他求情 灵拳一眼扫过去 那些客人 吓得都退后了几步 你干嘛 吓我们 就是 我们就是在这里吃快餐的 你要连我们都打 你还算是个人吗 一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人 刚才怎么没把那女的打死 灵拳一个剑步 冲到那说话的人面前 拎起她衣服 就左右开弓 把她打成了猪头 看到灵拳真敢施暴 那些人一下就做鸟兽散 逃得没影了 就还剩下老板在那 满脸愁容 算算 这地方要赔多少钱 我十倍赔你 也就几十万吧 账号 灵拳走到格斗武士身前 猛地注意到她胸口上落下的印记 按着她脑袋就拨开她头发 刚还没注意 你居然是从天牢里跑出来的一族 你 你怎么知道的 灵拳冷冷地说 你怎么逃过与灵军的 你别管我 你知道过几天就是六月二十七了吗 到时你们就 啊 烈焰缠绕猛的一炸 火焰就将格斗武士吞噬了 灵拳怒瞪了小伙一眼 控制好点行吗 我还没问完呢 小伙缩成小孩大小 委屈的 跑到凤凤身后躲着 看来漏网之鱼还不少 而且都是真正的高手 全程查天灵带 也只能找到些臭鱼烂虾吧 还有饭吗 再给我来几个饭 有的 有的 老板给灵拳打包好了八个盒饭 他才和叶小蝶上楼回家 爱清烟就躺在沙发那看电视 现在插播一条新闻 西门外五百米处 发现有一处天坑 是昨夜塌陷的 直径大概在五十米左右 与灵军统领苏西生 已前往查探 现在我们连线前方记者 请问苏统领 此处天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妖兽作祟吗 军方机密 无可奉告 听说下方有通道通往城里 能绕过护城静咒 可有此事 无可奉告 那是否跟一族有关 无可奉告 第159章 恢复青春的龙 灵拳站在坑边身头朝里看 得有二十来米身了呀 也不知跳下去 会不会把脚崴着 爬上来的格斗武师 看了他一眼 就跑过去 跟苏细生说 确实有一条地道通往城里 这么的 苏细生骂了巨娘 就招手 把一个静咒师叫过来 你说说 护城防御静咒 怎么只能到地面 防不了地下 这是苏黄亲自设置的 说是地下没必要 啪 那静咒师挨了个嘴巴 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 你他妈是说 我爸做错了 不 不是 苏细生哼道 鬼 小说 没必要冲他发火吗 这发现的早也不怕啊 特么就是晚了 苏细生抓起一把土 冷着脸说 从地道上的土层来看 至少弄了 有几十年了 几十年里 不知多少一族妖兽 从这里偷偷跑进城 几十年 灵拳也吃了一惊 侧头瞧着那通道口 大约也就十米的直径 再大的妖兽 也无法通过 一族也是一样 现在要弄清楚的是 是一族 还是妖兽弄的 是不是那个秦老大 另一头是在城西北城墙边出来的 我现在 让人带队去那边搜查了 苏细生骂道 这附近有雨林军经常过来巡查 也没查到 这片是谁负责的 龙英波 林权一正 想了想才说 龙英波有问题 我知道 但他是四大统领之一 我也拿他没办法 得等我爸回来再说了 苏红业不在城里 不是告诉他了 秦老大要对他出手 让他不要单独出城了 可是 林权苦笑 他一个学生 人微言轻 苏红业是什么人 他会怕秦老大 你也赶紧回去 把苏唐带着 保护好他 明天就是6月27了 林权立马点头 骑着小伙就回城去了 苏唐被叶小蝶叫到了家里 他还带着一箱的辣条 小伙一落在阳台上 就兴冲冲地跑过去抢 林权就朝他点点头 走到一旁 跟站在那喝水的小娟说道 三上家有动静了 三上大吉着了你的道 损失了上百玉兽师 心情非常糟糕 回家就砸东西 他还和三上淘菜 去了一趟三上家私射的妖兽场 带了一批暗影浮雕鬼回来 林权一惊 有那么多四阶妖兽 也不知他家有什么法子 总之 那妖兽场里 湖水去探过了 还有几百头的五阶妖兽 但你也不是做无用功 妖兽好找 那些玉兽师就没办法了 死了就是死了 那倒是 那小娟姐 你们得盯紧了 特别是天牢那边 也让位哥哥过去看着吧 明天就是二十七了 放心好了 老虎和小刀都在天牢 天牢 宁将军啃着一根玉米棒子 斜眼看向 被他揍得只剩下初期的披邻人 你们昨晚到什么 还集体给我起哄 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吗 是囚犯 还想要好吃的 吃人肉吗 做什么春秋大梦 披邻人被打得身上 鳞片都掉了大半 肉冒出来 全都是血 但他依然在那笑 姓名的 你等着吧 好日子到头了 马上你就知道了 我知道个屁 宁将军抓起一旁的电击棒 一下戳到披邻人的胸口 披邻人浑身一阵抽搐倒了下去 谁 是我 将军 龙统领说 要带几个人去院子里 小孙打开门 冒出脑袋说 那还不赶紧去 跟我说个屁啊 是 小孙把门关上 握着绳子 拉着四个一族 坐电梯到了一层 外面就是人族的活动区域 只有人族的囚犯 才能来这里放风 一族是没有这个资格的 他们只能在暗无天日的单人间里度日 从被关进来那一天起 到死的那一天 你们等着吧 马上龙统领就来了 脸上有伤疤的一族 咧嘴一笑 有烟吗 没 抽烟有伤身体 不抽也多活不了几年 伤疤一族说着 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尖笑 小孙立刻神色一变 刚要把四人带回去 一个长着牛头的一族 猛地张嘴 就咬住他的脑袋 另一个长着马脸的一族 就转过身 抬腿一踹 小孙被踹得人羊马翻 还不等他爬起来 伤疤一族 一脚踏在他胸口上 一用力就在他胸前 踏出一个大洞 静 静咒失笑了 小孙用尽全力 瞧着 贴在四个一族脖子上的静咒 色泽已不知什么时候按了下去 锦铃此时大作 有在港哨上的羽林军发现不对 伤疤一族就冷笑一声 走 四条身影跳过围墙 穿过静咒 就这样消失了 宁将军跑过来时 小孙连一口气都没了 他愣愣地看着被撕裂的静咒 倒吸了口凉气 快去告诉龙统领 有一族逃走了 龙荫波接到消息 手轻轻地抖了下 才将杯里的酒意饮而尽 青春丹送过来了 中和跑进来兴奋地说 快给祖宗用上 两人跑到寿篮呢 就见碧波水龙快要不行了 龙荫波翻过去 就扒开他的嘴 把青春丹扔了进去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在外面等候回复的羽林军 都快要抓狂了 这跑了一族可是大事 龙统领怎么连个命令都没有 赢 一声龙啸冲天起 以龙家为中心 方圆十余公里 都被震的玻璃窗都碎了 林全骇然跑到阳台那 看着龙家上空的水波纹 那条龙恢复了 是龙家的碧波水龙 叶小蝶惊道 那个方向 应该是 苏唐也吓得握紧了小手 林全焕出小火 就让他俩别跟过去 我去探探情况 小火飞到龙家上空 就立刻吓尿了 一团水波纹 绕在碧波水龙的身上 他哪还有那老太龙中的样子 站直了在那里 正阴森地抬头看天 哄 一道蓝色水柱 如活了一般地 直冲林全和小火而来 第160章 苏唐失踪 林全从小火身上一跃 翻身就落在了一处高楼的楼顶 小火也拼尽全力 才勉强躲开那道水柱 龙音波 我草泥马 林全骂了句 就一个跨步 跳上小火的后背 转头就往下面飞去 那小子还敢来寻死 中和瞧见了 就冷声道 别管他 明天就是大事之日 等到十连他一块收拾 龙音波安抚着能量 恢复大半的碧波水龙 看上去还没完全恢复到 圣衣的阶段 但九阶也够了 足以震慑城里那些 想要取代龙家的势力 天牢那边呢 那几个家伙跑出来了 是我先前就答应帮姓琴的忙 你要那个过来报信的雨林军 告诉姓宁的 让他把事情压下去 就说什么都不知道 林全一落地 湖水他们就围上来了 靠 那是碧波水龙吧 真变好了 那还有假 我们还是先跑再说吧 我们先去天牢看看 林全他们还没赶到 就接到了老虎的消息 他们拦下了其中三个一族 那牛头人和马面人 都被他们杀了 还剩下个批邻人 至于那带伤疤的一族 逃得太快了 他们根本追不上 老虎遇过那种一族 是极其罕见的密文人 密文人 一种身上天生 就带有能压制静咒的静女的一族 林全一领 难怪能突破天牢设置的静咒 可为什么天牢里 对那密文人没有做任何的防范 难道是龙音波故意弄的 不是一般的密文人 他可能还有别的本事 不然速度不会那么快 老虎可是五阶格斗五湿 他连影子都没摸到 你说 秦老大叫你们去哪里会合 批邻人被打得浑身冒血 一听这话 更是吃惊道 你 你怎么知道秦老大 我还知道 秦老大想要杀了苏洪燕 批邻人惊道 你都知道 那你还问我干什么 你说不说 湖水手一伸 一条泥丘就钻进了批邻人的身子里 从他这个洞里钻进去 那个洞里钻出来 看得林全都傻眼了 这玩意儿 要让女主播看见了 那还得了 我 我说 他让我们到城西北的云梦泽广场集合 好 林全说完 湖水就手一晃 泥丘直接从批邻人的嘴里钻出来 还带出了一团血 云梦泽广场 就离三上家不远 林全上次还路过了 小娟也过去跟林全碰头 原来守在外面的人 全都分散到了龙家 天牢去了 小娟姐 用你的花 小娟微微一笑 她撒了一地的种子 有什么风吹草动 可瞒她不过 就见她手掌一按 就在三上家的四周 冒出来了一堆的花朵 他们说 三上大吉刚离开了 三上陶菜也走了 家里就剩下三上厉鬼一人在 他们去了哪里 他们没说 林全晨音片刻 不能在这个时候 动三上厉鬼 也没把握 就先去云梦泽广场 那个密文人能压制静咒 肯定是用来对付苏红叶的关键 先把他干掉 一切就好说了 找不到人 来到广场 人散开找了一圈 也没发现密文人 林全就想 先把老姐淋浴盘叫来 让她带着冷黄的人 去寻找密文人 她还要去一趟青天居 谁知突然听到 前方一声惨叫 一个拖着袋鼠尾巴的义族 咬着个中年妇人的脑袋 在那啃着 老虎举起重剑 奔上去就一见了结那义族的生命 大家都得小心 我看 有些义族已经按捺不住了 我们知道 林玉盘还没来 林全就先把熊大熊二 那几十头嗜血熊人带上了 顺道去了趟快火灵 通知张大力 让他待在里面别出来 林哥 真有那么凶险吗 天都要变了 你说呢 那我得先躲好了 我还有大把青春没耗光呢 林全和张三也说了几句 张三大为吃惊 就让东北商会的人 也都躲进快火灵 他在带着熊大他们 感到青天居时 被人给拦住了 苏黄和苏统领都不在 苏小姐也不在 你暂时不能上去 那我留个话 你转到二位 就说 从天牢逃走了一个异族 是密闻人 能压制住静咒 让苏黄千万小心 那看门的就笑笑 浑然不当回事 林全只得先回家里再说 一进屋 他就吓了一跳 看屋里像是被飓风扫过一样 叶小蝶和苏唐都不在 他就喊了几声 才看到叶小蝶从楼上伸头喊 苏唐被人抓走了 你快想想办法吧 谁抓的 三上大吉 他 他疯了吗 这是摆明要造反了 抓苏唐 不说是他 就是苏红叶 也不会放过三上家 他没伤着你吧 他说目标不是我 就放了我 可是 阿红他 林全一愣 瞧着被抱在怀里 毛都没了的兔子阿红 摸出一瓶复活药水 迟疑了片刻 还是递给了叶小蝶 你为他喝下去 能把他救过来 这瓶复活药水 是系统的新手奖励 之后在系统商店里 也没见到过 林全原本是舍不得的 更不忍的 却是看到叶小蝶伤心的模样 卫下复活药水后 阿红不到几秒钟就睁开了眼 身上的毛发 又快速地长了出来 红彤彤的 比原来的色泽还要明亮 你能把苏唐救回来吗 三上他 他说要把他抓去拍片子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就看他的神情 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林全大惊 卧槽 三上大吉是不是变态啊 这种事也干得出来 三上家是想一个男丁 都不活下来了吗 我这就去找三上大吉 无论如何 都要把苏唐带回来 那 那我跟你去 你别去了 你在家里待着 把门关好 林全得放心带着他 想着可能遇到的危险 就将凤凤也留下来陪他 第161章 上门要人 三上大吉 你特么给老子滚出来 林全再度来到三上家门口 冲着里面就喊 没多久就冲出来几个人 都带着幽灵系的神兽 冷冰冰地看着林全 我说你吃错药了 跑来我这里大喊大叫 还敢骂你啊 你想快点死是吧 三上大吉冷着脸走了出来 他想不到 林全还敢跑过来 这坑三上家 不嫌坑得不够吗 你少给我来这套 你把苏唐带到哪里去了 还拍片 拍你妹的片啊 三上大吉怒道 你少他妈给我血口喷人 老子没那种爱好 没爱好 你们三上家以前不是出过一位女演员吗 打人不打脸 这对三上家来说并非什么光彩的事 林全这一提 三上大吉更是怒不可遏 你把话给老子说清楚 什么女演员 就是那位三上老师啊 一千年前威震四海的那位啊 泽泽 我还有他的藏品呢 你再找死 三上大吉一声低贺 暗夜凶鬼就前行到林全的脚下 双手伸着地上的阴影一探 直接往林全的当部抓去 林全早有防备 往后一闪身 就看地上多了数道找痕 也不由得一寒 这要被抓中了 少说也得断子绝孙吧 好阴险啊 走的都是下三落 果然就是在都城住了几百年 三上家还是本性不改 躲得了一招 躲得了第二招 林全愣了下 就看四周都是爪子的影子 将它包围在了中间 一道寒气从四面八方涌来 冷得骨头都快成冰疙瘩了 就算是双血系的妖兽 也没有这么冷的 幽灵系都自带寒气 果真不假 可是 你就算是六阶七阶的御寿师 你还是招惹错人了 小伙 烈焰喷剑 一团火焰从空中洒下 每一滴都砸在了阴影上 立刻就听到一声惨叫 暗夜凶鬼快速地缩了回去 这不是晚上 阳光对于幽灵系来说 有天生克制 让它们就算实力有一百 也只能发挥出不到二十 但到了晚上 在阴影覆盖的地方 它就算实力只有二十 也能发挥出一百 天还没黑 灵拳还有把握 你以为我只有幽灵系的神兽 你也太小瞧我了 三上大集看暗夜凶鬼受挫 丝毫不以为意 手掌一番 一头披着白毛的巨狼 出现在它的身后 银宗冰狼王 种类 犬科 等级 七阶 八阶进度百分之零 变异 零 战斗力 三十三万五千 战斗技能 寒霜扑面 兵剑连发 战斗适应性 雪地加持百分之七百五十 可进化部位 双爪 眼睛 尾部 皮毛 忠诚度 百分之三十五 潜力 九阶 培育次数 三 灵拳瞳孔一阵 三次培育的七阶神兽 三十多万的战斗力 你要怕了 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地认错 把该给我家的药水 全都加倍地浇出来 我还能放你一马 灵拳大笑 就凭你这七阶神兽 银宗冰狼王也想杀了我 三上大吉冷声道 你眼光倒不赖 能认出银宗冰狼王 不过 你要不认错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看谁先死吧 小伙 烈焰缠烧 两道火光直冲下去 化成两道绳索 要将银宗冰狼王 和三上大吉都绑住 光是那火光锁过之处 都烧得院子里的花草 都成了灰 那些三上家的御寿师 更是带着暗影浮雕鬼 逃得远远的 三上大吉一惊 手一拍 银宗冰狼王的后背 兵剑连发 数十道兵剑 密密麻麻 如火箭弹一般地投掷过来 打得火光节节败退 终于在离三上大吉 还有一米的时候 被完全击溃 但那兵剑 也全都打光了 三上大吉 和银宗冰狼王都是心有余悸的样子 不由得看灵全的表情都不一样了 这小子 哪里像是一个二阶御寿师 猛地跟个七阶八阶御寿师差不多 要再打一去 只会两败俱伤 够了 一个红中般的声音响起 三上厉鬼从屋子里飘出来 灵全立马就待住了 就见三上厉鬼的身后 有个十层高的鬼影 将地面几乎都铺满了 天空中的阳光 也全都看不见 你这娃娃 骗我家的钱 害死我家的人还不够 还要诬陷大吉 我家小蝶亲眼见到三上大吉 把苏唐抓走的 亲眼见的 就是真的了 我跟苏红业无冤无仇 就是要对付你 也没必要惹怒他老人家吧 你们跟秦老大合作 早有灭了苏家的意思 还怕得罪苏红业 三上厉鬼神色一变 这小子这都知道 今天可不能放过他了 灵全确见他 不像是说谎的样子 难不成真是什么人 扮成三上大吉 把苏唐抓走的 既然三上家主说了 那我也信了 再会 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小火 灵全一翻身 才跨到小火背上 就感到一股无名压力 让小火都飞都飞不起来 他就暗暗叫苦 把熊大他们留在家里做什么 带过来也好当挡箭牌啊 三上家主 没必要吧 我就是个小孩 你这么认真干什么 三上厉鬼冷笑道 你要是一般的小孩 那让你走也没什么 可你却是单顶派的高徒 我想见识下单顶派的本事 特么的 要交代了 不行 精神绝朔 搜魂朔 三上厉鬼父子的大脑 顿时一震 就在这当口 灵全跳上小火的背脊 跑 一人一龙 瞬间就跑得没影了 三上厉鬼很快就回过神来 可还是晚了一步 这个小鬼 鬼门倒真多 连我都差点着了道 大吉 三上大吉就有点惨了 看他那口吐白沫的样子 少说也得十天半个月才能恢复 灵全下来 刚要飞回家中 半道上就被苏西生拦住了 小说 联络器你也不回 密信你也不看 我还跑了青天聚一趟 天老走失了一个密文人 那家伙能压制密咒 我知道了 苏西生摇摇手中的联络器 我工作实用工作好 你干跑那么快 差点死在三上厉鬼手里了 哎 这边是 灵全一看就知道了 这是地下通道的另一边 下面有个一族的巢穴 有没有兴趣 跟我下去看看 没有 第162章 地下巢穴 苏西生推着灵全往前走 这地方着实有点紧 像我这么伟安的男人 不能老低着头走路吧 你还伟安 比我矮半的头呢 我说小说 苏唐被人抓走 你都不着急 我二哥回来了 我告诉他了 他亲自带人去找了 你也帮不上忙 灵全这才放心 苏唐他二叔听说 可是个狠人 超级狠的那种 曾经一个人 就干掉了一窝的九街妖兽 当场包了皮 把骨头炖成汤喝了 这地方也太黑了吧 联络器你没调成手电筒 你也没调啊 两人同时一调好 就吓了一大跳 前面还好 两边墙上全是白骨 尤其以头骨为多 都嵌在了墙里 这要胆量小一点的 都要吓得叫妈妈了 都是一族吃剩下后 就摁在墙上的吧 我记得 有些一族 特别喜欢吃人的眼珠子 说眼珠子赚得多 吃起来倍儿香 我说小说 没事别科普这种东西啊 我昨晚吃了烤鸡 都要吐出来了 就我们俩 这不是你的慌吗 得说说话 小说 你越说 我越害怕了 两人说说停停 终于走到头了 就看出现一个 一两百平的空间 地上都铺着草席 应该是有人住过 四周墙上 也照样是 欠着森森白骨 看得让人心里发毛 林泉拿连落气照了一圈 看墙角 那还蹲着个人 走上去一拍 差点没跳起来 是个没脑袋的人 背着身子坐在那 还以为是活人 头才被吃掉没多久 从血液浓稠来分析 死了也没两天 想起来了 一种叫地血鬼人的异族 就碍住在地下 不过他们 不爱吃人头啊 苏西生也照了一圈 还往头上照了照 除了那无头尸体 也没别的发现 我明白了 苏西生猛地一拍大腿 吓得林泉一个哆嗦 我说小说 咱们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你说话就说话 唉 有种一族 爱吃人的脑髓 习惯把人脑袋给砍下来 把天灵盖给打开了 抱着脑袋 拿吸管戳 林泉听着就不自在 脑袋顶上 好像凉嗖嗖的 没什么发现了 我们要不先出去吧 看你吓成什么样了 小说 我还是个大学生 经不起吓的 好了好了 走吧 两人正要转身 突然从墙壁里 传来一声喘息 声音又轻又长 听得林泉一惊 这在地下 可真的太吓人了吧 小说 你在吓我 不是我 是墙里传出来的 那 右边的墙壁 突然就塌下来了 泥土树树落下 然后军裂崩塌 一个女人就在那抱着脸 在喘气 傻子都知道不对劲了呀 林泉觉得 心脏都要停跳了 苏西生好一些 也好不到哪里去 想到这地方狭窄无比 也没法把神兽叫出来 就手指掐成个 古怪的形状 要用静咒 我 我在哪里 女子一抬头 林泉脸都白了 这女的脸上 像被野兽啃过一样 这里缺一块 那里少一声 连鼻子都只剩下半截 两边脸颊 深深地陷下去 还带着血 下巴也是 缺了一边 眼珠子还跑到眼眶外面来了 这一看就不是正常人啊 爱老师 你上 爱青烟被扔到空间带里 好不郁闷 一出来就看见这么个火宝 她就想缩回去 林泉一脚踹在她屁股上 给我上啊 爱青烟诅咒林泉生儿子没屁 张开嘴 把手伸进去一抽 一条骨鞭就出现在她手中 苏西生惊了 这是一族吧 不是神兽吧 林泉能契约一族 她哪里学来的 永恒地宫 对 只有永恒地宫 这小子 把这种事也瞒着 不行 等秦老大的是完了 等找她好好聊聊 抽骨化鞭 爱青烟一边就挥上去 空气中噼里啪啦的 响起了一阵 跟爆米花似的声音 鞭烧在空中 就化成一阵黑烟 直奔着那女人的脸上打去 你们要伤害我 女人张嘴一咬 就咬中鞭烧 爱青烟用力地抽 也一点都抽不动 她就傻了 那可是她的骨头 上面还带着血呢 这要是收不回来 她以后走路 都得猴着腰 上面有毒 灵泉突然大叫一声 那女人就张嘴一松 爱青烟总算把骨边收回来了 她就不敢再用了 干脆一晃身子 无形化尾 一股距离 直接拍到那女人的身上 女人居然就直接被拍翻了 灵泉和苏西生一正 不至于吧 这么不紧打 不是长得挺强者的样子吗 还是 也是一族受害者 灵泉走过去一瞧 立刻汗毛倒数 就看那女人 脑袋咕噜噜地滚了下来 摔在一边 她的脖子里 爬出来一些白色小虫 每一只都跟蛆差不多 就看两眼都受不了 这是一行虫 能够把死人 弄成跟活人差不多 但只要受到外力打击 马上就会脱落 爱青烟认得 她早就死了 那怎么还会说话 一行虫能控制肌肉 能勉强说上一两句话 灵泉松了口气 低头就注意到 女人胸前的徽章 小叔 认得吗 这是 苏西生看了几眼 忽然惊到 蛇梅和五彩物 这是杨家的女人 才有的徽章 杨家 这女人是杨家的 是了 是了 五十年前 杨青子的母亲失踪了 那是杨家 全程搜查也没找到 那她就不是一族了 是被一族掳到这里来的 灵泉想着 要不要带她出去 交给杨神超 好好安葬 爱青烟低下身说 她也是一族 嗯 不会吧 她一手撕开女人的衣服 就看她腰部 竟然盘着一条尾巴 青红色的尾巴 她是青湖人 狐狸人的分支 杨家竟然敢跟一族通婚 我饶不了他们 苏西生狂怒道 杨家不可能不知道 青湖人的身份 还生下来了杨青子 那杨青子 就是杨家跟一族的混血 四分之一的一族 这在人族里 是禁忌中的禁忌啊 当初一族怎么来的 想想都可怕 第163章 变脸人 苏西生和林泉出来后 兵分两路 他带着一队羽灵军 去找杨青子 林泉就和爱青烟 去找苏唐的二叔 苏黎生正在查找苏唐的线索 就在东城的上青湖附近 爱青烟先把谷边收回去 张嘴 吞 一米多长 也能吞下去 爱老师天赋过人啊 哼 爱青烟 知道他话里有话 你再不声不响地 把我扔到空间带里 我就拿鞭子抽你 哎 爱老师你有抽人的爱好 是不是平时还喜欢穿皮革制品 皮衣皮裤 林泉摸着下巴 浮想翩翩 你满脑子都是些什么厌杂玩意儿 青春期还能想别的 你太高看我了吧 林泉变戏法式的 拿出一个粽子 吃点甜的垫垫肚子吧 我不吃甜粽子 我吃咸的 那你喝甜豆花 还是咸豆花 甜的 林泉又拿出碗面 那吃这个吧 牛肉扫子面 你怎么什么都有 我在里面也没看见 腰兽也好 一族也好 进到空间带 就类似冬眠状态 哪还能找到吃的 二人边走边吃 来到上青湖 就看着三十七八岁的男人 带着两个死鱼眼 在湖边绕来绕去 二叔 我是林泉 苏黎生朝他一点头 就指着湖边说 你看这是什么 辣条 苏唐爱吃的牌子 他多半就被带到了这附近 苏黎生背负双手说 我去了一趟你家里 问过叶小蝶了 那个假冒三上大吉的 是一种脸不能变形的一族 是变脸人 他是 我的教官 老师 爱老师 地府学院的教官 你好 苏黎生跟爱青烟握握手 继续说 确实是变脸人 但我不知道 他有什么意图 线索在湖边就断了 我们正准备去湖星岛看看 上青湖极大 原就是都城建城里开凿出来的 挖出的淤泥 就堆积成了湖星岛 上面还住着十几户人家 但一般情况下 也很少跟湖外的人来往 林全惊讶的是 苏黎生居然没发出 爱青烟是一族 就见一个死鱼眼 弄来一条船 把人都载上 就开向湖星岛 二叔 我问个事啊 有没有能长期生活在水里的一族 不存在的 一族有一半基因是人族 需要到水面呼吸 你是担心 湖里有一族 上青湖每年都会清理 连妖兽都藏不了 林全不是担心这个 就是想到了就问一嘴 传开的飞快 看得出死鱼眼 也想尽快找到苏唐 上去吧 还不等靠岸 苏黎生一点船头 如一道剑般的摄像岛上 林全和爱青烟 也跟着跳了上去 他吃惊地回头看去 这小子和那教官 也练过体数 他哪知道 林全体质 相当于四阶格斗武师 爱青烟本身就是一族 不是单纯的御寿师 他在岛上 就感到脚下软软的 岸边被湖水冲刷 土都是松软的 你们去那边 我和林全 爱教官去这边 一边往左 一边往右 林全小心谨慎地 跟在苏黎生后边 听苏唐说 苏家四兄妹 都是九阶十里 尤其是苏黎生 已经快要升到圣一 但不敢保证会不会出事 毕竟秦老大连苏红业 都敢暗杀 那里见了吗 都是吊脚楼 生活的都是岛民 爱青烟一指 林全就说 爱老师 你来过 来过一次 是林奥谷带我来的 还有几位学校里 别的教官 说是这岛上的 大头鱼 特别鲜美 说着 苏黎生突然速度一快 直接冲到一个 吊脚楼前 掌心一拍 一道红光冲天起 直接将吊脚楼吞没 一个人全身是火的 跑了出来 好强的劲咒 随手就发出来了 比苏西生还强 啊 那人被火烧的痛苦不堪 在地上翻滚着 很快就露出一条鱼尾 不停地拍打着地面 我在外面就闻到 你的臭味了 李渔人 苏黎生冷冷地说 苏唐在哪里 那抓走他的便脸人 住在哪一间屋子 啊 我 我不能说 李渔人说着一转头 从嘴里喷出一团臭水 苏黎生避开后 一脚将他脑袋踩扁 林犬 你记住了 李渔人吐的水有剧毒 是他们常年 积累下来的毒质 一沾上就会生疮 知道了 二叔 此时就见前面几个 吊脚楼里 都跑出来了人 将脸上的人皮面具一扯 露出了鱼头 难怪林奥谷说 这里的大头鱼好吃 你们是来吃鱼头火锅的吧 爱青烟瞪了他一眼 就被他搂腰一拉 他刚要发火 就看地上 跳起一条肉红色的小蛇 正立着身子 做攻击状 红血是身蛇 苏黎生冷笑一声 手指一挫 一道静皱 直接将蛇 烘成了粉末 这胡兴岛看来 已经被异族和妖兽占据了 你们都要小心 那些鲤鱼人掉头就跑 分别逃向不同的方向 苏黎生就喊 分头追 林泉咧嘴一笑 追上一个鲤鱼人 不等他转头喷水 就一个点心手 将他戳倒 爱青烟也一边抽翻了一个鲤鱼人 林泉就把两人扔在一起 不想死就好好交代 那变脸人跑哪里去了 呸 我们落在你们手里 还能活得了吗 那不好说 我对异族一向有爱有加 不信你问问他 他 他是于美人 鲤鱼人大喜 这可是近亲啊 可林泉看来 这两种异族也差太远了吧 你问他我对他我好 每天夜里我都搂着他睡觉 他都快要给我生小卑鄙了 鲤鱼人喜悼 那我也能跟他一样 也帮我生小卑鄙 林泉一阵恶心 这顿鱼头火锅都吃不下嘴啊 不是 你也会善待我们 当然 那 那我告诉你 那个变脸人 他在最里面的一个吊脚楼里 谢谢你啊 林泉抬手就一掌一个 把两个鲤鱼人都解决了 爱青烟有点生气 你骗他们干什么 我还得当祖宗供掌 我吃错药了吗 我 哄 空中突然一阵响雷 一条龙正飞过去 碧波水龙 第164章 满天神兽 卧槽 龙家的碧波水龙 好几十年没见过了 怎么又出来了 太吓人了 雨林军不管的吗 龙英波是四大统领之一 雨林军谁敢管 我的小兽兽 城中七阶玉兽师的神兽 全都低下了头颅 吓得瑟瑟发抖 八阶玉兽师的神兽 还能勉强支撑 九阶玉兽师的神兽 撑着脖子 神情复杂地看着天空 你在做什么 龙英波 一道身影如彩虹般 投到空中 浑身一震 一道浩然之气 直冲云霄 那碧波水龙 也停了下来 骑在他身上的龙英波 在那喊道 季先生请让开 让开 你知道 你在搞什么吗 不到战时 九阶以上神兽 不得无故放出 季无命大声喝道 季先生不肯让开 休怪我无情 龙英波一按龙手 一道蓝色水柱 撞在季无命胸口 就看季无命连动 都没动一下 硬生生地挡着了这一击 季无命 是九阶阁斗武师 艾青烟说着 就看灵犬 快步朝狐心奔去 他才没精神 去看那空中的战斗 得先把苏唐救出来再说 狐心处的吊脚楼里 苏唐被变脸人 捆得跟个粽子一样 嘴里还塞着条臭咸鱼 让他就算醒了 也根本没办法 使用静皱 但苏唐那眼神 几乎是快要把变脸人 生吞活泼了 更让他感觉怪异的是 变脸人变出了 苏洪夜的模样 在那摆着几台摄像机 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把你拍下来 然后送到青天居 苏家人肯定的心浮气躁 手脚忙乱 苏洪夜也就更是得急的上火 到时秦老大 必然要在我头上记忆功 便脸人坏笑着 把录像开关打开 走到苏唐跟前 光拍干的也没意思 不如我们来一道荤菜 好让苏洪夜更加吐血 苏唐看他手掌伸过来 眼中终于多了一丝恐惧 他的手 他要干什么 放在我腰上做什么 吃个浑蛋 给我滚开啊 你说 你矮得跟个冬瓜似的 长得虽好 可要是平常 你宋爷也一点兴趣都没有 现在啊 勉为其难 给你爷爷苏老魔头眼 溢出好些 说着 信送的便脸人 就去解裤子 苏唐下的脸都白了 他就是再迟钝 也知道他要做什么了 顿时眼泪就不受控地落下来 你哭什么 你宋爷我从来就连花细女 一点会温柔对你 便脸人 在那黑黑地笑着 等把束缚解除 正打算上前 哄 屋门被一拳击碎 一个人影 如炮弹般地冲上前 直接就撞在他身上 谁 一撞就撞得 便脸人头晕脑胀 差点从屋里摔出去 莫等看清来人 又被一拳打在胸口 瞬间胸腔碎裂 张嘴就吐出一口老血 连爬起来的机会都没 双腿就被踩断 便脸人痛苦地捂着腿 在地上滚着 痛死我了 痛啊 林全示意爱青烟盯着他 就将咸鱼 从苏唐的嘴里拔出来 呸呸 林全 你可算来了 我差点就被他给祸祸了 苏唐又气又急 挣扎着 让林全帮他解开绳子 冲上去 就一脚踹在便脸人的正中间 啊 一阵淡散 便脸人抽着冷气 在那不停地叫着 苏唐 苏黎生也过来了 看着场景顿时暴怒 一指挥出 一道静咒 就让便脸人的脑袋落地 而说 你这 我还想问问一族的事 你就能不能慢点 林全无奈地说 还有什么好问的 兵来降挡水来吐烟就是了 你们姓苏的就不能有点谋略 都是莽夫吗 林全气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反正苏唐也得救了 他就让苏唐和苏黎生先回去 他也要回家一趟 空中就轰得一声巨响 一出木屋 就看全城都下起了蓝色的雨 九阶的龙族好强啊 林全抬头看去 那既无命 起初还能抵挡 但随着碧波水龙的攻势全面发动 他不由地节节败退 身上还挨了几下 人已如同强弩之末 在那不停地喘气 季先生 你是青天居的直士 是苏黄 让你来对付我的 不是 你无视城中规矩 带着九阶神兽玉空飞行 你到爱管闲事 不如 哼 又是一头神兽飞到空中 竟然是头长着一对翅膀的冰狼 那冰狼上坐着的玉兽师眼神 极其冰冷 如从冰山上走下来的死人一样 龙云波 你家那条龙都死了半截了 还能伤人 是不是你搞了什么鬼 张脚 我家的事 你休要多管 我和继无命在打 你们玉物派也要插手 一身黄袍的张脚冷声道 在城中 我就要管 那你就来试试吧 龙云波刚说完 一头碧眼狮子 也飞在了空中 跟着一头浑身闪着紫光的雨鹤 一直接近五吨重的红铃巨像 一条通体有黑的长脚巨背 十多头各种能飞的神兽 将碧波水龙围在了中间 一时间整个都城上空 都是各种神兽 灵犬也骑着小火 飞了上去 陈永杰 你特么也来掺耗 我可没得罪过你陈家 张清芳 你张家想取代我龙家多时了 想要借着人多杀了我 宋石鬼 你也来掺这一脚 老子平时对你们激动部队 有多照顾 杨清子 杨家也想要找死吗 雷光炫采授上的杨清子 冷冷地说 你是不是跟一族有合作 你这等畜生 人人得而诛之 龙云波看着这十多人 能上来的 不是九阶 也最少是杨清子 这样的八阶御寿师 还不说 斜对面还有一位圣阶格斗武师 在那抱着双臂 好像睡着了 他不禁隐隐有了退意 但是恢复如初的 碧波水龙却不想退 他斗志旺盛 想要把眼前的所有人都干掉 我听说那个异族的秦老大 给了你担药 能让你家的碧波水龙 恢复青春 看来是真的 所有人都看向了最后面的灵全 有这事 第165章 沙龙道师 灵全 你可有证据 杨清子问道 他刚才说龙云波跟异族勾结 也只是猜测 灵全既然也说了 那龙云波就没得跑了 一个铁钉写在耻辱柱上的叛徒 我刚才和苏二叔分手 从他嘴里得知的 千真万确 几个小时后 就是6月27了 龙云波既要作死 就送他去死 好 你可听见了 杨清子大喝道 还不结绑水龙 束手就擒 苏黎生 龙云波神色一变 他竟然回来了 要他也在的话 配合他的敬咒 那自己连逃生的机会都不多了 碧波水龙 就算斗智激昂 也受到龙云波的影响 开始动摇了 灵全看他尾巴往下一滴 就喊道 动手 要说对龙族的了解 除了他在场 就是龙云波了 可是没人听他指挥 不说他人为言轻 在场的都是大佬 就是跟他认识的杨清子 也没把他的话当成回事 战机稍纵即逝 碧波水龙的尾巴 又开始摆动 灵全暗叫可惜 苏黎生说的 又算什么 只有苏黄 才能定我的罪 我只是一时高兴 带着我家祖宗在空中游乐 现在我回去了 诸位别再跟着了吧 继无命哪会让他走 身上还挂了彩 不找回场子 以后人也别做了 他就奋力一冲 速度之快 都特么突破阴障了 原来所战之处 留下一朵残云 人已经到了碧波水龙的身前 灵全也跟了上去 他可不会放过 能痛打龙云波的机会 哄 雷动九天 九到今天 巨雷砸在碧波水龙的身上 碧波水龙却纹丝不动 如一块巨石 灵全心中大惊 四阶神兽 就算是培育过一次的小伙 完全无法伤得了九阶的水龙啊 眼神一扫 更是骇然失色 碧波水龙 种类 龙族 碧波水龙 等级 九阶 圣一阶神兽进度99% 变异 1 战斗力 3665 3553 战斗技能 晴天水柱 水慢八方 无敌水剑 金水银海 战斗适应性 全地形加持症999% 可进化部位 口腔 爪子 毒性 皮毛 忠诚度 100% 潜力 圣接 培育次数 四 灵拳快晕过去了 三千多万的战斗力 绑一起 都不够他下饭的呀 难怪龙家靠他 就能成为城中强大的势力 小伙到九阶的时候 也能有几千万战斗力吧 轰 轰 轰 继无命拳头 却不停地挥击着 每一拳就发出 炸山式的响声 看他那拳影中的白色气息 他修的体数 应该是水系 和寒霜系结合的 拳阵东山 继无命一个勾拳 拳势如山青般地打下来 碧波水龙 张嘴就喷出一道水柱 晴天水柱 将他全境完全消掉 剩下的御寿师 和格斗武师 看起无命越来越吃力 都不由地相互看去 要是此时一起上去 就算赢不了 也能压制住碧波水龙 只是 这些人也各怀鬼胎 竟都不肯向前 连杨青子 都按着雷光炫彩兽 在那迟出不前 灵泉真是看透了 这些大佬了 全特么不是东西 没办法了 只能出绝招了 灵泉在空间袋里翻了一遍 摸出一样东西 直接就给扔了过去 辣条 碧波水龙一嗅到味道 就眼神大变 扔下技无命 冲过来就叼住辣条 张嘴吞掉 又伸出舌头 用力地舔了下嘴唇 一脸稀奇地看向灵泉 果然特么的龙族 都爱吃辣条 想吃吗 我还有 灵泉摇了摇手中的辣条 碧波水龙脑袋不停地点着 龙音波都傻了 这是弄得哪出啊 也不看看场合吗 不就一点吃的吗 你就叛变了 那跟我走吧 灵泉是一小伙 飞往城外 碧波水龙 也在这龙音波 跟着飞过去 杨青子迟一片刻 就追了上去 还有记无命 和那圣街格斗武师 树人飞到城外一处荒山亭下 灵泉落地后 就扔出一箱辣条 碧波水龙跟小狗似的 冲上来就不停地吃 祖宗 你爱吃这个 我给你买啊 龙音波都不知怎么办好了 想带他走 他也不肯走 要命的是 碧波水龙不是他的神兽 是他家里的 契约是签在树代之前的龙家家主身上 后来那位家主临死前用了密法 让碧波水龙 帮助世代龙家家主 但跟契约下来的神兽 完全不是一回事 乖啊 要听话 以后我就经常给你吃 灵泉松了口气 瞧着想要上来偷袭的记无命 刚要让他退后 记无命就被碧波水龙一围 打得晕死过去 碧波水龙再一扭头 直接将记无命吞掉了 龙家的碧波水龙 连人都吃 哼 圣街格斗武师浑身一抖 冲天光柱 照得四周 一片紫光 龙音波脸色微变 他知道 这位圣街格斗武师 两年前才入圣街 一向不喜多事 刚才也只是旁观 不然他要插手 龙音波也不好过 但见碧波水龙吞掉记无命 显然触怒了他 陈父子 没你说话的份 圣街格斗武师喝道 神兽伤人 一向都是死罪 你教不教 他今天都死定了 说完 陈父子一脉步往前 灵泉就觉得 眼前一道紫光闪过 碧波水龙倒在地上 胸口多了一个窟窿 他惊得目瞪口呆 这就是圣街格斗武师的战斗力 圣街对九阶 就真如登天一样难 差距就是天壤之别 圣街杀九阶 就跟杀技一样 就看陈父子手 托着一颗硕大的心脏 手一晃 心脏就消失不见 想是进了他的收纳袋了 紧跟着他一扭头 便再也不看 面如死灰的龙音波一眼 消失得无影无踪 杨青子冷冷地看着龙音波 一拱手 也带雷光炫采兽走了 龙音波跟个死人似的 灵泉一晃身子 将碧波水龙的尸体 收进空间带 骑上小伙就喊 跑 龙音波这才反应过来 顿时咆哮道 灵泉 你把祖宗的尸体 弄到哪里去了 哄 灵泉还没飞入城中 前方就一道闪电打落 他一低头 地上一个焦黑的躯体 正是岑夫子 吓得他魂飞魄散 第166章 烤龙肉 四周一个鬼影都没有 灵泉 却心惊肉跳的 下来捡走了岑夫子的收纳袋 把小伙也放进空间带里 头也不回地跑向城里 好可怕 是谁动的手 苏红叶 那岑夫子和他有仇 要不是秦老大 不会吧 提前一天 灵泉看天快黑了 也就几个小时 就到6月27了 他马不停蹄地跑回家里 主人 熊大才说了两个字 就被他叫着 把嗜血熊人都带上 先去他们住的院子里再说 小爹 灵泉踹开房门 就马上说 快穿上衣服 叶小爹还将在那里 他正在换上玉兽师的斗篷 灵泉就冲进来了 啊 一声尖叫 连八条街外都能听见了 你要做死啊 你会不会敲门 手长在屁股上了吗 来不及了 灵泉帮他把斗篷给套上 挥一张袋上了 袋了 走了 拉着他的小手 就冲到阳台那 一跃而起 在半空中才坐上小伙的后背 地面上的嗜血熊人 就只能跟在后面跑 咦 哪里跑出来这么多的木乃烟 谁知道啊 块头还挺大 死之前都是两三米的巨汗吗 落到院子里 灵泉才喘着气 把爱情烟放出来 跑到井边打了一碗水 冰冷的井水喝下去 天也就全黑下来了 赶来的嗜血熊人 把灯给点上 就围在院子里坐下 我先弄块金河出来再说 灵泉把碧波水龙的尸体一放出来 熊大熊二都看傻眼了 这是龙湿 你们眼睛长胳膊上的 还用我说 哼 主人牛叉呀 龙湿全身都是宝 特别是龙心 用来炼制毒药 无论哪一种 都能提升五十倍的毒性 灵泉一愣 那个岑夫子带走龙心 是因为这个 爱情烟也说 就是别的部位 用来做材料 也都是上上之选 尤其啊 我说灵泉 你能不能听我说话 灵泉从龙湿下 伸出脑袋 爱老师继续说啊 我这取金盒呢 叶小蝶就不上去了 他捂着鼻子 蹲在熊大的身边 龙肝对人是大补 练出来的油 又叫神油 你先等等 爱老师 这神油 莫非能提振男人魅力 是有这个说法 这条龙还是久接的 作用更是非同一般 灵泉就冲叶小蝶使眼色 小蝶 那我练出油了 我们来试试 叶小蝶红着脸别过头 才不稀罕理他 这龙灵 是能拿来做兵器的 能练造出上等的神兵 也能做成护甲 龙皮也是做护甲的材料 龙的脏气 除了龙肝 别的也是有大补的 喂 你们在干什么呀 熊二几个憨熊跑过去喝龙血 怕血流在地上脏了 到时再收集 就不好喝了 看得熊大那些别的嗜血熊人 都眼馋不及 喝点血打什么紧啊 熊大 你让大家都喝点 肉也吃点 主人万岁 几十头嗜血熊人 就扑上去 爬在碧波水龙的尸体上 这里咬一块 那里咬一块 还不忘把那龙铃 都给包下来 放在一边 叶小蝶奇道 龙铃那么好包吗 要是活着的龙不好包 死了龙铃 就是不包 过几天 也会自动脱落 爱清烟说着话 周紫月兄妹和铁心男 就过来了 灵犬让他们早点 把药水防关了 赶来这里集合 一进院子 瞧见碧波水龙 也是一副 看呆的样子 心男过来 帮师傅一把 这特么好紧啊 铁心男就上去 拿刀帮着灵犬 把隔膜给切开 终于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将碧波水龙的金盒 取出来 光旧金盒 就足足有餐桌大小 灵犬拖着放在地上 又拿水给冲洗过了 就看得它愣住了 一大半 都是水蓝色的 可有一小半 是紫色的 这是因为那碧波水龙 原来是圣街神兽 后来老了 成了九街神兽 就回来的时间又短 才没能恢复到圣街 造成金盒一大半 是九街 一小半 是圣街的光泽 灵犬心想 原来是想直接啃掉的 这也太大了 还得想办法 恢复圣街的能量 再吃吧 就是小伙和凤凤 也不能让他们吃了 扔到空间袋里 就让铁心男 又割下一些肉 打算晚上 就吃烤龙肉 剩下的部分 按部位分开 拿保鲜膜包好了 再放食空间袋 光旧这些事 都忙了快两个小时 等吃上烤肉时 天都黑的 只剩下星光了 柳真子也过来了 是叶小蝶通知他的 说不放心 他在学院一个人住着 莫多久小娟过来说 龙音波完了 三上家也完蛋了 小娟把打听到的消息 告诉大家 苏黎生 亲手把龙音波的精神 给摧毁了 带着他回了青天居 有人看见说 龙音波 就跟个唐氏综合症患者一样 苏西生 亲自带人去的三上家 把三上厉鬼 和三上大忌都杀了 只有三上 陶菜不在家 逃过一劫 但他人也不知去向 苏红叶 这是要连根拔掉 跟秦老大配合的势力 动作太快了 也没想到 苏家会这么强势 一点情面也不讲 小娟低声说 大姐叫 我们都小心点 别被误伤了 其余的一族呢 都没找到吗 不好找 杨家也被苏西生上门 闹了一通 但杨神抄他爸 把杨亲子交出去后 杨家就暂时没事了 林泉想着杨亲子 是一族混血的事 就歪了歪嘴 这种事情啊 少掺和的好 听说一些一族体能变态 技术超群 上抗能撑得住 好几个小时 也不是随便什么人族 都能够通婚的 你说今晚就会出事吗 叶小蝶拿胳膊肘碰碰林泉 出事跟我们也无关了 我们就安心 等着风头过去吧 你不担心苏红叶 盛街的事 我们担心也没用 倒不如担心 今晚上床不够用 大家都得挤一挤了 几个女孩都抬起头来 林泉就痛苦地说 我吃点亏 小蝶 艾老师 小娟姐 柳学姐 你们跟我一个通铺吧 话说完 面前就齐刷刷地 竖起了四个中指 看来大家是同意了呀 我也不反对 第167章 夜观天象 不利单挑 叶小蝶和柳真子 先进去睡了 两人硬是站了一个大屋 大通铺 还把周子鱼带上了 本来是石头是血 熊人睡的 他们现在只能睡地上了 小娟则打包了几十斤的龙肉 跑去找淋浴盘了 剩下几个人 精神奕奕地等着消息 林泉 你真不害怕吗 要是秦老大赢了 我们现在 就出城还来得见 不然 城里就是个人间地狱啊 艾青烟苦笑着说 怕有用吗 我要是怕 我就去鬼门镇了 那地方倒是个乐土 林泉把手枕在脑后 拿着根牙签在踢牙 天要塌了 那也是信苏地先扛着 苏洪叶都扛不住 那他们这些小鱼小虾 能顶什么用 给了苏洪叶那么多的生洁药水 进化药水 增幅药水 忠诚药水 他要还是输了 那他就找块豆腐 撞死算了 我是说早做准备 艾青烟扯着他胳膊说 你不能装死啊 我没装死 我再思考一个问题 嗯 我在想 要是与美人和人族生出来的后代 会是个什么模样 艾青烟气的脸都清了 这时候了 还有心想这种事 师父 你不行 林泉一下就弹起来了 生气地说 你说什么 你师父不行 你再说一遍 我把你脑袋拧下来 当球踢 不是 周紫月连忙摆手 我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 我听张师叔说的 这与美人有特异之处 不是一般人能碰的 林泉呸道 你听张胖子在那胡扯 他们快活灵 也没弄到过于美人 艾青烟挥手 就给了周紫月一个响雷 你一个小屁孩 成天听张大力乱说什么呢 周紫月疼得直挫脑袋 也不敢还手 和铁心男就跑去睡觉了 眼见着就凌晨了 林泉抬头看着星空 我夜观天象 日出东方立婚嫁配娶 也立主人纳妾 我说艾老师 你 轰隆隆 猛然一道巨雷 像是将夜空都撕开了一样 把林泉要说的话 给直接打断 他就想说 艾青烟也完全听不见了 就看数百头的尸臼飞到天空 数千的雨林军 手持着长枪盾牌 骑在上面 林泉和艾青烟 都为之失色 连忙起身 来了 来了 哄 又是一道巨雷 在白色光柱之中 一个人影浮在那里 那人全身都笼罩在一件灰色长袍里 脸部的下半截带着面目 一双眼神凄亮如星 还留着一头披肩的长发 双手背在身后 冷冷地扫射着空中的雨林军 苏红夜呢 他嘴唇轻轻一动 三个字就传得满城人 都听得清清楚楚的 一个身影跃众而出 骑着九头火炼蛇 在那喝道 苏黄启示你能直呼其名的 你就是那姓秦的 秦某人特地找来苏红夜一站 他敢献身否 秦老大淡淡地说着 突然之间 城里上千处的地方 发出爆炸声 数千道身影窜了出来 刘统领一惊 看着一道刺眼的青色光华 亮在身边 才安心地说 马老来了 交给你了 我去下面 你放心吧 马老骑着一头青色巨牛身上 眼神也极其冷漠 只是那牛上的圣光 让人都不敢小觑 他就是城中三位 圣街御寿师之一的马秀 青背圣火牛 种类 牛科 等级 圣一街 圣二街神兽进度35% 变异 二 绑定序号 一 战斗力 182586582 战斗技能 轻牛顶撞 长脚极挑 牛蒙震天 火牛震 战斗适应性 全地形加持症1085% 可进化部位 口腔 蹄子 牛角 忠诚度 85% 潜力 圣5 培育次数 4 灵犬倒吸了口凉气 乖乖龙地冻 一亿多的战斗力 这要打起来 怕不是天都要崩了吧 这青牛 是吃什么长大的 马老都来了 爱青烟难难地说 他心中的震撼 比灵犬有过之无不及 马秀可是城中五老之一 也是少数还有战斗力的圣街强者 平时都是身居简视 不再管外面的事 马家人也极为低调 你也是圣街 圣移御寿师 苏洪业不敢出来 叫你来凑数的 秦老大好大的口气 连圣街御寿师都不放在眼里 好在马秀年纪大氧气 功夫也深 浑然不在意 你嘲笑老夫也没什么 我本就不如苏洪业 他不想跟你一般见识 那也只能有老夫来陪你过几招了 秦老大叹息道 你以为你入了圣街 就可以与我为敌了 你还差得远了 马秀微笑道 你要现在就退出城外 我也不会跟他你动手 哼 我来了 还想让我走 秦老大忽然一动 灵犬却看着他 好像动都没动一样的 可在等了几秒后 就听到滴血的声音 秦老大背在身后的手 缓慢地伸出来 一颗牛头就在他手里 轻背圣火牛 连头都被拧下来了 一亿八千万的战斗力啊 在他眼里如此不堪一击 马秀这才骇然失色 低头一看 整个人连牛一起 就摔了下去 灵犬看着落下的地方 正是在马家的分店 刘哥那个店面的方向 就将爱青烟扔进袋囊里 飞快地冲过去 圣街惊河 就听到耳边不时传来惨叫声 许多楼房都冒起了火 与邻军跟作乱的一族 打成一团 根本就顾不了许多 他也管不了他们了 这不是南帝城 对付的不是从一个方向 冲进城内的妖兽 而是潜伏在城中多年的一族 他们精心策划 虽受到一些阻碍 三上家 剥夺野家 龙家都被打残了 可丝毫不会影响他们的士气 而且现在看 一族还是太多了 光是掀开天灵盖抓人 还完全不够 拿到圣街惊河 就先想办法去鬼门镇再说吧 这个地方太危险 真不是普通人能带的 青牛坠落的地方 就在前面了 灵犬一绕过去一看 整个傻眼 第168章 技能同步 青被圣火牛 把马家砸穿了的大窟窿 光是尸体上的余镜 就把店铺烧得通红 刘哥在外面站着 跟表现阴郁的马掌柜 说了几句 扭头要走 灵犬 你跑这里干什么 我路过 赶紧走 刘哥说了句 就上了一辆摩托车 轰的一声 喷着油门 就不见了 马掌柜 也回头跟他说 你别进去 灵犬乃会听他的 低头就冲进了 活场里了 青被圣火牛体型巨大 从楼顶 一路贯穿到地下室 都被砸透了 灵犬就禁止走到地下室 好家伙 光是站在十几米外 那热量都足够烤地瓜的了 再要往前走 就是刚捞上的鱼 都得烤熟了 灵犬只能让小伙带牢 可大可小 小伙变成方便操作的体型 冲到青被圣火牛的身旁 就开始挖金河 这技能能不能移植到 主人身上 定 宿主有所领悟 技能将会逐步与绑定生物同步 定 宿主领悟绑定 续好一生物的技能 烈焰喷剑 定 宿主领悟绑定 续好二生物的技能 振翅成兵 定 宿主领悟绑定 续好三生物的技能 流泪成猪 靠 能不能减点有用的 烈焰喷剑还好说 可大可小 不是更棒 振翅成兵 我哪来的翅膀啊 还成兵 成兵棍啊 流泪成猪 你大意的没事就哭 灵犬对系统彻底无语了 小伙 就听到前面一声炸响 灵犬紧张地喊道 这才见小伙满头冒烟 跟个被骗到煤矿里 干活的弱智一样 抱着颗超大的金河 跑了出来 灵犬一看那金河 就愣住了 要就体积 跟碧波水龙的差不多 都是餐桌大小 还冒着青色的光泽 在金河四周游动 就是 它整个裂开了 能量正在快速地 往外面一散 灵犬马上知道 这金河要不用掉的话 能量一散完 就跟石头一样了 凤凤 小伙 爱青烟 你们吃了它 凤凤小伙就罢了 张嘴就啃 嘎崩脆 爱青烟 可真就是傻在那里了 我吃圣街金河 我会死的 那这么大 就光他们两个小家伙吃 那我就吃一点 爱青烟试着一咬 牙都快崩下来了 灵犬突然发现 一散速度再加快 他就着急了 不行 不能浪费了 就那两个小家伙 吃得也不够快啊 要不 灵犬打开药水合成器 找到能用的上 圣街金河的方子 隐身药水 快速生发药水 八街生街药水 复活 复活药水 灵犬大喜 又看上面 还需要几种材料 暗铃白胶的尾巴 青被圣火牛的眼睛 雷光炫采收的爪子 龙族的鳞片 就这几样 鳞片我带了一些 其余的你 赶紧去找 去哪里找啊 就店里啊 这里是马家 艾青烟恍然大悟 灵犬就和他分头 去寻找材料 那边两个小家伙 就在那啃食着金河 还不时抬起脑瓜 在那黑黑傻笑 分明就是常见的 村头村尾 两个憨屁 灵犬先找到了 暗铃白胶的尾巴 还是三条 青被圣火牛的眼睛 也好找 青被圣火 牛不就在眼前吗 雷光炫采收的爪子 就不能去找杨青子要吧 幸好艾青烟也找到了 他就抱着爪子跑过来 你们干什么呢 马掌柜进来了 看这场景 惊得眼珠子都出来了 好家伙 和这灵犬 是来打劫的呀 总店说 要守着青被圣火牛的尸体 要能取得圣街金河 那可是 一笔超大的买卖 联盟里 肯定会有不少人出大价钱 结果 这倒好 灵犬抢先一步 还让他那一龙一缝吃上了 你这是在糟蹋宝贝啊 马叔 这金河被摔碎了 要不马上用掉的话 立刻能量就会消失 马掌柜愣了下 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 就说 那你那两个小家伙吃得消 肯定能吃得消 我还有别的办法 灵犬把药水 合成器具像画摆在身前 马掌柜一眼 就看出作用来了 这种长条形的器具 一看就是要拿来烧烤用的 圣街金河能做烧烤 哪能呢 我这是在炼药水 你看到这些格子了吗 这就是丹顶派 真正的镇派之宝 格格乌 格格乌 马掌柜一惊 听名字就跟一般的顶炉不一样 我将各种材料放在格子里 再用我派里的独门练法 不用多久就能练出药水来 喂 你这小子 雷光炫采收的爪子 暗铃白胶的尾巴 都是垫的东西吧 你还趁火打劫 回头给马输钱 灵犬看能量消失太快了 也不跟马掌柜多说 将青背圣火牛的眼睛 龙族的鳞片 暗铃白胶的尾巴 雷光炫采收的爪子 还有剩下的青背 圣火牛的金河 它要合成的是复活药水 开始 一道道炫采光滑 从药水合成器里冒出 上面的材料一个个的消失 就听到咔咔的几声轻响 药水合成器的最后一格 自动弹开 里面冒出了十多瓶药水 全都是复活药水 看到还剩下有圣接金河 灵犬就让爱青烟和马掌柜 去找材料 它还要合成隐身药水 这俩都被镇住了 单顶派练药水是这么练的 人家练个几个月几年 你就一眨眼功夫 就完了 这还是用的圣接金河啊 你练出来的是什么药水啊 震惊写在两人的脸上 灵犬再三催促 他们才跑去找材料 灵犬又一次放到格子里 再一次练出三瓶隐身药水 马掌柜完全傻了 城里传说 灵犬是什么单顶派的高徒 灵犬又跟他解释过 可那种什么 遇见老师傅的话 就跟天方夜谭一样 他打死都不信 可眼前发生的是 不由的马掌柜不信了 他深深地被灵犬高超诡异的手法震住了 灵犬看到 圣接金河消耗光了 一共炼出了十瓶复活药水 三瓶隐身药水 和五瓶八接 圣接药水 马掌柜就说 灵犬 有空聊聊吗 改天吧 我得回去了 哄 头顶一个火球笔直地落下 砸在屋顶 让本来就烧得够呛的店铺 瞬间成了火海 第169章 单挑藤万人 小伙双吃一张 同时身躯便大数倍 直接将着火落下的东西都挡住 灵犬也将爱青烟收回空间带里 正要叫马掌柜小心 一转头 就一句卧槽 马掌柜牵着一头细犬站在火中 身上浮出一层细密的水雾 将火全都挡在外面 我这头冰临金刚犬 可不怕这点小火 那 那有事再聊 回头再把钱转给马叔了 灵犬一翻身骑上小火 撞破天花板飞了出去 整个都城都快成了人间炼狱 在空中望去 着火的地方都快超过半座城了 玉兽师 格斗武师都在跟异族搏杀 到处都是释放各种能量造成的震动 一条街一条街的线下去 一座楼街一座楼倒塌 不时传来各种惨叫声 有人有异族 也有妖兽 神兽 灵犬根本不敢多呆 以他的实力 在这种情景之下 如同一夜扶平 倒是那个秦老大 他跑哪里去了 杀了马秀 他人就消失了 不好 天牢里的一族都被放出来了 一个骑着独角兽的羽灵军边跑边喊 还没跑到灵犬脚下 就被一根细长的树藤 直接穿过心脏钉在地上 灵犬心下大惊 叫起小火 就要飞高一些 就看到无数藤腕 在下面几栋低矮的楼房四周攀爬过来 穿过楼房 就蔓延出无数的藤条 伸到楼里 将里面的人全都刺死 灵犬惊害之下 飞到五十米的高空 谁知一根手臂粗的藤条 竟笔直地刺了上来 烈焰喷剑 树到火焰 从小火的嘴里喷出 这对付植物系的妖兽也好 异族也好 是绝对管用的 哪知道 那藤条竟只烧掉了上面的一些细枝 主干依旧往上空刺来 小火也愣住了 灵犬就一翻身 直接跳下来 示意小火赶紧飞远一些 他一落地 就放出凤凤 双翅斩杀 数不清的锋刃 将一些还想继续攀过去的藤条 直接斩断 就看到巷子深处走出来一个人 藤条就是从他的手里爬出来的 他的双手就跟长长的树干一样 他那张脸也怪异的吓人 仿佛是长了数百年 已经开始枯死的老树 还爬满了各种爬虫 双眼更是空洞无神 像两棵树洞 藤万人 种类 异族 植物系 等级 七阶 战斗力 103 8522 战斗技能 藤万缠绕 无限延伸 3M捆绑 战斗适应性 草地树林 加持正785% 可净化部位 手臂 毒性 双眼 潜力 100多万的战斗力 灵拳倒吸了口凉气 他可不想碰上 超过60万战斗力的敌人 烈焰缠绕 小火发狂似的 喷出树道火蛇 眼看就要冲到那藤万人的面前 将它缠住了 藤万人双手一并 从他手臂里长出来的藤枝 就跟蛇似的 快速地组成了一堵墙 火蛇撞在上面 就喷得一声消失了 林全心下大惊 连火都不怕 馋都馋不住 小火也猛逼了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你不要挡住我的路 藤万人开口了 声音跟拿粉笔在黑板上 划过一样的刺耳 林全刚想说 那我让开 突然从附近的楼房里 冲出数条藤枝 朝着他的身子就过来 卧槽 林全一惊 一个翻身 就闪过几根藤枝 凤凤又是一记 震翅成兵 将那些藤枝完全冻住 不得已 林全将爱青烟也放出来了 藤万人 你怎么招惹到这种家伙的 他一见对面站着的家伙 就是一惊 这玩意儿 要怎么对付 他是少数长有金河的一族 果然一族也有金河 只是数量稀少 林全心想 那此番大战过后 神兽死伤一定不少 一族也不少 那不知有多少金河掉落 你将他体内的金河 取走 他就完了 你他妈不是废话吗 他要不死 我怎么取金河 林全没空跟他开玩笑 你上去顶着 我先跑路了 你 一根藤万扫过来 爱青烟吓得抽出骨鞭 就是一鞭子打落 你们还不肯走吗 那就送你们走 藤万人一声甘笑 就看他双手张开 数千条藤枝 从他手臂里长出 沿着横道 朝林全涌来 林全金的脸都白了 这特么要晚 小伙 雷动九天 九道惊雷震天落下 打在那些藤枝的前面 稍稍有点作用 也就挡了几秒 可很快的 那些藤枝又快速地游动 连着火的痕迹都没有 印得令人发指 再来 雷动九天 雷动九天 连续打了五次 终于有了些作用 那些藤枝总算减缓了 林全也带着凤凤和爱青烟 退后了数十米 但这也激怒了藤万人 他的眼睛转了几圈 露出一个激励般的红点 不识好歹的蠢货 杀 哄 地面开始震动 数十条藤枝从地上伸出来 朝着林全的双腿就捆去 3M捆绑 林全骇然失色 用尽全力 想要动一动 可那藤枝像是生根了 根本就动不了 完了 完了 这次真要交代了 我怎么会死在一个七阶一族手里 我还没跟小蝶 哼 后悔了 我说了 不管是什么人 都不要挡我的路 碰 他才说完 胸前就多了一个洞 藤万人不敢置信地 低头看了眼 所有的藤枝 快速地缩了回去 他那双手 也变成了跟人一样 是 是谁 是你祖宗 林玉盘手握着柄长枪 懒洋洋地带着小青走出来 你要杀我老弟 问没问过我林玉盘 老姐 林全大喜 最不靠谱的老姐 竟然在这时候出现 她真是喜出望外啊 你这小子 还不带着小蝶出城 还留在这里 做什么 我 我就去捡了柯金盒 正准备回去带小蝶他们离开呢 什么金盒 那是你老姐要捡的 轮得到你吗 林全憨笑两声 就注意到 林玉盘突然收起笑容 一脸严肃地转身 朝向弄深处看去 林家果然人才被出 但今天都要死在这里 一个身子慢吞吞地走出来 秦老大 第170章 林家世仇 小青喷的一声 变成了数十米长 前身挺立着 那身上的九眼花纹 都像活过来了 在那转动不停 一股清气 更从她的身体里 浮了出来 带着一股射人的气息 那一对獠牙 也在那闪闪发亮 毒液随时都会喷出去 林玉盘 更是握紧长枪 双眼眯成了一条缝 林全咬着牙走上前 身后带着缝缝 和小伙 跟她并肩站立 至于爱青烟 虽然已经吓尿了 可还是撑着身子 站在林全的身后 那姓马的死状 你们也看见了 还打算跟我打 有点不自量力了吧 林玉盘冷笑道 听你口气 你似乎认识 我们林家仙人 你们父亲吗 我不认识 我到时的 你们林家另一个人 那个叫林壮忠 他可真是个棘手的家伙 我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才把他弄死 林玉盘和林全脸色 瞬间一变 林壮忠 他们姐弟俩的太爷爷 南帝城里传说中的 赏金猎人 也是赫赫有名的 冒险团团长 曾带着冒险团 排进了南部前十名 创造了南帝城的记录 可在林全爷爷二十岁时 就失踪了 从此生死不知 居然是死在这姓秦的 一族手里 那你今天 就别想走了 林全一说完 秦老大就笑了 就凭你们俩 你们连当年 林壮忠的百分之一 战斗力都没有 能跟我打 林全挺胸道 打不过也要打 大不了 就是死罢了 林玉盘淡淡地说 林全摸出五十瓶 增幅药水 分了十瓶给小青 剩下四十瓶 他和凤凤 小伙 爱青烟一人十瓶 老子今天跟你拼了 秦老大也不拦着他们 饶有兴致地 看他们喝下增幅药水 这就是你练得 超过精致强心丹的玩意儿 哼 老子的东西多了 林全一晃身 人突然从前面消失了 隐身药水 林玉盘和秦老大 都愣了下 就在一瞬间 秦老大头一偏 一股拳风 从他脖子边划过 跟着又是一指点 在他背心上 上下七手 点新手 藏匿身形 这种圣武阶格斗武师的体术 你竟也学会了 秦老大微微一愣 却跟着晒笑道 我就站着任你打 你也破不了我的防 小青 林玉盘哪会让林全 跟秦老大单打独斗 蛇猪却还 小青蛇口一张 竖到独猪如连猪炮式的 一颗颗的冲出 到得秦老大的身前 又立刻画成一个个的圆圈 雕虫小剑 秦老大伸手一抓 所有的毒株都到了他手里 他一张嘴 竟将毒株全都吞下去了 小青一惊 姐姐 他不好对付啊 我知道 林玉盘将长枪往地上一插 双手一挫 竟掐出了一道静咒 秦老大 这才微微动容 你从哪里学来的静咒 破琉璃 静咒一出 林玉盘的身前 骇然多了一道七彩琉璃斩 大地随之 也被七彩光滑照亮 跟着更是轰的一声巨响 地面碎裂出一条 数十米长的裂缝 七彩琉璃斩一碎 无数的碎片 就冲着秦老大扑去 好 秦老大一拳击出 所有的碎片 在离他五米之外 就轰然击溃 静咒 竟也伤不了他分毫 实力差距太大了 点新手 解扣式 松锦士 鹰之手 错园掌 灵拳每一招 打秦老大的身上 就跟打在一块石头上一样 他情景之下 猛然张嘴 烈焰喷剑 咦 灵玉盘 小青 小火 凤凤 爱青烟 都杀住了 灵拳居然能喷火 烈焰一烧到秦老大的身上 他终于有了反应 回头就一掌切过去 灵拳虽然隐身 又不是无形 被一掌打得火焰全息 人也被打得一下翻过去 滚出了十几米远 隐身效果也随之消失 他捂着胸口 连站都站不起来 够了 没时间 跟你们这些小家伙玩 秦老大说着 伸手虚抓一下 就听到 小青惨叫倒地 身子被掐断 缩成了一条 一米多长的青蛇 灵玉盘柳梅倒树 手指快速地连掐树下 姐 姐 姐 快跑 你 你不是他对手 小青说完就闭上了眼 灵拳一阵心痛 强忍着剧痛 快速地冲到小青身边 将他扔进空间带 再一拉铃玉盘 喊道 退 想走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把我其某人当成 当成什么 一个声音在头顶响起 灵拳像是遇见救星似的 抬头大叫 苏爷爷 一身红色斗篷的苏红叶 终于来了 他还带着苏黎生 缓缓地落在地上 一头赤眼红甲的麒麟 就在苏红叶的身旁 傲然站着 一条冒着红色血水的蛟龙 也在空中盘旋着 一群金色的甲虫 永永不绝地从地上冒出来 苏红叶的三大神兽 赤甲拓荒麒麟 试水试血蛟龙 暗叶吞火金甲虫 全都是圣剑 全都冒着淡淡的圣光 灵拳信心大振 但也不敢再留下多看 拉着想要拼命的灵玉盘低声说 我能救得了清俭 快走 灵玉盘一震 就被灵拳带到小伙背上 咻 小伙驮着众人 快速地消失在了黑夜里 你跟灵家有仇 那是你的事 你扰得我太武帝府不安宁 却要你拿命来还 苏红叶 人人称你为皇 我秦某人眼中 你却连狗屁都不是 好狂妄的小子 老夫五十年来 从未见过你这等狂人 正好将你收拾了 以震慑消消 秦老大冷笑道 那我告诉你 我两百年来 也没见过你这种不懂事的小子 两百年 苏红叶微微一愣 一族有能活超过一百五十年的 你到底是什么一族 秦老大仰天大笑 那你要问一个人了 谁 南帝 什么 苏黎生脸色大变 爸 他不是南帝的后人吧 不可能 南帝怎么会跟 一族生下这等孽种 第171章 复活九眼青蛇 苏红叶盯着秦老大的脸 看了半声 才冷声道 老夫不管你是谁的后人 敢搞事 老夫今天就要让你死 那就把本事拿出来吧 秦老大手臂一伸 手掌朝天 就见四周的高楼 瞬间全部倒塌 无数的碎石砖瓦 飘浮在半空 他的人也随之慢慢地浮起 你还等什么 我倒想问你在等什么 黎生 苏黎生手一震 一个人扔在地上 正是那逃得不知去向的密文人 此时他早就没了呼吸 只是一具尸体 你想用密文人压制我父亲的秘咒 做梦 你以为全天下只有一个密文人 出来吧 就看从黑暗处冒出数十人 全都赤着上身 脸上身上全是天生的密文 苏黎生脸色一变 哪里跑出来这么多的密文人 密文人一族早就被我收服了 那天牢里的密文人 只是一个诱饵 让你们分心去找罢了 父亲 苏红叶微微一笑 就算不用敬咒 你就可以杀得了老夫 倒是想试试 秦老大傲然道 赤甲破荒麒麟 赤水赤血蛟龙 暗夜吞火金甲虫 三种圣街神兽同时动了 整个都城都在晃了起来 林泉落在院子里 连站都快站不稳了 这一站 就算苏红叶能赢 都城也要毁了 小青 看着被放在地上小青 淋浴盘掐着林泉的脖子 你倒是救啊 这舅舅 老姐你别动手动脚的呀 我可告诉你 哎呦呦 林泉拿着复活药水 就往小青的嘴里灌 别的人都跑出来了 听说了后 都在那紧张地等着 你们也别睡了 准备离城 林泉心想都起来了 那就赶紧走吧 他一刻也不想待下去了 轰隆隆 数十道闪电落在城墙四周 立刻组成了一道电行牢笼 淋浴盘随之神色一变 不好 是护城静咒正式启动了 我们走不了了 老姐 你先把大壮哥他们叫回来 要走我有办法 地道 叶小蝶知道了 对 地道还通着 护城静咒也只能防备城上 防不了城下 这是我亲耳听苏西生说的 这时 小青终于动了下 淋浴盘连忙将他抱在怀里 又过了几分钟 小青总算活过来了 灵犬扫了眼 就愣住了 九眼青蛇 种类 蛇目 等级 七阶 八阶神兽进度18% 变异 二 战斗力 675 8828 战斗技能 比走龙蛇 蛇化为龙 蛇猪雀还 蛇转乾坤 战斗适应性 水路加持症1834% 可进化部位 口腔 眼睛 爪子 潜力 圣接 中程度 99% 培育次数 4 怎么回事 上次不还是七阶吗 喝了复活药水 活过来后 就直接升了一阶 战斗力也翻了五倍啊 还多了一项战斗技能 那老姐 也变成七阶御兽师了 还有潜力 小青的潜力 居然上升到了圣阶 再仔细一看 圣阶后 还有个小字舞 圣五阶 谢谢你啊 小子 小青探出脑袋 吐着性子说 灵犬大咧咧的一白手 小青姐 你这话说的 我们都是自家人吗 你以后念着我的好就行了 臭小子 那大家都收拾好了 赶紧走吧 人道也不少 灵犬 灵玉盘 叶小蝶 柳真子 还有苏唐 周紫月 周紫渝 铁星南 跟那熊大熊二 那三十多号的嗜血熊人 通知小娟大壮他们 在地道口会合 大家就不行过去 到了地方一瞧 守在地道那的羽灵军 也都不见了 估计都去参战了 城西北相对来说 被破坏的较少些 这地方就是个贫民窟 秦老大的一族 也没心思搞破坏吧 等小娟他们到了 小娟就先扔一些种子在周围 大壮跳下去探路 灵犬等了十来分钟 大壮跑上来就摇头 不行 堵住了 堵住了 肯定是苏西胜干的 那能打通吗 要打通的话 估计地面会承受不了 我试试从城墙上走 老虎说着 就跳到城墙上去 没多久 他就鼻青脸肿地下来了 太强了 根本行不通 大姐 你能破得了护城静咒吗 这是苏洪叶的静咒 太强了 我破不了 灵犬就拉着他问 老姐 你哪学的静咒 我有一次出去狩猎 摔到一个山崖下 那地方有一个洞 灵犬黑着脸说 不用把我说过的话 再说一次吧 那你说 你什么时候学会练丹呢 灵犬只好插开话题 那出不了城怎么办 等 等苏洪叶和性情的 奋出胜负 要是苏洪叶赢了 就会旋风扫落叶般地 把城里的异族杀光 我们出不出城也一样 要是性情的异族赢了 护城密咒 会立刻失效 我们马上就走 灵犬无奈地盘腿坐下 那就只能等了 轰隆隆 天空亮如白昼 城里所有人都在看着 在跟秦老大打得难解难分的苏洪叶 无数的高楼大厦被炸掉 被推平 光是落下的石头砸死的人 都不计其数 但更多的是 停止了战斗的羽灵军和异族 都在紧盯着天空 好强 光是这两位圣街级数的强者战斗 就足以摧毁一座数百万人口的大城 连灵犬都心情为之颤抖 这才是真正的强者啊 那头赤水是血蛟龙 张嘴就要吞掉半个天空似的 要是小伙能到圣街的话 一定比他还要强大吧 灵犬 叶小蝶靠过来说 我总有些不安 苏爷爷一直不用敬咒 怕是胜不了那个家伙 灵犬也注意到了 但他还是安慰叶小蝶说 没有敬咒 三头圣街神兽还不够 我就是感觉不对 就在这时 赤水是血蛟龙 被秦老大虚空一刀 竟把脑袋给斩了下来 所有人都是心头一惊 那可是圣街神兽啊 灵犬看那赤水是血蛟龙落下的地方 心中贪念在蠢蠢欲动 你想去取金河 对 你来不及的 那落下来的地方是杨家 灵犬一正 推测过后 就看淋浴盘套在小青的背上 我去还差不多 靠 老姐抢生意啊 第172章 苏洪夜败了 灵犬盘在前 灵犬在后 两人飞速赶到杨家 杨总管不在 杨亲子也被苏西生带走 不知去向 就还剩下杨神超 握着长枪 带着数个家仆站在花园里 瞧着落地的赤水 是血蛟龙 神超 哼 是你 杨神超表情怪异 哎 我说什么 也就过你一命嘛 你特么还有脸提 喜神术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丢人 那有什么 人生嘛 就是丢人的时候多 这才是人生的常态 咦 好有道理 那你来做什么 我来说为了赤水 是血蛟龙的金河 哈哈 好笑 这是苏黄的神兽 我杨家必须守卫着他 等苏家人来拿 林全还想再说什么 一个俏丽的身影 一出来 就一脚踹向他 我说阿柔姑娘 我跟你有仇吗 仇大了 你害死了陶菜知道吗 阿柔握着方天画戟 戟肩对着林全 三上家跟一族勾结 那是他们自作孽不可活 跟我可无关 我对陶菜嘛 也是很在意的 那你帮他跟苏黄求情 让苏家放过他 林全一愣 我说话管用吗 你不找杨总管 找了 我爸说这种事 他不好开口 杨神超冷冷地说 你害人不浅 就当是补过了 林全摸着下巴想了一会儿 就说 你把三上陶菜交出来 我带他离开渡城 你怎么知道他在我这里 阿柔惊道 废话 你跟他穿一条裤子长大的 他要跑能跑到哪里 你还帮他求情 不在你这里 还能去哪里 成现在也出不了了 林全说的阿柔无语了 他就走进屋里 把三上陶菜带出来 三上陶菜一见林全 就咬着嘴唇 三上厉鬼和三上大鸡都死了 全城还在找他 他想活下去 只能靠这个混蛋了 带你走没问题 金河我也要 林全一拉他 就将他推到林玉盘身边 快步走向赤水是雪蛟龙 杨神超的家仆想拦住他 被杨神超摇头叫住 让他拿 等苏家的人找过来 就说他拿走的就是了 林全也不在意 不管苏洪叶和秦老大胜负如何 都城都不能呆了 还怕苏洪叶找他麻烦吗 手一扣在赤水 是雪蛟龙的胸口处 就要滑开 先等等 林玉盘上来说 要不你把他复活了 嗯 林全没明白他的意思 帮苏洪叶一把 林玉盘指向空中 苏洪叶剩下两头 圣接神兽 似乎快不行了 本来嘛 三头圣接神兽 都不是对手 剩下两头 还想赢的了 好 林全转念一想 就将复活药水 灌到赤水是雪蛟龙口中 好 卧槽 好快 小青喝下复活药水 都要一段时间恢复 赤水是雪蛟龙 却立刻就睁开了眼 掉头就冲向天空 杨神超 阿柔 三上陶菜 都看得目瞪口呆 这是什么药水 能让圣接神兽 起死回生 这特别也太扯了吧 死就是死了呀 赤水是雪蛟龙 死而复生 加入战局 让苏红叶惊喜交加 心想 是哪位高人相助 定然事后 要重重酬谢 却又让秦老大一惊 一不小心 被赤水是雪蛟龙咬了一口 半个肩膀都是血 右手一时都抬不起来了 你跟我走吧 林全朝三上 陶菜一点头 又说 以后别老想着 带幽灵系的神兽了 嗯 我看他们很不顺眼 经常不留神就干掉了 三上陶菜 又气又怒 我那两头神兽 是你故意杀掉的 你说呢 将它扔到小火背上 又一步跨上去 双手抱住它 走了老姐 林玉盘朝远处一台下巴 别老想着圣阶金河 死的七阶八阶九阶神兽也不少 我得去找找 靠 还是老姐解释的经验丰富啊 林全也不急着回去了 两姐弟就在城里 收集各种神兽的金河和尸体 林全那空间带 能装一千吨的东西 体积能达到十个足球场大小 他就跟蝗虫过境似的 也不管一些羽灵军翻白眼看他 走过路过 只要是四阶以上的神兽 全都扔进了空间带里 他又骑着龙 一般的羽灵军都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 等他总算回到地道时 半个都城战死的神兽 都被他搜刮走了 上万头 林全满足地说 你怎么把他带过来了 苏唐喝道 他也挺可怜的 三上家的事 他参与不多 我就打算做个好人 救他一命 回头你跟你爷爷求个情 放过他好了 苏唐哼了声 不置可否地用力咬了下辣条 林玉盘晚了半个小时才跑回来 你那空间带里的东西 倒十分我一半 凭什么 我路过时都听羽灵军说了 一个骑龙的臭小子 像是吸尘器 路过时就把死了的神兽全弄不见了 那是我的本事 你给不给 林玉盘拎起林全的领子 就按在地上摩擦 叶小蝶瞧着眼嘴偷笑 就只有玉盘姐才能治得了她 给 我给行了吧 老姐 打就打不大毁容的呀 你这张破脸 就是毁了也没什么要紧的 也是 我都靠人格魅力不靠脸 是吧 小蝶 噗 叶小蝶一口水喷在地上 还不靠脸 脸皮比水泥都厚了 哄 猛的一声巨响 苏洪叶的三头圣街神兽 同时坠地 还就朝着地道的方向落下 林全大喜 你看 这人运起来了 挡都挡不住啊 小心 林玉盘一喊 林全就察觉到不对了 那三头神兽带着的电光太强了 要被砸中 不说剪尸 先要变成尸体了 小伙 小青 两头神兽 身形猛然变大数十倍 将众人挡在身下 就听到轰轰轰三声巨响 三头圣街神兽 砸在城墙上 硬生生地 将城墙砸出了一个大洞 三头圣街神兽 全都阵亡 你那复活药水呢 林全黯然道 来不及了 苏洪叶败了 什么 所有人都骇然失色 瞧着坠下来的苏洪叶 第173章 通天冒险团 怎么可能 苏黄怎么会败 关注着战局的雨林军 震害的脸都变了色 可那坠下来的 身着红色斗篷的 不是苏洪叶是谁 完了 一切都完了 杨总管如一颗子弹般的冲回家中 喊道 神超 阿柔 你们先从密道走 先去找你亲子书 其余的人跟我过来 我们马上去青天居 去青天居 青天居还有最后一道防线 是 陈家门外 带着青皮巨园的陈家家主 阴着脸说 苏洪叶也会败 那我们也要走了 要去哪里 鬼门镇 金字招派钱家 掌柜的来电话了 少爷 我们退往鬼门镇 前锋呆呆地瞧着 如流星坠地的苏洪叶 他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少爷 走了 和气丹氏 皮德锦一脸兴奋地说 好 终于改天换日了 马上准备好礼物 等一族上门了 我们就投笑他们 师父 这大不好吧 不好个屁 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 红袍丹师蒋天生家中 小五 带你师娘先去鬼门镇 师父 你要做什么 老夫也许久没动手了 先杀几个一族再说 蒋天生为了身旁的神兽扶下十颗精致强心丹 掉头就出了家门 只留给妻子和小五一个洒脱的背影 我爷爷 拜了 苏唐呆若目击 一动也不动 在他的脑袋里 苏洪叶就是天 就是神 是无敌的存在 怎么会拜在一个一族手里 看住他 灵犬朝叶小蝶使了个眼色 不 我要去找我爷爷 苏唐一拍爬爬 一人一蜥蜴 就冲向苏洪叶坠落的方向 叶小蝶连忙追上去 灵犬只能让周紫月他们先走 你们先去鬼门镇 我带上他们就走 爬爬感受到了苏唐的焦急 跑得比平时快了数倍 灵犬和叶小蝶很吃力才追上 你过去也帮不上忙 我就要过去 苏唐倔强地喊道 一把还甩开了灵犬的手 你别使小心子了 你 正说着 一阵波浪般的光环推过来 灵犬急忙拉住他和叶小蝶 用身体挡住 碰 背部跟被人用脚踹了一下 灵犬血都差点吐出来了 看到光环散去 他才松开手 看见了吗 太危险了 我不管 苏唐固执地说 他是我爷爷 要是你爷爷 你不去吗 灵犬没话说了 那你听我的 小蝶 你也跟紧我 你们俩都不要乱跑 三人骑在小伙身上 灵犬成了夹心饼干 苏唐个子矮小就在前面 叶小蝶在后面 才飞了一两公里 就听到空中一声闷响 灵犬抬头一看 就见八个人将那性情都围在中间 其中两人 一人手持一把喷火枪 一人手持一把加特灵机枪 其余六人都带着神兽 各占一方 令灵犬惊恶地势 性情的胸口上多了一个洞 是他们造成的 他们是谁 灵犬急忙运用神魂术 情绩高 你逃出联盟大佬几十年 悬赏已经加到了一千亿 今天可要便宜我们兄弟了 逮着他可真不容易 就是这太武帝府有点糟糕啊 一帮蠢货 圣街战力竟然敢在城中战斗 那又如何 我们也是圣街战力啊 还不是要在这里将他抓回去 那个苏洪叶倒也不弱 要不是苏立生突然偷袭 他也赢不了 别忘了下面那些蜜文人 蜜文人有个屁用 苏洪叶的静咒还不够强 他要能跟老爸一样强 静咒怎么可能被压制 也亏了老爸设下静咒求龙 我们动手才百无禁忌 不然啊 要是毁掉了一些高楼 回去联盟可不好交代啊 哼 不好交代 我们抓回秦迹高 就是大公尼剑 一座小小的太武地府算什么 秦老大秦迹高喘着粗气 瞧着眼前浑然没把他放在眼中的八人 哟 你瞧他这眼神 还不服气呢 要不老五你伤 我伤 我怕四姐他不同意呢 你看他那头十尾龙蝎 都饿成啥样了 瘦得皮包骨头 那是四妹 他不舍得为精致营养液 老是为些普通的营养液 把他饿的 我说四妹 你省那钱做什么 你们懂个屁 一个两个打光棍的 不知道养孩子有多难 我家那两个吞金兽 每个月的开销说出来得吓死你们 得了 别耽误时间了 把人抓了 赶紧走吧 那个苏黎生呢 中了你一缩子弹人 都快死了 还留着吗 也带回去就行了 说不定老大还有用处 能有什么用 那个苏红叶呢 他快不行了 救不了了 我们还是 秦纪高猛地往前一冲 想要脱离战场 谁知直接撞在一堵无形铁网上 人都差点晕了过去 那八人就在那笑得前仰后合的 我说秦纪高 你跑这几十年 把脑子跑坏了吗 刚没听说 老八弄了个静皱囚龙 方圆四十米 除了我们 连蚊子都飞不出去 你说你 胸口都被打出了大洞了 就是跑了 能跑多远 还不得乖乖地被抓回来 真是笑死我了 这个蠢货 还想着夺成呢 老三 你把那些异族都给收拾了吧 那手持加特林机枪的男人 咧嘴一笑 行吧 他一转身 扣动机枪 枪口冒出一道道白光 马上就听到 下面异族 传来一阵阵的惨叫声 你还是慢了三个 就见一个御寿师手掌一划 一道遮天的静皱 将全程一照 碰 无数雪花 从城中异族的身上蹦出 行了 一个异族都没了 灵犬顿时头皮发麻 熊大他们也死了 那就把人带走吧 一道静皱 将琴记高手脚绑住 如一道发光的绳索 走之前 得留个名号 那女御寿师手臂一台 一样东西冲向天空 眼前就是一阵焰火亮起 通天冒险团 林全心头一阵 南部排名第一的通天冒险团 第174章 刺杀迷云 爱清烟 林全猛地想到他 一检查空间带 还好没事 那就是说 空间带能防得了静皱 来不及多想 苏唐已经跑向苏红叶 落下的地方了 叶小蝶也紧跟在后 就看一栋八十层高的大楼 被苏红叶整个撞碎 如同纸壶的一般 林全估计 他人就摔了在一堆的瓦砾中 可谁知道了才知道 远超他的想象 就看瓦砾堆里 还有一个大洞 就跟一个长长的下水管道 恐怕至少有几十米深 你们别下去 我下去找 林全拦住他俩 又不放心他俩在上面 就看到一个人来了 他忙说 宋老院长 你帮我看着他俩 宋红文来了 他朝林全点头 你赶紧下去看看 不光是他 一些还没来得及出城的 大佬强者也都过来了 苏黄怎会败在一个异族手里 刚才你没见吗 那是通天冒险团 他们南部排名第一 就是在联盟里 都是大有名气的高手 想起来了 每个人都是圣街以上 哼 那秦纪高原来就是联盟重犯 谁想得到他会逃出来 也不知苏黄怎样了 要是他人死了 那谁做下一任城主 这话一出口 周围的人都相互看了几眼 有人倾刻声说 原来苏黎生是机会最大的 但他被刺苏黄 叛復谋乱 已被通天冒险团带走了 那就该是苏西生 苏西生那小子 境界是不低 可是人毛毛躁躁的 能做得了城主 那也不一定吧 有杨总管他们相助之下 他总能稳得住吧 稳个屁 你看看城里都什么样了 还能找个年轻小子来做城主 历代城主都是苏家人 你说这话你想干什么 那位大老眼珠子转了几下 黑笑两声就说 原来苏老大是最有人望 也实力最强的 可他十年前就失踪了 要不然还有什么好争议的 你也知道说苏正果失踪了 那还多说什么 苏正果当年 是去寻找四大神兽失踪的 据说跟永恒地宫的秘密也有关 也别扯这些 现在苏家就剩下苏西生河 苏唐 大家瞧着不远处的苏唐 都暗暗摇头 总不能让这女娃娃做城主吧 宋洪文瞪了他们一眼 少说几句没人 把你们当死人 苏黄还没死 你们就急着换城主 苏黄就是就回来 怕也处理不了事了 宋老 你也是九阶阁斗武师 你看看这地洞有多深 受此重击 怕是连精神力都溃散了 被苏黎生偷袭 再被秦黎高 一拳轰中腹部 就是神仙 也难逃一死啊 苏唐咬着牙怒视着这些平时 看他都低声下风的大佬 爷爷一出事 便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 一个两个都不是东西 出来了 有人一喊 大家就都涌到了洞口 就见灵拳拖着苏红叶 爬了出来 大家一看 心里就凉了半截 苏红叶外衣全都碎了 身上布满了一层红色的诡异线条 就跟血管突出一样 但明显不是血管的走势 他双眼紧闭 还有呼吸 可人已经快不成了 话自然也说不得 就躺在灵拳的怀里 苏唐大叫一声 爷爷扑上去 眼泪止不住 就落下来 叶小蝶也触景生情 捂着脸不敢多看 宋红闻却突然说道 苏黎生什么时候 学会用毒了 嗯 灵拳恶然道 这是中的毒 对 这不单是毒 还是极其罕见的一种剧毒 叫崩兴散 我只在南地城里见过 也就是说 伏击苏黄的 不单是苏黎生 还有第二人 或许是那个 情记高用的毒 情记高那样傲慢的人 不会用毒对付苏黄 你又知道了 瞧着这些大佬 在七嘴八舌的讨论 苏唐就心烦 你们能不能别说了 让开一点 大佬们都一愣 就有人指责道 你这娃娃 懂不懂事 我们是在为你爷爷好 就是 苏黄受了重伤 必须马上送去医院 找单师过来治疗 林全给苏红业用了 火血声积散 和疗伤药水 但看起来作用并不大 解毒完也吞了 毒性还没减弱 再拖下去 苏红业真撑不了多久了 他就叫人抱起来 苏唐 小爹 我们先去医院 召唤出小伙 三人跃上龙背 宋红丸也跟了上去 我们一起过去 空中就看到几家重点医院 全都毁于战火 只剩下一所专门治疗 格斗武士外伤的医院 还保存完好 可那里面都是人 被一组打伤的 被苏红业和情记高的战斗波及的 林全冲进去就喊 医者呢 丹师呢 苏黄需要解毒 来人啊 立刻从里面冲出来几位医者 帮着林全把人送到急救室 又有一名丹师也跟了进来 很快就从收纳袋里 拿出几十种解毒丹记 没用 没用 还是没用 末多久那丹师就满头大汗 在那手脚发抖 解毒完都没用 丹师的解毒丹记 林全本来也没抱多大希望 但他想先拖住 苏红业的伤情再说 宋老院长 就你的推断 动手的会是什么人 崩兴散我是在金字招牌 那见到的 钱四海 不会 钱四海的修为 还不足以偷袭苏红业 会不会是赵友芳 他 宋红文一证 他在城里 说不准 就算他在鬼门镇 可他要来南地城 也不难吧 禁止的是难民入城 不是赵友芳这种 有职位的 要是他的话 那他就跟钱四海 钱四海指认钱 赵友芳要从他那里买到崩兴散 不是难事吧 你小看钱四海了 他虽然是一介商人 可他野心很大 一直想要做城主 那更可以说明 他跟赵友芳勾结了 你是说 他想要 做太武帝府的城主 不 他要做鬼门镇的城主 赵友芳 做太武帝府的城主 宋红文脸色微变 倒也不无可能 第175章 好一个狗东西 苏西生进来时 浑身都是血 他见到在急救室里 躺着的苏红叶 就一拳将强打他了 忍着点啊 小说 林全赶紧过来劝他 这是来砸东西的 忍个屁 你在现场 你看着我二哥偷袭的 太快了我没看清 就听到通天冒险团 几个人说的 苏西生哼道 那几头蠢驴 懂个毛 都特么是近视 林全就指着在长椅上坐着 如行尸走肉般的苏棠说 你快去看看苏棠吧 哎 你帮我盯着 苏西生走到他身边 就按住他双肩说 你别难过了 你爷爷肯定会挺过去的 小说 要万一爷爷他 说着 苏棠就眼圈一红 用力地咬了下嘴唇 我不说不吉利的话 那就对了 这天啊 他不了 林全是一叶小蝶 也看着苏棠 苏棠表面总是嘻嘻哈哈的 其实内心很脆弱 要一时想不开 怕他会做出神妖傻事 安排好了 林全问里面的单狮 说 控制病情还凑合 但也需要两个小时 他就跟苏棠生说 要出去一趟 一族都死光了 你还要忙什么 我特么 就担心都死光了 林全赶到城墙边 看人都不在 他就连忙翻城出去 一路沿着小绢留下的记号 在十里近湖附近 找到了他们 看到熊大熊二 那帮熊货都在 才高兴地上去抱住 特么地还以为 你们全死了 什么死了 我们早就出城了呀 主人 你们还好出得快 那几个通天冒险团的家伙 用了一种禁咒 把城里的一族全干掉了 一个活口都不上 所有人都吓梦了 湖水拉着林全就立声道 通天冒险团 他们来了 湖水哥 你干嘛呢 湖水跟他们有仇 他们中间的老八 曾经抢过湖水的单子 湖水音声道 要光抢的单子就算了 他还把我哥杀了 林全一惊 这么狠的吗 来了又走了 把那个秦记高抓回联盟了 小绢忙问 那苏红叶呢 重伤 人在医院里躺着 我就过来看看 你们怎样了 老虎咒没到 那还需要去鬼门镇吗 老虎哥 你们几位冷黄的哥哥姐姐 先回去吧 紫月 你们在十里进湖先等消息 等城里安全了 我再接你们回去 十里进湖 全都是安置着的南地城难民 管理极其混乱 就是嗜血雄人在这里 也不容易被关注 周紫月就问林全要了木屋 带着其他人先住下了 连柳真子都暂时不打算回城 他预感城里的事还没完 林全也知道 至少城主之位 就有许多麻烦 狗东西 苏西生怒指着 在医院里 就暗示要苏家 把城主之位 让出来的陈家家主 苏三 说话你得注意点分寸 陈家家主冷声道 城不可一日无主 何况在都城半会的情况下 更要有人出来主持事务 我是建议 暂时由各家推举几位 有担当有能力的 来成立一个委员会 来为大家做事 到时等苏黄醒了 再做打算 陈某子 你想夺权 陈某子依旧说话冷冰冰的 我是老城迟到的做法 你要不肯听 那就问问别的大佬是怎么说的 狗日的 一个个没安好心 我的意见 也跟陈某子一样 刘统领抬起眼皮子说 百费带心 也需要马上救助伤员 整理信息 还要把损失统计造册 这千头万绪的 苏统领你一向对于数物不大上心 你是说 老子能力不足 苏西生怒火冲天 要不是眼前的人太多 他就想直接山姓流的几个大耳瓜子了 那倒不是 帮苏统领分忧罢了 苏西生压着怒气 朝站在他身后的人问道 杨总管你怎么说 我妈 亲子也被接回来了 但他身负重伤 杨亲子有一半血脉 来自青湖人的事 在大脑中无人不知 那老八用的禁咒 也自然没放过他 我杨家家事繁重 就不参与了 算是中立吧 也勉强对得起杨家 跟苏家世代交好了 你们是一定要成立委员会 苏西生眼神一个个的 扫过站在他身前的大脑们 他要把这些人都记下 等日后找他们算账 是为大家好 也是为都城好 更是为苏家好 好 那就 先等一等啊 所有人都扭头看过去 就看个少年在举手 就都不禁摇头 他也要掺和 林全 你有什么想法 林全挠着头说 我呀 想法也很简单 城里三大圣街玉寿师 一死一重伤一老迈 不堪重用 圣街格斗武师 也死伤不小 其余的 怕也都上不了台面 宁家的家主就冷笑道 林全你什么意思 有话就直说 宁家就有一位重伤的 圣街格斗武师 剩下都是九街为主吧 那委员会 就是以九街为基准了 当然 不到九街 不得入委员会 陈某子点头道 这就将林全给挡在外面了 虽说林全跟大家比起来 实力悬殊 可陈某子不敢小看他 怕引出单顶派的大佬 不好收场 我想说的是 我推荐宋老院长宋洪文 嗯 这小子是来推荐人的 陈某子 桥像站在远处的宋洪文 你推荐也不能算数 能不能进委员会 还得实力说话 就是九街 也分高下 苏西生此时再也忍不住了 你们屁话那么多 不如直接开打 谁强就谁进 好 陈某子仿佛就在等他这句话 那我们就摆个擂台 抽签两两对决 最后四人进委员会 比就比 苏西生怒道 老子还怕了你们 但我有一个要求 林泉突然看到了赵友方和叶一千 不如不限制结尾 只要有兴趣的就报名 刘同领愣道 你也想参加 小子 九街的战斗 你不担心出事吗 林泉露出洁白的牙齿 凑个热闹吗 各位长辈不会欺负小孩吧 第176章 上来就开大 苏唐和叶小蝶都围在林泉身边 你抽什么疯啊 你满打满算有四街吗 就是 你想帮苏唐出口恶气 也犯不着上去送死吧 林泉一手一个 将他们抱住 你们俩小看我了 我就是个搅局的 就没打算赢到最后 帮小叔料理几个不顺眼的家伙罢了 松手啊 两女异口同声地喝道 你说帮小叔 我说唐唐 你没瞧出来 他们上梦死小叔啊 苏家就剩下几个人了 苏爷爷还躺着生死未卜 你呢 他们根本没放在眼里 你二叔被带走了 能打的就小叔一个 他一死 好吗 苏家就完了 苏唐倒吸了口凉气 太阴险了 叶小蝶愿道 那你不提醒小叔 我说了 小叔也没放心上 你们还不知道小叔那人吗 哎 苏唐把手撑在下巴上 一脸担忧 别担心了 有我在 至少能跑得掉吧 明天就开打 地方是在青天居前面的广场 那地方被砸得稀烂 但也好 清理干掉就是块平地 再用铁栅栏一围 就是一个好擂台 消息传出去 报名的寥寥无几 几乎都是各大家族门派道理的精锐 委员会就四个名额 能进的人 大家心里都有数 光是四大同龄里剩下的三人 加上陈某子那些家主 就够呛了 但到底都城还是人多 林全到现场 才得知 报名的还是有上百人 比拼就分成了上下两半区 林全被分到了上半区 他看到对手名字 微微一愣 阿柔 不大好吧 上来就打女人 我说林哥 可算见着你了 我都快哭死了 张胖子 你哭什么 张大力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的 我那些一族美女啊 全都没了 连你的猫耳娘 都突然倒地上炸了 靠 林全一阵揪心的痛 还没好好感受过猫耳娘 绽放的气候 也没一起颤抖 会更明白 什么是温柔 他就死了 恨哪 通天冒险团 梁子算是结下了 你放心 有机会我把他们 都给宰了 还是林哥牛叉 就是 林哥 听说他们都是圣洁啊 我特么还圣洁呢 圣洁丧的毛 远处立刻射来一道 阴冷的目光 那就是林全 林将军忙说 叔叔 就是那个张头鼠目的家伙 哼 找机会弄死他 一定 在他们斜前方 在那靠着方天画戟 站着的阿柔 搓着手掌 林全 一定要让你小子 死得透透的 陶菜 他带你走的时候 没动手动脚吧 没 三上陶菜也回来了 裹着沙巾 就露着双眼睛 那就好 那就在他身上 捅一个窟窿就行了 阳神超摇头道 你别小看他 他不好对付 我知道 神超哥 阿柔声音 一下变得异常柔和 我特意在方天画戟里 加了东西 倒是神超哥 你第一场对上的是谁 刘献血 刘统领的独子 林全带着叶小蝶他们 来到苏西生身旁 他还得等五场才到他 苏西生领着头两米高的 青背黑鹰 在那站着 小叔你神兽挺多的呀 哼 死一头换一头 你小子有信心没有 第一场吗 老乡时了 我会手下留情的 阿柔 苏西生突然低声说 阿柔是个孤儿 从小就被杨家收养的 他还没交过男朋友 他曾说过 同年龄里 谁要赢了他 他就愿意跟谁睡 林全愕然道 这么猛的吗 你有机会了 林全兴致来了 搓起了小手 叶小蝶立刻从眼里 射出两道凶光 前无场很快结束 林全被一个红袍单师 念到名字 就走道场中 来围观的人可绝对不守 不说别的 就是各大势力的相关者 就来了好几千人 加上一些受损极小的成名 算算 足有上万人 其中有不少都听过林全的名字 就算没听过的 也会被同伴提醒 这就是药水房的老板 南地称三生学院的天才 现就读于地府学院的高材生 单顶派的高徒 阿柔将方天话 挤往地上一插 就揉着手说 说吧 想怎么死 我说阿柔姑娘 你是不是说过 谁赢你 你就跟谁睡 阿柔一正 这个混蛋 提这件事 难道是说 我说过的话算数 你要能赢我的话 我就陪你睡 所有人一阵哗然 一些少年 更是兴奋地站了起来 阿柔那模样 不说出水芙蓉 那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啊 那身材 不说是恶魔多姿 也可说是前途后翘啊 要不是大多数人都知道 他跟羊神超青梅竹马 打他就等于 打了羊神超 后果不堪设想 早就想试试了 那好吧 我就让你实现你的诺言 林全 你少狂 我今天 什么 阿柔说着话 就猛地感到神智一昏 脑袋昏沉沉 如同灌了牵一板 连眼皮都快张不开了 他勉强睁大眼 却只剩下一条缝 还在昏昏沉沉中 林全已经到了他身前了 阿柔姑娘 打哪个地方好 最柔软的 哄 林全一拳落下去 打在阿柔的胸前 他顿时痛得 整个人翻倒在地 林全二话不说 抬脚就踩在了他的胸口上 你玩音的 你卑鄙 阿柔怒道 他也不知 林全动了什么手脚 可开打的一瞬间 他就失去了神智 这绝不是什么正常的招数 林全咧嘴一笑 他不过是 用了精神璀璨加洗神术 收回来得极快 要不然 阿柔就要变成傻子了 至少短期忘记 要完全消失 林全上 红袍单狮喊道 林全伸手要将他拉起来 他一巴掌拍开 你赢了 你想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你以为我愿意让你陪我睡吗 你还不够格 阿柔立时觉得 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指着林全的鼻子 就气得发抖 杨神超上来 将他拖下去 林全 我总有一天要杀你 唉 女儿 就是容易因爱生恨 第177章 单挑七阶格斗武师 老陈 那林全玩了什么花招 陈某子玩着手中的玉球 淡淡地说 洗神术 最基础的玉兽八术 是了 他这小子对洗神术修炼的极其精湛 杨神超 龙征 前锋 都曾被他用过 你也无需担心 他就是对低阶的玉兽师 格斗武师能用上 对我们 毫无用处 那问话的格斗武师 歪了歪嘴 笑道 我自然不怕 就想弄清楚原因 在陈某子那一圈 坐满了各家的大佬 宁家 杨家 宋家 张家等等 在他们侧前方的 则是各大道场的教练 其中包括在都城赫赫有名的原家道场 高手太多了 我们也没把握能进前四 不需要进前四 进个前八 就足够把我们的招牌打出去了 两个长得有棱有角的教练 在那说着 那个林泉 老宋 他原来是你们三生的人吧 宋洪文身侧的中年男人 一袭黑袍 后背上还绣着只凤凰 显得跟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你也听说了 三生出人才啊 现在还不是你们地府学院的学生 中年男人呵呵一笑 陶金银 弃权 张秦方胜 杨幂 弃权 陈永杰胜 张艺山 弃权 宋石鬼胜 林泉愣道 这么多弃权的 那些都是各大家族的精锐 都是九阶 弃权者都跟他们有明显差距 干脆不行了 张胖子将收集来的情报递给林泉 林哥 你先看看吧 薛之谦 弃权 苏西生胜 好家伙 第一轮光弃权的就有二十多位 林泉就注意到 他的对手是一个叫张碧晨的格斗武师 按张胖子的资料 好像袁家道场的副总教头 袁家道场 在都城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里面出过三位统领 十几位将军 现任的总教头 也曾在与林军做过教官 还认知过将军 叫袁明清 林泉就皱眉道 张碧晨几接 七接 干 林泉揉着脖子 好吗 才过了阿柔这关 难不成五十二进二十六 就要躺平了 你怕了 我就说你别来 苏西生吃笑道 我怕个鸡毛馋子 我怕张碧晨受不了 有志气 那我就看你怎么说 林泉哼了声 等到一个多小时后 终于等到了 就看对面的张碧晨出来 人还长得挺帅 不到三十 一身白色的格斗服 胸口弄了条龙绕着 中间是个圆子 袖子上还挂着一个赏金猎人的银制徽章 林泉看得就头疼 这表示张碧晨不单是闭门造车 实战经验也非常丰富 不好办啊 林泉 我知道你是要水房的老板 给你个面子 你快点认输 我就不用下重手了 这一下就激怒了林泉 他大步走道场中 看那充当裁判的红袍单师就说 打死怎么算 打死就送火葬场烧了 还怎么算 那就行 我以为要土葬 还想着给他得找多少人来吹锁那才合适 张碧晨顿时仰天大笑 你小子就光会说俏皮话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有多少实力 有多少精量 地府学院大一的学生 超过四阶就得跳级 你最多也就四阶 你知道我几阶 我七阶格斗武师 所有人都在摇头 确实如那张碧晨说的 林泉就是会练单 有些旁门左道的功夫 可皆差大到三 基本等于贪 这是谁都无法抹平的差距 陈某子冷着脸说 好了 他要逞强 那就看他如何死 那个张碧晨下手极狠 从来不留情面 去原家道场踢馆的 无不例外 都被他打死了 前前后后加起来 都有三四十号人 陈永杰低声跟父亲说道 还好不是原明清下场 不然会更惨 林泉不以为意地换出了小伙 龙 那又怎样 你一个预售师 离我不到二十米 我直接就能 靠 还没喊开始 烈焰喷剑 地上瞬间多了树团火焰 将张碧晨围在正中 林泉就冷着脸 摸出了一瓶药水 混沌药水 张碧晨正想冲出去 把林泉的脑袋给拧下来 突然之间就觉得自己无心战斗 好想回家 去抱着媳妇谈谈人生理想 这种诡异的感觉一涌上来 张碧晨的动作 就慢了下来 搞什么呢 老张 袁明青在那喊道 要不是他在之前跟异族的战斗中受了重伤 也不用让张碧晨下场了 我 我就是 精神璀璨 洗神术 林泉顾忌重施 强大的精神力 钻进张碧晨的脑中 他是格斗武师 不是玉兽师 就算他是七阶 也依然挡不住林泉在精神璀璨加持下的洗神术 就看他一阵亮枪 在火焰中东倒西歪 像随时都会倒下 袁明青急道 老张 你给我清醒一点 别中了他的精神攻击 精神攻击 这一喊 所有人都明白了 难怪刚才阿柔姑娘也一击击溃 原来是无形的精神攻击 这个林泉 花样还真多 林泉也不跟张碧晨啰嗦 他猜想 就是加了精神璀璨的洗神术 也无法撑得了多久 于是冲到张碧晨的身前 奇门九斗翻云腿 第一是 风卷残云送雪 碰 一腿直接击中张碧晨的前胸 他顿时吐出一口血 林泉却感到腿都快折了 就算精神恍惚状态下的七阶格斗武师 天然的防御力 也根本不是林泉能击破的 于是他立马改变手段 烈焰喷剑 林泉张嘴就喷出一团烈火 直接浇在张碧晨的身上 什么 无数大佬站了起来 这小子嘴里能喷火 他是一族 不对 他要是一族通天冒险团的静咒 早弄死他了 那就是 静咒 怎么会 有低阶的御寿师能掌握静咒 一定是苏西生教他的 可要是精神力不够 教他也不行啊 啊 被烈火席卷的张碧晨 痛叫着倒地 眼睁睁地看着 成了一节焦炭 第178章 林玉盘上场 怎么可能 宋家 明家等各家家主都愣住了 四阶杀七阶 开什么玩笑 这破天荒从没有过的事吧 谁见过 除非七阶是被八阶九阶的强者给摁着脑袋 四阶拿刀砍啊 就算是苏西生教的静咒 他没有强大的精神力 如何能伤得了张碧晨 或许根本苏西生就没教他 看见那个苏唐没有 那是苏正果的女儿 谁知道他跟林权什么关系 就撇开这层步说 苏洪业跟林权也有生意上的合作 药水房提供各种药水给雨林军 那静咒有可能是苏洪业给他的 那就对了 张碧晨死得不能再死了 袁明清叫人去将尸体扛回来 我的碧晨贤弟 你死得太惨了呀 你为道场尽心尽力打理 教导每一位学员 结果却落得如此下场 你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让他好过的 我会帮你报仇 林权喊道 不兴私斗啊 你特么还有脸说 你赢就赢吧 至于下死手吗 我知道规矩 我也不用跟你私斗 场中还有我们原家道场的人 你等着别碰上 还有 林权走回张大力呢 资料上没写啊 你收集齐了 那还有错 我翻翻 张胖子翻了半天 才一拍脑袋说 对了 是朱玉坤 他原来是原家道场的第一高手 林权就一愣 比袁明清还强 袁明清可是八阶 那个朱玉坤 不会是九阶吧 相差不远 都说他比原明清强 但外面评价是不相上下 下一场就是他了 他的对手是 咦 林玉盘 叶小蝶扑的一声 把茶喷到张大力脖子上 小蝶知道我热 给我降温呢 对 对 叶小蝶赶紧帮他把水擦掉 玉盘姐 他也来参加竞争 林权就更愣住了 老姐 他俩也不说一声吗 下一场 朱玉坤对林玉盘 朱玉坤大佬们都认识 到底也是八阶强者 在原家道场 也是正场子的人物 往那一站 格斗服一扯 一双毛腿一漏 那肌肉那线条 高手风范 第一轮时 好像他也没上场啊 对手是弃拳了吧 林玉盘是谁啊 就见一条硕大的 青灵巨蛇游进场中 上面驼着一个人 林权就直抓脑袋 你来凑个什么热闹 那青灵巨蛇一翻身 立起身子 就看上面露着九只眼睛 被驼之人也轻盈地跳落下来 打着哈欠说 别磨蹭了 我还叫了外卖 马上人就到了 你什么意思 小看我 我告诉你 我 能开始了吗 红袍丹师点头道 开始 林玉盘袖口一张 懒洋洋地说 小青 给我弄死他 九眼青蛇往前一扑 朱玉坤就发出一阵冷笑 老子就没见过你这好人物 带条小蛇 也想要跟我斗 还这么张狂 休怪我 什么 小青游到半路 猛然变大 一尾巴就扫过去 虽然他只有七阶 可六百多万的战斗力 跟普通的八阶神兽相比 也差不了多少 四次培育 可不是说笑的 除了像碧波水龙那种 九阶四域三千多万的战斗力 杨青子那五次培育的 八阶神兽雷光炫采兽一千多万的战斗力 苏西生那九阶四域一千多万的战斗力的集水大棚 小青死后复活过来的战斗力 确实不低了 打一个八阶格斗武师 完全可够格 就是 朱玉坤一拳正面轰上去 整个地面随之一阵 崩山碎尸拳 好 袁明清按着膝盖用力鼓掌 一帮原家道场的学徒教练 也随之大力拍手 只是 朱玉坤也一拳没能将小青击退 他脸上就瞬间一凝 好强的神兽 这尾巴 莫非加固了 你摸我尾巴干什么 什么 这妖兽竟然能说人话 圣洁 不对啊 圣光呢 除非跟陈某子的青皮巨猿一样 产生了变异 问你呢 耍流氓吗 敢惹老娘的尾巴 找死 舌转乾坤 小青尾巴猛地变得细如长鞭 将朱玉坤一卷 就把他跟陀螺似的拖在地上 绕场一周转了起来 陈某子的眼睛都眯起来了 这神兽绝对没在场里露过面 要不然我肯定记得 那他又是哪里冒出来的 兄弟里有人见过他 他在战斗中 曾不停地抢夺妖兽的金河 有个羽灵军告诉了刘统领 独行侠 赏金猎人 一老宋你看 这女的几件 我认识他 嗯 黑袍男人一愣 他也是三生的学生 我倒没那个福气 他呢 入学那天就退学了 后来 他组了支冒险团 叫冷黄 黑袍男人想了想说 排名刚进前五十的银牌冒险团 那他不会超过七件 朱玉坤被拖得极其狼狈 几次 想要抓住小青的尾巴 都滑落下来了 他只好全身一震 一个翻身跳起来 勉强加快步子跟着跑 你松开我 行啊 小青一声冷笑 尾巴一缩 朱玉坤整个人都撞在了栅栏上 要不是栅栏经过静皱加固 这就直接冲到场外去了 我看你是女人 就打算让你几分 没想到 我最讨厌别人拿着说是 蛇猪雀还 一连串的毒株 从小青嘴里喷出 少说也有上百枚 朱玉坤还想装得轻松 等那毒株在他身前一抱 只吸了一口 他就脸色大变 有毒 要不然呢 林玉盘喊道 外卖要到了 小青快速地游到朱玉坤的身前 张嘴一咬 再一抬头 直接就将他吞了下去 哼 所有人都吸了口气 这也太过分了 上来就要人命 哪有这样干的 陈某子在那冷着脸不吭声 倒是您家家主沉不住气 一拍桌子就喝倒 比武点到为止 你上来就伤人 适合用意 哪条说了点到为止 林玉冷冷地说 规则上写了吗 还是您老是临时想的 莫非 莫非什么 林玉大笑 莫非您老是跟那朱玉坤 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 我知道了 张胖子 朱玉坤是不是在快活林做兼职 张大力哈哈笑道 不错 您老师还经常来点朱玉坤的台 您家家主怒道 你们两个畜生 等着我 正说着 小青打了个吉祥的宝格 张嘴吐出来几根腿毛 呸 难吃死了 四周顿时一片死寂 第179章 相一堆钻的神兽 袁明清大怒 太侮辱人了 吃了就吃了 朱玉坤死了就死了 还说难吃 你把没把袁家道场放在眼里 你们给我盯着那女的 等比完了 回头把她脑袋给我送过来 是 袁家道场的三大高手 都一口同声地说道 走了 林玉坤招招手 又躺到小青背上 小青就拖着她 走到了另一边 也不去找林全 孤丁丁一个人在那休息 林哥 我看那几个袁家道场的傻叉 想要对玉坤解不利 我看见了 等比完了再说 要不我叫人去盯着 人 林全瞄了点胃眼 就她 也不行吧 大柱子 张大力冲后面一招手 立马走过来一个虎背熊腰 背着把长毛的巨汉 光看这个头 就绝对是格斗武师 我爸给我派来的高手 这个阶位 八街 林全一惊 东北商会高手不少啊 也就八街 大柱子 你去盯着原家道场的人 那少爷 你这边 不还有我三叔在吗 张三 林全一愣 他也是高手 场中继续比试 一些知名的赏金猎人和冒险团都来了 像是在南部八城排名第五的风沙冒险团 他们的团长在赏金猎人排行榜上 也能排进南部前十 是个气质极其阴冷的家伙 往内一站 那就绝对的出手不留情 还有被称为都城年轻一代中的十大强者 就快要毕业的青龙格斗学院的第一高手 毕洪芳 他一出手 就将对手打成重伤 而且就是一击 快得连林全都快看不清了 他的视觉和听觉可都是大幅增强过的 毕洪芳下一场的对手是林哥你啊 嗯 不怕他 叶小蝶拉着苏唐的手说 我们去下洗手间 林全看他俩进了青天居 就问苏西生 小叔 我们要不进去看吧 进个鸟毛 等下就到我了 苏西生掐着手指 晃了晃脑袋 揉了揉脖子 林全看对战表 对手是宋诗鬼 宋这一代的家主 年纪是24岁 宋家上一代家主死得早 他就年纪轻轻继承了诺大的家业 也是我们快活林的常客 张胖子黑笑道 他爱吃王八 说王八补 吃完王八就上楼去 不是什么好鸟 苏西生 宋诗鬼 红袍丹师一念名字 苏西生就跳到场中 傲然环视四周 一些大佬被他看得心虚 就不自觉地低下头 可像陈某子他们 不单不低头 还跟他对视 眼中充满了嘲讽 这帮狗日的 苏西生暗骂了句 都特么不是好东西 要是一个两个的 老子也不害 直接杀了卫狗 人多可就有点麻烦了 他们要群殴 老子也没胜算 想着就看宋诗鬼出来了 他带着头身上 挂着箭香满钻石披风的豹子 绿钻 蓝钻 红钻 紫钻 粉钻 黄钻 黑钻 这整个一豹富户啊 每颗钻石 都快有一块钱硬币那么大了 还不止一颗 算算也得有个上千颗 这跑出来是来炫富的 还是来打架的 太骚包了 张胖子感叹道 就算这年头钻石不值钱了 可加起来也少说几个亿的联盟币啊 雷纹钻风暴 种类 猫科 等级 八阶 九阶神兽进度10% 变异 1 战斗力 268 8520 战斗技能 光彩夺目 流光溢彩 风卷残灵 战斗适应性 草地加持症885% 可进化部位 口腔 爪子 毒性 皮毛 忠诚度 55% 潜力 培育次数 三 200多万的战斗力 八阶还不如小青 是了 培育次数只有三次 培育次数的多少 能直接影响到战斗力 特别是三次到四次式的坎 基本相当于一到两阶 那苏西生稳赢了 我说宋氏鬼你特么还不投降 还敢出来 就带你这箱钻的豹子 也敢跟我打 苏西生可一点面子都不给宋氏鬼 苏三 你少跟老子嚣张 平时要不是看在苏黄的份上 老子一点面子都不会给你 要你给面子 你特么从小到大打架赢过我 你少扯那些有的没的 干就是了 雷文钻风暴 在宋氏鬼的指令下 猛地向前一扑 还没扑出鸡米远 就突然一翻身 从披风里射出无数眩光 闪瞎了众人的眼睛 好强的光彩 林泉要不是势力强大 眼睛也都睁不开了 张胖子就是 感觉眼睛都痛了 还有这种技能 那苏西生是不是也一样 哄 一声巨响 苏西生带着的青背黑鹰 往下就是一抓 雷文钻风暴 被他给提到了半空中 任雷文钻风暴的爪子 怎样扑腾 都摸不到青背黑鹰半根羽毛 就听到一声痛叫 林泉才注意到 刚才那一声哄响 原来是苏西生 另外叫出来一头神兽 钻到了地下 躲过了雷文钻风暴的流光溢彩 又钻出地面 一拳打在宋尸鬼的胸上 主人受窗 雷文钻风暴 更想要护主 青背黑鹰就松开爪子 雷文钻风暴 被狠狠地摔在地上 披风上的钻石散落一地 还不等他爬起来 青背黑鹰就一爪子 刺进他脑袋里 在勾出来时 带出来了一堆的脑浆 那边宋尸鬼胸口中招 他也反应极快 大吼一声 一块无形盾牌 竟挡在他的身前 将那头留着背头的 金色星星的拳头挡住 静咒 宋尸鬼也会 是他老子当年 从苏黄那球来的 保命用的 陈某子说着 就看宋尸鬼一咬牙 一拍胸口 静又吐出一堆血 他脸色微微一变 所有人都看着 从血中浮出了一个人影 第180章 不计代价要救人 静咒 血人 那血人浑身还在冒着血 眼睛却冒着胸光 看得所有人不寒而栗 宋尸鬼在喘着气 双手低垂 他的嘴角手掌也都是血 却依然充满了怨念的 看着对面的苏西生 苏西生冷笑一声 你跟我玩静咒 你吃多了是吧 老子就让你看看 真正的静咒 一道通天彻底的刺眼光滑 骤然亮起 一根巨大的金柱 就立在场中 所有人都并住呼吸 金光通天柱 这才是苏家真正的静咒 呜 宋尸鬼一声嘀喝 血人摇摇晃晃地冲上前 先将背头星星一下撞开 然后就速度一快 视死如龟般地 冲向金光通天柱 黑袍院长咒眉道 血咒 想误掉金柱的圣洁 但那也没用 宋红文探道 血咒是在燃烧自身的血液化成的 宋尸鬼是在拼命了 可惜 可惜什么 没用的 金光通天柱 等到血人到了身前 猛地打开一扇门 将血人一吸 直接就吞掉了 宋尸鬼 脸色变得更加苍白 他不停地在嘴里念着什么 但除了他之外 连灵犬都听不见 就见金色通天柱下方 慢慢地多了一丝血色 黑鹰 苏西生一声大喝 青被黑鹰 猛然冲向宋尸鬼 畜生 宋尸鬼猛地抬手 双手直接插进眼睛里 就看两道血光 从眼里喷剑而出 青被黑鹰 瞬间悬停在空中 似乎对那血光 极其忌惮 好 你既然敢把精神力 给予一点 凝化为险 老子也佩服你 那就送你赶紧归西 金色通天柱 轰然倒下 一头就朝着宋尸鬼 直挺挺地压下去 灵犬不由地站了起来 苏三 老子今天就是来拼命的 眼眶还冒着血 宋尸鬼一口咬在手腕上 一团血花喷出 化成一条血龙 直接顶住了金光通天柱 苏西生也不由地一愣 眼中多了一丝异样 好家伙 倒小看宋尸鬼这傻子了 家主 宋家人都大声喊道 别拼了 认输吧 打不过的 宋尸鬼吼道 打不过 老子也要打 老子不能一辈子都被苏三压着 轰隆隆 金光通天柱 被血龙一缠 竟然发出阵阵巨响 有要崩溃的迹象 站在对面的苏西生 却什么都没做 反而召回了轻背黑鹰 和背头星星 就听到咔咔的几声 金光通天柱终于溃散 化成一道道细长的金烟 消散不见 那血龙也一下崩裂成极端 苏西生瞧着 在那跪倒在地的宋尸鬼 周梅道 你还要打吗 打 怎么不打 我 一口血喷在地上 宋尸鬼终于精神崩塌 气血用尽 挺不住了 宋家跳出几个人 奔了过去 没想到苏西生更快 抢在他们前面 将宋尸鬼抱在怀里 苏东领 家主他自己快不行了 你就把尸首交给我们吧 苏三 你还想怎样 赢了还不够 还要连尸体都毁掉吗 信苏的 我们宋家虽小 可也不能任人欺凌 你要不放开家主 我们就跟你拼了 苏西生不理他们 看他们唤出神兽 就示意背头星星 好 背头星星疯狂地拍着胸口 就看到一阵的龙卷风 上达天际 下达地面地冒了出来 那些宋家人的神兽 无一例外地 吓得屁滚尿流 不敢向前 几个红袍单式冲出来 喝道 干什么 场中不许私斗 一个人影 更是慢吞吞地走出来 一脚踏在地上 几道红色虚影 就出现在那人的背后 抢天生 你们先看看再说吧 苏西生将宋尸鬼 抱回灵泉那边 你看看 还有救吗 小叔 我也不是医者 我只能尽力而为 花多少代价 你都要帮我把他救回来 灵泉拿出疗伤药水 就不计成本地 灌到宋尸鬼的嘴里 又在他身上 磨满了活血声积散 剩下的 只能看他自己的了 此时 就见一条青色的影子 悄悄地游到 雷纹钻风暴的身旁 用獠牙割开 雷纹钻风暴的身子 叼着金河游开了 你这畜生想死是吗 雷纹钻风暴 是宋家的神兽 死了金河也归宋家 那轮得到你捡便宜 陈某子身后的青皮巨猿 一声爆喝 跳出来就朝小青一拳打去 子邦 一道雷光 就在小青的身后炸开 小青一尾将雷光击飞 把金河扔给林玉盘 就冷着脸说 你这猴子 敢管老娘的事 等这边是完了 老娘把你脑瓜子 拍碎了 做猴脑吃 青皮巨猿一正 虽刚才没有出尽全力 可轻松 就被打飞雷光 他也没想到 好你个泼妇 老子不把你蛇皮包了 老子就不姓孙 林玉盘抛着手中的金河 满不在乎地看向 投来冷漠目光的陈某子 慢慢地伸出左手 竖起了中指 陈某子眼神变得更冷了 永杰 你要对上他 全力击杀 哼 不会让他好过 宋诗鬼缓慢地恢复了气息 他那双眼睛 竟然还没完全瞎掉 看着在一旁站着的苏西生 他就撑着身子 想要站起来 还真活过来了 活了就别跟老子废话 你已经输了 宋诗鬼按着胸口 咬牙道 我早晚会杀了你 苏三 那我就等着 滚回你宋家去吧 宋诗鬼一拳一拐地走回去 林全笑呵呵地走上去扶着他 宋哥 我救的你 要钱得结一下吧 行 你说个数吧 就你那给雷文钻风暴弄的披风 钻石都被你们家里人捡回去了 宋诗鬼一愣 好家伙 胃口不小啊 回头我让人送过来 林全满意地 把他交给跑过来的宋家人 还有件事 我得提醒宋哥一下 小叔可很在乎你这条命啊 让我无论如何都得救回来 你是不是也别太记仇了 宋诗鬼身子一顿 回头很声道 特么的少给我来这套 我和苏三的仇你懂个屁 第181章 你要死了 阿柔归我 张胖子低声跟林全说 小叔跟宋诗鬼 是有夺妻之恨吧 小叔又没成家 前女友 不至于吧 林全摸着下巴想不通 宋诗鬼那恨意 连救命之恩都化解不了 那可不是一般的强啊 那都上升到杀父之仇了 听上去像是发小啊 从小就打架啊 宋诗鬼是一直被打吧 要不等花儿问问小叔 你问吧 林全可不想被苏西生 掐着脖子揍 两人说着话 一抬头就都愣了愣神 就看着走到场中的男人 气势不凡 带着一条巨蟒 那可不是叶一千吗 草 草帅了 他化名了 我这资料收集到 他叫十一世 特么的 就第一个字 和最后一个字 去掉一个口一个瞥 这能算名字吗 叶一千朝红袍丹师走过去 低声说了几句 红袍丹师就点头道 行 改名就改名吧 黑袍院长双手抱在膝盖上说 老宋 他是叶一千吧 南地成叶家的 对 我看对战表 他叫十一世 呵呵 有趣 让凌权更意外的是 对面出来的是杨神超 他顿时不安地喊道 老杨 别打了 弃拳吧 杨神超斜眼看他 你特么喊什么喊 我看见你就烦 老杨 说真的 你打不过 喂你好 他太狠了 你会没命的 杨神超握着长枪 眼睛看向天空 想装作听不见 我说老杨 靠 杨神超吓了一大跳 凌权不知什么时候 就跑他身旁来了 你干什么呢 他叫叶一千 是南地成的大佬 杀人无算 七阶八阶御寿师 花招还挺多的 你跟他揭杀太大 又没仇 没必要跟他拼命 林全真不想看杨神超送死 就用力地按着他肩头 听兄弟一句 我不会害你 你不为别的 也得想着阿柔吧 阿柔 杨神超心动了 可表情还是钢铁一样坚硬 你想吧 你要死了 阿柔还没跟你睡过吧 那以后 他不可能一直守寡吧 毕竟你们还没澄清 那不便宜别的男人了 杨神超嘴角一抽 这特么什么话 劝人有这么劝的吗 那要是比你帅 比你强的也就算了 要是他眼瞎了 找个矮胖挫子怎么办 你就忍心 让他被别的男人给占便宜 就算你真跟他无缘 那你 也得先把便宜占了吧 林全宇重 心长地 掐着杨神超的肩膀 就在身后五米外的阿柔脸 都一阵青一阵红的了 这个王八蛋 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要实在不行 那你就交代一句 兄弟我代劳也行 滚开 杨神超忍不住了 这种是 能代劳的吗 你别动怒啊 你看他巨蟒吗 六阶神兽 一百五十五万的战斗力 重甲巨蟒 卧槽 不对 林全回头一瞧 眼神大变 七阶四域 四百万战斗力 特么的 就一段时间不见 又成长了 你听见了吗 杨神超愤怒地将林全推开 你别给我捣乱 你看不起谁呢 我是不想 阿柔没了你 投入到别人的怀抱 林全心知肚明 说什么都没用 能打动杨神超的 只有阿柔 陈某子冷声道 这是干什么呢 到底打不打 还不开始 轮得到你说话吗 一个冷酷的声音 从青天驱传来 一个身影飘落下来 陈某子当即一礼 杨总管 动不动手 什么时候动手 自有裁判决定 陈家主想要阅祖带袍 不如下来跟杨某打一场 陈某子眼睛微微一眯 要说现在城中谁能令他忌惮 一个苏西生 一个就是杨总管 那倒不必 杨兄 想要指教陈某几招 那等事后找个地方 陈某自会领教 杨总管不再理他 走到杨神超身前说 那个叶一千不好对付 我看林全劝你 也是为你好 林全一看杨神超的神情 就知道要糟 来吧 你们都让看 杨神超枪一横 大吼道 叶一千是吗 来 让我试试你的高招 叶一千和和直笑 我知道 在你们都城家族的眼中 叶某只算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 不过呀 就凭你这小家伙 也想跟我动手 还差了点意思 不如听我女婿的话 赶紧投降吧 女婿 林全 所有人看叶一千的眼神 都不一样了 林全想要抽她 特么的 被她占便宜了 老宋 真是林全的岳父 不好说啊 杨神超也是一正 回头找林全 林全早就跑回去了 这个老滑头 张胖子也在那骂 林哥 要不想个办法弄死她 在想呢 几个扁担长板邓宽啊 杨神超已经出手了 他人跟长枪 化成了一道金色的油龙 人枪合一 身上冒着耀眼的金芒 不少人都愣住了 杨神超之前也没这么强啊 他这一年多不都在快活灵过的 这看起来是下过苦功的了呀 四阶 五阶 好 叶一千场声大笑 一看中甲巨蟒 就看一道黑气 从她嘴里冒出 将整个场地完全笼罩 毒物笼罩 林全不由的苦笑 上来就放毒 叶一千不但要借林全的名气 还要一战成名啊 却见那毒物被金芒完全排开 挡在身外 但林全却半点高兴不起来 中甲巨蟒的毒物 绝非如此简单 果然 就看她身子一晃 数块鳞片飞出 一下就组成了一块尖盾 杨神超就一下撞在鳞片上 身子一跌 还没等她站稳 那先前排开的毒物 朝着她的蹊跷 就钻了进去 顿时 杨神超整个人尾盾倒地 浑身抽搐 阿柔大叫道 神超哥 杨总管也不由地喊道 叶家主手下留情 叶一千微笑道 我也不至于要了晚辈的命 既然杨总管开口了 那就到此为止吧 说着 叶一千拿出一颗药丸 塞进了杨神超的嘴里 林全瞳孔一紧 解毒完 杨神超很快就身上毒素进去 但她神情伟顿 浑身虚弱无力 只能靠阿柔搀扶着下场 叶一千胜 第182章 一管子心投血 叶一千爽朗地笑着 带着重甲巨蟒 朝林全走过来 林全啊 许久不见了 你又长高了呀 草 林全从嘴里吐出一颗草本植物 眼皮一翻就说 老叶 还没死呢 叶一千眼神一冷 这小子 原来管我叫叶叔 现在叫上老叶了 但他很快就摆出一副 如沐春风的表情 我来找小蝶的 他人去哪里了 他呀 就看不得 害死他母亲的人 就先离开了 叶一千脸皮子一抽 哪壶不开提哪壶 你这是想干什么 苏西生冷声道 叶先生 没事就走开点吧 别挡着我看比试 这位是苏统领吧 久仰大名了 小女在城中 多亏得苏统领照顾 我先谢过了 还有一事 我来得匆忙 也没带什么礼物 这一颗九阶妖兽的金盒 还请笑呢 苏西生一愣 就算是苏家 九阶金盒也不多 他结果对着阳光一看 确实无误 才终于点了点头 林全猜都能猜到 这颗金盒来路不明 绝对是叶一千 趁城中大乱使偷来的 小蝶回来 让他去找我 我跟他有话说 叶一千微笑着拍拍林全的胳膊 就走开了 这个老鹰贴 张胖子催道 林哥 他想干什么 想进委员会 就叶一千的本事 怎么算都进不了前司 他大概还是想露个脸 在城里的大佬心中留个印象 林哥 林全抬头朝张大力示意 别说了 小蝶和苏唐回来了 他们 叶小蝶和苏唐牵着手走过来 林全也没跟他提叶一千的事 五十二进二十六 很快就比完了 几乎都是几招分胜负 没有什么剧烈的缠斗 大家也算知根知底 没必要做无谓的牺牲 除了刚才送食鬼和苏西生那一战 基本算是平平安安 上楼拿了些吃的 小叔 林全 胖子 都吃点吧 张大力乐呵呵地说 还是堂堂知道疼我 知道我爱吃大白兔奶糖 他怀里的喵喵还在吐着桃心 苏唐就瞪了他一眼 爷爷也不知怎么样了 等抽完签 要是时间还早 我去一趟看看吧 抽签完后 林全被排在了倒数第二场 对手是陈永杰 他就看到对面陈某子在冷笑 就将放在嘴边的面包 扔到叶小蝶怀里 我去医院 要不带上苏唐吧 他还是先别去了 要是苏爷爷有个三长两短的 他不在场还好些 叶小蝶这才点头说 你快去快回吧 林全一跨步就骑上小火 飞到空中 陈某子转头对陈永杰说 注意到了吗 他那条火龙刚才有五六米长 现在就两米长 能变化大小 我记住了父亲 那就好 他虽然未接在你之下 但他诡计多端 你要千万小心 要输了我陈家就没脸见人了 那怎么可能 陈永杰信心满满地嚼着口香糖 根本没把林全放在心上 林全来到医院里 苏洪业昨晚就转到了病床里了 身上插满了管子 各种仪器摆成一排 人还没醒过来 但里外都有医者和护士在守着 走廊上还有卫丹师在值班 一有什么反应 立刻就会冲进房间 暂时控制住了 但苏洪的体征还是很弱 还一时半会儿醒不来 林全朝那护士一笑 还要多久 说不好 有的就直接挠死成了植物人 一辈子也醒不了 林全走到床前 偷偷将准备好的试管拿出来 苏洪业啊 借你一点心头血用用吧 血尾玄规的骨头 还在空间袋里 用复活药水淋过了 一点用都没有 只能按记载的办法 试试用圣接御寿者的心头热血 要不你们先出去 这不大好吧 苏统领交代了 无论任何人过来 我们都必须在场 我还信不过吗 我跟苏家什么关系 林全瞪了他们一眼 医者和护士 无奈地走到门外 但都没走远 站在窗外看着 林全就背对着窗户 悄悄将试管拿出来 手按在苏洪业的身上 猛地一下扎进了他的心口 随着针扎 心血被抽到了试管里 等抽完满满一管 苏洪业也没有任何反应 林全就快速地 将试管放进空间带 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的动作 连病房中的摄像机 也被他的身子挡住了 唯一的破绽 就是在苏洪业的病号符上 留下了一点血迹 林全拿出一瓶去污镜 倒在病号符上 用纸巾擦干净了 这才走到门外 你们进来吧 我刚又用我的药水试了试 还是没有效果 在门外 守着的丹师问道 丹顶派有什么特殊的办法吗 我们丹顶派 一向讲究 救生不救死 苏洪已经没了生气 我就也就不活了 生气 丹师拧没思索 林全就快步走出医院 看见没人跟上来 他才松了口气 林全 你来看苏洪的 有人一叫 他就整个人都抽了下 看着喊他的是前锋 才说 你过来干什么 不去看委员会选拔 嗨 我也就从那边刚过来 我爸说苏黄受伤 我们金字招牌 也得有点表示 我就带了些礼物过来 前锋从收纳袋里 摸出石块油 七阶金河组成的风水盘子 也算大手笔啊 钱掌柜到都城来了 我爸他又不算难民 早几天就来了 林全就跟他又说了几句 才骑着小伙离开 在苏洪业房中 就见到许多花篮 都是各大家族势力送的 只是送花篮的人都想着 要不是花篮是花圈就好了 没人希望苏家还一直做城主 特别是陈某子 林全一路飞出城外 来到一片空地 才将歇尾玄规的尸骨给扔出来 拿出市馆里的心头热血 嘖嘖几声喷了上去 第183章 憨屁王八 碰 就跟把鞭炮扔进火堆里 突然就发出一声炸响 马上就有几道清烟 从尸骨里冒出来 垂直往上 这搞什么 林全凑上去看 就见热血好像跟酸液一样的 沁进了尸骨里 让尸骨瞬间就带了许多红斑 看起来不大对劲啊 这可是冒着很大危险取来的心头血啊 别开玩笑啊 那册子里写的 难道是错的 碰 又是一声炸响 这次冒的是白烟 还挺大 一下就把尸骨完全地给笼罩住了 林全也退了几步 怕那白烟有什么尸毒的 还吃了一颗解毒丸 让他不解的是 一下白烟一下清烟 这跟烧骨头差不多了 万一解毒完无效 那也挺麻烦的 就在他瞎琢磨的时候 猛然听到咔咔几声 好像骨头错位的响声 眼前就一花 那白烟全都被什么东西给吸进去了似的 就看一头拖着歇尾的大王八 不是 大乌龟就在那探头探脑的 那龟脑袋都特别的大 一双眼珠子 黑得跟墨水点上去的一样 非常有神韵 就是他在那摇头摆尾的样子 好像是在示好 活过来了 林全大喜 跑上去就抱着龟背在那狂拍 行啊 没骗人 还真要用圣街御寿师的心头热血 才能复活你 没白费功夫 这可是四大神兽之一的歇尾玄规啊 有了他 老子还怕 咦 不对啊 林全心头一下 凉了半截 圣光呢 四大神规可都是圣街啊 这些尾玄规 却连圣光都没有 歇尾玄规 种类 归属 等级 五阶 六阶神兽进度13% 变异 二 绑定序号 五 战斗力 862 8520 战斗技能 歇尾独针 星红暴风 龟缩八重甲 星红刺身 战斗适应性 全地形加持症1499% 可进化部位 口腔 龟甲 歇尾 独性 头 中程度 中程度100% 潜力 胜六阶 赔育次数 三 不对劲 不对劲 这家伙连绑定序号都没有 才六阶 就算六阶的战斗力比四域都强 可这是四大神兽啊 怎么才六阶 不得有个圣医吗 还有点傻不拉击的感觉 不对 是憨厚 草 是憨批吧 灵拳绕着歇尾玄规走了几圈 就越琢磨越想不通 这等于是降级了 怎么就一下 成了六阶神兽了 掉了好几阶啊 八百万战斗力 还不够苏西生的轻被黑鹰一拙的 这不是开玩笑吗 还有变异 两次变异是怎么回事 也没看出 哪里有变异啊 又不说话 不会是个哑巴吧 哑巴神兽 变异出说人话的技能 这是逗我玩呢 还一个变异呢 叮 恭喜宿主 收获边外生物 边外 什么意思 非经绑定而得到 暂时无法进行绑定的生物 灵拳脑子一阵眩远 这都什么意思 即使可以使用 却无法用系统进行培育 恢复等操作的生物 哦 灵拳明白了 合着就是 没有经过正规程序 把它给纳入序列吧 那我现在绑定呢 强制绑定 无法绑定 嗯 需要进行一次培育 方可绑定 靠 没法进系统用培养米 怎么培育 灵拳头疼了 先只能把这憨批 扔进空间带再说吧 记得好像能合成培育药水 到时去找张南海 看能不能借他的器材 来试试 就是要失败了 那就惨了 这可是四大神兽啊 灵拳回到广场 叶小蝶在那跟叶一千 有说有笑的 他就冷笑了一声 胖子也以为 我不知道叶一千会过来吧 老子早就算到了 也只有这种场合 才能逼得他露面 等上了擂台 那就不好说了 生死也由不得他 小蝶 灵拳笑着走上去 我爸也来了 叶小蝶说着 就立刻想到什么 收起笑容 朝灵拳摇摇头 来就来吧 叶书要能进委员会 我们也余有容颜啊 叶一千淡淡地看着灵拳 这小子 又叫上叶书了 真跟老三说的一样呗 绝非一个普通的少年 小叔过去了 苏唐朝场终止去 二十六进十三 绝对都是高手了 低于七阶的 基本看不见 但苏西生的对手 还是让灵拳吃了一惊 对面站着的是刘统领 老刘 你跟我还有什么可打的 你还是趁早退出吧 头顶盘旋的青背黑鹰 还有那在拍打胸口的黑背猩猩 两头神兽都不是好惹的 特别是那黑背猩猩 正在那嗷嗷的叫 光那声音都让人心头发颤 来都来了 我刘子叶也不是白给的 要万一赢了呢 刘统领笑着一说 脚一踩地 地面就一阵晃动 一头数米长的巨型蜈蚣 从地下钻出来 刘子叶的血腥蜈蚣 听说这蜈蚣 是拿人命积养出来的 义族的命 他每天都去城外抓义族为他 让他充满了力气 哎 刘统领不是御兽师吧 对 那不是他的神兽 是他家世代 养着的看家兽 血腥蜈蚣 吐着浓浓的红色毒物 虽然只在他身前一米开外 可那股气息 就足够让人敬畏三尺了 小说解读完 林全扔了一把过去 苏西生结果 自己先吃了两颗 又给青背黑鹰 和背头猩猩吃了 刘子叶也不说什么 只是冷笑 他一直不服苏西生 四大同灵里 他敬陪莫作 但苏西生凭什么 排名第一 就凭他是苏红叶的儿子 笑话 排名靠的是实力 不是关系 好了吗 好了就开打 我好了 我怕你是好不了了 苏西生冷眼一扫 在他眼里 刘子叶已经跟叛徒 划上等号了 开始 杀 刘子叶猛地朝前一扑 人与拳头 划成一颗炮弹 那血腥无功 也将毒物快速地扩散 一些靠近场边的人 都纷纷逃开 要是看得擂台把命送了 那可万万之不得 哄 两道身影一撞 就见刘子叶 一拳打成一块 金色盾牌之上 那是苏西生 用静咒划成的 好 刘子叶大叫一声 又是一拳 毫无花巧 直接就轰向金盾 也就一拳 金盾竟然裂开了 苏西生冷冰冰地说 我这防御金盾 一共有十八层 你才打开一层 接着来吧 所有人都吸了口气 好家伙 十八层 第184章 统领之战 没人会料到 苏西生的静咒 会如此厉害 一直有人认为 苏洪业 才是独城最强的静咒师 苏西生 不过是仗着苏洪业的威势 才成的四大统领 现在看来 苏西生绝非顽固子弟 是有真本事的了 刘子叶也不弱 拳头狂风暴雨般地 落在静咒金盾上 一层 又一层击碎 陈某子冷声说 刘子叶那蠢货 还打什么金盾 想办法绕过去 父亲 他再想办法了 不过不是他 是刘家 那看家兽 哄 地面被撞飞无数岁时 血腥无功 不知何时钻到地下 又钻了出来 将苏西生一下顶飞 背头猩猩冲上去 就一掌拍在血腥无功的身上 血腥无功被拍的头尾 都翘了起来 发出圣人的叫声 青背黑鹰也顺势俯冲下来 朝着他脑袋就啄下去 红莲毒水 一道红色的液体 从血腥无功的背上喷出 青背黑鹰一下没躲开 喷得满脸都是 他急忙落在地上 用爪子去擦眼睛 离得近的人 却嗅到了一股胶味 好毒的液体 那青背黑鹰 好像被烧伤了 伤了眼睛 这下麻烦大了 刘子叶有这么强吗 刘家也只是个小家族啊 人丁不忘罢了 刘家几代都是单传 才越活越小 苏西生虽然被鼎飞 五脏六腑都翻了过来似的 可他很快就落在地上 跑到青背黑鹰的身前 摸出一瓶疗伤药水 倒在了他的脸上眼睛里 这才将毒液完全给冲掉 也让青背黑鹰的伤得到了治疗 看他安静下来 大家也知道没事了 你给他的 叶一千羡慕地问道 灵犬就当没听见 抱着胳膊看前方 血腥蜈蜈蜈被被头猩猩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两头神兽相差也就一接 可那被头猩猩 却无论体型还是战斗力 都完全压制住了他 让他就算想喷出毒液 也毫无办法 啊 血腥蜈蜈蜈发出一声惨叫 就看被头猩猩骑在他背上 找到了他的毒线 直接一把就从他身子里抽了出来 整条毒线都快跟筋一样了 又粗又长 贯穿了血腥蜈蜈蜈蜈的整个身体 他的后背的毒管 也被被头猩猩整个打得溃烂 那边刘子叶 却还没能将金盾破掉 已经打碎十层了 还剩下八层 只是刘子叶的体数 也消耗了大半 要再这样耗下去 还没摸到苏西生的毛 就得死在那两头神兽之下 但苏西生连给他跟神兽战斗的机会都不放 他双手一挫 几个手印在掌中组合 一道静咒从天而降 万重山 落 一座金色的山峰 直接砸在刘子叶的头顶 他一时被砸得人羊马翻 被弹出树迷远 好在他体数精湛 一翻身还能勉强站稳 苏西生平时大大咧咧的 人又阴损 他哪来如此强大的精神力 能撑得住他连发几道敬咒 苏西生从小就被苏红叶训练 他的精神力 比你想象中的强大得多 如何训练 他三岁就被关进了一间黑屋子里 里面不停地循环播放各种噪音 还有一些吓人的电影画面 到他五岁时 还被苏红叶扔到过妖兽的巢穴里 十岁就一个人斩杀了五头六阶妖兽 不会吧 苏红叶对他这么狠 苏家三兄弟都是这样培养的 说话的人不禁摇头不语 四周听到的人也都惊呆了 那他精神测试的结果呢 一路都是S或A 黑袍院长青笑道 我记得他十四岁就进了九阶 比苏家的还快了两年 都说他才是苏家最强的天才 宋红文微微一笑 那倒未必 哦 老宋还认识别的苏家人 那个苏唐 黑袍院长哑然失笑 他都十好几岁了 才是三阶还是二阶御寿师 哪能跟苏三比 宋红文也就笑笑 他能从苏唐身上 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他好像被什么力量 压制住了身体里的能量 他绝非想象中的一样 苏唐紧握着拳头 趾骨都发青了 小脸在不停地喘着气 似乎苏西生跟刘子叶的战斗 让他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但只有他才清楚 自从苏红叶出事后 他那体内的能量 都快要爆炸了 你不对劲 林全将他手腕按住 林全 我 苏唐用力地喘了几口 才说 我要出事的话 你能帮我吗 我说唐唐 你能出什么事 别瞎想了 苏爷爷也不会出事 你都给我好好的 苏唐抬起头 露出个甜甜的笑脸 好像身体里的能量降下去了 好瘦些了 你得盯着他点 这个世界诱惑太多 要是林全变心了 你就跟爸爸说 叶小蝶满脸通红的脆道 你说什么呢 我就提醒你 男人 靠不住的 像你一样吗 叶小蝶说得叶一千叶住了 半赏都无法开口 只能看场中那万重山倒下去 将刘子叶压得如孙猴子一般 刘子叶 我说过 你跟我斗 你还差点功夫 苏西生冷冰冰地说道 大家都是久见 可你的体数 我都见过 实在不堪一击 少瞧不起人 刘子叶一声大吼 身上猛地冒出一层黑光 硬将万重山顶开 他也跟着一跃而起 一拳击出 一道黑色蛟龙 从他的手臂中旋转飞出 鱼龙变 哄 苏西生想要用静咒挡住 可还是慢了一拍 权亏的青背黑鹰飞上来 用翅膀一遮 但九阶格斗武士的绝招 也不是九阶神兽能轻易挡住的 只见青背黑鹰半只翅膀都没了 好你个刘子叶 老子今天就杀你 眼看静咒快要寄出 刘子叶却携带着黑光 人已扑到身前 苏西生终于色变 好快 这跟刘子叶平时用的体术大不一样 那黑光绝对有问题 还没等他闪开 一拳正中苏西生的鼻梁 他人就跟沙包似的掉落在地 第185章 死亡惊异 刘子叶扭动着手腕 冷冷地注视着摔在地上的苏西生 黑光在他身体上游动着 看起来不大正常 他这套体术有点怪异啊 陈某子身后的陈永杰说道 确实有点怪 那黑光浓度极高 我看 莫非是 袁明清突然站起来立声道 刘统领 你难道在体内注射了一族血液 所有人都是一愣 你袁明清也算是高手 倒是看错了 刘子叶立刻否认 看错了 袁明清立声道 引一族血入体内 改善体术 那是格斗武师历来禁止使用的修炼方式 别人不知 我还不知道 陈某子盯着他看了几秒 恍然道 袁家道场以前就曾有人用过 有这事 陈永杰一正 那是百八十年前的事了 袁家道场中 一位极有天赋的格斗武师 由于在外跟人打斗吃了亏 回来后想了一夜 跑到城外 找到一位异族 以体术秘籍 换来了一身血液 注入到体内后 短短几天就 实力大增 连跳三阶 直入九阶 唯一的缺点就是 就是什么 袁明清冷声道 就是他过了没半个月 就变得神志大乱 如同野兽一般 逢人变沙 刘子亚缓缓转过身 瞧着袁明清 你说够了没有 我说 突然 刘子亚一晃身子 就到袁明清身前 手一抖 一道黑光扎进袁清明体内 也就片刻 袁明清整个身子 化成一滩黑水 袁家道场的教练 不由得惊怒交加 集体出手 不好 林泉隔着一个场地 就知道不妙 也就不了他们 一片黑光扫过 那些格斗武师 全都倒地不起 只留下一地的黑水 那片的御寿师 和格斗武师 都骇然失色 统统站了起来 召唤出来神兽 蹦射出来体树光滑 都是一副极其紧张的表情 怕刘子叶发狂 再冲到人群之中 老子还没死 刘子叶 你还打不打 苏西生爬了起来 他摸着满脸的血 冷冷一笑 一个翻身跳了起来 你还没死 那你也快要死了 刘子叶放过那些人 转身就飞驰而去 一拳打出 哄 一条黑龙从手臂上飞出 锁过地面 竟被震出了一条长长的缝隙 威势确实不凡 更害人的是 那黑龙跃在半空 张开锯嘴 又从嘴中吐出一道闪电 死啦啦 黑色闪电 直奔苏西生的前胸而去 立直 碰 一团白烟散去 在苏西生的跟前 多了一道长长的金色长棍 那棍子竟跟活的一样 朝着黑色闪电 就当头一棍 啪 黑色闪电 一下就被打弯在地 消失不见 黑龙自然不会放过苏西生 再度咆哮着扑下来 金棍则迎了上去 两件东西在空中打成一团 看得下面的人目眩神迷 刘子叶却在这时 猛然冲向苏西生 他掐转了时机 就算苏西生还能放出静咒 已经黑化的他 也能破得了 轰隆隆 背头星星突然大叫一声 用力地拍打着胸口 全身毛发变得成了金色 迎向刘子叶就一掌拍去 碰 拳掌相交 竟都各自退了几步 背头星星摸着生腾的拳头 露出满嘴獠牙 胸爆地再次扑向刘子叶 好强的神兽 刘子叶心中暗惊 他那一拳可没留半分力 谁想到背头星星 竟能接得下来 这乃是一般的九阶神兽 你给了小叔增幅药水 苏唐扯着林全的衣角问道 给了十瓶 林全咧嘴一笑 指着青背黑鹰说 要不要我去救他 你进场算为归吧 那刘子叶都杀光了原家道场的人 还有为不为归的 林全翻身越过栅栏 就感到脸上跟寒风刮着一样的疼 剧目一看 那边背头星星居然近身贴在了刘子叶身前 跟他抱在了一起 两人也不用什么招数了 直接就跟街头醉猫一样的死打 你一拳 我一拳的 林全把疗伤药水 未进青背黑鹰的嘴里 把他给拖到场边 那碎完的翅膀也没法救了 以后他就成独臂老鹰了吧 刘子叶 打得正欢 苏西生突然喊了声 刘子叶就抬头一看 一到金印就冲着他脑袋打过来 他瞬间亡魂接冒 死亡金翼 这是苏红叶的静咒 苏西生也会 被击中者精神力瞬间溃散 要实无一 吓得他连忙侧头要避开 可被头猩猩双手一合就硬将他给抱住 眼看死亡金印砸下 要连他一块砸中 他也不闪不闭 哄 一声巨响 背头猩猩和刘子叶的脑袋同时被砸开 一团血花散落满地都是 只剩下两具在抽动的尸体 空中的黑龙也立马消失 那金棍也随之化成飞烟 苏西生胜 胜是胜了 不过是惨胜 背头猩猩死了 连青背黑鹰也损失了一只翅膀 就是醒过来战斗力也减少了八成以上 暂时还无法使用 就算苏西生神兽众多 他也心疼不已 加上他连也被打破了 怕是很难再上场了 我有个屁事 苏西生冷着脸说 老子就是没想到 那姓刘的来这一招 注射异族血液 哼 那东西比你的横浮药水还厉害 他一定是从天牢里弄到的 那用法呢 他是从原家道场得来的 灵犬不解的是这个 培育所 张南海一直在研究这种东西 靠 张南海搞得鬼 也不怪张南海 刘子叶要问他要 他敢不给 注射后 刘子叶就算赢了 以后也跟袁明清说的一样 得变成个疯子 苏西生擦着活血生击伞说 那一注射下去 得算半一族了 差不多吧 一族的血里带着一种激素 能激活人体内的潜能 让人变得跟妖兽一样 你这什么眼神 你千万别瞎弄啊 苏西生注意 林犬眼神不对头 就连忙警告他 林犬诡异的一笑 放心吧 小叔 我做事紧慎着呢 你紧慎个屁 你去医院了吧 我爸怎样了 第186章 来了 青皮巨猿 听到苏洪叶还是昏迷不醒 苏西生就叹了口气 那个情急高 就在一族里 也算是个人物了 可惜落在通天冒险团手中 不死也得被弄残了 林犬还想再问问 通天冒险团的事 就听到厂里念叨 林玉盘 苏子龙 苏子龙 何方神圣 林玉盘又被小青驮了出来 他手里还拿着个饭盒 刷刷地挑着菜 青菜是绝对不吃的 排骨还凑合 也没南地城 那家做得好 早知道叫一份糖醋礼机了 酸甜口好下饭 至于那粒汤嘛 尝一口就知道 是用浓汤饱做的 什么玩意儿嘛 苏子龙带着一头头上 长了几个肉流的红毛巨狼 看他还在吃饭 就大为不满 该打了 急什么 还没吃饱 打完再吃 要我输了 牙被打掉了 还怎么吃 哼 还想到这边去了 苏子龙也没法主动出手攻击啊 他是个讲究人 就是上了擂台 那也得等女方先出手啊 于是他也摸出一个馒头 在那啃着 老苏家就这一个活宝了 那九头红狼 不就老苏家的招牌吗 这倒是 九头红狼 是老苏家世代繁育的神兽 我就觉得怪了 这八个小头一个大头 也能算九头 吓唬人吗 九头红狼 种类 犬科 等级 八阶 九阶神兽进度17% 便衣 零 绑定序号 一 战斗力 962 8520 战斗技能 猛烈撕咬 血盆大嘴 崩牙杀 战斗适应性 全地形加持症835% 可进化部位 口腔 背脊 爪子 皮毛 忠诚度 100% 潜力 培育次数 二 八阶才几百万战斗力 是跟培育次数 只有两次有关吧 崩牙杀是什么技能 唯 注意他那九头红狼的牙齿 能弹出去杀人的 林拳大声喊道 苏子龙就放下蛮头怒道 你叫什么叫 我跟他打 关你何事 我就随便说说嘛 你滚一边去 苏子龙骂了句 就吓得一个哆嗦 小青不知何事游到了他身前 不声不响的 就张嘴一喷 蛇猪却还 树莓毒珠 撞在他和九头红狼的身上 毒液迅速飞溅 就听到一声惨叫 苏子龙和九头红狼 同时在地上打滚 我认输 我认输 这么快 林拳都傻眼了 能控制八阶神兽 苏子龙至少七阶御兽师啊 不能多挺几下吗 这也太不经打了呀 有些人就乐了起来 小苏 你还是怕疼啊 嘿 他从小就怕打针 长大了还这德性 苏子龙跪在地上磕头 姐姐放过我吧 求求你给我解了这毒吧 我认输了呀 我不打了 九头红狼 也跟在一旁跪坐着磕头 肉流都快磕掉下来了 小青都愣住了 这么浓包的对手 他也头一回遇上 拿着吧 解毒完 林玉盘把林拳给他的解毒丸 扔给了苏子龙 谢谢姐姐 谢谢啊 红袍丹师面无表情地 宣布了林玉盘胜利 林拳就跑过去 在林玉盘的手里 又塞了一堆的药水 老姐 真要遇上高手 别逞能啊 你就是来玩的吧 进不进委员会 有什么关系 你懂什么 你姐 我就不是来玩的 我一定要进委员会 林拳愣了 你进去做什么呀 玩呢 黑袍院长笑说 老宋 他俩还是姐弟 嗯 你听见了 别看说话小声 隔得又远 我可是出了名的顺风耳啊 林拳搭拉着脑袋走回来 这可麻烦了呀 老姐要打到后面 可都是九阶强者 她也不够看啊 叶小蝶关心地问 玉盘姐跟你说什么了 哎 别提了 她也想进委员会 什么 叶小蝶惊了 表情跟刚才林拳听到的时候 如出一辙 有志气啊 叶一千赞赏地说 你少管闲事 到你了 林拳怒瞪她一眼 说话也不客气了 叶一千的对手是柱十三 一个气质特别阴冷 长得也有点早衰的少年 只看了她戴的神兽一眼 叶一千就认输了 林拳也微微吃惊 那是投幽灵系的神兽 几乎就只是一个影子 却带着浓浓的黑气 在地上扶着 陶菜 那就是柱家的神兽鬼浮屠 对 三上陶菜一脸羡慕地说 阿柔低头瞧像睡着了的杨神超 叹了一声 早说别来了 还来做什么 强者太多了 二十六进十三的最后一场 终于到了 林拳走进场中 就看见陈永杰 带着轻疲巨员走过来 靠 这也行 这不是陈某子的神兽吗 陈家能戒兽 苏西生冷笑道 看来怕陈永杰不行 陈某子把神兽借给他了 戒兽 叶小蝶和苏唐都一愣 苏唐也没听说吗 陈家有一种本事 能把神兽短期 借给血脉相通的人 跟精神力也有关 以陈某子九阶玉寿师的精神力 大概能撑各一个小时 林拳听见了 他就有点牙疼 裁判 这算偷鸡 你说偷什么 陈永杰大怒 偷鸡 你他妈要去看耳鼻猴科吗 那轻疲巨猿是你的吗 红袍丹师面色如常 他能用 原主人也没意见 那我也不反对 那你自己的神兽呢 敢拿出来吗 是不是见不得光啊 哦 是了 我听说你那神兽正在待产 是你的孩子吧 陈永杰顿时暴怒 你说的什么屁话 老子用他就能收拾你 那你是说 你的神兽 比你老子的还强了 我没那个意思 有了青皮巨猿 我就没必要拿用我的神兽了 玉寿师都知道 神兽召唤出来越多 精神力消耗越大 能支撑的战斗时间也越短 陈永杰带着青皮巨猿 那不光跟陈某子的精神力有关 跟他的精神力也有关 你是不敢拿出来吧 那我有点欺负人啊 欺负人 笑话 你有什么能耐欺负我 我有三头神兽呢 灵犬比划着说 拿出来看看 你说拿我就拿 那多没面子 陈某子喝道 永杰 他在拖延时间 别中他的计 陈永杰怒道 好你个灵犬 跟我来这套 找死 青皮巨猿 立刻发出山崩海啸般的吼声 全身蹦出一团青光 冲着灵犬就跑过去 第187章 角度刁钻 青皮巨猿 种类 类人足 等级 九阶 圣阶神兽进度0% 变异 一 战斗力 1382 8620 战斗技能 巨吼轰炸 致命冲撞 大口撕药 坚硬皮肤 铁线毒牙 战斗适应性 全地形加持症999% 可进化部位 口腔 爪子 毒性 皮毛 忠诚度 45% 潜力 九阶 培育次数 4 好家伙 1000多万 虽然跟碧波水龙和集水大鹏相比 差距颇大 但九阶还是九阶 九阶四域至少上千万的战斗力啊 灵犬眼看青皮巨猿跑得极快 他就大吼一声 站住了 我有话说 青皮巨猿没得到陈永杰的指令 哪会停下来 眼瞅着 拳头就到脸上了 玉兽八树 精神璀璨 洗神术 震 灵犬就看青皮巨猿一愣神的瞬间 麻溜的一下 跑出了十几米外 陈兄 且听我一言 你有什么话好说 陈永杰看他逃过青皮巨猿的拳头 微微愣了下 好家伙都说 这小子还练过体术 果然有两下子 实不相瞒 我发现了陈家的一个大秘密 哦 陈永杰冷着脸 陈家的秘密 还用得着他来说 陈某子并非你亲生父亲 什么 陈永杰以为他会说 陈家私藏了什么宝物 或者是陈某子 打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算盘 结果直接来这个 所有人也都愣住了 我是好像听说陈永杰的母亲 年轻时很爱跟外面的男人搞暧昧 可不是吗 他当年可是城里有名的交际花 他不是怀着陈永杰嫁过去的吧 你还别说 他才嫁过去六个月陈永杰就生下来了 那这 陈某子岂不是戴了个大大的绿帽 大方啊 佩服 你看人家老陈 就顶着绿帽一样 把孩子养大了 陈某子的嘴都气歪了 这什么狗屁捣造的玩意儿 那些说闲话的人 也特么没一个好东西 全都是闲的 陈永杰也一脸愤怒 姓林的 你特么说什么 林全叹气道 我是诚心诚意告诉你 你不信 我也没办法 我不单知道 陈某子不是你亲生父亲 还知道 你父亲是谁 你不许胡说 我父亲就是陈某子 你说是就是 做过基因检测吗 要是染色体不对的话 怎么说 这样吧 培育所就能做 我认识张南海 你找他做个检测 你把我的名字 能帮你打折 林全看着青皮巨猿 又走回到陈永杰身后 他就松了口气 你少放屁 老子不信你的 不去做什么狗屁检测 你就想拖延时间是吧 来 让你死个痛快 眼看青皮巨猿又要动手 林全就汗毛一束 这家伙可是物理系的 冲过来 挡都不好挡 陈兄 你我虽说素未谋面 可我一向很钦佩你啊 你就不想再 听我说说你亲生父亲的事 你不肯做基因检测也好 我有证据 拿证据出来 陈永杰看他说得言之凿凿的 别的家族的人 又在那交头接耳的 他还真不敢笃定 林全说的是假话 你等着 林全走到苏西生面前 小叔 你有什么随身带着的东西吗 联络器 泡枸杞用的水杯 我靠 小叔你比我都大不了几岁 你都泡枸杞了 这么早就养生 身体不大行啊 苏西生挥手要揍他 林全就笑道 就随身带着的小玩意儿就行 苏西生想想 取下腰上配着的一块玉配 就他吧 正宗的和田玉 我爸早年去运南买的 运南旅游买的 那还能正宗吗 也行吧 姐来用用 陈永杰在那不耐烦的喊 好了没有 来了 林全将那光板玉配举着说 见了没有 这就是你母亲留给你的信物 你少来 要是信物 不在我身上 还跑苏三身上去了 你倒也不笨吗 废话 林全语重心长地说 这就是关键了 这种玉配 一共有三块 一块送给了苏西生 一块送给了龙征 一块送给了你 黑袍院长笑呵呵地说 有意思 莫非这三人 都是陈永杰母亲生的 那也不好说啊 陈永杰母亲 当年跟苏红叶 好像也有过一段情 龙吟波呢 也有过 那倒没听过 陈永杰神情大变 你没见过 那也正常 你小时候 陈某子发现了 就把玉配给收起来了 你仔细想想 就这样的玉配 见没见过 就藏在你记忆深处呢 仔细回忆回忆 叶小蝶纳闷到 林全搞什么呢 叶一千微笑说 他是在胡说八道 拖延时间 这话呢 也是在暗示陈永杰 搅乱他的真实记忆 能管用吗 你看陈永杰的表情 陈永杰的面色 越来越难看 真的记起来了 是有一块玉配 在他三岁之前 就经常放在枕边 后来不翼而飞了 还以为是被人偷了 原来是陈某子拿去了 陈某子的脸 阴沉得像是狂风暴雨 即将来临 林全那张嘴就太损了 拖时间就拖时间吧 也不知他哪里得知 接受时间有多长的 可说这些话 就太有损陈家的微信了 你傻呀 永杰 要你是别人的孩子 我能接受给你吗 陈永杰这才 从恍惚中清醒过来 一时间暴怒不已 他这事 被林全给完了 你特么给我去死 别啊 我说陈兄 我还没说完呢 接受就算没有血脉相连 也能接的 接你妹的 青皮巨猿怒吼一声 携带着一阵飓 直扑向林全 林全一看躲无可躲 避无可避 干脆就轻轻地换到 凤凤 双翅连斩 两道锋刃直扑向青皮巨猿 就听到轰的一声 青皮巨猿直接用身子扛住锋刃 再扑过去 却只扑了个空 林全盘腿坐在小火背上 已飞到了空中 第188章 我就是林大师 好家伙 一龙一凤又出来了 瞧着天空里 震翅翱翔的深渊火龙 地上在那扭扬个转圈的七彩凤凰 在场的所有人都露出艳羡的神色 他到底哪弄来的 黑袍院长都忍不住问宋红文 都是剪的吧 我也不清楚 剪的 龙形神兽在城里 也不超过石头 大多数都是老弱残破状态 无意能全须全矣的 就像那龙音波家里的碧波水龙 那也是老卖不堪 何况 碰 林全又召唤出第三头神兽 歇尾玄规 这一下 有识货的就坐不住了 歇尾玄规 四大神兽之一的歇尾玄规 卧槽 他哪来的 什么 真是歇尾玄规 这种神尾不早就消失不见了 对 终结之战结束就被封印了 我的娘亲啊 会不会是类似的神兽 我没注意到他身上有圣光啊 没有圣光不重要 他确确实实是歇尾玄规 神兽中没有另一种乌龟能有歇行尾巴 陈某子的眼神也不对劲了 要说灵犬的一龙一凤在城里还是有些人见过 可他带着四大神兽之一的歇尾玄规 这就怪了 他姓灵 那位大狱寿师也姓灵 难道 不会吧 他是灵大师的后人 好像也说得过去啊 他不是南地城的人吗 南地城是终结之战的主战场 那他灵家还有别的强者存在吗 一说到这里 不少有心理就打秃了 这灵犬可不好得罪啊 连苏西生都一脸讶异 你们俩见过他带些伪玄规吗 没啊 他都没说过 苏唐也摸不着头脑 灵犬可什么事都不瞒着他和叶小蝶的呀 叶小蝶更想不通了 这些伪玄规哪冒出来的 对了 他收服嗜血熊人时 就找到过些伪玄规的骸骨 可是 他不是说 那就是骸骨吗 骸骨还耐活了 哈哈 灵犬在空中张狂地笑着 你笑个屁啊 陈永杰心里已经翻江倒海斑了 可还得撑着 终于要暴露我的身份了 灵犬的话 让下面的人都感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 连陈某子的脸色都变得阴晴不定 叶一千的眼珠子却在乱转 这小子又在搞什么鬼 难不成是找人把头大王八卦装成的歇尾玄规 你到底是谁 陈某子站起身 贺问道 我吗 你们猜吧 我姓灵 我带着龙凤二寿 歇尾玄规 你是灵大师的后人 不 你就是灵大师吧 我听说终结之战后 灵大师得了密宝 能长生不死 只是需要冬眠几百年 对 我也想起来了 灵大师苏醒后 需要从头再修炼 小青吐着性子 一脸哭笑不得地问林玉盘 姐姐 她还真能搞事情啊 哼 这小子从小就诡计多端 骗人从来都不手软 边瞎话一套一套的 那她能唬多久 那些人又在说什么呢 林玉盘翻了个身说 关于那位灵大师的传说很多 她又装得四模式样的 那些人就自然往上套了 都是些凡夫俗子 脑子不好用 灵拳微微点头 手放在胸前 你们猜得不错 本座就是灵大师 下面一阵哗然 灵大师的转世灵童 不对 是真正的灵大师本人 要不然 怎么能带着些尾玄规 怎能带着龙凤二神兽 不少人眼中 逐渐露出探服的目光 有的还直接就给跑下了 也同样手按胸口行李 你们少听她胡说八道 要是真正的灵大师 我们早就死了 陈永杰冷笑道 灵大师从来都是出手不留情 手下的亡魂 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那是我看你活到二十多岁也不容易 想留你一条性命 当然了 你母亲也不容易 陈永杰看见灵拳嘴角的嘲讽 当即大怒 你还敢提我母亲 我提她又怎么了 我又没做对不起你母亲的事 卧槽 这是明摆着占便宜啊 张胖子就朝回来的大柱子说 看见没 这就我灵哥 我的亲大哥 陈永杰面沉如水 一声大喝 身旁顿时多了一头神兽 是一头面目猙獰的八尺猎狗 这才是他陈永杰的神兽 老子今天管你是不是灵大师 我把你给弄 永杰 先等等 这次阻止他的是陈某子 他冷冷地说 他想冒充灵大师 那就让他证明自己的身份 你还要我证明什么 灵大师有一项绝学 是不传之秘 是御寿师里的顶级御寿术 就是 陈某子环顾四周 御寿一族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道士都听人说过 可从终结之战时就失传了 灵大师也说了 他还在重修 这不是在难为人吗 再说 整个都城的一族 都被通天冒险团的静肘杀光了 连天牢里 培育所里 都一个不剩 你就是想让他展示 他去哪里找一族啊 陈某子眸定而动 这些他自然都想到了 但他更担心的 是一些人眼中的狂热 要不把灵权的威望给打下来 他就是控制了都城 也得不了人心 怎么 灵大师做不到吗 那就下来 好好跟永杰比试 不要说 这些有的没的 此等秘书 怎么能轻易是人 那你就是个冒牌货 有些人也都摇头 看来这个灵权 跟灵大师一毛钱关系 都没有啊 灵权带着小伙 落在地上 你说的御寿一族的秘书 我倒也会 少吹牛皮 就是啊 我展示出来也没用啊 你们还是不信任我 黑袍院长大声说 你要能御寿一族 那我想在场的人 都会相信你是灵大师 对 你要是灵大师本人 我看这擂台也不用摆了 你直接就做城主吧 有灵大师做城主 那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服 灵权为难说 这样不好吧 老陈 你说呢 陈某子冷笑几声 你要真能御寿一族 我陈家第一个立下血气 从此是你为主 世世代代永不背弃 那小叔呢 苏西生想骂你啊 你这故意的吧 行 你做城主 我也没问题 别的人呢 都同意 谁同意 谁反对 几乎九成的人都举起了手 灵权就长叹一声 那我就勉为其难吧 雄大 他一喊 雄大就出现在了场中 第189章 代理城主 大家都愣了下 才有人说 包得跟木乃伊似的 就个大一些 这是一族吗 有点像吧 可我也拿不准啊 喂 把你的绷带给取下来了 雄大就把绷带一扯 不少人都吓了一跳 还有识货的当即喊道 是泄雄人 这真的是一族 哪来的呀 城里的一族 不都被禁咒杀死了吗 不会吧 他真是零大师 陈某人的脸色 顿时变得很难看 林全揉着脖子 在那矜持地笑着 还好把雄大爷 拉进了冒险团 一个低级远程召唤 把他叫过来了 要不然 就得喊出爱情烟了 那对他可一点好处 都没有啊 主人 雄大一喊 所有人就更吃惊了 这意味着什么 不言而喻啊 他真是零大师 这是玉兽一族 还愣着干什么 下拜啊 拜见零大师 拜见城主大人 林全微笑着绕成一圈 跟大家回礼 陈某子陈永杰 两父子的脸 却黑得跟喷了墨汁一样 喂 你们俩 还站着 懂不懂点理数 有人就注意到了 当即怒道 陈某子阴冷地回了他一瞪 那人一点不惧他 我说姓陈的 你吓唬人是吧 干什么 全场的人都下拜了 就你特殊 你刚自己说的话 就一个字都不算 全当是放屁 陈某子的眼神更冷了 你是不是想要打架 老子不怕你 我们大家都不怕你 你要敢动手 就是与全城为敌 一时间 庶民七阶八阶的御寿师 格斗武师都站了起来 陈永杰先就尿了 这一个两个不算什么 十个八个就不行了 林全 不管你耍的什么花招 你可知道城规 一族不能进城 陈某子立声道 城规还规定 只允许苏家人做城主 你们又在干什么 陈某子一夜 你想趁苏红叶还昏迷不行 就夺取城主之位 私人太重 也不看着城里满目疮痍 百废戴心 只顾一己私利 真是说你垃圾 都在侮辱垃圾 林全大声指责道 我们都城人民 不会答应个一个 只想着个人利益 不顾全城百姓生死的人 做城主的 对 陈某子就是个王八蛋 我早看出他没安好心了 你看他转头的时候 脖子不动脑袋 能够直接转个360度 那是什么 那是狼固之相 把你神兽收了 不然大家就一起上 把你打死在这里 就算有几个 跟陈家交好的势力 也都做了缩头乌龟 不敢出声 陈某子的心 也沉到了谷底 完了 这特么一切都完了 人心全都倒向了林全那边 他怎么可能欲受一组 这难道他真是林大师的后人 要说林全是林大师 陈某子打死都不信 可要说他是林大师的后人 他却信了七八成 你说要臣服于我 我呢 也一向宽以待人 你要啃立下血气 那我也能放你一马 陈某子咬牙许久 才长笑一声 好 老夫就立下血气 从此 陈家一脉 全部臣服于林大师 林全 臣服于林全 及林全血脉后人 世世代代 永不背叛 附建 陈永杰惨叫道 他浑身都在颤抖 这 这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陈某子也不看他 怕不忍心 咬破手指 宁经神力于指尖 在地上画下血气文字 又在最下方 滴了三滴血 林全这才走上去 也咬破手指 滴下三滴血 就见文字瞬间化成一股血烟 钻到了陈家所有人的身体里 这也称得上是一种禁咒 确实人人都会用的 只要立下 血气的一方不违约 就一点作用都没有 也不妨碍正常生活 吃饭睡觉 都跟原来一样 可要一旦违约 立刻就会被血气钻心事脑 半分钟内死于非命 那还打吗 林全这话一出口 所有人都笑了 还打个屁啊 我看谁还敢跟林大师打 就是 谁要敢打 我们就揍死他 让我家神兽咬死他 擂台一时都摆不下去了 林全先将三头神兽 都收进空间带 同时召唤三头 就以他的精神力 也撑不了一个小时 逼撞到这个份上 也就够用了 那我就是城主了 林全乐了 这还连委员会都不用进了 本来就想唬住陈永杰 没想到 一下 把所有人都唬住了 大转特转啊 那当然 你不是城主 谁是城主 林全回头看着说话的苏西生 憨笑道 小叔你这话说的 我就代理 哼 你小子 苏西生被气得够呛 刚要走 就听到一声咳嗽 他一下就跳了起来 睁大着眼 看着被蒋天生 扶着走过来的苏洪夜 霸 一声霸叫的苏西生 自己都是热泪盈眶 擂台四周的人 更是纷纷下拜 不管内心如何想的 此时都是心潮澎湃 苏洪夜是为了都城出战 被那琴技高打伤的 这个嗯 所有人都记得 见过苏黄 都起来吧 苏洪夜咳嗽着说 老夫就过来看看 苏西生连忙上前接过蒋天生 扶着苏洪夜 霸 陈毛子想要作乱 陈毛子脸色大变 好家伙一来都告状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也都看见了 也都听见了 苏洪夜微微抬眼眼瞼 直视向陈毛子 陈毛子心头一颤 头就不由自主地低了下去 就算是身受重伤的苏洪夜 那数十年积攒的威势 也不陈毛子能挡得住的 你既说要立下血气 为何还玩花招 林全一愣 嗯 他在其中漏写了一字 写错了三字 你都没看见吗 靠 你跟我闹着玩呢 林全冷笑道 陈毛子背上一时间冷汗直冒 他既不肯臣服 也就算了 大家伙推你为城主 那你就代理城主吧 老夫还要休养一段奸 让犀牲和宋洪文辅助你 不要多说 就这样吧 你跟我进青天居 再说几句话 林全搓着头皮 感觉不大妙啊 第190章 太扎心了 苏唐远远地跟着 不敢靠近 苏犀就对他说 爷爷没事了 你放心吧 小说 爷爷要跟林全说什么 我哪知道 苏红叶将林全带到楼顶 眺望城中断圆残壁 数百年的积累 激进毁于一旦 他心头就一阵脚痛 终结之战后 苏家成为太武地府城主 又经百年 才取代南地城 成为南方八城的都城 数百年来静心经营 却落得如此下场 几天前的事 仿佛如同一场噩梦 我问你 你到底 跟林大师有何关系 林全被他盯着看 像是心思都要看穿了 连忙说 毛关系都没有 就是吓唬陈眸子 苏红叶笑了 你倒是时尚 想你跟那林大师也没关系 那么那嗜血熊人 又为何跟着你 我救了他 他硬要做奴仆 我也不好拒绝吧 林全憨笑着挠头 苏红叶不解道 那他为何没死在 通天冒险团的静咒之下 他那时出城办事去了 我让他去石里近湖躲着 等通天冒险团的人走了 我才让他回来 好吗 运气上好家呀 苏爷爷 他们留在城里没关系吧 他们 你到底收了多少亿足 就三十多 都是嗜血熊人 苏红叶一愣 没好气地说 你要他们做什么 逼个柴搬个沙袋什么的 做做苦力 也很有用的呀 他们力气大着呢 苏红叶哭笑不得 合着就为了给自己省事 不过转念一想 那些嗜血熊人 就才四街 在自己眼里 自然屁都不算 可林全也就四街实力 有他们保护 倒还算妥当 你还有何事瞒着老夫 林全缩缩脑袋 苏爷爷 我借了你一点心头血用 苏红叶冷哼道 你当我不知道吗 我人是昏迷的 可我意识还是清醒的 你拿我心头血 可是要炼制药水 不是 我是为了复活邪尾玄规 林全坦荡地 将飞虎山的事 告诉了苏红叶 你倒还真是一点不瞒着我 你就不怕 我把邪尾玄规夺了 苏爷爷是何等英雄 乃会在乎这种小神兽 也不会欺负后生晚辈吧 这个小滑头 苏红叶无语地看着他 倒是越看越喜欢 你小子胆子大诡计多 正是我看中你的地方 牺牲他人比较忙 什么事都想用武力解决 在城里人员也不好 他要做城主 很快就会惹起大家的不满 你呢 就不一样了 出了事 你还能挡在前面 他们也怪不到苏家头上 靠 拿我来背锅的 你也休要觉得老夫可恶 你做代理城主 就住进青天居里 一切资源可由你任意调配 这还差不多 看来这老家伙还没老糊涂 你小子无力不起走 有我这句话 你应该能安心了 你就先代理城主 直到选出新的城主吧 苏红叶说着身子一歪 想要摔倒 林全上前扶他 就被他一直点在胸前 顿时金光一闪 他胸口一痛 他一揭开斗篷 就看上面有个金轮印记 心下大海 这是什么 你安心做你的代理城主就行了 老杨 送我回医院 老鹰披来这套 林全目送杨总管 扶着苏红叶离开 连忙把苏唐喊进来 唐唐 我对你够好吧 苏唐满头雾水 点了点头 就被林全搂住胳膊 你跟我来卧室 喂 你干什么 苏西生这会儿正走进来 一看双眼就鼓起来了 好家伙 这还跟叶小蝶弹情说爱 转头就想占苏唐便宜 要不要脸了 小叔 我就跟苏唐切磋一下 切磋什么 哪方面的本事 体数 你妹啊 苏西生黑着脸说 你能不能别三心二意的 林全愣道 小叔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还让我明说 苏西生脸都黑成碳了 你不就是 想拱了唐唐吗 小叔 苏唐脸都红得跟晚霞似的了 啊 这啊 我确实想过 就没深想 行了 小叔 我是代理城主 我想做什么 做做什么 唐唐 进来吧 我们好好 深入了解一下 苏唐红着脸 被林全拖进卧室 哼 进来林全就感慨 苏红叶这老家伙 可真会享受啊 眼前的那张床哨说 都有四米宽 三米长了 上面还都是真丝的床单 还有四根床柱 叼着龙凤和谐的图案 指不定苏老头就瞅着这些柱子 在那根女人 一一压压呢 坐上来 林全靠在床边 就一拍床垫 哼 还挺单手的 苏唐满脸通红就走过去 一下坐到林全怀里 林全一愣 手只好抱住他 我说唐唐 我让你坐旁边 你坐我怀里坐什么 苏唐啊的叫了声 才挪到边上 你故意的吧 唐唐 你这可误会我了 我就想让你 林全边说边拖斗篷 苏唐的心跳一下 就咚咚的响 跟有一堆小人 在打鼓似的 在他的认知里 不管是城主也好 代理城主也好 说什么就是什么 要是林全真要干坏事 那他也只能顺从 林全把斗篷放在一边 就挺胸 指着那金轮静咒问道 这是干什么用的 苏唐愣了两秒 才靠上去细看 这是承诺静咒 就是说 你答应了别人的事情 那内容都浓缩在了静咒里 要是做不到的话 就会被静咒吞噬 谁吓的呀 我爷爷 林全苦着脸说 除了你爷爷 还有谁 能解吗 不能 只有我爷爷能解除 林全长叹了一声 这城主要做到什么时候了 第191章 正大光明 占便宜 好啊 苏西生推门进来 林全正在穿斗篷 这么快就完事了 你小子是传说中的快枪手 浅尝折指懂吗 温柔体贴懂吗 不能太懵懂吗 三个懂吗 弄得苏西生 眼睛都瞪大了 苏唐也不好说什么 低头快不先出去了 行吧 你做苏唐的男人 也不辱莫苏家 就是你以后得对苏唐好些 我看你太快 是不是要吃些补料 我认识一间 在城里卖补料的铺子 我回头给你地址 你自己去抓一些回来炖上 林全就咳嗽声说 我自己就是单师 我能不知道怎么补 就是仓错了些 没准备好 苏西生微微点头 你自己有数就行了 别亏待苏唐 我大哥他失踪多年 他就跟我妹妹一样 关系有点乱啊 小叔来找我有事 我想问 就是 刘子叶和龙音波的部署 有谁统领 好家伙 你是想统领三支羽灵军 刘子叶的部署 交给宋洪文吧 龙音波的归你了 也还行 苏西生满意地说 那就这么办 我先出去布置 城里还需要重新建设 事情多着呢 送走苏西生 宋洪文就来了 他是来要人的 你想要杨神超做你的副手 我原想你会安排我做些事 总要有个熟悉城中势力的帮手 杨神超就不错 林全琢磨了一会点头说 宋老院长 你负责统领龙音波原来的进军位 带上杨神超 还有阿柔和三上陶菜 宋洪文在问道 你姐姐呢 准备给她安排什么事 我自有打算 林全说完 宋洪文就离开了 入台那躺着 在晒太阳的林玉盘 打了个哈欠 把一双白的吓人的长腿 搭在栏杆上 小青就盘在她右腿上 再那也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林全才走上前 就吓了一跳 我说老姐 咱们穿好衣服行吗 这不是衣服吗 林玉盘指着被撕掉半截的T恤 剩下的都快遮不住 她的美妙曲线了 咱能穿长点的吗 你这过于豪放了呀 热呀 你老姐我体质燥热 这天气又连续十几天的高温 你想让我热死吗 小青黑笑道 就是 你一点也不知道 疼惜你姐姐 林全额角都冒出三条黑线了 你也来凑热闹 那老姐 你要不去办点事 哟 还安排起我来了 你不想进委员会吗 不就想刮地皮吗 林玉盘斜眼看她 这你都知道 你是我老姐 我还不知道你 你手中是不是有什么名单 一些小家族跟异族合作 没出现在你的梦境里 但我都调查到了 他们也要付出代价 林玉盘坐直了 丢人的一下 震得林全头皮发麻 那行吧 都交给老姐了 好好招呼她 话没说完呢 林玉盘就直接从楼上跳下去了 半空中骑上青蛇 就不知飞哪里去了 小蝶 林全转过身 看见在那眼嘴偷笑的叶小蝶 就走过去说 你看看 老姐她这德性 也不知跟谁学的 跟你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我有那么夸张吗 林全笔划了下 又伸手 在小蝶胸口那笔了笔 你也不急啊 你 不要笔这个好吗 叶小蝶瞪她一眼 林全就指着开着门的卧室 要不进去聊聊 苏洪夜那张床好大呢 我们睡着能打滚 要不去试试 你没换床 林全一愣 怎么了 至少要换床单吧 你就不怕上面很脏 苏洪夜跟别的女人在上面 我靠 林全大惊失色 来人 快把床给我换了 给我换一张一模一样的床 两个死欲眼走出来 表情呆滞地进去 把床搬走了 地上总降了吧 你做梦 叶小蝶咬着嘴唇 似笑非笑地说 看得林全心脏都扑通地乱跳 搂着她就说 你把药水拿给叶一千的事 我都没说 要不趁现在花好月圆 我教你一套顶尖的体数 不好了 草 林全扭头指着张大力喊 会不会把握时机 这什么时候跑过来干什么啊 林哥 真出事了 张胖子也是个人精 一看林全还搂着叶小蝶 就有点犹豫 但他想到 事情很大条 就硬着头皮说 地下市场那边 有人抢劫 多大点事啊 那抢劫的人 自称是丹顶派的一击上人 林全一惊 不会吧 丹顶派真还有活人 还真有人叫一击 是林哥的师兄吧 要不过去看看 叶小蝶也劝他 要真是你师兄 你得出面啊 林全松开他就说 那我去去就回 你等着我啊 等你个大头鬼 我还要去十里进湖 找柳真的学姐 告诉他们 城里没事了 让他把人带回来 也对 十里进湖的条件太差了 张胖子带着大柱子 边走 就边口沫横飞地说 林哥 你那师兄很牛叉啊 一到市场就报上你的名号 然后把一间铺子里的金盒 全都拿走了 还说 要钱找你 林全脸一直都是黑的 听到这话 脸就更黑了 哪来的冒牌货 老子当初就是随口一说 也不知 他从哪里听来的 就给自己冠上了名号 纯粹是占我便宜吧 还把一些高阶材料 也都抢了 前前后后 洗劫了七家铺子 人家就跑过来找你了 还好我在楼下 听了就上来 告诉林哥你 这个 我也不知道林哥要办正事啊 张胖子 甘笑几声 他是行家里手了 进去一瞧 林全和叶小蝶的神情 就知道坏事了 干那种事 什么时候都有时间 不怪你 林全都想把他一身 肥肉踢下来 扔到锅里炼油了 那也对 那可是林哥的师兄 你跟他有多少年没见了 十八年 嗯 嗯 林全今年不才十八吗 第192章 鼠兔子的跑得快 一个瘦高的男人 穿着黑袍 就站在一间卖体树的商铺外 冷着脸说话 我说了 我是丹顶派的一机上人 你们的心愿城主林全 是我师弟 这些货我全要了 钱 找他要 一机上人 你这不能光打白条吧 我们都是小本买卖 要是林大人 他不肯给钱 或者要是拖着账 我们可连下个月都活不下去了 一机冷声说 我可告诉你了 林全是我师弟 他是新任城主 你要得罪了他 有你们好果子吃吗 商铺老板冒着汗说 可你也不能一点钱都不给吧 就是拿货 也要定金吧 我说了 你报我的名字去青天居 要多少钱 就能拿多少钱 你这些值一千万是吧 你回去报个两千万 还不赚死你了 敢乱报账 青天居不把我皮包了才算 看着一机将密集扔到收纳袋里 商铺老板一下就急了 我说一机上人 你这是名抢吧 都多少家商铺了 你一个字都不给 你说我抢 你这些玩意儿值得我抢 我这是为你好 帮你提高销售额 一机将商铺老板的手推开 你要再动手动脚的 我就不客气了 你不客气 我还不客气了 商铺老板终于爆发了 来人 给我拦着他 他要赶走 你们就给我往死里揍 立刻从商铺里 跑出来两个格斗武师 都是五街上下 长得恐无有力 手臂上还套着铁环 在闪耀着晨光 一机冷笑道 就凭这两个家伙 也想拦住我 马上市场里的雨林军就过来了 他们拦不住 别人能拦得住 好 那就让他们试试 那两个格斗武师 一左一右 同时扑上去 就看铁环一晃 晨光暴涨 如两条铁棍般的伸出 朝着一机的身子 就打下去 哄 一机脚一踏地 无数暗黑色的光柱 就伸在他的身前 两道成棍 被完全格挡开 那两个格斗武师 就取下铁环 同时挥舞击打下去 一机冷冷地说 还不知死活 还想要求死 他说吧 手一伸 取下一根黑色光柱 快如闪电般地往前一桶 光柱正好扎在 其中一个格斗武师的胸前 就听到一声惨叫 光柱从那格斗武师的身后 冒出一劫 就一捅 就把那格斗武师 捅成了重伤 另一人见了 心下大害 就收起柿子 跳到一旁 老板 这活我不干了 钱我还给你 他俩是老板请来的保安 可不想为了几个小钱 就把命给丢在这里了 你别走啊 老板大叫道 那人扶起受伤的格斗武师 就跑得人影都没了 一机冷冷地手掌一挥 将黑色光柱都收起来 还有谁要出头的 我 林全带着张大力和大柱子 走过来了 你又是哪根葱 我叫林全 所有人都大叫道 林大人 林城主 呼啦啦地 在四周跪下了一片 一机脸色微变 盯着林全的双眼说 你就是林全 你是我师兄 你不认识我吗 对了 想起来了 你离开师门太早 我印象不深 哈哈 你变化可真大 林全佩服地看着他 这家伙说谎的能耐 比我还强啊 那师父可好 哎 师父他妈 一机拖了个长长的尾音 林全正在那听着 突然身前就冒出一团青烟 他一愣 这不是剥夺野家的人数吗 大柱子 大柱子冲得已经很快了 可还是慢了半拍 冲过去时 一机都不见了 但他极快地就跳到砖墙上 他再往城外跑 还不快追 张大力喊道 林全就跟被抢商铺的老板说 那家伙是假的 我去帮你们把东西拿回来 谢谢林大人 谢谢林承主 说着 林全和张大力跟着大柱子往城外追去 没想那家伙速度奇快无比 大柱子八街格斗武师都追得费力 林全只能带着张大力骑上小伙 但依然无法拉近距离 一路从城外追到了十里近湖 一机上人才在定居点附近的一个小湖泊那停下 够了吧 我就抢了一些小玩意儿 你们至于追到这里来吗 小玩意儿 七家商铺 无数的金和材料 你跟我说小玩意儿 林全让小伙离地三尺 你打算怎么办 杀了我 一机阴着脸问 那也不必 你把东西交出来 我就放你走 好 一机从收纳袋里一摸 手在伸出来时 一个巨大的石像鬼浮出地面 又是幽灵系的神兽 巨化石像鬼 种类 幽灵系 等级 七街 八街神兽进度20% 变异 一 战斗力 268 2828 战斗技能 无能狂怒 疯狂撕咬 附身着魔 坚硬护甲 战斗适应性 黑夜加持症758% 可进化部位 口腔 翅膀 爪子 皮甲 忠诚度 30% 潜力 培育次数 三 还是培育过的 这人是在哪里培育的 他也是城里的人 你想凭你这石像鬼 就跟我斗 斗不过也要斗一斗 一击低下身子 手按在地上 瞬间又冒出树根黑色光柱 林拳大为好奇 这是法术 还是体术 还是静咒 大柱子 给我揍死他 张大力说完 大柱子就跟快巨石般地踏着 快步冲上去 双手往背后的长矛一抓 一道青光从毛里刺出 一击大惊失色 连忙退到黑色光柱后十余米外 可这还是不够看 大柱子的长矛一扫 黑色光柱全都断成两截 好可怕 一击心想着号令巨化石像鬼冲上去 大柱子一脸憨厚地投掷出长矛 叮 长矛将巨化石像鬼刺穿 直接钉在了地上 林拳一愣 一般的八阶格斗武师 能一招秒掉两百多万战斗力的神兽 不可能吧 除非大柱子也跟普通的格斗武师不一样 转头看张大力抱着喵喵在那奸笑的模样 林拳就想 这死胖子真特么跟个变态一样 一击此时又弄出青烟 想要逃走 还想跑 大柱子给我往死里揍 第193章 逼问一宝 哎呦呦 我的妈呀 一击被打得鼻青脸肿的 就是亲妈都不认识了 腿在地上哀哀叫 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欠缝 还不说 那腿都被大柱子踩断了 贬成了一块饼干 放过我吧 我就是贪心 我实在没别的意思 林拳蹲下说 我最讨厌别人打着我的名号 招摇撞骗 你说吧 你想怎么死 速死 呸 我不想死 林大人 你看我可怜的份上 就放过我一条狗命吧 一击哭的鼻涕眼泪都出来了 我家上有老下有小 中间还有七个老婆 嗷嗷待补啊 把他杀了 林拳大怒 这是来炫耀的了 七个老婆 我还一个都没呢 别 别 我七个老婆归七个老婆 可他们都是老残病啊 一个都八十了 全身都是蛇皮 另一个常年卧病在床 一碰他他就吐 还有一个从小就没了半张脸 卧槽 你这是做好事呢 林哥 他拿我们开涮呢 信他才有鬼了 废话 你觉得我会信吗 喂 问你 你那黑色光柱 是怎么回事 一击爱声道 我 我那是从九千岁山找到的一种一宝 他能放出黑色光柱 我能用他来作打 他还能防御 哎呦 轻便 我这腿 大柱子又给了他一脚 九千岁山 林哥不知道 就在十里进湖往北大约三十里的地方 那是原来的几处妖兽圣地之一 终结之战后 那地方就萧条了 几乎没多少妖兽 但前去寻宝的人倒挺多 时常能传来在里面找到宝物的消息 就是赏金猎人和冒险团也能接到金灯酒吧的任务 还真没听过 先在系统里瞧瞧吧 灵拳一扫系统 光是关于九千岁山的 搜索出来就有一万多悬赏 从B级到S级都有 还有特定冒险团的 随便点开一条 灵拳就愣了下 悬赏任务 A级 抓捕一族逃犯 种族 风铃人 剩下的信息完全看不见 看来要接了任务才能见到 又点开几条 都是跟一族有关的 没有妖兽 那就成了一族的乐园了 你是在九千岁山什么地方捡到的 系统里对九千岁山的描述 那地方长达数百里 山脉叠障 一个山头 接着一个山头 植被茂密 到处都是原始森林 还有几处终结之战的遗迹 中年火焰不息的永火山 被几位圣街格斗武士 离平永不长草的梨亭荒土 树林全都异化的奇景树林 以及被灵大师 用四大神兽的灵甲 给镇住的四灵神帝 要不说清楚 那根本就如同大海捞针 要不带灵大人去 那地方要说了 你们也未必能找到 哎呦 脖子被大柱子给一把掐住 一击的脸瞬间成了白色 跟我来这套 我告诉你 胖爷 我从来都不吃这套 说不说 说 说 一击使劲拍着大柱子的手 还得张大力发话 大柱子才松开 恢复了呼吸的一击 摸着脖子大口喘气 林全很有耐心的 等他喘够了才问 说吧 在靠近雷蛇山的地方 那里有一条雷蛇 要是惊动他 可不好办 雷蛇 吓唬小孩呢 九千岁山 还有厉害的妖兽 真的 不骗二位 那雷蛇是八阶妖兽 能照雷换雨 长得快有一百米长了 灵全一惊 这块头够大的呀 等等 灵全在系统里 打开九千岁山的地图 雷蛇山 靠 光雷蛇山 都有一公里长 雷蛇山哪里 这个 我真说不清楚 我带二位去吧 弄死他 张胖子毫不犹豫地 朝大柱子一说 一击就魂飞破散 我是从山脚 沿着几块蛇蚊石 往里走的 绕过一个山洞 有一棵老歪脖子树 再走几百米 就是我捡到一宝的地方了 灵全将他的收纳袋取下 在里面摸了一遍 确定地下市场的东西都在 又拿走了他的一宝 才说 打成重伤放了 听见了吗 大柱子 大柱子憨憨地说 已经重伤了 再打一顿 别打死就行了 砰砰砰 一击被打成了一片纸 在地上趴着 要没人来的话 估计活不过一晚了 灵哥 你想去找一宝 那还用说吗 灵宝把那一宝摸出来 是块尖形的金盒 金盒还能像一剂一样用 是跟里面的能量有关系吧 感知这上面的能量波动 似乎跟正常的金盒大不一样 有一种雀跃的感觉 仿佛里面的能量 随时都要跳出来 一般的金盒 由于是妖兽或神兽死后取出的 虽然有能量 可那能量是死的 哼 灵全把它往地上一放 就冒出数条黑色光柱 他试着取出一根 握在手中 竟然是实体 又舞动了一下 确实很有分量 这就让他非常不解了 跟他认知中的金盒 完全南辕北辙呀 先收着吧 去九千岁山看看之前 我去找找小蝶 叶小蝶跑来找柳针子了 两人在小木屋里 喝着奶茶说着话 炉火也没点 这边虽然冷一点 不像独城酷热 但还不到生活取爱的季节 他快憋不住了吧 我就知道 看他那猴急的样 早晚得趁你睡着了 扑到你身上 柳针子乐得呵呵直笑 叶小蝶催道 他就装的 我看他就想逗我 那你不会反将他一军 就装作你也很想要的样子 要万一他顺水推舟呢 那又怎么了 他不是你未婚夫吗 要是我的话 叶小蝶问道 要是你怎么 柳针子悠悠地说 要是我 早就把他给生吞活泼了 不会吧 学姐你也太难 哎 林全多好的男人啊 本事大 长得又帅 神兽又多 还成了代理城主 要不是你 我早就抢过来了 柳针子说的 都要舔嘴唇了 叶小蝶皱眉道 有那么好吗 那可不 你得好好想清楚了 要不然啊 别的女生抢了去 你后悔莫及啊 叶小蝶撅了撅嘴 低下了头 第194章 妖兽圣帝九千岁山 大壮推门进屋 又有人失踪了 小柳要不过去看看 就是你昨天去的那一户 那家的女孩 跑到山里采蘑菇人 就没回来 柳针子惊道 又一个 这两天来 都失踪了十几个了吧 大壮苦笑道 可不是 我问那管事的里长 说是光是一个里 从南地城 逃到十里近湖 这几个月 就失踪了上百人 还都是女孩 弄得现在人心惶惶的 叶小蝶也吃惊道 成卫队呢 成卫队顶个屁用 最多就维护治安 定居点里 又没什么中高阶的御寿师 格斗武师 有点实力的 都在鬼门镇住着 谁愿意来这里 大壮说的也是实情 几十万被安置在定居点的 都属于无依无靠的平民 真有能耐的 谁都住在城里 不说去都城 就是在鬼门镇 也好过十里近湖啊 这里连有两米面 都要从鬼门镇送过来 卖的也越来越贵 光是一斤米 就要五百联盟币 还不说肉了 最差的后腿肉 也往五千联盟币去了 好些人家就跑到附近的山里 去采些野菜野果吃 那湖里的鱼 也都被人抓了得干净 连河磅都没剩下多少 再要这样弄下去 要不了多长时间 都要大面积地饿死人了 还不说陆续有人失踪 有的说是跑到别的镇子 去投奔亲戚 有的却是什么 交代都没有人就不见了 说有妖兽一族 我们也抓了一些 可哪抓得完啊 要来个五街的妖兽 没我们在 那这些人 都得死得干净 周子瑜近来听到大壮说的话 就也摇头 师娘 你说咋办 那些女孩去的是哪里 是往西北走的九千岁山 听说那里有些妖兽和异族 但在外围还很安全 他们也没胆子走进去 柳学姐 那家是也是姓柳的吧 柳真子点头说 就是一个姓 我才想着多帮帮他们 那女孩才七八岁 看着还挺可怜的 多快十天 没正经吃上大米饭了 大壮倚着巨斧说 大姐说了 在城里想办法采购了一批粮食 准备运过来 可是僧多周少 这里可有几十万人 也熬不过几天 叶小蝶正想说什么 林泉和张胖子 就推门进来了 他就手一指 找他 张胖子 你们东北商会能弄批粮食来吗 我一听就知道 小蝶就想帮助这里的难民是吧 张胖子摸着喵喵黑笑说 那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 这地方的粮油生意 都被一个人垄断了 谁 你爸 叶一千 叶小蝶一愣 叶家在南地城 就生意做得很大 寿朝来食人又跑得快 基本没伤到筋骨 听说要弄安置点 他们很快就组织了人手 在都城里采买了不少粮油 里面生活物资 陆续送到这里来后 就大发气财啊 我都晚了一步 张胖子很惋惜地说 林泉就皱眉道 他们怎么运送 用空间带 对 他们就是用空间带 然后让预售师 格斗武师一人绑着几十人带过来 比开车方便得多了 现在都城的粮价 都涨了三成了 我去找他 叶小蝶气脑道 你找他也没用 我猜你也找不到他 林泉心想这几十万人的吃饭问题 光一天就能赚好几一把 叶一千又不傻 当然会躲着叶小蝶了 我和胖子准备去一趟九千岁山 在外面 我听到有人失踪了是吧 对 叫柳珍珍 是个小女孩 柳珍子盲说 还不只是她 这些日子失踪了好些人 都是未满十八的少女 张胖子急眼说 这光失踪女孩 有点不对劲啊 林哥 林泉携他眼说 先去看了再说 那些人进到九千岁山里面了 也不敢走太进去 就在外面的红湖附近 在月亮山一带 林泉让柳珍子给画个图 他一瞅 离那雷蛇山就几百米远 就让他们等着 和张胖子带上大柱子要进山 周紫月兄妹说什么也要跟着去 林泉就让他俩跟着 我说紫鱼 你不怕被抓走吗 张胖子朝周紫月逗道 我才不怕 有我师父在呢 五人就坐在小伙身上飞过去 要不然走路太好时间 来到红湖畔 林泉就让大家先休息几分钟 他叫周紫月把铁壁螳螂 让周紫月把独眼神猴拿出来 他就把他俩 先为了一瓶六阶的生阶药水 再都扔到系统的培育名里 再帮着二人测试精神力 发现已经到了五阶 就是跟着师父 不知不觉就成长起来了 就是师父厉害 林泉咧嘴一笑 拍马屁的功夫 这俩也挺厉害 等时间到了 就将铁壁螳螂和独眼神猴拿出来 哇 六阶了 独眼神猴 种类 类人足 等级 五阶 六阶神兽进度22% 变异 无 战斗力 十一万两千八百五十八 战斗技能 聚光眼 无情透视 战斗适应性 树林加持症533% 可进化部位 爪子 眼睛 潜力 七阶 忠诚度 百分之九十八 培育次数 一 铁壁螳螂 种类 虫族 等级 五阶 六阶神兽进度25% 变异 无 战斗力 十三万九千八百八十八 战斗技能 猎人斩 交叉 旋风斩 战斗适应性 树林加持症百分之五百八十三 可进化部位 前臂 背部 忠诚度 百分之九十六 潜力 七阶 培育次数 一 十几万的战斗力 勉强能用吧 毕竟只有一遇 要是多培育几次的话 那就好了 但好像同一神兽的培育时间 有个冷却期 林全在系统里查看了一下 果然是 六阶神兽一遇的冷却76天 哇 太棒了 周子瑜抱着独眼神猴 就在那不停地拿手去搓脸 周子瑜也兴奋地摸着铁壁螳螂的后背 林哥 你把他们放进空间袋里拿出来 就能培育好 也要成本的 那 我要是拿一批神兽给你 你能帮培育好吗 给钱就行 说着话 就听到狐狸猛地传出一声长笑 一个头顶着胡枣的怪东西 爬了出来 第195章 脑后凸起的一块 张胖子吓了一跳 连忙喊大壮 护驾 林全一脸淡定 小伙还在那吃辣条呢 怕个蛋啊 就瞧那爬出来的东西 全身都是肉疙瘩 成一种清灰的岩石色 模样嘛 倒像是一种狐怪 就不像任何现有的物种 那双眼睛 还是深红色的 就跟红湖的湖水一样 这红湖 就是由于湖里的藻类太多了 都是红枣才得名的 等他爬上岸 才看出 他体型特别庞大 都快有四五米长了 后背高高隆起 脖子奇粗无比 高也快接近四米 整一个根球差不多 但那双眼睛带着的一光 盯着人看 还着实让人心里不安 林全还没说话 周紫月就喊道 何方妖孽 敢跑出来行凶 咕咕咕 得 这都说不出人话来了 林全微一点头 周紫月就大喊 上 铁壁螳螂二话不说 一个猎人斩 一道极强的锋刃 卷得张胖子脸都疼了 冲上去就直奔那狐怪的前脸 狐怪也不含糊 尾巴一甩 将锋刃打得一歪 慢悠悠地 又朝铁壁螳螂冲上来 但已经六阶一遇的铁壁螳 可不是以前了 一记猎人斩没用 马上就又是一记 猎人斩 这次的猎人斩 比刚才的大了一倍 差不多跟个风车大小 劈头盖脸地冲过去 好 张胖子拍手大叫 还没等猎人斩 击中狐怪 交叉旋风斩 铁壁螳螂的两只前臂 同时一挥 就看一个X字形的风刃冲上去 砰 砰砰 猎人斩和交叉旋风斩 同时击中狐怪 可狐怪脸上 连半点伤都没有 Sigma 杜 杜 周紫月一下梦了 好强啊 他原来有足够信心 一个狐怪而已 升接培育后的铁壁螳螂 还怕弄不死他 结果 猴子 周紫月乃声乃气地喊道 独眼神猴冲过去 就爬上狐怪的脑袋 聚光眼 从他的独眼中 射出一道极强的闪光 不说别人了 张胖子眼睛都快闪瞎了 就跟直视太阳一样 林全还好 到底张胖子 还是一阶预售师 他就不同了 可是那强光射在狐怪的头顶 竟然也没能穿透他的表皮 这狐怪的防御太强了 师父 周紫月连忙叫救兵 林全懒洋洋地准备让小伙上 猛然就看到周紫月一喊 无情透视 狐怪就跟被拍了X光似的 内部结构完全地陷了出来 林全和张胖子都愣住了 好家伙 这是个人 那狐怪里面是个人的模样 外面则是厚厚的一层 不知道什么物质覆盖着 难怪没能扫出数据框 林全这才想通 就看准了那狐怪 外表物质的空隙 一个暴冲 上去一把抓住缝隙 解扣是 往下一拉 碰 一个巨大的壳子式的东西 被林全给直接撕下来 本想着 这是帮了那人的大忙 谁知耳朵里 马上就传来一声惨叫 那人的后背全都是血 他跪在地上 不停地哀嚎 原来那层物质 跟他几乎已经长成一体了 林全硬将他得扯下来 把人的皮也给撕破了 林全又拿出活血生机 散给他倒上去 这下倒是舒服了 那人的哀嚎声渐渐停止 但他依然蜷缩成一团 在那不停地发抖 你是人吗 周子虞好奇地问 我 我当然是人 我 我被一样东西 给拖进了湖里 就被那玩意儿给吸上去了 张胖子上去要摸那外壳 大柱子拦住他说 少爷 小心 可能是妖兽 不是妖兽 林全摇头道 或许是一种妖兽的衍生物 衍生物 张胖子 周子虞都没听明白 就好像 是从妖兽身上脱离出来的东西 具体是什么 我也不好说 但这红湖湖底 肯定有一种奇怪的妖兽 光就那衍生物 都能挡住十几万战斗力神兽的攻击 还能把人给沾上 这就非同一般了 那估计湖下面的妖兽少说 也得有个八截 八截妖兽 那金河可少见得很啊 大柱子 大柱子几步跨到湖边 举起长矛 就刺进湖里 一通乱脚 就看一般青光从毛间刺出 诺大的湖 竟被大柱子 给搅得出了一个漩涡 那人也看得傻住了 哄 红湖里一声乍响 一个身影跳出了湖面 二话不说 一拳就轰向大柱子 是一足 林全瞳孔一缩 挥手就让小伙过去帮忙 小心 张胖子大声喊道 那拳头画成一个虚影 离着大柱子十几米就直接轰在毛柄上 大柱子 只得先松手 后退两米 就看那毛柄被打得弯成了弓形 要不是材质特殊 这一下就能把长矛打断了 烈焰喷剑 还不等那人跳上湖岸 小伙就张嘴一喷 那人历史脸色一变 被烧得身上的红枣 都快要光了 露出一个尖柱形的身体 只是后面还拖着一条尾巴 一看就是鱼类的一足 就在这时 大柱子提起长矛 就要冲上去 谁知 那一足一张嘴 就吓得张胖子大叫 卧槽 能吐壳 吃小龙虾呢 还吐壳 灵犬看清了 那吐出来的 是跟刚才那人身上附着的 衍生物类似的东西 体型没那么夸张 却也有个几十公分大小了 也不知那一足受干的身体里 是怎么装得下来的 大柱子灰毛 就将那衍生物击开 谁想打得不远 那衍生物落地后 就朝着先前救下的那人爬过去 灵犬一愣 跑过去一脚踩住 这下倒好 他一下就沿着灵犬的腿 要长上来 操 灵犬腿用力抖了几下 才将他给甩出去 又看他在地上挣扎了一会儿 终于没了活性 灵哥 这玩意儿有点厉害啊 跟寄生虫一样 个心死了 说话间 那湖面上小伙家大柱子 已经完全压制住了一族 一族看情况不妙 想要逃回水里 还没潜下去 就被小伙一把抓住脑门 直接就给扔到岸上来了 灵犬一个剑步上前 将他脖子给踩中 你吐啊 你在吐啊 第196章 排行榜第六 一族一副想要发飙的模样 可是脖子被踩 什么也吐不出来 伸手去抓灵犬 又被小伙也用爪子给按住 连蹬腿都做不到 腿也被周子月的铁壁螳螂 两只前足给摁着了 这一族到底是哪类的 是青道夫人 青道夫人 种类一族 等级八阶 变异 无 战斗力 58万9828 战斗技能 呕吐附着 内化巨物 战斗适应性 水滴加持症823% 可净化部位 内脏 外壳 潜力 无 培育次数 无 一族中八阶 也就几十万战斗力吧 毕竟不是神兽 没能培育 要想战斗力超强 只能是变异了 可他又没有变异 也就这鸟样 就是技能特殊而已 那些失踪的少女 是不是你干的 林全大声贺问 还不说话 装死是吧 装死也不能解决问题 老子问你 你就得回答 林全又问 还不说 你想死是吧 周子月弱弱地说 师父 你踩着他脖子呢 靠 把这忘了 误会啊 林全让铁壁螳螂 把镰刀架在 青道夫人的咽喉 才松开腿 卧槽你马 老子在湖里活得好好的 你 哎呦 张嘴就骂娘 素质教育没学过 你他妈还跟我说 哎 你他妈 哎呦 说话就说话 别动粗啊 瞧着被林全踹了 脊脚的肚皮 青道夫人惊道 这些人族 也太特么不讲理了吧 我问你话呢 那些少女呢 哪有少女 我就特化了这么一个家伙 他跑到我湖边大便 我是要惩罚他 别的人族 我一个也没碰 林全愣了下 看那人一脸的尴尬 就也不想理他 那你就不吃人 谁说异族一定要吃人呢 湖里鱼虾多 我喜欢吃鱼虾 这个 倒听爱青烟提过 人族对异族的观感 多半是由于一些 喜欢吃人肉的异族带来的 吃什么 也跟原来妖兽血脉有关 这既然是青道夫人 那他不会喜欢吃屎吧 你才喜欢吃屎 青道夫人 我喜欢吃鱼 吃虾 行了 别说了 就问你呢 那些来这些采蘑菇野菜的女孩 是被什么东西抓走的 青道夫人想了想 说 在那边 就月亮山和雷蛇山的中间 有一群异族 叫秃嫖人 可能是他们干的 操 秃嫖人 那全都是光头 不是 他们的脑袋 好像有一半是缺的 就跟劈开的葫芦一样 林全想着 就打了个哆嗦 这造型 有点太别致了吧 我说林哥 人家都缺心眼 这直接缺半片脑袋 这还能活吗 那也不好说 什么奇形怪状的没见过 可那秃嫖人的妖兽血脉 是什么呢 是葫芦瓢 有这种妖兽吗 青道夫人见着这二位 在那说话 就想要跑 还没挪动身子 就被大柱子给 直接一毛捅穿了 我靠 你下手太快了吧 没经合 大柱子在青道夫人的身子里 摸了一遍 摇头说 林全还想放他一马 这下好了 直接完蛋了 救下的那人 就在那发抖 你还不管 你们不杀我 以后记得不要随地大小便了 知道 知道了 那人忍着后背的痛 快速地跑没硬了 林全他们 继续往山里走 林全还一直在想 兔嫖人 那青道夫人 不会胡说八道吧 还默等见到兔嫖人 林全就感觉 有人在后面跟着 他给周子月打了个眼色 他就带着铁壁螳螂 先散开了 有人跟着 大柱子低声说 早发现了 大柱子一愣 他好歹 也是八阶格斗武师 怎么还比林全发现得晚 他也不知道 林全听觉视觉 都系统强化过 比他还强 那咋办 弄他压的 先等着 也不知道 哪个什么东西 张胖子点头赞同 要万一是个美少女呢 岂不是打草惊蛇 有损他东北商会 大少的光辉形象 终于走到月亮山 和雷蛇山的交界处 中途就看到了 那一个月崖洞 就是没往那边走 这时回头再看 就见个人影 在山顶那蹲着 能看清吗 林全 男的女的 美少女战士 在月亮山上 就是月野兔 你想多了 男的 哎 没见 林全把那人看得清清楚楚的 没有数据框 是人族 年纪大约三十出头 背着一副奇大的弓箭 穿的是特制的格斗服 应该是格斗武师 就是脚边 还带着一只狗 有点像是土猎犬 还是个七阶的神兽 这就比较怪了 虽然高阶的格斗武师 也偶尔能带些低阶神兽 做辅助 但很少有戴五阶以上的 毕竟格斗武师的精神力比喻 寿师差太多 控制不好神兽 那人的眼神 还极其锐利 胸前还挂着块赏金猎人的灰杖 过来了 林全一喊 那人竟然从两百米外一瞬间 就移动到了他身前 让他心下一惊 这速度 特么的绝对是九阶格斗武师 大柱子也吓了一跳 长毛蹭的一下就跳到掌中 别慌嘛 朋友 格斗武师微笑着说 不慌 不慌才有鬼了 张胖子大声问道 你一路跟着 我们干什么 连他都察觉到了气氛不对 我就想看看几位进山士做什么 还有 那边的小孩出来吧 周子月黑着脸 带着铁壁螳螂 从树后走出来 你是九阶格斗武师 林全一说 大柱子和张胖子都脸色一变 一股莫名的压力扑面来 那格斗武师也愣了下 你从我的身形判断出来的 当然 你移动速度那么快 不会是御寿师 那也对 格斗武师歪歪嘴说 既然你猜到了 那我就告诉你吧 在下红武 赏金猎人 南方排行榜第六 岁叶城 带到侍卫总领 成为队副总指挥官 久接个斗武师 张胖子 已经完全被镇住了 好长的头衔啊 你们呢 林全淡淡地说 都城 也就是太武帝府 代理城主 林全 东北商会少会长张大力 红武一正 靠 来头不小 简单扼药啊 第197章 这一片都是我们的 岁叶城 南方八城之一 比都城还要靠南 都要接近南蛮一带了 城主是一位传奇的圣街御寿师 但据说 已经不怎么出面管事了 基本都是由城里的 城卫队总指挥官在坐镇 可那地方离得南地城远 林全基本没怎么听过 岁叶城的消息 只知道 大概比南地城要小一半 你就是那位都城 新任的代理城主 不错 年少有为啊 红武感叹道 林全怎么看 都不像有多大的样子 最多就20出头吧 运气好 抽签抽中的 红武笑笑 他也不信 你们来九千岁山 是来狩猎的 那知道这边的狩猎区划分吗 还有划分 也不是各大城商讨出来的 是由金灯酒吧划分的 从月亮山到雷蛇山 都是岁叶城的地盘 往前的扁丹山 到飞来风之间 那才是都城的地盘 林全一正 这金灯酒吧好威风啊 连地盘都能划分 那红兄 我就得问了 这光是对赏金猎人来说吧 冒险团也一样 注册在哪里的赏金猎人 和冒险团 就在哪里狩猎 那要越过地盘怎么说 不会怎么样 就扣分而已 林全还以为金灯酒吧 会派人来干涉呢 看他不以为然 红武就笑道 排名越靠前 能得到的任务越好 奖励也越高 看你胸前 有赏金猎人的徽章 还有两只冒险团的徽章 你也应该知道吧 当然 知道个屁 老子直接靠系统 那就好 我还有事 有缘再见 红武抱拳行李 带着土猎犬就消失了 张胖子在那琢磨了会儿说 那些失踪的少女 是在岁叶城的地盘 跟他有没有关系 应该关系不大 我们先找到突票人再说 张胖子黑笑道 他说这一带 可是岁叶城的地盘 那又如何 林泉冷笑道 别忘了 我还是都城的城主 连他们岁叶城的城卫 对我都能调动 牛叉怎么险 比马叉还大一点啊 接近黄昏时 林泉他们终于发现了突票人 还跟那清道夫人说的一样 还不止一个 整整好几百人 都聚集在一起 都可以说是一个村子 或者一个部落了 就在两座山的中间 一个低洼地带 一整片的村庄 从外面看 跟一般人族的村庄 没什么区别 也同样在那烧火做饭 可就是 那人一走出来 个个都是脑袋 被人开了瓢似的 右边都少了一块 又有点像是拿勺子 给挖下一半的汤圆 看得都有点渗得慌 这要是跑到城里 那胆小的人族 都得吓得魂都没了 林哥 你说 这少一半脑袋 会不会影响发育 你关注点 有点莫名其妙啊 你看吧 这些突票人 个头都不高啊 林泉一愣 还真是 一米六的都没几个人 说是残废吧 也不可能集体残废吧 基因缺陷 还有那些是女人吧 有个C吗 卧槽 你眼神比我还好啊 嘿 这话说的 我不就想那些少女吗 你想吧 他们把少女抓过来 是不是想改善基因 林泉被他说的都无语了 但也不能否认 他说的没道理 先得看 是不是看他们干的 林泉说到一半 就看几道闪光落下去 几个突票就躺在地上 身上都插着一根剑 剑尾的羽毛 还在那抖着 红武 就听到下面一阵罗声 然后几时的突票人跑出来 手里都握着木棒 一个看着上了年纪的突票人握着木棒朝天大叫 我的天哪 怎么又突然死人了 又是那个拿弓箭躲着的混蛋 你有本事就出来啊 出啦 混蛋 出啦 不要脸的家伙 张胖子低声说 林哥 看样子 红武干这种事 不是一次两次了啊 对 就不知道他有什么目的 突票人看上去人絮无害 也没什么战斗力 红武杀他们 就光是取了 一个九阶格斗武师 没那么无聊吧 这里离岁夜城又不近 跑过来一趟也不容易 林哥 就算一族跟咱们是世仇 那姓红的 有点滥杀无辜了吧 滥杀个屁 胖叔你也不想想 那些女孩呢 还在他们手里呢 周紫月这一提醒 张胖子就一拍脑门 把这查忘了 该杀 那老突票人在那愤怒地喊道 我们几百年来都躲在山里 从来不敢出去 你们还追着我不放 你们还是人吗 说我们是一族 你们人族才是一族 就是 不敢出来的闹肿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啊 躲在暗处算什么 英雄好汉 突票人在那喊了一阵后见没动静 也就在老突票人的指挥下 把剑拔了 把尸体都堆在一起 先吃饭 吃过饭再说 对 先吃饭 有仇也要吃过饭再报 林全琢磨这些突票人 是不是有点缺心眼啊 刚还在叫嚷着报仇 这会儿又想到吃饭了 张胖子打了个翻身 林哥 咱们下不下去 先等等 那红武不会无缘无故杀人 天完全黑下来了 村庄里都点起了灯 还有几户是在外面上的火炉 柴火烧起来的光 就随着风在那忽明忽暗地闪着 那几具尸体上也堆满了柴火 估计是要等着火化 林全让他们先在这里等着 他到下面去看看 不如让艾老师过去 张胖子还提议道 他不行 林全摇头 一族之间互相残杀的也到处都是 他下去被发现了 一样糟糕 那你就不怕那些突票人 林全瞧着数据矿里的战斗力 一排过去 最强的也就一万出头 他啪个毛 等他绕到一间房屋后 正准备要朝最大的那间屋子走去时 一根羽箭 就正好定在他身前一步的窗户上 林全心下意灵 扭头就看红武蹲在远处摇头 有病吗 第198章 抢女人抢地盘 林全不打算理他 可没想走了又没几步 红武干脆跑过来了 城主大人 嗯 还算礼貌 就先听他要说什么 你觉得我杀秃票位的什么 我乃知道 手痒 手剑 红武差点没吐血 我堂堂九阶格斗武师 手剑 你看那些秃票人 好像都挺老实本分的吧 倒也没什么战斗力 那是对你我而言 你再等等就知道了 要等多久 还有半个小时 林全一看时间 还不算晚 既然来都来了 不如就等吧 红武也就说起了岁叶城的一些事 岁叶城原教岁星城 终结之战时 一位圣街女御寿师直接记录了一颗流星 由此而得名 后来因为一位信业的圣街格斗武师 在城外斩杀了一头圣街妖兽 又改为岁叶城 城中那位老迈的圣街御寿师 听说就是那位圣街女御寿师的后人 而岁叶城物产丰饶 盛产各种蔬菜水果 附近又有一座经常有妖兽出没的狭长山谷 所以岁叶城的强者 很少到都城和南地城一带来 那你倒跑得远 我就是为这些秃票人来的 他们到底有什么恶性 值得你远远来跑一趟 也是顺路吧 都城跟一族一战 损失惨重 从除了南地城和都城外的剩下六城都 调了一些高手过来 我也是被调到都城的人之一 林泉心下一愣 苏西生干的 日夜监城赶到附近 就听说了十里近湖少女失踪的事 进城去金登酒吧一查 多半就是出在秃票人的身上 城主大人 你看他们埋锅造饭 又不吃人肉 以为他们是良善之辈 你先等等 那老头说被人射死了好些村民 又说不止一测 你说你才被调来都城 那先前射死他们的人是谁 洪武笑了起来 城主大人 你听他胡说八道 你不知道 兔嫖人因为脑袋少了一半 记忆会重复吗 重复 掌管记忆的区域是海马体 兔嫖缺失的半边大脑 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海马体 但他们剩下的海马体 又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副作用 短期记忆的重复回放 还能这样 岁叶城关于异族的研究 在南方八城中首屈一指 对于兔嫖人也专门研究过 所以 我只出手过一次 他们就认为我杀过他们好几回了 林泉也不全信洪武说的话 就听到那老兔嫖人在喊 哎 这些柴火是干什么的 他们怎么躺在柴火上 我也不知道啊 怪事 他们 死了 靠 还真就记不住事啊 那别管他们了 等等在火化 抓来的那几个女孩呢 都在里面关着呢 带出来吧 林泉和洪武就探出身子去看 几个兔嫖人压着七个女孩 从四五岁到十四五岁的都有 一个个都害怕得不行的样子 被扯到个木架子边 老兔嫖人就说 把他们都绑上去 几个兔嫖人就把女孩全绑在木架子上 然后所有的兔嫖人都跑出来了 一人手握着一根火把 一下就把村庄里照得跟天亮一样 烧死他们 烧死他们 不知是谁带头开始喊 剩下的人都大声地喊道 林泉脸色一变 动手吧 称主大人 凤凤 林泉嘀喝一声 凤凤就如一道旋风般地 冲进了突嫖人的人堆里 瞬间从那里传来一阵阵惨叫 土猎犬也跟着冲了过去 一口一个 咬一口就跑向下一个 被咬的突嫖人马上倒地不起 全身抽动 一看就是中毒了 红武更是拿出弓箭 弯弓搭箭 一口气射出十多根箭 每一支箭都穿过几个突嫖的身体 一下就解决了好几十人 林泉也冲上去 一拳一个把人击倒 这一下突嫖人顿时大乱 就看有的突嫖人用力拍打着脑袋 马上就从头顶流出一团血 血一溅到地上 就出现一团红色的泻影 这才是他们的战斗能力 小心 撑住 红武担心林泉出事 大叫一声 就一旦攻闲 一股刺耳的尖叫声发出来 所有突嫖人都捂着耳朵 低头不起 只感觉整个耳膜都要被震碎了 更让他们难以忍受的是 那魔鹰穿脑刺痛 连林泉都用力地摇了下头 才冲到木架前 一个突嫖人 忍着痛想要把火把扔上去 被林泉一脚踹翻 骑门九斗翻云腿 他跟着将一宝一扔 树道黑色光柱 挡在所有少女身前 这才用刀把绳子都割断 让他们往土坡上跑 张胖子就在呐喊 快过来 这边安全 大柱子 下去接应 他喊到一半 脸色一变 地上猛然多了一个硕大的血影 朝着其中一个小女孩就扑上去 林泉抓起一根黑色光柱 冲着那血影就投过去 碰 黑色光柱扎在血影上 硬生生将那血影给钉在地上 凤凤快速地将血影的主人 那老突嫖人斩成两截 红武就和土猎犬 追杀着四散逃窜的突嫖人 惨叫声此起彼伏 林泉却半点怜悯之心都没有 抓住年纪稍大的女孩问道 还有人吗 你们被关在哪里 我带你去 女孩转头就带着林泉 往一个毫不起眼的木屋走去 打开门 他又走到最里的屋子里 在地上又打开一道木盖 下面就挤着十几个女孩 有的全身都是泥 都脏得不成样的了 林泉连忙伸手 把人都拉出来 又把爱情烟也召唤出来做帮手 秃嫖人 他一听就吓了一跳 怎么 你听说过他们 他们不吃人肉 他们喜欢把女孩抓走 烤干了做成腊肉 再送给保护他们的一族做礼品 卧槽 这也太过分了吧 也就是说 背后还有人主使了 对 他们一般都和青虎人在一起 受青虎人的保护 一个声音在门外响起 青虎人 是青翅玄虎的后人 对 红武走进来说 城主 青虎人就在雷蛇山一带活动 青翅玄虎是罕见的九街妖兽 林泉没回他 抬起木盖子看了眼 这上面是静咒 第199章 哪里来的缝合怪 静咒林泉见得多了 相似的文字总能认出来 是用来隔绝气息的静咒 我杀他们的人 也是想引他们把女孩带出来 这个解释 勉强说得过去 林泉还是对红武抱着戒心 连红武靠过来 他都往后挪了挪 免得一个不小心 被他捅了刀子 人都就出来了 紫月 你先带人回去 那师父你 我还要去雷蛇山 红武眼睛一亮 城主要去雷蛇山 来刀来了 过去转转吗 要万一顺手 就把青虎人也干了 林泉也不说出自己的目的 反而指着红武的弓箭说 才智很不一般啊 红武笑道 这是用极恶凶暴龙的腿骨做的 弓弦则是用反骨兽的筋拉伸成的 就是我那些剑 也都是用的擎天术的树枝削成的 大柱子惊道 极恶凶暴龙和反骨兽 可都是九阶妖兽 对 是我们城主的藏品 送给我做成的武器 上面还缠着一条缎带 在黑夜中都闪闪发亮 看来也不是反品 红兄不如也回去吧 我左右无视 人也救了 不如跟城主一道 去雷蛇山见识见识 那 好吧 暂时找不到借口 将他轰走 就示意周子月先带着女孩们先走 从村庄出来 就看到村子里烧了起来 打斗中 那些秃嫖人手里的火把 点燃了木屋 一时间火光冲天 也不知还有多少火口 可惜的是 秃嫖人也没有金河 走个五十多米 就是雷蛇山的地界了 就看这里山市 如同一条长蛇 蜿蜒齐驱 还有一条小溪半流 我说灵哥 咱要不等天亮再过去吧 你还怕黑啊 不是 我就是饿了 想吃点东西 人胖啊 那食量就大 刚又活动了下筋骨 自然就容易饿 灵犬就让大家先休息 拿出些驴肉火烧 递给爱青烟和周子鱼 红武一直都在盯着爱青烟看 城主 你这位随从之前没见过 他呀 他是一族 红武顿时神色微变 可马上就想到 从都城传来的消息 这位年轻的代理城主 是灵大师转世 能够契约一族 难道传言是真的 看他在对付突嫖人的手段 不像是御寿师 倒像格斗武师 还不超过六七阶吧 这倒是奇了怪了 爱老师 你说那青虎人 有什么习惯 我是一族 又不是一族百科全书 我哪知道 爱青烟送了灵犬一个白眼 他好不容易出来透透气 啃完一个火烧还不够 又跟灵犬那拿了一块烤冷面 扎巴扎巴嘴 就在那吃上了 张胖子笑嘻嘻地说 爱老师可别跟我一样啊 得注意体型 我灵哥就喜欢腿肠有肉的 可 说什么呢 灵犬瞪他一眼 就说 雷蛇山除了青虎人 恐怕还有别的一族 大家都小心点 卧槽 话说到一半 他就吓了一跳 在他前方一百多米处 一个奇形怪状 一眼看过去 就不是人族的东西 在那蹲着 红武顺着看过去 得要集中精神 才能看得个轮廓 这代理城主好强的势力 过来了 小心 灵犬把啃了一半的大白馒头 扔到地上 就连忙站起身 那东西走得慢吞吞的 可越靠近 就越感觉心里发毛 就看他头上长着一对鸡脚 可一只像鹿脚 一只像牛脚 脸上也一块黄一块子的 一条胳膊 还直接跟爱青烟的骨鞭一样 另一条胳膊 倒像是人的 可那一双腿 也非常古怪 左腿是跟大象一样的粗壮 表皮也差不多 可右腿却细得跟雷鹤的一样 最让人感到不对劲的是 他那背上 还背着个乌龟壳 壳上还顶着个灯泡 远远地看 那灯泡就像是长在他头顶上 绿油油地冒着光 我的天哪 这不是戴了个绿帽子吗 这是个啥玩意儿 胖爷 我走向闯北十几年 见都没见过这种货色 提也没听人提过呀 这深更半夜的 跑出来吓人的吗 都打起精神来 林犬喊了声 将周子鱼拉到身后 乖乖的 是出反常几位腰啊 这家伙 靠 等那东西靠近一些 数据框终于有了反应 缝合冠 种类 一族 等级 七阶 变异 零 战斗力 3775250 战斗技能 血脉夺取 肢体拼凑 技能复制 战斗适应性 全地形加持症759% 可进化部位 全身 潜力 零 培育次数 零 零拳倒吸了口凉气 好家伙 这战斗技能 有点过分啊 血脉夺取是什么意思 肢体拼凑还好理解 看他这模样 也就是把别的 妖兽或异族的肢体 给弄下来拼到身上了 技能复制 就有点厉害了 城主 要上吗 红武在那举起弓箭 对准了缝合怪 土猎犬 也在那豁出利齿 跃跃欲试 张胖子 倒是直接缩到 大柱子身后了 爱情烟张嘴抽出了骨边 也一副很紧张的模样 先等等 灵犬发现 那缝合怪的眼神不大对 看了半晌 他终于发现了 他那是斗鸡眼吧 硬定的呀 灵哥 那眼珠子 都快碰一块了 那干不干 再等等 灵犬看缝合怪 站在离他们 十五六米远的地方 就停下来了 也看不出他想要做什么 古墨是在打量着灵犬他们 大家就并住呼吸 在那等着 过了大约一分钟 缝合怪突然掉头就走 要跑 红武一剑射出 谁想他那剑扎在缝合怪的龟壳上 缝合怪却好像没受伤 跑得更快了 一下就消失在了夜色中 灵犬几个人大眼瞪小眼 他那腿一条粗一条细的 跑起来那么快 估计光用粗的腿跑了 第二百张 严重的精神病啊 追 缝合怪这种少见的异族 灵犬可不会放过 红武就和大柱子 一前一后追上去 可还别说 那缝合怪跑起来真不慢 红武连射几箭 还都落了空 他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了 一直追了快半个小时 才追到一条小溪边 那缝合怪就跳进溪水里 那溪腿就在溪里一点 人就飞了起来 我靠 什么情况 灵哥 张胖子啥言子 说这缝合怪跑得快就算了 现在还能飞了 灵犬也目瞪口袋 这战斗技能里 也没这项 他是用那龟壳在飞 周子瑜呆呆地说 想起来了 他那龟壳能产生生力 把他带到空中 艾青烟叫道 灵犬和张胖子 就斜他一眼 艾老师才想起来啊 红武干脆手一摸 从收纳袋里 抓出七根箭 灵犬一看那件 肝子颜色不大一样 几乎全是黑色的 羞羞几声 七根箭 全都扎在了 缝合怪的龟壳上 并没能将它射下来 它在空中飘着 也只是往旁边一挡 灵犬暂时还不想让小伙出手 就看缝合怪飘到对岸 正想跟上去 哄 一团火花爆炸 那七根箭同时炸开 缝合怪这才被炸得摔在地上 就是看他那模样 也没受多少伤 还没等他爬起来继续跑 一声怒笑 从对岸的树林里传来 几个长着青色虎头 背后还有一对退化的小翅膀 身上全是黑黄花纹的一组 跑了出来 青虎人 艾青烟手握着谷边 刚要问他们 一个耳朵少了半只的青虎人就吼道 你他妈还敢跑过来 老子这次饶不了你 大家给我把他围上 咦 就瞧那六个青虎人握着拳头 将缝合怪给围在了中间 林泉这边都梦了 这还有仇 林泉仔细看了几眼 突然发现了一件事 你们看 那个缝合怪耳朵下方 还有半只耳朵 就跟那青虎人不见的一模一样 张胖子启道 还真是 他要青虎人的耳朵做什么 艾青烟想了想 脸色一变 青虎人传承的血脉中 最明显的标记就是耳朵 张胖子愣道 艾老师 青虎人那造型 哪里都很明显好吧 不一样 张大力 你看仔细点 那青虎人的耳朵 中间有凹下去的地方 长在脑门上 两只耳朵看花了眼 就有点像四肢 还真跟艾青烟说的一样啊 那就是缝合怪的技能血脉夺取吗 红武问道 城主 你说他的技能是血脉夺取 那是什么意思 先看吧 一个青虎人一拳轰下去 轰 缝合怪竟也不闪不闭 就将龟壳转过去 让他打 这一拳打在龟壳上 阵的地面都闪过一层波动 灵拳心想 浩强的拳劲 看来青翅玄虎的力量 全都传承下来了 九阶妖兽 就算再踩 力量也不会弱 他不躲开始想 张胖子说着 就跳了起来 那缝合怪左腿一踹 直接就将那攻击 他的青虎人踢翻 手就伸过去 按在青虎人的耳朵上 用力一扯 一团血溅了出来 那青虎人 痛苦地大声叫着 其余的青虎人 就冲上去围攻缝合怪 轰 轰 轰 地面不时被打得 一阵阵的摇晃 好像随时大地 都在裂开似的 那西边的小石子 也飞得到处都是 缝合怪则好几次 想要把耳朵装上去 都没有机会 清光耀眼 突然 两个青虎人双手一搭 耳朵同时一抖 从他们的手中 就冒出一团刺眼的光环 照得地面 跟用强光打上的翡翠似的 灵拳他们的脸都被映得绿了 那缝合怪眼睛 也被刺得睁不开 就在这时 其余的几个青虎人 同时出拳 哄 几乎几只拳头 全都轰在了缝合怪的身上 他再来不及将龟壳 转过来防御 就看缝合怪血一吐 人一翻 那细长右腿却在这时 用力往前一蹬 一道黄色的闪电 从那腿里射出 一个青虎人猝不及防 被闪电直接穿破肚皮 这狗东西 花招太多 往死里干 一个青虎人大惊失色 随之暴怒 已经伤了两名同伴 不能再手软了 青色轰炸 就看那青虎人双耳一束 用力将嘴里的牙齿一把 手里抓着拔落的 十几颗牙齿 就往前一扔 林拳耳中只听到一阵轰响 对岸就跟被炮弹击中一样 轰隆一声 冒出无数火花 那缝合怪也惨叫一声 林拳就看到他的戏腿脱落下来 那右手也被炸掉了半只 他立刻整个人 都往龟壳里一缩 只是他那身体太过庞大 缩也缩不进龟壳 还录着大半截在外面 几个青虎人 就接二连三地使用青色轰炸 没多久就看到那缝合怪身下 被炸出了一个巨大的坑 都快有七八米深了 看得林拳和张大力 都是脸色一变 红五都皱眉 在那拉起了弓 看你还想夺走我们的血脉传承 救你这个蠢货 小言千万小心 他 哄 正说着呢 那缝合怪突然大叫一声 也将牙齿拔落 扔到地面 青色轰炸 几个青虎人 被炸得人仰马翻 更让他们吃惊的是 这缝合怪 怎么也会青色轰炸 缝合怪牙都没了 还在坑底在笑 你 你们把血脉给我 青虎人痛苦地爬起来 就看几个人身上 多少都受了伤 不由地往林拳方向看了眼 不好 我们光顾着对付这个混蛋 没注意到对面 那可都是人族的强者 先折吧 秀 一直常见正中那说话的青虎人 剑身穿过他的脑袋 带出一串脑浆落在地上 其余的青虎人脸色大变 转身要跑 独眼神猴和土猎犬 就同时冲过去 小心 灵犬也跟了上去 这俩神兽战斗力 不一定能胜得了青虎人 但是青虎人 无心恋战推得极快 抛下受了重伤的同伴 就往树林里跑去 凤凤 震翅成兵 一阵冰风扫过 那些青虎人都打了个哆嗦 眼睁睁地瞧着面前的树林 被冻成了一片冰雕 纷纷腥下大汗 你们是谁 你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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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